许家大小姐许梅追求陆家大少爷陆之眼 爱而不得 海诚人尽皆知 后来许梅得偿所愿 却在领证当天收到陆之眼和别人拥吻的照片 六年的苦苦追求 被人视若毕履 许梅不干了 在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偶遇当年的死对头 陆之眼完美人生中的克星 他一时冲昏了头脑和他领证 后来演出后台 陆之眼渴望许梅回头看他一眼 不惜下跪求他原谅 许梅只是眼眸微闪 看见了不远处帷幕后的身影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水杯 对着陆之眼的头顶浇了个透湿 他轻言道 陆之眼 你是真的恶心 第一章 我怎么可能爱他 真打算结婚了 许梅站在陆之眼办公室门口 刚抬起准备敲门的手又悄然落下 说话的人是贺玉 陆之眼的好兄弟 许梅听得出来他的声音 他也是陆之眼圈子里 唯一知道他和陆之眼在一起的人 结婚而已 早晚的是 陆之眼的语气稀松平常 听不出什么情绪 啊 没想到许梅追了你六年 还真的追出了结果来了 这算什么 坚持就是胜利 贺玉的言语间充满了不可思议 惊讶的不是许梅竟然追了他六年 而是陆之眼 真的要和许梅结婚 许梅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口中的结婚是什么意思 果真 下一秒就听见陆之眼声音 冷漠中带着丝艳烦 爸妈喜欢 娶回去省得烦我 我又不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轻耳听到陆之眼说不喜欢他 许梅内心竟然没有太大的波动 大概是已经习惯了 毕竟平时见面 眼神都懒得施舍一个 贺玉 不喜欢还取 这对许梅不公平 陆之眼轻笑一声反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这么慈悲心 你喜欢 让给你了 反正都是他道天 贺玉语气听不出什么喜怒 只是劝他 话不能这么说 许梅对你很好 况且 你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你这样说 以后别后悔 贺玉的劝告 并没有引起陆之眼的丝毫怜悯 反倒是戳中了他的痛点 他好 那他就不会趁着 阴阴受伤的时候上 赶着头怀送抱 在他口中 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这段感情再廉价 都是他上赶着要的 站在门口的许梅指尖 紧紧捏着那邀请函的一脚 感觉指尖都有些发麻 弯曲的一脚 早已褶皱不堪 他咽了咽唾水 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 可右手拎着的鸡汤 顿时觉得异常沉重 像是千斤中的铁块一样 门内的谈话还在继续 赫玉知道劝不下去的 也懒得继续说下去 随便你 我走了 他直接起身朝门口走去 刚一拉开门 就看到矗立在门口的许梅 呆愣在原地 赫玉微微蹙着眉 看样子是听到了 他们刚刚的谈话 想说些什么 你找只眼吧 他在里面 许梅刚想离开 赫玉就轻声说道 多爱点自己 鹿只眼不适合你 他轻轻拍了拍许梅的肩膀 就转身离开了 许梅过了好一会 才迈开步子 推门进去 听到声响的陆只眼 微微抬眼 就看到许梅 脸色不是很好 你来干嘛 许梅将手里的鸡汤 放在桌上 陆阿姨做的 给你送来 还有这个邀请函 我的个人独奏会 你能来就来吧 听完刚刚一番话 他已经不期待陆只眼能来了 谁知他一手接了过去 语气不是很好 知道了 或许是害怕许梅想多了 陆只眼再次开口 许梅 你能得到的 只有陆太太的位置 其余的不要妄想 这是我对你最大的宽容 许梅冷笑 宽容 说得多么一整词言啊 他走到一旁 给自己接了点水 润了润嗓子后 才开口说道 陆只眼 我们认识十多年 结果和你结婚 只是你对我的宽容 那你这点宽容 我不太需要 他抬眼望过去 陆只眼依旧是垂着眼 看着眼前的文件 话音一落 手中的笔放在桌上 舌尖顶了顶上额 似乎是在隐忍着什么 你知道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就不会下那么多的手 为了得到一个名额 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 你都做了些什么 简阴的手到现在 都不能用力 你不愧疚吗 陆只眼的话 字字诛心 字字句句 犹如钝刀弯在他的心口 愧疚吗 他还真没有觉得 许梅的裙边 被攥的都是褶子 这些口诛笔伐的话语 这么多年 他听了很多遍 陆只眼 当年那是不是我做的 我说了很多遍 是你不肯相信 明明他说了很多遍 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他 明明他们认识的时间更长 他却只愿意相信另一个人 陆只眼将手中的文件摔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 让许梅忍不住颤抖 许梅 最大的动机就是你 你让我怎么相信 当年取代他去演出的 难道不是你吗 许梅沉默了片刻 没有证据 只有一个动机 就给他判了死刑 当年简阴得到了 欧野大师弟子的名额 原本可以跟着欧野大师 出国进修 只可惜一场车祸 让他的手失去了知觉 音乐梦彻底破碎 许梅一直都觉得 这是他最有应得 最后名额落在他这 陆只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他是凶手 真是可笑 他花了六年 证明自己的清白 只不过是让他更加厌恶了 他冷笑了一下 像是自嘲 这六年 他无话可说 他起身将文件 一个个离好 放在他的桌面上 轻轻拂去文件架上的灰尘 既然这样 那就如他所愿好了 他淡淡道 你说得对 有陆夫人的头衔就够了 只要能让简音得不到你就够了 陆只眼看着他 忍气吞声地将文件放在桌上 脸上竟然还带着笑 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每当他说出一些让他不堪的话 他就是这副模样 让他心里更加不爽 他抬起眼眸 像是在看小丑杂耍一般 脸色皱变 一把捏着许梅的下巴 你见不见啊 见他脸色淡漠 掐着下巴的手指下 雪白皮肤已经开始泛红 可他眼里却看不出心疼 只是用力甩开他的下巴 抽出一张纸仔细地擦拭着他的指节 像是摸到了什么脏臭无比的东西 许梅淡定的没有一丝反应 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偶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知道争吵是最没用的 鸡汤喝完 记得带回家 他的声音很轻 说完就转身出了办公室 他的脚步有些亮强 没有走电梯 到了安全通道后 他才靠着墙壁稳稳蹲下 回去后的许梅想了很久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是对还是错 可这场婚姻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 这还是母亲临走时定下的 母亲 你若是能看见 也会希望我这样生活下去吗 窗外的星光依稀闪烁着 像是给他的回应 许梅没有继续想这个问题 几天后的个人演奏会 才是他最值得关注的 这是今年他最看重的 一场个人演奏会 不管陆之眼来不来 他都需要完美开场 第二章 他此情不渝 海城歌剧院 台下人声鼎沸 掌声络绎不绝 台上的许梅 一手的小提琴还在肩上 他小心翼翼放下 对着台下90度鞠躬 他淡淡看了眼第一排的座位 他给陆之眼邀请函的那个座位 还是空的 果然他不会来 一回到休息室 许梅就将鲜花放在桌上 桌上的手机响起 微博上刚发出一条 工作室庆祝演出的文案 底下的评论络绎不绝 私信里照常有一个粉丝的庆祝消息 X 恭喜 演出顺利 他唇角微微上扬 六年来每次他的演出这个粉丝 都会来给他庆祝 还会时不时地给他寄一些明信片 刚准备打字道谢 可下一秒 微博弹出的新闻 就让他浑身冰冷 他面上依旧是精致的妆容 可心底却犹如八尺寒冬 被人从头到脚 泼了一盆冷水 脸上的笑慢慢凝固在脸上 宛如自嘲般的冷笑 他的手指还停留在屏幕上 指尖却忍不住地颤抖 屏幕上显示的是 陆氏集团总裁 机场接机 他一旁的女人是简英 如果说简英是许梅的噩梦 那陆之眼就是照亮许梅的光 可偏偏简英就是陆之眼的白月光 就算简英在国外六年 再次回国 陆之眼还是可以抛下 他这个现任女友的独坐会去机场接简英 孰轻孰众一目了然 六年了 他还真是对简英深情不减 他拿起桌上的一瓶水一一而尽 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 他和卓眼深呼吸着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在睁眼时 他截下这张新闻的图片 发给陆之眼 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是我的独坐会 明明一周前 他还满怀笑意的 说一定会来听他的独坐会 那天在办公室 他虽然语气不好 但是在陆家的时候 他是满脸笑意地说回来的 半小时过去了 手机还是安安静静的 许梅不打算等了 这个时间点 他可能在陪简英吃饭吧 刚到家时 手机响了 所以 呵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快领证了 你歌了我的音乐 会去接钱女友 不应该解释一下吗 手机那头的备注上 便成了正在输入中 没一会儿就发过来了 都是朋友 他在国内没有熟人 聚一下而已 没什么熟人 这话说出来 恐怕只有陆之眼会醒 果然追了六年的人 还是抵不过白月光 许梅关掉和他的对话框 忽然猛呼发来了 每日的随机提问 他每天都有养成 回复一两个提问的习惯 今天也不例外 只不过 今天的题目还挺应景 问 白月光的杀伤力 到底有多大 多大 谢妖 白月光的杀伤力 大到我追求他六年无动于衷 而白月光回国 他就可以抛下一切去接他 给他聚餐聚会 纵使一周后 我要和他领证 他大概不仅仅是白月光 还是红玫瑰 是朱砂痣 而他许梅 什么都不是 一周后 就是陆之眼和他订好一块 去领证的日子 想到这个要和他领证的人 却在此时 却在另一个女人的裙下成欢 他就觉得有些恶心 他似乎已经不期待 那天陆之眼能来 回答完问题 又有几个 电话打进来 都是祝他今天演出顺利的 对啊 多美好的一天 所有人都在庆祝他 其实没有陆之眼他 许梅都是天之娇女 是简音想尽办法 都想得到的人生 许梅不打算去想陆之眼的事情 翻开了朋友圈 找了一张今天别人 给他拍的舞台照 又拍了一束花 配文 演出顺利 刚发完 他的指尖往下滑了滑 在他这条朋友圈下面的 是一条贺裕的朋友圈 硕大的包厢内 铺满了花瓣和气球 一群人围着陆之眼和简音 拍的一张合照 照片中的两人 郎才女貌 不知道的他们 是今日求婚成功的情侣 如此热闹的照片 许梅耳边 甚至可以传来 他们欢道的声音 和自己这张 在聚光灯下 身着礼服 独自拉着小提琴的照片 大相征庭 越来越刺眼 一阵生理性的反胃 顿时涌了上来 六年了 只要长时间看着简音他 就会生理性的反胃 那些噩梦一样的回忆 汹涌如海水 贺裕的这条朋友圈 大概就是故意给他看的吧 电话铃声响起 他匆忙漱口 拿起手机 电话那头 是李安安的声音 我草TM的简音回国了 许梅轻声恩了一下 听得出来心情不佳 我就知道 陆之眼那个王八蛋 忘不了这个贱人的 你还不放弃 许梅无言 对陆之眼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安安你知道的 这场婚姻 本就没什么感情 他淡淡道 几秒后 电话那头 传来安安咆哮时的嗓音 你脑子是进水了 他们的朋友圈 都发成那样了 你还指望他和你结婚 你信不信 别说领证了 就算你死了 他都不会落一滴泪 安安是出了名的毒蛇 但偏偏他说的话 许梅不可否认 都是真的 的确 陆之眼对他的表情很少 就连笑都是 很牵强的 那天说起毒奏会他 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现在想想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 今天是减因回国的日子 所以再听到今天这个日期 才会笑着硬下 当年拯救他的少年 和现在陆之眼 判若两人 他总是用着 记忆里的陆之眼 来给现在的陆之眼 安上最强的滤镜 这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他不来 我会彻底断了 电话那头的人 恨铁不成钢 但也无可奈何 那我倒希望他不要去 需要我回国陪你吗 不用了安安 为了这个展 你准备了大半年 安心办完吧 安安是一个设计师 这段时间刚好 在F国办 他个人服装展 这点小事 让他回来不值当 更何况 领证这件事 算是许梅 给陆之眼序 最后的宽容了 如果他来他 可以不计较 如果他不来 他也不会继续 傻傻地等着了 第三章 来都来了 临睡前 许梅给陆之眼 发了个消息 早上九点 明正局等你 嗯 他回复的简短 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冷淡得不像 是要去结婚的 倒像是要去离婚的 第二日 天际微微变白 金色的阳光 透过云层落下 屋内的床上 也洒进些许阳光 许梅起了个大早 化妆的时候 他还在想 是不是要化的淡妆 他特意拿着纸板夹 将自己的卷发波浪 加成了直发 陆之眼喜欢黑长直 而他却喜欢张扬的波浪卷 其实他现在也不确定 陆之眼 到底会不会和他去领证 他其实应该做好 被放鸽子的准备吧 他开车到明正局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了 许梅就安静地 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身边来来往往的人 时不时传来议论的声音 你看那个女生 长得那么漂亮 都被放鸽子 他男朋友真是该死 结婚都迟到 我看不像是结婚 是离婚吧 看着 也不像高兴的样子 明正局来往的人 络绎不绝 每个人脸上都是笑意盈盈 一个小时前的许梅 也是开心的 可是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陆只眼还没来 他打算发个消息问问 不论如何 解释应该要给他一个 爱没有 尊重总要有的 可还没等他发过去 陆只眼的消息 先一步发了过来 陆 领证时间改天吧 今天没空 一句没空 就把他打发了 没有解释 也没有说他 和谁在一块 刚准备关上手机 李安安的消息发了过来 一张图片 一句话 图片上 在蔚蓝的大海边 两个人激烈地拥吻 吻得万乎所以 一看就知道 是热恋中的情侣 如果图片中的男人 不是说 今天要和自己领证的陆只眼 许梅一定会点个赞 道一句般配 李安安 你能死心了吗 他退出微信 打开了自己的小号 这个号陆只眼 并不知道 自己加了他 打开朋友圈 在众多朋友圈中 他看到那张图片 还有一句 事宜的文案 得偿所愿 呵呵 好一句得偿所愿 他果然 是和简音在一块 只要简音在 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陆只眼 简音 真是好一对家偶天成 好像所有的一切 都在许梅看到那张照片后 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在陆只眼眼中 好像永远都只有简音 她是天之娇女 是高不染尘 唯独一点 她家世不好 不过就算简音 后来出了事故 出国治疗 她依旧痴心地 时不时过去出差 承担她所有的医疗费 而她这个倒贴着 追在她身后的女人 永远都是不值钱的 在她的圈子里 只有简音 是大家公认的女友 许梅 只不过是陆只眼的尾巴 一个代替简音参加演出 而一曲成名的小提琴架 陆只眼说 没有简音 你哪里有今天这么风光 所以 她就应该 对简音感恩戴德 一想到陆只眼这个渣男 一边在和简音海边接吻 一边还在和她说 推迟领政 还领政 真是笑话 亏了她还给她发消息 提醒她要来 恐怕她收到消息的时候 就已经和简音 坐上去三亚的飞机了吧 还真的是把她当猴耍呢 她将那张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照片 发给了陆只眼 不用领了 陆只眼我觉得 你不喜欢我可以 但你好歹是个人 现在看来 你连人都不配做 我们到此为止了 倒贴了这么多年 这最后一丝的颜面她 要为自己保留 她许梅不是天生就该自卑自荐 她承认 一开始追求她 就是因为简音 她是许梅的噩梦 所以 她也想让简音尝尝心爱的人 和别人在一起的味道 可是她似乎低估了简音的厉害 能把绿茶的精髓 发挥得深入人心 能让那么多人 为她俯首称臣 她不会再等陆只眼了 留不住的东西 就应该和垃圾同类 她早就应该明白的 记忆里的陆只眼 早就停留在她的记忆里死去了 许梅长得并不差 只是偏偏学着简音 想让陆只眼多看她一眼 打扮得并不适合自己的风格 她长了一双狐狸眼 眼角下一颗淡淡的泪质 双目平静时 犹如一红青泉 顾盼之际 总是能显现出 她常年练习小提琴的 清冷高傲的气质 黑长直的发型 只会显得许梅 像个病弱的病秧子 明明黑色的波浪大卷发 更适合她的长相 像绽放一身的昙花 可偏偏这样一个人 却自甘追逐陆只眼六年 所以就算她再努力 再厉害 陆只眼身边的人 都瞧不起她 倒是贺玉 总是告诉她 追逐陆只眼 没有好下场 这一下 还真是被她说中了 追逐陆只眼了 还没等陆只眼回复消息 她直接拉黑删除一条笼 所有和她有关的照片 短信 电话 甚至有关的群聊 支付宝账号和淘宝账号 她都删除得一干二净 直到她的手机里 找不到一丝 和陆只眼有关的东西 处理好一切 许梅收起手机往外走去 刚走出大门 就和一个人撞了得满怀 她刚想说声抱歉 头顶就传来一声 极为熟悉又散漫的声音 小草梅 这么久没见你打招呼的方式 真是亲切 小草梅 许梅猛然抬头 映入眼帘的 就是那一张熟悉的脸 果然只有 她会叫她小草梅 薛 薛岑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还没等许梅思考下去 就听见那人轻蔑地笑了一声 语调变得更加散漫 尾声都慢慢拖长了些许 还记得我呢 怎么会不记得呢 和她吵了三年的人 不仅是她的死对头 更是陆只眼最看不惯的人 陆只眼高傲持重 她就散漫不羁 她考第一陆只眼 就永远是第二 只是那年薛岑出国 简因去国外治疗 她开始倒追陆只眼 甚至为了和陆只眼 证明自己的决心 将薛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不知怎么的 忽然陆只眼的话回想在耳边 反正都是她倒贴 许梅心一沉 抬眸看着薛岑 飞红的纯微章 悦耳的声音传出 薛岑 如果你也单身的话 能和我结婚吗 反正都在民政局门口 来都来了 第四章 小草莓 许梅抬眼望向她 瘦削精致的下河线 每一处的塑造都恰到好处 有她在的地方 好像其他人都变得黯然无光 和许梅这种 在人群中毫无存在感的人相比 简直天差地别 少年时的薛岑意气风发 25岁的薛岑张扬四亿 又成熟稳重 薛岑倾笑一声 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 像夺命的弯刀 许梅 我对七月婚姻没兴趣 我娶的人是要和我上床过日子的 明明是一句极具风流的话 许梅却觉得是救命的良药 追着陆之眼六年 她身边似乎都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唯独影响最深的 就是面前这个男人了 整整三年高中 都和自己看不对眼的人 可以啊 所以 领吗 她的声音飘荡在空中 许梅看向她的眼神 坚定又诚恳 安静的空气里 薛岑的笑声显得格外突兀 她垂着眸子腻了她眼 行 五月的初夏 空气中带着些许热风 一个上午过去 就在许梅觉得自己 真的要成为一个笑话的时候 她还是拿着红色的本子 出了明证局 翻开那本红色的结婚证 飞页上赫然显示着 男女双方的名字 女方 许梅 男方 薛岑 两个人都默契地穿着一身白衬衫 弯笑着眉眼 看上去真的和一对相爱的情侣 一般无二 许梅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刚拍完 就被人将结婚证抽走了 手中空落落的 她转头看向薛岑 似是有些不明白 你要干嘛 薛岑拿着结婚证 只见无意地不停妈撒 拿出手机 将两本结婚证拍了一张 拍照 发朋友圈 秀恩爱 最后秀恩爱三个字 她说得格外情真意切 甚至在她眼里 可以看到深情 拍照拍自己的不行 非要将她的那一份一块拿走 许梅转过头去 看向窗外 薛岑那双眼睛 就算看条狗 她大概都会觉得深情 结婚证就放我这儿保存 她伸手把许梅的手牵过来 对准拍了一张 突如其来被牵了手 许梅有些意外 下意识地抽了出来 一秒都没有多留 薛岑的手还在半空 掌心似乎还有着 女生手背的良意 感觉很不好 她冷冷地看着她 许梅 别想着用我去打谁的脸 我说得很清楚 和我结婚 就是要过日子的 一辈子和我在一起 可现在呢 手都不让牵 你就是这样 做人老婆的 许梅被她盯得有些发怵 她只是一时间没适应 并不是想反悔 虽然那时候 说出领证的时候 她是动了 想让她去打脸 露只眼的想法 但是很快就被她打消了 她不想再有人和她一样 付出真心 却被践踏 我只是一下 没反应过来而已 更何况 我平时基本没有 和异性接触的习惯 和你更是这么多年没见 多少有些不适应而已 还有结婚证 干嘛放你呢 明明就是一人一份的东西 她非要拿着两份 占有欲这么强 薛岑 你记性太差 万一需要用得上 找都找不到 她的理由说得字字在理 她那回认识她的时候 的确记性很差 什么都记不住 课文背不住 单词背不住 作业本都不记得放了 许梅垂着眼 有些失落 只好说了句 随便你吧 放你那也行 话音一落 薛岑的脸色稍微回暖了些 似乎是很艰难地做了妥协 急不情愿地说道 那我就给你一周的时间 好好适应 许梅的头低低地 极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住哪 她又开口问道 干 干嘛 她低沉的嗓音 带着一丝玩味 凑到她耳边低声说 去帮薛夫人搬家 薛夫人 淡淡的三个字 在许梅的平静的湖面 样起一圈圈连衣 薛夫人的头衔 现在如果说出去 在金融圈 不管是谁 都会给三分薄面吧 而且 照她的意思 好像并没有打算隐瞒的意思 但是现在对许梅来讲 不是最好的公布时间 但是这样 对她似乎不公平 如果商量着 只是隐瞒这一段时间 应该可以 见面这么久来看 薛层还是挺好说话的 至少是比六年前 好说话多了 如果薛层对她不错的话 一起过日子 也不是不行 毕竟短短几个小时 她给了陆之眼六年 都没给她的东西 如果陆之眼 也可以早一点给她这一切 她会满意吗 好像跟在陆之眼身后这么久 只是为了求她 给自己一个名分 纵使在她家人心里 她已经是陆家的儿媳了 但在陆之眼心里 却从来没有认可过 就算真的和陆之眼结婚了 以她的品性 真的不会偷吃吗 恐怕新婚夜 简英一个电话 就可以将她喊走吧 那这样想想 也算是及时止损了 她是不是还应该感谢简英 在领证这天带走陆之眼 让她逃离苦海 薛层转头注视着她 许媒的眼睛 则是落在她骨节分明的手指上 那双手不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 一下一下地敲打着 像是在扣响她的心门 薛层又开口问道 许媒你在想什么呢 住哪 她看着许媒脸上一副心不在焉 黯然神伤的表情 是在想陆之眼 那个狗东西 有什么好想的 蔚蓝观底 许媒淡淡开口 七栋801 薛层顺口接道 许媒压抑地看了她一眼 她怎么会知道 她家住在哪的 薛层倾咳一声 面不改色地解释道 你高中那会不是一直说 自己家门牌号特别好记吗 七八七八的 我记性好 就记住了 密码还是七八百五十六 话音的最后 她带着点疑问 啊 对 许媒压抑于她的记忆力真的好 这么多年过去 还能记得她家的门牌和密码 果然记忆力好的人 记什么都特别准 她还记得 高中的时候 短短一篇英文课文 她可见微微看了一下 就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完 许媒不一样 她需要背很久 因为这一点 她经常会被薛层念叨 她说 小草莓 你怎么这么笨啊 一转眼都变得物是人非了 第五章 屋媒 海边潮湿的海风 吹得椰树上的叶子 扑扑作响 屋内的两人 在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的风景 陆之眼打开手机 又看了眼那条朋友圈 的确是得偿所愿 但是她却取不了简英 简家的家世不好 陆家不可能 会要一个什么背景 都没有的女人 更何况 简英年底就要出国 他们也只能 谈一段到年底的恋爱 这条朋友圈 原本屏蔽了许媒 但是没想到 许媒还是看见了 还会因为这件事大做文章 分手都说出来了 真是可笑 她真的会分手吗 根本不可能的 她没有一丝犹豫 坚定地这样觉得 许家虽然说 和陆家是世交 他们俩更是一块长大 但是她对许媒 没有一丝那方面的感情 太熟了 就像是妹妹一样 没有简英 带给她那种恋爱的激动 可是偏偏许家父母 在她大学那年出了意外 许媒就和许家老太爷 一块生活 许陆两家交好 自然就对许媒多加关照 于是陆老爷子 就让陆只眼娶她 虽然没有婚约 但是陆只眼知道 许媒会是她未来的妻子 所以这些小打小闹 她不会放在心上 只眼 简英在怀里轻声喊她 她知道她在看那条朋友圈 也看到了许媒发的分手 心里在暗暗发笑 就算许媒家世好 又怎么样 不管什么 她都会抢过来 是青梅竹马又如何 那会儿刚认识许媒的时候 她就知道 她身边有一位 青梅竹马的富二代 只要她稍作手腕 陆只眼就乖乖地过来 男人都受不了她这样的诱惑 陆只眼低下头来 亲吻简英 温柔又深情 她对许媒 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易的动作 甚至都没有 主动牵过她的手 怀中的简英 娇羞一笑 只眼 小梅生气了吗 我是她的好朋友 其实这么做不应该的 她脸色微微沉了沉 表现出一副 抢了好友 男朋友的愧疚和自责 没有 她的脾气你知道 过两天就好了 再说了她欠你的太多了 当初如果不是你 她也不能一举成名 在陆只眼的眼中 清冷孤傲的许媒 能走到现在 众星捧月般的地步 少不了简英的牺牲 若不是当年简英 在路上出了事故 双手没了知觉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奏 怎么可能轮得到她 欧野大师的关门弟子 自然也轮不到她 是她欠简英的 该还 算了不提她了 一提到她 我就会想到当年的事情 她的眼睫微闪 眼前蒙了一层雾气 可怜见她 好像再说一句 可能就会流下泪来 音音 你有我就够了 她心疼她流泪的样子 每每如此 就会去亲吻她的眼角 许氏暧昧到了深处 眼角都稳落在了唇上 燥热的空气一触即发 星号星号 许媒按下密码 扑面而来的是一只 毛发脱地的布偶 小五眉 许媒弯下腰来 那只小猫一个小跳 扑到她怀里 身后的靴层 看了眼这只猫 开口就问道 这只猫 许媒眼神微闪 想起了什么似的 笑着说道 你记得吗 这就是那只小猫 都这么大了 说完 脸在她的毛发上蹭了蹭 露出了一副 薛层许久不见的笑容 她记得 她也记得 那年暑假 六月的天气十分燥热 空气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许媒刚刚查询完成绩 心里松了一大口气 再去练琴的路上 她看见薛层站在秦房楼下 抽着一支又一支烟 身边还有一个小盒子 薛层 稚嫩的许媒开口问道 她的发丝飘逸 额前的碎发微微扬起 在最后一口雾气中 她抬头看到了许媒 你来了 薛层开口说道 似乎是等了很久 你怎么在这 她甚至不知道 薛层怎么知道这里的 这个秦房 只有她自己知道 找你 不知道你家在哪 手机在家忘带了 她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许媒 有 什么事情吗 薛层弯腰拾起地上的盒子 一个简单不过的快递包装盒 伸手递给了许媒 她打开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小猫哎 薛层浅浅一笑 轻声恩了一句 送给你的 许媒总觉得她不太对劲 似乎是有心事一般 但也没开口多问 在她眼里 薛层总是一副 这样成熟老练 又散漫不羁的样子 要是她开口问 她肯定是说一句 别人的事 你少管 谢谢 她只回了这两个字 我明天就出国了 她开口淡淡道 最近她也听过这件事 许媒想 她可能是来做离别的 那 祝你一路平安 毕竟飞机顺风不太好 她简单地祝福道 其实她还想问 那以后还能再见吗 话未开口 就只在了嘴边 我去国外读书 毕业了 可能还要在那边继续工作 言外之意 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许媒点头 抱着那个盒子 脸上露出一抹笑 祝你学有所成 前程锦绣 好 薛层侧身走过她身旁 没有道一句再见 只是在拐角的地方 微微看向了旁边的榕树 浅浅地开口 祝你以后平安顺遂 幸福喜乐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是这只猫 没想到再次见面 还能再看到这只猫 思绪渐渐回笼 薛层站在楼道里 灯光照得她下河线棱角分明 开口就是散漫的语气 这只猫当年就这样 现在还这样 倒是和你一样 没一点长进 许媒好奇 缓缓道 哪样 她轻蔑一笑 淡淡道出两字 好色 许媒微微瞪大了眼睛 怒视着她 脑子里还是她那句 倒是和你一样 和她一样什么 好色 我 好色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反问道 她点点头 不是吗 我一回国 就被你撞到怀里 还拉着我结婚 不是好色是什么 难道我长得不好看 许媒看着她的脸 纵使是自欺欺人 也说不出一句不好看 我那是有隐情的 说完 脸上呈现出一丝落寞 弯腰拿出一双男士 拖鞋出来 薛曾看着那双拖鞋 没有去穿 只是绕开走了进去 你不穿鞋干嘛 许媒微微抬起头来看着她 她一里巴巴的身高 站在许媒面前 脱下高跟鞋的许媒 只有微微抬头 才能看清她的脸 我不穿别的男人穿过的鞋 她淡淡开口 陆只眼穿过的她才不要 许媒看了一眼那双拖鞋 的确她是为陆只眼准备的 但是那人从没穿过 爱穿不穿 吊牌都在 怕不是被某只男鬼穿过了 刚准备收进去 就被薛曾一手接过 放在地上穿上了 她靠在鞋柜上 俯身低头凑到她面前 记住了 我不要别的男人的东西 以后给我的 必须是新的 说完揉了揉她的脑袋 嘴里小声地说了句 矮猪草莓 薛曾的手还在她脑袋上 她听到那句 鼓起个腮帮子看着她 像急了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她郑重地说道 我 许媒 竟身高一米六八 不矮 哼 一米六八的确不矮 但是在一米八八的薛曾面前 还是矮了点 薛曾没有继续说道 只是看她转身进了房间 她坐在沙发上 抱起那只不偶猫 暗暗笑道 原来长了三厘米 第六章 我们家 没一会儿 许媒拖着个行李箱 从房间里出来 行李箱很小 看上去应该没什么东西 她抱着乌梅走过来 许媒瞧着 觉得她说的也没错 这猫就是个好色的 看到薛曾的脸 就随便让人抱 乌梅在她怀里蹭了好几下 才找到个舒服的姿势 倒是不认生 正好她也不用愁乌梅 到了新家不适应 就这些东西 薛曾问道 许媒点点头 反口问道 衣服没拿多少 你这个金融圈新贵家里 应该有准备的 她抿唇一笑 你倒是想得挺美 只是不知道 我的眼光入不入得了 你这个新秀小提琴家的眼 许媒一听就知道 她在阴阳怪气自己 这人还是和从前一样 吃不得亏 你背猫包 许媒淡淡道 把她手里的乌梅接过来 放在猫包里 薛曾很自然地把猫包背起来 顺手接过了她的行李 那走吧 薛太太 薛曾将行李放好在后备箱里 前排的许媒已经做好了 乖巧的一如既往 薛曾打开车门上去 没有立即启动 反倒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目光温柔地融得下一红青泉 许媒被她盯得有些许不自在 偏过头去看着窗外 甚至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衣服 是不是没有整理好 觉得一切都挺得体的时候 薛曾还是看着她 你看着我干什么 许媒别扭地扭捏着身子 如坐针毡 薛曾淡笑 我在想事情 想什么事情 难不成是后悔和她结婚的事情 想什么 她轻笑一声 目光又注视着她 轻挑又细血地口吻问道 副驾驶不计安全带扣几分 几百块 安全带 许媒羞愧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伸手扯了扯安全带 正准备扣进去的时候 却卡住了 不管怎么扯都扣不进去 薛曾轻叹一口气 俯身过去 松了松她的安全带 而后一扯 咔的一声 扣上了 许媒想 她这一辈子要发生的尴尬 可能都在今天一天 发生了 她只要遇到薛曾 就没有不在她面前出丑的时候 她的思绪还在神游 脑门就被敲了一下 薛曾无奈地说了句 小草莓 这么多年 你智商都没长一点的吗 还是说 都长到别的地方去了 她的视线慢慢往下一去 却被一只手蒙住了视线 薛曾 她大叫道 你流氓啊 许媒气急败坏的脸色 长得通红 现在后悔结婚的不是薛曾 是她 她为什么要和薛曾结婚啊 一想到这样的日子 还要持续很久 她想想就脑袋疼 薛曾倒没有生气 只是弯着嘴角 心满意足地笑了笑 这倒是有了几分从前的样子 而且结了婚就不叫流氓 叫情趣 懂吗 许媒微愣 双眼向她望去 她修长的手指 落在方向盘上 领口解开的两粒扣子 无不散发着男性的荷尔蒙 或许是一直没有正经地看过她 与她相处的日常 不是争吵 就是为了陆之眼的事情 她和陆之眼不对付 也经常两个人打架 虽然那时候 她还没开始追陆之眼 但总归是一块长大的 为了陆之眼 她也经常替她去道歉 反倒是现在和陆之眼分开了 一刀两断之后 静下心来看她 反而觉得 她比陆之眼更好看一点 虽然骨子里的狂妄 让她时常给人的感觉 都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当相处起来 却不会让人觉得讨厌 当然 她要是嘴巴不那么欠 可能会更讨人喜欢吧 所以 当初她是为什么眼里 只有一个陆之眼呢 她刚当一句从前的样子 让许媒自己都忘了 自己从前是什么模样 薛森 我从前是什么样 她看着窗外的红灯闪烁着 淡淡问道 薛森偏过头来看她 白皙的脸蛋 不知道什么时候 晕上一丝水红 睫毛微闪着 像是灵动的蝴蝶翅膀 她一时晃了神 直到许媒再度开口 绿灯了 她这才反应过来 松开脚下的刹车 你在想什么呢刚才 许媒问道 开车都神游 不知道在想哪个小妖精 想你 她淡淡道 许媒心里一正 谁知道她继续开口说道 你不是问我 你从前是什么模样吗 许媒 我想 从前的你大概就是 有点笨 有点蠢 有点不分是非 还有点高傲 许媒鼓着个腮帮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你说什么 她的语气带着一丝警示 仿佛在说 我劝你好好说话 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薛森淡笑出声 顺手在她脑袋上揉了一下 我说错了吗 一篇英语课文背了一天 不笨 体育考试跑步不穿运动鞋 不蠢 陆只眼说话难听 我被她打了一拳 你还来替她道歉 难道不是是非不分 薛森列举得头头是道 许媒想了想 好像是有几分道理 毕竟都是她 自己曾经干过的蠢事 真的是无力辩驳 白瞎了她大学 还拿过最佳变手的称号 薛森看她无话可说的样子 忽而觉得 是不是自己说得太重了点 她又补充道 但是 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 每次拿起琴的时候 你都很高 像一只黑天鹅 嗯 许媒不解道 为什么是黑天鹅 不是白天鹅 薛森淡淡笑了声 或许是白天鹅太常见 而黑天鹅 比较珍贵 而你就是那个珍贵的存在 许媒没有太过于纠结这些事情 汽车拐进天狱府底 许媒讶地问道 你家在天狱吗 薛森慢慢开进地下车库 绕了一圈 才将车停好 下车后 直接去后车厢拿了行李 她一手猫包 一手行列 对着许媒扬媒 拿下车钥匙 上个锁 啊 哦哦好的 车钥匙在哪 左边裤子的口袋里 许媒视线向下滑去 尽管有些别扭 但是既然都结婚了 一周后 可能还有更亲密的事情 这样一想 就觉得没什么在意的 她伸手在她裤子里摸了两下 才摸到 按上锁之后 就跟在薛森身后 进了电梯之后 薛森开口到 二十三楼 许媒听话地按下二十三楼 天狱都是一梯一户制 这边的大平层 甚至可以看到江井和跨江大桥 风景不知道有多美 一想到这许媒 便有些期待 叮 电梯门缓缓打开 薛森走在前面 按下了指纹后 又输了几个键 随后对她说 过来输一下指纹 许媒还在想着 用哪个手指 薛森一把牵起她的手 给她按了三个指纹密码 输完后 从鞋柜里 拿出一双一次性拖鞋给她 家里没有女士的 等会我们再去超市逛逛 许媒汉手 微微笑道 没事的 她三两下地脱掉鞋子 穿上那双一次性拖鞋 小步哒哒地跑到落地窗边 看着屋外的光景 顿时觉得 这荤凑合过着 也不是不行 薛森 你家也太好看了 当然 她指的是风景 并不是屋内清一色的黑白灰设计 薛森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她的身后 双臂将她圈在怀里 许媒身子一僵 却没有挣脱 就像薛森说的 她要习惯 感觉到耳畔传来她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 她才淡淡说道 许媒 这是我们家 不是我家 许媒这才反应过来 薛森的意思 是在纠正她前两次口中说的那个 你家 她背对着她 脸颊微红喃喃道 知道了 第七章 你还记得薛森吗 许媒准备去握她的手时 她松开了怀抱 或许是空气里 都泛着点紧张的气氛 许媒先开了口 我住哪间 薛森一听 深邃的黑眸注视着她 说不清的意味 手指全曲着 勾着她的发丝 像是对待一只可爱的宠物一般 提醒道 薛夫人 我说过的话这么快就忘了 许媒双眼微微睁大 紧张的喉咙上下滚动 她又想起薛森说的话 我娶的人 是要和我结婚上床过日子的 这意思就是 要她住主卧了 她暗暗到了剧 知道了 反正她说了 会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的 她拉着行李进了主卧 薛森看她走对了房间 唇角若有深意的一弯 转身去了厨房 回到房间许媒 才拿出手机 刚在车上使手机 就震动得不停 她打开微信一看 基本都是黎安安发来的 她发来的那张图 她还没回 下面全是她的言语泡轰 还不死心 真想把你的脑子 切开看看里面 是不是都是陆之眼 从前的陆之眼的确不错 但是有了剪阴之后 她就变了 都多少年了你还不清楚 你是不是傻十三 还不回消息 想不开了 想不开算了 就算把你埋了 坟头的绿光 都能照耀整片神舟大地 他们都开房了 开房你懂吗 后面还有断断续续的几条 最近的是半小时前的 我的美美宝贝 要不我回国陪你吧 许媒心里无奈 黎安安总是这样 嘴上说的话 不知道有多毒 但到最后 还是会转头过来哄你 她按下两个字 不用 和黎安安的长篇大论比起来 显得很高了 下一秒 黎安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宝贝 你终于回我了 我就差也赶到机场去了 许媒撑着额头 叹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薛层的出现 她现在没那么难受了 我还好 黎安安 你怎么可能还好 你是不是去民政局等她了 她果然一猜一个准 是 但是安安 我和她分手了 联系方式也都删了 嗯 电话那头愣了两秒 随后嗓音放大了几倍 卧槽 你怎么想通的 以前陆志眼来 国外你也不这样 许媒笑笑 反问她 你觉得我做得不好 怎么可能 我要在大洋底岸 给你放鞭炮庆祝 希望你在梦里能听到的响 许媒没忍住笑了两声 又开口说道 安安 你还记得薛层吗 薛层 记得啊 她现在过得可好了 国外的报道都是她 不知道 还记不记得我们老同学 老同学 对啊 对于薛层来说 她可能就是久别重逢的老同学 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 黎安安继续问道 总觉得她突然提及 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和她结婚了 话音刚落 手里的那张结婚证发送过去 电话那头的黎安安 沉寂了几分钟 估计是在研究那张结婚证 是不是屁的 又或者是在思考 被封层科技稿 侵犯名誉权 要赔多少 几分钟后 她的声音响彻在房间里 许媒 你的眼光是怎么做到 在离开陆志眼之后 得到质得飞跃啊 以前读书那会 怎么没觉得薛层这么帅啊 质得飞跃 许媒又点开了那张结婚证 照片上的薛层 没有少年时期的邪癖 少了一起浪荡 多了一丝沉稳 但骨子里的桀骜不驯 却依旧存在 而且还是 一如既往的嘴欠 许媒自己都没发觉 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了扬 黎安安又问道 妹妹 你是为了弃鹿之眼吗 不是 那个念头 仅仅存在过一瞬而已 更多的是觉得 薛层应该是个可靠的人 安安 嫁给薛层 是打算和她过日子的 黎安安 喜欢还没有 但是我并不讨厌她 而且她很好 黎安安笑了 语气平淡地说 那就祝你早日爱上薛层 许媒亲恩了 挂断前嘱咐她 先不要告诉别人 时候到了 她会公开的 挂断后她才想起来 为什么不祝薛层 早日爱上她呢 想到这里 敲门声响起 她打开门薛层 就站在门口 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 她最爱的水煮鱼的麻辣鲜香 她越过她朝餐桌小跑去 一脸惊讶的表情 更多的是惊喜 这是你做的 你也太厉害了吧 薛层刚想开口 许媒就催促道 你站着干嘛 快来吃饭呀 她急忙坐下 等不及薛层一块 就先夹起一块 沾满红油的鱼片 放进嘴里 舌尖一瞬间 被麻辣刺激道 就 就是这个位 薛层没开口 嘴角却是微微上扬 她刚准备夹菜 就被许媒挡了去 我做的菜 我不能吃 她问道 许媒的嘴里还在嚼着 几口下去后才 慢悠悠地开口 听说十个总裁 九个胃病 你没胃病吗 是这么辣 薛层有些无言 放下筷子暗暗眉心 徐徐道 你在哪厅的 我身体很好 一点病没有 许媒不信 又问了句 真的 薛层 不是真的话 那这些菜 我岂不是一个 都吃不了 许媒想了想 好像的确是 四个菜三个辣 倒是特别和她的口味 没想到薛层的口味 倒是和她一模一样 要是以后 都能吃这些好吃的 她也不是不可以 一直和她凑合过下去 薛层看她 不知道在想什么 拿着筷子 在她头上敲了一下 少看点没营养的东西 你需要勤房吗 需要的话 找人来装 勤房当然想要了 自从父母去世后 她开始跟着爷爷生活 为了不影响爷爷 从来没有在家拉过勤 她小声道 想要 你找人安排吧 感觉到她情绪不太对 薛层转移话题 又问道 下午要出去逛逛吗 她摇了摇头 想休息 薛层没有多言 吃完饭 许梅收拾了下餐桌 就回房了 她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机里的朋友圈 她选出两张照片 一张结婚证 一张和她握着的手 配上一句话 生活的巨像画 这才想起来 好像还没有她的威信 第八章 粉色草莓 薛层在书房里 处理工作到三四点 才去做饭 饭菜弄好之后 许梅还没醒 房间里黑压压的 看样子 许梅是睡了有一会 她打开床头的闭灯 昏暗的暖黄色灯光下 许梅的小脸 显得朦胧又带着丝破碎 她轻轻地在她身边坐下 缓缓道 醒醒许梅 睡梦中的人 似乎是被打扰到了 皱着眉头 小手在被子上拍了拍 嘴里似乎在抑郁着什么 她俯下身去 凑到她嘴边 想去听听她在说什么 却不料她忽然间侧过身来 轻柔的唇瓣 擦过她的脸颊 骤然间像是时空静止 安静地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窃喜 又害怕 怕这会转瞬即逝 如水中探月 她喉结微微滚动 似乎是用了很大的勇气 轻轻地在她脸颊上落下一吻 许梅的小手 在脸颊上挠了挠 薛层又在她耳边 换她的名字 醒醒 许梅 她伸手撩过她脸上缠乱的发丝 许梅这才有感觉 迷迷糊糊间睁开眼睛 看见个俊俏的脸庞 她是在做梦吗 怎么会有帅哥在她床边 帅哥 你怎么长得好像我一个朋友 她像是没睡醒般的喃喃自语 嘴角咧起一个弧度 一副花痴的模样 薛层觉得 她这副样子可爱极了 却还是笑着说 许梅 我知道你好色 倒也不必如此 反正我们都是夫妻 直接开口 没什么不好意思 这一番毒舌言论 让许梅顿时醒了过来 她立马坐起身来 拍了拍自己的脸 清醒过来的她 立马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薛层 过来看看某只睡死的小猪 再不过来喊你 半夜要饿肚子 许梅摸到床边的手机 点开一看才发现 已经六点多了 好吧 我起来了 看样子 她是没发现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样也好 不然她也不知道 该做何解释 许梅嘴上说着起来了 却还是赖在床上没动 走到房门口的薛层 看了眼窗外 灯光还没亮起 她开口问道 许梅几点了 六点二十五 那你还有五分钟 什么五分钟 许梅这才放下手机 看着薛层懒洋洋的 已在门上 她缓缓道 还有四分钟 外面的灯光就亮起来了 许梅愣了一下 立马掀起被子 从床上蹦下来 随手拿了件衣服 披在身上 她就穿了一件吊带裙 离开被窝 还是有些凉意 她扑腾着跑到外面 坐在落地窗边的地毯上 看着手机里的时间 薛层在口袋里攥紧了点 走到她身后 屈膝坐下 听着她口中念着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她转头望向窗外 看到的不仅是 灯火通明的高楼 和跨江大桥 还有从薛层掌心落下的一颗 坠满了碎钻的 粉色小草莓项链 她顿时愣住了 心跳骤然加速 不知道是突如其来的惊喜 还是因为给惊喜的人 空荡荡的房间里 一种不知名的情愫 蔓延开来 她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 她转头望向薛层 却没有伸手去接那条项链 明明这才是第一天见面 她哪来的时间去准备的 不会是之前 送给别的女人的东西 没送出去吧 薛层一副为难的模样 让她更缺信了 就开口了 原本以为你脑子不好 现在看来 眼睛也不好 项链看不出来吗 还什么东西 许梅看着她嘴里一边说着 一边给她戴上 忽然领口处 传来一丝冰凉的触感 明明这条项链的款式 并不是很新颖 也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 甚至比不上鹿之眼敷衍她时 送的任何一套珠宝 但她偏偏觉得 就是很好看 甚至比之前的礼物都要珍贵 你哪来的时间准备的 薛层的手指微微僵住 在扣好项链时 不忘整理好她的头发 她缓缓道 很早之前的 那年准备送你当生日礼物的 路上临时掉了 结果回去的路上找到了 不过还是没来得及送出去 许梅想过无数种可能 但没想到是这样 一个礼物她保存了这么多年 不会忘记吗 而且 那年 是哪年 你是说 你来送乌梅那年吗 一条项链 你竟然留了这么久都没忘 还真是和以前一样小姐 许梅开口说着说着 就变成了吐槽 薛层淡笑 毕竟这条项链那会儿 对她来说 还是挺贵的 不仅贵 更多的是遗憾 但是这些遗憾 许梅不会知道 一旁的乌梅 似乎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却趴在了薛层的腿边蹭蹭 许梅笑着 一边逗着小乌梅 一边骂着她没良心 过了许久 薛层才开口 许梅 我很小气的 那年你说的 我送你生日礼物 你就得送我 我可以一直记得 现在你欠我一个生日礼物了 许梅逗猫的手停下 一边在想着 这人是不是太小气 太小心眼了 一边又想着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了 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薛层就叫道 别玩了 洗手吃饭 菜要冷了 许梅放下手里的逗猫棒 拍了拍身子 跑到卫生间洗手 饭桌上许梅 一边赞扬着薛层的好手艺 一边想起来她说的话 那还是高三的 一堂兴趣课 要在纸条上 写下自己的愿望 别人写的 都是考上大学 许梅写的则是 希望能收到一份 用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许家父母 虽然对许梅很好 像所有家庭一样 他们也很疼爱自己的子女 但是每次过生日 他们总是有事忙活 礼物也是草草打发 毫无新意 闭着眼 都能猜到 送的什么东西 所以 她才会许下这样的愿望 那时的薛层捣蛋得很 趁着许梅写的时候 不注意 偷偷看到了 薛层打趣地说道 许梅 今年生日我送你礼物 等到我生日了 你也送我怎么样 许梅并不觉得她会当真 更何况 薛层的生日在她后面 如果她真的送了 那自己 就送她好了 她这样想着 就随口应下了 没想到 18岁的一句玩笑话 25岁的薛层做到了 而25岁的薛层 也在这一天 得到了她19岁梦寐的小草莓 只是那一年18岁的许梅 没有等来她的生日礼物 19岁的薛层 也远赴大洋彼岸 第九章 你别别坏了 许梅活了20多年 都没想到自己的睡姿 是如此的不堪 天光微微乍亮 许梅醒得早 刚想动一动 就发现自己 正双手双脚地抱着薛层 场面可以说是 极度地欲求不满 想到昨晚睡前 薛层还开口说 我不动你 抱一下总可以吧 许梅别扭地往她那挪一点 嘴里还说着 你现在怎么满脑子都是那个 薛层笑出声 伸出手将她揽在怀里 声音低沉 谁叫我20多年都没女人 好不容易结婚 不能放纵一下 许梅听着 倒觉得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偏偏两人关系尴尬 最后 许梅睡着的时候 薛层还是抱着她的 怎么一醒来 这主次就反过来了 许梅小心翼翼地 将脚从她身上挪开 甚至将头埋进被子里 想看一眼 结果就看见 这男人她竟然 只穿了一条裤子 她满脸胀的通红 憋着气从被子里探出脑袋 呼吸都不敢大声 生怕吵醒她 可没想到 动作在轻塌 还是醒了 甚至还一直憋着笑 她双眼还是紧闭着的 嘴抿成一条线 弧度微微上扬 身子都憋得在颤抖 许梅顿时有了一种 掩耳盗铃的感觉 你别别坏了 虽然她也觉得 自己的行为是有些可笑 但是这样敷衍的伪装 倒还不如当着她的面笑呢 薛层睁开眼 侧着身子 一手撑着头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她 好像有一种 岁月静好的气氛 但在许梅看来 她就是在嘲笑自己 许梅脸色飞红 尴尬地往后退了退 刚准备直接起床 谁知道一只脚没踩稳 差点摔下去 许梅下的慌乱中 抓住了什么 定下神来才发现 是薛层的胳膊 她一只手扶住了她的腰 让她没摔下去 薛层胸前的被子 早就在她过来扶她的时候滑落了 现在袒露在外面的 就是她赤着的上身 许梅的眼睛 一时间不知道该看哪里 两人的距离太近 让她都能感觉到 对方呼吸的热度 她甚至以为 这样的情绪氛围下 薛层是不是要做什么 谁知道她扶着她后背的手 忽然用力 将她从床边揽了过来 然后就松开了手 就松了 手 许梅脑子里 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 都没想明白薛层的意思 薛层暗笑一下 徐徐道 没经过你同意 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倒也不用表现得如此 她的目光似乎在盯着某处 许梅这才感觉到 肩膀处的凉意 她的吊带裙 薛层你变态啊 她连忙转过身球 整理好自己的裙子 谁知道薛层双手撑在 她身体两边 下巴靠在她的肩膀上 呼吸平淡 缓缓道 早安 老婆 许梅身子顿时一将 从耳根处蔓延上来的红润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好 薛层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她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快得异常 她明明不是一个看脸 或者听声音 就容易心动的人 她觉得 她肯定是被薛层吓到了 身体的自然反应 肯定是 不然为什么会有一种薛层喜欢她的错觉 刚洗漱完的许梅 一出来就看到桌上摆满了早餐 她看到一个胡萝卜鸡蛋饼 像是许久没有见到过这个早餐了 她拿着筷子尝了尝 味道还是一样好 她开口问道薛层 你怎么也会做这个饼 这个饼 还是她以前经常买的一份早餐 高中吃习惯了 上了大学买不到 她连早餐都不怎么吃 薛层的手指微微一顿 低雅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会做 一直都会 许梅笑着 丝毫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笑着说 看来你和学校 那的大妈偷诗了 这味道 倒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薛层没有回她 只是继续吃着 早餐后 她准备去公司 刚准备问问 她今天有什么安排 就看到 她手机响了 屏幕上赫然写着 鹿妈妈 鹿只眼的母亲吗 薛层的眸光微致 一时间出了神 许梅拿过手机 看到备注也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 走到一边去接了电话 薛层出门时 手指微微颤抖 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低着头 摆弄着自己的拖鞋 明明是在自己家里 薛层却总觉得不真实 过了半个多小时 她又开门回去 刚开门就看到 打扮好的许梅 站在门口穿鞋 许梅看了眼时间 眼睛微微睁大 你还没去上班吗 不会迟到吗 东西忘了拿 许梅微微汗手 那你去吧 她正准备出门 一只手被薛层拉住 她眉心 微折直接问道 你去哪 许梅不知道她怎么了 但是好像 有些不开心 我 陆伯母让我过去一下 她解释道 说出口才想起来 她和陆只眼的事情 那个 这个和陆只眼没关系 她和简易在三亚呢 我就是去看看长辈而已 她怕她多想 又开口解释道 薛层知道 她和陆家关系好 双方家长更是有交情 撕破脸不好 更何况 陆只眼是陆只眼 陆家夫人 带她还是很好的 理应让她去的 她只好开口 我送你 啊 许梅似乎是没想到 她会这样说 好奇地问了句 你不上班吗 薛层理所当然道 我不拿工资 我是老板 所以她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许梅 你是老板你厉害 许梅还没有开口说 陆家在哪 薛层似乎是很熟知一样 没有开导航 就直接往陆家去 她虽然有疑问 但是也没开口问 问的话 她大概会说 我记性好 开到陆家门口的时候 许梅解开安全带 想着要怎么说一声 薛层就先开口问了句 晚上回来吗 嗯 回啊 那不也是我家吗 说到后面 她气势有些弱 眼睛观察着她的表情 在听到我家的时候 她明显嘴角弯了弯 转瞬即逝的小动作 许梅还是看到了 她也暗暗笑了下 那晚点我来接你 许梅点了点头 觉得这样也不错 毕竟这里比较偏僻 安全起见她来接也是应该的 关上车门前 她还笑着 给她摆了摆手 第十章 混账 许梅一进门 直接去的别墅后面的小花园 这是陆夫人的生活习惯 她到小花园的时候 陆夫人已经准备好一切了 精致的餐点和茶水 陆夫人是个很精致的女性 每天生活的也很有仪式感 陆伯父对她 更是几十年如一日 她一直想不明白 这样优秀的父母 为什么会有陆之眼那样的儿子 陆夫人看到许梅 立刻就迎了上来 许梅还是和往常一样 自然地走到一侧的矮椅上坐下 陆夫人生得很温婉 举手投足间 无不端显出世家大族的气派 桌上的茶水 散发着阴晕的热气 红茶的甜香 在空气里散开 她浅浊了一口 抿着嘴笑道 阿姨这茶是新买的 陆夫人一看 许梅尝出来也不满着了 直接说道 这茶是阿眼寄回来的 也不知道她最近在忙什么 也不知道把你带上 许梅端着茶杯的手指微愣 看来陆之眼和简英 在三亚度假的事情 并没有告诉陆夫人 但是不得不说 现在在提到陆之眼 纵使只是她经手过的茶叶 她也觉得恶心得很 许梅不想提陆之眼 她结婚的事情 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机会说出来 她转移开话题 阿姨 我最近学了套茶叶 不如您给指点一下 陆夫人不会拒绝的 许梅从小就学的一手好茶叶 这一点陆夫人是最喜欢的 她自然是没有拒绝 那当然最好了 你要是喜欢这个茶叶的话 不如等会儿带点回去 不用了 许梅直接拒绝道 速度快到 像是自然反应一样 陆夫人在她眼里看出些端倪 毕竟多活了这么多年 吃过的盐比他们 吃过的饭都多 她试探性地问道 是不是和阿言吵架了 陆夫人知道许梅喜欢陆之眼 很久很久 所以 她基本不会问是不是分手了 她和陆之眼在一起那天 除了她自己 就属陆夫人最开心了 陆夫人对她是真的很好 好到她不想因为陆之眼 产生的不良情绪 波及陆夫人 她对于许梅来说 可以说是另一个母亲 在陆夫人身上 她总是能看到 她那个安静闲凉的母亲 见许梅没说话 陆夫人轻叹了一口气 语气中略带点伤感 你这脾气 和你母亲一模一样 性子软 容易被拿捏 受了委屈也不会说 不想开口也行 阿姨知道了 等之眼回来 我会好好说说她的 她轻柔地拍着自己的手背 语气中都是心疼她 每次回到陆家的时候 陆夫人都会看出 她心情好坏 时不时就会把责任 怪罪到陆之眼头上 久而久之 陆之眼就觉得 她只会回家告状 现在分手了 许梅心里反而畅快了 省得陆之眼 又来误会她 许梅玩耳一笑 淡淡地说 分手了 她的语气平淡 没有表露出 以前那样难过的神情 分 分手了 陆夫人言语间 片刻后 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 她又问道 阿掩是做了什么 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吗 虽然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什么德行她最清楚 许梅这样的人 如果真的打算一刀两断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情 许梅原本并不想说 毕竟等陆之眼 回来她就会知道 她一定会带着剪阴回来 但是当段不断反受其乱 再者还有薛层 总不好一直保持着隐婚的状态 这对薛层不公平 阿姨 陆之眼她在三亚 您知道吗 许梅一边说着 一边在手机里 找到那张照片 她微笑着递给陆夫人 您还认识这人吧 陆之眼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她只是 碍于两个家庭的压力 才对我多看一眼 没有感情的事情 不会长久 而且她早就 对简婴情跟深重了 简婴在国外治疗这么多年 陆之眼的医疗慈善 一刻都没停过 他们两个纠缠不清 简不断理还乱的 我懒得仓和了 阿姨你也随她去吧 我们不可能的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 不说清楚 只怕陆夫人 还会一如既往地 想要牵红线 夹在陆夫人和陆之眼中间 她也挺累的 陆夫人的手指 在那张照片上 放大缩小了许多遍 才真正的确认 图片上的 确实是陆之眼和简婴 她气不打一处来 恨不得立马打陆之眼一顿 阿姨 您先别生气 换个方向思考下 其实也还好 她喜欢谁 就让她和谁在一起吧 我和她在一起 能感觉到她挺煎熬的 我知道 您受了我父母的委托 就算我和她没有关系了 我也会一直 把您和陆伯伯 当成我的父母的 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再次说起和陆之眼的事情 她好像并没有想象中不舒服 甚至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陆夫人的脸色稍缓 只是一直摇着头叹着气 最后才说出一句 是陆之眼对不起你 以后你们就少见面吧 我不会再劝她什么了 陆夫人轻轻聊起 许媚病角的发丝 隐隐间感觉 陆之眼这辈子都晚了 没有许媚她以后 一定会后悔的 大概是因为聊起的话题 太过尴尬 天色渐晚的时候 陆夫人也没有挽留 许媚留下来吃饭 许媚准备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见回家的陆伯伯 她客气礼貌地喊了句 陆伯伯好 她一脸祥和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 来找只眼吗 她很久没回来了 大概是太忙了 一旁的陆夫人瞪了她一眼 许媚自然是不会在意 只是笑了笑 轻轻摇头 我来看看陆伯母 伯伯再见 等许媚走了之后 陆夫人才开口说 你就不要替你那个要死的儿子 见自己老婆这么大火气 她的态度也软下来 这是怎么了 陆夫人一想起来 就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梅和她分手了 还说以后再也不要 撮合她和陆之眼了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混账儿子 和她那个前女友 跑去度假了 她能不能给我留点脸面啊 我这一生最后悔的就是 有这么个混账儿子 她说完 转身就回了房间 关门的声音震耳欲聋 第十一章 朋友圈 许媚从陆家出来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下 昏暗的路灯下 人隐斜斜 夜晚的风还是有点凉意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就给薛层打电话 手机刚拿出来 还没拨通 就看见不远处走下车的薛层 你来得真巧 我刚出来 就像是知道 她什么时候会从里面出来一样 薛层没说话 只是单手截着自己的西装外套 反手劈到了她的肩上 嘴里的语气 听起来似乎不是很高兴 早上出门也不看天气 就顾着打扮得好看了 也不知道给谁看 许媚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打扮 就是一袭简单的连衣裙啊 既没有化精致的妆容 也没有做发型 这也叫打扮得好看 她想起来 前面吃完下午茶 自己好像补了个口红 难不成 怪不得网上说 直男的审美看 有没有化妆 就是看有没有擦口红 但是她这语气 听起来怎么觉得有点酸酸的 她也懒得管 上车后她直接问她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们出去吃点吧 薛层的手掌 落在安全带的卡扣上顿了一下 轻声问道 你还没吃吗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薛层知道她午饭在路家吃了 还以为她晚饭也在路家已经吃过了 许媚转了转脖子 似乎是今天坐得太久 肩颈有些不舒服 没啊 我要是在那吃的话 肯定会和你说的呀 两个人既然是夫妻 相互见的报备 肯定是会说一声的 薛层拿出手机递给她 你看看想吃什么 我开车 顺便加一下你自己的微信 她的语气轻松平常 看不出来有什么情绪 许媚拿着她的手机 却有些仓皇失措 加自己的微信 看来她早就知道 她把她删了 刚这样想着 薛层又开口问道 之前怎么把我微信删了 许媚的手一抖 差点将手机掉下去 满脸都写满了心虚 总不能说 是因为陆只眼 所以把她删了吧 就之前看你出国了 觉得以后不会联系了 她的理由实在勉强 自己都觉得不可信 声音自然而然的就低下去了 她偏头先眸看了眼薛层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似乎抓着 放着方向盘的手 格外用力 手臂上的青筋爆气 露出一小节精状的 手臂线条 她心虚地拿着手机 加了自己的微信号 薛层一直没说话 她看着窗外 渐渐往后退的倒影 开口问了句 你什么时候 知道我把你删了 她冷笑一声 许媚咽了咽口水 似乎再很期待她的回答 希望她说的时间 是近一点的 当我想问问 那只小猫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怎么会有这么 王负义的人啊 如果还有机会 见面的话 我一定会让她 好好付出代价 许媚被她的话 说的头越来越低 小猫 那看来 应该是删了她之后 没多久的时候 她最后的几个字 说得格外的咬牙切齿 像极了古早言情小说里 带球跑的霸总夫人 像是那个人 欺骗了她的感情 让她破财又伤情 对 对不起 她想了好一会 才说出这一句话来 看着手机上的微信号 在备注那一栏 她顿住了一会儿 才打上去 小草莓 反正 她也总是这样叫她 好像这三个字 是她对于薛层的 专属称呼一样 刚准备收起手机 却看到朋友圈那里 十几条的未读 她好奇地想点开看看 她开口问了句 我能看看你朋友圈吗 薛层目光直视着前方 淡淡道 随意 她点开薛层的朋友圈 赫然在眼前的 是一条他发的朋友圈 生活的具象化 结婚证和他们牵手的照片 从图片上看 似乎并不能看出来 这双手是她的 她略微松了一口气 又看到下面的评论 大多都是 亚议于她结婚的事情 也是一些 她并不认识的人 两个人的圈子 大概早在那年毕业 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吧 只不过 底下有一条消息 欧野 恭喜 许梅诧异地点开看了眼 的的确确是 她的老师欧野 薛层竟然也认的 点赞区 还有一个 熟悉的头像 是贺玉 她暗灭了屏幕 好奇地问了句 你也认识欧野老师 闻到这句的时候 她刚停好车 嗯 酒会上认识的 许梅汉手 欧野老师经常参加酒会 大概和薛层这种 混商圈的人 在酒会上 也有过交集吧 那贺玉你怎么也认识 按理来说 和陆之眼交好的 基本上不会加薛层的 好友才是 毕竟她和陆之眼不对付 她倒是不紧不慢地解释到 和贺家有合作 许梅这才想起来 贺家好歹也是 家世显赫的家族 近些年的业务 在海外比较多 和薛层合作倒是正常 她 贺玉应该不知道 你怕陆之眼知道 知道不是更好 可以打她的脸 失去她你 还是可以得到更好的男人 她微微扬眉 伸手按下了她的安全扣 嘴角的笑意 让许梅一时间觉得 她的确是比陆之眼好 一万倍的男人 到了 下车吃饭吧 她松开她的安全带 刚准备转身下车时 许梅又叫住她 薛层 她放在把手上的手顿住 回过头来看她 眼底似有一丝温柔 大概是今晚的风太温柔 她一字一句道 那天在民政局 我可能是真的一时间 被一点点的不理智 冲昏了头脑 才提出和你结婚 她说着顿了一会 她不管之后 陆之眼是要和简婴结婚 还是怎么 她都无所谓 她抬眸看了眼薛层 薛层一只手 在许梅看不见的地方 钻得紧紧的 那一句你 是不是后悔了 卡在喉咙里问不出来 许梅继续说着 结婚是我提的 但是我没想过 真的要拿你 去和她比较 也没想 拿你去打谁的脸 那对你不公平 既然结了婚 我肯定是会 好好做好你妻子的本分 不过以后 你要是遇到了 有真正喜欢的人 你一定要提出来 我会配合的 她一字一句 说得情真意切 虽然她说她 没有想拿她打脸的时候 她是有一丝窃喜的 但是她却说 如果遇到了喜欢的 她会配合 怎么配合 离婚吗 她不敢去想 只是又问道 那如果是你呢 你遇到了 真正喜欢的人呢 许梅诧异地抬头看着她 不知道是不是车内的空间 太逼则 她竟然听出了一丝委屈 她支支吾吾道 我 第十二章 偶遇 许梅支支吾吾道 我 她顿了一下 舒尔才缓缓道 我应该不会 就这样也挺好的 虽然你总是毒舌了点 但是你很优秀 作为丈夫还是 你应该都可以做得很好 薛曾文言 垂着眸子 暗暗笑了起来 谁知道她开口问了句 作为丈夫还是 还是什么 她猛地凑近过来 停在她的耳侧 呼吸微烫 打在她的耳垂上 感觉热得可以滴出血来 她低雅的嗓音继续说道 还是作为孩子的父亲 许梅的呼吸一致 心间一颤 她的嗓音太过温柔 扰得她心里一汪轻拳 都开始泛起涟漪 一圈一圈 圈入心口 她刚才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是又觉得说 这个太早了 未来的不定因素 还太多了 万一她真的 有了喜欢的人 那岂不就是别人的 薛曾歪着头 还是没有离开她的耳侧 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不出意外 这辈子可能就和你结这次婚了 她悦耳的笑声响在耳侧 许梅却有些发猛 直到薛曾过来 帮她打开车门 下车吃饭了 薛夫人 她蜷缩着的手指 还紧紧攥着衣角 耳边还是她刚才说出口的话 这辈子 可能就和你结这次婚了 她垂眸看着车外的薛曾 拿起身边的手包 打算下车 谁知道刚下车 腿软了一会 有些晕 刚以为要摔跤 就被身边的人 一手扶住了腰 她撑着薛曾的手臂 站定了一会 才觉得好点了 怎么 被我说的话感动到了 准备头怀送抱 验证中心 尾音被她拉长 慵懒得似笑非笑 不知怎么对 眼前忽然浮现出了 鹿之眼的脸 许梅抬眼看着她 你是不是对其他人 也这样轻浮 她松开她的手 往餐厅走去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种别扭的感觉 像是格外不喜欢 她口中的 头怀送抱四个字 许梅 你就这么上赶着头怀送抱 许梅如果你要点脸 就离我远一些 别和我家里人胡说什么 我对你丝毫没有感情 对我头怀送抱 不如对别人 说不定给的零花钱 比我爸妈多呢 许梅 你的头怀送抱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一时间 杂乱的思绪涌上心头 薛曾赶过来 在餐厅门口 一把拉住她的手 在看她的时候 眼尾泛着红润 卷翘的睫毛 也沾着点水光 怎么了 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别哭了 许梅正开她 哽咽的嗓音颤抖着说 我从来都没有 对别人头怀送抱过 薛曾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了什么 想去牵她 又害怕她再次挣脱 只好弯着身子 双眼目视着她 轻声安慰道 我知道 现在饿不饿 我们去吃东西好不好 薛曾低沉的嗓音 一字一句问着 没有不耐烦 没有厌烦 许梅在原地站了一会 从手包里 拿出一小包纸巾 轻轻按了按 自己脸上的泪痕 感觉情绪缓和点了 才抬眸看了眼薛曾 她好像太过分了点 这和薛曾没有关系 她没理由要陪着她 缓解自己的情绪 更没有理由 接纳她的不良情绪 她伸手扯了扯她的袖口 对不起 刚才对你情绪不好 薛曾只是伸出手 修长的指节 在她的眉头轻轻点了点 凉凉的 轻轻的 她声音轻飘飘的 没事 吃饭去吧 她顺手 牵起她的手腕 往里面走去 她选了个小包厢 餐厅里的空气里 都弥漫着焦麻的香气 这家川菜很有名 你喜欢吃辣 应该觉得不错 许梅给她倒了杯水 你呢 你也喜欢吃辣吗 薛曾 喜欢 许梅拿出手机 看了眼简上 不知道刚刚那会 有没有花妆 她起身说了句 我去趟卫生间 她的手机倒扣在桌面上 拿着手包走出包间 过了一会 有服务员敲门上菜 门口有一人的眼神 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服务员走后 她敲门而入 薛曾还以为是 许梅回来了 刚准备说什么 抬眼看到的却是别人 贺玉 贺玉玩耳一笑 好巧啊薛总 听说薛总回国 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一下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薛曾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 唇边仍带着笑意 是挺巧的 不过大家曾经都是同学 不用一口一个薛总叫着 叫我薛曾就行 贺玉倒是没想到 薛曾会这样说 不过贺玉和薛曾 没有做过同班同学 只做过同校的而已 说不上有多熟络 那你今天在这时 陪老婆吃饭 老婆 贺玉这才想起来 昨天在他朋友圈 看见他发了 自己结婚的事情 他抿唇轻笑 桃花眼微微一弯 那就不打扰了 下次有机会 再一块吃顿饭 起身时 目光在桌上的手机上扫了一眼 这个手机壳 似乎有些眼熟 薛曾见他眼睛 看着许梅的手机 说了句 下次一定 带人走之后 薛曾才翻过手机 按下暂停键 多年来的习惯 总让他不自觉地 在和不熟悉的人交流时 保存录音的习惯 又或许是害怕了 贺玉一走 许梅就进来了 他刚才似乎看到有人 从包厢出去 只不过离得稍微有些远 没看清 身影有些许熟悉 但是想不起来 刚刚有人来了 他薄唇微张 好奇地抬眼看着薛曾 嗯 他很自然地应道 是贺玉 你认识的 听到贺玉的名字 他微微一顿 只不过就一瞬就恢复了常态 贺玉怎么在这里 薛曾轻笑 偶遇吧 说完他加了一小块浸满了汤汁的鱼肉 放进他的碗里 许梅又问道 你和他说了什么吗 他摇了摇头 就是寒暄几句 我只说了陪老婆吃饭 走之前 他似乎看着你的手机壳 那他有认出来 薛曾放下手里的筷子 他轻叹一口气 嘴角虽然是上扬的 但是却是一副黯然的模样 许梅 做我老婆 很难拿出手吗 就这么不想让别人知道 还是不想让陆只眼身边的人知道 许梅连忙摇头 解释道 不是 我就是觉得突然 怕别人知道说闲话 没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刚刚他的一番话 许梅感觉听到了一丝不自信 第十三章 爷爷想见你 许梅解释过之后 薛曾只说了句 应该是没有认出来 如果贺玉认出来了 一定会试探性地问问 可他没有 饭快吃饭的时候 他淡淡地问了句 吃不完的要打包吗 许梅刚准备叫人来打包来着 他就这样问了 他微微点头 抬眼轻声问他 你怎么知道 我在外面吃饭 还有喜欢打包的习惯 他记忆里 好像没有和薛曾单独吃过饭 就算有饭局 也是许多同学一起 他拿起杯子的手 微微炖了一下 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 在国外习惯了 他说 在国外有吃饭打包的习惯 他在国外的日子 过得很拮据吗 许梅记得高中的时候 他的生活还是挺阔绰的 随到了高三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手大脚的花钱 但还是可以照常见到他 偶尔请他喝奶茶的时候 他没有继续问他 对许梅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不需要过多地了解 进家门前 许梅手机忽然响了 他垂眸 一看是爷爷 他对着薛曾说 爷爷给我打电话 你先进去吧 他停在家门口没有进去 只是转身在门口接起 薛曾进门口 微微合上了门 留了条缝 爷爷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沧桑 许梅想了想 好像有两个月没有回去了 阿娜 什么时候回家来吃个饭呀 许梅刚准备开口说 这几天抽空回去 就想到他刚和陆夫人聊完 爷爷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看来是别有用心 爷爷 您是有什么事情 想和我说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只好继续说道 听说 你和只眼闹矛盾了 其实年轻人偶尔半嘴是正常的 只要 爷爷 许梅的声音有些重 直接打断了他 许老爷子没想到 许梅会这么激动 许梅一时也觉得 自己的声音有些大 轻叹一口气后 继续说道 不好意思爷爷 但是我和陆只眼 永远都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承着陆老爷子 还有陆伯伯陆伯母的情 想让我嫁过去 觉得他们带我 如同亲生嫁过去 肯定过得很好 但是爷爷 不是这样的 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在陆只眼眼里 是什么样的人 他讨厌我 多和我说一句话 都觉得恶心 这样的人 让我怎么和他在一起 再加上陆只眼有女朋友 我这样 和小三无异 更何况 我已经结婚了 为了彻底 断开老爷子的想法 他直接说出了 结婚的事情 本来想再多瞒一段时间 但是一想到陆只眼 和简英在海边 拥吻做着那种事 却还要在电话里 毕恭毕竟说着 会和自己在一起的话 他就觉得恶心 陆只眼的两面心 太可怕了 在外他总是一副 冷落冰霜的模样 到了许家 却总是笑脸相迎 颇得老爷子喜欢 总让老爷子 觉得他对许梅 也是很好的 再加上他的事业有成 身边还没有任何异性 这让老爷子觉得 这样的人 作为一个男友 或者是相伴一生的人 都是绝佳的选择 许梅也不明白 其实他不喜欢自己 没必要在爷爷面前 装成那副模样 电话那头的许老爷子 声音似乎是有些颤抖 连着叹了好几口气 最后也只好说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爷爷自然不会说什么 带那个人来见爷爷吧 许梅知道 他口中的那个人 是薛层 他淡淡地说道 知道了 挂断电话之后 他没有立马进门 他还不知道 要怎么和薛层开这个口 突然就让他 跟着自己回家见家长 似乎有些许不妥当 不过这都是迟早的事 薛层应该会同意 如果他需要他也可以 跟着薛层去见他的父母 也不知道他的父母 会不会对自己满意 内心竟然萌生出些许忐忑 刚准备转身书指纹时 发现门没关上 似乎是刻意留下的缝 心里不由地划过一丝暖意 薛层不在客厅 他去厨房泡了杯茶 小心翼翼地 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 他才开门进去 他把茶水放在他手边 一颗颗绿色的嫩芽 在水中绽放开来 热气还在往外冒着 薛层看到这杯茶时 心头有一丝丝波动 但还是开口问道 就只是过来送茶水吗 意思是 你是有事相求 许梅摸了摸鼻尖 似乎是有些心虚 那个这周末 可以跟着我回一趟许家吗 爷爷想见你 他眼中带着些许期待 抬眼看着他 深邃乌黑的毛子里 看不出有什么情绪 他想着要不再求求他 结果下一秒就听见他问 你和你爷爷说了我们的事 他呆愣地点了点头 他还以为他要拒绝 没想到他会这么问 听到他的回答他 忽然笑了一下 像急了夏天的风铃 笑声格外的好听 好 我陪你去 许梅也露出一抹笑容来 开心地说 谢谢你啊 薛层摇了摇头 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下 作为你的老公 去见一下家人 不是应尽的义务吗 他的语气温柔地 像流水一般浮过心间 明明和他认识很久了却 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他 他的脸颊附上一丝红润 过了好一会儿 带自己的心跳声 逐渐平稳他才开口 缓缓道 如果你需要应付家里人 我也可以跟你回去一趟的 说到这里 他感觉到薛层的气息变了点 手也微微顿住 只是看着他轻声说 我家在国外 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他也知道 薛层的家人都在国外 毕竟当初他去国外学校里 还传了好久 说他是某个富家千金的儿子 家族产业都在国外 所以 准备去国外读大学继承家产 但是 到现在也没看出 他继承的是哪家的产业 倒是在经营着一家 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 许梅也听过一些他的传闻 但都觉得半真半假 只有眼前的人是真的 他又在书房坐了一会儿 才回了房间 看他关上门的身影 他端起 那杯茶敏了一口 一点点微色的感觉 在舌尖蔓延开来 再回味 却带着一丝清甜 他拉开左手边 第一个抽屉 里面藏着一张女人的照片 她手指轻轻拂过那人的面容 语气带着些许惋惜 妈 再过段时间 我带她去见你 你应该会喜欢的 第十四章 如果 周末的时候 许梅起得很早 换衣服的时候 顺手将薛层的领带 和西服搭配好了 放在一边 好像这样会更像一个妻子 应该做的事情 到今天 好像刚好到了 领政一个星期的时候 领政那天 薛层说的话 还历历在目 她说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 所以 今晚她真的会 许梅的思绪渐渐飘远 直到手里的汤勺 被人接过去 想什么呢 这么入身 周都要糊了 薛层从她身后过来 急忙接过她手里的汤勺 关掉了灶上的火 许梅这才闻到了点焦糊的味道 她回眸就看到薛层精致的侧脸 可能是有些许匆忙 衬衫最上面的扣子都扣错了 领带懒懒散散的 就挂在脖子上 薛层收拾好之后 重新从冰箱里 拿出食材来 我来做早餐吧 你去外面休息 她手里忙活着 没有抬眼看她 许梅没走 轻声唤了她一句 那个 薛层 她手里顿了顿 放下东西 抬眸看着她 怎么了 她往她身前走了一步 微微仰起头 将她的领带取下 整理好领口 小心翼翼地将扣错的扣子重新解开 慢慢折了折她的领口 薛层忽然意识到 许梅在做什么 微微弯下腰 许梅一下没注意 鼻尖碰到了她的下巴 指负轻柔地在她喉结划过 许梅低了低头 继续将领带平整地系在她领口 你 扣子扣错了 整理完后 她解释道 今天她穿的 恰好是自己准备好的那一套 领带和自己身上的这件连衣裙 色系相同 看上去就觉得是一对情侣 这样去见爷爷 大概她也会开心了吧 哦 好 薛层呆愣地说了句 许梅抿着嘴笑了一下 准备转身出去 她又开口背对着她说了句 今天你准备的衣服很好看 她承认 起床在衣帽间看到整理好的衣服时 好像从未有哪天早晨 像现在 今天这样开心 许梅没有回头 没看到 她耳根泛起的微红 只是低声说了句 应该的 说完她走出了厨房 薛层手里微微顿了一下 最后还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早饭吃完许梅 才想起来 今天回家 应该准备带点东西的 结果还没提醒薛层 上车时看到薛层在后备箱折腾着什么 过去看了一眼 是对得满满的礼物 都是你准备的 许梅抬眼看着她 她不紧不慢地收礼好 应了一声 第一次去你家 这些不是应该的 她关上后备箱 扬了下眉 走 许梅微微点头 往前走去 好好扣好了安全带 薛层上车的时候 许梅手机刚好响了一下 是安安的消息 我下周回国了 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饭 你这个新婚燕耳的 许梅淡淡笑了下 在屏幕这头 都可以感受到 她眉飞四五的神情 还好这么多年 一直都有安安在身边 就算她在鹿之眼 那受了再大的委屈 她都可以在 林安安那里 得到最温暖的慰藉 好 薛层扣安全带时 侧眼看了一下她 眉眼弯弯地 像是在回复什么消息 她手落在卡扣上 漠然顿住 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她的语气有些散漫 问了一句 许梅抬眼 眼里 还带着没有消散的笑意 肩上的卷发 微微遮住了点唇角 她轻声说 林安安的消息 下周她要回国了 到时候一起吃个饭 薛层的手松了松 觉得喉咙痒痒的 她咽了咽 问道 我们一起吃饭 啊 许梅没想到她会这么问 直接回答道 对啊 安安说 新婚要请客 手机屏幕还亮着 上面是林安安的消息 到时候带上薛总 新婚燕儿 怎么能不请客呢 大概是那句新婚 薛层的心 漠然定了定 抿着嘴笑着说 好 到时候提前和我说 我去订餐厅 许梅低着头 手里还在打着字 嘴里应了句号 和安安说好之后 她刚想问问她想吃什么 李安安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安安 陆只眼和简婴 似乎度假回去了 到时候见面 你可别心软了 许梅弯着的手指 停在屏幕上 片刻后 打下一行字 许梅 我不喜欢她了 他们要是回来结婚 我可以考虑和薛层 一起包个大红包 她不是装作不在意 她是真的不在意 和陆只眼认识十多年 虽然一开始 青梅竹马的情谊 先入为主的 让她觉得 她对陆只眼的感觉是爱情 但是这一点情分 要就在简婴出现之后 消磨殆尽了 最后坚持的 也不过是陆家夫妇的关照 和爷爷的心愿罢了 她从来没觉得 自己会嫁给一个相互喜欢的人 她对婚姻早就没了期待 只是薛层这个意外 倒是让她的诡计出了些变化 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说了不喜欢 就是真的不喜欢了 放下也是真的放下了 既然陆只眼回来了 哪些东西 也是时候还回去了 舒尔掌心的震动 打破了她的思绪 安安 那最好了 杀人诛心 但是我觉得 简婴入不了陆家门 那种女人谈谈完就行了 陆只眼不会娶的 对陆家一点帮助都没有 娶不娶 都和她没关系了 但是安安说的也没错 虽然许家没落了 但还是有不少产业 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 爷爷看着 但是一旦结婚 这些产业 却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陆家 不仅是资金 还有名声 这大概就是陆只眼 在外人面前 装作对她一往情深的原因了 陆家不是什么顶级豪门 联姻这种 能够让自家产业 更上一层楼的便捷方式 陆只眼又何尝不知 而简婴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靠着一张脸 怎么能进得了陆家门呢 许梅忽然觉得 离开陆只眼 思绪都清晰了许多 她当初是为什么觉得 简婴能争过她呢 她转眼看了一下薛层 修长的手指单手握着方向盘 精致瘦削的下颌都带着光运 薛层 要是我不是许家人 没有身份背景 你还会答应和我结婚吗 她低声问道 薛层冷笑一下 轻点了点刹车 在红灯的时候 她垂着毛子腻了她眼 怎么 你觉得我娶你是想靠你发家致富 许梅的话微微耿住 她似乎在说笑话 现在的薛层 手里的产业 估计比陆只眼都更甚 又怎么会看上她家 她转移话题 那你为什么答应 第十五章 许家 薛层停好车 没有直接下去 想了想许梅刚刚的问题 她笑着说 为什么吗 你就当我想结婚了 刚好我们认识 又或者是我见色起义 早就对你放心安许 说到后面几句 她的身子逐渐逼近 随着最后一句话说完 安全带也被她解开 她掀了掀眸 目视着她由衷地说了句 你说得真好 要不是认识你这么久 我都快被你骗过去了 怪不了她 谁叫薛层的脸长得太深情了 想到来见爷爷 一会儿肯定会问的 她紧接着说 你打算等会儿 怎么和爷爷说 我们结婚的事 薛层两只手拎满了东西 笑着道 就说 我们认识很多年 我一直喜欢你 你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许梅见她说的 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差点自己就信了 但也觉得她说的挺好的 爷爷听了 大概也会相信 那就这样说吧 两人走到门口 许梅输了密码进去 还没开门 就看到门突然被推开来 是王沈 一直照顾爷爷的保姆 是小姐回来了 快进来快进来 王沈热情的模样 让许梅一下觉得轻快许多 就好像回到很久之前 她也是一回家 就有一群人满脸笑意地 给她温满 王沈看到许梅身后 还跟着一个男人 身形修长 倒是和之前 一直回来的那位不同 王沈好奇地问了句 这位是 她一边问着 一边接过薛层手里的礼品 许梅自然而然地 挽着她的手臂 笑着介绍 我丈夫 薛层 说完 她抬眸看向薛层 双眸里含着情意 她眨了眨眼 似乎在问 我这样说 你不介意吧 薛层面色微红 闽唇一笑 淡淡道 王沈好 说完牵住了许梅的手 手掌微张 与她食指向扣 王沈高兴地面露喜色 拍了一下手 在身前的围裙上 擦了下手 是姑爷啊 快进来快进来 我去叫老爷子 王沈急匆匆地往里走去 许梅拉着薛层 到沙发上坐下 缓缓道 王沈照顾爷爷很久了 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可能 有些热情 她点点头 没说什么 手心捏着她的小手 一刻都没有松开 这边的王沈 正好推着老爷子下来 许老爷子腿脚不好 现在基本上 都是轮椅行走 看到爷爷过来 许梅走了过去 接过王沈手里的轮椅 满怀喜悦地叫道 爷爷 许老爷子咳嗽两声 也是满脸和蔼地笑着 看到沙发上的薛层后 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 最终还是归于平静 薛层起身微微弯了弯身子 爷爷 许老爷子点了点头说 好 挺好的 许梅有些好奇 怎么这一 看到人就好了 难不成真的是薛层这张脸 老少通吃 还没等许梅开口 许老爷子就语重心长地 拉过许梅的手 单单问了句 已经领证了 许梅垂着头 轻声说了句 领了 毕竟这么大的事 没有和他老人家商量一下 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不过许老爷子 倒是没有多大的情绪 像是有些意料之中一样的感觉 阿娜 去后花园泡壶茶吧 让我和小薛好好聊聊 许梅有些困惑 爷爷怎么知道 他姓薛的 脑海里有些许困惑 转念一想 或许是王沈提了一嘴 他也没多问 爷爷既然发话了 他也不好意思继续留着 他看了看薛层 眼神里有点担心他 只见他玩耳一笑 拍了拍他的手背 轻声道 去吧 泡茶的时候 他一直有点担心 爷爷为难薛层 毕竟都是他引出来的货端 爷爷又一直对陆之眼 多加赞赏 不知道会不会说什么 为难的话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 薛层才推着许老爷子过来 面上看着 似乎没有什么尴尬的模样 倒是和颜悦色的 看来谈的还算融洽 许梅给许老爷子递了杯茶 好奇地问了句 你们聊什么了 许老爷子瞧着他紧张的模样 轻叹了口气淡淡道 就是聊了聊家常 可把你紧张的 这才结婚多久 就开始护着了 许梅连忙摇头 这可不是护着 就是单纯的好奇 说完 眼神往薛层那看了看 薛层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是不需要他操心了 后来又聊到些话题 例如 两个人之前是就有意思还是 薛层轻笑着说 以前只是我单恋小梅 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好在现在有点成就 小梅还没有嫁人 是我的福气 也是我运气好 一番话说的 让许老爷子相信 他们是在陆之眼断了之后 才在一起的 右侧面说明了下 陆之眼不珍惜 听得许梅都忍不住 想点头夸赞 许梅泡了几壶茶后 许老爷子觉得有些累了 喊了薛层 扶他上去休息 许梅在楼下坐着 拿出手机看了眼 就发现 多了几条陌生号码的短信 他瞥了一眼 大概可以猜到 是简音发过来的 最近一直有陌生号码 给他发消息 内容无非就是 简音和陆之眼的亲热照 猜也猜得到就是简音了 大概是为了凸显 自己的存在感 照片倒是一次比一次 发的露骨 这次竟然都发了床照 床上光着上身的两人 脖梗处斑驳的痕迹 清晰可见 只是可惜 现在的许梅 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许梅拧着眉 看了一眼就关掉了 多看几眼 他怕视力受损 从前陆之眼 去国外陪他的时候 他也会发 那会儿还觉得难受得很 现在却觉得无关紧要 像是打开了危险网站 蹦出来的色情信息一样 面不改色地选择了关闭 许梅刚收好桌面上的茶具时 薛层正好下来 手里似乎还拿着一份文件袋 还没等他开口问 薛层就先说了句 回去吗 爷爷睡了 许梅微微点头 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薛层如果想说的话 自然会告诉他的 出门时 薛层还是牵着他的手上 上车后 许梅拉好安全带 白皙的手指关节处 透着淡淡的粉 肤色更是白得发亮 许梅飞红的唇半微起 先眸看了眼身旁的男人 他并没有急着开车 只是微微仰着头靠在座椅上 眉目间有些散不开的阴霾 薛层 他娇软的声音喊道 第十六章 小富婆 嗯 听到许梅轻声喊了一句 他浅浅地印了一下 怎么了 许梅的视线 落在他手边的文件袋上 似乎是有点好奇 薛层看出他的困惑 但没有立刻打开文件袋 只是淡淡道 回去再说吧 许梅点了点头 虽然不清楚是什么 但总觉得 自从和薛层一起之后 对他总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薛层的车开得很稳 静谧的车里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许梅总觉得有些许尴尬 他掀了掀毛子看着薛层 记忆里的薛层 真的很少像今天这样一本正经的模样 许梅 他冷不丁地喊了一句 明明车内的空调不低 听到他说话 却觉得带着点凉意 怎么了 他小声问道 薛层修长的指节 在方向盘上慵懒地敲了敲 等到红灯停下来后 薛层才漫不经心地溺了他一眼 很怕我 许梅眼眸 微睁摇了摇头 他轻哼一声 带着点笑意 既然不怕 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 偷偷摸摸地 看我算怎么回事 觊予我 谁 谁觊予你了 他急忙说道 眼神立马躲向窗外 没敢继续看他的脸 但是却能听见他淡淡的笑声 薛层说话就是这样直白 和他本人一样 爽朗乐观 在他脸上 就没看到过 他有难过伤心的表情 至于他说的 为什么偷偷看他 似乎是已经习惯了 从前在陆之眼身边的时候 怕他觉得厌烦 就连看他都不敢光明正大的 现在换了个人 习惯却没那么容易改过来 到家后 薛层停好车 对他说了句 等会儿来一下书房 许梅想他大概是要说文件带的事情 应声道 我去换身衣服就来 到书房的时候 许梅就看到薛层桌上的果汁 薛层不紧不慢地说了句 树梅汁尝尝 许梅拿起杯子 抿着嘴尝了一口 味道很好 和记忆里的树梅汁是一个味道 只是小时候喝的那个牌子 早就停产了 不知道它是从哪弄来的 好喝 谢谢 他这甜脸道了一声 薛层背对着他站在窗口 声音低沉地嗡了一句 没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喝了几口 许梅才想起来正式 开口问了句 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 薛层倾台下巴 眉眼扫了一下桌面上 放着的文件袋 封得好好的 打开看看 许梅伸手 从桌面上拿了起来 抬眼看着薛层 问了一句 爷爷给你的 薛层 嗯 我还没看是什么 许梅的眉心微眠 他自认为是很了解自己爷爷的 但是在打开封条后 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依旧愣住了 里面不仅包含了 所有许家从前的大小产业 更是多了好几分市面上 说的上名号的企业 小道珠宝服饰 大道酒店企业 薛层认真地看着里面 每一份的协议 最后淡淡道 这些一部分 是你们家从前的产业 这些几年 打理得很好 另外还有一部分 就是最近刚收购的几家 虽然市面上的生意不景气 但是管理一下 还是可以的 看得出来 是许老爷子 想给你留的嫁妆 许梅没注意 听前面的 只是听到 最后两次嫁妆 鼻尖泛起一丝酸意 其实爷爷 一直都有很好的微许梅 在考虑未来 纵使他之前 想要托付的陆之眼 不是良人 只是 许梅放下手里的东西 心里沉了几分 看着薛层说 你先帮我看看 我去给爷爷打个电话 薛层微微点头 只是看着他 有点难过的背影 心里有些酸涩 电话打过去 没有几秒钟 就被接起来了 爷爷 他声音淡淡地 没敢多说话 许老爷子一看 是许梅的电话 就知道 他是知道了文件带的事情 直接开口说道 东西都看到了 都是爷爷留给你的 爷爷年纪也大了 管不要太久了 原本就是想交托给你的 就当是爷爷 给你准备的嫁妆 许梅低着头 鼻尖酸色的一张嘴 就会双眼模糊 他竟立刻智着 不想让自己哭出来 但还是问了句 爷爷之前没有拿出来 是知道 陆之眼不可托付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短短几秒许梅就知道了 其实爷爷早就知道了 他也知道 陆之眼不可托付 毕竟爱一个人的眼神 是可以看出来的 就算陆之眼的演技再好 也挡不住他眼里 对许梅 没有任何爱意的眼神 如果不是许梅这么多年死磕 在看陆之眼身上 爷爷大概也不会 将这些东西 拖了这么久才 给告诉他 阿娜 许老爷子孱弱的声音缓缓道 小薛是个好孩子 这些东西 他比你在行 交给他爷爷放心 你们好好的爷爷 就算是走了 也算对得起 你父母了 许梅捂着嘴说不出话来 眼泪一点一点地 落在自己的手背上 过了好半会儿 他才压着自己的情绪 说了句 谢谢爷爷 电话挂断后 许梅没有转身 进房间 只是靠着墙 缓缓坐下来 埋着头 将自己困在这一方天地里 他好像第一次觉得 自己的六年 错得格外的离谱 不仅对不起自己 更是对不起 爷爷和父母 不知道过了多久 感觉悲戟被轻轻地抚摸着 许梅的情绪 慢慢收回 他抬起头来 泪眼模糊地看着薛层 坐在他的身边 他刚想说什么 就见薛层 依旧摸着他的背 似乎是想安慰他 他的声音低沉 却悦耳 像是寂静夜里拉响的 大提琴曲 他说 许梅 坠落过深渊不可怕 只要还有勇气 爬出来就行 只要有人拉你一把 就还来得及 许梅嗓音哽咽 想说点什么 却感觉发不出声音 他抿嘴微笑着道 去洗把脸吧 十分钟够调整好吗 我们还要 打理小富婆的资产 大概是他的笑太过温暖 让他说不出一个不字 他坐在地上 看着薛层 准备转身回到书房 他开口叫了一句 薛层 他顿住了脚步 回眸看着他 我脚麻了 你可以抱我吗 第十七章 报答 他很少示弱 腿也不是很骂 只是听他说完那句话 脑海里忽然闪过一瞬 就好像薛层 就是那个拉他出深渊的人一样 薛层 好像是笑了笑 还默等许梅 看清他的表情 他就俯身弯下腰 将他打横抱起 一瞬间的 突然让许梅下意识地 搂住了他的脖梗 距离近得好像可以感受到 对方温热的鼻息 薛层和他对侍候 就转移了目光 许梅也羞怯地低着头 他弯下腰 把他放在书房的沙发上 顺手将他的脚放在一边 垂着毛子 给他捏了捏小腿 许梅刚准备说 好像没有那么妈了 但是他好像 又有点贪恋这种感觉 薛层 你还有这个技能啊 许梅眼眸微闪 看着薛层 大概是因为 刚刚哭过的原因 眼眶泛着微微的红 薛层有那么一瞬间 详警紧抱着他 心里都泛着紧张 嘶 许梅被按了一下 没忍住喊出声来 薛层立马停下了手 故作解释道 肌肉有点紧绷 多按按会有点痛 你稍微忍着点 许梅皱着眉 有点质疑他的回答 但是看着他 一本正经的模样 又不好开口 好在按了一会儿 就停下来了 现在下来走走看看 会不会舒服点 许梅听后下来 走了几步 好像的确轻松许多 嗯 舒服多了 你好厉害啊 薛层暗应了一声 他走到书桌边 看了眼桌上的文件 淡淡道 这些东西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许梅 这才觉得头痛 他不是学金融的 虽然说 以前看着爷爷 做这些事 也懂一点 但是比起专业的人 还是差多了 他压根就不是经商的了 不然也不会让自己爷爷 打理这些公司 这么多年 薛层抬眼又问了一句 其实许家的财产很多 就算是找个职业代理人 也可以打理得很好 老爷子 毕竟精力有限 只是这样的家底 完全不需要 你去陆家寄人篱下的 她的疑问一出 许梅顿时弱了下去 她的意思 大概是想说 为什么这样阴时的家底 还要去别人家里住着 不会觉得憋屈吗 许梅只好开口说道 其实 有一点父母的遗愿 在里面吧 毕竟当年出世之后 被送到医院区 陆叔叔陆阿姨 就带着我去医院了 当时 我妈还有一口气在 她和陆阿姨关系 和闺蜜一样 可能是怕爷爷照顾不好我吧 有一位女性的长辈 大概会好一点 文言 薛层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许梅 那这些东西 可以请专业的人带 为打理吗 我实在是不懂经商 薛层垂眸 看着手里的文件 轻叹一口气 缓缓道 你以为爷爷 将这些交给我是为什么 许梅微微抬眼 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打算让你帮忙打理吗 这些东西 看着就繁琐复杂 除去许家 还有些半吊着的公司 这些 都给她打理的话 大概会很辛苦吧 再加上她回国后 一直在忙自己公司的事情 薛层理智地开口道 交给我 打理的确是你最好的打算 但是你放心 全部交给我吗 许梅拧着眉 为什么不放心 难不成我害怕你吞了这些不成 这些加起来 大概都没有封存一半的股份值钱吧 听到许梅这样说 薛层微微笑出声 虽然说是不懂经商 但是这个小脑袋 还是挺灵光的 但是 如果真的全部交给薛层 怕是会给她添不少麻烦 但是 交给你的话 你会不会很辛苦啊 这些看着 就不简单 应该要费不少时间打理的 薛层淡淡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道 没事的 我有个特助 能力很不错 还是我信得过的人 你答应的话 我可以打理出大概方向 让她去着手 这样就用不了 我多少时间的 许梅听了觉得也不错 既然是 她信得过的人 那肯定不会有事 好 听你的 薛层收了收桌上的东西 起身笑了笑 那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她顿了顿 走到许梅的身后 缓缓俯下身来 凑到她耳边 耳边传来她带着点蛊惑的嗓音 她说 小草梅 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报答吗 许梅只觉得呼吸一致 咽了咽喉咙 过了好一会才问道 你 你想要什么样的报答 薛层微微一笑 没有开口详说 似乎是想让她自己 好好想想 许梅脑海里 闪过一句话 报答报答 不报怎么答呢 她心口微微空了一瞬 攥着衣角 缓缓起身 站在薛层身后 叫了她一声 薛层 她站在书架面前 听到她开口才缓缓转身 刚准备开口 问了一句怎么了 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眼前的人 抱了个满怀 她呆呆地眨了眨眼 有些没意识到 垂眸看着眼前的人 刚弯起嘴角 就见她 微微点起脚 飞红的薄唇微起 在她温热的唇瓣上 轻轻印上 还没反应过来的薛层 在听见她说了句报答之后 转身消失在书房门口 过了好一会 她才自顾自地笑着 先是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抬起手在唇上摸了摸 甚至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最后还是在书房 传来了她的笑声 薛层怎么也没想到 许梅会主动轻她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们的关系 近了一步 回到房间的许梅 许久心跳都没缓过来 似乎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有些心慌 紧张和欢喜 她颤着手拿出手机 想给黎安安发消息 手指在对话框打着字 最后发送的时候 又停了下来 最后还是按了删除 她要说什么呢 说她和薛层的关系 好像怪怪的 说是夫妻 既没隐婚 也没协婚 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嘴唇而已 她又不是没有被薛层亲过 虽然只是脸蛋而已 这对夫妻来说 也不算什么吧 更何况她和薛层 也不是什么纯爱战神 这样想了想 心情好像平复了许多 只是在她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她渐渐地将信任感 一点一点地放在了 薛层身上 第十八章 日久生情 陆只眼回京市后 没有直接回家 她向来不爱回老宅 毕竟回去 就是劈头盖脸的责骂她 回去只是自找麻烦 她带着简英 住到了西水湾的一套 私产别墅里 这边的别墅 虽然地段普通 但是盛在安静 对于陆只眼来说 很适合简英恢复 她的手治疗了这么久 总算是有一点知觉了 需要安静的地方疗养 简英看着陆只眼 带她到西水湾 虽然没说什么 但还是问了句 我记得你之前 好像买了月亮湾的房子 听说那边夜景很好看 她这样说 就是打算住到月亮湾去 毕竟那边地段好 别墅装修方面 更是费了陆只眼不少心思 那会儿在国外的时候 她就看着陆只眼 亲手在做月亮湾的设计图 那会儿她就打定主意 回国之后 一定要住进去 陆只眼眉心微眠 没有直接说出口 又怕她多想 只好编了个借口 那边的房子 最近有点问题 需要处理 每天都有人过去 不方便你养病 简英不知道她说的真假 但还是贴心地说 那这样 我住在这里也一样的 谢谢阿眼了 她笑得眉眼如画 让陆只眼刚才那点阴霾 顿时烟消云散 她就知道 简英不会在意这些 更何况 月亮湾是她的婚房 简英住进去不合适 但是这件事 她是不会对简英说的 除了婚姻 她什么都可以给简英 但是她又不想让简英 做她背后的女人 这件事 她还打算从场想一想 那个 我们都回来了 要不要请小梅出来吃顿饭啊 毕竟我们都六年多没见了 我还有点想她的 简英开口说道 说是想她 无非就是想当着许梅的面 好好挫挫她的锐气 就算她跟在陆只眼背后 当了六年的舔狗又如何 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陆只眼不都是她勾勾手指 就为命是从的份 简英光想着 怎么对付许梅了 丝毫没有注意到 陆只眼皱起的眉头 淡淡说了句 算了 扫兴 许梅已经一个多星期 没有联系她了 这是很少见的 许梅向来脾气好 这次估计 是真的生气了 才会这样 但她也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算了 毕竟从前也不是没有过 回头送点东西 弥补一下就好了 到了溪水湾之后 陆只眼让简英先进门 她有点工作上的事情 需要和助理交代一下 简英向来善解人意 自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在进门之后 悄悄留了个缝 她就站在门口 陆只眼打通助理电话之后 就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上的事 说到最后 她又补充了一句 去挑一套品质好的粉钻手势 特助硬了下来 陆只眼交给她去挑的手势 都是送给许小姐的 她向来知道 没有说什么 陆只眼就自然而然地 经常让特助去准备这些事 站在门口的简英听得不太轻 只听到了粉钻什么的 玩耳一笑 她最喜欢的就是粉钻 看来是陆只眼准备给她的惊喜 既然这样 她就装作不知道好了 毕竟男人最喜欢的 不就是女人 收到礼物后的欣喜吗 只是陆只眼不知道的是 她向来用来红许梅的粉钻 都不是许梅喜欢的 而是简英最爱的 许梅喜欢的是热烈又神秘的红宝石 许梅第二天醒来之后 摸了摸身边的被窝 已经是一片冰凉 看来薛岑已经起来很久了 明明已经结婚一周了 昨晚许梅都做好准备了 结果薛岑只是和平时一样 搂着她睡 没有动手动脚的 许梅甚至以为 白天里薛岑说的报答 就是晚上这件事 结果发现自己猜错的时候 整个人都觉得很羞耻 像是她把薛岑 想得特别禽兽一样 可能薛岑真的不是吐她的身子 许梅刚起床收拾了会儿 就接到了黎安安的电话 怎么了 黎安安的声音略显慵懒 但听得出来心情不错 本小姐的展顺利告捷 接下来就等着迎接我回国吧 许梅善笑了下 好的 欢迎大小姐回国 黎安安被她逗得不行 你不觉得 你就像那些爸总文里的管家一样吗 什么欢迎小姐回国 好久没看到 小姐笑得这么开心了 许梅 就你调皮 黎安安也不打去了 直接开口问道 你和你家爸总新婚怎么样 有没有把人家扑到 又或者 你家爸总有没有 对你把控不住啊 黎安安问得直接 光是听着她说 许梅就开始脸红了 更别说 是要去想那个画面了 没 没呢 我们两闪婚 加上这么久没见了 又没有感情基础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那个 黎安安有些困惑 不应该啊 正常的男人看到 你的身材 都应该把控不住的才对啊 戴花那头思虑了许久 最后幡然醒悟过来 黎安安继续说道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的睡衣 就你那种甜美可爱的睡衣 包得严严实实的 啥都看不到 肯定清心寡欲了 许梅想开口说什么 但又不好意思 明明好几天晚上 薛层抱着她的时候 她是有感受到那什么的 只是有些不适应 没敢乱动而已 黎安安觉得 这样下去可不行 好不容易抓住了薛层 还不好好加快点 夫妻感情的进度 被陆之眼的小子 三言两语骗走了怎么办 她对许梅在这方面 实在没多少的信任而言 那个 这种事 应该顺其自然吧 许梅提醒了一句 可黎安安不这么觉得 淡定地问她 你知道爱情是怎么产生的吗 许梅 言行举止 心动得瞬间 不不不 黎安安的声音带着点老道 是一见钟情 日久生情 还有一种就是睡出来的感情 黎安安这样说的时候 许梅正在喝水 差点一口喷出来 睡 睡出来的 许梅不敢细想 明明感觉到对方一点不同 她都能觉得脸要烧起来了 要是让她和薛层培养 睡出来的感情 她可能会小命不保 那个 啊 我觉得吧 我和薛层这样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 不会有你操心的情况出现的 许梅自然知道 黎安安这么热情的原因是什么 无非就是害怕她又回头而已 但是许梅自己知道 只要她放下了 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而且 就和薛层相处的这段时间来说 薛层真的比陆之眼 优秀得不止一点半点 她还没眼下 第十九章 以后再不纠缠了 黎安安劝说 吴果还是不死心 许梅在收到一个岳阳快递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了 接到快递员电话的时候 许梅还有些好奇 明明她这段时间 没有买什么东西的 接过快递 她就看到了黎安安的名字 打开的一瞬间 许梅就立马合上了 几个词汇立马涌入脑海 黑丝 诱惑 性感 这几个和自己完全不沾边的东西 她根本不敢想象 被薛层发现 是什么样的下场 她环视家里一会走 最后决定 放在衣帽间的顶柜上 她按下决心 等黎安安回国 一定要她好看 刚这样想着 薛层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刚刚做了坏事的原因 现在接她的电话 甚至有点心虚 喂 她的声音弱弱的 薛层一下就听出了不对劲 怎么了 说话这么心虚 做了什么坏事 她善笑地说道 甚至可以听到笑声 许梅脑海里 一下就浮现出她的脸 但还是故作淡定地说了句 哪有的事 薛层暗暗偷笑 最后还是说了句 你原先的那个房子 上次去办手续的时候 留的我的电话 物业给我打电话说 这几天一直有人过去 我有点忙 你要不要自己去看看 许梅微微有点好奇 什么手续 薛层 购房手续 那个房子不是租的吗 许梅亚役 你买下来了 你买它干什么呀 虽然是很惊讶 但是心头却涌起一丝暖意 那个房子 他租了大概快十年了 很久之前 就已经再谈购房了 只是房东不肯 就只能一直租着 薛层淡淡道 你念旧 这个房子住了这么久 一直租着 不放心不是吗 买下来安心点 更何况 你现在可是小富婆 这个房子 花不了多少钱的 许梅 那好吧 我去看看 那我挂了 薛层 那个 有什么棘手的事情 给我打电话 我会接 嗯 挂了电话之后 许梅觉得手机有点烫 不知道是自己的脸烫还是怎么 浑身都觉得怪怪的 薛层好像真的很了解他 知道他很念旧 之前他也和陆之眼 谈过 想要买下房子的想法 陆之眼只说 小房子住得不憋屈 更何况 也不是什么很好的房子 买了没有任何价值 你要是需要房子 我名下的 你可以挑一套 高高在上的姿态 对他的鄙夷 是由内而外的 在他看来 买不买那套房子 只是因为利益 而薛层不一样 他懂他 知道他念旧 那套房子留给他的 不只是价值而已 还是数十年的时光和青春 许梅简单收拾了下 就往那边去了 半个月没回来 的确还有点想念 刚好家里还有些东西 需要去收拾一下 还给别人 刚到小区的时候 物业的经理 就认出他来了 许小姐 许梅微微汗手 笑了笑 经理好 听说 最近有人在我家门口晃药 经理恭敬说道 也不是什么陌生人 之前也见过几次 来给你送过几次东西的 穿着也挺正经的 听经理这样描述 许梅心里大概有了人选 他在手机里找了下 在新闻里翻了个照片出来 给他看了一眼 是这个人吗 经理凑过脑袋瞅了一眼 笑着道 就是他 既然是你认识的就好了 就怕是什么不怀好心的人 许梅微微一笑 我知道了 谢谢经理了 经理叮嘱完就走了 许梅微微有点好奇 陆只眼的助理 找他干什么 又一想 自己好像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 但是总是在他家门口转悠 也不是个事 他将留住的电话 又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站在衣帽间门口 他给留住回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 许梅开门见山地说了句 最近去我家有什么事吗 留住是个察言观色的人 一听这话就知道 今天的许小姐 似乎心情很不好 是这样的许小姐 陆总给您挑了件礼物 我是打算给您送去的 但是您的电话打不通 我正好去你家了 礼物 许梅只觉得好笑 目光淡淡地看着衣帽间 展示柜里华美的粉钻手势 淡淡说了句 那你再过来一趟吧 五点之前 对了 多带几个力气大的人 留住虽然不解 但还是很快就印象了 现在距离五点 还有两个小时 将这些手势收拾完 差不多了 这些粉钻 纵使许梅不喜欢 但还是觉得很好看 没有哪个女孩子 会拒绝这些华美的手势 但是这些好看的手势 就算是外出演出 她都没有带过一次 因为她不喜欢 陆之眼打着给她 送手势的理由 处处都留着简音的影子 就像这些东西 都是简音喜欢的 这半个月没见陆之眼 她好像想起她 渐渐只有厌恶了 从前那个 在记忆里美好的陆之眼 护着她的陆之眼 早就死在过去了 死在遇见简音之前 许梅花了半个小时 就收拾好了 所有陆之眼赠送的东西 基本只有手势 毕竟其他的 她都不知道 她喜欢什么 留住来的时候 许梅一开门 没有接过她手里的东西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先进来吧 留住虽然不解 但还是进来了 身后跟着一位 看上去像是保镖 既然这样 许梅就放心了 留住一进门 就看到客厅的茶几上 堆满了华丽包装的手势 每一件她都眼熟得很 都是从前送给许小姐的东西 留住忽然有一种 许梅没有给她们倒水 也没有客气地让她们休息 只是开口说 留住 我们也认识很长时间了 这些东西 你今天就一并带回去吧 这些手势 虽然拆了 但是我一次都没带过 不影响送给别人 留住微愣 尴尬地笑着 那个 徐小姐 这件事 陆总知道吗 许梅站在原地 微微抬起下巴 留住一瞬间感觉 徐小姐好像变了很多 陆总 陆总知道 与否有什么关系吗 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再和她说一声 那天给她发的消息 都是认真的 以后再不纠缠了 第二十章 本事大了 她真是这样说的 陆只眼在电话里问道 声音听上去 就是带着怒气的 虽然很不想 惹陆总生气 但留住也没办法 她和保镖两个人 拿着大袋小袋的手势 直接被许梅赶了出来 是的 陆总 许小姐将之前送的所有东西 都一并还了回来 还说她 从来没有带过 而且她还说 她很讨厌这些手势 这些粉钻是简小姐喜欢的 不是她 留住的声音越来越小 总感觉下一秒 陆总就要砸手机了 她刚才听到许小姐 这样说的时候 也是吓了一跳 毕竟从前许小姐 从来都没说过她不喜欢 不过简小姐 她也不是很喜欢 看上去就是很有心机 倒是不如许小姐对陆总好 一想起刚刚被赶出门的时候 她看到许小姐脖子上的 粉钻项链时 还问了一句 您不是也带着粉钻吗 您应该是喜欢的 她的意思是 守恃无罪 不要把对陆总的怒火 牵到无辜的手势上 只见许小姐微微一笑 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 粉色草莓项链 淡淡道 这个不一样 我就是单纯讨厌 陆只眼送的东西 当然这句话 她没有和陆总说 不然陆总真的会爆发吧 真是长本事了 许梅这次真是好样的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留住还在困惑 这些东西怎么办 陆只眼的短信就发过来了 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收回的道理 想办法给她 留住看到后 只好顶着脑袋给许梅打了电话 这倒是在许梅的意料之中 还有什么事情吗 留住 那个 许小姐 陆总说了 这些东西您务必收下 不然我不好交差的 许梅想了想 倒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这样吧 明天送到我乐团去 听她这样说 留住顿时就放下心来 好的好的 明天一定送去 心里想着 还是许小姐好说话 许梅看着书架上的小玩意 小心翼翼地收在小箱子里 整理好之后 许梅给李安安打了个电话 安安 知不知道简英住在哪里 简英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会是要去打人吧 等我回去再去啊 看我不给她点颜色看看 没有 只是有些陆只眼的东西 想还回去 她不要 那我只好送给简英了 毕竟他们是一对 不是吗 李安安没忍住 大笑出声 没想到啊 许梅 杀人诛心 你还是有一套的 我等会发给你 简英收到东西 肯定会高兴的不行 陆只眼自然也不会告诉她真相 但是除了首饰 还有一个限量款的包 这个包她只背过一次 在陆家的一次酒宴上 如果简英还记得的话 那可就精彩了 陆只眼既然你不要 那她就只好用她自己的办法解决了 她不是什么爆发户 不会随口说出 不要就丢了 好东西 自然是要物尽其用的 收拾完这些东西 薛层也刚好打了电话过来 解决完了吗 嗯 解决好了 那我去接你 顺便去买菜 许梅微微一顿 随后硬了下来 处理完陆只眼的杂物后 心情难免不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薛层说 买菜回家的时候 她会心口一暖 好像真的有一种家的感觉 薛层来得很快 二十分钟就到了 看到许梅抱着一个箱子 她二话不说 就下来接了过去 放在后备箱里 上车后 她才开口问了句 问清楚了吗 是什么人 有危险吗 许梅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认识的人 陆只眼的助理 说完这句 手机微微震动了一下 一条陌生的消息 许梅你本事大了 把我所有联系方式 都拉黑了 要是还想做陆夫人 就好好的 别做 一看就是陆只眼的消息 做吗 她这样算做吗 她轻笑一声 顺手打了一条过去 你也别做 陆夫人给简音做 我不要了 先脏 发完 顺手将这个号码 也丢进了黑名单 薛层看到 她在发消息 没问别的 只是继续说道 她的助理 去你家干什么 送点给人添堵的东西 薛层 收了 她自然知道 陆只眼的助理 来是送什么 自然是陆只眼 吩咐过来送的 手心不自觉地 发了点汗 不想听到 自己想的那个答案 许梅 都说了给人添堵 我还收了干什么 顺便把以前的东西 一并还了回去 薛层闻言 心里输了一口气 顿时心情都好了几分 但嘴上 还是不依不饶的 也遇到 还回去了 不心痛 应该都是好东西 许梅歪头看着她 不知道怎么的 总觉得她的话里 带着点酸酸的味道 我要是收了 不把东西还回去 那不是给你戴绿帽子 薛总希望我留着 许梅反问道 话语间带着几分戏血 薛曾笑了笑 自然不希望 我希望我老婆 对我是身体和精神的 绝对忠诚 那些小玩意 薛夫人喜欢的话 自然少不了你的 她的目光直视着她 眼眸里全是坚定 许梅眨了眨眼 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我 我肯定是忠诚的 薛曾伸手在她后脑上 揉了揉她柔软的发丝 手指碰到她细腻的脖梗 柔软 她很喜欢 就像每晚睡觉 就算身体难受 也喜欢抱着她一样 我对老婆也是一样 身体和精神的绝对忠诚 说完传来她悦耳的笑声 许梅觉得 很好听 目光看着窗外倒影的路灯 嘴角微微向上 到超市的时候 薛曾简单拿了些晚饭 要做的食材 就带着许梅去了零食区 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去挑挑 许梅看着眼花缭乱的零食 只是简单拿了一些 不多 薛曾看着购物车 空空荡荡的 又拿了一下 放在购物车里 许梅看着购物车里的东西 基本都是她喜欢的 目光微微看着她 看来薛总和我的口味相同啊 薛曾淡然一笑 我不吃零食 许梅的指尖一顿 那你给我拿的呀 薛曾扬梅 眼底的不羁和洒脱 让许梅不得不说 她真的很帅 不然呢 小草梅 除了你还有谁 那么爱吃零食啊 那回上学的时候 就说你抽屉里的零食不断 真不知道 哪个不死心的追求者送的 许梅眉目微宁 想了想她说的话 反问道 那不是陆之眼放的吗 毕竟那些东西 她的确见陆之眼买过 她就一直以为是她放的 毕竟那会儿 两个人关系还没有那么僵 陆之眼对她 也像是妹妹一样 薛曾冷笑一声 她会那么好 她只给剪音送过 啊 许梅微微抬头 继续问道 你怎么知道 薛曾不屑地随口而出 高中那次和她打架 就是因为她说了 你一些难听的话 薛曾清楚地记着 那回陆之眼和几个好友 毫不顾忌地说着许梅的坏话 说她是脱油瓶 第21章 小脱油瓶 许梅被她的回答 惊得在原地没有说话 薛曾说完 刚准备去牵她的手 就发现有些不对 下意识想到 刚刚说话的时候 光顾着想 那会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注意到 当时陆之眼说的话 有多难听 她心里一顿 有点不知所措 但还是伸手抱了抱她 摸了摸她的后颈 六年未见 她基本上 没有见过脆弱的许梅 可偏偏见到了一次 却是因为她 她很后悔 刚刚说话没有过脑子 她喉结微滚 薛曾不是很会哄人 但还是小声说着 那个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我不会说话 你别生气 她看着许梅 一直没有说话 不敢低头去看她的脸 害怕看到的 就是泪眼婆娑的模样 现在后悔的不行 也顾不上 是不是在超市里 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哄她 不哭了宝贝 许梅微微推了推她 有点呼吸不过来 声音小小的说 我 我没有哭 你先松一松 她刚才也没有伤心 没说话 只是在想事情 直到听到薛曾说了句宝贝 她才回过神来 整个脸红扑扑的 听到她说没哭 薛曾才放下心来 低头去看她的脸 的确没哭 就是有点红 的确没哭 就是有点红 是热的吗 许梅转过头去 是你抱太紧 呼吸不过来 可不就是脸红吗 她才不会承认自己 是因为听到她说 宝贝才脸红的 薛曾一下就明白过来 一边笑着 一边拉着推车 跟在她身后问她 那你是不是听到 我叫你宝贝才脸红的 许梅顿住脚步 瞪了她一眼 你胡说什么东西 现在还在超市呢 闻言薛曾微微收敛了点 但还是小声地说了句 叫宝贝有什么脸红的 又不是叫你老婆 她被她哄闹得 恨不得在她脚上踩一脚 最后还是咽下去了 许梅觉得 她真的是欠薛曾的 但她自己丝毫没有注意到 刚刚那点不开心的情绪 早就在她调弄的情绪中 烟消云散了 到家后的薛曾 直接去了厨房 许梅还想着 要不要打个下手 结果就被薛曾推出厨房 她一字一顿道 好男人的标配 就是要会下厨 油烟对皮肤不好 你出去歇着就行了 原本还想说 其实她就算不会做饭 也算是一个好男人了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毕竟薛曾这人 一点夸奖就能上天 她拿着从那边 带过来的小箱子 进了房间 箱子放在衣帽间里 却没有打开来 脑海里回想了一下 刚刚在超市里薛曾说的事情 她替陆之眼去道歉的事情 她记得很深刻 因为那会儿有一小段时间 有人说 羡慕陆之眼 有这样一个保姆级的妹妹 打架都有人去帮忙道歉 后来几个带头的人 被人收拾了 就没有继续说了 她一直以为 就是陆之眼干的 那天是萧瑟秋季的一个午后 空气里都带着四凉风 她听到别人说 陆之眼和人打架了 她立马就到医务室去了 到了之后 就看到陆之眼的 拳骨上挂了彩 一旁的薛曾 嘴角都渗着血 看着 似乎薛曾伤得更重一点 她直接走到陆之眼的身边去 问了几句 她记得很清楚 陆之眼说的是 我不过是和别人说话 薛曾就在一边开始嘲讽我 我没远处揍了她一拳 许梅压根就没注意到 陆之眼是说什么了 被薛曾嘲讽 只记得陆之眼说 她先打了人 对方如果要追究 恐怕不太好 肯定会被陆伯夫陆伯母说的 许梅那回和陆之眼关系还行 虽然她已经和简英在谈了 但是许梅也只当她是哥哥而已 三个人都还算融洽 许梅听了陆之眼的抱怨 自然就到了另外一边去和薛曾谈了谈 她看到挂彩的薛曾 第一想法就是 这人就算挂了彩 却丝毫不影响颜值 但顾念着陆之眼的事情 只好和薛曾说 这件事是陆之眼的不对 但是如果不是你出言不逊 她也不会打你 那会儿的薛曾忍着脸上的疼痛 扯着笑说 许梅 你真是出息 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 她说你 最后的话没说出来 被她咽了下去 她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气得不行 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 最后薛曾说 你确定要给她道歉 许梅点点头 薛曾最后背对着她说了句 我不会做什么 你回去吧 那之后 薛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找她 两个人也没有吵架 相安无事像陌生人一样 过了半个月 平时的薛曾 一天不找她点事做 就嫌得很 只有那段时间 像是生气了一样 没有找过她 许梅那会儿觉得她大度 脑子也有点乱 丝毫没有注意到她生气的理由 今天回想起来 薛曾说的 陆之眼说了不好听的 有多不好听 她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她嫌弃她 所以薛曾才说了陆之眼几句 最后被陆之眼打了 在最后 她这个当事人 还过来给她道歉 怪不得那会儿的薛曾那么生气 怪不得她在医务室 会说那些话 许梅笑出声来 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道 许梅 你可真的是传到家了 只是薛曾为什么那会儿 会因为陆之眼的几句话 而出言不逊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 那会儿的陆之眼 就已经嫌弃她了 那会儿抽屉里 源源不断的零食 不是她送的 那想来收拾那几个 出头的散播流言的人 也不是陆之眼干的 那会是谁呢 薛曾吗 她这样想着 走到客厅一角 看着 在厨房忙碌的薛曾 心里好像空了一块 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 被她遗漏的东西 她拿出手机 登陆了许久 没有登陆过的QQ 打开高中的班级群 那几个散播流言的出头鸟 那会儿就是他们班上的 她正找着群里的人 结果群里就冒出了一条消息 是那会儿的班长 李全 at群体成员8月3号 是班主任的六十大寿 也是我们所有人毕业七周年 所以在此 我打算请群体同学 在8月3号与锦明饭店聚会 同意的请回复 许梅只见一顿 还真是巧合 既然这样 有些事情就到时候说吧 好在简音和陆之眼是隔壁班的 和他们不是一个班的 这样就算她和薛岑一块出席 也不会遇见那两个人 许梅嘴角一弯 在满屏的同意里发了一句 许梅 同意 在她的消息后面 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薛岑 同意 许梅抬眸就看到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菜 而餐桌旁的薛岑也抬眼看了过来 一瞬间目光对视 第二十二章 家庭主夫 愣着干嘛 过来吃饭 薛岑的围裙还没取下来 没穿正装的她 整个人像是退去了平日的伪装 没有清冷的外表 简单地笑一下 都会让人觉得怦然 许梅收起手机 往餐桌那走去 饭桌上 照就是她爱吃的菜 连着半个多月 只要薛岑在家 基本都是她下厨 做出来的饭菜 都能精准地 踩在她的喜好上 薛岑 你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她尝了一口这个辣子鸡 由衷地想要夸奖她 薛岑只是淡淡笑了一下 刚刚群里 发的同学聚会 到时候 我们一块去 薛岑问了一句 没有抬头 嗯 不是都答应了吗 许梅自然地回答道 但薛岑并不是这个意思 她继续说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一块去 那我们的关系 可能瞒不住了 那她说的暂时隐婚 自然是要暴露了的 这个问题 虽然许梅之前想到过 但是她一开始 打算瞒着的原因 就只是因为 不想让陆家人知道 到时候认为 她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 不好而已 现在她和陆之眼 分开也有一小段时间了 就算是去参加同学聚会 也不一定会被他们知道 毕竟不是一个班级的 陆之眼也向来 不会关心这件事情 没事 到时候有人问起 就直接告诉他们好了 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也没打算隐婚很久 许梅淡定地说道 说完后 抬眼看了下薛岑 她好像笑了笑 应该是高兴的吧 那你不怕被陆之眼知道了 听着薛岑的问题 许梅只是淡笑着摇了摇头 知道就知道了 没什么的 和你结婚之后 就和她断了 你怎么会担心 她知道 许梅怕她担心自己 还和陆之眼有联系 特别说明了 自己已经和她断了 看着许梅脸上的表情 平淡不能再平淡 薛岑才笑着说 我怕她知道自己 快娶回家的媳妇 现在成了我的 狗急跳墙而已 文言 许梅乐乐乐 语气中带着点自嘲 那你想多了 她大概巴不得吧 就算狗急跳墙又怎么样 还能比我和你离婚不成吗 这种事 陆之眼是不会做的 也不可能会做 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剪阴 不然又怎么会在她 拉黑了她一周多才发现呢 她无所谓的态度 许梅都已经习惯了 就这样淡然地退出她的生活 也挺好 少了不必要的纠葛 吃完饭后 许梅自觉地收拾了下碗筷去厨房 虽然说是薛岑 做饭她洗碗 但是都有洗碗机 她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她将碗筷放在洗碗机里之后 听到客厅传来不小的声响 薛岑正拿着吸尘器在打扫客厅 宛如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夫 许梅靠在门边上 嘴角淡淡地笑了笑 给李安安发了个消息 我发现 薛岑真的是个很好的丈夫人选 李安安 无语 光那张脸天天看着 就知道不亏了 上次寄给你的东西呢 用上没有 许梅垂眸看了一眼对话框里的消息 喉咙微微有点痒 她咽了咽 淡然地打着字 许梅 谢谢你的好意 我收起来了 微笑 李安安 你竟然不用 愤怒 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心思挑选的真品 你现在再不好好拴牢薛岑 到时候被人抢走了 你可就要后悔了 抢走 许梅双眼盯着屏幕看 第一次觉得 这两个字这么眨眼 但是不知不觉中 她似乎对薛岑 已经有了某种领地意识 就像是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块宝地 她在上面搭了屋 种了菜 在那块地里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馨美好 却在忽然有人说 这块地的主人是别人的一样 这样的感觉很不好受 她想起薛岑说的 她会对她身体和精神上的绝对忠诚 绝对是什么样的 口头的话 永远都是最不可信的 想要什么东西都是 要自己去争取的 从前是小提琴 后来是鹿之眼 虽然她在鹿之眼 这吃了六年的亏 内心都变得封闭起来 但是现在呢 对于薛岑 她要去争取吗 这个问题 许梅没想出一个答案来 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点失眠 她闭着眼 精神却高度地活跃中 她时不时睁开眼 看到微微泛黄的小夜灯 因为电量不足 灯光越来越暗 最后一次睁眼的时候 房间陷入了黑暗 薛岑还没回房间 这几天 她似乎都很忙 基本都是等 许梅睡着了她才上床 今晚因为失眠 她伸手摸了摸身边冰冷的床铺 心头不由地觉得空空的 她清掀开被子 不乏小声地去厨房 倒了一杯牛奶 脚步不受控制地 走到书房门口 抬手落在门上 没有敲下去 门内安静得听不见任何声音 不知道是房门的隔音太好 还是屋内本就平静如水 她轻叹了一口气 将自己脑袋里混乱的想法定气 轻声敲了敲门 没听见门内的声音 她转开把手推门进去 书房的灯光很亮 书桌纳的座椅上 薛岑靠在座椅上合着双眼 看样子似乎是睡着了 她轻声走过去 看了眼电脑屏幕 满屏的法语 不由地让许梅有点熟悉 她在法国的演奏比较多 对法语也有一点熟悉 只是薛岑的文件她也看不懂 她将牛奶放在笔垫稍远的地方 将小沙发上的毛毯拿了过来 准备给她盖上 毛毯还没落在她身上 椅子上的人就醒了 一手落在她拿着毛毯的手腕上 怎么过来了 她拧着眉心 似乎是因为刚才睡得不好 眼神都带着疲态 给你热了杯牛奶 敲了门没反应我就进来了 工作还没结束吗 薛岑的目光看了眼屏幕 顺手将电脑关了 啊 好 许梅转身正准备拿起那杯牛奶 就被身后的薛岑喊住了脚步 许梅 她回眸还没来得及问一句 只感觉自己手腕处 一阵轻柔的力量将她往后拉去 失去重心的她 落坐在薛岑的大腿上 姿态亲密的两个人 胸膛只有一拳之隔 第二十三章 你答应吗 许梅知道这样的距离 只要她一抬头 就可以看到薛岑精致的下颌 她心跳动得快要冲出胸膛 明明身前的人很老实 手没有乱放 也没有其他的因素 但仅仅只是坐在她腿上 许梅就快要溃低 那个 许梅 两个人同时说话 许梅微微抬起半个头 视线正好落在她的喉结上 颈侧的清津显露 随着她开口的嗓音 映入眼帘的是上下浮动的喉结 我们结婚多久了 许梅眼眸微闪 浓密的睫毛在灯光下 遮住眼眸的阴影 她的声音像是夜间清脆的水滴 静谧又清脆 好像 快半个月了 薛层抬手点了两下 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上面的时间是11点半 她低沉地说道 是17天零12个小时 许梅没想到她记得这么清楚 像是每天都算着日子一样 一瞬间 她有点恍然大悟 想起薛层说的 给她一周的时间适应 所以她是打算提及这件事情了吗 我没记得这么清楚 只记得是17号 也可以吧 明明在两个人的关系里 女生才是斤斤计较纪念日的日子 可到了她们 这似乎反了过来 我知道你数学不好 原谅你了 但是许梅 你是不是忘了之前说的 现在已经快三周了 你现在适应薛夫人的身份了吗 适应了吗 许梅在自己问自己 她也不清楚 薛夫人要适应什么 她反问了一句 薛层想了一会儿 一手落在她的后腰上 下巴轻轻落在她的肩膀上 面对这样的薛层 她似乎没有意料之中的排斥 甚至想抱着她 她慵懒地说道 自然是要适应一对夫妻应该的相处状态 而我们这样 太相近如宾了 许梅不知道她想要的夫妻是什么样的 她只知道 自己想要的夫妻生活 应该不仅仅只是相近如宾这么简单 不是相近如宾 那是什么 她飞红的唇半清气 声音传入耳中 喷洒出的温热气息 落在薛层的一侧脖梗上 薛层倾笑 你觉得我这样的人 会满足于柏拉图师的爱情 和你相近如宾过一生吗 我要的是相亲相爱 她悦耳的声音让许梅心头一软 许梅身体微僵 手指轻轻攥紧了她的衣角 半个月的同床共枕 她其实不排斥夫妻生活 她在慢慢接受薛层 自然会知道夫妻应该做什么 只是面对这件事 第一次的紧张还是不可避免 她暗暗地给自己一点勇气 过了一小会儿 采用着英宁的嗓音轻柔地问了句 那你今晚是想做吗 话音一落 她似乎感觉到薛层的呼吸一致 房间内的安静 连窗外的风声都听得见 双手扶着她的肩膀 低下头看着她的眼睛 明明是紧张的不行 却在刚刚能问出那样的话 薛层没忍住垂眸暗笑 她想要的 不是像做任务一样完成这件事 她要的是许梅心甘情愿 非她不可 彻底爱上她的时候去做 那件事应该是欢愉的 而她可以慢慢的 不急 所有事情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蹴而就的感受不是最美好的 所以许梅 今晚 我打算先吻你 你答应吗 许梅第一次见到这么温柔的薛层 薛层似乎平时那副毒蛇的模样 不是她一样 她似乎是低估了自己的颜值攻击 这么近距离的提问 任谁都说不出一句不字 她懵懂地点了点头 薛层弯着嘴角笑了笑 听见她小声的一句 好 一手扶着她的后腰 她低下头去 含住了思念了许久的唇瓣 轻柔地瞬息后 才小心地伸出舌尖试探 让她欲罢不能 许梅被吻的面色潮红 刚刚一瞬间附上来的时候 虽然身体僵住了 顺势勾住她的脖子 顺着她的节奏来 但事实证明 事实她实在是没有那么高的肺活量 许梅斜取着一丝丝的空气 让自己不至于撑不住 过了好一会儿 薛层才松开了唇 在抬眼 她看到她唇上渗出的一点点血迹 在灯光下 泛着红色的欲望 疼吗 她泛着潮红的脸 用着心疼的语气问她 薛层有点扛不住 舌尖轻舔失去 那一丝刺眼的红 口腔内的草莓味 被铁锈味取代 她压着嗓子落了句 没事 抱你去睡觉 许梅的身子有点软 衣服在她胸口硬了阴 她满脑子都沉浸在刚刚的场景里 一开始失眠的原因 烟消云散 薛层将她放在床上 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床上的人已经睡熟过去了 她身体温热 带着私欲室里的薄荷清香 揽住她的腰支 抱着她 轻轻在额头落下一吻 一夜好梦 一日醒来的时候 许梅只觉得脑袋昏沉沉的 伸了个懒腰从床上起来 拉开窗帘 二十三楼的高度 让她从窗外 看去跨江大桥上车流 如油一般涌动 她换好一身衣服洗漱后 才慢悠悠地走出门 薛层做好了早餐 坐在餐桌上 看到许梅出来 还换了一身衣服 看样子是要出门 她将面包上的草莓酱抹匀 递给许梅 开口问了句 今天要出门 许梅一口咬下面包 点了点头 上次独奏会结束后的假期到了 今天要去趟乐团 加了几位新人进来 我要去看看 作为对面的薛层 微微汗手 问了一句 我送你去乐团 许梅拿出手机搜了一下 猝着梅问了句 好像不顺路 你今天不忙吗 面前今天上午两个会议的人 淡定地点了点头说了句 不忙 许梅这才多云转音笑着道 好 两个人早餐吃得很快 默契地都没有提起昨晚的事情 许梅怕她迟到 匆忙收拾好之后 看到她领口处空落落地返回房间 给她拿了条墨绿色的领带 其实薛层平时都不打领带的 除非重要一点的场合她 才会郑重打扮好 平时戴的话 也只是松松地挂在脖子上装饰一下 严肃地打法她很少 她性格散漫 不拘于条条框框的模样 她才舒适 但是今天看到 许梅拿着领带的时候 她没有说什么 一路平稳地 开到乐团门口的后许梅 没有急着下车 你过来点 她开口说道 薛层挂好空档后 身子微微往她那凑去 许梅抬手将她的领口 又重新抚平了点 拿着领带套上去的时候 她低声说道 知道你不喜欢戴领带 但是戴了好像更帅点 薛层呼吸一致 领结收紧的一瞬间 她似乎感觉到 自己的心脏也剧烈跳动着 像是被什么 禁锢在一方天地里 此后新收了 只为许梅一个人跳动着 第24章 分别稳 薛层好像第一次觉得 继领带这件事 也不是那么抗拒 只不过取决于 这个继领带的人是谁而已 许梅整理好领带后 解开安全带 准备下车 抬手落在开门的把手上 时薛层淡淡念了声她的名字 许梅 她回眸 只见薛层一只手伸过来 勾住她的后颈 一只手解开安全带 整个人俯身凑过来 在她的额头上线上一吻 声音低沉 分别吻 许梅的心间一跃 额头似乎烫烫的 惹得脸颊都渗了温 她没说话 只是转身下了车 走到乐团门口的时候 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动着 好不容易等到稍微平缓一点了 她才松了口气 回过头 偷偷看了眼 刚刚削层停车的地方 车子刚好掉完头 许梅以为她 准备走了 谁知道驾驶座的车窗 缓缓降了下来 还没等看到里面的人 许梅就连忙转身进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一见到她 就会忍不住失去冷静 没过一会儿 门卫视的人来打电话说 有一个大件的包裹 需要她签收 许梅估计着 就是陆之眼的那些珠宝 签收后之后 许梅没有第一时间打开看 只是叫住那个快递小哥 这个包裹 麻烦你再寄到另外一个地方 快递小哥虽然困惑 但也不好说什么 许梅拿出手机 直接复制了 李安安昨天发过来的地址 洗水弯 许梅嘴角一勾但笑一声 竟然不是直接去月亮弯 有点搞不懂陆之眼的想法 她亲手设计的堡垒 却不是给剪阴住的 但许梅对这个 已经不感兴趣了 看到快递小哥 将那一大件包裹送上车的时候 许梅只觉得心情舒畅 她倒是有点期待 简英看到那些 钻石珠宝石的表情了 还有那只包 只要简英留意 是一定会注意到的 国内仅有的 一只粉皮的限量款 那只包 还是陆之眼为了哄她 特意花了大价钱买的 为什么哄她来着 好像还是她一个人 在家突发急性蓝尾炎的时候 给陆之眼打电话 却没有一个电话接通 第二天 陆之眼知道 她进医院后 这只包第三天 就送到了她的面前 其实她也不会生气 她很清楚陆之眼的德行 只是当时黎安安不在 身边似乎没有什么人 可以帮她 她才会执着地 给陆之眼打电话 最后还是救护车 比较靠谱 她笑着给黎安安 发了条消息 许梅 礼物已经送出 有点期待啊 黎安安 哈哈 那个小表杂到时候 肯定会气急败坏地 在朋友圈直播 到时候 我可要去看戏 简英喜欢在朋友圈 分享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也成了黎安安 看热闹的绝佳机会 她笑着收了手机 往乐器室走去 今天是乐团里 来了两个新人 一个也是拉小提琴的女生 另一个 则是拉大提琴的男生 其实 今天不需要许梅带他们 去参观的 只是另一个老师 临时有事来不了 这件事自然而然 就落在了许梅的头上 许梅一进门 就看到那两人正在聊天 不知道在说什么 有趣的事情 笑得正开心 她倾咳了两声 那两人才回眸过来 看到许梅 你们好 我是许梅 今天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那女生扬起一抹笑容 微微弯了弯腰 许老师好 我叫向琴 她叫向明 许梅微微汗手 仔细看了看两人的模样 似乎是有点相像 你们是兄妹 向琴笑道 许老师眼神真好 我们是兄妹 只是长得不太像 很少人会认出来 许梅文言淡淡笑了一下 其实她是觉得 向琴眼熟得很 只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但是她也不好意思多问 毕竟第一次见面 就问这样的话 多少有点不礼貌 好在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好 参观了一上午之后 三个人都有说有笑的 作为乐团的老人了 许梅提出 请他们去外面吃点 两个人自然是 不好服了许梅的面子 许梅选了家火锅店 许梅点了份鸳鸯锅 等着上菜的时候 向琴忽然开口问了句 许老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想问我啊 有什么你直说就行 你直说 就请我一定置无不言 许梅看着眼前的人 似乎和自己 也是一般的大小 心里却看得透彻 她只好直言 我就是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但是这样问的话 似乎太突兀了 向琴玩耳一笑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 见过我很正常啊 毕竟我去过你的独奏会呢 可能是在演奏会上见过我 许梅觉得 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她跟着欧野大师那段时间 在国外经常有演奏会 大概是哪次 音缘季会见过面罢了 原来是这样 只是没想到你在国外 会去参加的我的演奏会 还真是缘分 说完这句话 许梅手机想了一下 她垂眸看了眼手机消息 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相名 给向琴使了个眼色 手机上薛层的消息闪烁着 午饭要一块吃吗 许梅这才想起来 前段时间没有上班的时候 午饭薛层都是回家吃的 她指尖在屏幕敲击了几下 抬眼看了下向琴 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们介意多嫁一个人吗 向琴摇了摇头 向阳也是客气地说道 不介意 许梅这才删掉了 原本打好的字 重新发了一句过去 我在凤阳路的明日火锅店 你过来一块吃吗 还有我两个新同事 他们不介意 过了一会儿 薛层的消息发来 到了 许梅微愣 看了眼时间 这才过十分钟 她抬眸对着两人说了句 我去门口接个人 两人点点头 等到许梅走了 向阳才开口说了向琴几句 你有时候少说两句 别暴露了 向琴绝嘴 那我不是看嫂子好看吗 没忍住多说了两句 向阳无奈 摇了摇头 你最好控制点 等会看到大哥来了 可别这样 嘴上没个把门的 知道了 向琴说完 对着向阳摆了个鬼脸 两人刚说完 许梅就带着薛层过来了 薛层刚坐下 向琴就一脸笑意问道 徐老师不介绍一下吗 许梅看了眼一旁的薛层 但笑道 我先生 薛层 第25章 礼物 许梅说话的时候 薛层的目光正看着他 看着许梅牵着他的手 大方地介绍给别人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薛层微笑着说了句 你们好 向琴和向明 则是大大方方地喊了句 师公好 让许梅一下子有些不好意思 倒是薛层似乎对这个称呼满足得很 脸上的笑意不减半分 大家都没有客气 上菜后就开始边聊边吃 向琴目光一直在许梅和薛层的脸上徘徊 最后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 徐老师 你和师公真般配啊 这颜值以后生出来的宝宝 绝对颜值逆天啊 许梅涮着肥牛的手微微一抖 肉掉进了锅里 向琴的性格活泼 但是也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就开始聊起了孩子 只见薛层暗暗笑着 垂着毛子将锅里的肥牛捞出来 放在许梅的盘子里 不紧不慢地说了句 我也觉得 许梅 觉得什么 觉得以后 孩子得颜值逆天 他微微错愕地看着薛层 这人不会真的想要个孩子吧 虽然他们的年纪不大 但是生一个也不是不行 只是他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近几年的事业正好 他不想因为其他的事情牵绊住 如果真的要一个孩子 他希望是全心全意地去迎接他 快吃完的时候 薛层去结了账 趁着薛层不在的时候 相晴问了句 徐老师 您和师公是怎么认识的呀 许梅 我们是同学 相晴一脸艳羡 那么说是校服到婚纱咯 好浪漫 许梅脸上的笑意微微顿住 校服到婚纱吗 如果真的是 那孩子应该会打酱油了 他缓缓道 不是校服到婚纱 应该是久别重逢吧 他看着不远处 薛层西装革履的迈步过来 微微笑着 拿起手包担担道 我们走吧 薛层是开车来的 虽然这里离乐团不远 薛层还是提议送一下他们 许梅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到了乐团之后 相晴和相明先下了车 薛层叫住了许梅 相是有什么话要说 相晴眼力健好的很 立马拉着相明 就往里去 徐老师 我们先进去了 见这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进去 许梅才不紧不慢地问了句 怎么了 过几天同学聚会我有个应酬 到时候可能不能和你一块去了 估计会晚一点再去 许梅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结果就是这件事 他淡淡笑道说了句 没事啊 到时候结束了你再来 薛层 嗯 结束了再来 我们一块回家 许梅点了点头 下车前薛层说了句 下班接你回家 他扬起一抹笑 点头应道 好啊 简音收到快递的时候 还有些困惑 他根本没有买什么东西 但是看到寄件人名字 写的是鹿之眼的时候 他就签收了 也没有注意看寄件地址是哪里 拆开包裹的时候 他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整箱的珠宝 少说也有七八套成套的珠宝首饰 还有些零散的项链耳环 若不是看着都是新的 还有着包装盒 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假的了 说不喜欢自然是假的 他对着穿衣镜前 一套一套的是戴着 心里都是盛满的蜜糖味 忽然想到什么 从衣柜里拿出一套 白色蕾丝边的性感睡衣换上 戴上一套他最喜欢的珠宝 对着镜子拍了好几张 转手发给了陆之眼 音音 谢谢阿言我很喜欢 今晚过来我带给你看呀 此中什么意味清晰可见 简音看了眼手机 陆之眼没有及时回消息过来 应该是在忙碌 他也没有催促 毕竟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 这些珠宝 他心里暗暗想着 今晚陆之眼回来 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简音又换上了长服 拍了几张 发到朋友圈里 谢谢阿言 这真是我回国以来最大的惊喜了 满屏幕都是他佩戴 华丽首饰的照片 任谁看了 不说一句羡慕 只有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安安看到的时候 笑得前仰后翻 最后 笑到肚子疼才截图 发给了许梅 陆之眼开完会的时候 已经快下班了 看到手机消息的时候 先是一瞬间的气血翻涌 喝了几口冰水 冷静下来后 才放大照片 看了眼他脖子上戴着的项链 这个项链 他记得他好像没有送给简音过 送给简音的东西 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有印象 随后 翻到简音朋友圈的时候 他才拧紧了眉心 他什么时候给简音送了这么多东西了 难不成是刘助理暗自受益送的 他拨了通内线 刘助没两分钟就过来了 陆之眼将朋友圈点开 放到刘助面前 手指轻轻敲击了一下图片问道 这些东西 是你送过去的 刘助理凑近一看 就发现了端倪 这些不是他 今早给许小姐送到乐团 去的珠宝吗 难道许小姐转头送给简小姐了 这是什么神级操作 虽然觉得许小姐这一招很高 但是面前 这位爷似乎看上去不是很高兴 而且还不知道 他声音低了几分说道 这些东西 都是从前送给许小姐的 他似乎没有带过原封不动 送给了简小姐 陆之眼听后 只是淡淡说了句 你先出去 留住识相地立马出了门 刚把门带上 就听见里面东西碎裂的声音 陆之眼撑着身子 目光看着不远处 被自己摔在地上的茶杯 双眼愤怒地 似乎可以看出红血丝来 好你个许梅 这是诚心 和我过不去了 他深吸几口气后 刚准备给许梅打电话 电话屏幕上 就跃然显示了两个字 简音 他手指微愣 最后还是点了接通 阿爷 你什么时候回来 已经六点了呢 正常陆之眼五点就下班了的 难不成是在加班 而且消息也没回 让他不得不打了个电话过来 简音娇称的声音响起 让他眼前立马浮现出 简音曼妙的身姿 不得不说 那几张照片 的确勾起了他的欲望 心里的怒火降下去不少 声音也温柔了几分 今天开会比较晚 刚结束 准备回去了 文言简音声音又软了几分 好呀 阿爷 我在家里等你哦 第26章 玫瑰 陆之眼挂了电话之后 直接去了溪水湾 好在那些东西 都是新的简音看不出来 若是被他看出来 这些东西 都是许梅寄过来的 怕是会闹很久 虽然说许梅对不起简音 但是在未来陆家主母 这件事情上 他还是只能认许梅 不只是他的身世后 再加上他身后的许家资源 能帮陆氏再上一层楼 溪水湾里 简音做了一桌的饭菜 等陆之眼回来 听到门口停车的声音 他连忙走到门口 看到陆之眼的时候 连忙小跑过去 冲他抱了个满怀 陆之眼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意 目光看到 他脖子上的粉钻项链时 神色暗了暗 简音没有注意到 拉着他的袖子 走到餐厅 阿燕 我做了好多你爱吃的 快来尝尝 陆之眼看到一桌饭菜时 自然是感动的 但是最在意的 还是寄过来的东西里 有没有什么许媚遗漏的 万一被简音发现就不好了 今天寄过来的东西 都还喜欢吗 陆之眼说完 简音的脸颊顿时羞红了 声音娇软地说道 我知道你 欢迎我回国准备了礼物 但是也不用这么大手笔的 我心疼你花这么多钱 嘴上说着心疼 心里却乐开了花 但是好话 还是要多说两句的 陆之眼扯出一抹笑意 那些东西 有些是留住去挑的 带我去看看 简音不着急 拉着她坐下来缓缓说道 你先吃饭 等会儿菜都凉了 吃完我们再去看看 陆之眼只好硬下 两个人面对面坐下 一顿饭下来 陆之眼捉下的小腿 不知道被简音勾住多少次 早就被勾得浑身燥热 但还是想着那些东西 简音拉着她的手 带她去了衣帽间 所有首饰都被她 摆在了展示柜里 意义生辉 好看是真的很好看 简音的表现也看得出来 她很喜欢 只是为什么这些礼物 许梅一次都没有带过 脑海里闪过一丝 留住说的话 许小姐还说 她很讨厌这些首饰 这些粉钻是简小姐喜欢的 不是她 许梅不喜欢粉钻吗 那为什么之前 送她那么多次 还要表现得很开心 想了一会儿 陆之眼只觉得 这还是许梅在闹脾气 因为在闹脾气 所以才说不喜欢 她还是介意简音的存在 阿眼 阿眼 简音见她有些走神 喊了她几句 陆之眼这才回过神来 看到简音正戴着一条粉钻手链 问她好不好看 陆之眼笑了笑 很好看 但是脑海里 却浮现出许梅的样子 觉得她戴着 应该也很好看 陆之眼一时间觉得有些奇怪 今天怎么总是想到许梅 她觉得 大概是这些礼物的原因 她看了看这些珠宝 觉得没什么隐患 既然简音喜欢 就留在她这野心 看着简音言笑奄奄的模样 她一把手将她扯进怀里 低下头去亲吻她的唇绊 直到身下的人身子瘫乱 才悄然出声 拍照穿的衣服 再穿一遍 简音羞红了脸点了点头 一切都顺其自然 许梅这两天上班 都是削层开车接送 俨然像急了她许梅一个人的司机 这天坐在车里的时候 许梅看着她的侧脸 打开手机 偷偷将她的备注 改成了专属司机 甚至还截图发给了李安安 结果却得到了对面的炮轰 行了知道了 杀人别用狗粮杀 小心我克死他乡 许梅笑笑 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扫过 不会的 我会去给你收尸的 李安安 沉默 虽然嘴上读了点 但是李安安看到许梅消息的时候 的确是很开心的 她的小宝贝 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那副乐观开朗的模样 那个浑身充满了悲伤消极的许梅 好像在薛层出现之后就消失了 李安安第一次觉得 薛层大概就是许梅的真病天子了 薛层开车到家后 没有直接进门 而是去了后备箱里 拿了一束鲜艳的红玫瑰出来 怎么又买了花 第一天回乐团下班的时候 她就买了一束红玫瑰回来 结果今天又买了 那天的花还没限呢 薛层将花送进她怀里笑着说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看到花瓣有点开始枯萎了 作为薛太太 自然是要让你每天都能看到鲜艳的花 说这话时 她眼里闪着光 她的眼睛比手里盛开的玫瑰还要好看 许梅欣然结果 要说不心动自然是假的 只是她没看出来 薛层会是这么细心的一个人 进门后她看了眼桌上的红玫瑰 的确 开始有点卷边了 许梅又问了句 那你怎么放在后备箱 放在座位上 不是更让我惊喜吗 她刚说完 身后的厨房里响起水声 薛层将买好的菜放在水池里 出来用纸巾擦了擦手 才走到桌边 伸手轻轻摸着许梅的后颈 淡淡道 我想让你觉得惊喜的是我 而不是一束花 所以 当然要我抱着花送给你 才算惊喜 听到这句话 许梅的心头咯噔一下 随后剧烈地跳动起来 她没有开口 只是垂着毛子 看着手里的玫瑰 鲜艳又娇嫩 花瓣上还沾染着水珠 薛层 你为什么只送红玫瑰 空气里安静了两秒 随后就听见薛层的声音 缓缓道 大概是觉得 你会喜欢吧 很多人都会觉得 红玫瑰有点俗气 但是许梅不觉得 她很喜欢红玫瑰 很喜欢很喜欢 还有鲜艳的红宝石 她喜欢明媚妖艳 你要是喜欢别的 我再送别的 薛层淡淡开口 她修长的手指 从许梅的手里接过 小心翼翼地修剪好根筋 缓缓地放进花瓶里 许梅看着她 机械般重复的动作 却像是在看一场 艺术大赏一样 在她修剪好 最后一支时 花瓶里的红玫瑰 错落有致地绽放着 心里的玫瑰 似乎也在这一瞬间盛开 她微微抬头 轻轻点起脚来 在她下盒上亲了一口 声音轻柔地说道 不用换 我很喜欢红玫瑰 说完她转身离开 朝厨房走去 进去后笑着对薛层说了句 今晚我下厨 你负责收拾一下外面哦 薛层看着面前凌乱散落的 玫瑰根筋和叶片 垂眸笑了笑 思绪还停留在 下河处到的那一丝柔软上 许梅就像是她 平级土壤上的一朵玫瑰花 现在这朵玫瑰花 似乎给她带来了一片玫瑰圆 第27章 同学聚会 一日同学聚会时间定的是晚上 既是同学聚会 也是老师的寿宴 许梅自然是要准备一份礼物的 虽然说和这位老师 也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但是该有的礼数是少不了的 薛层早起的时候提了一句 今晚会晚点到 许梅应了声 就看到她拿过来的两个锦盒 里面一份是佛牌 一份是手镯 许梅一看就知道 薛层这事 将礼物都准备好了 她这样面面俱到 让许梅心口一暖 好像自从上次吃饭她口误 让她难受了一会儿之后 她好像再也没有毒舌过了 这更让许梅给她加分不少 八月初的天气还算炎热 许梅偷懒不想开车 再加上晚上可能也是 和薛层一块回来 就直接打车去了锦盟饭店 许梅到的时间不算早 刚下车的时候 就看见了个别以前同班的同学 样貌上都没什么不同 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认出许梅来 她自然也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许梅的脚步放缓了些 没有和他们同行 坐在大堂的时候 许梅也没想到会遇到熟人 许梅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时 许梅微微愣了一下 抬头就看见 贺玉坐在她对面 自从上次 在陆只眼办公室门口 见了一面之后 似乎也快有一个月没见过她了 好巧 她淡淡道 贺玉总觉得 今天的许梅似乎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上哪里奇怪 随口问了句 想通了 陆只眼说你 和她闹脾气 闹了一个月还没好 按照往常最多一个星期 许梅就不生气了 这次一个月 的确是让贺玉也吃了一惊 许梅只指淡淡一笑 她并没有想到 陆只眼还觉得 她是在闹 闹这个词 用在简音身上才合适 她顶多算是摆脱而已 我和陆总没有关系了 我已经和她说过分手了 是她掩耳盗铃了 贺玉听她说完 准备端起茶杯的手指 在杯壁上轻轻烫了一下 分手了 那恭喜你了 她倒是没想到会分手 不过这样的结果 她倒是很乐见其成 只是陆只眼的反应 有些让她困惑 想起之前陆只眼 还给她打电话问她 许梅生气了一个月 要怎么哄 贺玉只是嘲讽了她一句 活该 两个人没聊几句 许梅看了眼时间起身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贺玉点了点头 看了眼 许梅朝餐饮那边走去的背影 对着身后的小助理说了句 她的消费 等会儿给她免单 闻言 她又看了眼 是许家的那位小姐 她也见过几次 贺总刚收购完这家饭店 第一件事 就是给她免单 不由得让人多想 贺玉看了眼 小助理神游的样子 轻敲了下她的脑袋 想什么呢 她分手了 算是给一份分手礼物 许梅进门的时候 包间内杂乱的声音 顿时安静了一瞬 不知道是分开时间太长 还是怎么 大家似乎没有认出 许梅的模样 她大方地 走到老师面前说了句 老师 好久不见 我是许梅 说完 在座地才有几句声音响起 是许梅啊 好久不见变化这么大 对啊 像是变了一个人啊 还是很漂亮啊 老师微微点头 许梅走到她身边 从包里拿出那两份礼物 弯着腰递给老师 声音有点轻 老师生日快乐 来得匆忙一点心意 老师接了过去 汉手笑了笑 有心了 只是这两份 许梅娃儿 还有我家先生的一份 薛层的 他今天还有应酬会晚些过来 我带他说声抱歉 说到他名字时 许梅声音小了点 这会儿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相互寒暄上 也没人注意到 他在和老师说什么 老师的脸上 闪过一丝错愕 但还是开口道 在一起了 也祝福你 当年的老师颇为严厉 现在上了年纪 再看到老师 却觉得有一丝 岁月的温婉 和老师随意聊了两句 李全就让大家先入座了 不知道是谁开口说了句 不是还有薛层吗 再做一片寄聊 许梅刚准备说什么时 李全就开口了 他今晚还有点事 晚点才来 我们先上菜吧 听说薛层当年毕业 就出国 好像是为了回国外继承家业呢 继承家业 富二代啊 还真没看出来 不过他现在是真的火呀 现在毕业生谁不想 进封层科技啊 我还想着 今晚薛层来 能聊聊工作上的事呢 有什么聊的 人家靠的家业 你有没有背景聊了 也是白费心思 但是搭上点线 也是好的啊 餐桌上的交流声 此起彼伏 许梅虽然想当作 左耳进右耳出 但是有些话 的确是有点难听了 他抬眼看了下 那个说话难听的人 还真巧 这不就是那个 当年开头传达谣言的人吗 他笑了笑 大家伙快吃完的时候 许梅才放下筷子 朝着那人说了一句 张明 那人聊得开心呢 听到许梅叫他 不知道是喝得有点多了 还是怎么 面色有些红润 许梅 你叫我 他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就是有点事想问问你 就是时间有点久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张明有些困惑 但还是说了句 啥事啊 毕业这么久 才想到要问我 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啊 他带着玩笑的意思说道 但是在座的 都看出来 许梅皮笑若不笑的表情 一旁的人拉了拉张明的衣袖 结果他丝毫没有反应 许梅则是直接开口问道 当年班级里 有一些我不好听的谣言 我记得是从你这开始传出来的 我就是想问问 后来你是被谁收拾了 才闭嘴的 他说的面不改色 心不跳 就像是在问他 今晚饭菜如何一样 张明喝得有点上头 还在乐喝着 还能有谁啊 不就是今晚不在场的那个 出了烫国度了精 就不把我们老同学 放在眼里了 和当年一样 狂妄 在座的顿时安静下来 谁也不知道 这个张明喝多事 这副模样 都不敢上前说话 只见许梅拉开座椅 走到张明面前 拿起他桌上 刚刚被他倒满的酒杯 轻轻摇晃着 善笑了声 牛角牡丹 话落直接满杯酒泼到他的脸上 笑着问了句 清醒了吗 第28章 维护 张明被一杯酒泼的顿时 清醒了一点点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胡话 看了眼在座的各位 都是面露难色 他咽了咽喉 我说错什么了吗 许梅拿起桌上的纸巾 擦了擦自己手上 被溅到的酒渍 面上依旧是一副 人畜无害的笑容 以前 你说那些难听的话 我没有计较 只是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这嘴 还是一如既往地 让人不爽 看来你是醉了 帮你醒了酒 早点回家吧 这话一说 张明就听出来了 这是再赶他走 他愣在原地 刚准备问一句 凭什么的时候 老是开口了 张明啊 喝多了就回去休息吧 小全啊 你送送他呢 老师一说 张明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今天还是老师的寿宴 李全也只好拉着他 走出了包厢 许梅对着老师赔了笑脸 不好意思了老师 做了点扫兴的事情 不如这样 等会我请大家去唱歌吧 大家都笑着硬下来 老师自然也明白 许梅的意思 刚才许梅的做法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好好的同学聚会 在饭桌上 听到有人一个劲地 说自己先生的不是 如果是他年轻的时候 怕是直接掀桌子了 老师汗手 既然这样 让你破费了 许梅 没事的老师 大家玩得开心最重要 许梅趁着出来 上位生间的空隙 准备去结账 结果就听服务员说 他们老板给免了单 他以为是薛层 但是一想又不对 薛层没有设计饭店餐饮的 他开口问了句 老板姓什么 结果那服务员也不知道 回到包厢的时候 手机收到了一条贺域的消息 今晚随便吃 算是分手礼物了 许梅笑了笑 回了句 谢谢 吃完饭 大家准备转移占地 许梅在路上 给薛层发了KTV的地址 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 发完后 他又问了一句 应酬怎么样了 对面没有回话 一直到了KTV之后 也没有消息 他又发了一下包厢号 就将手机放回包里了 薛层看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他连忙回了句 结束了 他看了眼地址 倒是离他这里有点远 估计过去还要20分钟 好在今晚没喝酒 只是几个人话多了点 说个不停 薛层赶到包间的时候 就看到许梅在几个人中间 眉眼弯弯地笑着 手里的头中摇个不停 这副模样 和多年前的许梅 微微重合 他开口对着屋内的人说了句 不好意思来迟了 包厢内的几人看到薛层后 都开始起哄 说来晚了 怎么也要多喝几杯 他都委婉拒绝了 说等会要开车不方便 大家也不好意思硬惯 许梅听到薛层的声音时 抬眼看了过去 手里的静用的大了点 落了一头在地上 身旁的女生起哄道 掉头了 喝酒喝酒 许梅笑着摇了摇头 端起桌上的半杯酒喝了下去 薛层看在眼里 眉心微拧 他坐在一旁 目光时不时地朝许梅那看去 好在后面没有继续喝了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老师才开口说 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吧 大家嬉闹着慢慢走出去 刚在包间里 还没有什么醉意 出了门吹了点风 许梅倒觉得有点醉意了 李全看许梅的步子有些不稳 开口问了句 许梅你是不是醉了 需不需要找人送你回去啊 许梅摆了摆手 他刚刚看到薛层去开车了 他摇了摇头 笑着说了句 没事 谢谢班长 有人来接我的 他扭头看了下不远处的车间禁 抬手指了指说道 车来了 班长再见 李全点了点头 就看到许梅开门上车 车内闪过的一瞬 他看着驾驶座的 似乎是薛层 但很快又觉得 是自己的错觉 许梅脑袋沉沉的 又觉得晕晕的 上车后勉强扣上安全带了 就歪着脑袋瞇着眼 像是睡着了一样 薛层轻声喊了喊 许梅 梅梅 小草梅 连喊了三声都没反应 看样子是睡着了 薛层的车速降了降 让他睡得稳一点 到家后 他亲手解开安全带 许梅整个人 就像梅骨头一样 滑倒在他的肩头 薛层淡淡笑了笑 小酒鬼 也不知道今晚喝了多少 抱到房间后 薛层才意识到棘手的事情 这喝醉了 衣服要怎么换 还有洗澡 他轻叹了口气 想了想 还是下楼去煮了碗醒酒汤 煮好后 还放在冰水里降了温 一直到入口不烫的时候 才端上去 薛层将醒酒汤放在床头上 将人扶了起来 瞇了一小灰的许梅眨了眨眼 醒了点神 声音压压地喊了句 薛层 薛层应了一声 端起桌上的醒酒汤 送到他嘴边 喝点醒酒汤 他声音温柔得 比今晚的风还要轻柔 许梅点了点头 撑了撑自己的身子 缓缓地喝完了 整碗醒酒汤 薛层知道 效果没那么快好 开口叫了叫他 给你卸妆 等会儿好点了 再去洗澡 许梅依旧是点了点头 薛层小心地把他放下来 转身去卫生间 拿了些卸妆的东西 他的手很轻 轻到不像是在卸妆 到像是在描他的骨像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薛层才开口道 好了 现在还难受吗 喝了醒酒汤之后 他已经好了很多了 他点头眉眼弯弯的 脸上的红润 因为卸完妆更加明显了 声音娇软可爱 好多了 谢谢你啊 薛层坐在床边 拨了拨他眉心的发丝 要洗澡吗 自己可以吗 可以的 许梅这会儿 已经醒了一半了 洗个澡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我站在门口 有事就喊我 薛层在衣柜里 给他拿了一套睡衣 放在卫生间里 许梅坐在床边 醒了醒神 才慢悠悠地走到浴室里去 没一会儿水声响起 薛层就靠在门上 过了好一会儿 里面忽然传来一声 薛层 怎么了 许梅抬头感受着 水珠落在自己脸上的感觉 想到刚刚吃饭时 张敏说的话 高中那会儿 张敏说我坏话 你为什么要去收拾他 门外的薛层 微微晃了晃神 脚尖顶了顶地面 轻叹一口气 就是见不得 他们说你坏话 里面没有继续说话 过了一会儿 里面的水声断了 许梅出来的时候 正擦着头发 看着薛层 还是一身正装 他淡淡道 快去洗吧 洗完帮我吹头发 他眼眸含笑 眼前像是含了一层雾气 他喉结微滚 好 第二十九章 醉酒 薛层冲了的冷水澡 冷水扑面下的时候 他想起刚才在KTV的时候 他们说的话 许梅泼了张敏一杯酒 甚至还将他赶了出去 只是因为 他说了几句自己的不好 言语间 好像都是对他的维护 薛层不得不承认 他听到的时候 没出息地笑了 这是不是也代表着 在他心里 自己也有着一席之地了 在浴室里待了不到十分钟 他就出去了 想着许梅还等着 让他吹头发 没在浴室里多戴 许梅看到薛层出来的时候 没有穿睡衣 只是用浴巾 将下半身裹了起来 精壮的人鱼线和腹肌 加上带着水珠的发丝 一滴一滴水珠 顺着肩膀流下 许梅感觉多看一眼 都是自己转了 只见薛层拿着吹风机走过来 许梅坐在座位上 一下都不敢动 镜子里的自己 微微往后 靠一点 就能碰到他的腹肌 耳边吹风机的风声 呼呼作响 耳根在发丝的遮挡下 渐渐泛红 想摸 薛层关掉吹风机后 开口问了句 许梅还没明白过来什么意思 就见他继续说道 看你一直盯着看 以为你想摸一摸 试试手感 他垂眸目光 看了眼自己的腹部 许梅顿时明白过来 他羞难个脸 连忙起身出了浴室 他刚才的目光 有那么直白吗 薛层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床上的被子 都被许梅卷走了 活回一个小残涌 躺在床上 他笑了笑伸手 扯了扯被子 被子都不给一点 化落床上的人 转了个身 露出一小脚被子 薛层直接上手 将被子扯了出来 被子里的人 一下就露了出来 面色红润的 像是熟透的苹果 他揽了揽他的腰 两人的距离 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一拳不到的距离 让许梅想到 那天在书房的一个深吻 他眨了眨眼 一下子有些紧张 双手抵在胸前 小小的人 拳着的时候 某处露出的风光 却被放大 薛层不是圣人 不会毫无感觉 他拉住许梅 抵在胸前的手 放在自己的腰上 两人都没有说话 薛层的目光 却让许梅觉得格外的炙热 鼻息间 还带着微微酒气 微醺的酒气 让气氛更加升温 薛层的双唇落下的时候 许梅没有太过惊讶 像是整个人借着醉意 腻在他的纹里 明明喝酒的是他自己 可现在却觉得 醉得厉害的是薛层 他缓缓将纹 别怕 我不碰你 可是我难受得很 帮帮我好不好 一吻下来 许梅的脸颊早已红透 许梅埋在他的胸前 点了点头 但是他什么也不会 嗓音微哑地说着 可是我不会 薛层只是捏了捏他的掌心 语气中带着满满的隐忍 我教你 之后的薛层 一句话没说 只是用行动表示 就是自己有一点难受而已 手太酸了 一日闹钟响起的时候 许梅伸手拍了拍 却只摸到一处温热 他眯着眼睛 看了看是薛层的脑袋 他连忙小心翼翼地收了收手 心里想着 但愿刚才那几下 没有把他拍醒 他拿着手机 捏手捏脚递下了楼 床上的人 在听到关门的声音后 睁开了双眼 倒是越来越可爱了 他睡眠本来就浅 有时候半夜都会被他闹醒 怎么可能刚刚被他拍几下 还醒不了 不睁眼 只是不想 他尴尬而已 不然一大早的 就能看到个扎毛的小草莓了 他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才起来 许梅烤了几片面包 将牛奶热了一下 洗漱的时候 看到手机里 有几条未读消息 惹眼的一条还是QQ群里 说张敏被公司开除了 许梅看了一眼就刷掉了 只觉得是活该 他退了QQ打开微信 就看到黎安的消息 图片 等着接机吧 图片上是一张回国的机票 许梅看了看 时间就是今晚的 十几个小时的航程 到的时候 应该是明天中午左右了 到时候 刚好可以带他去吃饭 只是不知道 薛层有没有空 薛层收拾好下来的时候 许梅便开了口 安安明天中午就到了 到时候我去接机 然后我们去吃饭 他眼眸微闪 手上抹着草莓酱 将抹好的一片 先递给了他 明天不太好 刚回来飞机上 应该挺累的 让他好好休息吧 我去定地方 后天请他吃饭 你还有什么朋友吗 要不要一块 许梅听后点了点头 飞时几个小时 的确很累 你说得对 那就按你安排的来 就请安安一个人 我朋友很少 薛层听着他说的话 心里却泛起一丝酸涩 明明就是在这个城市 长大的人 怎么二十多年 却只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他想到一个人 大概对许梅来说 朋友这个词 都是有阴影的吧 薛层没继续说话 只是吃完早饭后 一如往昔地送他去上班 陆之眼这几天 都是回的溪水湾 要不是助理送文件 送到了陆家老宅 还被陆母扣下的话 陆之眼大概 还是不会回老宅的 陆母坐在大厅里 看着助理端坐在一旁 开口问了几句 你们陆总回来多久了 小助理咽了咽口水 一 一个星期吧 陆母微微汗手 若有所知地说着 一个星期啊 门口响起开锁的声音 陆母视线过去 就看到陆之眼 一双长腿迈了进来 陆之眼看着 坐在一边的助理 伸手拿过文件 你先走吧 小助理连忙起身出去 陆之眼坐在一旁 伸手端起桌上的茶水 喝了一口 烈色 他淡淡说道 陆母则是冷笑道 是啊 我的好儿戏没了 自然没人来给我泡茶了 这些好茶放着也是浪费 你带走吧 陆之眼轻叹一口气 哄过了 这次脾气太大 都是你平时宠过头了 宠 陆母又笑了笑 笑声里带着些许不可置信 随手拿起一边的文件 慢条思理地 拿出里面的一张张照片 和文件数据 他摊在桌上 慢悠悠地说着 我倒是没有你宠这个人宠得厉害 陆氏海外每年过百万的支出 以知识医疗为名的基金协会 都是你为这个人办的 除了你个人的百万支出 基金协会的近千万医疗费用 也都是这个人的治疗 陆之眼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长情的人啊 怎么 当年我没把他赶走 你就以为是我的纵容啊 陆之眼轻看一下桌上的文件 丝毫也不失落 许梅说的 看来这次下了狠手了 陆母端起桌上的一杯热茶 就往陆之眼脸上泼去 水温不算高 只能算是温的 陆之眼你简直不可理喻 我告诉你 许梅这一个月里就回来了一次 还是和你断绝关系的 陆之眼 你真是蠢到 我恨不得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真这么喜欢 你娶了这个女人吧 以后我也不管你了 陆母起身头也不回地 转身回了房间 关上门之前 还神情冷淡地说了句 废物 陆之眼第一次看到 陆母发这么大的火 心里的确是不爽的 但心里又觉得 有什么事情 好像慢慢地脱离控制了 好像自己真得丢了 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第三十章 我去买个对借吧 许梅早上没什么事情 自己在乐团练了会儿情 就准备往机场去了 出发前给薛岑发了条消息 中午和安安随便吃顿便饭 你自己解决 薛岑看到的时候 只觉得一句话说得挺对 闺蜜才是真爱 男人都得靠边站 他轻轻摇了摇头 回了一句 好 玩得开心 说完后门外的助理敲了敲门 薛岑轻喊了一声 静 只见助理拿着一份文件进来 开口汇报道 薛总 这次的C代机器人 已经有人开架了 C代机器人 是封层目前研发的一款 人工智能机器人 算是市面上最为先进的一款 但是首发的还没有选好 发售的时间也没有定下来 这时候就已经有人开架 看来是真的很想要了 有谁 他淡默地说道 有灵氏药业 方和地产 还有陆氏集团 说到最后的时候 薛岑微微停住了笔尖 问了一句 陆氏 是的薛总 薛岑和上笔帽 直接微微转动着手里的钢笔 价高者得 他落下一句 他虽然的确不想要陆之眼得道 虽然说撕心作祟 但又觉得 私人的事情和公事 若是混在一起 说不过去 主要的是他拿不准许梅的意思 若是他看在陆家老宅的那几位 他直接回绝了 怕是许梅会生气 价高者得 比较公平 机场里人不多 许梅目光看着不远处 虽然说 也就快两个月没见李安安 但还是心里有些紧张 大概是因为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一会儿 看到渐渐有人出来 许梅目光在人堆里瞅了瞅 最后还是看到一个 拉着梅红色行李箱的人走出来 他高兴地喊了喊 安安 他跳起来招了招手 那人取下墨镜 立马撇开笑脸 拖着行李箱小跑过来 直接对着许梅 就是抱了个满怀 我的宝 我好想你啊 李安安一肚子苦水 急切想找个地方倾诉 但还是不忘多看了急眼许梅 总算是没有穿的清汤寡水了 看着许梅 今天卷着长发 唇上的颜色 虽然算不上太深 但也比之前的模样 好看太多了 你现在离了路之眼 审美都变好了 不再是黑肠纸小白裙了 李安安嘴上虽然言语着 但是许梅知道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黑黑笑着 就当我以前睁眼瞎了 我现在还不错吧 李安安仰着下巴高傲地说了句 现在 还行吧 许梅看他这副模样 伸手在他腰上挠了一下 打去我 李安安被挠了一下 立马败下阵来 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 别闹了我的大美女 对不起对不起 许梅顺手接过他的行李箱 一手勾着他手臂说道 我才不和你计较呢 说吧想吃点什么 我请客 李安安立马开口道 火锅 在国外可把我馋死了 我一定要吃个够 行 上车后看着这辆车 似乎并不是许梅之前的 那辆李安安开口问了句 这车不是你的吧 许梅笑着说了句 削层的 李安安安看着他一脸笑意的表情 似乎是猜到什么了 到了火锅店 两个人坐下来之后 李安安才继续问道 你和薛总看上去相处的 还不错吗 其实这段时间 许梅在微信上和她说的日常 就可以看出来 许梅其实对薛层 还是很满意的 甚至 还有点坠入爱河的意思 但还是当面问起来 比较容易判断 许梅想了想点头道 相处的的确还行 总之比陆之言好就行了 李安安却是叹了口气 只是可惜了我的那些宝贝 你都没用上哦 许梅一想到她的那些小衣服 就想到前天和薛曾干的那些事 脸上顿时泛起一丝红韵 也没开口说话 李安安倒是将她的表情看在眼里 这一脸少女怀春的模样 难不成是干过了 你和薛总 有没有深入交流啊 她试探性地问道 许梅连忙眨了眨眼 眼是尴尬 嘴上却结巴了一下 没 没有 李安安这就不解了 没干过都这么羞 难不成自己闺蜜 是个纯爱战神 小梅你不会是有点拒绝这件事吧 许梅和陆之眼之间 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状态 最多就是做戏一样的牵个手 稳估计都没接过 对于这件事 许梅自然是个小白 肯定是会有点心理上的抗拒 毕竟是个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人 但是薛曾可不一定啊 男人在这方面 就算没有感情基础 也忍不住的 许梅勉强地说道 我也没有特别抗拒 毕竟结婚了 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是薛曾说 想让我循序渐进地接受 李安安文言一脸困惑 循序渐进 他看着许梅的眼神 更加深了几分 难不成薛曾和许梅 都是个纯爱战神 他也没多想 毕竟是人家小两口的事情 吃过午饭之后 许梅想着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的 可李安安非要拉着他去逛街 他也不明白 一个非了十几个小时的人 怎么这么有精神 李安安只说 调时差行不行 你就说你赔不赔我吧 许梅自然是千万个愿意的 反正今天也没事 倒是他已经很少出门逛街了 上次逛街 还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要是没有李安安拉他出来逛街 他基本就是赖在家里的 可有些事情说来 就是有这要巧合 李安安拉着许梅 试了好几套衬身材的旗袍 按李安安的话来说 就他这种前秃后翘的身材 不穿旗袍 都是对自己的身材的不自信 许梅身上的气质很好 穿上旗袍之后 更添了几分风韵 店员都念着好 许梅也只好包了几件 逛街嘛 开心就好 逛到一家珠宝首饰店的时候 李安安看了眼许梅的指尖 空落落的 你和薛总没有婚戒吗 许梅停住脚步 眼神往一旁的首饰店看了眼 的确是没有婚戒 李安安则是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隐婚吗 自然没有婚戒了 也不知道薛总有没有准备 许梅听着 脑子里想了想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之前说要隐婚 这种可以代表自己隐婚的东西 他和薛曾都没有带 只是现在他也没打算隐婚了 我去买个对戒吧 第三十一章 还是别人送得好 李安安跟着许梅进了珠宝店后 好不容易挑中一款满意的 却在店员 问到尺码的时候愣住了 许梅不知道薛曾的戒圈尺码 这看中的对戒 也只好不了了之 就在出门的时候 听到身后一声熟悉的声音 娇称的一句 小梅 让许梅不仅有一丝生理性的反胃 还没回头 他就知道 身后的人是谁了 简英 还真的巧合 他和简英 也有个六年没见了吧 许梅能感觉到 自己手臂上 李安安的力道重了一点 一回头就看到不远处的简英 一身藕粉色连衣裙 和六年前的模样大差不差 谁叫这副模样 是陆之眼最喜欢的呢 有事 许梅并不想和他多说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恩怨 一两句都说不清 何必要在外面装作很熟络的模样 简英脸上挂着笑走上前来打招呼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怎么阿眼没陪着你一块逛街吗 他明知顾问道 许梅就算是一个月没见陆之眼 也知道简英这打的什么算盘 他目光落在他脖子上的一条粉钻项链上 淡淡一笑 T家三年前的限量款 陆总对简小姐 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啊 还有这包 挺好的 那款包也是许梅一块打包送过去的 看来是简英还没发现 简英听到 那就三年前脸色就变了变 陆之眼并不是会送过寄东西给他的 不过珠宝这种东西 也没有什么过寄不过寄吧 他依旧维持着脸上的笑容 这六年里多亏你照顾阿严了 阿严也说了你对他很好 就算花钱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呢 保姆两个字他没有明说出来 但是听力上好的人都听得出来 是什么意思 他抬眼看了看一边的珠宝店 他刚刚看到许梅从这里面出来 小梅 珠宝这种东西 还是别人送的好 你说呢 李安安一听这话 脸上的表情僵了下 随后梅忍住笑了一下 许梅看着简英 摸着自己指尖的粉钻戒指 回了一个笑容给他 丝毫没有生气 的确 珠宝这种东西 还是别人送的好 许梅很期待 有一天 简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 他送过去的 会是什么表情 只是不能亲眼见到 有点可惜了 简英有点尴尬 要是按照从前许梅听到这些话 多少会有些生气 可今天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难不成他和陆之眼 分手不是闹脾气 而是认真的 想到这个 可能他心情好了些 许梅说完 转身就准备走 可简英似乎还是没有打算放过的意思 伸手就抓住了许梅的手腕开口道 好歹也是朋友 不如一块逛逛 等过会儿 他就叫陆之眼来接他 到时候就知道 许梅是不是真的不在意陆之眼了 如果是真的他 驾进陆家的可能性 就更大了 谁知道他伸手刚碰到许梅的一瞬间 就被他甩开了 许梅的脸色骤变 像是碰到了什么极其厌恶的东西一样 简英 我们不是什么好朋友 不必假惊心地装成这样 你多碰我一下 我都觉得恶心 他的声音有些大 这会儿正是商场里人流量汇集的时候 周围满满围上来些许人 开始直指点点地谈论道 许梅刚刚那一句恶心 让不少人听见了 都在猜测着什么 简英立马委屈地说道 小梅 我知道你还在怨我六年前的事情 我知道 阿眼和你是青梅竹马 但是你也管不住 他会爱上谁啊 我们相爱是意外 可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 他一字一句 都在控诉着自己的可怜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无辜的人 他好像只是爱了一个人而已 他有什么错呢 李安安听周围嘈杂的声音 有不少人开始说 许梅的不是 而现在的许梅 似乎是因为 简英提到了过去的事情 整个人有点不在状态 李安安觉得 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简英 你很无辜吗 简英文言抽气着看着李安安 似乎在说 我不无辜吗 李安安冷笑道 全天下谁都无辜 只有你不无辜知道吗 你无辜就不会去刻意勾引一个 从小就有婚约的人 你无辜就不会在离开六年后 插足小梅的感情 你和谁谈恋爱 都是你的自由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有去阻挠 也没有说过一句不好 而你呢 分手了还不消停 人家都快领证了 你把别人男朋友 喊走去旅游去开房 你带着这些名贵珠宝 就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吗 蠢货 说完李安安牵起许梅的手 就往人群外面走去 许梅整个人都有点混乱 好像多年前的事情 又一次重复在眼前 原本好好的一切 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完美无瑕的音乐生涯 一次又一次因为简英毁于一旦 直到简英出世后很久 许梅都没有走出来过 许梅十八岁之后 每一年的生日愿望 都是同一个 希望简英可以下地狱 她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是什么恶人 更多时候 她都更加怨恨自己没有能力 小梅 小梅 李安安喊了几句许梅 她才勉强缓过神来 抬眼问了句 什么 你的电话响了 要不要接 许梅看着李安安递过来的手机 屏幕上的备注是两个字 薛层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接通 她知道自己状态不是很好 接的话 她怕薛层会听出什么不同 又觉得不接不好 喂 四点多了 逛完了吗 要去接你吗 我 我开车了 薛层浅笑一下 开车怎么了 我让司机送我过去 我开你的车回去 许梅觉得她说的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只好硬了下来 挂了之后才想起了李安安 她开口缓缓道 薛层说来接我 等会让她送你回去 李安安微微点头 行啊 我都可以的 李安安仔细看着许梅 似乎打完电话之后 表情微微缓和了点 该死的剪音 她今晚就喊人把剪音打一顿才好 第32章 8年 薛层来的时候 许梅已经被李安安逗得捧腹大笑 刚当那点小情绪已经好多了 现在的许梅 已经没有五六年前那么脆弱了 薛层迈着一双长腿 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时候 手里还拎着两杯奶茶 和她这一身正装的模样 格格不入 薛总好 李安安大方帝说道 薛层则是微微汗手 微笑道 好久不见了 李小姐 叫我薛层就好 她拿出一杯奶茶递给李安安 另一杯则是插好吸管 送到许梅嘴边 李安安看了眼自己手里的奶茶 就是普通的珍珠奶茶 而许梅的呢 她歪着头看了一眼 顿时就明白了 草莓甜奶啊 她什么都懂 但是她不说 只是薛层这样 倒是和她想的有些落差在 这副模样的薛层 就像是得到了珍藏的宝物一样 可是他们明明不是没有感情基础吗 上车后 李安安报了个家里的地址 薛层开车很稳 许梅才一会儿就睡着了 薛层觉得 大概是昨晚睡得晚 而李安安知道她 只是刚才精神消耗太大 见许梅睡得很熟 薛层才开口问了一句 刚刚逛街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李安安玩着连连看的手指 顿时一抖 不仅是被薛层这冷不丁的一句 吓了一跳 更多是好奇 薛层怎么知道 难不成她还派人监视许梅 薛层怎么知道 刚刚逛街出事了 薛层神色淡漠 只是想起前面打电话给许梅的时候 她的声音 听上去似乎是很平静 但是又有点过于平静了 就像是 经历了什么事情一样 强装的镇定 她这才开口 问了李安安 刚刚打电话 听出来了她说话声音不对 李安安松了一口气 解释道 就是刚刚遇到简衣那个贱人了 那个人你不熟 可能不明白 我们之间有什么纠葛 反正我和小梅都很讨厌那人就是了 那人说了几句话 刺激到了小梅 不过还好 小梅和你结婚之后 整个人和之前都不太一样了 她这样就很好 整整六年 她都没有劝到许梅离开那个人 而薛层仅仅只是出现了 就能让许梅放下过去的一切 不是巧合 不是偶然 是命中注定 我知道的 薛层淡淡说道 她目光直直地看着不远处的红灯 似是能看穿一切的犀利 啊 知道什么 李安安安不解地问道 薛层转头看了眼副驾驶的许梅 她睡着的时候格外地乖 让她的眸底都沾染了几分温柔 她声音轻柔地说道 知道你们过节很深 她这么多年过得很不好 我都知道 薛层说的时候 声音很轻 目光更是柔情似水 李安安从未见过这样的薛层 当年没有见过 后来在国外的消息中 听到的也没有这样的薛层 就像是她很了解许梅一样 可明明他们也是一样六年没见啊 李安安脑海里闪过一丝不可能的想法 她小心翼翼地问薛层 薛层 你说实话 你喜欢小梅多久了 她问的不是喜不喜欢 而是喜欢多久了 许梅身陷其中不自知 李安安不同 她是一个局外人的角度 看待许梅和她的遇见到婚姻 她可以很确切地知道 薛层喜欢她 只是 很久 喜欢她八年了 可能这件事对你来说 有点不可思议 但的确是真的 喜欢了八年 李安安说不吃惊是不可能的 但更多的是在她看来的无迹可寻 或许是她喜欢的太克制 藏得太深了 没有人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国啊 如果她早一点回来的话 是不是小梅这么多年 就不会过得这么苦了 薛层只是摇头 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 李安安没有继续问她 这件事 她不会告诉小梅 现在还是不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小梅现在知道的话 不一定会接受的了 下车的时候 李安安特意说了句 这件事 我不会和小梅说 但是你要保证 你会一直对她好 不然我就告诉她 你是个渣男 薛层笑着点头 这个李安安倒是和从前一样 但是好在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许梅的身边 薛层开回天狱的时候 许梅才微微醒了一点 还是因为一个姿势久了 身子有点麻 她声音软软的 像是有点没睡着的样子 到家了 安安呢 薛层扶着她换了个姿势 顺便开了一瓶矿泉水 给她醒醒神 李安安送她回去了 你睡得熟就没喊你 现在到家了 身上还麻不麻 许梅点了点头 懒洋洋地蹦出一个字 麻 薛层宠溺地笑了笑 下车走到副驾驶 打开车门 就将她抱了起来 那我抱你上去 你乖一点 帮我锁个车 许梅目光呆滞地点了点头 落下的手 在她口袋里掏了一下 摸到了钥匙 锁上车之后 她埋头在她怀里钻了钻 像是慵懒的猫咪 寻求一个慰藉 薛层低头亲了亲她的发顶 夜幕降下的时候 李安安可没有闲着 她好歹也算是有点小事理的人 上面还有个宠她的大哥 她躺在鞦韆上 懒洋洋地给自己大哥打了个电话 大哥 李虫声音听不出什么开心不开心 只是不对位地问了句 怎么 想起你还有个大哥了 嘿嘿 大哥我回国了 明天晚上一块吃饭呀 李虫冷笑 无事不登三宝殿 怎么了 借我几个道上的人呗 李虫 李虫 什么叫道上的 人家叫保镖 保镖知道吗 这话说的 别人还以为 你大哥是干什么非法勾当呢 行 你说的都对 那你给不给吗 你不是有联系方式 问我 挂了 说完李虫就挂断了 这还是 李安安记忆里 李虫第一次这么快挂断电话的时候 到那时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这人脉不用白不用 她找到那人的微信 点击那个黑白的头像 直接靠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话那头的人接通后 就看到手机屏幕里的人 肌肤盛雪 月光洒在她的肩膀上 略带几分性感 她连忙咳嗽了几声 李安安这才发现自己打成了视频 她好奇地嘟囔了一句 怎么打成视频了 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话 李安安就直接开口 算了都一样 李安安立马变了个态度 软着嗓音撒了个娇 楼哥哥 帮个忙呗 楼上的脸颊 立马红了几个肚 不自在地问了句 什么事 李安安脸色骤变 眼里都是冒着怒火的模样 帮我打人 套着麻袋 打到他妈都不认识最好 第三十三章 小礼物 楼上听到李安安要打人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李安安被欺负了 她直接从躺椅上站起来 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都在好奇 电话那头娇滴滴的女人会是谁 谁能让说一不二的楼家二少 这么生气 谁欺负你了 楼上的言语间变得严厉了许多 眼睛盯着屏幕看 似乎在找他脸上有没有什么伤口 李安安则是懒洋洋地说 就是看一个女人不顺眼 太贱了 看一次我就想打一次 楼上松了一口气 不以为然道 谁家的千金惹你生气了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李安安想了一会儿 虽然陆家比不上楼家 但是楼上在楼家的地位算不上高 为了简婴得罪陆之眼 这个陆家的掌中宝 而让楼上难做 是他不想看到的 不是什么千金 但是他有点后台 你别问那么多了 借我几个人就是了 楼上看着屏幕那头的李安安 知道多说无意 简单叮嘱了几句 就让他放手去做了 李安安安不是傻子 自然会选择一个月黑风高夜来干坏事 挂了电话的李安安 看了眼外面天空 唇角轻笑 乌云碧月 还真是个好日子 许梅睡了个好觉 梦里好像还隐约梦到了薛岑 回到高中时期的薛岑 脸上多了些野性和不羁的洒脱 他看着薛岑 拳拳倒肉地将张敏贴着强打 他自己也挨了好几拳 虽然是梦境做不得数 但是看到薛岑嘴角的血迹时 他还是不免地心里震动了一下 刚想上前 问他痛不痛的时候 梦就醒了 醒来后的许梅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是带着遗憾 还是庆幸 他下楼之后 就看到薛岑站在厨房里忙活 他走上前去 帮他把早餐端上餐桌 吃早饭的时候 许梅又不免地想到了那个梦境 你那回收拾张敏的时候 自己有受伤吗 薛岑握着勺子的手 微微一紧 许梅最近总是询问那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 他心里有点期许 又有点心慌 他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笑意 我怎么可能会受伤 就他那个身板 再来两个我也不会受伤 倒是你最近怎么老纠结这件事 我那会儿就是路见不平 也没想过 用这件事让你亏欠我什么 你要真惦记这么久 实在过意不去 倒不如想点别的补偿我 最后的几句话 虽然有点皮实 会让人想歪 但听他说完许梅倒是怂快不少 他也觉得自己 最近总是纠结过去的事情 越纠结 就越觉得自己以前有多蠢 天真的以为 陆之言以前 是真的拿自己当妹妹看 他冷哼一声道 才不要 吃完早餐之后 许梅洗碗的时候 电话响了好几下 薛层看着一直在震动的手机 想要按下接通的手 停在空中 对着厨房问了句 小草莓 手机一直在响 许梅看了眼客厅 薛层的手 正拿着她的手机 对着她摇了摇 她挪不开手 你拿过来 帮我接一下 薛层拿着手机 在电话铃声断掉的 最后一刻接通了 许梅刚准备问是哪位的时候 电话那头的人 就开始勃然大怒地质问道 许梅 简音的事情 是不是你干的 许梅洗着碗的手 顿时停住 她关掉了水龙头 转头看了眼薛层 脸上好像没有什么表情 她这才开口说道 你有病 简音怎么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陆之眼只觉得 许梅在狡辩 音音昨晚被人打了 她从国外回来 到现在 就指昨天 和你在商场发生了冲突 你敢说不是你 许梅失笑 首先 昨天在商场 我和她撞见 是她一直喋喋不休地缠着我 我话都没说两句 其次 怎么回国之后 就一定是我打的 就不能是她在国外 有没有抢什么别人的男人 被人蓄意报复了 陆之眼 她简音是个什么货色 要我亲自动手去打她 更何况 我要真想打她 她就回不了国知道吗 许梅 电话那头的人气急败坏 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握着手机的人 直接挂断了 许梅看着挂断的手机 抬眼好奇地看着薛层 只见她面不改色 也带着思好奇地看着手机 最后幡然醒悟般说了句 啊 不小心按到了 可能最近太忙了 这手有点抖了 许梅没说话 只是靠在水池边上笑了又笑 最后看着薛层走到门口后 说了句 还是你最懂 怎么让人生气 那话语 似乎带着思宠觅 薛层指尖在手机屏幕上 轻点了几下 最后也轻笑起来 简音被打进医院这件事 的确是让许梅有点惊讶的 但是稍微想了一下就知道 这件事是黎安安做的 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她第一次见识高中的薛层 后来就是步入社会的黎安安 她曾经说 能动手就不动嘴 昨天在商场大庭广众之下 不好动手 黎安安自然会找机会出这口气 只不过没想到她动作这么快 许梅在手机上问 黎安安的时候 对方只是发了一条 十秒的语音过来 语音内容就是 黎安安长达十秒的笑声 一想到早上 陆只眼那副模样许梅 也觉得解气不少 晚上薛层在玉和定了包间 算是请黎安安吃饭 许梅下班之后 没让薛层来接她 她随手找了个借口 说是要先去黎安安那 之后和她一块去愈合 许梅是要去找黎安安不假 但是去之前 她又去了一趟昨天那家珠宝店 昨天临走的时候 店员说是全店只有一套 她那会儿 要不是顾着不记得薛层的尺码 她可能当场就定下来了 今早她偷偷粗略地量了一下 基本能定下来 许梅拿着手势盒 走出店门的时候 心里也觉得满满当当的 只是她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是什么时候 开始对薛层的事 渐渐上心的 手势袋的时候心里纠谱了 笑着也遇到 我家许梅这是突然开窍了 许梅看着手里的东西 微微一笑道 就是一个小礼物而已 而且这段时间 她做得也蛮好的 一直过下去也不是不行 这话虽然是这样说的 但是黎安安看得出来 她说的过下去 只不过是简简单单地过下去而已 但是薛层要的 怕是不止这些 八年的暗恋她想要的是 许梅这一颗心的全部托付 这很难 但黎安安觉得薛层做得到 而且应该不远了 第三十四章 遇到了垃圾 吃饭前许梅 将那两枚婚戒 放在了自己的手包里 她还没打算在吃饭的时候 把这个给薛层 她心底里还是注重仪式感的 这种事情 她总觉得 需要一个正式点的场合 许梅和黎安安到愈合的时候 薛层已经在包厢里坐着了 黎安安自从知道薛层的心思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人越看越顺眼 但是又不好在许梅面前表现出来 黎安安一时间觉得这件事知道了 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看看 还需要加点什么菜吗 薛层将菜单推到许梅面前 许梅看了一看 就推给了黎安安 你看着点吧 黎安安说道 她和许梅的口味差不多 基本上盲点都是两个人爱吃的 许梅 那就直接上吧 薛层口味和我们差不多 这段时间以来 薛层每天做的饭 基本都能毫无插持地 戳中她的喜好 许梅对于吃饭这件事 已经对薛层深信不疑了 只是黎安安 微微瞥了一眼薛层 口味一样 怕不是某些人刻意去练成的 口味这种事 都是可以后天去改变的 这些看似正常的事情 大概就是薛层藏在细节里的爱意 黎安安顿时有些如坐针毡 最开始说 要薛层请客吃饭的时候 就是因为听许梅 说和薛层闪婚了 为了看看这个男人 到底有没有比陆之眼强一点 才说了这个借口 现在坐在这里 反倒有点给自己塞狗粮的意思了 黎安安直接拿起手机 玩起了小游戏 倒是许梅看着黎安安的举动 有些好奇 热场女王 怎么开始打起了小游戏 许梅略显得有点尴尬 只好开口说了句 我去趟卫生间 任何尴尬的场合 尿顿都是最好的借口 许梅出了包间 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平时和薛层两个人吃饭 反倒没有这么尴尬 只不过许梅没想到 来趟卫生间都能遇到认识的人 许梅 许梅刚出卫生间 就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说话的声音 一听娇嗔嗓气 许梅习惯性地皱起了眉头 这人是许梅很不想看到的 方叔 说起来当初还是他介绍两个人认识的 方叔是许梅高中时住校的室友 那会儿他和简英还是好朋友 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认识了 只是后来许梅发现 方叔经常和简英单独出去 还是背着自己的情况下 多少也明白点了 三个人的友谊 总有一个人是出局的那个 主要还是因为 许梅当时并不喜欢方叔 最开始还好心和简英说过 离方叔远一点 到最后 反倒成了两个人拿捏他的地方 甚至最后 还有人在背后说 许梅喜欢背后脚被人舌根 整个高中到最后 除了离安安 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了 许梅的脸色不是很好 毕竟这件事 一直是许梅心里的一个梗 到现在 他有多讨厌简英 就会比讨厌简英 更讨厌方叔 两个人的关系水火不容 许梅并不打算和他搭话 装作没听见 就准备从他身边走开 谁知道 方叔在擦身的瞬间 抓住了许梅的手腕 许梅 毕竟是同学 都不打声招呼吗 许梅知道逃不过了 只好挤出一个笑容出来 方叔 好巧啊 许梅一脸好奇单纯地看着他 方叔一时间困惑 刚刚他是真的没听见 对啊 好巧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许梅的脸顿时平淡下来 一字一句道 这里是餐厅 言外之意 来餐厅干嘛 这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方叔却丝毫没有夸下脸来 他可是最知道简英的人 他一回来 陆之言可是基本上 天天都在简英那里 许梅这个气负 现在不应该难过的以泪洗面吗 还打扮得这么光鲜亮丽 是打算吸引谁的注意力 听说最近陆之眼 一直都在简英那里 是不是对你有些冷大 你也别伤心 毕竟陆之眼的心思 只在简英那里呢 听说陆之眼 还送了阴阴很多珠宝 作为他回国的礼物呢 也不知道 你和陆之眼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收到过一份像样的礼物呢 方叔冷嘲热讽了一番 心情好了不少 许梅本来听到简英的名字 心情一下差了很多 但是听到方叔说到最后的时候 忽然来了兴致 她都忘了简英没发现 那些礼物的异常呢 许梅轻笑一声 陆之眼没和你们说吗 我和她早就断了 难不成她还依依不舍呢 那她这看着碗里的 留着锅里的垃圾 我现在就丢给简英了 她要是继续当的宝就继续 别再来和我攀扯什么 我先脏 许梅的话音一落 方叔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她 在她看来 许梅对陆之眼 是有绝对的执念的 不然怎么会追着六年了 还不放手 现在的说辞 肯定是她的借口和掩饰 许梅 得不到就毁掉 不是你的个性 你要是心里难受就说出来 不需要这样去贬低陆之眼吧 毕竟你 可是追了六年呢 方叔 方叔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许梅立声打断了 我宁愿承认自己之前的眼光不好 也不得不说她 陆之眼就是个垃圾 她最后以后都别来找我 毕竟我已经 结婚了 许梅说完没有去看方叔的脸色 转身就走了 这方叔和简英 还真是沆瀣一气 一个垃圾堆里的垃圾果然臭味相投 三句里两句不离陆之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对陆之眼也有意思呢 等到许梅走了一会儿 方叔才缓过神来 许梅结婚了 这话说出去 有人会信吗 许梅真是可笑以为说这几句话 她就会当真 她一定要回去告诉简英 这件好笑的事情 许梅回到包间的时候 看到黎安安从里面出来 黎安安直接问道 你便秘 这么久才回来 许梅恨不得上去直接捂住她的嘴 她就知道 黎安安的嘴里吐不出什么好字 她拉着黎安安的袖子 就往包间里去 薛层这么久没回来 多少有点担心 这才让黎安安去看看 但还是没忍住问了问 出什么事了 许梅的心情 多少被方叔整得有点不舒服 语气奄奄地说了句 遇到的垃圾 垃圾 黎安安和薛层都开口问道 许梅只好说了句 就是方叔 安安你知道的 薛层应该不记得了 听到那两个字 黎安安也没好气地说了句 确实是个垃圾 方叔 薛层想了话 但其实是有印象的 也是个曾经欺负过许梅的垃圾 第35章 想看烟花 薛层吃饭的时候 时不时看着手机 许梅倒是因为方叔的事 和黎安安打开了话匣子 说着说着 就说到方叔之前干的那点破事 薛层也不免地听到了 冷不丁了来了句 方叔结婚了 许梅好奇地问了句 好像是吧 怎么了 他们一块毕业的 其实很多都结婚了 方叔还是结婚比较早的 方叔的老公 似乎还是陆之眼的朋友 但是也只是泛泛之交的地步 那会儿的方叔 因为自己攀附上一个富二代 没少炫耀 只是结婚的时间长了 反而没那么高调了 只是陆之眼之前还说 那男人不太行 不能深交 许梅偶尔和陆之眼出去的时候 见过一两次 面目油腻得很 每次见面 身边都有几个面容交好的明星 和嫩模 开着家娱乐公司 行出轨之变 薛层看了眼手机里的消息 笑着说了句 没什么 就是有朋友和我说 有家娱乐公司被查了 据说是剧中卖银被抓进去了 估计下半生 只能在里面采缝刃鸡了 啊 许梅和黎安安两个人 一脸猛逼 随后许梅问道 那个娱乐公司 不会就是方叔他老公开的吧 薛层笑着 像是说什么好笑的笑话 随口道 好像是吧 这话一落 许梅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两个人笑着 拿着两杯可乐庆祝了起来 甚至看着一桌的饭菜 都觉得香了不少 饭饱之后 黎安安才不想继续做电灯泡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直接离开了 安安今天怪怪的 他平时还挺喜欢凑热闹的 许梅尴尬地笑笑 薛层心里倒是知道为什么 没事 今天周末 想不想去哪里逛逛 许梅听他说着 想到自己手包里的戒指 他想了一会儿 想了一会儿开口道 想看烟花 烟花 现在是白天 许梅自然说的不是现在 只是现在好像 也只有迪士尼乐园有烟花可以看 毕竟城区平时都是禁止 燃放烟花的 薛层 那我们去迪士尼乐园 许梅其实只是刚刚一瞬间冒出的想法 觉得放烟花的时候 戴戒指应该很浪漫 但其实就是随口一说 毕竟这种场景 只在电视小说里见过 少女的美好幻想 也只是在脑海里而已 只是没想到 薛层会想好 哪里可以放烟花 如果真的去看烟花 不知道这枚戒指 会不会给薛层一点惊喜 好 许梅笑着硬道 眉眼里像银河一样闪烁 方叔还在玉和和简英打电话说着 刚才遇到许梅的事情 结果刚挂断 就收到了警察的消息 他刚出玉和 在停车场的时候 又看了许梅 只是这会儿 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人 只是距离有点远 根本看不清那男人的长相 只是从身形看得出来 相比起鹿之眼来说 并不逊色半分 方叔的心里一阵不爽 难不成许梅刚才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结婚了 可是看那人开的车 身份肯定也是不凡 只是他并没有听说 最近圈子里 有哪位结婚的消息 想到这儿方叔微微好少了点 毕竟家里的事情 要紧他也没有多看 就直接离开了 病房里 陆之眼则是一直守在简英的身边 简英被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陆之眼就去查了 可谁知道 那些人选的地方 也是个小巷子 根本没有监控 音音 你真的不记得是哪些人了吗 陆之眼耐心似乎有点不高 最近公司里的事情比较多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有几家原料商都 开始断货了 甚至终止了合作 这个时候 他其实应该在公司处理这些事 只是简英的伤势太重 他又不好放任他不管 而且陆之眼不知道的是 他为什么找不到那些人的踪影 是因为 这其中还有削层的手笔 简英看着陆之眼心里一软 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带着于清的嘴角又开始抽气 肩膀又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他用着他那面带乌清的双眼 看着陆之眼 我 我那会儿害怕极了 哪里还会记得 他们长什么样 可是我从国外回来 唯一发生争执的 就是小梅了 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但是事实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简英哭泣的声音 传入陆之眼的耳朵 但是这会儿 杂世缠身的他 并没有多少怜悯 而且 这帮人光打他的脸 平时看上去温王可人的脸 此时都是淤青和淤种 他都不想多看 但是我问过了 他说没有 而且也没有证据 说是他做的 就算报警也没办法 你再想想 是不是国外有什么得罪的人 追到国内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一瞬间 他也听信了许梅的话 觉得是简英在国外 有没有什么不对付的人 简英听到这句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之眼 陆之眼这样 无缘无故地怀疑 他肯定是有理由的 而这个理由 肯定是许梅对陆之眼说了什么 阿言 我在国外的事情 你不清楚吗 你竟然怀疑我 我这么努力的附件 是为了什么 你不清楚吗 简英的声音有点大 语气里带着 满满的不可思议和失望 陆之眼顿时又有点头疼 叹了口气 只好先安慰到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这件事我再去查查 你先在这里好好休息 陆之眼叹了一口气 手微微抚摸了一下简英的发丝 就转身离开了 简英伸出的手 甚至都没来得及抓住他的衣角 直到陆之眼走远了 简英才开始在病房里 气急败坏地乱丢东西 顿时干净整洁的病房 顿时就变得杂乱不堪 保洁阿姨来的时候 看着简英的眼神 都变得不和善起来 许梅和薛曾开车到的时候 已经有点晚了 薛曾没来过这 没想到要排这么久的队伍 一时间就有点后悔 想找人看看能不能清场 倒是一旁的许梅看着她 不是很开心才问了句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薛曾直接说道 这排队的时间太长了 来之前我应该想到的 所以呢 你要用你的超能力 像小说里一样直接清场吗 看着薛曾渐渐沉默下去 许梅试探性地又问了句 你不会真这样想的吧 薛曾 看着许梅皮笑若不笑的脸颊 她在心里暗暗记着 看来许梅并不喜欢这样 许梅看着她的表情 顿时觉得有点可爱 没忍住直接笑出声来 捏了捏她的脸颊 你还蛮可爱的 不过我本来就是 为了看烟花的 这些项目 我的兴趣也不是很大 就当是尝试一下了 没必要搞特殊的 薛曾轻声硬了硬 似乎是有些不情不愿 许梅看着她那副 有点小傲娇的表情 只是背过身去 暗暗地笑了笑 第36章 许梅 你又向我求婚了 许梅没玩什么项目 倒是买了许多小玩意 钥匙扣 小毛毯什么的 拎了一大袋 平日里看着不怎么爱说话 没想到会喜欢 这些可爱的东西 薛曾你过来一下 薛曾手里拎着袋子 刚准备再给她买个玩偶 就听到旁边货架的许梅 喊了一句 她手里拿着米奇的头饰 看样子 是想在她头上 跃跃欲试的样子 刚一走到许梅面前 就看她点起脚来 想往她头上去带 薛曾倒是配合地弯下点腰 等她调整好之后问了句 怎么样 薛曾平日里 都是桀骜不逊的模样 戴上这个 倒显得有点反差萌 她笑着点头 好看 许梅刚准备转身去看别的 就看到 薛曾往前走了一步 拦在她面前 嗯 怎么了 薛曾下巴微抬 往货架上瞥了一眼 许梅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是一排排的米尼发圈 她什么也没说 但许梅大概还是猜中了她的意思 她抬手取下一个 戴在自己头上 歪着脑袋 面露微笑地看着薛曾 可以吗 情侣款的发圈 薛曾的小心思 昭然若揭 薛曾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里满足得不行 逛了好一会儿 两个人简单吃了个便餐 就在等着城堡前的烟花 夜晚的迪士尼亮着灯光 夜幕下笼罩着的童话世界 许梅伸手在包里捏着那枚戒指 不知道这个尺寸 对她来说合不合适 也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许梅坐在长椅上 看着路灯下的薛曾 她接着电话脚尖在原地 倾点着地面 结婚到现在 她不止一次 觉得自己占到了大便宜 这人细心贴心 甚至有些事情 做了也不会去和自己名讲 还是林安告诉她 那天打了检因之后 要不是薛曾帮忙 早就被路只眼查到 是她干的事了 还有方叔的事情 薛曾没说 但她也能猜到一点 这中间有她的手笔 她从未有像现在这样 被人毫无保留地在意着 薛曾打完电话回来 看了眼腕表上的时间 淡淡道 快到时间了 要不要过去 许梅抬头看着 站在她面前的薛曾 一旁的路灯 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 而自己的身影 则是短短地落在椅子上 她摇了摇头 和她说 你先坐着 薛曾虽然有点不解 但还是照做地坐在一边 许梅放在包里的纸间 捏紧了那枚戒指 薄金的素戒 其实是最简单的男款戒指 扭臂的设计 像是在这条感情的道路上 打了个死结 她第一次主动地 牵起薛曾的手 掌心是温热的 她的甲型修得很好看 修长的手指 在骨节的地方 有一点小小的疤痕 她指负停在那摸了一下 随后拿出那枚戒指 小心翼翼地 套在她的无名指上 店员说 这枚戒指的含义叫绢克 我还挺喜欢这个含义的 虽然有点简单 配不上你的身份 但是在你手上 还是蛮好看的 之前我提出要隐婚 这件事 对你一直不太公平 所以挑了这枚戒指给你 以后也不用对别人 说什么隐婚了 许梅说着时 能清楚地感受到 套上她无名指的瞬间 薛层的指节有些紧张 她选得很好 尺寸刚好合适 不大也不小 戴好后 她笑着抬头看她 额前的发丝 微微遮住了她的眼眸 她被自己的影子笼罩着 看不清眼底的神色 只是片刻后 她反手捏紧了她的小手 她掌心的温热 瞬间传播开来 在烟花展开的一瞬间 她清楚地看见了 薛层眼底好像闪着泪花 没来得及看向天空中的烟火 照住了所有的视线 大家都在看着烟花 只有许梅 沉溺在她炙热的声纹里 说而后 薛层才松了松手 后颈上的热度 无不再告诉着 许梅她刚才有多热情 要是在平时 她肯定会推开她 她脸皮薄筋不住 在大庭广众之下拥吻 但是刚才除了 顺应着她的节奏去迎合她 脑子里竟然没有其他的举措 薛层的指节 微微聊了下 她挂着鼻尖上的发丝 轻声问了句 许梅 你又向我求婚了 许梅刚想反驳什么 就听她继续开口说道 但是求婚这事 应该是让男孩子来做的 只是可惜 今天我没戴戒指 这个应该是对戒吧 另外一个呢 我来帮你戴上 说完话 眼前的女生 微微低下头 摊开了攥着的手 一枚 镶着碎钻的戒指 躺在掌心 薛层伸手拿下那枚戒指 指尖还有着许梅掌心的温度 许梅的手很小很细 小小的素戒在她手上 不会觉得廉价 反倒会平添几分姿色 戴好之后 薛层暗暗笑了笑 结婚到现在都没送过 你什么像样的礼物 就一条项链 还是条不值钱的 就连婚戒还是你送的 我好像还挺没用的 没用这两个字 许梅从没想过 会从薛层的嘴里说出来 自从认识她开始 见到最多的 就是她自是高傲的模样 不可一世的狂妄 高傲的人 又怎么会说自己没用 许梅笑笑 没有啊 你送了我一个家 自从父母离世之后 她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一直到和薛层结婚之后 她又从别人口里听到那句 我们回家 薛层心里 顿时像是被填满了一样 简单的宿介 顿时也变得熠熠生辉 她说是自己送了她一个家 但是许梅不知道的是 她又何尝不是给了自己一个家 薛层看着自己 紧紧攥着她的手 笑着问了句 那我们现在回家 许梅笑着点头 今晚烟火没看到 但是她想 应该也很美 回去的路上 许梅就直接睡着了 一直到薛层将她抱上床都没醒过 屋内的窗帘还没拉上 洒落进来的月光 恰好落在她的脸上 她的一抹笑意 也藏在了月色里 关上房门的许梅的手包 想了许久 薛层本来不想打开来看的 但是想了又想后 她还是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响起来 薛层就能听出来 是陆之眼 许梅 你闹了这么久 也该够了吧 周末路假 有个晚宴 记得回老宅 不容之会的语气里 像是一个领导者下达命令一般 这让薛层很不舒服 从前她没本事 现在回来了 许梅是她的合法妻子 又怎么容得下她这样智慧 陆总 她已经睡下了 窗外的月光正好 跨江大桥上 车辆已久穿流不息 灯光闪烁 她像是一个高位者 俯视着一切 你是谁 许梅呢 对方的语气已经有些颤抖 似乎是不敢置信地问出这句话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许梅她不是你的附属品 你没资格 对她移植气势 更没资格命令她做什么 说完薛层没有继续听 对面咆哮的质问 只是按下那枚红色的按钮 随即拉进了黑名单 第37章 男人 什么男人 陆只眼第一回失眠了一整晚 一整个晚上 她都在想许梅身边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那声音明明听着有点耳熟 却想不起来是谁 贺玉早上7点 就被陆只眼的电话闹醒了 7点半她哈欠连天地 坐在陆只眼的办公室里 她总觉得陆只眼多半是有点病 还是第一次见她 失眠一整晚 怎么 陆是要破产了 你愁成这样 陆只眼坐在位子上 一晚上没睡 下巴上已经有一些长出的胡茶 显得整个人憔悴得不行 见她没说话 贺玉又问了句 怎么了 这是 不就是最近几个原料厂商的问题吗 实在不行 我去给你打招呼 贺家的家底丰厚 祖商奠基下来的产业 到贺玉这里只多不少 在海城的厂商 多少都会卖几分面子给贺玉 贺玉看上去无所事事的模样 但其实手底下能管理好这么多产业 付出的只会比别人更多 陆只眼烦躁得不行 最后还是开口问了句 你最近有见过许梅吗 贺玉听她口里说起许梅 倒是少见 贺玉眼里多了几分打量的意思 看着陆只眼 她和许梅不过泛泛之交 手机里有着微信 也只是一年到头发一句新年快乐的关系 只是偶尔因为陆只眼的事情 会多说几句话而已 现在陆只眼反倒过来问她 倒是有些兴起 许梅一个多月前和我说了分手 贺玉对这件事并不兴起 她是知道的 那天饭店见到了一面 听许梅说了 只是见过许梅这件事并没有啥好说的 哦 所以呢 和你分手不是挺好的吗 脱离苦海了 贺玉对于许梅和她分手的事情 一直都是乐见其成的 她虽然和陆只眼关系好 但并不见得 对她做的所有事情 都保持支持的态度 陆只眼对兄弟义气 但是在男女关系上 只能说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只是陆只眼 对于贺玉口中的脱离苦海这个词 不是很满意 脱离苦海 闹着要和我在一起的 不是她 要和我结婚的 不也是她 现在说分手就分手 还找了个男人来骗我 贺玉 男人 什么男人 陆只眼一想到昨晚那男人的语气 顿时心口的气 又顺不下去了 昨晚给许梅打了个电话 一个男人接的 分手可以 但是你说 她有必要找男人来骗我吗 贺玉倒不觉得 许梅说的是骗她的 许梅其实挺不屑 做这种事情的 但是对于许梅身边 有其他男人的事情 贺玉其实也蛮好奇的 毕竟这么多年 在许梅身边 除了陆只眼 真没见过什么 和她关系好的异性了 陆只眼 既然许梅和你分手了 她身边有谁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总不见得 是看不得她身边有其他异性吧 你身边都有剪阴了 这样独裁 还真挺渣的 贺玉从口袋里 拿出根烟点了起来 她真不明白 陆只眼什么意思 不喜欢许梅的人是她 现在看不过去的人也是她 她现在这样算什么 吃醋吗 好像她也不配 贺玉 你到底站哪边 陆只眼回头看着贺玉 许梅和她之间的事情 贺玉是最清楚的 她明明知道 许梅做了什么 却总是在这么多年里 劝她对许梅好一点 现在更是字字句句里 都在包容着许梅 明明这么多年 都是她许梅自作孽 现在 她也不过是看不惯许梅 她不在而已 贺玉慢悠悠 从嘴里吐出一口烟气 不紧不慢地起身说道 这回 我站许梅 你就和你的剪阴 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 既然许梅放手了 你不也解脱了吗 贺玉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笑了笑 转身前看了眼 露只眼桌上反扣着的手机 透明的手机壳那里 是用毛笔字写的小尖 莫名的眼熟 这个手机壳挺好看的 贺玉轻描淡写地说道 像是单纯的欣赏而已 露只眼眼神轻描了一眼 不耐烦地说道 许梅自己写的 贺玉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出了办公室 刚刚看到的手机壳 明明和那天在薛层包厢里 见到的手机壳很像 不是款式像 是那手写的小尖很像 既然是许梅手写的 那那天在薛层包间里的人 很可能也是许梅 许梅和薛层 陪老婆吃饭 那天薛层说的话 一时间回想在贺玉的脑海里 贺玉轻笑了一下 拿出手机 找到许梅的微信 轻打了几个字过去 一直到吃完早餐之后 贺玉才看到许梅的回复 一个简单的嗯 贺玉不得不承认 她对许梅也有点改观了 许梅刚睡醒 就看到贺玉发过来的一条消息 虽然和陆之眼 相关的她都拉黑了 但是贺玉这人 说实在的还是挺好的 毕竟也多次劝她逃离苦海 应该不会帮助陆之眼纠缠她 事实证明也没有 直到今天早上 她发过来一条消息 你和薛层结婚了 她问的不是你结婚了 而是和薛层结婚了 那说明 这是她基本可以确信的事情了 许梅也没有瞒着 只是说了句 嗯 至于她会不会告诉陆之眼 就不是她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了 许梅简单洗漱完之后 没看到薛层 只是在餐厅的饭桌上 看到了薛层留下的纸条 周在锅里 请来记得热一下 许梅用手被轻碰了下一旁的小炒的盘子 还带着一丝余热 看样子是走了有一会儿了 她走到厨房点起了灶台上的火 转成中火 一边用勺子搅动 一边拿出手机 给薛层发了条消息 去公司了 薛层回得很快 像是一直在等着 嗯 有点紧急的事情 许梅唇脚微笑 辛苦了薛总 中午去给你送饭 打完后 她关掉灶台上的火 成了一小碗粥出来 掌心的手机微震 薛层的消息回了过来 好 辛苦老婆了 许梅看着桌上的胡萝卜鸡蛋饼 轻轻撕开一小块塞进嘴里 脑袋里想着 中午要做什么菜呢 第38章 邀请函 许梅把饭菜做好后 才想起来 家里没有可以带饭的保温盒 只有一个粉色的保温盒 还是她之前用过的 她盯着那保温盒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决定就用这个了 不然 她闻火熬了两小时的鸡汤 岂不是白费了 封层大楼 薛层没看几眼文件 就打开手机看有没有新消息 慢慢看着 时间到了11点半 才松了一口气 掌心拿着手机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问 到了我下去接你 她看着对话框里的内容 姗姗改改 最后还是觉得 这样比较妥当 消息刚发出去 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 她三步并两步 走到门口去开了门 看到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个人后 脸色又恢复了一贯的清冷 门口的特助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出现错觉了 竟然觉得自家总裁 刚刚的表情有点温柔 她一定是刚刚看错了 薛总 陆氏发了张慈善晚宴的邀请函过来 时间是周末晚上8点 薛层抬手抽过她手中的黑色烫金邀请函 轻展开 就看到烫金字体写着的 封层总裁四个大字 她看了一眼便收了起来 淡淡到了剧 知道了 特助看不出 薛层是不是打算去的意思 但这和她也没什么关系 好的 薛层需要帮你点餐吗 薛层摇了摇头 忽而想到了什么 转身对她说道 等会我夫人过来送餐 你下去接一下 特助愣了一瞬 随即恢复自然立马应道 好的 关上门后 特助脑子里都是 总裁结婚了 啥时候 国内还是国外 夫人是谁 想到这儿的特助一拍脑袋猛地想起来 她不知道 夫人长啥样啊 许梅没来过封层的大楼 开车过来的时候 心情甚至还有点忐忑 封层搬过来的时候 许梅还来过这附近 还是因为旁边的商场开门 有优惠活动过来凑凑热闹 那会同事还说不知道是哪位新贵 能搬进这座大楼 毕竟这座大楼的位置 很好 陆之眼也曾经眼红过一时 现在过来 却是因为 作为薛层的妻子 下车时 她还打来饭盒看了一眼 饭菜还是温的 主要还是出门时 忘了开车过来会堵车 一下耽误了 也不知道 薛层会不会等着 许梅到了一楼后 没打算直接询问前台 问了结果 肯定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她刚准备直接给薛层打电话 就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一回眸 就见那人看着 自己手里的保温袋开口问道 是找薛总的吗 许梅木讷地点了点头 方特助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我是薛总的特助 我姓方 跟我来吧 许梅看了眼掌心震动的手机 上面 是薛层发来的消息 我让助理下去接你了 看到消息的许梅 才算是信了她的话 微笑着汗手 你好 许梅的话不多 但是方特助也看得出来 这位小姐是个好说话的主 更何况能让单身多年的总裁 忽然下定决心 结婚的一定是有她独特之处的 到了30楼的时候 方特助站在电梯门口没有出去 直接开口道 薛总的办公室就在前面 30楼是没有外人的 您直接进去就行了 许梅点了点头 她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进了欧野老师的乐团 做学生学习 结束学业之后 就是在海城歌剧院就职了 这种办公楼 还是偶尔去找陆之眼的时候 去过几次陆试而已 但是在陆试 她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到了薛层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她轻敲了两下门 没听见里面有什么声音 刚准备再敲一下门 就看到门从里面打开了 薛层的样子 和清早出门的时候 相差无二 只是多戴了一副眼镜 倒是更有一种 斯文败类的感觉 薛层接过她手里的饭盒 另一只手牵着她的手腕 往里走去 见许梅一直没说话 薛层才开口 怎么了吗 许梅被她的样子 吸引去了大半的火力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 薛层开口 她才羞难地挪开了视线 声音支支吾吾的 你 怎么戴了副眼镜 说完没有抬眼去看她的表情 只是听见她低沉的笑声 薛层抬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笑着说 白天电脑看得多 保护视力用的 怎么 不好看吗 她开口问着 头低下来去看她的表情 许梅想躲开她的视线 直接伸手去打开保温盒 赶紧吃吧 我今天出门迟了点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下午上班 不会的 时间刚好 薛层看着饭盒里的饭量略多 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人的饭量 你吃了吗 许梅摇头 我不怎么 呃呃呃 就想着先给你送过来了 虽说是不饿 但现在 也已经十二点了 薛层没说什么 只是把饭疼了一半 在盖子上 将碗里的饭递给许梅 一块吃吧 我也吃不完的 等会儿回去 你要饿肚子的 薛层不知道 她平时的作息是怎么样的 但是看样子 平时也是随心而来的 没有固定时间吃饭 长久下去 身体肯定吃不消的 许梅倒是听话的 没有拒绝她 毕竟知道她强势惯了 拒绝了 也会有其他办法 让她吃饭的 饭后收拾碗筷的时候 薛层想了一会儿 还是开口和许梅说了一下 周末路假有个晚宴 你要去吗 昨晚路只眼给你打了电话 我接了 说的也是这个事 许梅动作顿了一下 似乎是想了一会儿 最后开口反问她 你想我去参加吗 想吗 自然是不想的 但是她没权利决定 许梅的想法 就算她心里 还没有十足地把握 她会不会回到过去 她也不想干涉她的想法 那自然是看你自己了 想去玩就去玩玩 许梅笑了笑 看不出有什么含义 反倒是让薛层 更紧张了不少 一口气还没缓好 又听见她说 我们一块去吧 宴会上她还想看出好戏 只是主角的不是她而已 少了陪着看戏的人可不行 薛层似是没有听得仔细 又问了一句 什么 许梅不由地看着她 伸手整理了一下她的领口 慢悠悠地说道 我说 我们一块去吧 第三十九章 你知道封层的总裁叫什么吗 到周末的时候 许梅已经收到了 好几通陆之眼的电话 都是直接挂断了 许梅不太明白 她这样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不想有什么牵扯 至于晚宴 许梅觉得陆之眼打不通她的电话 肯定会找到其他的女伴 而这个选项最好的选择 就是简英了 果不其然 周末前一天晚上 简英就在朋友圈的询问 哪一条碗里服好看 这还是黎安安截图给她看的 逗得她昨晚睡前 在床上笑得打滚 薛层给许梅挑的碗里服 是一件酒红色的后背 镂空余尾裙 后背的镂空 原本是直接开到腰上的 但是许梅收到的时候 很明显 后背的镂空被改良了 许梅试了试 虽然说不影响什么 但还是多少觉得美好不足了点 有点太严实了点 薛层倒是不觉得 站在她旁边 看着镜中的许梅 长发微曲 余尾裙的设计 更凸显出了她身材的曲线 一时间觉得 修改了后背的镂空 也不能改变什么 今晚很好看 她偏着头垂眸看着她 轻声地夸赞 让许梅猝不及防 她抬眼刚好 对世上削层的双眸 深邃得像是 她袖口处的黑药石一般闪亮 大概是她的目光太过炙热 让她偏开了视线 刚好就看见镜中的两个人 一高一矮 她的头恰好落在她肩膀处 任谁看起来 都觉得般配极了 许梅一字兼的碗里服设计 让她觉得脖梗处 有些空荡荡的 那枚小草莓的项链戴上去 已然是不合适的 薛层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她身后去了 只见她低着头 撩开她的发丝 小心翼翼地将一枚 割血红宝石项链 戴在她的脖梗处 割血的红宝石太过耀眼 但是却丝毫不会觉得 轩冰夺主 反倒是显得许梅的肤色 更加白皙了 还没涂口红 唇上只是泛着浅浅的粉色 就已经美得不可方物了 她还没开口 就看到薛层对她说 把手伸出来 许梅有些茫然 但还是乖乖伸出手来 一抬手 一条香钻的红宝石手链 落在她的手腕处 手链的长度 似乎也是经过修改的 不大不小 刚好 这个是 明明知道恰到好处的手链 分明就是有心的刻意为之 但她还是想问了句 听到薛层亲口说 送你的礼物 喜欢吗 薛层轻轻扶着她的肩膀 转了一下她的身子 让她抬眼就可以看见 镜中的自己 她弯腰脸颊贴在她的耳侧 轻声说了一句 你戴红宝石 真的很好看 许梅不知道她是从哪 得知自己 喜欢红宝石的 但看到她用心 准备出这一份礼物的时候 心口像是被填满了一样 充斥着满满的满足感 是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就从未感受到的 用心语呵护 许梅也笑着微微抬起下巴 看着镜中的自己 笑着说了句 好看 谢谢你 这句话 是对薛层说的 也是对她自己说的 她转过身来 看着薛层领口空空的 打开一旁的 一则小展示柜的抽屉 里面是薛层的领带 各式各样的 都是品牌方定时更换的 她挑了一条 带着暗纹的酒红色领带 给她系上 这条红色很暗很暗 带着去参加 丝毫不会影响主价的排场 许梅略微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薛层抿嘴一笑道 好了 走吧 薛层没动 只是目光微微看着她 微起的唇上 口红没擦 她一说 许梅忽然想起来 刚想着去补一下 就看见薛层忽然低下头来 双手搂着她的腰背 唇上的触感 一下掏空了她的思绪 这一份先是轻柔后 又席卷来的热吻 薛层不经常吻她 大概是一开始 她有些不适应 到后来会开口问她 直到现在 她不由分说的热吻 她都在慢慢地接受 像接纳薛层一样 过了许久 薛层才松了松背后的力道 她骨架小 软软小小的 微微一用力 就感觉可以将她拆吃入腹一样 她喉结微滚 视线又看了看她的唇 早已变得烟红不已 她笑着 只副轻轻擦了擦嘴角的水渍 淡淡道 现在不用不口红了 薛层都不用看她的表情 现在定是羞难着脸的 简因知道 陆之眼要带她参加晚宴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高兴得无以言表的 她依偎在陆之眼的怀里 一双手被陆之眼轻捏在掌心里 今晚的宴会 不仅代表着陆之眼 要带她在外人面前露脸 也代表着 自己能够挤进海城上层了 她敏传笑着说 阿眼 我好开心 你愿意带我参加活动 是不是代表着 你家里也可以慢慢接受我了 陆之眼看着简因眼底的光 一时间不仁打断 只好说道 我会努力的 简因听到这话 则是体贴地低下头 小声说着 我会等你的阿眼 她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她就只要知道 许梅彻底退出了就好 这样 她身边就再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简因今晚的扮相 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家碧玉的风格 欧粉色的小碗礼服 配上点缀的粉钻项链 看上去就是一副清雅的扮相 只是简因手上拎着的包 陆之眼总觉得有点眼熟 这款粉色的包 她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但晚宴的来宾 见多她也没继续多想 贺宇来得较早 毕竟是陆之眼主办的 贺宇来得早早地就想着 有没有需要打点的 见到简因的时候 微微促起了眉头 但还是没有继续深究 只是等到简因不在她身边了 才开口问道 今天怎么把简因带来了 你知不知道 带她过来代表什么 陆之眼没觉得什么不对 只是略微烦躁地说了句 是许媚不知好歹 我和她说过了 是她自己不来 贺宇想开口骂她 却又无从下口 人家现在都是别人的妻子了 还和你参加个屁的晚宴 但是陆之眼 显然是不知道的 她也懒得多管 问了问别的事情 今晚有没有什么格外注意的 陆之眼思虑了一会儿 才说到 那位封层科技的总裁也来 她说出的话云淡风轻 一时间 贺宇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贺宇用着一副 看二五卵子的目光 看着陆之眼 又问了一句 你说谁 陆之眼极其不耐烦地 重复了一句 封层的总裁 你知道封层的总裁叫什么吗 不知 贺宇顿时就想转身离开这场宴会 还没等她开口 就见门口为了一群人 热闹得不行 第四十章 陆室晚宴 陆之眼没有继续和贺宇搭话 封层的总裁叫什么 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只不过是因为 看封层最近的热度大 顺势邀请了一下而已 商场上一些人脉 是肯定要去经营的 门口热闹的交谈声 一下吸引了陆之眼的目光 但是围着一圈人 看不出什么 陆之眼又有些好奇 想来可能是那位封层的总裁来了 她对着贺宇扬了扬眉 说道 说曹操曹操道 门口的估计就是那位了 去看看 还没等贺宇回话 陆之眼就迈着步子过去了 贺宇想要拦住她的手 落在半空 最后还是不争气地收了回来 心里默念道 好自为之 当陆之眼漫步过去时 简音也看见了 步履轻缓地走到陆之眼身边 自然地搭起她的臂弯 笑脸盈盈地问道 阿眼是谁来了 她看着陆之眼的脸 随着一步步走进 那原本礼貌客气的笑容 慢慢定格在脸上 随后逐渐消失 简音目光看过去 就看见一对家偶天成的碧人 在满脸笑意的与人交谈中 看清楚那娇俏的女子后 简音的笑容也消失了 暗红色的鱼尾礼服 配上割血的红宝石 让许梅整个人都变得高攀不起 她身上与生俱来的豪门姿态和自信 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 也让简音觉得刺痛无比 但她还是要强装 镇定地扯了扯陆之眼的袖口 极不情愿地露出一抹笑来 阿眼 原来是小梅啊 陆之眼何尝没有看出来 那个宛若一朵红玫瑰般的女人 是谁 只是一段时间没见 许梅似乎变得不像她记忆中的模样了 记忆里的许梅 从来都不会打扮得这么张扬 但不得不说 真的很美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她的目光迟迟停留在她身上 不肯散去 心中顿时一阵不爽 所以她任由着简音 挽着她的臂弯走上前去 走到那两人面前定住脚步 陆之眼的目光 在许梅身上打量了个遍之后 才开口看向她身旁的人 洋装笑意地说道 好久不见 不知道是应该叫你薛总 还是薛岑 贺玉走在后头 跟上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样一幅修罗场 但是从她路人视角看来 一段时间不见的许梅 真的变化太大 她和薛岑 的确是家傲天成 这一场 赢的人是许梅啊 她摇了摇头 从人群里退了出去 薛岑看着陆之眼伸出来的手 笑着去握了一下 两人在看似礼貌地握手中 无声地较量了一下 一旁的许梅 则是看了一眼 陆之眼目光 就收了回来 她的目光落在 简音的手包上 那款粉色的 西友皮Burking 她笑着眉眼 藏着的都是满满的算计 简音果真还是 背了这款包包啊 但想来 她应该还没有 好好检查过吧 陆之眼先松开了手 薛岑则是满怀笑意地 客气道 都是同学 还是叫我薛总吧 陆总身边这位 不介绍一下吗 陆之眼虽不明白 许梅为什么会和薛岑在一起 但现在不是僵持质问的好时机 周围的人都看着 并不好闹出什么笑话 陆之眼看了眼简音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的女伴 简音 女伴 她用的只是女伴这个词 简音脸上的笑容僵了又僵 刚才她和被人交谈时 都是以陆之眼女朋友自居的 可这会儿 她却说只是女伴 这简直就是打她的脸 让她无地自容 虽然没有抬头 但也能感觉到 身旁有一些隐隐的议论声 薛岑了然 微微点头 女爸 那我身边这位 还需要给陆总介绍吗 陆之眼刚想说不用了 就见薛岑自然地搭上许梅的手 紧紧地握了握 陆之眼的目光 落在他们双手交叠处的戒指上 下一秒就听见薛岑笑着说 还是介绍一下比较好 省得陆总等会儿误会了 这位 是我的夫人 许梅 陆总也可以叫一句 薛夫人 话音一落 不仅陆之眼和简音愣住了 周遭的一群人 都开始大声小声地交谈起来 许梅谁不认识 没落许家唯一的千金 从小寄养在陆家 和陆之眼情同兄妹 甚至还有过一段 这才多久没见许小姐 就嫁给封层的薛总了 不过陆总今日身边带着的这位 据说还是谈了六七年的女友呢 那许小姐和陆总之间 有一段就是空穴来风了 这样看来 陆家真是好福气啊 因为陆总就已经是人中龙凤了 一女的女婿更是商圈新贵 前途无量啊 交谈生此级彼伏 到最后都变成了对陆之眼和薛层的恭喜 陆之眼强忍着胸口的怒气 咬牙切齿地说道 薛夫人 很好 她冷笑一下 视线落在许梅无名指的婚戒上 简单朴素 配不上薛层的身价 但是在此时此刻却刺眼得紧 时间不早了 啰作吧 她开口道 陆之眼不敢保证自己再多看几眼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陆之眼转身后的脚步飞快 根本没有注意到没有跟上的剪阴 她就像个笑话一样跟在陆之眼的身后 最后还是坐在了陆之眼的身边 可却不敢开口质问一句 简音知道 这儿没有她说话的份 许梅则是和薛层坐在一块 和陆之眼的座位隔得不远 甚至抬眼就可以看到 薛层拿了一份慈善晚会的拍品侧过来 略微翻了翻后 展开一页放在许梅面前 你看看喜不喜欢 展示页上的 正是一顶丹麦红宝石冠面 整个冠面中 红宝石并不是多大的一颗原石镶嵌 而是以僵果设计一般点缀在冠面上 薛层的眼光一如既往的毒辣 但也不得不说 的确是她很喜欢的 虽然页面没有价格标注 但是许梅看得出来应该不便宜 可能上千万也不值 她声音低了几分 好看 但是应该很贵 我们不用花这么多钱的 拍卖都是看个热闹的 薛层反而摇了摇头 你喜欢最重要 说完 她合上了她手里的拍品侧 紧紧握了握许梅的手 殊不知这一幕都被陆之眼死死地看在眼里 第41章 陆氏晚宴二 休 整场慈善晚宴 陆之眼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甚至有点说不上来的烦躁 尤其是看到薛层和许梅 情愫前犬的时候 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许梅那副模样 心头一种名为极度的东西 疯狂滋长 甚至完全忽略了身旁的剪音 直到那没观点上台 陆之眼看着许梅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上面 而一旁的薛层 则是毫不犹豫地准备举牌 2000万 陆之眼鬼使神差地 先一步举牌 但也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便挪开了视线 在她看来 陆之眼完全就是给人添堵 薛层还打算喊价 被许梅扯住了袖口 算了 太贵了 真的不需要 她平时连两万的首饰都戴得很少 更别说是这顶冠冕了 买回家了 也是像菩萨一样供着 薛层只是笑了笑 想到了什么 低声说了句 下次你的独奏会 戴这顶冠冕 应该很好看 她又举起了牌 5000万 说完 视线看向了陆之眼 似乎是在说 你继续 我奉陪 陆之眼 又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挑衅 刚准备举牌 就被一旁的简英按住了手 简英则是劝着她 阿眼 还是不要一起用事了 他们夫妻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了 陆之眼偏头看了眼简英 她眼里都是黯然的伤感 像是受了很重的情伤 陆之眼这才反应过来 忽略了简英 但是她在看到薛层和许梅的身影时 总是不受控制的难受 明明她并不喜欢许梅不是吗 但是这种感觉 陆之眼没有继续抬价 这在许梅的意料之内 她是个商人 不会让一时的义气 冲昏自己的头脑 更何况她身边还有个简英 不可能由着她胡来 这边的简英的表面平静如水 但是心里怕是早已轩然大波了 许梅她凭什么 薛层还是拍到了那顶冠面 工作人员拿过来的时候 许梅小心翼翼地打开看了一眼 远比在画册上看到的更加惊艳 让人紧紧一眼就挪不开目光 但她也没继续欣赏 这边的目光太多 总不好太招摇 薛层还想给她试试 许梅摇头拒绝了 这要在这里是带怕事 会惹得一群人上前围观 那样她和薛层 就像是马戏团的猴子一样 她可不要 不远处的陆之眼 看着两个人交谈甚欢的样子 外部走到许梅面前说道 我有话和你说 陆总有什么话 不如和我说 薛层一步上前 挡在了许梅的身前 她不想陆之眼和她单独说话 一句话也不想 我和许梅说的话 薛总怕是不方便听 再说了 结婚了 也不能妨碍她的自由吧 陆之眼丝毫不肯退让 甚至言语间说着 薛层禁锢她的自由 许梅有些听不下去 从她身后走出来 说道 行 我也有几句话 想和陆总说说 她抬手整理了一下 薛层褶皱的袖口 轻声安慰道 没事的 我去说两句话就回来 你等我 她面带微笑地说着 薛层没有拒绝她的理由 她可以毫不犹豫地 和陆之眼对质 却不能看着许梅说 一个不字 她知道 许梅不会听陆之眼的话 但还是看着她和陆之眼 一块走远的背影 有些不舒服 简音靠在一边 眼神仔细打量着薛层 许梅的命还真是好 没了陆之眼 还有你薛层护着她 薛层瞥了一眼简音 并不打算理她 从高中的时候 她就不喜欢简音 现在已然 这种无视音音作态的女人 也就勉强让陆之眼玩玩 她没有搭理 转身去了另一边 陆之眼带着许梅走到露台上来 晚间的风虽然带着点凉意 但还不至于太冷 许梅看着陆之眼 伸过来的西装外套 毫不犹豫地抬手拒绝了 陆总的衣服 还是留着给自己的女伴吧 我先生看到会吃醋的 她的话说得冷漠疏离 言语间都是满满的距离感 陆之眼的心口一正 语气轻柔了许多 小梅 你还在生我的气 许梅听了 笑出声来 生气 我没有必要生气陆总 我很尊重你的选择 你喜欢简易是高中的时候 人尽皆知的事情 直到现在 大家也只会说你一句忠贞不渝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陆之眼 你没生气 你又怎么会和薛岑结婚 你和他明明就不对付 不对付 陆之眼也知道 许梅和薛岑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视如水火 什么都要斗个高下才行的 这样的两个人 怎么会在一起呢 许梅转身抬头 看着黑压压的天空 乌云闭月 没有一颗星星 看来明天是要下雨了 可是和我不对付的薛岑 都知道 在我高中被传非文的时候 踢我出头 而你呢 陆之眼 我在陆家也生活了许多年了 在我眼里 你一直都是哥哥一样的存在 所以那会儿你和简易 在一块的时候 我没有说什么不好 一直到后面 我们关系恶化 也只是你一次又一次地 站在简易那边 毫不顾忌地伤害我 让我寒心 过去六年里 我追你 也只是不想让简易好受 你明白吗 陆之眼 我对你一直都不是喜欢 你感受不出来吗 陆之眼站在原地没动 也没有继续说话 但是她的沉默 就是最好的回答 她不可能看不出来 六年里 虽然许梅跟在陆之眼后头 但是陆之眼清楚 许梅看她的眼神 清清白白 没有爱情 不像她今天看着薛岑的目光 炙热又温柔 许梅觉得有些冷了 打算回去 陆之眼看着许梅 转身离开的背影又问了句 许梅 你喜欢薛岑吗 她没有说话 喜欢不喜欢 都和陆之眼没有关系了 许梅回到宴会厅的时候 只见一群人围在一块 不知道在讨论着什么 她站在一边看着 说话的是简婴 和林家一个 骄纵任性的小姑娘 说的什么话题 许梅虽然听不清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林家那个小姑娘 目光一直在她的包包上 看来定是看出来了什么 许梅笑了笑 急身走了过去 林家小姐看到许梅后 眼睛都亮了 立马拉着她手问道 许梅 我明明记得 这只粉色的Burking是你的 怎么这会儿 背在这个贱人的身上 许梅看着简婴 战红的脸颊 贴心地解围道 我轻声转头看去 随后拍了拍林小姐的手 陆总之前送了我不少东西 可是我先生有些吃味 我想还给陆总来着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 还回去也不好看 我就转手赠予简小姐了 毕竟都是新的 我也没用过 简小姐自然不会介意 只是 她顿了顿 故作出一副自责的模样 这只包大概是我没注意 一块打包进去了 真是失误 只是这只包确实是污了 不如我赔偿一点 简婴的拳头钻得死死的 嘴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林家小姐听闻哼了一声 嘲笑着说 赔偿就不必了吧 简小姐今天是陆总的女伴 陆总不至于 让自己的女伴背不起包吧 她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的目光 似乎要在简婴身上 戳出千疮百孔 许眉眉眼含着笑 却在简婴看来 恨不得上去 把她撕了 简婴虽然气急了 但也不敢怎么样 这是陆家的晚宴 她不能作有损路之眼颜面的事 僵持之际 就见薛层的一只手 轻轻揽过许眉的腰肢 淡淡道 我们该回家了 第四十二章 红九字 许眉听到声音 心间一颤 心想着 这人来得还真是及时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掐着点来的 她轻轻应了一声 由着薛层 牵着她的手离席 身后的简婴 看着两人的背影 心中的怨恨 更是多了几分 目光一闪 就看到不远处的陆之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神情有些失落 简婴虽然不爽 但目前 她也只有陆之眼这一个靠山了 只要陆之眼 还站在她这边就好 她调整好自己的仪态 走到陆之眼面前 语气 还是一如既往的柔和婉转 阿言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回去吧 陆之眼往门口的地方 多停留了一会儿 随后收回目光 看着简婴淡淡道 送你回溪水湾 公司还有事 我就不留宿了 简婴原本想着 今晚再好好问问陆之眼 可现在 她也不好说什么 心里一时间有些慌张 感觉有什么东西 就快抓不住了 简婴没有说话 她只能温婉贴心 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言行 陆之眼自然也没注意到 她的状态 甚至在 送她到别墅门口后 都没有多加停留 简婴刚一下车 她就掉头离开了 溪水湾的别墅 空空荡荡地 一如简婴的内心 晚会上的那些 指指点点和言语 相对在夜晚更加清晰 简婴坐在沙发上 手中却不断 抹扎着手里的包 那位邻家小姐 在宴会上说的话 就像一根刺一样 扎在她的心里 这只包 明明就是陆之眼送的 为什么会说是许梅的 难不成 这都是许梅的东西 这种想法 只是出现了一瞬 就紧紧扒在 她的脑海里散不去 李安安 今晚我也应该去的呀 这么精彩的戏份 我竟然不在场 许梅看着消息 虽然隔着屏幕 都可以感觉到 李安安的不爽 她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 回了过去 许梅 今晚邻家那位 说她的包是我的 我也承认了 她恨得不当场撕了我 简音这人的疑心重 一旦有什么事情 生出了怀疑的种子 她是一定要深究到底的 李安安 那可太好了 那简音可得 好好闹一闹陆之眼了 听说陆之眼 还给她找了份活干 活 陆之眼给简音找了工作 按理来说 陆之眼完全可以 一直养着简音 直到她腻了为止 给她找工作 难不成是简音 自己要求的 有什么事吗 薛曾看着她 心不在焉的 问了一句 许梅放下手机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虽然说简音公布工作 与她无关 但心里却觉得不太对 简音要出去工作了 原先她和我 就是同一专业 如果她还是 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以后可能难免会遇见 所以 你再担心 薛曾撩了撩她的发丝 屋内的灯都灭了 留了盏 夜灯亮着 昏黄的亮度 照不清许梅脸上的表情 但可以感觉到 她不是很开心 担心说不上 就是有点不爽 薛曾笑笑 没什么不爽的 这人只要还活着 就总会遇见 如果她不安分 你也不需要手下留情 只是遇到什么事 先保护好自己 实在对付不了 还可以找我 我在海城 多少还能说上点话的 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看人下菜碟 简音能仗着陆之眼 行一些方便 许梅自然也可以 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这会儿的许梅 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打碎牙齿活血吞了 要是简音不老实 她就算丢了形象 也要薅掉她几根毛不可 说完 她往背后一靠 肩上的发丝落在肩后 肩上雪白的肌肤露出来 带着凉意的天气 却穿着一件吊带的睡衣 明天要不要和林安安 去逛逛街 嗯 不是刚说着简音吗 怎么话题一下 转到逛街了 怎么突然说到逛街了 薛层的目光 没有继续停留在她肩膀上 淡淡地说 这件睡衣不太好 许梅低头看了眼身上的睡衣 先前洗澡的时候 的确是没找到短袖 才换了这件 但是安安说 男生都会喜欢女生 穿这种睡衣的 薛层不喜欢吗 她身子往前轻了点 转头看着薛层笑着问了句 这件不好看吗 她微轻的身子 让领头也微微落下来点 一点点浅露出来的肌肤 在看不清的光线下 依旧诱人 薛层眼眸微眨 带着些许紧张 扯了扯她的衣服 清客道 好看 但是在你没准备好之前 还是不要穿了 许梅一下明白过来 大脑瞬间空白 猛地就往被窝里钻 空气中骤然安静下来 薛层看着身旁隆起的一小团 嘴角微微弯起笑了笑 她随手暗灭了灯光 被窝里的手自然地伸过去 落在许梅的腰上 将人拢了拢 静谧的夜里 平复下来的许梅 没过多久 眼皮就开始打架 临睡前 似乎听见身后的声音 别让我等太久了 别爱我太晚 简音天亮便出了门 她找了家评价最好的奢侈品保养店 刚进门服务员看到她手上的包 态度顿时提了起来 简音也没有多加废话 直接将包放在台面上 开口道 能不能帮忙看看 这只包走线处 有没有红酒字 服务员一下就明白过来 这是过来做清洁的 这些富家小姐出席活动的时候 经常就沾染上红酒字 这种清洁 他们更是做了很多次了 好的小姐 是现在就要清洁吗 简音脸上露着笑 嗯 先看看有没有红酒字 有的话就清洗一下吧 好的小姐 简音看着服务员戴起手套 小心翼翼地拿着包帆看着 内心一直希望着她下一秒会说 没有沾染过红酒 可惜是不如人愿 服务员拿着手包的手提处 凑到简音面前说道 小姐 这边交接处的走线颜色微深 应该是被红酒污到了 说着 她的眉目还皱了皱 就是这污渍时间好像有些久了 不一定能清洁干净了 简音现在 心口满满的都是怒气 这款包 真的是许梅的 陆之眼为什么会送许梅的包给她 是在侮辱她吗 小姐 小姐 那服务员看简音有些走神 又多喊了几句 简音心情正烦躁着 被打断了 心情就更差了 不耐烦地 将她手里的包拿了回来 吵什么 我不洗了 说完就直接走了 留着服务员一脸懵逼 带人走了后 她脱了手套骂道 什么人啊 真是倒了大霉 出了门后的简音 双手握着拳 从手机里翻出了许梅的电话 挣扎片刻后 还是拨了出去 简音电话响起的那一刻 许梅还在吃早餐 看着来电显示 她唇角慢起一丝笑意 她慢悠悠地接起电话 面前的薛层看她这副模样 摇摇头宠溺般地笑了笑 第四十三章 你以为她有多爱你 秀 许梅自然没注意到薛层的表情 她面带笑意地对着电话 轻声说了句 有什么事吗 简音尽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不甘 尽量不去想陆之眼 对这件事情知道多少 她相信陆之眼不会这么对她的 这款包 一定是许梅特意塞进包裹里 让她误会的 许梅 你的目的还真的阴险 为了挑拨我和阿眼 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许梅轻笑 轻蔑的嗓音 通过手机传进简音的耳中 挑拨 我需要去挑拨什么吗 你今天打电话来 无非就是想问 那款粉色的包 是怎么回事吧 简音 明知故问 许梅手中的汤匙 搅拌着碗里的燕窝 语气淡淡的 可我昨晚不都承认了吗 简音一听 刚准备破口大骂 就听见许梅 继续不紧不慢地说着 我昨晚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真的那一箱珠宝 都是我送你的回国礼物呀 最后几个字 她一字一顿道 说得格外嘲讽 简音顿时一慌 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简音听到电话那头的许梅 话语间带着笑声 差点没让简音当场崩溃 那些你自以为是的宝贝 曾经都是我的 简音 陆之眼虽然不重视我 但也从未亏待我 因为她知道我背后还有许事 她只要还基于我身后的东西 就不会对我太差 所以这些年她每次一出国 就会有不少珠宝送进我家 简音 你说得挺对 珠宝这种东西 还是别人送的好 许梅明显可以听到 电话那头的人呼吸 都中了几分 她颤抖的嗓音 出卖了她强装的镇定 一想到 那日在商场 她还对许梅说出那些话 现在看来 就像是自己 把自己的脸 放地上摩擦 一定是你骗人 阿掩不会这么对我的 听到这一句 许梅并不奇怪 认谁能接受呢 但她并不打算放手 简音 你以为陆之眼有多爱你呢 她知道 简音对陆之眼的爱深信不疑 这些年陆之眼身边也没有别人 简音也依然相信 陆之眼对她的感情 许梅只需要让简音慢慢觉得 陆之眼没那么爱她 就可以彻底毁了她 简音拿着手机的手抖颤抖着 恨不得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些她视若珍宝的东西 却被她如此无视 每次都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刚认识许梅的时候 她那些看不上的小玩意 都是她从未见过的好东西 那一年许梅生日 陆之眼送了她一款 纯手工的水晶鞋 让简音呆愣在原地 小镇过来海市的她 哪里见过这些东西 那副模样 像是从未见过世面一样 事后她表达出喜欢 羡慕许梅 可许梅说的什么呢 你喜欢呀 可那是陆之眼送的礼物 不能给你 你要喜欢的话 我也买一个送给你吧 这就是一个玻璃制品不贵的 你也不用有负担 她当时笑叶如花的样子 简音永远都忘不了 凭什么她一出生 就可以站在她梦寐以求的高点 凭什么她 永远那么高高在上的样子 总是用一副施舍的样子 看待她 许梅不知道什么时候 挂断了电话 简音就像是失了魂一样的 回到了溪水湾 回到家之后 她就将那些珠宝 全部翻出来 丢在了地上 许梅可以毫不在意地 将这些珠宝说送就送给她 只有她傻傻地 当做真戏一样 陆之眼呢 她在其中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她会不知道 这是许梅送的吗 不可能的 可她装作不知道 任由着许梅在她背后侮辱她 她就像个看戏的观众 她试了神般的 拨打者陆之眼的电话 一遍不通 就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正在开会的陆之眼 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留住把手机给她 她才看到了 手机上的十几条通话 她回了一通过去 淡淡地问了句 怎么了 简音听着她的声音 平静如水 甚至对于昨晚 她的所作所为 都没有一丝解释 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哽咽着 问了一句 陆之眼你真的爱我吗 陆之眼的眉心微皱 放下了手中的笔 身子靠在椅子上 最近公司真的很忙 她承认是忽略了一点简音 但是她也挺受不了简音这样 三天两头的质问 爱的 她还是回了一句 若是说些别的 她定是要闹上一顿 到时候更是麻烦 还不如说一些她想听到的 毕竟一句话 可以解决的事情 简音自嘲般地笑了笑 又继续问道 你爱我 却任由许梅 拿着她的二手或羞辱我 一听到许梅的名字 陆之眼眼前又浮现出 昨晚许梅的模样 娇艳得如同一朵红玫瑰 她有些许不耐烦地说了句 别闹了音音 歌剧院那边打好了招呼 你想去下周就可以去了 我还在忙 最近就不过去了 说完 她挂掉了电话 开了个静音 将手机反扣在桌上面 脑子里顿时清静了许多 薛岑一如既往地 将许梅送到了海城歌剧院的门口 只是下车前 将后座上的一捧结梗花 送给了许梅 许梅看着包装好的花束 笑着说了句 无视现殷勤 薛岑虽然说 三天两头的鲜花不断 但还是第一次在上班的时候 送花给她 潜意识里让许梅觉得 肯定是有事情 薛岑无奈地垂下头 只好坦白 过两天 封岑和史蒂文森有一场合作 但是我不是很有把握 听闻她的夫人 对小提琴喜爱有加 不知道夫人肯不肯帮个忙 史蒂文森 许梅略微好奇地问道 他们不是做酒店的吗 史蒂文森这个人 许梅略有了解 曾经许家在的时候 跟着父母在宴会上 见到过几次 薛岑是做酒店的 但是封岑现在 也不仅仅只是做生物科技的 各行各业 现在都在慢慢渗透 这次要是搞定了 后续会轻松许多 许梅想了一会儿 随后还是答应了 小事 到时候把时间发给我 许梅笑着眨了个眼 能帮上薛岑 许梅自然不会拒绝 她有时候 也希望自己可以多帮上点薛岑 而不是只做一个 依靠在她身后的女人 薛岑没想到 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毕竟她并不喜欢交集 身边的圈子 更是简单得很 她能答应自己 去帮忙应酬 是她没想到的意外之喜 瞬间觉得 一束结梗花 好像太敷衍了 她轻轻揽过许梅的腰肢 垂着头 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迪雅的嗓音 贴着她的耳根说了句 谢谢 她的唇瓣 擦过她耳根时 带来的酥麻感 一下席卷了她的全身 脸颊红扑扑的惹眼得很 第44章 餐厅 许梅这段时间 一直在带着相琴和相鸣 歌剧院里甚至还出了活动 说是什么音乐下乡传播爱的活动 许梅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老人地铁手机的表情 相琴给许梅特意解释了一番 其实就是义务下乡 去给一些老人做音乐表演 其实本来不需要 我们这些纯乐器的去参加的 但是领导直接抱上去了 我们不去又不好 我们一组 还有音乐剧那边新来的一位老师 带着学生一组 许梅眉心微皱 这件事情倒不是什么难事 就当是一眼了而已 徐老师 你说我们要做什么表演比较好啊 我们又不是音乐剧方面的 实在没有那种舞台经验 而且去下乡表演那些老人 也不太喜欢听这种纯乐器表演吧 相琴说的 的确是一个问题 下乡表演 大家肯定都喜欢那种能看懂的 要不就是带着故事性的音乐剧 他们这种纯音乐表演的 按照以往的形式来看 只怕是会尴尬得很 许梅轻叹一口气 淡淡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想想办法 好在这个活动 是在薛曾说的宴会之后了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应该可以想出一个好一点的办法 相琴和相明 也跟着许梅学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倒是客气得很 还说着 要请许梅去吃饭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大家也像朋友一样 许梅就直接答应了 只是没想到 吃饭的时候 会意外遇到不想见到的人 相琴没有注意到 许梅进餐厅后 微微变化的表情 直到上菜后 不远处的一桌 过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许梅 她站在桌前 声音不冷不热道 许梅觉得自己那天晚宴的那番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明白 陆只眼这副样子 又是做什么 许梅没有抬眼看她 脸上的表情 冷漠又平静 有什么事吗 陆总 陆只眼看了看一旁的相琴 开口道 方便让我们单独说两句吗 相琴刚准备拒绝 就见相明将她拉到了一旁 相明声音淡淡地 相信徐老师 让她自己处理吧 陆只眼坐在许梅面前 直接就是一副 不容拒绝的态度 你和薛岑离婚吧 这段时间虽然忙碌 但是陆只眼总是时不时会想起许梅来 特别是昨晚因为胃痛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时 那种估计感 让她十分不好受 想起之前许梅在的时候 都会固执地 让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催促她记得吃饭 许梅走之后 再也没有人催过她 好像在她身边 就只有许梅会关心她 而她也知道 许梅和薛岑没有感情 只要她愿意娶许梅她 一定会再回来的 可许梅的表现 没有她意料之中 陆只眼你脸怎么这么大 那天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我没喜欢过你 现在更是讨厌你 我们俩就做陌生人不行吗 陆只眼神情骤然冷了几分 许梅 许梅 干嘛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对视 但是视线里 却是一触即发的争吵 陆只眼第一次在许梅眼里 看到了不耐烦的表情 这样的许梅 她从来都没见过 就算之前她对许梅的态度有多差 许梅都不会这样看着她 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明明给过你承诺了 这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非要去找 另外一个男人来糟蹋自己呢 这一句话直接将许梅气笑了 她看了眼不远处 陆只眼参桌那的简音 虽然是个背影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简音此时定是怒气冲天吧 她冷笑着说道 陆只眼 我和薛岑在一起 怎么就是糟蹋了 再说了你的承诺 只几毛钱 你有功夫在我这废嘴皮 倒不如去哄哄你的好女友 我们之间只可能是陌生人的关系 陆只眼虽不爽 但看着在公共场合 还是尽力克制着自己的脾气 她站起身来 看着许梅却觉得有些陌生 想起那天和薛岑在一起的时候 许梅的模样 许梅真的喜欢薛岑 许梅 你以为她薛岑就是什么好人 她从高中起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跟她在一起 迟早会后悔的 她一字一句道 刚准备转身离开 许梅抬起头来 眼神冷得宛如一汪寒潭 声音清冷 甚至带着一丝怒气 陆只眼 好人也好坏人也罢 那都比你好 你连人都算不上 陆只眼听完没有回头 只是回到座位上 带着简映离开了 一直到他们 离开许梅 都没有再抬眼看一下 顿时一餐饭的好心情 一下就被破坏掉了 相晴和相明两个人 也尴尬的 不知道开口说什么 这时候 餐厅中央的服务员 拿着话筒说道 今天是本店 开业两周年 积极上台表演的客人 有机会赢得免单哦 有没有要试一试的 许梅的目光 一下被吸引过去 这样的场景 记忆里好像也出现过 一席间记忆重叠 只不过那是一块吃饭的 是一群人 薛岑也在其中 那天 许梅上台演奏了一曲 离扁 许梅看着台上 缓缓起身 朝台上走去 拿起一旁的一台小提琴 今天她拉了一曲自创的 《相遇》 一曲落下后 四周的掌声响起 许梅脸上 也缓缓露出一个笑 放下小提琴的时候 许梅的目光 停留在不远处的门口 一袭黑色西装的男人 就站在不远处手 捧着一小束红玫瑰 是薛岑 他步履缓缓地走过来 承执地献上 手里的玫瑰花 许梅笑着欣然接受 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像琴艳线的目光 藏都藏不住 许老师和师公感情真好 就像是许老师的 最佳听众一样 说完 许梅笑着看了看薛岑 好奇地问了句 你怎么过来了 薛岑轻声宠溺道 来接你回家 两人看似日常的谈话 却让向琴和向明 两个人吃了满嘴的狗粮 向琴倒是开口问了句 许老师 你刚刚弹的曲子真好听 我好像听过似的 你是不是之前读奏 会有表演过呀 许梅听到这句 切着牛排的手一顿 他想了一会才说到 有拉过这首曲子 不过是很久之前了 是他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时 但是那次的演奏会 他只是在后台练习的时候 一时兴起拉过 没有登台过 那也是他的第一场演奏会 而且 他在乐团从来没有演奏过 向琴既然听过 就只可能是在国外 只不过那次演奏会 向琴就在了吗 他又笑着问了句 向琴 你们在国外的时候 怎么会想着 去听我的演奏会啊 第45章 露线 向琴这人大大咧咧的 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 许梅问起这句话的时候 向琴也没觉得有什么 嘴一块就直接说了 其实第一次去 许老师的演奏会的时候 还是个意外呢 意外 许梅听她说的 倒是有些好奇了 对啊 其实那天我和我哥是买错票了 许梅 还真是个美丽的意外 那还真的挺意外的 向琴说完后 薛岑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自然 向明则是轻轻瞪了一下向琴 她就知道自己妹妹这个嘴上 没个把门的 迟早会说漏嘴 今天差点就漏现了 不过说的倒也没错 当年第一次听许梅的演奏 的确是买错票了 只不过 还好那次买错票了 不然他们 也不会遇见薛岑 薛岑吃过晚饭来的 陪着许梅吃了几口就回家了 刚上车的时候 许梅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 今晚又遇见陆只眼了 薛岑到家后 冷不丁地开口说了句 许梅只觉得有点累 轻轻地嗡了一声 整个人就往沙发上一趴 一想到陆只眼今晚说的话 许梅就觉得倒胃口 直接冷笑出声和薛岑吐槽 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 明明自己干的都不是人事 还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来评判别人 以前怎么没觉得他 这人会是这副模样 薛岑听他说着 一手落在许梅的腰上 轻轻捏着 他又说什么了 今晚收到相亲消息的时候 他就立马过来了 他不知道陆只眼会说什么鬼话 他也不是不信任许梅 就是下意识地觉得 陆只眼不会说什么好话 许梅被他手上的力道 捏得整个人都懒洋洋的 觉得放松不少 说你不是个好人 他声音懒洋洋的 薛岑手上的力道中了两分 许梅酸痛地叫出声来 你轻点 他娇气地扭了扭腰 眉心微微皱着 薛岑倒不吃这一口 下手在他臀上拍了一下 没好气地说道 说我坏话 还要我惯着你 许梅气嘟嘟地转过身来 眼镜微微瞪着薛岑 开口抱怨道 又不是我说你坏话 再说了 我又没觉得 你不是好人 他声音落在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软了下去 他也没有继续趴着 坐起身来 脑袋转到一边去没看他 他心里还是觉得 薛岑很好的 如果夫妻有平分机制 的话他可以心满意足地 打一个99 少一分是怕他骄傲 薛岑垂眸看着眼前的妻子 娇娇软软的 话都不敢说重一句 他伸手直接揽过他的腰肢 低下头 在他耳边问了句 那你觉得我是个好人 许梅被他忽然拉近的距离 整得有些不自在 耳侧温热的气息 更是让他浑身酥酥麻麻的 他扭捏着身子 轻轻嗡了一声 这点回应 在薛岑看来 就像是来折磨他的 他轻叹一声 只好略微拉开点距离 这样的近距离接触 难受的只会是他自己 他心里住着野兽 并不是什么好人 只是现在这副伪装 还没有私下 在许梅还没有 全心全意地接纳他时 他不敢轻易地 撕下自己的伪装 他轻叹地说了句 去洗澡吧 早点休息 明晚还有宴会呢 许梅被他一提醒 才恍然想起来 明晚的宴会 整个人像个小兔子般地 从他怀里出来 你说得对 我得去好好做做功课才行 说完 他便小步蹦跶着上了楼 拖鞋地哒哒声 回响在客厅里 薛岑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 无奈地笑了笑 许梅回到房间后 就靠在背后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整个人就像是一只 从狼口逃脱的小白兔一样 刚刚近距离的相拥时 许梅明显感受到了薛岑的不对劲 整个人紧绷得有些燥热 甚至身下都有了明显的反应 单单是回想起 都能让他整个人烧起来 只是薛岑 好像每每期反应的时候 都会放过他 宁愿自己忍着 可他一开始不是说了 和他结婚就是要 他现在这样犹豫 又是怎么回事 许梅轻叹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 一日 周末许梅都是在家休息 他花了半天时间 去整理史蒂文森家族的事情 史蒂文森娶的妻子 是一位温婉的豪门千金 说是豪门联姻也不为过 但好在的是 两个人也是两情相悦 史蒂文森对待他的妻子 可以说是宠妻无毒 曾经豪至千金 给他买海岛看极光 若是这关系打得好 能在史蒂文森面前美言两句 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是许梅拿捏不准这位夫人的喜好 虽说是喜欢小提琴 但这范围也很广泛 就连小提琴曲 也有喜欢和不喜欢的 许梅打算今晚见到了再说 这场宴会举办在 鹿山半山腰间的关山酒店 据说是史蒂文森的妻子 觉得鹿山的景色好看 史蒂文森才将宴会的地点 定在了这里 许梅听到的时候 都不免得有一点点小羡慕 薛岑今天没开车 而是让司机开车 坐在后座的时候 他就明显感觉到 许梅的心情 好像有点落寞的感觉 不开心 薛岑浅浅地开口问了句 许梅还在看着窗外的风景 就听见薛岑这样问道 啊 还好吧 没有不开心 薛岑听他这样说 但还是能感觉 他有些许不开心 你很不会撒谎的 和我说说 怎么不开心了 要是不想来的话 也没关系的 不要觉得 我请你帮忙有负担 不想来可以拒绝的 你的感受最重要 他轻声地解释道 他怕许梅是不愿意来应酬 又不想拒绝他 从而感觉到有压力 许梅被他一顿话 说得心头微微涌起一丝暖意 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自己忽然变得矫情了起来 可能是最近薛岑会对他很好 让他有些飘飘然了 人的欲望总是一贪居多 一旦尝到了甜头 就想要得更多 欲望控制下的思想 就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许梅淡淡笑着 毫不隐瞒地开口道 我就是矫情了点 有点羡慕史蒂文森的妻子 能遇到这么一个 是他为珍宝的人 他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许梅说的 虽然没有表现出抱怨 但是说出来的那一瞬间 薛岑还是心疼了一下 薛岑安静了两秒 只是静静地牵着许梅的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 笑着说了句 你也会有的 第46章 也有点眼熟 薛岑的一番话 让许梅心头颤了一下 他的意思 是他自己 也会遇到这么一个 满心满眼诠释他的人吗 他说的 会是他自己吗 许梅不禁多想了一点 还没缓过神来 车辆就已经到达关山酒店了 薛岑开门 绕到许梅那边 十分绅士地向他伸出手来 他白袭的手 落在他的小臂上 今晚的礼服 不像那天慈善晚宴那么亮眼 只是一条简单的 白色抹胸断面裙 灯光的照耀下 裙面上会带着点微闪 对于今晚的晚宴 许梅虽然做了准备 但还是有些紧张 毕竟在场的人 他很多都不认识 这种宴会应酬 他也很久没有参加过了 饶事之前陆只眼让他来 他也是拒绝了 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薛岑弯下点腰 在他耳边问道 许梅想他大概是 需要去见一些人 他跟着去也是尴尬 好 许梅刚准备走时 薛岑又提醒了他一句 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 许梅笑笑 怎么跟照顾小朋友一样 他也没多想他这句话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 轻声说了句 好 随后将放在薛岑手臂上的手抽出来 往一旁的甜品台去了 薛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才转身去到人群里 许梅的性子本就冷淡 没有遇到自己需要搭话的他 也不会凑上去 他挑了两块小蛋糕坐在一旁 这些小蛋糕倒是蛮合他的口味的 原本以为今晚的宴会不会遇到熟人 结果还是不免地被人发现了 小梅 一声带着低沉的男性声音在面前响起 许梅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随即笑着站起来问候了一句 黎大哥 来人是黎安的大哥 黎虫 这几年里因为和黎安的关系很好 黎家的这位大哥对自己也是颇为照顾 在许梅这里也算是个很好的朋友 只是黎虫也是个盲人 常年见不到人的 黎虫微微笑了一下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宴会的 他开口问道 他不喜欢还是因为之前让黎安安来玩 黎安安也是张口就拒绝了 许梅 陪我家先生来的 许梅的话一开口才让黎虫想起来这件事 他后知后觉地说道 不好意思 忘了 下次给你补一份新婚礼物 许梅摇了摇头 这本来就没有对外宣布 就几位朋友知道 第一时间没想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黎大哥客气了 黎虫对他的丈夫是谁不是很感兴趣 自然也没多问 只是开口提醒他道 今晚的宴会有些人并不是我们圈子里的 有什么食品饮料 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许梅神色一顿 但还是点了点头 对于这种不能言表的事情 许梅多少也有点耳闻 这才想起来薛曾刚刚说的话 估计也是想要提醒自己这件事 只是他心大 没有想到那么多 黎虫没有带女伴 说了两句便离开了 许梅吃得差不多了 起身想去找找薛曾 双眼环视了一下 就看到不远站在两三个人中间的他 他起身简单抚平了一下自己的裙子 便迈着小步朝他那走去 还没走到他身边 就被薛曾无意间扫过来的目光看到了 他朝他走过来 揽着他的腰间问了句 吃饱了 许梅微微汗手 小声地说道 尝了两口 味道还可以 他说着的时候 脑子里闪过一瞬间的想法 应该拿一点给他尝尝的 薛曾只是面怀微笑道 那结束了我问问 回去你就可以经常迟到了 许梅愣了两秒 没有说话 他说完的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 好像也是幸福的 这是嫂子吧 一旁的人开了口 许梅不认识 有点好奇地看着薛曾 薛曾点了点头 对着许梅说道 我朋友们 大多时间都在国外 朋友吗 许梅好像想起来 这些年薛曾都是在国外 从国外回来到现在 也没见过他说起朋友和家人 他鸣嘴一笑 看着一旁的两三人笑着说 你们好 先头开口的那人也介绍道 我是方之义 这两位一位是傅成 一位是石元 说着 抬手示意了一下 一旁的两人 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许梅虽然不认识 但还是觉得 这几人应该还可以 大抵是有薛曾的滤镜在 只是看着傅成的时候 似乎有点眼熟 许梅觉得 可能是自己的记忆力有问题 上次看到向琴和向明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觉得的 向琴是因为 去过自己的演奏会 傅成怎么可能会去过 自己的演奏会 薛曾看了眼傅成 又看着许梅 微微拧起来的眉心 忽然想起来了什么 对着傅成使了个眼色 傅成不为所动 甚至杨梅 露出了一个困惑的表情 直到许梅开口说话 我好像见过傅成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他抬手 勾着薛曾的手臂 最后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傅成则是看着许梅 梅眼间似乎的确是有点眼熟 恍惚间想起来一点 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瞟过薛曾的脸颊 笑着说了句 我大众脸 面前的人见梅心目 就外貌而言 在娱乐圈也能吃口饭 虽然和薛曾比是差了点 但是放在人群里 也是妥妥的焦点 就这 还大众脸 许梅并不觉得 这是个很好的解释 但也没在意 见过就见过罢了 估计也只是见过一面而已 大概是吧 她看着薛曾笑着说了句 没有花太多心思去计较 许梅刚想问一句 好像没有看到史蒂文森夫妇 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到不远处的台阶上 下来一对家人 男人则是典型的浓烟戏 女人则是第一眼看上去 很温婉的感觉 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就是史蒂文森夫妇了 许梅想开口的话 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史蒂文森开口说了几句开场 就走进了人群 不出意外围上去的人不守 薛曾倒是不急 许梅也打趣道 你都不是很着急的模样 那今天就算我没帮上忙 也不要紧吧 说这话时 她眉眼含着笑 薛曾抬手在她的头顶 轻轻揉了下 没有弄乱她的发型 说出的话言语柔和 就算很急 你没帮上忙 也不会怪你 梅谈成 只能说是我自己能力不行 第47章 心动 她说完 许梅心里觉得轻松了一些 她目光看向台上 低下头和薛曾说了两句 就往台上走去 那边几位工作人员 不知道在忙活着什么 神情里似乎有点焦急 许梅平时在乐团里干得多了 看到这种事 基本上可以确定 应该是表演出了什么事情 她走过去 低下头问了一句 是有什么麻烦吗 那人抬头看了一眼 声音里带着急切 我们表演的人员里少了一位 现在表演暂时上不了 但是今天的演出很重要 许梅听着她说了一会儿 最后明白了 今晚的演出里有一位 很重要的小提琴手不见了 整个演出都只能暂时终止 她笑着问了句 你们有备用的小提琴吗 那人点了点头 有的 乐器都在 许梅 你们愿意信任我的话 可以让我试试吗 那人显然是愣住了一下 随后连连点头 可以的可以的 许梅跟着她去准备了一会儿 再回到台上 她手上拿了一把小提琴 台下的靴层看到后 站在原地没有动 只是目光指示着台上的人 这样的情景 她好似看过很多很多遍 看着她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只是这一次 她也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之内 场内的交谈声 好像在琴弦拉响的一瞬间安静下来 一束柔和的灯光 洒在她身上 身上白色的断面碗里裙 微微闪着荧光 就像是海面上的月光一样摇晃 薛辰面含着笑 这一次月光是她的了 傅诚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她身后 拍了拍她的肩膀 笑着说 得偿所愿 薛辰只是笑着 目光却一直追寻着台上的人 下次还是不要 让你见她了 傅诚一听就不开心了 谁知道你老婆记性这么好 就只是见过一面都能记得 我都快忘了 薛辰想起 上次见到向琴他们时 许梅也这样说 你就不怕她发现了 傅诚轻声问了句 薛辰只是笑着说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会主动告诉她 话落周围的掌声骤然响起 台上的许梅弯下腰致谢 在抬起头的时候 她看到台下的薛辰正在鼓掌 她走到后台 把乐器交接好之后 笑着走到薛辰身边 脸上的笑意不减 怎么样 还是第一次看我表演吧 她眉眼间满是骄傲 薛辰摇了摇头 说了句 不是第一次 许梅先是疑惑 随后又恍然大悟 对 之前在餐厅才是第一次 薛辰倒也没有反驳 不远处的史蒂文森 和她妻子 漫步走了过来 史蒂文森先是和薛辰打了个招呼 他们说的语言 许梅倒是听不懂 好像是什么小语种 倒是她的妻子 看到许梅之后 笑着问了声号 薛太太好 许梅没想到她会主动 和自己打招呼 一瞬间错愕后 也笑着说了句 你好 没想到她的中文倒是很好 丝毫不觉得 像是外国人 两个人聊了几句之后 她才说到 我的外婆是华国人 她也有着一点点华国血统 也对华国文化很感兴趣 自然就从小学习了中文 你刚才的表演很不错 是我来到华国为止 遇到过最好听的小提琴曲 她刚才自然也看到了表演 对着许梅更是毫不掩饰的夸赞 许梅一开始 并没有打算用那种办法 引起她的注意 这也算是个美丽的意外 许梅笑着 谢谢 是我的荣幸 一旁的薛层和史蒂文森聊了几句 许梅就看见他们笑着握了握手 心里一时间也放下心来 许梅和史蒂文夫人 简单到了别 转身就看见不远处的薛层 薛层走过来 一手牵着她的手轻轻捏了捏 垂着头问了句 累不累 要不要回去休息 许梅摇了摇头 不累的 你结束了吗 她没说话点了点头 许梅也不是很想继续待着 歪着头问了她一句 要不要去吃夜宵 薛层梅说好 只是问了句 又饿了 刚刚遇到梨虫的时候 许梅就没打算多吃 毕竟在宴会上吃东西也不自在 就只是尝了两口味道 不过这会儿也不是 呃 就是馋了 不饿 就是想吃了 我们去吃夜市好不好 不知道怎么就是很想去夜市逛逛 而且夜市离海城中学不远 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去瞧瞧 薛层捏着她的手没开口 许梅以为她累了不想动 随口又说着 算了 今天太晚了 改天再去吧 薛层这才开口 笑了笑 没事 去吧 刚刚走了换神 许梅没注意 她刚刚在想什么 但是估计应该是在想 和史蒂文森合作的事情 上车时 薛层还是绅士地帮许梅拉开了车门 在她上车的时候 小心地帮她牵了一下裙边 这时许梅才想起来 开口问了句 我们要去换身衣服吧 总不能穿这个去夜市吧 薛层俯下身子 帮她扣好安全带 随即在她脑袋上 轻轻敲了一下 那肯定先去换衣服 小笨蛋 许梅不喜欢别人说她小笨蛋 顿时心情差了一点 飞红的小嘴轻轻撅起 眼睛看向窗外 薛层注意到她情绪一下子的变化 上车后没有直接发动 而是撑着手凑到她面前 在她还没来得及说话的时候 在她唇上轻轻碰了一下 许梅错愕地捂着嘴 一下子什么情绪都没有了 只有一瞬间的惊讶和悸动 胸口砰砰地跳个不停 不仅仅这次 好像薛层每一次亲吻她的时候 她都会紧张地心脏剧烈跳动 第一次可能是因为紧张 多了几次 她也知道这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因为 薛层轻塌而引发的悸动 俗称 心动 意识到这点的许梅 偏过头去看薛层的脸 昏暗的月光下 她的下额角分明 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还是今天出门前 她挑的一款木质香 让人恍如身处在森林深处一样 许梅不喜欢那些传统的男士香水 她偏偏爱薛层身上的木质香 她平复了一会儿后 才开口低声地问她 你怎么突然偷亲 第48章 公寓 薛层笑笑 想亲你 她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看网上说 女生生气的时候 轻轻抱抱就好了 你刚刚不是生气了吗 许梅被她问得 自己都有点怀疑 自己刚刚是生气了吗 说生气又好像不太对 但是在薛层看来 那好像就是生气了 那你不问问我为什么生气吗 你不觉得我再无理取闹 她摇摇头并不介意这点小事 不会 你生气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而且生气的时候 可以趁机亲一口她高兴还来不及呢 许梅也没纠结她说的话 垂着眸子在手机上打着什么字 打着打着嘴角 还弯起一丝弧度 想到薛层刚说的可爱 心情又有点好了 薛层开着车 眼神轻轻从她身上扫过 看她正笑着玩手机 心情也了然 什么生气不生气的都不过是两性关系间的调和剂而已 况且 这么好哄的人 生气起来也是很可爱的 不过她好像不喜欢喊她小笨蛋 那下次还是喊她小草美好了 许梅握在掌心的手机微微震动 在昏暗的车厢里亮起 她看了一眼 是黎安安回过来的消息 屏幕上许梅刚刚发过去的问题 悦然指上 许梅 有什么方法证明自己是不是心动吗 黎安安 你没心动过 许梅只见一顿 自己有心动过吗 刚上初中那会 因为少男少女都开始懵懂 许梅的身体发育 比较起同龄的人 又比较突出 平时少不了一些乌言会语 甚至有人当着她的面 就开始指指点点 那会儿的她 天天都是勾搂着背 生怕被别人看出来什么 有一天下午 甚至有一群人将她骗到小后门的巷口里 开始对她说一些乌言会语 领头的女生 仗着自己的年头大一点 就准备过来扯她的衣服 她那会是真的急哭了 好在她们还没得手 陆只眼带着一群保镖 出现在巷口 她就站在那个光照进来的地方 一步一步稳稳地朝她走过来 直到陆只眼的衣服落在她身上 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光照进来了 甚至在之后的很多很多年里 她都会记着那天的少年 那天陆只眼出现的十分钟 让许梅在今后的十年里 都对她充满了滤镜 年少时短暂出现的光 一直让许梅记到现在 那个曾经在深渊时 拉了她一把的少年 最后还是把她推入了深渊 但是那会儿的许梅 对她真的就有过心动吗 许梅自己也不知道 她更多时候是感激 是感谢 而且 她和陆只眼在一块的时候 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 患得患失的悸动 那会儿她想着 要是陆只眼对另外的女孩子动心了 肯放下简音了她也高兴 只是她一直放不下 简音就像那小说里的白月光一样 给陆只眼下了降头 让她不明所以不分是非地 执着站在她身边 许梅没有回李安安的消息 只是过了几分钟 她的消息又发过来了 很简短 李安安 心动 顾名思义 就是心动 就是看到那个人会不受控制的心动 会因为那个人的情绪起伏而心动 会因为她的举动而失落而雀怨 许梅放下手机 心里似乎有了答案 但是 她又不是那种 很愿意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 是她摸不透薛层的想法 车辆缓缓停下 窗外的月光透了进来 薛层解开安全带 目光落在她卷翘的睫毛上 月光落在上面 闪着光 她淡淡道 到了 我们去换衣服吧 许梅下车看了眼周围 是一栋小公寓 而这个公寓的对面的 就是夜市 许梅疑惑 你的房产 薛层应了一声 一手拿着后备箱里的衣服 一手牵着她的手 往里面走 低沉的声音缓缓道 很久之前那一栋房产啊 还是上高中 那会住的地方 我也很久没过来了 许梅没想到 这是薛层高中时住的房子 不由地晃了下神 你高中就自己住了啊 薛层点头 走到门口的时候 薛层熟练地在密码锁上 按下一串密码 密码锁的款式很新颖 应该是薛层回国后新换的锁 她的手指点击了几下 许梅看着心里面了一下 226634 许梅一下更好奇了 这是什么数字 日期不像日期的 谐音不像谐音的 但是又是观影司 许梅也没好意思开口问她 薛层从手提袋里 拿出一件衣服递给许梅 给她指了指一旁的卫生间 卫生间在那 你去换衣服吧 这间公寓的面积很小 估计只有天狱的三分之一大 一眼就可以将 整个房子的构造看完 但是想起是她一个人住 倒也合适 薛层给她准备的是 一件新的长袖连衣裙 现在是深秋的季节 穿着长袖刚好合适 尺码也是刚好合适 许梅换好后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忽然间觉得 明明才结婚两个月 薛层就好像将她的一切 都了解得很彻底 饮食喜好 生活习惯 衣鞋码 她都了然于胸 这是她对妻子应尽的责任 还是说 她对自己也是特殊的呢 换好衣服后 许梅刚抬脚走出卫生间 就看到薛层刚脱下自己的衬衫 精壮有力的肌肉线条 让许梅就像是在看一场男模展一样 她套上了一件浅蓝的卫衣 松垮的工装裤 让她一下子看上去 年轻了好几岁 比起记忆里的薛层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穿这一身 很显难 她笑着说 薛层拍了拍自己的衣服 耸了耸肩 很久没这样穿了 还挺舒服的 许梅笑着走过去 将她脱下来的衣服叠叠好 嘴里一边说着 你下次不上班了 就可以这样穿 天天穿着西装 也挺累的 想起家里的衣柜 似乎没有这样休闲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西装 薛层将她叠好的衣服 放回袋子里 一把抱着她说 你喜欢的话 以后就这样穿 许梅没说喜不喜欢 只是整在她的肩头 轻微地点了点头 她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时间落在下午三点 早就停着没动了 许梅从她怀里出来 没忍住捏了捏她的脸 我们走吧 等会就太晚了 薛层笑笑 好 第49章 秘密 晚上的夜市总是热闹非凡 一条长长的街道马路两侧 都是各色各样的小吃 晚间的霓虹包裹着这里 一张小桌一张椅 一盘子烧烤和啤酒 就可以和朋友一块 绕上一晚上的课 许梅扯着薛层的衣袖 直接往一家烧烤摊去 看着眼熟的招牌 许梅进去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这张脸 许梅在高中的时候 见过很多很多遍了 那会有时候逃课出来吃夜宵 就是来的这家店里 只是过了这么久 老板应该不记得自己了 许梅也没有打招呼 只是开口点了菜 老板 十串牛肉串 一份烤茄子 两串烤鸡翅 和两份烤扇背 说完她扯了扯薛层的袖子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薛层摇头 你点就好 你点的我都吃 许梅笑着 行 老板没有抬头 直接应了一声 好嘞 空位随便坐 稍等一会儿 许梅又去拿了两瓶可乐 考虑到薛层开了车 她就没拿啤酒 薛层接过她手里的可乐 转头去换了一瓶常温的给她 摸到常温的时候 许梅撅着嘴 有点不满意 她换成常温的 薛层不紧不慢地说 你生理气快到了 不要喝冰的 再说了 都深秋了 喝冰的不合适 听她这么说 许梅一肚子抱怨的话 也只好咽了进去 转头想了想又问道 今晚的合作还顺利吗 看样子 自己也是 没帮上什么忙的 薛层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只副从她的脖梗处掠过淡淡道 很成功 有你的功劳 给你一份奖励 奖励 许梅没想着能邀功 但是薛层 都这么说了她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脑子里转了一圈 也没想到什么想要的奖励 她只好开口说 我暂时没想到 能不能留着 薛层没有考虑 直接应了下来 说完老板便端着一盘烧烤过来了 看到许梅的时候 老板还笑了笑 小姑娘好久不见了呀 许梅没想到 老板还记得自己 一想到自己毕业后 就没怎么来了 一时间有些愧疚 她连连点头 老板还记得我啊 毕业之后就忙起来了 就没空出来吃夜宵了 老板自然知道 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 顾客都是一波一波的换 总有人会路过的 老板笑着说 自然是记得你的 那会总逃课来吃夜宵 还被我教育了呢 说完她看了眼许梅身边的男生 像是也想起了什么来 你也来了呀 小伙子 真是好久没见你了 许梅看了看薛层 又看了看老板 一脸困惑 老板似乎是意识到许梅的好奇 随口就说道 这个小伙子 有段时间在这边附近兼职 见得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说完 门口又传来几声顾客的点菜声 老板笑了笑 我先忙了 你们吃好啊 许梅看着老板走远了 才看了看身边的薛层 刚刚老板说她有段时间在这边兼职 但是按照上学那会薛层的家庭状况来看 她应该是不用兼职的 许梅怯着胆子问了句 你上学那会儿还来兼职吗 薛层但笑了声 眼底似乎是有丝落寞 那会儿出了点事 就来兼职了 出了点事 许梅有点好奇她说的话 但是脑海里又回想了一遍 也没想到薛层上学时出了什么事 是和出国有关的事情吗 她点头 亲言道 差不多吧 许梅对她模棱两可的回答 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想继续问下去 薛层就递过来一串烤鸡翅 再不吃就要冷了 这一看 就是想要用吃的堵住她的嘴 许梅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只是看着她的表情 觉得这件事 可能对她来说 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如果薛层想说了 应该会告诉她的吧 许梅没有继续问下去 只是打趣道 怪不得你现在这么成功 原来还在我睡觉的时候 你就开始奋斗了 她说着的时候 眉眼弯弯笑着 她也看得出来 她不会继续问下去 她看着她不停咬动的腮帮子 随手抽了张纸 在她嘴角擦了擦 再成功 也是你的 她的声音很小 许梅有点没听清 你说什么 我说 现在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说完 许梅脸上露出一副 略微嘚瑟的小表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好言说的秘密 许梅也没有生气 她自然知道他们的关系 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况且对她来说 还是不好的事情 这无非是要在外人面前 展露自己的伤口 这对她来说太难了 只是一瞬间 心口闪过一丝酸涩 有一点心疼她的过去 薛层的过去 似乎也没有别人口中说的那么好 吃完烧烤 薛层牵着她的手 温热的手掌带着点小茧 许梅还挺喜欢被她牵着的感觉 没一会儿 薛层停下脚步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 眼神一转问了一句 要不要吃冰粉 许梅看了眼不远处 排着小队的冰粉摊子 说实话 是有那么一点想的 她抿了抿嘴 薛层就明白了 那你在这等我 我去买 你别乱跑 许梅点了点头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快去吧 许梅伸手推了推她 看着她的身影 隐匿进冰粉的队伍里 薛层挑了两款口味 不一样的大满罐冰粉 看着上面洒满了山楂碎 和花生碎薛层心底 也慢起一丝暖意 刚准备抬头寻找许梅的踪迹 就听见身后 有个沧桑的声音叫住了她 薛层 她回过头来 就看见了那人的模样 开始微微颤抖 浑身血液都反感地想要倒流 她想要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那人没往前一步 她就向后退了一步 有什么事吗 她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眼神里甚至还有些厌恶 那人伸出的手 落在空中又收了回来 像是有很多话想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模样 最后只是说出了三个字 对不起 薛层听见这三个字 冷笑起来 她垂着头 额前的发丝散落下来 那人刚准备上前 薛层又往后退了一步 时刻保持着两人之间的距离 她冷笑道 你没自得道歉 她永远都不会原谅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恨意 是怎么也泯灭不掉的 薛层 身后一串清甜的声音响起 她回过头来 就看到 许梅随着步子走过来 接过她手里的冰粉 愤愤道 怎么这么久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被拐跑了吗 她咬起一勺 就要喂进她嘴里 薛层下意识地张开嘴来 一丝甜甜的红糖汁的味道 在嘴里散开 像是心口也泛起了一丝甜 第五十章 生理上的父亲 小岑 你结婚了呀 刚刚叫住薛层的人看到 她和身边那女子亲密的模样 又看到了她手中的戒指 还是多嘴问了一句 薛层并不打算和她多纠缠 只是说了句 与你无关 以后也不要装作认识我了 薛丰先生 刚说完 薛丰身边就走过来一个 年纪很小的小姑娘 她扯着薛丰的袖子 喊了声 爸爸 薛层冷冷地看着她 又看了看那个小女孩 看上去七八岁的模样 看似好像挺幸福的一幕 却在薛层看来是一把尖锐的刺斗 一点点割开她的回忆 让她陷入回忆的浪潮里 无法呼吸 许梅似乎是看出来了什么不对 更何况 刚刚很清楚地听到 薛层喊她薛丰 这个名字她见过 高中她负责登记同学家庭信息时 在薛层的家庭关系登记表里 薛丰的名字 赫然是出现在父亲一栏里的 只是现在成欢 在她膝下的 却是另外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时间推算一下就知道 这个小女孩 是在薛层十七八岁的时候有的 很明显 这不是薛层的亲妹妹 一瞬间 事情的脉络都变得清晰起来 心口像是有一把钝刀戳着 她挽着薛层的手臂 开口道 薛层 我有点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不好 薛层没有继续看薛丰 她的目光凝视着许梅 轻轻点了点头 考虑到薛层的状态不好 回家的路都是许梅开的车 薛层的心情一直不好 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那两碗冰粉也不了了之 许梅也一下没了心情 回到家之后 薛层只是安静地进了书房 看着薛层的背影 她一下子有点手足无措 但也没多想 就跟着薛层进了书房 她闭着眼坐在椅子上 刚准备拉开抽屉的时候 就看到许梅站在一边 心里顿时冷静了一会儿 她起身走到她身边 牵着她的手 坐到沙发上 对不起 今晚心情不太好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是不是没有光经性 改天我们再去好不好 她的言语间 甚至还有些卑微 许梅一瞬间 鼻尖一酸 看着眼前的人 明明是商圈 被别人称为天才的存在 明明是在她记忆里 永远笑得最桀骜不驯的一个人 为什么也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 鼻尖的酸色 带着她眼眶都开始红了 眼眶里的泪水不停地打着转 她仰起头来 似乎不想在她面前哭出来 却不知道 这副模样 却让薛层更加自责了 薛层连忙抱着她 轻轻拍着她的背 一声声地哄着她 对不起 不哭了好不好 她试图吻去她眼角的泪 可唇瓣还没有碰到她的眼角 就被她狠狠地在唇上咬了一口 你是笨蛋吗 她立声问道 声音里却带着哽咽 薛层沉默着没有说话 许梅的手一下一下地 敲打着她的肩膀 没有人是万能的 你也会有脆弱的一面 但是我希望你能和我说说 我不是只能被你保护着的人 我也想成为那个 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薛层一愣 她从未想过 将那些痛苦不堪的回忆 讲给任何人听 那些是于她而言 是深渊 是苦难 但是在这一瞬 她很想说出口 想将那些压抑在心口的话 全部告诉她 见薛层没有开口说话 许梅有点不开心 俯身上去稳住她的唇瓣 她的记忆生疏 不会像她那样 一点一点地敲开她的齿关 她鲁莽地想要索取更多 想要整个人都住进她心里一点 薛层顺着她 将那温柔的吻 化作风雨一样袭来 身下的衣服都皱作了一团 像是想要将她整个人 融入骨血一般 她死死地抱着她 想要亲吻她脸颊的每一处 最后亲吻了她的眼角 尝到了一丝苦涩的味道 她才松了松力道 将她的裙子整理了一下 薛层还握着她的手 心情平复了许多 那人是我父亲 生理意义上的父亲 她缓缓开口道 许梅身子一僵 随后整个人躺在她的怀里 任由她轻捏着自己的手 耳侧她的声音缓缓传来 我一直以为自己 生活得挺幸福的 所以整个人都很洒脱 在学校里 也是没什么在意的事情 我的母亲也很爱我 她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方木龄 她从结婚起 就是一位家庭主妇 满心满意都是薛峰和我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薛峰开始变了 她慢慢地夜不归家 那会儿 家里的条件很好 我母亲就以为是公司的问题 薛峰才夜不归宿 但是我那会儿都18了 有些事情我看得出来 我偷偷跟踪过她 见过她在一栋 我没去过的房子里 待到天亮 那会儿我就知道 这个家迟早都会散的 只是没想到来得那么早 准备高考 那会儿我母亲为了我的学业 让我在学校附近的 那栋公寓里住 她也时常过去陪我 有天我收到家里 用人打的电话 连忙赶回去 就看到一个 搭着肚子的女人 跪在我妈面前 求她给她一条出路 我妈性子硬说 什么也不肯 除非薛峰亲口和她提离婚 可是还没见到她 我母亲就急忙出了门 那天下着大暴雨 路面湿滑 她出了车祸 就再也没回来 说到这里 薛峰的声音停了下来 她像是描述一段故事一样 将她讲了出来 许梅没有抬头看她的表情 但是听声音可以感觉得出来 她好像哭了 抱着许梅的手臂 也微微一紧 过了一会 她又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那人虽然是我名义上父亲 却比禽兽更可耻 我妈出了车祸 头七还没过她 就迫不及待地 赢那个女人进了家门 甚至转移了 我妈名下的所有财产 我那时候也是蠢 蠢到甚至想要相信 她不会做得太绝 而她呢 或许是看在我是她的儿子 她给我留了两万 她多大方啊 说到这里 她自嘲似的 想要歌颂那个人 可下一秒思绪翻涌 她浑身都难受得 像是漂浮在汪洋的大海上一样无意 她声音沙哑 但许梅还是清楚地听她说 小梅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一块墓地就要三万块 说到这里 薛层的声音断开了 她像是不知道 要怎么继续说下去 想起在夜市烧烤摊上 老板说 她那会儿出来兼职 其实是为了给她母亲 买一块墓地吗 许梅鼻尖一酸 脸上早就湿透了 她胡乱地抬手 在脸上抹了抹 她转过身来 双手环抱着她的腰 不说了 我们不说了 薛层梅继续说下去 只是将头埋在她的肩膀上 慢慢感受 许梅身上的气味 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些曾经让自己在深夜里 一遍又一遍窒息的回忆 好像因为许梅的原因 让她有了一丝坦然 就像她如扶瓶一样漂浮时 有一抹月光落在了她的身上 第五十一章 卑鄙 两个人说到最后 薛层大概是真的累坏了 许梅洗完早回书房的时候 她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许梅也不想把她喊起来 她回卧室 找了条毯子出来 给她盖在身上 薛层的眉眼生得很好看 和薛峰不同 估计是像急了她的母亲 那应该是一个很温婉美丽的夫人 明明都已经睡着了 眉心却还是皱着的 她亲手放在她的眉心处 小心地舒展开来 一想到那时的薛层 一瞬间就失去了所有 她不禁又吸了吸鼻子 她也失去过父母 懂得那种追星之痛 她不敢去深想 那年的薛层是怎么过来 临走时 她又帮她掖了掖毯子 才回房间 次日 许梅醒过来之后 去书房看了一眼 原本躺着人的沙发 此时已经是空落落的 只剩下一床毯子 叠好放在沙发上 她走到厨房 就看到桌上的小菜 许梅坐在餐桌上 心情却复杂得不行 吃过早餐后 许梅坐在梳妆台前 准备化个淡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薄梗处 还戴着那条小草莓的项链 这条项链 也是在那会儿买的吧 明明已经很苦了 要给自己攒钱出国 还要给早逝的母亲买目的 她哪来的闲钱给她买项链 就只是因为答应了她吗 心口一阵酸涩 简单收拾了一下 她就开车去了封层科技 刚停好车 就在转角处 撞见从楼上下来的陆之眼 她风尘仆仆的模样 心情看上去很不好 许梅不知道陆之眼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也没打算问她什么 刚想装作不认识 从她身边路过时 陆之眼一把手 攥住了她的小臂 陆之眼微微皱眉 你嫁给薛层 她就这样照顾你的 你什么时候这么瘦了 闻言 许梅有些无语 一转念就觉得她在搞笑 她明明比之前胖了 她轻松甩开陆之眼的手 双手抱毙 靠在墙边看着她 眼神里都是青年 她照顾的我 怎么样与你有关吗 她很好 从许梅口里 听到她毫不顾忌地赞美 另一个男人 陆之眼觉得 心里很不适滋味 想到了什么 冷笑道 你以为她是什么好人 她无缘无故 对陆氏抬价这件事 告诉你了吗 你以为她对你有多真心 陆之眼想用三言两语 试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却不知道 许梅丝毫不听她的 比起陆之眼的话 许梅觉得 不如听狗放屁 来得有意思 她没回话 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就转身去按了电梯 陆之眼看着许梅的背影 卷曲的长发落在肩后 穿着的衣服 也不似从前那样 清汤寡水 一件真似的衬衣 配上包屯裙 倒是将她的好身材凸显出来 她收回眼神 不想继续看她 努力想要告诉自己 许梅变了又怎么样 她不就是最擅长善变的人吗 许梅的心底的一滩池水 顿时被陆之眼搅弄浑浊不已 她顿时觉得 许梅没有和前台说 直接拿了薛层 给她的门禁卡刷了一声 就直接进了 前台的两个小姑娘 焦头接耳道 这是新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是的 我好像见过她来着 但是记不得了 应该不是新来的 两个人看着许梅进了电梯之后 一直执行到30楼才停下来 不禁又讨论起来 她去了30楼哎 难不成是薛总的秘书 你可别乱说 薛总什么时候有过女秘书了 就一个方特助 还三天两头不在公司的 那总不能是薛总的 什么相好吧 长得那么好看 不会是什么小明星吧 行了行了 我们讨论个什么劲 再怎么也是薛总的事 两个人看着热闹的议论了一下 也就没有继续八卦 上次来封城的时候 还是带着午饭来的 这次倒是空手有些不太好意思 许梅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听见里面有交谈声 就没有敲门 只是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了一会 顺便点了点下午茶 也不算是空手了 办公室里的人 讨论的时间不长 也就十几分钟里面的人 就走出来了 方特助一看是夫人 连忙弯腰问了声好 许梅露出一抹笑容 随后又说了句 许家的事情麻烦你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我 他还记得薛曾说过 将许家的一些产业 交给方特助打理 一段时间没有注意 自己差点都忘了 方特助摇了摇头 没什么麻烦的 近期发展还算稳定 有薛总在 不会有意外的 许梅想了想也是 就算有什么问题 他估计也会第一时间 去找薛曾讨论 他是商业奇才 而他是个商业蠢材 两句他就去敲响了 办公室的门 门内是一声清冷的劲 许梅缓缓推开门进去 薛曾没有抬头 只是问了一句 还有什么事 一听就知道这事 把他当作是方特助了 许梅暗笑 轻声说 薛总需要一杯咖啡吗 清脆的女声 让薛曾落笔的一瞬间 都下意识地用了点力 最后一笔 甚至划破了纸张 他抬起头来 就看到许梅一张 言笑艳艳的脸颊 空气里都慢起一丝甜味 他戴上笔帽起身 走到他面前 牵起他的手又捏了捏 声音比起前面轻柔了许多 你怎么来了 吃过早饭了 吃过了 没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顺便看看 薛总有没有金屋藏胶 两个人都默契地 没有提及昨晚的事情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薛曾扬梅 拉着他坐在沙发上 毫不顾忌地 让他随意看 藏了 他淡淡道 嗯 许梅一瞬间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确定自己没听错之后 他又问了一句 藏了 他一下站起身来 就往里面的休息室走去 推开休息室的门 里面空空如也 房间的装扮 也是薛曾清冷的风格 灰白掉一点生机 也没有 他皱起眉 转身就准备问他 谁知道薛曾就站在他的身后 轻轻地抬了一脚 将门关上 他垂着头 一手揽过他的腰 毫不掩饰地 献上一枚炙热的吻 许梅仰着头 薛曾的力气 就像是要把他胸腔里的氧气 全部汲取个干净一样 他在其中 就像是渴望氧气的鱼儿一样 随着他起伏沉溺 过了好一会儿 薛曾轻轻吻了一下他的耳垂 宠溺的语气说道 藏了一个你 许梅的脸颊 红润得像是上了一层 艳丽的腮红一般 他目光看着薛曾垂下的毛子 在这一瞬间 许梅觉得 薛曾应该也是 喜欢他的吧 第52章 针对路士 一枚热吻之后 整个灰白掉的房间里 都弥漫着淫泥的气息 落在许梅腰间的手 忽而用力 让他整个人 又往他怀里去了点 他低着头 轻轻在耳垂上 又亲了一口 夫人太凶 金屋藏一个 你就够了 许梅觉得 只说后面一句就够了 前面的大可不必 他抬头注视着他 带着点质疑问道 我很凶 薛曾笑笑 毕竟我七管言 许梅没说话 有点没明白他的意思 下一秒 感觉脑门上 被轻轻敲了一下 就听见薛曾说 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晚点吃午饭了 我再叫你 不要 他才刚起来 哪里还睡得着 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陌生号码 忽然想起来 自己还点了点心过来 他急忙接了起来 让起手放在前台 那个 我还点了很多奶茶 已经送到前台了 你要不要找人分享 薛曾应了一声 我去打内线电话说一声 说完他缓缓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衬衫 那一小块白色衬衫 皱得不行 还是刚刚接吻时 他紧张攥着的地方 一想到刚才 脸颊又烫了起来 看着薛曾走出去 他才拿起一旁的抱枕 抱着 将自己的脸埋起来 呼吸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闻到 淡淡的木质香 是薛曾身上的味道 他将抱枕丢到一旁 拍了拍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薛曾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许梅 有些懊恼地坐在那 不知道因为什么 脸颊鼓鼓的还挺可爱 许梅垂着头 感觉自己眼前 被一层阴影笼罩着 他抬头就看见 薛曾骨节分明的手指 带着那圈宿戒 分好了 他问了一句 他应了一声 他们都说谢谢老板娘 许梅文言 在心底里默念了一下 那三个字 心里偷偷暗喜了一下 你在休息室里玩一会 我先去工作了 提到工作 许梅又想起来 当当在楼下 遇到陆之眼的事情 他伸手握住薛曾的手腕 说了一句 我刚当在楼下 遇到陆之眼了 说完 薛曾脚顿了一下 转身过来 许梅又说道 他说 你在针对陆氏 他不在乎他们两个 什么针对不针对的 但是薛曾如果多费精力 和金钱去对付陆氏 还是有点不值当的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薛曾一笑 他这样和你说的 见他这样反问 许梅心里就有了点数 肯定不是陆之眼说的那样 不过他一开始 也没打算信她的话 许梅点点头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也没信 你不会做这样的事 且不说薛曾不是那样 冲动的人 更何况 薛曾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为他出气 就更不可能了 的确不是他说的那样 就是很正常的商业竞争 有需要的企业 不止他们一个 我只是 说了价高者得而已 就像拍卖一样 他出的价 没有别人高 就说我针对他 说到最后 许梅也觉得 陆之眼是不是有病 薛曾倒是有点委屈了 既然这样 你也不用理他 按正常的程序来就行了 薛曾也是这样打算的 离开休息室之前 他又问了句 如果真的是我针对他呢 许梅文言困惑了一下 随即说道 你开心就好 陆氏大楼里 陆之眼手里的烟灭了诱然 灭了诱然 简英和方叔出去逛街了 这些日子 简英的脾气越来越不可理喻 经常动不动就哭 让他也有点烦 最近一段时间 他都没回溪水湾 要我说 你就是活该 坐在沙发上的贺玉 浅尝了一口桌上的茶 最后还是觉得色口不已 直接倒在茶盘上 陆之眼瞥了一眼 别浪费我的茶 贺玉翻了个白眼 这茶入口太色 真的难喝 说完 脸上嫌弃的表情 一点都不带眼似的 陆之眼看了看一旁放着的茶盒 明明上次回老宅的时候 母亲还说 味道不错的 怎么到了贺玉这里 就难以入口了 陆之眼打了痛内线 没一会儿就有个女生进来 看着模样 还算稚嫩 应该是刚毕业的实习生 这茶是你泡的 手艺太差了 以后这活 不用你来淡了 每日的来公司的顾客和朋友 喝的茶水 都是这人负责的 今天是贺玉明天万一是客户 别人肯定是要在心里扣分的 可秘书也冤得很 只好说道 陆总 之前的茶水 都是许小姐教我的 可是许小姐很久没有来过公司了 最近的茶叶都换了新的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泡的好喝 陆之眼眉心一皱 对着那人招了下手 秘书也是有眼力见的 没有多说 直接出了办公室 没一会儿 陆之眼就听见贺玉轻笑一声 那人刚才说到许眉陆之眼 才想起来 许眉在茶道方面颇有研究 所以公司的茶叶 他都知道怎么泡的最好喝 也会写好说明给秘书保管 一下子 陆之眼的心里挺不适滋味的 再加上上午在封层看到许眉时 他冷灭的样子 像是拒绝他千里之外的冷淡一样 那目光刺的人生疼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许眉和薛岑结婚了 他转头看了眼贺玉 冷声问道 贺玉倒是一副不在意的态度说道 也没有早就知道 陆家宴会前 从你这走的时候知道的 陆之眼叹了一口气 又继续说道 你应该告诉我的 他以为贺玉起码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毕竟他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也是他一路上看着许眉 怎么走到自己身边的 告诉你干嘛 他这样不是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呀 反正你们之前一碰面 就是相看两眼 他就差举起双手 双脚赞成这件事了 怎么可能会告诉陆之眼 让他去给别人添堵 前段时间 陆是原料商的问题 贺玉也弄明白了 其中也是薛岑的手脚 但也没有直接动手抢人 只是将采购价 暗中透露给其他商家 让陆氏和他们狗咬狗 谈了几天下来 陆之眼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多花了点钱 但偏偏挑在和许眉刚结婚的时候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闪婚 同学情 他可不信 怕是蓄谋很久了 陆之眼心情复杂得很 心里空落落的 但又不愿意承认 这是因为许眉而造成的 他将烟头暗灭在烟灰缸里 缓缓到了剧 你说许眉还会愿意回头吗 第五十三章 你的脸很大 若不是爱着 这是在陆之眼的面前 贺玉真的恨不得翻一个大大的白眼给他 陆之眼 他轻叫了一句 陆之眼看着他没说话 下一秒 贺玉就问道 你的脸很大吗 陆之眼困惑的宁起眉看着他 你怎么就觉得 许眉会回头啊 他又不是抖M 你越虐他越爽 人家好不容易放下你这个渣男了 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你又不喜欢人家 却非要站着人家在你身边 你不是脸大是什么 难不成 你说你喜欢许眉 那简婴呢 简婴又算什么 贺玉一连说了许多话 也是第一次对陆之眼说这些话 他真的恨不得 能把陆之眼骂醒 陆之眼被说的也有点不爽 淡淡道 可是他喜欢了这么久 转头 就和别人结婚了 你觉得可能吗 一个人真的可以这么快放下一段感情吗 人都是 带着怀旧情怀的 更何况是对于自己喜欢的爱人 真的会有人可以这么快地放下一段感情 重新开始吗 贺玉摇头 对一个人的放下 不是一瞬间的 都是很多事情的失望累积起来的 你们心自问 你对许眉是什么样的 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贺玉觉得 和他再多说两句 自己的三观 都要跟着跑了 直接起身收拾了一下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以后和许眉有关的事情 别来烦我了 贺玉也不傻 他早就看出来 陆之眼对许眉 其实是有一点感情在的 往日许眉不争不强 就甘心 走在陆之眼身后 让他觉得 许眉无论如何 都不会离开他 这种想法 一旦根深蒂固形成自然之后 就成了陆之眼 肆无忌惮伤害许眉的底气 他是喜欢许眉的 只是那点喜欢 在许眉离开之后 慢慢变成了不甘 他不甘心 许眉说走 就能走得干脆 更不甘心的是 许眉和薛岑在一起了 这个从一开始认识 就总是处处压他一头的人 说到底就是见骨头 薛岑下午翘了班 没有去公司 只是在家里陪着许眉看电影 原本打算去电影院看电影的 但是许眉又觉得有点累 想回家休息 薛岑这才想起来 家里还有个影音室 许眉想看恐怖片 可薛岑想看爱情片 不都说爱情片 可以给双方感情升温吗 他双眼扑闪扑闪的 像是小蝴蝶挥动着翅膀一样 脸蛋上的红润 让他想伸手去捏一捏 你就陪我看看吗 行不 许眉拉扯着他的袖子左右摇晃 声音软了几个度 薛岑脑海里闪过一个词 撒娇 他抬手搭上许眉的肩膀 将两个人拉开一点距离 低着头问他 许眉 你是在对我撒娇吗 他笑着问了句 还是第一次见到许眉撒娇 还挺稀罕的 许眉愣了一下 撒娇吗 但是他觉得的撒娇 应该是更嗲一点的吧 他也懒得管了 随性依着他来了 对啊对啊 你就说你赔不赔吧 薛岑哪里受得了这个样子的许眉 笑了笑 陪着他在旁边坐下来 许眉手上的遥控 正翻动着资源库里的电影 恐怖电影薛岑不怎么看 也说不上来 自己是怕还是不怕 对于许眉 他就更不清楚 许眉怕不怕了 最后 他选了一个封面 看上去不是那么恐怖的 点了播放 薛岑贴了眼简介 讲的是一个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 他微微有点好奇 这真的是恐怖片吗 看了二十分钟 薛岑丝毫没有觉得 有一点恐怖片的意思在 反倒是有点像爱情片 但又不是正经爱情片 开头二十分钟 男女主角见面就拥抱 抱着抱着就亲起来了 亲着亲着 就开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了 许眉看的目不转睛 丝毫没有瞧他一眼 可薛岑早就看得浑身燥热了 他抬手拿起一旁的空调遥控器 按了一下 滴 一旁的许眉 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一直往薛岑身上蹭 薛岑也被吓到了 不是被电影 是被许眉 他看了眼目不上的内容 原来如此 女主被车撞死了 刚刚他开空调的时候 正好就是女主被车子撞飞的瞬间 拍摄的人有点东西 为了逼真 让镜头上都是血 怪不得许眉刚刚被吓得往他怀里凑 他垂着毛子 看着自己怀里的许眉 嘴角微微上扬 空出来的一只手 悄悄放在他的肩膀上 薛岑忽然觉得 恐怖片原来才是 让两人感情升温的关键 此时的许眉 还不知道薛岑心里的小九九 正像的小猫咪一样窝在他的怀里 薛岑也觉得 这样的感觉蛮不错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惹火 空调的温度似乎还不够低 低 他又按了一下空调遥控器 将温度降下来了一点 啊 怀里的许眉又抓着他的衣服 力度大到 感觉隔着衣服下的皮肤 已经有了红痕 薛岑只觉得喉尖一梗 这又是为什么叫了 他抬眼就看到 女主鬼话后 那画着特级装造的脸 正被镜头对着脸拍 他内心轻叹一口气 只好轻轻拍着许眉的肩膀轻声道 好了好了 不怕了 一瞬间 有一点红小孩的感觉在 你 你别说话了 许眉怯生生地开口说道 声音似乎还带着点颤抖 薛岑苦笑 这是什么小猫胆子 这个胆子 还非要闹着看鬼片 不就是人菜饮还大吗 一下子有点贪恋他看鬼片时 对他的依赖 一下又心疼他 会不会被吓得精神不好 正叹着气呢 鬼片里正好演到男主在家 准备睡觉时 从被窝里忽然钻出来的女主 许眉刚想大声尖叫 就感觉脚边有什么东西蹭过 吓得他直接跳到薛岑的身上 啊 有鬼啊 有鬼啊 薛岑一脸茫然 什么鬼 在哪里 他下意识 双手紧紧抱着许眉的腰 又柔声细语地问他 你看到什么了 许眉直接被吓哭了 闭着眼指了指 刚刚自己坐着的地方 颤抖着声音说道 刚刚有鬼摸了我的脚 五 薛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 就看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正趴在地上伸着懒腰 似乎是感觉到薛岑的目光 那团毛茸茸的东西 抬起了小脑袋 懒洋洋地叫了一句 喵 薛岑 这一声 喵许眉也听到了 许眉 随即就听见 薛岑带着点点笑意的声音说道 是乌眉 不是鬼 第五十四章 情书 许眉在听到那一声猫叫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了 眨了眨眼 将勾在薛岑腰上的双脚放下来 刚落地的时候 一下有点腿软 亮腔了一下 在薛岑准备揽住他腰的时候 他松开手 往后退了一小步 拉开两人的距离 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看到许眉刻意拉开的距离 薛岑落在半空的手握着拳 又收了回来 他垂着毛子 那个 小乌眉好像还没吃饭 我去给他开罐头 许眉勉强找了个理由 弯下腰抱着乌眉 就往外跑去 如果一直保持着刚刚那个距离 许眉怕是连话都说不出来 还好有乌眉荡挡剑牌 许眉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松开一口气 被抱在许眉面前的乌眉 慵懒地喵呜了一声 许眉笑着揉了揉他的肚子 今天干得好 奖励你两个罐头 要是平时他可不敢那样对薛岑放肆 想了想刚才的手感 好像还不错 门内的薛岑 丝毫不知道许眉是什么想法 只是看了看还在放映的电影 拿起一旁的遥控器按下了关闭 顿时安静下来的影音室里 薛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过了半晌 他才摇了摇头 还是得慢慢来 刚才那一下的放肆 他就迫不及待地拉开距离 要是他再过分一点 他怕他直接一巴掌上来 骂他流氓 这要放在以前 许眉是完全干得出来的 只是当局者迷的薛岑 完全没有注意到 许眉慢慢靠近的步伐 就比如 他会开始主动迎合他的吻 其实也是可以放肆那么一点点的 晚餐两个人 还是自己动手随便吃了点 每天自己做点家常菜 薛岑并不觉得累 反而会让他更有种烟火气 饭后 许眉想继续看完那部电影 直接被薛岑拒绝了 薛岑开口说道 继续看的话 我不保证会将某些 属章鱼的丢出房间 属章鱼的 果然薛岑是在说 他看电影的时候 不老实地手脚 但是不这样 他好像也没有光明 正大占便宜的理由啊 薛岑拒绝的理由 其实也很贪恋 许眉窝在他怀里的感觉 但是那样 在他身上胡乱惹火 他真的怕自己控制不住 吓到他 既然这样 还是不要去尝试好了 反正他时间还长 可以慢慢的 但是看着许眉奄奄的模样 像急了一朵黏了的玫瑰 他又有点于心不忍 去厨房洗了一盒草莓 端到他面前 语气轻缓地问道 要不要看情书 许眉仰着头 情书 嗯 许眉想了一会儿 笑着说 好 玫瑰又开了 这是许眉第三次看情书了 恰巧的是 每一次看的时候 薛岑都在 第一次的时候 是班上的一群人 组织好去看世界杯 许眉原本并不想去 最后还是被黎安安拉着去的 大家选了一间私人影院 开了两个房间 毕竟有些女生不看世界杯 许眉自然就是窝在那个 不看世界杯的房间里 看到后来 几个女生都跑到男生那边 去凑热闹了 只有许眉还在房间里看着电影 屏幕上的情书静静地放着 房门忽然被打开 是薛岑 许眉略微有些好奇 问了一句 你怎么来了 薛岑漫不经心地 挑了个和她对立的位置坐下 慢悠悠地说了句 踢得太臭懒地看 过来休息一下 说完她便靠着墙伴 躺在对面的榻榻米上 合上了双眼 许眉只觉得 她是太累了 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两个人 在房间里看完了一部情书 确切来说 是她看完了 思绪回笼 许眉看着薛岑 正将一颗草莓 递到她的嘴边 许眉看着她的侧脸 低下头咬了上去 舌尖好像不小心 碰到了她的手指 许眉装作 没有发现 回眸继续看着白目上的画面 一旁的薛岑缩回了手 两指的指腹 在许眉看不见的地方 来回妈撒 昏暗的房间里 许眉轻声问了句 我们第一次 看情书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薛岑装回想了一下 说道 是那年世界杯的时候 嗯 记得 怎么了吗 许眉一下凑到她的面前 目光盯着她看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看来你是真的忘了 薛岑双眼充满了问号 太阳穴跳了跳 那天你睡着了 还是我给你盖的毯子呢 许眉这才回了一句 薛岑想了一会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唇角勾起浅浅的弧度 语气细血 原来你那个时候 就喜欢我了 许眉 什么 不是喜欢我 还给我盖毯子 所有的喜欢 都是从关心开始的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尾音轻轻拉长 似乎是在提醒什么 许眉的注意力 却完全没有 注意到这个细节 只是愤愤地回怼道 喜欢你个头啊 我那会只是怕你着两感冒而已 她双眼微眨 浓密的睫毛 犹如蝴蝶震翅 昏暗的房间里 靠着电影的屏幕上的亮度 许眉依旧可以看清 她深邃的眼眸 许眉 你可是给我求了两次婚 我很有理由觉得 你就是 她的话语微微停顿 看着她的双眼 忽然往前凑了一点 声音落在她的耳边 她说 她的语气轻挑 可偏偏这样的话 让许眉愣住了心神 最后还是略微慌乱地回了一句 你也知道 你好意思吗 让女生求婚 她轻横一声 脸朝一边偏去 骄傲地不愿意去看薛层的脸 身旁传来薛层暗暗的笑声 许眉没有去看她 只是看着电影 看着许眉 一副兽气包的模样 她笑了 的确 怎么能让女孩子求婚呢 影片看到最后的时候 许眉又问了一句 如果你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你会和藤井树一样 找一个和她很像的人去 代替她吗 不会 她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 她没有丝毫地迟疑 让许眉不禁想问一句 你有喜欢的人吗 谁都羡慕藤井树 有人曾对她 有着满腔爱意 可谁都害怕自己是脖子 最后这句话 她也没问出口 她还是更愿意 相信自己的感受 看完电影的时候 时间已经很晚了 薛层还是一如既往地回书房 处理了下工作上的事情 原本以为回到房间的时候 许眉已经睡着了 结果她刚轻声打开房门 就看到屋内灯光还亮着 地上的行李箱打开着 里面放了几件秋装 一旁的许眉 正在收拾着衣服 见到薛层回来了 许眉开口说了句 你忙完了 每次看到薛层半夜 在书房忙碌的时候 许眉就想着 怪不得这样的人 能在商圈站稳脚跟 就是因为 她在你休息的时候 拼命卷 薛层点了点头 走到她身边去 看了看行李箱里衣服问道 你这是 前几天忘了和你说了 乐团有个活动 要去一趟附近洛安村 估计要住个两三天 前面看电影 没注意看手机 刚刚才看到相情的消息 说是明天下午 就要坐车过去了 所以得先把行李收拾好 薛层松了一口气 从衣柜里 取下一件大衣 递给许眉 乡下气温低 多穿点 也感冒了 许眉看着她手里的大衣 虽不情愿 但还是塞进了行李箱 薛层刚空出手来 手机就响了 她走到一旁接电话 电话的声音有点大 新来的老师 我要回国了 电话那头的女生 洋溢着满腔的热情 薛层只是被这 突如其来的热情 弄得有些烦躁 大概还是因为 刚刚听许眉说要离开两天 所以呢 电话那头的女生 发出了一声大大的疑惑 所以 所以 你不应该来接风 顺便给我饱餐一顿 再给我介绍一些 国内的S家资源吗 薛层轻笑 想得挺美 不可能 薛层拒绝的当机立断 电话那头的人 开始示弱起来 哎呀呀 你不能这样啊哥哥 薛层按了按自己 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淡淡地说了句 表的 你好好的不在国外待着 回国做什么 我哥偷偷给我资源的事 被我爸发现了 我哥也没办法 我只好逃回国躲一躲 表哥 你有多余的房产 借我落个脚吗 没有 我的东西都是 我老婆的 我得问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随后又不可思议地问了句 老婆 你是说 你有老婆了 嗯 我有嫂子了 那更好了 哥哥为了树立你 善良顾家的良好品质 你更应该扶持我 这个可怜兮兮的表妹 薛层轻笑一声 没有回应他 直接挂了电话 刚挂完电话 他一转身 就看到悄悄 往他这边凑了半个身子的许梅 偷听的模样 不要太明显 许梅更是一下没反应过来 他会直接挂了电话 心虚地摸着脑袋笑了笑 这副眼耳盗铃的模样 还真的可爱得紧 是我妹妹 薛层毫不掩饰地 直接解释给他听 啊 你有妹妹 许梅有一丝错愕地看着他 和薛层同学的两年多历 也没听过他有妹妹啊 脑海里忽然响起一阵音乐 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 薛层轻敲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试图将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敲出去 是我舅舅的女儿 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知道的 之前我妈也没说过 还是出国回到 我外公家才认识的 算是我表妹 她还有一个亲个 我们关系还算融洽 她最近准备回国发展 想让我给她 找套房子落脚 她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许梅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听她解释完 许梅忽然又觉得有些尴尬 刚刚她甚至还在想 是不是薛层在国外 有没有什么外语 甚至想了一下 如果真的有的话 会怎么样 回答她的是 不能接受 意识到时候 她又觉得纠结得很 明明自己和陆之眼 才断开没多久 却不能接受薛层的过去 是不是有过其他人 想什么呢 薛层将她手里的行李 放进行李箱 又帮她检查了一番 将吹风机也塞进去了 许梅被她冷不丁的一句 问得茫然 微微仰起头 鬼使神拆地问了句 你妹妹喜欢紫色吗 薛层 我不知道 怎么这样问 许梅 我觉得紫色挺有韵味 薛层虽然好奇 但也没多问 只是觉得 许梅的脑回路有些跳脱 嘴角抽了抽 但是许梅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到剧院的时候 薛层在后备 想拿出行李箱的时候 会带出来一束紫色的风铃花 许梅看到一束紫色的风铃花 配上浅紫色的包装袋的时候 整个人都懵了 顿时又为了自己昨晚的发言 感到后悔 她低头看着自己怀里的紫色手捧花 又不得不觉得 真的很好看 在乡下注意安全 行李箱里 我放了姜茶冲剂 晚上的时候冲一包 可以去屈寒 薛层帮她整理了一下头发 最后垂下头 在她额头前上落下一吻 许梅的心扑通跳个不停 密密麻麻的 像是有蝴蝶想要振翅而出 你也是 晚上别工作得太晚了 满腔的暖意最后只留下一句叮嘱 听着薛层笑着印下 她才有点舍不得地 拉着行李箱进去 大家都到齐得差不多了 相情看着许梅 抱着一束花过来的时候 连忙过去帮她拿了行李 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 一看就是有人特意准备的 相情看着许梅的脸颊 还是红扑扑的 许老师 这一看就是施工准备的吧 许梅淡淡一笑 点头回应 嗯 是她 她垂眸看着怀里的花 在花束包装纸的夹层 看到一张小卡纸 拿出来一看 上面是薛层苍净有力的字体 祝福与牵挂 许梅轻声念了出来 心跳又开始不受控制的震动 这意思是表示 她不在的时候 她会牵挂它吗 一旁的相情 没有看到卡纸 只是问道 许老师 你知道风铃花的花语吗 许梅摇了摇头 下一刻就看到相情笑着说 风铃花的花语啊 就是 解铃还虚系铃人 一生只爱你一人 相情的声音清脆悦耳 就像是夏季随风而动的风铃 一生只爱一人 她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过了好一会儿 许梅看了看时间 问了问相情 还在等人吗 相情朝不远处望了一眼 看见还是没有人应了一句 对啊 等一个新来的老师 新来的 许梅一直不关注 有没有新人加进来 相情和相明 还是因为原先分的老师 离职了转给她 她才熟络点 对于进来了新的音乐剧老师这件事 她就更不清楚了 相情刚准备说话 一旁就有人开口道 老师来了 可以准备出发了 许梅顺着声音看过去 就见风中一个黑发急腰的女人站在那 浅粉色的毛泥外套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轻力脱俗 在看清是什么人之后 许梅嘴角抽了抽 身边的相情则是开口说道 新来的那个老师姓简 据说是国外进修回来的 原本和我们一样是乐手 只不过受了伤不能演奏了 就转行去演了音乐剧 许梅心里有了一些数 没继续看简音那边 陆只眼能把她塞到这里 来许梅确实有一瞬间的惊讶 但又觉得正常 按照简音的尿性 上次吃了那么大一个亏 肯定是要找不回来的 看来这次下乡没那么顺利 他们去洛安村准备的是大巴车 许梅上车后和相情坐在一起 她戴上眼罩 只打算两耳不闻窗外室 可偏偏刚准备睡觉时 耳边就传来一声 许梅以后多多关照了 第56章 陆总耐心可不好 座位上的人没有取下眼罩 只是唇角弯了弯 关照说不上陆氏太子爷将你塞进来 要关照也应该是你关照我们 说完她才轻轻掀起眼罩的一脚 看了她一眼 简音原本还想嘲讽两句 坐在许梅一旁的相情堵住了她的嘴 简老师 还是赶快坐好吧 原本就等您来着 总不好现在上车了 还让大家等您吧 说完 她朝后使了个眼色 大巴车的过道狭窄 许梅坐的本就靠前 简音这样站在路中间后面的人都过不去 但大家都是一个剧院的 也不好多说什么 许梅刚刚也挑明了 人家是陆氏太子爷送来的人 更不好得罪 也就相情不怕开口 不然大家早就说了 简音看了一眼后方 最后气愤地将花咽下去 直接坐在和相情一个过道之隔的座位上 看着简音坐下 许梅想着 简音应该还没有对陆之眼服软 这件事对简音来说不算小事 她多半会等着陆之眼来哄她 可是陆之眼 哪里是会轻易被人拿捏的人 许梅不忘温馨提醒了一句 简老师 恕我直言 陆总的耐心可不好 有些脾气可不要闹太久了 听到这句简音的牙关紧紧咬着 自从那天宴会后 陆之眼都没再回溪水湾住过 她刻意地疏远简音 又怎么不知道 但她还想赌一下 赌自己在陆之眼心里是特别的 但许梅的话 又一下子将她打回原形 她是可以赌 但是后果呢 她能承受吗 万一陆之眼再也不联系她 万一她身边又有了别人呢 简音垂下眸子 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主动给陆之眼发了消息 大巴车开了两个小时 大家才到达目的地 住宿的地方是统一定好的 在洛安村的一个便捷酒店 虽然不豪华 但好在干净 许梅和向琴刚好一间房 向琴这人热心单纯 但也八卦 许梅姐 你和那位新来的老师认识啊 她不好意思问是不是有过节 但她也不瞎看得出来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许梅 嗯 很不好 所以我尽量避开她比较好 不然她会忍不住上去给她一拳 因为赶路 大家都觉得有些疲累 今天便没有安排工作 许梅刚收拾好行李 薛层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声音轻柔地隔着电话 都能感觉到暖意 到了吗 累不累 许梅站在房间的窗户边 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巒 心情都好了不少 还可以就是 大巴车坐得有点久 腰酸 说完她拿下手机 看了眼时间问道 你吃饭了吗 许梅要离开这么多天 她上班都觉得不自在 没听到她报平安的电话 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还没 已经让助理去点了 你也早点吃饭 好 对了 简音的新工作也是在剧院 不过负责的方向不同 但怎么说 以后都是同事了 说完她轻叹了口气 窗台上散落着几片落叶 许梅轻轻碾在手中 干枯的树叶轻轻一碾就碎了 沙沙作响 那要不我也去找找关系 把她踢出去 她陆之眼能找关系 将简音塞进去 她自然也可以把人踢出来 只是这样会更加深化矛盾 把人逼急了 万一做出点什么事来 她倒不怕陆之眼找上门 只怕简音会对许梅做什么不好的事 许梅听到这句 笑出声来 这倒不用 小事情我都能应付 薛层还是不放心 叮嘱了几句 那你小心点 不要单独和她在一块 私下的谈话 最好随手录音 总归不会让自己吃亏 许梅都快有些习惯她 这样的念叨了 她声音低沉带着磁性 听她说话 本就是一种享受 更何况 还是说着关心自己的话 想到这里 脸颊微烫 她下意识地想把手机离远一点 却在手机离开脸颊的一瞬间发现 这并不是手机屏幕的热度 知道了 我先去吃饭了 你也是 薛层轻声N了一下 许梅就带着犹豫挂断了 还好薛层现在不在旁边 不然又要开口嘚瑟了 和她打个电话 都能脸红 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 薛层听到电话挂断后 也没有急着吃饭 她想了下许梅刚刚说的事情 她总觉得 简音去剧院 没那么简单 她在国外的简历 其实被鹿之眼包装得很好看 以鹿之眼的能力 可以把她安排在更好的地方 可她偏偏选了个工资 并不高的剧院 既不能发展自己的人脉 又拿不到钱 那她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她只是想对付许梅 看来得想个办法 许梅和向勤 找了家隔壁村的面馆 这边村落相连 明明都没有界限 只是这一家 还是洛安村 隔壁家就变成别的村了 所以说是隔壁村 在许梅看来 都是一条街上的 向勤是闲不下来的人 吃完就拉着许梅到处乱逛了 许梅姐 前面村口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向日葵 我们去看看吧 洛安村也叫葵安村 这里的向日葵田很出名 每年夏天的时候 这边就是旅游圣地 只是现在 可是现在是初冬了 向日葵夏天才开花 现在过去 只能看到一片空地吧 向勤愣在原地 刚刚只想着 收到了薛层的消息 让她带着许梅多玩玩 离简音远一点 她立马就搜了下附近好玩的 第一条就是看向日葵 可她却忘了 向日葵有花气 她摸着脑袋干笑两声 许梅也笑了笑 两个人最后也没去 只是这乡下空气好 就光是 坐在小溪边晒晒太阳 都是好的 许梅和向勤两个人正惬意着 就听见不远处 好像有人在争吵 声音大道 许梅坐在原地 脑袋都嗡嗡的 顺着声音看过去 就看见一位身材高调的女人 披着剑到脚踝的羽绒服 地上的小托尾 让许梅看得出来 她里面应该是件里裙 那人气的跺脚 但却因为太冷 放不开动作 在许梅这里看来 就像是一只暴走的企鹅 许梅皱着眉看了看 转头对向勤说 我们去看看吧 万一能帮上忙呢 第五十七章 美女姐见 不远处的两三人 并没有意识到 有人走过来 还在不停地争吵 太子 我说了你就是被人骗了 这个山沟沟的地方 能拍出什么鬼大片啊 我都快冻死了 雷姐 那人说了 去车里拿个道具 马上就回来 我信你个鬼 他就是个骗子 我要回家 我要找我个 雷姐 你信我 真的 就等一会儿 那穿着起脚羽绒服的女子 又跺了跺脚 但是脚下的石头边上 长满了青苔 她脚下一滑 眼见着就要摔下去 她眼睛死死闭着 想象中的疼痛 却没有传来 睁开眼 自己正倒在一个大美女怀里 向勤走过来 一起扶着她 许梅看着这人 脸上精致的妆容笑着说 这边石头上有青苔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哦 好的好的 谢谢美女姐姐 她眨着双眼看着许梅 目光一下都挪不开 许梅只好说 美女姐姐谈不上 我叫许梅 那女生眉眼一弯 笑着也介绍了一下 我叫方木蕊 是个小模特 她叫林子泰 我叫她太子 太子 向勤笑着 看了一眼林子泰 还真是奇特的外号 林子泰也是脸颊羞的通红 声音弱弱的说了句 蕊姐 这话 倒是有点气急败坏的味道了 许梅 你们是在这边工作吗 这西边的路很滑 你们要多注意点 听到这话 方木蕊又扁气嘴抱怨道 我刚回国发展 太子找了个很有名 很有名的摄影师 他说到这句的时候 伸手笔划了一下 像是想表达那个摄影师 到底有多有名 结果呢 我照片还没看到 他就叽叽歪歪的一堆意见 甚至把我直接丢在这回去拿什么道具了 我看我们就是被骗了 太子偏偏让我相信他 听完许梅也大概有个数了 被骗应该不至于 大概就是工作细节没有沟通好 再加上他说他刚回国 没有接触过国内摄影师 也很容易有矛盾 他淡然地笑了笑 可能是因为 国内外摄影师的观点不一样 每个摄影师 都有点自己的小矛盾 实在不行 结束了没有拿到你满意的照片 你可以告他的 方木蕊听到这样的话 才微微好受一点 但是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不爽 那你们要在洛安村这里过夜吗 相亲问了问 我们订好村里旅馆了 等会儿拍摄结束就回去了 洛安村只有那一家旅馆 所以大家订的应该是同一家 许梅看着方木蕊 动得脚腕惨白惨白的 想了想说 我们也住那一家 晚上八点的时候你来大汤 我带了点屈寒的姜茶 回去泡一点喝 就不会感冒了 方木蕊吸了吸鼻子 他这回国之后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好的姐姐 本就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 许梅也没在意 几个人又聊了会 相亲看了眼手机 许梅姐 群里在说 等会儿要开会 许梅看了一眼 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才和方木蕊道别 回去的路上 相亲问了句 许梅姐 你就不怕他们也是骗子 相亲有这样的防范心事好事 但是许梅觉得 他们应该不是 看到方木蕊的时候 他就觉得挺亲近 没事 我们也没暴露什么信息不是吗 晚上也只是约他在大堂 防范心我还是有的 相亲这才反应过来 看来是他想多了 开会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商量了一下 要出演的节目 今晚之前要交上去 许梅有点想法 晚上喊了相明来房间商量 许梅姐 你是已经有想法了吗 相明看着许梅 并没有多紧张的样子 应该是心里有底了 嗯 有点想法 许梅笑着 继续说道 我打算明天去村里找一些小朋友来 也不用跳舞 也不用唱歌 就到时候坐在舞台上就行 相亲 这个好办 这个活动村里人本来就知道 应该会有小朋友愿意来 那歌曲呢 许梅姐有选好吗 话落就见 许梅起身 在行李箱的家层里 拿出一份文件袋 里面装的就是乐谱 许梅递给相亲和相明 目光落在乐谱上 洛安村虽然是旅游地 但是也是一个留守儿童比较多的村落 村里的小孩 基本都是老人带大的 这首外婆桥 演唱出来的话 会比较让村里人有一些代入感 说完 相亲和相明都觉得可以 那谁来唱呀 相亲和相明互看了一眼 都纷纷摇了摇头 许梅看着淡淡笑了下 那我来吧 商量完 外面天也暗了下来 许梅从包里拿了两三包驱含姜茶 相亲陪着她一块下去 走到大厅的时候 方木睿已经在那等着了 看到许梅的时候 她连忙起身甜甜地叫了句 漂亮姐姐 许梅微微点头 不叫美女姐姐改叫漂亮姐姐了 不过她也没多在意 只是将东西交给她 回去就喝了 不然晚点喝会影响睡眠 方木睿笑着点头 她刚刚摸到美女姐姐的手了 好嫩好软 姐姐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要是没有的话 她说不定还可以介绍自己 那个远在大洋外的哥哥给她 谁知道许梅摇了摇自己的手 无名纸上的戒指 出现在方木睿面前 不好意思 我结婚了 方木睿叹了口气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幸运 能娶到这样的老婆啊 回到房间后 向勤去洗漱 许梅靠坐在小沙发上 看着薛藤的微信见面 上面 还是一小时前发来的消息 晚饭吃了吗 她退出微信 给她打来的电话 零响了两秒 就被接通了 工作忙完了 薛藤开口问道 嗯 估计还要个两三天才能回去 原本说的只要两三天 现在看估计要个四五天才能回去 好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将茶喝了没 别感冒了 许梅笑笑 喝了 今天还遇到个小模特 在这边拍摄 还挺聊得来的 给她分了几包 倒是很少看到 你愿意和陌生人聊得来 许梅性子清冷内向 又比较容易害羞 很少会和陌生人聊得来 她既然能这样开口 应该是对方很讨她的喜欢 果真 许梅下一句就说道 我也不想啊 可是人家叫我美女姐姐呢 电话那头的薛层笑出声来 低沉的嗓音 带着点蛊惑的意味在她耳边说了声 美女姐姐 第五十八章 丢人 许梅 没想到你喜欢这样的 薛层暗笑的声音从听筒传进耳朵 许梅捂着听筒 缓缓将手机拿下来 脸上不争气地红了起来 她仰着头笑出来 谁能扛得住 这一声美女姐姐 缓了一会 许梅才故作镇定地说 你可比我大 别乱喊 薛层靠着座椅转动着手里的笔 笑着说 行 那你能不能叫声哥哥 许梅 安静了几秒后 许梅才压低了声音 咬着唇缓缓地说了句 哥哥 说完梅来得及 听她说什么 就连忙挂了电话 许梅苦恼地坐在沙发上 有点后悔地挠了挠头 怎么就没忍住诱惑喊了呢 这下好了 回去肯定要被嘲笑的 薛层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盲音 思绪还停留在 她刚刚喊的那一句哥哥上 心头痒得很 想了一会儿 还是给方特助发了条消息 明天下午的工作 多推迟一下 待定 要不是明天上午 有场跨国的会议她 现在就有点想过去了 刚和方特助吩咐完 电话又响了 屏幕上写着两个字 小蕊 薛层按了按头 还是点了接听 刚接听她 没立马放到耳边 下一秒就听见对面 仿佛开了扩音的声音 表哥 你刚刚是在和嫂子打电话吗 薛层 有事说是 我已经到国内了 明天就可以回海城了 你要不要和嫂子 一起请我吃顿饭呀 不要 薛层果断拒绝后 电话那头连忙阴阳怪气道 不是吧不是吧 这年头 怎么有人结婚 还藏着掖着的 你这个哥哥 也太不合格了 还不如我今天遇到的美女姐姐呢 美女姐姐 薛层困惑地问了一句 当当许美也说 今天有人这样喊她 对啊 遇到个人美心善的美女姐姐 见我拍摄太辛苦 还对我江茶屈寒呢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方木蕊想了会 结巴地说道 好像是什么落什么村的 薛层笑笑 你嫂子出差了 等她回来请你吃饭 方木蕊愣了下 立马激动起来 真的 你说真的 那我住的地方 表哥可以施舍一下吗 明天到了海城 我让助理接你去 都安排好了 啊 哥哥真好 祝你长命百岁 早生贵子啊 说完电话那头 就一片激进 挂了 薛层摇了摇头 还真的是和以前一个姓子 有事叫哥哥 没事叫薛层 他都习惯了 只不过没想到他的小妻子 竟比他还早一点 遇到他这个妹妹 开始害怕会触不来 现在想 应该不会了 次日相亲和相明 就在村里找了七八个孩子过来 村里的舞台不大 七八个孩子就已经够了 几个孩子肤色有黑 头发却梳得很齐整 笑容的时候 宛若夏季的阳光 正好是天真的年纪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闪着光 小朋友们知道过来干什么吗 许梅蹲下来看着他们 笑着问 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 但也有几个小朋友在说话 奶奶说过来可以学东西 我想学 听说有礼物的 我想要礼物 哥哥姐姐们 唱歌很好听 想过来玩 孩童们稚嫩的声音参次不齐 许梅摆了摆手说道 都说得不错 哥哥姐姐可以教你们唱歌 明天表演结束了 你们都可以拿一份礼物 相亲好奇地问了句 姐 什么礼物啊 要不要我去准备 许梅摇了摇头笑着说 没事 我让随行的负责人 去采购了一些书籍文具什么的 到时候送到他们家里去 那这个 是你自己出吗 这种福利 肯定是不能报销的 只能是许梅自己出的 他点了点头说 这边的物价也不贵 买一点也花不了多少钱 本来他们 就没有父母在身边 总得让他们开心点 相亲看着许梅脸上的笑 顿时就明白过来 薛层为什么会喜欢许梅了 那我和我哥也出一点吧 小朋友都很可爱 给他们买点玩具也好 许梅想了会说 那这样吧 你让相鸣去找村主任 要个联系方式 回去后再邮寄过来 好 相亲也笑着应下 许梅带着几个孩子 去准备了一下 虽然说 明天小朋友不用参与表演 但是他们刚才说想学 许梅也打算 带他们认识一下 这些乐器 也算是在心里 留下一颗种子 等以后他们走出这里了 找到了自己以后的路 能想起来这段时光 是能笑着的 相亲在外面坐着 没一会儿 就听见里头传来的歌声 手机微震 他垂下头 就看到手机上的消息 相鸣 今晚给你重新开了个房间 相亲困惑 为什么要重新开房间 随后又一想 啊 多半是施工来了吧 想到这里 相亲给许梅说了声 就先走了 毕竟得去把东西收拾了 相亲走了好一会儿 许梅就看到窗外 不远处的简英 朝这边走来 看到他许梅 就知道不太妙 弯下身子和小朋友说 小朋友 今天先到这里 你们先回家吃饭好不好 好 临走时 几个孩子笑着给许梅告别 许老师再见 在看到简英站在门口时 他们还和简英打了个招呼 老师好 他们不认得简英姓什么 但还是单纯地问了句老师好 简英也只是笑笑 等到人都走了 简英才开口道 许梅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 结果就只是找了个小孩来凑场子 许梅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悠闲地拿着手机刷动着屏幕 听她说完话 才将手机放下 双手交叠 一手不断转动着戒指 她言语轻挑地问道 简英 你这两面三刀的样子 我还真想让别人看看 简英轻蔑地笑笑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明天的演出到时候 可是有海城卫视的人来拍摄的 你可别整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丢人了 她想激怒许梅 看到许梅慌乱的表情 她可不要太开心 可面前的许梅过分冷静 甚至丝毫没有在意她说的话 丢人 简英你别忘了 你也是小镇出来的 做人忘本可不好啊 她站起身来 走到简英身边 挑着梅 高傲地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又轻笑道 我也很期待你的表演 那就明天再看了 第59章 外婆瞧 下午和小朋友沟通好之后 大家都约好了 明天上午9点再过来集合 看着小朋友 无忧无虑地笑她 心情也好了不少 就是有点累 晚饭她没跟着其他人一块去吃饭 只是在小店里买了点面包 打算应付过去 回到房间的时候 浴室的灯光 亮着传来嘻嘻沥沥的水声 许梅还有点困惑 相亲今晚怎么这么早就洗澡了 丝毫没有发现 相亲的行李都不见了 她伸了个懒腰 整个人趴在沙发上 闭着眼 感觉下一秒就能睡过去了 听着浴室的水声 像是催眠曲一般 许梅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薛层从浴室出来后 就看到她趴在沙发上 走过去撩起她的头发 才发现已经睡着了 她轻叹一口气 还是弯下腰 将人抱起来 放在床上 薛层擦了擦头发 没用吹风机 想着让她再多睡一会儿 定了个一小时的闹钟 换好衣服后 就看到桌上放着的几个小面包 猜也猜得到 肯定是许梅打算用来应付晚饭的 她轻叹一口气 走到床边 低头轻轻在她额头落下一吻 就知道 你不会好好照顾自己 许梅睡醒的时候 薛层的闹钟还没响 刚想着自己怎么到床上来了 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整个房间都只亮着 她笔记本电脑的亮度 她揉了揉眼睛 那不是薛层是谁 一下子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她感觉有点渴 哑着嗓子叫了一句 薛层 听到声音的薛层 抬起头 就看到她睡眼朦胧地看着自己 她将笔电从腿上挪开 迈着腿走过去 坐在她的床边 睡醒了 她拿起一旁床头柜的一瓶矿泉水 拧开地给她 有点凉小心点 我没看到房间的热水壶 许梅想了想酒店的热水壶 觉得还好 不是用热水壶烧的水 她从被子里伸出手接过水瓶 喝了几口润了润才问道 你怎么来了 薛层帮她理着 睡得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拿着一根小皮筋 小心翼翼地绑起来 声音柔和 却带着点小小的眼力 再不来某人回去之后 胃病都要出来了 许梅脑袋上冒着问号 她抬手轻轻点了一下她的眉心 杨梅看了眼桌上的小面包 晚饭就吃这个应付 许梅看了眼那几个小面包 心想着倒也不至于 几个小面包吃了 也算晚饭 比不吃好 薛层扯了扯唇 皮笑肉不笑 那你的意思我还要夸夸你 许梅没说话 但心里还是觉得 你要夸的话 我也可以勉强接受的 她心里的那一点小心思 薛层哪里不知道 只是说了句 起来吧 带你出去吃饭 说完她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甜甜地说了声 好 这就起来了 两个人在外面随便吃了点饭菜 没有多逗留 薛层也知道 她今天累了 明天还有表演 肯定是想早点睡的 睡前许梅感觉到薛层握着她的手 她小手在她掌心挠了挠 反手与她食指相扣 她笑着面对薛层 看着她紧闭的双眼 她轻声说了句 晚安 谢谢你过来陪我啊 薛层也没睡着 侧过身来 在她轻柔的唇上落下一吻 我是过来看风景的 她嘴硬地说道 许梅没说话 只是含着笑睡了 一日 村民和一同来的男老师 一起动手 搭建了一个简单 却别具特色的舞台 用圆木和麻绳 精心构建而成 甚至将一张巨大的横幅 挂在舞台上方 上面写着欢迎观看工艺演出 许梅带着薛层来找座位的时候 感觉仿佛走进了一个 名人的乡村庆典 村民们都来得差不多了 海城卫视的人 也早早地就来了 正在调试设备 许梅陪在后台的孩子们身边 对于第一次登上舞台的孩子们来说 紧张是难以避免的 向琴和向明也没闲着 他们和孩子们 一起玩起了欢乐的游戏 这些简单的游戏 不仅让孩子们放松了紧张的情绪 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演出开始 许梅按照原先的安排 让孩子们坐在舞台两侧的台阶上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舞台的魅力 向琴和向明 则全情投入地伴奏着 小提琴的音符婉转悠扬 如同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淌在耳边 孩子们微微晃动的小脑袋 手中的向日葵 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着 仿佛舞台上的花朵 也跟着欢快的舞动 许梅的歌声温柔 而又富有江南女子的轻柔 如同一缕清风 拂过山间的竹林 她的声音传达着爱与温暖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乡村风光中 摇啊摇 十五摇过春分 就是外婆瞧 盼啊盼 阿妈阿妈的天天叫 吵啊吵 米花糖挂嘴角 总是吃不饱 美啊美 小脚桥上翘啊翘 这首歌像是一首温柔的诗 没有多昂扬起伏的副歌 但听着就总能让人想起一些温暖的往事 一曲落下 现场先是一片宁静 随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许梅面带微笑 牵着小朋友的手 弯腰致谢 一下台 薛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后台来了 手上握着一只向日葵的鲜花 看着她漫步走到自己面前 将那只向日葵送到自己怀里 你从哪整来的鲜花 花瓣金黄灿烂的 鲜艳的一如许梅脸上的笑 在乡亲那买的 有一家中了温室的向日葵 不对外出售 我求了好久的 她略带委屈地说着说着 像是一个想要渴求夸奖的孩子一样 许梅看着她 轻声问了句 为什么要去买鲜花送我呀 这话问得似乎有些明知故问 但许梅还是想听她说 她轻笑 演出成功 不都应该有鲜花庆祝吗 难道你以前演出没人送你鲜花吗 她反问道 许梅则是摇头 有 但没有你送的 说着的时候 神情有点落寞 过去的很多年里 他们都没有参与过彼此的生活 只是越和她在一块 就越觉得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和她在一块 薛曾摸了摸她的头发 安慰道 以后都会有我亲自送给你的鲜花 那些年一数数送出的鲜花 没有署名 没有祝福 但那时觉得 只要她收到了就好 而现在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 站在她身侧 为她献花 第六十章 公主 活动结束后 薛曾帮着收拾场地 许梅则被领导叫到了一旁 等会海城卫视的人 想拜访你一下 要不你准备准备 领导看似 一脸打着商量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已经决定好了 许梅看着就知道拒绝不了 但还是问了句 怎么突然要采访我 领导也不演示 直言道 你刚刚的演出很好 不少相亲都夸了 更何况 这也算是宣传 许梅听完 也只是点了点头 好 知道了 说完没多久 就有个身着一身 女士西装的人 面带微笑地走过来 你好 许小姐 我是海城卫视的主持人蔡盈 这是等会儿 可能会提问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准备一会儿 许梅接过她 手里的采访稿 大致看了一下 问题基本上 也是围绕着这次活动展开的 但是没有什么难的 一旁的后勤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薛曾见许梅和别人聊完了 才拿了苹果汁 走到许梅身边 许梅垂着脑袋 正看着采访稿 就看到嘴边凑过来吸管 她也没怀疑 直接咬了上去 果然一抬头 就是薛曾 她脖子上搭了条毛巾 初冬的季节 她只简单穿了件 黑色的圆领毛衣 原本邻里的五官 因为这件圆领的毛衣 让她整个人都柔和了许多 你忙完了 她问道 嗯 在看什么 许梅将手里的采访稿 递给她看 等会有人来采访 我在看稿子呢 她一手接过稿子 一边看着一边问她 会紧张吗 还好吧 许梅吸了口杯子里的果汁 酸酸甜甜的 尝不出是什么水果 但还挺好喝的 没一会儿 薛曾手里的稿子还没看完 许梅杯子里的果汁就见底了 薛曾看着她 眉眼弯弯 她就知道 她会喜欢这个味道 你在哪买的果汁 好好喝 她抬眼满脸 都带着点骄傲的模样 自己公司研发的 感觉你会喜欢 带了几瓶过来 说完 许梅眨巴眨巴双眼 又问了句 封层什么时候 该开始做食品了 上次她说到 想要朝其他行业发展的时候 许梅还以为 只是初步的想法 没想到 都开始看到研发成果了 她竖起了大拇指 实在是词穷 说不出什么好话 来夸奖她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既然是自己家的 那我以后 是不是可以经常喝到了 她这副模样 软萌软萌的 薛曾心头一软 想着 这本来就是 特地为她定制的 自然想喝多少都可以 见她没说话 许梅又往前凑了点 慢慢地 她的距离凑得越来越近 停在让她觉得危险的距离 她疏尔眸光一转 你的口味 还是一如既往的刁钻 没点本事 还养不起你 她嘴上抱怨着 但还是又给她开了一瓶 递到她面前 许梅现在对她的口是心非 都已经免疫了 这人说的和做的 压根不在一个次元里 有时候 许梅都想看看 她脑子里装的什么 这个嘴 是不是不会说一些软话 一旁的剪音钢 和陆志颜打完电话 就看到这么一幕 秀恩爱的场景 她许梅真是天生好运 随便唱首歌 都能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这个薛岑 更是对她千一百顺 原本以为没有陆志颜 许梅就彻底输在她脚下了 谁知道 半路杀出个薛岑来 偏偏还是她得罪不起的人 她越想就越憋屈 不知不觉 就走到了她俩身边 看着许梅笑脸盈盈地 和薛岑聊天 她气不过开口就讽刺到 小梅 和薛总闪婚才几个月 就处得和老夫老妻似的 看不出你们感情还真好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谈了很久吗 许梅的嘴角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原本以为她又要来的色什么 看来是在陆志颜那吃了亏 看到她和薛岑情色和明 心里气不过 许梅倒也不急 不紧不慢地说 你有心思来关心我的事 不如好好稳固自己的位置 陆总年纪不小了 连姻得一大把等着呢 陆志颜在圈内风评不错 在不少豪门千金的选择范围内 很难保证她不会选择联姻 可许梅就是想看看 如果陆志颜真的要联姻 简姻会怎么闹 许梅简单一句话 就戳到简姻心窝子里 但也提醒了她 她必须嫁给陆志颜 这件事不能拖了 之前陆志颜的联姻对象 是许梅她 可以一直在中间拖着 可现在 如果陆志颜还想联姻 她可就没有拖着的办法了 简姻瞪着她 嘴里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刚准备走 薛岑却叫住了她 简小姐 简姻拧着梅定在原地 薛岑这人 明明刚刚还是慈眉善目的 现在声音 冷得像是一把冷剑 抵在她的脖子上 让她动弹不得 小梅脾气好 不与你计较过往 但是我这个做人丈夫的 总不能看着妻子受委屈 简小姐既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就要做好准备了 听完简姻咽了咽口水 明明她没有挑明要怎么做 可刚刚那一番话 就足以让简姻不寒而栗了 她没敢回头 直接走了 许梅看着简姻落荒而逃的模样 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倒是薛岑刚刚的一番维护 让她久违的那种感觉 又涌上了心头 自从许家没落 许梅看了不少白眼 不少嘲笑 很久很久 她都没有被人义无反顾地维护着 薛岑 你真的要为了我对付简姻啊 她和简姻的那些三瓜两枣 过去的时间久了 也没有证据 她也没打算继续追究了 但如果薛岑真的为她对付简姻 她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 只见薛岑抬起手来 直接看样子地在她眉心点了一下 酥酥麻麻的 她懒懒地说道 你没看到她无视我了 我单纯看她不顺眼 别自恋了呀 她一脸坦然 只有许梅看着她笑了起来 看着她这副模样 她忽然手痒得很 在她脸上狠狠地捏了一下 笑着说 傲娇鬼 你是层蹭公主吧 和公主一样傲娇 却做着歧视的事情 她的薛岑 是个公主啊 第61章 专属 听到这句话 薛岑显然很不满 皱着眉 一手撑在她座位旁边 一下子拉近的距离 让许梅瞬间来不及反应 再说一遍 叫我什么 许梅也毫不示弱 但声音小得和蚊子叫一样 层层公主 呵 薛岑无奈笑了一下 目光一下变得玩味起来 她那双桃花眼 忽然直勾勾地盯着她 许梅 你就是料定 我不敢欺负你 她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就又做了回去 甚至还不忘 整理下自己的衣服 看着好像有点不爽 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许梅觉得有趣 又笑着问了句 你要怎么欺负我 她的目光本来都挪开了 听她这样一说 又转眼看着她 我 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一旁的人打断了 是那位海城卫视的记者 那个 徐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开始了 薛岑的话到了嘴边 又咽了下去 许梅也没继续逗薛岑 端正好坐姿点了点头 就在这采访吗 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没事 就在这 不过这位 蔡盈有些为难地 看了下薛岑 许梅也是淡淡笑了笑 她可以坐在一旁不入镜吗 她是我先生 要等我结束回去 说完 不忘看了下薛岑 朝她眨了个眼 薛岑无奈 将椅子往一旁拖了点 蔡盈看了眼摄像 摄像小哥比了个OK的手势 是一距离可以不会入镜 她这才调整好状态 面带微笑地说 那我们就开始了 蔡盈的职业水平很高 全程都是面带微笑 许梅之前就有所耳闻 毕竟经常出现在镜头前 网友还给她取名 说是最美主持 她笑起来的时候 像是真的能把一切 都融化的样子 和她比起来 许梅就不怎么适应镜头了 但是她底子好 上镜也丝毫找不出缺点来 结束之后 摄像又看了看 不由地感叹道 这条采访要发出来 许小姐都要火了 这要说是 明星都不为过 本来上镜就容易拉宽 许梅的脸上镜后 却依旧小巧 加上人每隔天 蔡盈都不由地感叹 我们收视率可以上去了 许梅倒是被说得 有点不好意思 结束后 许梅表示感谢 请他们俩吃了顿饭 蔡盈对许梅的印象就更好了 只是薛曾有些不开心 一直沉默寡言地 一直等到回到房间 她才将自己不爽 不开心的样子展露出来 她不爽地双手暴毙 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就差把不开心斜脸上了 许梅看着她门里门外 自己这是公主病犯了 哄哄就好了 层蹭公主 许梅凑到她面前 双手撑在她 靠着的沙发上 距离近的 几乎能感觉到她的鼻息 薛曾觉得 许梅的胆子 最近是越来越大了 丝毫没在意 什么是安全距离 叫层蹭可以 别叫公主 她轻言道 声音小道 像是怕吓到她 我要是想叫呢 这么一个和薛曾外貌性格 都不符合的昵称 在她身上 将反差门发挥到了极致 让人一喊 就忍不住想弱啊 原本以为薛曾还会挣扎一下 结果她只是有点无奈 轻叹一口气 直接躺平了 你开心就叫吧 别在外面叫就行 她双眼凝视着她 眼里都是包容和宠蜜 许梅喉咙咽咽咽 双臂像是忽然没了力气 一下掉进她的怀里 胸前的苏软 骤然间压着她的胸膛 安静的几秒钟里 许梅感觉到 她心口在疯狂跳动 像她一样 心动 她顿时羞难起来 忽然问了一句 那这个 是我专属的权利吗 什么 她低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就 叫你公主 是不是我专属的权利 薛曾一下没回话 空气里安静了几秒 在许梅的心 渐渐沉下去的时候 忽然间 腰上落下一阵温热 她护着她的腰 将两个人的方向 互换了一下 瞬间许梅就躺在她的身下 她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眼睛大大的 充满了困惑 薛曾没忍住 还是低下头 吻住了她的唇 原本静下来的心 又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开始慢慢顺应着她的索取 身上的人 像是怕她累着 一手提了提她的腰 一手护着她的后颈 让她毫无保留地 接受这个炙热的吻 薛曾 身下的人 声音乌液 最后直指吻到她双眸微湿 颤着嗓音叫她名字时 才松开了她 她唇半烟红 薛曾一瞬间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唇色 是她见过最起立的色彩 她好像有点控制不住 又担心吓到她 上一次越举 还是趁着她喝了点酒好欺负 事后还有些后悔 好在她没在意 但是她不想再在 没经过她同意的时候失态 她抱着她 拇指轻轻擦拭了下眼瞼的泪 现下这副模样 和被欺负惨了 也没什么两样 一时间有些心软 岑岑也好 公主也好 都只给你叫 是只有你想用的偏爱 她回答了她刚刚的问题 许梅有些茫然地看着她 她对她说 偏爱 她刚想问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 话还没说出口 就见薛岑又亲了一口她的眼角 话语间略带克制地说了句 我去趟浴室 在刚刚那样一番亲吻过后 她这句话的意思 昭然若揭 许梅其实不太明白 为什么她一直不继续下一步 她也担心 薛岑是怕不够喜欢 所以不碰 这样以后分开也算体面 还没等她想出个所以然来 她直接起身 在她进入浴室前一刻 拉住了她的手 你 不碰我是担心以后离婚不方便吗 其实我可以 话还没说完 薛岑就猜到了她要说的话 强忍着安抚她 不是 就是这里不方便 有些东西这里也没有 我更没随身带的习惯 所以 所以是因为没有工具 她才刹车 许梅顿时脸羞的通红 直接将她推进了浴室里 一门之隔的两个人 一个松了口气 脱下衣服 打开冷水 一个脸颊发烫 满脑子都是 她刚刚是不是自见整袭了 她安静了好一会儿 才让自己平复了点 浴室的水声依旧不断 许梅打开手机 又开始寻找她的心理咨询师 黎安安 第62章 展开说说 许梅 我刚刚好像误会削层了 差点自见整袭 我已经尴尬死了 电话那头的黎安安 也是略微淡定 只有四个字 展开说说 许梅言简一概是表达了一下 就是她明明忍不住了 结果还是杀了车 我以为她是怕做了不好离婚 结果我自见整袭后 她说 只是没道具 我好尴尬 说完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就像是欲求不满的样子 黎安安看了来信 心想 什么没道具 薛层那个大尾巴狼 一定是怕吓到许梅 不过许梅这样一说 怕是过不了多久 许梅这个小白兔 就要被吞吃入腹了 许梅本以为黎安安会安慰她一下 结果对方只是发过来一个链接 黎安安 链接 我已下单 回家记得签收哦 许梅复制下链接 打开了某橙色软件 映入眼帘的 就是大写加粗的链接标题 为您的幸福保驾护航 某某牌小雨伞 年度装礼盒 许梅心如死灰地关掉了链接 在黎安安的聊天界面 停留了许久后 还是回了一句 好 关掉聊天后 许梅忽然想起 网上说的一个问题 临死前想做的是什么 答 删除和闺蜜的聊天记录 她叹了口气 又想了想 第一次的时候 好像会很痛 要不要做什么准备 平复下来的心一下 就变得的紧张起来 浴室里的薛层 自然不知道 外面的许梅 满脑子想的什么 只是她一推开浴室门的时候 就看到许梅抱着抱枕 在沙发上翻来覆去 看上去心情烦躁的样子 这事 被拒绝了 所以不开心 她没多想 直接问了句 在想什么呢 会不会很痛 她想着事 没过脑子就说了出来 说完明显感觉空气安静了几秒 薛层确认自己没听错 但猜猜也知道 她是嘴快说出来的 也没拆穿它 想着现在 藏在沙发后面的人 肯定尴尬 紧得得要死 她故意反问道 你哪里痛 不舒服吗 许梅一听 立马坐起来 我肚子痛 看来是饿了 要是平时薛层肯定紧张起来了 可是现在看着她拙劣的演技 她也顺着她的意 转身在行李箱里拿了点 小零食出来 走到她面前 微微露出点紧张的表情 应该是胃痛了 先垫垫肚子 我换身衣服出去吃饭 看着薛层 一脸关切的模样 她心虚地点了点头 拆开零食袋子 就往嘴里塞 走到她身后 准备换衣服的薛层 看着她吃零食的背影 又宠溺地笑了笑 老婆像表演 总不好拆穿了 好男人 当然是要体面地顾全她的面子 许梅心虚 吃了很多零食的后果 就是到了饭点后 薛层点的一桌菜 她竟然吃不了多少了 看着一大桌的菜 她吃不下了 又怕露馅 只好小口小口地吃着 吃得慢 自然就不会看出来 她得得少了 小机灵鬼完全没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薛层的眼里 她轻声说了句 晚上别吃太多 会饥食 许梅两眼一亮 连连点头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说完她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 我吃饱了 嘿嘿 薛层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 笑了好一会儿 晚上 薛层一如既往地 在沙发上抱着笔电办公 许梅洗漱好 就躺在床上 刷刷剧什么的 结果她一上床 就看到 桌上一瓶 已经凝好的矿泉水 一旁是一板健胃消食片 许梅心口一暖 眼睛看了看薛层那边 她开始干正式的模样 和平时对她时 就像两副面孔 一副是生人物尽 清冷金贵的模样 一副是对她独有的 她最喜欢的模样 她眉眼含笑 吃了一片消食片 轻声走到薛层身边 在她的脸颊上落下一吻 她打来的哈欠说道 我困了 先睡觉了 不用关灯 要保护好眼睛 她起身往床上去 没回头看薛层的表情 若是 她闭上眼睛看一眼 可能还能看到 她见红的耳根 和一抹不值钱的笑 许梅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 比起前两天的早起来说 今天醒过来 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起来后 身旁是空的 昨晚睡着前 薛层都没上床 也不知道几点睡的 这会儿 被窝是冰的 要不是床单是皱的 都找不到她上过床的痕迹 简单洗漱后出来 就看到她了 她正提着早餐 从外面回来 就起来了 她一进门就问了句 似乎还在困惑 怎么起得这么早 再睡下去 都要成猪了 她喃喃道 嗯 变成猪也养着 刚吃下一口粥的许梅 眼角搭拉着向下 满脸都是哀怨 薛层笑笑 逗你的 今天你跟我一块回去吗 许梅问了问 她过来是司机送过来的 回去也没车 许梅自然想着她 估计要跟着自己 坐大巴回去了 结果薛层淡淡道 剧院的人都已经走了 我让向明和你领导说了 等惠方特助会过来接我们 啊 就走了 薛层淡然 拿出手机给她 她一看 好家伙已经十点了 顿时有些惭愧 竟然一觉睡了这么久 不过一想 今天可以不用见到简英 心情好了许多 那个 你准备怎么对付简英啊 她弱弱地问了句 毕竟法治社会 还是不要做的 让人拿到把柄了 薛层看了眼手机 算了算时间 应该就这几天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已经出手了 不会违法乱计什么的吧 要是什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话 还是算了吧 她可不想让薛层 因为简英的事 惹得自己一身心 就算是打击报复也不行 薛层无奈 她的小妻子 还真是脑洞打开 放心 我不像黎安那么忙 许梅 薛层这是在说 黎安打人的事 虽然她也觉得挺忙的 但是 但是那样做也挺爽的 不过 为了以后我的孩子 可以顺利考工 这种事 我还是不涉足的好 许梅听完 连连点头 直接对她竖起大拇指 说的和她想的一模一样 和我想的一样 薛层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看来我们俩 对于孩子以后的教育方向 是相同的 许梅微微翻了个白眼 大白天的 做什么梦呢 她也只是笑着 心想着 要是有个孩子 会是像谁多一点 第六十三章 黑卡 回到海城的时候 已经是晚饭时间了 许梅在车上睡了一觉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到海城了 但是似乎并不是 朝天狱的方向去的 不回家吗 她看着外面的景色 开口问了句 快到晚饭时间了 先吃了东西再回家 听她这样一说 许梅还真觉得 自己的肚子有点饿了 她歪着脑袋 目光看着她的眼睛 眨了眨眼 提了个小要求 那我能点菜吗 就去上次 你带我去的那家 薛层管 就是那家 说完就看到许梅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声音清甜 那我们还挺有默契的 她的眉眼弯弯地笑着 总是能让人看一眼 就挪不开眼 一开始她好像就是这样想的 想着 让她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能多开心一点 笑容多一点就够了 可在一起了 她笑得越来越多了 她也越来越不满足了 她盯着许梅看得出神 还是手机的铃声 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屏幕上是方知义的电话 喂 她声音淡然 今晚来不来朝夜喝一杯 方知义开门见山地问道 似乎是并不打算给薛辰拒绝的机会 还没等她说话 她又说了一句 嫂子也可以一块带过来 你就别拿嫂子当借口了 是的 方知义 这不是第一次约她了 之前约她 她的借口总是单一又简单 陪老婆 所以 方知义干脆就直接堵死她的借口 今晚她一定要把人拉过来才行 薛辰轻叹一口气 转头问了问许梅 方知义约我们晚上去酒吧 想不想去玩玩 许梅见过她那几个朋友 虽说不熟 但好在看得顺眼 她轻轻点头 可以啊 没问题 闻言 薛辰对着电话回了一句 可以 方知义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 应文音 七点啊 别迟到了 薛辰懒得和她多废口舌 直接挂了电话 一旁的许梅看着她这个样子 还真是好奇 这副欠奏的模样 是怎么能有那么多朋友的 他们不是都在国外发展吗 许梅亲身问了句 难不成是薛辰要回国发展 他们也要回国发展了 方知义自己的公司在国外 但是家族产业都在国内 最近要接手家里的产业 所以在国内待得久一些 其他两位估计今年过完年就回去了 许梅微微点头 倒是没想到 方知义长了一副小奶狗的模样 实际上 背地里也是个厉害的人 能将国内外事物两手抓 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薛辰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又补充了一句 方知义家里的产业和陆氏是对立 原本方家的产业 都在方家老二手里 老二是个没什么本事的 只知道肯肯老 方家原本和陆氏在海城是两地投蛇 各占据了海城一半的购物商场 在方家老二手下 方氏的商场则是越来越败露 现在就剩个地皮在那了 所以 薛辰的意思是 想要提醒他 和方知义站一块的话 以后就要成为陆之眼的对立面了吗 所以 等会我帮你要一张方氏旗下的黑卡 啊 许梅一下怀疑自己听错了 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往他身上凑了凑问 你说什么 你一个封层的总裁 找人家要黑卡 薛辰轻轻抬起手 将他搂紧了点 慢条思理地说 过不了几个月 方氏就可以和陆氏重新争一争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底带着的是张扬的自信 是对方知义实力的认可 又好像是对他自己的自信 入夜 海城 昭夜 二楼的包厢里 三个人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桌上开了几瓶酒 依然是空瓶了 傅城懒懒道 再问问 到哪了 方知义看了眼时间 七点过两分 他并不是很想打电话 去问薛辰到哪了 这不是在阎王面前索命 自不量力吗 不问 他刚说完 包厢门就被打开了 薛辰今天穿了一件 条纹的家后卫衣 宽松的卫衣 却丝毫掩盖不住 他健壮的身材 他下身穿着一条 简单的黑色运动裤 修长的双腿 在裤子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笔质挺拔 平时见惯了薛辰 西装革履的模样 今天这样闲散随性 还是第一次见 许梅也走进包厢 一双手正被薛辰 紧紧握着两人的手掌 紧密相连 让人想忽视 都不行 直到薛辰和许梅都坐下了 三个人也都一句话没说 怎么了 都哑巴了 薛辰环视三人一眼 淡淡倒 几人见惯了他嘴欠的模样 倒是无所谓 许梅扯了扯他的袖子 你好好说话 见惯了薛辰好言好语的模样 一下子不好好说话的薛辰 倒是让他不自在 薛辰 他也不能说不 索性就不说话了 石元倒是第一次见薛辰吃瘪的模样 在一旁笑出声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薛辰这么怂 还是嫂子厉害 对对对 我们就是第一次见薛辰这样穿 这种年轻人的穿搭 从没在他身上见过 稀罕 方之一应声说道 许梅听着他们前一言后一语的 听上去像是和薛辰认识很久了 大概就是薛辰出国后就认识的吧 是他未曾参与薛辰生活的那几年 许梅不了解他们几个 薛辰还能不了解吗 他直接开口问道 有什么事 方之一也不瞒着 开门见山道 我这不是得回来了吗 想问问你手里有没有点陆氏的东西 说完 薛辰脸色骤变 没敢转头看许梅的表情 方之一不知道许梅和陆氏的关系 是他忘了 在商场上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找一些负面消息散播出去 让陆之眼无暇顾及方氏 省时又省力 方氏趁虚而入奋一杯羹 虽然不太光明 但生意人不看重这些 可偏偏让许梅知道了 他知道许梅对陆之眼已经不在意了 但不代表他和陆家就割舍断了 许梅也看出薛辰的沉默 但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事 又不是这点事 就能让陆氏破产 再退一步说 要真这件事让陆氏元气大伤 那也是陆之眼没用 毕竟就算没有方氏 还有其他竞争对手 第六十四章 你们没老婆 不懂 空气安静了片刻 方之一大约还在困惑 薛辰怎么一言不发 许梅婉在薛辰胳膊上的手松了松 轻声在薛辰耳边说了句 我出去一趟 你们慢慢聊 没关系的 不用担心 他一句话没提陆氏 但是薛辰知道 他这意思就是 不用顾及他和陆氏的关系 方之一和他们两个面面相去 不清楚什么情况等 许梅出了门 方之一才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你嫂子算是陆家一女 这话一出 方之一算是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尴尬开口道 那我岂不是说错话了 他尴尬一笑 石原和傅成两人耸了耸肩 一脸坐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仿佛差那间时间静止了 薛辰也没说话 他的目光不经意间 落在桌上的酒瓶上 他不经心生思心 希望陆之眼能够放下 对许梅的执念 陆家的事 我手里没东西 陆之眼这人 做事还可以 他身边还有喝家帮池 不好动 他停顿了两秒 像是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的时候 他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 陆之眼这人太过重力 他话说到这里 没有继续下去 抛开一切来看 陆之眼作为陆氏的 最高掌权人这么久 是有能力在的 但是 这是他的优点 也是他的缺点 方之一微笑着 拿起桌上的酒杯 轻轻地碰了一下薛辰的杯子 两个人默契地没有说话 但已经明白是 什么意思了 薛辰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想出去找许梅 但又想了想 还是直接回去好了 他起身 走到方之一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商场开业 给你嫂子张黑卡 没事 我就带他先回去了 话落 脚步还没迈开 身后的声音又响起 不是吧 你 才坐了十几分钟就走 薛辰没回头 笑了笑说 你们没老婆 不懂 身后的三人 你有老婆你清高 出门后薛辰看了看四周 没有看到许梅的影子 他想着 是不是去卫生间了 刚准备转身过去 就看到二楼侧边的阳台门开着 他漫步过去 就看到许梅一个人 已在栏杆上 没有灯光 他就站在那一抹夜色里 但是夜色太凉 薛辰走到他身边 手掌落在他的手上 感觉到一丝凉意 不冷吗 他语气里带了点心疼 晚上出门时 应该再给他拿件外套的 眼前的人摇了摇头 不冷 你们聊好了吗 他轻声应了一下 握着他的手往里走去 回家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薛辰问他 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在这里玩 要是想玩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许梅想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回家吧 今晚早点休息 薛辰望着他的眼睛 笑着说好 去洛安村那天 简英就给陆之眼发了消息 虽然不是道歉 但也是了弱 可陆之眼的态度 却一直不温不火地 让简英有点拿捏不准他的意思 陆之眼和简英之间 看似是简英拿捏着陆之眼 实际上却是简英 依附着陆之眼 溪水湾的院子里 种满了鲜花 若是盛开 的话一定是起立的美景 只是现在凋零光秃的 像是一片荒地 手机里的铃声 想了好几遍电话那头才接通 陆之眼的声音说不上开心 甚至有些疲累 什么事 简英一下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明明好像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但是陆之眼 却好像丝毫没有想他的意思 阿燕 我们很久没见了 之前说我有点小脾气 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 他声音娇软 光是听着 就能让人缩了耳朵 但陆之眼 却没什么想法 原本打算直接拒绝的 但是台眸又看到了 桌上自己和简英的合照 照片上的女孩 笑得明媚张扬 明天过去陪你 最近太忙了 你好好休息 见陆之眼不是立马拒绝他 简英松了一口气 乖巧地硬了下来 这几天在洛安村的时候 看着许梅和薛成的那副恩爱的模样 简英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 特别是薛成 那天他说的话 简英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挂了电话 简英心情好了还没两秒 就接到了方叔的电话 喂 音音 你帮帮我吧好不好 方叔的语气急切又恳求 简英拧眉 没有立刻挂断 只是问了句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 你能不能让陆之眼帮帮文婷啊 他被人抓住了把柄 现在还在橘子里出不来 能不能让陆之眼出个面啊 简英自然是知道方叔老公那点破烂事的 只是通常是没有人敢说出来的 怎么这次 怎么会到橘子里去的 听 听说是被人举报抓进去的 证据确凿 我们都不知道那证据哪来的 简英想了想 方叔老公进去 还是之前一段时间的事情 那天他和许梅见了一面之后 和自己说了还没两句 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文婷能进去 肯定是有权势压着 而这个人 一定是比文家厉害的人 难不成会是薛层 要论得罪 方叔自然是在许梅的清单里的 叔叔 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在上面压着 我最近和陆之眼关系 也有点紧张 不方便 那 那怎么办 我找不到人了 叔叔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比如许梅 方叔微愣 随后又摇了摇头 应该不可能的 许家不是早就没落了吗 简音轻笑 许家没落了 可许梅现在 可是薛太太啊 封层的老板娘 你觉得封层有这个资本吗 方叔那头 顿时传来一片死寂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文婷从里面出来的话 她一定是逃不掉的 若是让文婷知道 这一切都是 因为自己得罪了许梅 只怕会被打死 音音 我知道了 以文婷的事情 在里面起码要待上好几年 与其求爷爷告奶奶 将她放出来 自己再被她打一顿 倒不如先一步拿了钱先出国 等到过几年 早就误是人非了 文婷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方叔顿时心里有了主意 第六十五章 你怎么也会拉小提琴 一日 原本是周末 许梅一般都睡得很晚 今天破天荒的 很早就醒了 伸手摸向旁边的时候 不是空落落的 是温热细腻的肌肤 许梅雾蒙蒙的眼睛微微睁开 还没等看清 就被腰上的手揽了过去 醒这么早 薛层没睁眼 薇雅的嗓音问了句 醒了 有点冷 她喃喃道 随便找了个借口 又往她怀里钻了钻 被窝里削层的身体 像个小火炉一样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整个头都埋在她胸腔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 她在暗暗偷笑 但也没说什么 只是在她头上蹭了蹭 又继续睡过去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 身边已经空了 许梅看了眼时间 已经九点多了 还没等她起床 小屋没慢悠悠地蹭过来 一个蹦打 就跳到了床上 许梅靠在床头 揉了揉她的肚子 陪她玩了一会儿 才慢悠悠地起床 这会儿 薛层应该出门了 不然应该会进来 叫她去吃早餐 洗漱的时候 小屋没就总是在她脚边蹭着 许梅觉得她有点反常 出了房门 就见她扯着自己的裤腿 像是想带她去什么地方一样 她看了看方向 是书房旁边的一个空房间 之前原本想着去装琴房的 只是后来又觉得 只有这一个空房间 还是在书房旁边 怕影响她工作就没想着去装琴房了 乌梅扯着她的裤脚 走到房间门口 许梅站定脚 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手落在门坝上的时候 手心微凉 忽而从里面传来一阵小提琴曲 声音很轻很轻 基本听不见 若不是站在门口 大概会以为是幻听 里面有人? 是薛层吗? 门坝缓缓转动 发出微不可查的轻响 伴随着这一瞬间 一曲悠扬的琴声在屋内回荡 房间的陈设虽然简单 甚至有些单调 但墙上的四五把琴 却摆放得井然有序 品质显然不俗 听着她拉的曲子 目光看着她 薛层就站在那里 周身都静满了伤感 回眸看到许梅推门而入 她小心翼翼地将小提琴放回琴盒 一言不发 静静等待着许梅开口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这个琴房呢? 许梅问道 薛层思索了片刻 那天你跟我提起后 我去问了朋友 还咨询了物业 毕竟装修一个琴房 需要考虑隔音的要求 这个地方并不是别墅区 因此在这个楼层 确实需要做好隔音的工作 许梅听她说完 拿起她刚刚放下的小提琴 和上演想了一会儿 抬手缓缓拉动了琴弦 她拉的曲子 是刚刚薛层戛然而止的曲目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它是十大悲伤钢琴曲的 小提琴版本 许梅一直觉得 这首曲子小提琴的版本 比起钢琴 其中的悲伤和忧郁 会更深沉一些 一曲落 她看了看一旁的薛层 你怎么也会拉小提琴 这首曲子很难的 没几年的功底不行 她从未见过薛层拉小提琴 今天见到时 脑海里觉得她 就像是一只受伤的燕尾蝶 她也只是笑笑 一时兴起 在国外跟着学了一段时间 你还真是一只优秀 平时成绩好就算了 怎么在这些方面 你还是天赋一饼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 许梅微微弯起嘴角笑了笑 静止走到落地窗前 抬手落在窗户上 窗户也换了 她回眸问道 嗯 全新的隔音玻璃 你去洛安村的时候 托人家急换的 薛层的声音越来越低 她垂眸看着此时 正抱着自己的许眉 她低头在她发顶 落下一吻 你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的 她的声音微雅 带着点点鼻音 原本一开始这场婚姻 是她的意识冲动 后来她想着定下心 好好生活 相敬如宾也好 可是薛层次次的拥护 贴心 总是能让她在细微之处 感受到被爱 这样的人 这话说的 那我对你差一点 薛层压着声音笑道 听到怀里的人轻哼一声后 她缓缓拉开一点点距离 再看到 她眼角泛着一点点飞红时 轻轻轻了一口 好了 别瞎感动了 快去吃早餐 呃不饿了 说完她揉了揉她的肚子 平扁得不行 早知道 应该让她先吃早餐再来看的 她缓缓点头 却没有一丝 想要迈开步子的想法 只是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薛层看 她唇角微微上扬 眼角也挑起一丝好看的弧度 像是心电感应一般 她弯下腰将它打横抱起 早餐时 薛层又多给她加了两块饼 这体重实在太瘦了 许梅也只是哼哼道 要不是你手艺好 这么多 我还真吃不下 桌上手机叮咚一声 许梅侧眸看了一眼 安安的消息 李安安 下午 逛佛 许梅 一 对话简单粗暴 许梅按灭了手机后笑了笑 开口问了句对面的人 下午你出门吗 薛层摇了摇头 今天没事 我下午和安安去逛街 她眉心一闪而过地皱了一下 随后还是笑着说 好 下午我去买菜 晚上回来吃饭 薛层怕她逛得太晚 就在外头吃了 还是提前说一声好 她连连点头 你亲自下厨 我肯定回来吃饭 早饭吃得晚 中午的时候 许梅下了两碗面 想想着 还是她结婚后第一次做饭 下个面都手忙脚乱的 顿时觉得 自己都快被养废掉了 她开着玩笑对薛层说 我感觉我再过几个月 就真的要变成小废物了 她的话 听着像是抱怨 心底又觉得 还是薛层把她宠得没边了 她才敢说出这种话 薛层看着电脑的双眼微微上扬 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会 转身出了书房 看着她的背影 许梅微微有些震望 薛层出去没两分钟就回来了 坐下前往许梅手里放了个东西 许梅看了眼自己手心 一张黑色烫金卡落在自己手心 一下子掌心都变得滚烫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卡 没额度那种 她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薛层不明白 她口中传说中的黑卡 是什么意思 只是淡淡到 我的工资卡 许梅跳动的心 这才平复一点 小说看多了 动辄就是没额度的黑卡 让她以为自己在做梦 谁知道薛层下一句就说道 里面都是 我在封存这些年的股份分红 你拿去刷的话 和没额度也没什么区别 她知道 许梅对那些奢侈品首饰需求不高 除非很喜欢的她才会买 这卡里的钱 按照她的消费水平 这辈子都刷不完 第66章 公主果然娇气 出门前 薛层怕她不愿意花 又叮嘱了一句 顺便帮我买件外套 许梅想了下 她衣柜里 明明还有很多没穿的 那你衣柜里的 不喜欢 就买我经常穿的那个牌子 那个品牌没个十几万买不下来 这下肯定要花她的钱 许梅也不知道 她今天怎么忽然就要买新衣服了 说起话来 也是一股子闷闷不乐的情绪 就像是梅带她出去玩一样 看她神情淡淡的 许梅穿好的鞋又脱了下来 脱鞋也没穿 小跑到她面前 薛层拧着眉心 目光落在她没穿鞋的脚上 还没开口说她 带着丝香甜气息的唇瓣贴了上来 轻轻一个吻 薛层没反应过来 乖乖在家哦 小公主 许梅笑着在她耳边落下一句 带着点宠蜜 像是哄孩子一样的语气 等她回过神来 听到的是关门的声音 刹那间 空旷的家里 都是她一个人的心跳声 许梅到商场门口的时候 李安安说她先进去了 毕竟外面冷 吹着冷风也不是个事 许梅刚准备进去 不远处一个头发蓬乱 神色慌张的女子朝她冲过来 那场景就犹如电视剧里的丧尸来临 快碰到许梅的时候 她连忙躲开了一下 那女子慌慌张张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想表示自己不是坏人 小姐 小姐你帮帮我 我会被打死的 原先头发凌乱的时候 她还没看清 这下露出面容开口说话后 她倒是反应过来了 是方叔 明明距离上一次没有多久没见 现在怎么变成这副鬼样了 方叔 你还跑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方叔身后传来一句男声 那男人下巴上的胡茶 稀稀疏疏的 就连眼底都是浓郁的乌青 一看上去 就是最近过得不好 许梅戴着厚厚的围巾 只露了个眼睛出来 方叔多半是没有认出她来 文婷一把将方叔拖走 方叔激烈地反抗尖叫 慌乱之中 方叔一把扯住了许梅的衣角 她吓得立刻扯了过来 你松开我 大概是她的声音辨识度太高 方叔瞳孔微微睁大 大声地叫了句 许梅 附近凑过来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许梅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方叔却不肯罢休 就算被文婷拖着她 也要扯着嗓子喊 许梅 朋友一场你就眼睁睁地 看着我被家暴吗 她双眼心红 仿佛此时让她变成这样的 是她许梅 算我求你了 你救救我吧 方叔像是抛下 所有毫不顾忌的咆哮怒吼着 虽然事发突然 许梅还是让自己勉强稳住 她早就知道 文婷的事情是薛曾做的 现在文婷被放出来 自然要找罪魁祸首 薛曾动不了 她自然就把怒火 放在了方叔身上 薛曾毁了文婷 自然就毁了她 不过现在文婷的模样太可怕 如果任由方叔被她带走 可能真的会出事 死在哪里都好 可别死在她面前 身旁看热闹的人也多起来 许梅不想让自己卷进去 拿出手机 直接打了110 还没等警察来 商场的保安就出来了 连忙将方叔和文婷带走了 黎安安也一块出来了 看到人堆里的许梅时 她小步跑过去 拉着她上下看了看 确定没什么问题才问 刚刚闹事的 没伤到你吧 许梅微微摇头 牵着她直接往商场里走了 外头实在冷 这会儿脸都快冻僵了 进了门许梅才开口 是方叔 啊 方叔 就刚刚闹事的 黎安安刚刚也看了一眼 那衣衫不整的 竟然会是方叔 那个女人 平时可最看重形象了 这样的下场 还真是唏嘘 说到方叔黎安安 又不得不给许梅八卦一下 你知道吗 原本文婷是要直接进牢里的 最近一直在拘留 结果巧了 昨天方叔收到消息 就被准备卷铺盖跑路了 谁知道 有人给文婷请了律师 暂时先放出来了 回到家 家里都空了 抓着方叔就是一顿打 许梅想了想 发现这家商场对面 就是一个高档小区 想来方叔救助对面 这才会在门口看到她 她刚刚在外面 没对你怎么样吧 虽说身上没看到伤 但黎安安还是问了一句 没怎么样 就是认出我来了 非要我救她 我又不是有病去救她 我直接打了110 一想到方叔 黎安安就是满满的烦躁 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 借着许梅认识简英 一边跟许梅交好的同时 又攀着简英 后来看简英勾搭上了陆之眼 更是直接开始对着简英 唯唯诺诺 许梅就成了她的工具人 后来又借着陆之眼 认识文婷 假借喝醉酒发生关系 嫁给文婷 一路上基本上 就是借着别人的事 给自己铺路 像集了水田里的水质 好在她现在自身难保以后 估计也看不见了 舒坦啊 黎安安感叹道 许梅看着商场里的门店 眼眸一转 看到了那家男装品牌 脸上的神情缓解了许多 浅浅弯起一抹笑 拉着黎安安朝那边过去 行了 不说她了 我还要去给薛层买衣服 黎安安这一听就来了兴致 最近都没好好询问 这两人的恋爱进程 可眼前这人 一脸少女怀春的模样 一看就不用担心了 哎哟哟 这人啊 谈起恋爱来 就是容光焕发呀 听着黎安安的言语言语 许梅心里 但是没觉得有什么 反倒有些暗喜 和薛层待在一块 就算只是一起看看书吃顿饭 她也觉得舒服 好像她就是那个茫茫人海里 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 进了店许梅 又开始犯起仇来 她应该带着薛层 一块来试衣服的 最后挑了挑 许梅在两件大衣面前犯了难 黎安安看着她纠结的模样 直接两件都拿着去柜台了 你现在可是薛夫人 纠结个啥呀 直接全部拿下 许梅这才想起来 包里的那张黑卡 但是许梅纠结了一下 还是没用那张卡 拿了一张自己的卡 里头还是爷爷之前 给的那些公司股份的分红 结账时 许梅看了看账单 两件三十多万 她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公主果然娇气 第67章 快递 正在商场购物的许梅 丝毫不知道 自己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薛曾原本是打算 今天带许梅出去玩的 结果自己的话还没说出口 结果许梅就先一步 说她要出去逛街了 不过 她说回来吃晚饭 薛曾觉得 这样也不错 简单处理下公务后 她列了个晚餐的单子 准备出门买菜 刚穿好衣服 门口就传来门铃和敲门声 薛曾从猫眼看了一眼 是快递 您好 许梅女士是住在这吗 有她的快递 住这儿 给我吧 接过快递的薛曾 看了看盒子上的名字 光之守护者 发过来的快递 还保密包装 她摇了摇 里头传来框框的声音 刚准备拆的时候 想了下 还是给许梅打了个电话 这头许梅正逛的开心 眼前是黎安安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 她已经有些视觉疲劳了 听到电话响 一看是薛曾 很快就接通了 怎么了 她问了一句 黎安安正穿着一身 霉红色的辣妹 装在她面前晃悠 最近有在网上买东西吗 有个光之守护者 给你寄的快递到了 有印象吗 光之守护者 什么玩意 她眉心拧着 正巧黎安安又问她好不好看 脑海里过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有在网上买快递 没有 是不是记错了 薛曾又看了看是许梅的名字 电话没错 算了 我拆开看看吧 行 那我先挂了 嗯 玩得开心 眉心的阴霾散尽 她笑着回了句 好 薛曾转身找了把剪刀 顺着胶带的封盒处划开 打开包装盒的一瞬间 薛曾是愣住的 甚至又将快递和盒上 重新打开了一遍 最后重复了两三次之后 她才确定自己没看错 简陋的包装盒里面 是一个精装的包装盒 上面赫然写着品牌的名字 后头还带着型号 001 她喉结微滚 脸颊上都漫上一丝飞红 最后 她还是将快递拆了 把东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柜里 许梅的微信正好发了过来 是什么快递啊 这一问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小笨蛋 是真的忘了自己买了什么 她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好几遍 BYT 想了下然后删了 最后打了一句 特殊专用雨伞 许梅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盯着屏幕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来的所以然来 她买雨伞了 什么时候 什么叫做特殊专用雨伞 李安安看着许梅盯着手机 看得都快贴屏幕上了 凑过来问了句 看啥呢 看得这么专心 许梅也没瞒着 直接说道 刚刚有个快递到家了 薛层问我 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我说没 然后她拆了快递 说是雨伞 可我没买过雨伞啊 雨伞 对啊 你看 许梅将手机凑过来 上面是薛层的消息 特殊专用雨伞 李安安看到的时候 猛然想起什么 打开自己手机的橙色软件 点开带收货里 最新购买的物品 在物流消息一栏里 已经变成了 已签收 时间就是十几分钟前 李安安尴尬地笑了笑说 小梅 你记不记得 你前两天出差 我和你说 我给你买了个礼物来着 话落 许梅像是 打开了记忆的阀门 那天晚上的事情 又在脑海里放映了一遍 以及安安最后发来的 那个链接 所以 薛层现在以为 那是我买的 许梅一副 欲哭无泪的表情 看着李安安 她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 那要不我给她解释解释 李安安安也想不出 别的办法 只好这样说 许梅叹了口气 算了 总归都是买来给她的 我买的和你买的 有什么区别吗 那现在 回家还是 不 继续逛 不然回家 我就得射死了 不到晚饭的时候 绝对不回去 许梅愤愤道 李安安 为什么要到晚饭 她头重重往下一栽 我答应了 她要回家吃饭 文言 李安安拍了拍她的肩膀 抿着唇笑笑 祝你今晚有个愉快的夜晚 许梅挣扎了好久 最后实在是逛得累得不行 才结束战斗 好在东西都可以 品牌直接送到家里 她只拿了那两件 给薛辰买的大衣回去 进门时 她亲手亲脚地 生怕弄出什么动静出来 结果客厅内灯火通明 薛辰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她回来 也只是帮她接过手里的东西 笑着说 快去洗手吧 饭都好了 她目光朝餐桌 看了眼桌上琳琅满目的 五六道菜 却没什么辣菜 好像坐好有一会儿了 等我很久了吗 许梅手心搓着泡泡 从镜子里看见了 已在墙边的薛辰 她散漫地笑笑 有一会儿了 逛了一天去洗个澡吃饭吧 她说的意味深长 让许梅觉得 明明家里开了暖气 却还是有一种 脚底生寒的感觉 回家到现在 薛辰倒是一句 没提那件快递的事 许梅索性也不去想了 不然老觉得尴尬 洗完澡出来后 薛辰都将饭盛好了 吃饭前 薛辰问了句 要不要喝点酒 喝酒 酒后乱性 她这会儿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 有点慌乱 带着点困惑地问了一句 哼 一点 薛辰抿着唇笑笑 揉了揉她的头发 转身在酒柜里 挑了一瓶酒出来 桌上的杯子 已经被许梅推到面前 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让薛辰都快忘了 她酒量不好 酒红色的液体 缓缓倒进酒杯 结果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停下了 嗯 就这点 说着 嘴角微微向下 脸上 写满了不开心 闻言 薛辰给自己也倒了半杯 弯下腰时 在她唇上啄了一下 喝多了就不计时了 少喝点 小酒鬼 许梅对于她现在这种 浅尝折尺的碰触 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从心底觉得欢喜 加上满满一桌的菜 看着就赏心悦目 心口顿时被填满 从里面漫出蜜糖来 薛辰 你真的很适合当人老公 感觉都跳不出错来 她一只手撑着脑袋 目光端向着她的脸颊 像是做了一个美梦一样 夸人不是你这样夸的 她手下的筷子 夹起一块酥肉 递到她嘴边了 她咬下的时候 好奇地看着她 那怎么夸 眼前的人腮帮子鼓鼓的 像只仓鼠一般 说出的话含糊不清 薛辰的手艺是越发地好 还没一会碗里 就剩下小半碗了 薛辰看着她的模样 觉得愈发觉得可爱 垂下眸子响了一会 第六十八章 眼前的玫瑰 你说错了 她淡淡道 许梅抬眼看着她 想听她继续说下去 两个人的视线交汇时 薛辰的唇齿微张 我只是 适合做你的老公 她眼神中投来的感情太炙热 一时间让她晃了神 慌乱中端起桌上的酒杯 灌了一大口 嗨嗨 许梅垂着自己的胸口 整张脸憋得通红 薛辰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 背上一双带着热度的手 不断给她顺着气 缓了好几下 她才顺过气来 好点没 薛辰弯下腰问她 红润的脸颊 像是熟透的水蜜桃 轻轻一捏 都能透出水来 你 你别盯着我看了 那双清末斑的眼眸 深邃似弹 微微上挑的弧度眼尾 像是抹了淡淡的红韵 笑起来的时候 温柔地能让她 毫不犹豫地陷进去 耳侧忽然传来 薛辰沉闷的笑声 下一刻 整个人被她抱到餐桌上坐着 这样的高度 刚好可以直视她的双眼 害羞了 她带着笑意 轻声问了句 许梅摇了摇头 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见薛辰凑过来 双眼注视着她 在她耳边说 我以为你今天暗示的 已经很明显了 许梅文言身子一僵 一动不敢动 她知道她在说快递的事情 她撑在桌边的手 缓缓转移到她的腰上 她不轻不重地抚摸 只让许梅觉得痒得很 我 我还没吃饭呢 她扭动着身子 想从桌上下来 却被薛辰牢扣住肩膀 小心掉下去 许梅看着自己碗里的饭 先前已经吃了大半碗了 刚才也只是为了 缓解尴尬随便找的理由 现在要再继续让她吃 还真吃不了多少 面前的人 倒是和没事人一样 看她目光投过去 她还挑眉笑了笑 吃吧 等会儿冷了 不好吃了 脸是笑着的 却感觉另有深意 果然在这个千年的狐狸面前 自己就是个小屁孩 许梅吃的慢条丝里 没吃几口就吃不下了 薛辰早就看出她吃不下了 也没戳穿 只是顺手 将她的碗筷收拾了 吃完饭后 许梅倒是有些手足无措 试回房间 还是在客厅继续待着 还没想出个结果来 就见薛辰从厨房出来 手臂上还带着水珠 顺着手臂精致的肌肉线条下 这么快就洗完碗了 她不禁问道 薛辰 明天会有阿姨过来收拾 说完空气瞬间安静下来 许梅站在原地前 也不是后也不是 直到薛辰走到面前时 许梅才厚着脸皮开口 今天到的快递 你放哪了 只是站在面前 忽而眼前被阴影笼罩住 渐渐感觉到 耳侧传来温热厚重的呼吸声 在卧室床头的抽屉里 许梅的衣角 已经变得褶皱不已 浑身都紧张得 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她从来没有过经验 纵使是年少青春的时候 大家流传的一些影片也没看过 只是听李安安口 嗨聊起过一些而已 在这方面 她就是个纯种小白 听说男生在这方面 都是无师自通 湿热的鼻息打在她的耳根 整个人酥酥麻麻麻的 想要找个可以靠着的地方 薛层的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落在了腰上 紧紧扣着 像是怕她逃走一样 下一秒 许梅明显感觉 她的舌尖擦过了她的耳垂 顿时像是被开启了 什么按键一样 想要得到一个满足 攥着一脚的双手 缓缓抬起 攀爬上她的肩膀 自然而然地勾着她的脖梗 声音颤抖地说着 那个快递是安安送给我的 说完 她明显感觉到 薛层愣了一下 慢慢地拉开一点点距离 整个人不再赖在她身上 我还以为是你买的 以为在暗示我 她笑着说道 早就没有钢当那么放肆 一时间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 许梅看着她的模样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刚才她还在想 如果今天自己还是没做好准备 她是不是不会顺着她的意 结果 只要她摇头了 她随时可以停下来 在她这 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守卫 她手上微微用劲 将她拉下来了一些 自己点着脚尖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一会儿她松了松唇 声音娇软 我愿意的 薛层心肩一软 整个人像是松了一口气般 又将她抱紧了点 成年男性的怀抱过于温暖 薛层的怀抱更是带着千般柔情 结婚这么久 她好像又一次重新认识了薛层 认识到一个温柔细腻的她 当整个人陷入柔软的床上时 许梅整个人都有些昏昏沉沉的 房间没有开灯 整个昏暗的房间空气里 弥漫着淡淡的玫瑰香气 许梅摸着黑手上迫切地想要抓住什么 一伸手就是一片炙热的肌肤 她的体温升高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男性的荷尔蒙 薛层不知道什么时候吞去的外衣 腹部的人于线 就算摸着黑都能从感受到她的性感 薛层 她阴明了一声 薛层伸手拍亮了一盏昏黄的小夜灯 光线柔和的丝毫不刺眼 让许梅一下就看清了眼前的人 她双手撑在自己的两边 额前的发丝落下 或许是灯光太过柔和 让许梅觉得眼前的人都变得更加温柔 像是陷入了一个不会溺水的深潭里 她的手上下游走 将她整个人包裹着 紧张吗 许梅眼前凌乱的发丝勾在她的睫毛上 她亲手勾走她的发丝 露出的小脸带着脆弱又极致的美 许梅点了点头 声音依旧颤抖 有点害怕 交给我 她的声音沉闷 又让她觉得安全感十足 在得到她的同意之后 一枚炙热的吻 不由分说地撬开唇齿 汹涌又温柔 薛曾一时间想将她融入骨血般的折腾 手上的动作却是小心翼翼又谨慎 她就像是含苞待放的玫瑰 等待着一场春雨的洗礼 就像是她经常买的玫瑰花 娇艳欲滴 可那些玫瑰都是为了卡尔绽放 而眼前不同 眼前的玫瑰是为了她绽放的 第69章 费力的是你 一事已你后 房间里都是混乱不堪 薛曾抱着许梅洗完澡后 本来想着让她好好睡一觉 结果看着床上的凌乱 还是抱着她转身去了侧卧 看着她睡熟的模样 薛曾还是没忍住 在她唇上清灼了下 小草梅是我的了 一晚上的运动确实是把她累坏了 第一次难免食髓之味 下次还是稍微克制点好 给她噎好被子 薛曾又回了主卧 一事的混乱 无不彰显着刚才的情势有多疯狂 这要直接放在这不处理 等着明天阿姨来处理 怕是许梅明天都不会出房门了 脑海里又浮现出她害羞时的模样 把床单被套都收进洗衣机之后 她才回了房间 窗帘外的天边渐渐变亮 没一会儿霞光扫过暗淡的天气 许梅醒来的时候 只觉得又渴又饿的 原本开着暖气的房间就容易缺水 加上昨晚嗓子用的过度 现在甚至还觉得有点疼 醒了 身旁的薛曾还没起 感觉怀里的人乱动才开口问了句 许梅想开口说话来着 可是话到了 嗓子也就说不出来了 她点了点头 脑袋往她怀里蹭了蹭 想要撒娇的模样 她垂下头睁开眼时 就看到怀里的人脸蛋红润的不行 伸手捏了捏觉得微微有点干燥 这才想起来 这在侧我 侧我没开架时 想了想 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柔声问道 有没有不舒服 许梅点了点头 看她娇滴滴的模样 顿时觉得 自己昨晚还是要得太狠了点 下面疼 薛曾温柔地问询 许梅倒不觉得 身下有什么不适 只是稍微有些酸软 倒还可以接受 她从被窝里伸出手来 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面色无辜的狠 薛曾连忙反应过来 嗓子痛 她连连点头 薛曾想也没想 就掀开被子 准备去给她倒点水来 刚起来 许梅的小手又扯住了她 她想喝果汁 想笔花 却不知道怎么表达 最后还是张嘴 无声地说了句 果汁 看着她的口型 薛曾问了声 果汁 许梅这才笑着点头 她伸手将被子噎好 果汁也行 你再躺一会 等会给你送过来 许梅本想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结果环顾了一下周围 才发现 这不是在主卧 手机自然也不在这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见薛曾还没来 许梅只好掀起来 一条腿刚踩到地上的时候 差点就摔了下去 整条腿软绵无力地 像踩在云朵上一般 脑海里顿时闪过昨晚的一幕幕 像是一点一点敲击在心头一样 走出房间后 在客厅走了一圈 也没见到薛曾 最后 她还是在阳光房 看到了薛曾忙碌的影子 她在阳台上晒床单 周遭都围绕着光运 忽然在她身上 浮现了烟火器三个字 不过这番景象倒是稀奇 她还没见过薛曾晾衣服 薛曾将床单晾好的时候 就看到许梅站在门口 一件连衣睡裙 刚好落在她的大腿上 还是昨晚她帮忙穿上的 怎么出来了 她走到许梅跟前 想着自己之前做过的功课 一般做完后第二天 女生都会腰酸腿软的 她也没多直接将她打横抱起 看着许梅一脸错愕的表情 多休息一会 有事叫我就行 这要是放在之前 她肯定会羞得不好意思说话 但经过昨晚 两个人都坦诚相待了 再害羞来害羞去的 就觉得别扭了 她抬手顺势勾着她的脖子 声音清甜 酸 你待会给我揉揉好不好 一句好不好 让薛曾一下晃了神 垂眸看着她 见她不再是羞奶着脸往怀里钻 而是眉眼弯弯地和她提要求 心里最后一点地方 好像都被填满了 好 她笑着回应她 说完在她额前亲了一口 薛曾把她放在沙发上坐下 果汁也没那么冰了 放在她面前后 转身去房间给她拿了手机 你坐着玩一会 我去弄点吃的 喝了点水嗓子这会儿 也没那么疼了 她点了点头 目光一直看着她 进了厨房许梅 才打开手机 屏幕上的时间 已经到了下午两点 许梅这才发现 自己睡了多久 好在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几条安安的消息 李安安 昨晚还好吗 时间是早上九点多的 李安安安 还没醒 战斗力爆表啊 这条是 中午十一点多的 最后一条 她只发了一串省略号 时间 停在下午一点多 许梅略微有点尴尬 手指蹲在屏幕上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只好打了两个字过去 醒了 还没等李安安回消息 她退出去刷了刷微博 洛安村活动的事 竟然上了个小热搜 排在四十多名 刚想点进去 就见薛曾就端着两碗面过来 两碗清汤面 上面都飘着青菜和荷包蛋 只是送到自己面前的那碗 多了几块酱牛肉 她手上的筷子顺手递过来 直接开口 吃吧 嗓子不舒服 吃清淡点 晚上再吃好的 怎么就我碗里有肉 整得好像我们吃不起肉一样 她嘴里嘟囔着 用筷子分了一半过去 薛曾看着自己碗里的肉 哭笑不得 前两天卤的就剩一点了 谁叫你做碗太辛苦 都给老婆是应该的 许梅的脸又红了起来 肖骂道 费力的是你 赶紧吃吧 明明用力的是她 到现在 体力却丝毫不减 真的是男女体力悬殊的原因吗 而且 昨晚她实在是太会了 从上至下 竟然没有一出落下 塞话连篇的 明明都是小白 她偏偏就是优秀得多 两个人就像一个学霸 一个学渣 吃完后 薛曾洗好手让她趴着 准备给她捏捏 谁知道她刚准备爬下去 整个人立马站得笔直 双手捂着嘴巴 口齿含糊道 我忘记洗漱了 说完疯疯火火地往浴室跑去了 看着她急急忙忙的背影 薛曾有些无奈 这样冒冒失失的许梅 倒是和从前相差无二了 是她最喜欢的 刚这样想着 就从浴室传来了一声 薛曾 我牙刷呢 第七十章 嫂嫂 昨天掉地上了 我就丢了 抽屉里有新的 薛曾站在门口 笑着和她说 看着她又想起 昨晚给她洗澡 刚抱进浴室 她就在怀里挣扎着动了下 结果一抬脚 就将自己的牙刷 给踢到马桶里了 不得不说 许梅睡着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都不安分 许梅听她这么一说 还有点不开心 那牙刷我好喜欢的 虽然有点不舍得 但还是从抽屉里 拿了一只新的出来 薛曾哪里见得她 这副委屈的表情 靠在门上懒懒的 明天去超市 再买一只一样的 明天 她对着镜子 满嘴的泡泡 看着镜中的薛曾问了声 嗯 今晚带你去吃饭 刚说完 客厅的手机 铃声响了 薛曾往外看了一眼 我去接电话 客厅里手机铃声响得 格外突兀 她拿起看了一眼 又是那个 无视不登三宝店的人 又怎么了 不是说好喝嫂子 请我吃饭的 你不会骗人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停 你等等我去问问 薛曾连忙在她 准备碎碎念的时候 制止她 直接走到盥喜室门口 问了句 我表妹想和我们 一块吃顿饭 你想去吗 许梅刚洗完脸 正对着镜子擦护服品 听她这样一说 才想起来 出差前 那个给她打电话的表妹 行啊 今天吗 她点头 许梅没什么意见 直接答应了 薛曾这才对着手机说了句 行 晚点告诉你地点 梅来得及等电话那头说话 她就直接挂了 见她挂了电话 许梅才说 我这好像算是第一次见你家里人 等会你陪我去商场 给她买个礼物吧 怎么说也算是扫扫 没有见面礼 也说不过去 薛曾走到她身后 双手还着她的身子 将头埋在她脖梗处闻了闻 不用那么麻烦 我帮你准备好了 许梅也没纠结她准备的什么礼物 只是看着她这副模样 像极了网上说的小奶狗 可怜兮兮 想要寻求安慰一样 公主 嗯 薛曾已经不计较她喊什么了 甚至偶尔听听她这样喊 反倒有一点情趣 不介意我这样叫 她摇摇头 你不是喜欢吗 言语间都是纵容和宠爱 许梅微微想了下 一点也不想从她怀里出来 唇角弯弯 薛曾 不是喜欢叫公主 嗯 她微微睁开眼 眼眸微抬 正看着她 是喜欢你 才这样叫你 薛曾没有眨眼 好像一眨眼 刚刚说过的话 就不做数了 她说 喜欢你 手臂的力度紧了紧 又求婚又告白的 许梅 我受宠落惊 闻言 许梅笑了笑 一边又觉得她包袱重 有没有人说 你真的很嘴硬 许梅从她怀里出来 转身抬手勾着她 眉眼弯弯笑着 她唇绊 带着浅浅的飞红 让人忍不去想去亲吻 嘴硬可以治的 薛曾开口说道 距离却一点点靠近 怎么治 话音刚落 她笑了笑 下一秒 眼前的人开始低头吻她 许梅一下没站稳 往后退了一步 靠在洗手池边上 薛曾的手从腰上抚过 最后让她的腰压着她的手 密密麻麻的吻 从唇上而下 唇半是湿热的 惹得许梅浑身站立 胸口处 又传来酥酥麻麻的触感 她才推了推她 声音轻软 等会还要出门 许梅怕她一下控制不住 继续下去 那样今天就不用出门了 她又何尝不知道她的意思 只是又垂眸吻了上去 酥酥麻麻的吻 又落在耳上 最后听到她的声音 就轻轻 又开始说撒话了 许梅算是知道了 多轻轻 嘴就软了 想了想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每次亲过她 好像都变得格外好说话 薛曾给方木蕊发了地址后 她收拾了 一会儿就直接出发了 毕竟第一次见嫂子 她可不敢迟到 结果到的时候 她等了十多分钟 还没见到她哥的影子 电话打了两通都没接 方木蕊也懒得打了 直接点起菜来 她按下桌上的铃 还没一分钟门 就被打开了 她原本以为是服务员 结果就见到一个女人走进来 进来的人 一身卡其色的泥子大衣 卷曲的头发散在背后 虽然半张脸被围巾遮住了 但不难看出来 是个大美女 方木蕊不禁咽了咽口水 她哥真是好福气 她刚想开口说话 就见她脱下大衣挂在一旁 自然地取下围巾 对她玩耳一笑 是你啊 好巧 声音熟悉地让方木蕊一愣 她惊得从座位上起来 声音激动又兴奋 是你啊 美女姐姐 我 果然 美女姐姐 还是成了她的嫂子 脱了外衣的许梅 穿了件紧慎的针织裙 整个人显得温婉又端庄 她身材高挑修长 曲线优美 修长的腿部线条流畅 显得纤细而迷人 谨慎的针织裙在腰部微微收紧 展现出苗条的身段 修长的脖梗 与优雅的肩线相得一张 散发着女性的婀娜风姿 只不过 在她坐下的时候 方木蕊还是眼尖地看到了 她藏在头发下的红色印记 不禁感叹起来 嫂嫂 我哥还真是 嘖嘖嘖 许梅看她的神情 又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略带尴尬的笑笑 你哥他 话还没开口 门口的男人就出声直接打断了 方木蕊 方木蕊一见薛层来了 立马收了口 虽然说薛层对方木蕊很好 但方木蕊心底还是有点出他的 毕竟敢直言呛爷爷的 他还是第一个 知道了知道了 不说了 方木蕊立马在自己嘴上 做了个闭嘴的动作 许梅见状扯了扯她的袖子 想让她态度好一点 服务员进来的时候 方木蕊问了问许梅爱吃的 点了一些 许梅则是对着薛层使了的眼色 似乎再问见面里在哪 等方木蕊点完菜 薛层才开口 方柱明天带你去办房屋过户 算是你嫂子给你的见面礼 这话一落 许梅一愣 方木蕊瞪大了眼睛 哥 你是说 我现在住的那套 嗯 方木蕊深吸一口气 连忙凑过身去 抱紧了许梅 嫂嫂你太好了 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嫂嫂 许梅倒是有点不知所措 这谁见面送房啊 第71章 你还有私房钱啊 好了 别一直抱了 薛层见她一直不松手 只好皱着梅说了声 方木蕊一直都以为 薛层是个清冷寡淡 无欲无求的人 结果怎么今天一见 好像变了个人样的 她虽然不爽 但手上还是松开了许梅 上菜后 方木蕊倒是和许梅聊了点别的 甚至直接交换了微信 方木蕊的性格 是许梅喜欢的 加上之前见过面 两个人一见如故 倒也正常 她能多个朋友薛层 自然也高兴 一顿饭到最后的时候 薛层又问了句 最近工作怎么样 国内感觉怎么样 文言方木蕊撇了撇嘴 要真让她说 她可以说个三天三夜 但是在薛层面前 肯定是要一句话总结的 就那样呗 大差不差 随便混混淘口饭吃 嘻嘻 她说得轻松 表面上云淡风轻的 但薛层又怎么不知道 没有了家庭的庇护 一个人来到国内 娱乐圈又不是什么好混的地方 薛层轻叹一口气 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 直接递给她 别饿死了就行 她随口说道 方木蕊看着桌上的卡 忽然就有点委屈 她看了看许梅 许梅只是笑着 收下吧 许梅对她的做法 没有半点意见 毕竟是作为自己的表妹 孤身在国内没有个依靠 只认识薛层 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 若是再没点底气 估计要在娱乐圈 被啃食殆尽的 见她收下了卡 许梅才一脸呆萌地 看着薛层 在薛层视线过来的时候 她玩耳一笑 你还有私房钱啊 看来你的工资卡 不止一张哦 许梅打算逗逗她 看着薛层面上的表情一变 似乎在找什么借口 方木蕊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想笑 她哥这是上交了工资卡呀 她没忍住嘖嘖两声 顿时觉得 自己的这个表哥 是被吃得死死的了 包里的卡 顿时都变得烫手起来 薛层想了想 略微慌乱地挠了挠后脑勺 尴尬解释道 舅 还有点别的头子啥的 哦她笑着看她 见她 还是一脸紧张 桌下的手伸过去 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逗你的 瞧把你紧张的 饭后林子太来接方木蕊 在看到许梅的时候 也微微愣了一下 临走时 也不忘叫了生嫂子 回去的时候 已经有些晚了 在车上的时候 想到方木蕊 许梅开口问了句 她是和家里闹别扭了吗 不然她一个人来国内 家里人应该多少会担心的吧 薛层想了想 语气很平淡地说 我母姓方木 是F国小有名望的贵族 当初和薛峰 就是瞒着家里 后来有了我 家里也没办法 只当是不承认这个女儿 小蕊从小就是被安排长大的 学习着怎么成为一个完美的名媛 但是骨子里的她 还是很叛逆的 原本她的日子还是挺平静的 直到那年 我回了F国 不止一次和我外公顶嘴 我不是一个甘于接受安排的人 所以争吵了几句 之后我也没有回方木家 大概是受我的影响 我生意做到小有起色的时候 他哥告诉我 小蕊离家出走 进了娱乐圈 他缓缓说着 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一样 许梅听完 只觉得方木蕊倒的确是这样的人 不甘于见花求贺 终究还是渴望自由 那你岂不是成了他的榜样 许梅笑道 薛曾轻叹一声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可他终究是方木家的人 有些事情逃不掉 也逃不开 许梅听他说的 像是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 但多少也能猜到一点 国外的世家大族 最看重的就是联姻 方木蕊想来也是逃不开的 等到要履行婚约的时候 方木家自然会将他带回去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也不是 得看他哥 他哥要是努力点拿到方木家控制权 整个方木家都他说的算 那小蕊自然就自由了 这个办法 有些聊胜于无 所以 你是因为这些事 才不回方木家吗 他细长的指节 轻轻敲击着方向盘 车外的灯光 落在他的手指上 骨节分明的线条 甚至还透着点水红 多少都有点 方木家太复杂 当初回到方木家的时候 外公和他谈了许久 说的都是一些 如果他回到方木家 需要面对什么 接受什么样的安排 他甚至没有考虑 就直接拒绝了 他不可能接受所谓的安排 去过别人给他安排的人生 所以你之前在国外 方木家也没有帮你 你怎么过来的 那会儿的他还要上学 还要养活自己 日子应该不好过 薛层淡淡笑了笑 就那样过来的 小蕊和他哥帮了我很多 是有些难过 但也都过去了 回到天狱的时候 已经挺晚了 薛层先进了浴室 屋内已经被收拾干净了 主妥的床上 也铺上了干净的床单被套 但是一回到主握 他的脑子 就不由自主地 会想起那些事 甚至还能想到 薛层在他耳边清喘的神情 许梅闭上眼 深呼吸了一口 不能想 不能想 要清心寡欲 刚这样想着 浴室的门就被推开 薛层下半身 只为了条浴巾 上半身甚至还挂着水珠 顺着肌肤纹理 流进浴巾下 他的身材很好 让人根本难以忽视 更别提是单独和他 独处在同一房间里的许梅了 见他愣在原地 薛层从衣帽间 拿了睡衣出来 直接当着他的面换起来 许梅整个人都快煮废了 最后还是随手 拿了件睡衣 进了浴室 在浴室里 平复了半个小时 他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 薛层正靠在床上看书 他从另一侧上去 轻声问了句 明天上班吗 上的 他说完 将手里的书盒上 将夜灯打开 关掉了大灯 昏黄的灯光下 许梅轻轻地 将手探过去 还没摸到什么 就被薛层一把抓住了手 轻轻一扯 就紧紧被他抱在怀里 他声音低哑 今天不做 你老实点 嗯 文言许梅没有乱动 老老实实地闭上眼 次日 薛层还是和往常一样 将许梅送到了剧院门口 只是今天到了之后 薛层梅急着走 许梅刚想问一句 就见不远处闹哄哄的 他顺着视线过去 是一对老夫妻 离得有些远 许梅有些看不清 只是薛层倒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呢 许梅问了句 你认识那两位吗 薛层倾笑 你不是问我 怎么帮你对剪阴吗 许梅正愣 又看了一眼 正在大声喊叫的夫妻 思绪渐渐有些明晰 那两位 是剪阴的父母 第七十二章 闹事 剪阴的父母 许梅文言 又探出脑袋瞅了几眼 薛层这样一说 许梅倒是觉得有些眼熟了 毕竟以前在学校见过 那些年和剪阴做朋友的时候 也知道他家的情况 剪阴还有个弟弟 高中那会儿 他弟弟才上幼儿园 家里人比较看重这个弟弟 不怎么管剪阴 所以后来 他出世出国 也从来没听过他家里人的情况 基本就是一个被放弃的人 但这是基于他家里人 不知道他现在的处境 若是知道 他现在和陆氏总裁在一起 只怕是能从他身上 咬下一块肉来 所以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 许梅目光从窗外收回 落在薛层的侧脸上 他眉眼微闪 一只手落在许梅的手背上 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紧紧握住了 抬眼看着他 似是想从他眼里 找到点什么 所以 你会觉得 我的方法卑劣吗 许梅唇角微扬 眼尾也跟着弯起 不会 而且 这都是他应得的 许梅依旧记得清清楚楚 当年剪阴和陆之眼在一起 之后的所作所为 狼心狗肺 两面三刀 都不足以形容他 当初剪阴通过他认识陆之眼 和陆之眼在一块之后 却想方设法地 想要离间他和陆之眼 当年他当陆之眼是兄长 这些事他都不计较 也可以理解 他开始慢慢和陆之眼保持距离 可简阴偏偏要毁了他的小提琴 在比赛上台前 断了他的弦 那天在他茫然无措的时候 他看到简阴得意的笑容 他就知道 这件事是他做的 薛曾看许梅有些走神 一直看着他 手上轻轻捏了捏他的手 依旧没有反应 想什么呢 他柔声问道 他吓着他 许梅眨了眨眼 薛曾轻叹一口气 就是想到些不好的事情 薛曾想他多半是想到当年的事情了 那回他刚出国 就朋友说许梅富士落选 千人观赏的富士舞台 他拿了一把断弦的琴 当场就被赶下去了 那会儿的他 肯定不好受吧 只是时光不遂人愿 在他低谷的时候 自己只是个落魄于人前的少年 薛曾 许梅冷不丁地开口叫了一句 嗯 如果有一天 初遥是 你会相信所谓的证据 还是站在我这边 当年的简婴 躲在陆之眼的身后 许梅质问他 是不是动了自己的琴 他只是疯狂摇头 说他一直都在休息室 陆之眼 也坚信不是他 说出了所谓上台前 他们一直在通电话的证据 休息室没监控 他没证据 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若不是简婴出了车祸 他可能不会像今天一样 好好地继续拉琴 薛曾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只是低下头 轻轻地在他唇上碰了一下 冷冽的唇 像是遇到春风拂过 冰雪消融 许梅 他伸手勾起他一缕发丝别到耳后 声音低唇 带着丝丝暖意 他说 只要我相信你 这就是证据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一字一句 像是鼓锤一样 敲在他心口 久久不能平复 甚至从鼻尖渗出一丝酸色 像是小时候第一口吃到的葡萄柚 又酸又色 再咬一口就能哭出来 正当这股酸色的感觉 慢上心头 就又听他继续说 许梅 只要你还是许梅 我就永远站在你这边 他突如其来的一句 像是为了解释 他只是为了许梅而来 是因为他是许梅 才愿意相信他 他垂着头 喉尖一梗 一瞬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在抬头的时候 眼里晕着两团泪 他像压着心底的酸色 可看着薛层找纸巾 想帮他擦泪的时候 酸色感好像越来越重了 给他擦了擦泪 他才轻声哄着他 好了 以后都有我 他轻轻拍哄着他的背脊 怀里的人哭得却不减半分 薛层只好说道 不行的话 你想办法报答我 许梅声音哽咽 问他 怎么报答 他想了一下 低着头凑到他耳边 那就晚上多是几个姿势 他说的一本正经 让许梅顿时止住了哭泣 笑骂道 咦 白日轩迎 说完 他轻哼一声 转身拿起包就要下车 薛层不禁笑出声来 在他下车前还说了句 下班来接你 回他的 只是许梅的一声重重的 哼 怪可爱的 看着他往里走去 路过那对老夫妻时 许梅只装作陌生人一样路过 薛层心中黯然 这下简音 大概率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至于陆之眼 最近估计盲州路市 自然没有空闲来反许梅 一些陈年老账 慢慢来算 许梅刚坐下 就听见一旁的议论声 都是在说 门口那两个老夫人的 相亲永远都走在八卦前列 还没等许梅开口 他就直接开口说了起来 许梅姐你看到 门口那对夫妻了吗 昨天他们就来门口蹲着了 也不知道要找谁 那凶神恶煞的模样 像是来讨债的 许梅暗笑 说的倒像那么回事的 可不就是来讨债的吗 子女债 又何尝不是债 只不过这次简音 是会找陆之眼帮忙 还是怎么应付 陆之眼昨天在溪水湾 陪着简音一天 简音好不容易让她留在溪水湾 今天一早 送她来上班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门口看到那两个人 她围着厚厚的围巾 本想装作不认识 直接路过 谁知道那老妇人 一眼就认出简音了 简音啊 她三步并两步走上前去 扯住她的衣袖 一旁的陆之眼 顿时眉心紧缩 她转眼看着简音 慌乱下简音 只好推开那人的手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老妇人面目猙獰 不认识我 我十月怀胎生下你 你说不认识我 现在发达了 就想和父母撇清干系了 这话一说 简音明显感觉到 陆之眼的手抽了出来 淡淡说了句 你爸妈 简音的父亲 也是一眼看到了陆之眼 仪表堂堂的模样 显然是身价不菲 这位先生 是我们音音的男朋友吧 音音好多年 没回家了 听说之前在国外 我们想念得很 可惜都见不到面 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国 才敢来看他一眼 他说的热泪盈眶 像急了留守乡下的空巢老人 陆之眼不想过多纠缠 只是又问了简音一句 这两位是你爸妈 第73章 网上的事不是我做的 简音一句不字 刚准备说出口 就见那老妇又开口道 音音啊 你可不能富贵了 就不认爸妈吧 陆之眼见状也有些了然 只是轻轻推开 简音挽着的手臂 淡淡道 你先处理 我去公司了 简音一句话都没说 陆之眼就静止走了 打开车门扬长而去 甚至没有给简音 一丝解释的空间 他紧紧握着的拳头 垂在身体两侧 双眼怒视着 那两对闹事的夫妻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出现 现在又出来做什么 那老傅文言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来 双手搓动着 从他的动作就看得出来 他们是什么目的 煞时间一股厌恶感涌上心头 你弟弟今年就要上高中了 只是这成绩一直不太好 我打算把他送到国外去 就是这手头不太宽裕 听说你这男朋友家里可是开公司的 拿点钱出来应该不难吧 简音胸口不断起伏着 他尽量地深呼吸 让自己不至于失态 这段时间 他和陆之眼的关系 早就不如从前 陆之眼的时冷时热 更是让简音患得患失的 他知道自己再不努力嫁给陆之眼的话 这段关系就存在不了多久 他想尽办法 想要怀上一个孩子 可陆之眼最近却丝毫不为所动 就算使劲浑身解数 也依旧不碰他半分 昨晚 明明关系微微有点缓和了 今天就遇见了这两位 简音知道 陆之眼定是不悦的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所作所为 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钱 我没有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劝你们 还是早点回去吧 这话一说 那老夫自然不干了 两手一撒 双腿一蹬 就坐在地上 嘴里还在嚎着 我这苦命的呀 女儿好不容易有了出血 就开始不认爸妈了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白眼狼啊 他声音大地引来了门口的保安 保安也为难 简小姐 这麻烦你处理一下吧 简音无可奈何 只好烦躁地说 行了行了 你们别闹了 说吧 你们要多少才肯放过我 那老夫比了个五 简音微微醋眉 神色不悦 似笑非笑地问他 五百万 你可真敢想啊 除了在国外的那些年 陆之眼在他身上 花的治疗费用除外 就基本没有给过 什么经济上的便利 虽然偶尔给的零花钱 也就几十万 他上奶去凑五百万给他们 五百万没有 你别骗人了 你这身上穿的衣服 都好几万了吧 你卖几个包 几个首饰就来钱了 不至于这点钱都出不起吧 简音虽然不爽 但也不想继续 和他们纠缠 咽下一口气 挤出一个好字 老夫见他同意了 这才从地上起来 还不忘说了句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到时候打到我的卡上 不然我到时候 还会来找你的 简音没表态 只是催促让他们快点离开 这对夫妻在他面前 多一秒钟 都是在提醒 他那自卑的出身 等那对夫妻走了之后 简音才拿出手机 准备给陆之眼打电话 可下一秒他 停在陆之眼的电话号码上 由于片刻 还是没有拨出去 这时候 若是直接给陆之眼打过去 他可能都不会接吧 更别提 是要找他要钱的事情了 许梅还是一如既往地 在琴房里练曲子 到了午饭的时候 向琴才来找他去吃饭 到食堂的时候 就听见周围的人 言语碎碎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 向琴也看出来不对劲 去打听了一下 这才拿出手机 递给许梅看 许老师你看 这个简老师 还真看不出来 是这样的人啊 许梅拿过手机一看 是一个网友发在网上的 拍下了今天在门口 简音和他父母的事情 他母亲嘴里说的一些话 都被清清楚楚录下来了 网友凭着这些直言片语 就开始随意一测 许梅简单刷了几下 就没看下去了 言语难听的大有所在 忽然吃着饭的筷子一顿 这件事会是薛层做的吗 虽然这看上去 的确很像是薛层做的 毕竟简音的父母 是他找来的 再借舆论回了简音 的确是一个很便捷的方法 但许梅总觉得 网上这件事 不是薛层做的 就没有了 看来是有人撤了热索 向琴嘟囔道 许梅也打开微博刷了刷 已经没有简音 刚刚那个头条热搜了 能这么快降下热搜的 估计也就露只眼了 忽然手机快速地 在掌心震动 许梅低头一看 是薛层的电话 他觉得 这通电话 和网上的那件事 有点关系 他按下接听 薛层低唇的声音 就从听筒传入耳朵里 吃饭了吗 许梅看着自己碗里的饭菜 淡淡道 再吃呢 网上的是看到了 刚看到 说完安静了几秒 就听见薛层轻叹一口气 网上的事不是我做的 是文家 文婷 文婷 这还真是让许梅大吃一惊 先不说文婷和陆之眼是朋友 再者 方叔和简音 更是好闺蜜 这么可能会这样去害简音 你没听错 从一开始将文婷送进去 我就没瞒着文婷 她出来之后 知道是方叔 从前对你做过一些事 让我不爽 所以对方叔斥责打骂 本来两个人准备离婚的 结果方叔怀孕了 文家非要留下这个孩子 文婷动不得 查了一下 就知道方叔这些年 做了不少蠢事 基本和简音有关 听完 许梅脑海里 也理出思绪来 所以 文婷是知道了 简音一直将方叔荡枪使 才蓄意报复简音 而这次文婷 就是顺手 搭了薛层的车而已 不过说到方叔 她倒是想起来了 那年自己的情弦断了 恐怕也是简音让方叔去做的 那天看到方叔 被文婷虐打的时候 她以为方叔的结局就那样了 毕竟路都是她 自己选的 可没想到 现在却拿着孩子 做了护身符 只是这么短的时间里 薛层就查到了所有的因果 特意打电话解释给她听 是怕她觉得 这件事是她做的 怕她觉得 她其实没那么好吗 许梅唇脚一弯 笑了出来 薛层 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就没想到 这件事是你做的 因为我也信你 像薛层相信许梅那样 利用舆论 将一个人毁掉 虽然有效 但却不耻 薛层不会 将这些虚假的事情 作为她报复简音的利器 而且 就算退一万步来讲 这件事是她做的又怎么样 薛层比他们重要 早上薛层的那一番话 就已经让许梅在心底里觉得 如果真的有人愿意 为了相信她不顾一切 那她也会愿意 用相同的方式相信她 电话那头的薛层没有说话 许梅可以听到 轻微她的呼吸声 片刻后 薛层才开口 她说 下班去接你 给你带草莓蛋糕好不好 第74章 不是你 那会是谁 许梅一笑 还以为她要说什么 想了一会儿 才说那我要有草莓加薪的 草莓加薪 好 那你去忙吧 我挂了 好 电话挂断后 许梅的笑意还挂在脸上 整个人都像冒着粉红泡泡似的 施工电话 像秦嘴里吃着饭 随口问了句 像秦一脸磕道的表情 怪不得大家说 恋爱使人年轻 你最近气色可好了 爱情的魔力可真大 许梅心虚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目光微垂 眼底是藏不住的甜蜜 像秦说完正拿着手机打字 丝毫没注意到 不远处过来的人 直到一声巨响 光当一声 许梅桌上的饭盒 顿时被人打翻 饭菜撒了一桌 还有一些落在许梅和像秦身上 周围顿时安静了一瞬 饭盒落在地上的声音 显得格外的刺耳 像秦刚想抬起头 就见眼前简英的头贴在桌上 上面一双手 将人死死按在桌上 就在刚才饭菜被打翻的时候 许梅就立马起身 伸手抓住简英的头发 将她扣在桌上 早在那年 被人围在巷子里的时候 她就知道 陆之眼会出现一次 不会出现第二次 之后 她就学了基本的格斗术 对付简英 绰绰有余 许梅 你放开我 简英的双手撑在桌上 双脚一直蹬着 头被许梅死死按着 只露出个侧脸出来 放开你 你疯病犯了 我给你置之 怕你伤到别人 你让我怎么放开你呢 许梅双眼死死盯着她 双目里都是怒火 相秦从未见过这样的许梅 一瞬间也有点呆住了 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连忙拿起手机发消息 桌上的简英想正脱开 却耐不住许梅的力气太大 挣扎了几下 她才好好说话 你把我父母弄过来 还找人拍我 想把我毁了我 这样做错什么了吗 她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也看过来 露出一副吃瓜群众的表情 许梅文言 却只想笑笑 我做的 你查过了 要真是我 我只会更过分 我会直接报了 你的家庭住址 和你那些肮脏卧瘦的世界 反正舆论不在乎真相 不是吗 许梅这样一问 让简英微微愣住 她没查过 但是想想也知道会是许梅 除了她 还有谁会这样对她 看她沉默着没说话 许梅手上的力道松了松 轻轻推了她一把 她就直接坐到了地上 身上头发上 都是饭菜的汤汁 头发上甚至沾了点饭菜的米粒 简英无暇顾及自己的狼狈模样 只是双眼死死盯着她 不是你 那会是谁 她不禁冷笑起来 眼底的寒意 似乎是想要将许梅手刃一般 许梅抽了两张纸 擦了擦身上粘着的饭菜 路过她身边的时候淡淡道 你将方叔当作刀 就没想过 这把刀也会有反噬的时候吗 文婷可不是方叔 没那么好糊弄 说完 就见简英的瞳孔微震 一双手紧紧攥着拳 落在嘴边的话 一句也说不出来 许梅说是文婷 虽然简英没有想到 但细想却不是没有可能 文婷是因为方叔对付许梅 惹怒了薛层 从而牵连到她 但是方叔却只是给人当刀子时 动不了薛层 难不成还动不了简英吗 反应过来的简英 像个失了魂魄的牵线木偶一般 还没等到走出食堂 就收到了领导的电话 网上的舆论虽然制止了 但是也有不少人投诉了 得到的处理方式就是停职 在知道网上的事情时 简英第一时间 就是求陆之眼帮忙撤热搜 虽然陆之眼的确这样做了 但简英依旧记得 那会给他打电话 他说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处理你家里的事情 你好好处理干净 最近我就不去溪水湾了 原本好不容易缓和好的关系 又一次回到了冰点 果然 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 纵使陆之眼从前爱惨了她 也会有一天有厌倦的时候 只有利益 才是最好保护自己的武器 许梅从食堂出来后 就回办公室 换了件干净的衣服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不是相亲 是薛岑 一时间喜悦 惊讶 交织在一起 老师 施工过来了 那我就先撤了 一般门口有门位 外来人员是进不来的 想来肯定是相亲 去把她带来的 似乎是还没从 她突然出现的喜悦中 反应过来 薛岑就先开口问了句 自己有没有受伤 说完 举起她的手浑身 打量了一下 许梅暗暗笑道 我能有什么事啊 她还没碰到我呢 就被我制住了 她抬起手 微微比划了一下 眼里满是张扬的自信 薛岑微微松了一口气 下午帮你请了假 中午是不是没吃饱 我们去买点菜 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 许梅想了一会 才抬起头来 身子微微朝她那边靠过去 双手自然地抱住她的腰 声音轻软 那 草莓蛋糕呢 薛岑笑出声来 手掌在她头顶上摸了摸 都有 草莓夹心的草莓蛋糕 我记着呢 到超市的时候 许梅去挑了只牙刷 拿起那把粉色牙刷的时候 她顺手 将旁边一只蓝色的 也拿了起来 薛岑则是挑了些新鲜的海鲜 许梅 去旁边拿了些酸奶 转角的时候 遇到了熟人 许梅微微汗手 笑着喊了声 陆阿姨 是陆只眼的母亲 陆阿姨看到许梅的时候 也一时晃了神 最后也点点头 想起来也有段时间没见了 一见面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自己出来逛街 陆夫人开口问道 许梅只是摇摇头 淡淡道 和我丈夫 说吧 薛岑就推着购物车过来了 见到陆只眼的母亲时 她也是微微点头问了声好 陆夫人好 陆夫人虽然不太了解薛岑 但也有所耳闻 她在商场上的一些风采 年轻有为四个字配得上她 主要是她眼里有许梅 陆夫人心里虽然不太高兴 但也为许梅祝福 是陆家没有福气 好 好好照顾小梅 她刚说完 身后就传来一声熟悉的男生 妈 第75章 楚田 听到声音的三人都闻声看过去 是陆只眼 身边似乎还跟着一个女人 娇小可爱的 两只眼睛大大的明眸似水 陆只眼身边有其他女人 这还是许梅第一次见 再见到陆只眼的时候 许梅已经比之前更淡然了 大概是因为 最近和薛岑的关系 进展的较快 只是陆夫人 在看到陆只眼身边的女人时 淡淡湾眉一笑 田田也在 那女人声音甜润 嗓音好听得很 看到陆夫人 则是很自然地 搭上陆夫人的手臂喊了声 陆阿姨 好久没见了 您和陆叔叔 最近还好吗 都好都好 两人之间 嘘寒问暖的模样 像极了和睦相处的媳妇和婆婆 忽然间 一种猜想 在许梅的脑海里涌现 说了没几句 话题就扯到了许梅身上 小梅 这位是楚家的小女儿 让许梅多少有些不自在 只是淡淡看了那人一眼 礼貌性地笑了笑 楚小姐好 楚田笑着 姐姐好 她眸光又一转 看到薛臣时 也笑着说了声 姐夫好 薛臣淡淡笑了笑 没有回话 只是一旁的陆只眼 看着他们目光 却总是停留在许梅和薛臣挽着的手臂上 薛臣自然也注意到陆只眼的目光 只是将许梅的手放下 反手食指紧扣 淡淡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还要回去吃饭 就不耽误你们了 说完 垂眸眼角含笑地看着许梅 看着两人眸光中 情愫浅犬的模样 让陆只眼上前走了一步 她轻声道了句 小梅 许梅目光又变为平静 语气中清冷疏离 平淡地如一滩死水 有事吗 她喉头一梗 有些话想说又说不出来 只是淡淡看着她 最后还是道了句 没什么事 许梅觉得她有些莫名其妙 没有回她只是 对着薛臣说 那我们走吧 直至两个人的背影 消失在货架尽头 一旁的楚田 才在陆只眼耳边说道 羡慕啊 她眉眼一条 语气也带着点轻挑 和刚才乖巧的模样 截然相反 陆只眼目光看了她一眼 不关你的事 哼 楚田也懒得理她 只是转身 挽着陆夫人的手 乖巧一笑 两个人没有理会陆只眼 往前走去 回家后 薛臣在厨房处理海鲜 许梅则是在旁边 帮她打下手 洗洗菜什么的 因为见到陆只眼 许梅也不想吃草莓蛋糕了 买了菜就直接回了家 想到刚刚在超市的一幕 许梅偏头问了薛臣一句 那个楚田你知道是谁吗 薛臣想了一下 微微点头 楚家是做游乐设施的 海城的游乐场 基本上一半都是她家的设施 模样上看上去 倒是个乖巧可人的模样 看着像是亭桃长辈们喜欢的 那个楚田看上去还挺可爱的 只是不知道 知不知道陆只眼是什么样的人 看样子 陆家是准备 让陆只眼联姻了 说完 许梅手里的小青菜 顺手递给薛臣 他接过之后 把食材都放进砂锅里 盖上盖子后 薛臣才看着他笑笑 你笑什么 薛臣洗了洗手 在他鼻尖上轻轻一捏 你呀 太单纯了 不是所有人都是看上去那副模样的 你是说楚田 那他是什么样的 他好奇地看着他 薛臣低下头 声音低沉 又哄道 想知道 不给点好处 许梅无奈 抬手捧着他的脸 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乖巧可爱道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薛臣似乎还在品味刚刚那一吻 直接将他抱起来 走到沙发边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声音轻缓 楚田这个人 玩得其实很花 他家里最近在为他找试婚对象 想在今年把他嫁出去 许梅想了想 楚家有危机 他摇头 说了一个许梅略微惊讶的答案 楚田是同性恋 他不喜欢男人 所以 只需要找一个男人 符合楚家的门当户队就可以 至于这个人身边 有没有其他女人无所谓的 所以 挑中鹿之眼 是因为他们知道 鹿之眼也需要一个 不会约束他在外面玩乐的妻子 他们也需要有一个门当户队的人 去做这个鹿太太的位子而已 那鹿之眼知道楚田的事情吗 薛臣摇了摇头 笑道 应该不知道 毕竟他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接受自己做同夫吧 不吃 这话一说 让许梅一下没忍住 笑出声来 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他腿上乱动 最后又问 那你怎么知道的啊 薛臣 方氏最近 在找鹿家的破绽 方知义告诉我的 方知义说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快笑得被过气去了 许梅吃了一个大瓜 整个人心情好了不少 特别是从薛臣嘴里 说出那句同夫 真的很搞笑 等他缓过来 准备从薛臣身上下来的时候 却被他一把扣住了腰 银银细腰 一只手就绰绰有余 还没等许梅问他 薛臣就低下头来 飞红的唇瓣 被他轻轻地损吸着 腰上的手 也随之扣得越来越紧 自从那天之后 薛臣亲他的时候 就没那么老实了 腰侧的衣服 被他慢慢从裤子里抽出来 他的指尖稍微有些冰凉 碰到腰上的软肉时 他轻轻颤了一下 声音绵软无力地轻喘着 游走到背后的手 似乎是带着魔力 还没来得及反应 扣子就松开了 随之而来的是他肆意地作乱 过了好一会儿 薛臣才离开他的唇 双手将衣服推到肋骨处 忽然又停了下来 他的手微微有些慌乱 又连忙将他的衣服拉扯平整 他闭着眼 想让自己平静一点 许梅双眸含水 还没缓过来 他靠在他的肩膀处 声音低压 先去吃饭 等会儿能不能满足我 就在沙发 许梅浑身无力 全靠他一双手拖着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轻轻点头 声音无力道 抱我去吃饭 他这副模样 薛臣多看一看 就多一分 想将他压在沙发上 继续地冲动 又担心他没吃饭 等会儿体力不支 薛臣将他抱到餐椅上 盛好饭放在他面前 却见他没有冻筷子 不喜欢 许梅看着碗里的饭 摇了摇头 烟红的唇半崛起 要你喂我 薛臣无奈地笑了笑 最后还是坐在他身边 你真是个娇气包 他嘴上说着 张嘴尝了一口 感觉温度适宜后 送到他嘴边 许梅刚咬下一小口 就听见他说 多吃点 不然等会儿没力气 第76章 校园霸凌者 为何能为人失表 刚听到这句话 许梅还没太在意 嘴巴里嚼了两口 才微微抬起眼看他 这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没力气是指什么 他眼睛直直看着他 笑骂道 你个没正经的 说吧 伸手就要去他手里 把饭碗拿过来 只是手还没伸过去 就被他扣住了手腕 就见他反问一句 不喜欢 他的眼尾微微下垂 眸子里带着细碎的委屈 许梅 也没有不喜欢 就是你说这种话 怎么都不凉红的 他低声说着 一只手悄悄地伸过去 将饭碗扒拉了过来 一口饭还没吃到嘴里 就听见身边的人 嘀嘀地暗笑 吃完饭薛层准备去洗碗 许梅伸了个懒腰 准备回房间 走到沙发边上的时候 脚步微微顿住 心想着 要是现在回房间 是不是可以逃过一劫 事实证明 有些是逃是逃不掉的 薛层回房间 就看许梅靠在太妃椅上 一袭月白色的睡裙 贴在肌肤上 透出他身材的起伏 他浑身照着清冷的光韵 截然独立于夜色中 一时间他看晃了神 在门口站了一会 还是许梅回眸 才看到他站在那 你忙好了 站在门口干嘛 薛层漫步过来 眉眼弯出一个好看的弧度来 低头凑到他耳边 唇半擦过他的耳垂 很漂亮 低唇的声音 犹如羽毛般 惹得人耳根发痒 他往前走了一步 拉着他的手摸着 他手指细长 骨节分明 让有点手控的他 分外喜欢他的手 下一秒他说 其实你不嘴硬的时候 还是很好的 说完 薛层弯下身子 直接抱着他的大腿 许梅下意识地用腿 勾着他精壮的腰 还没来得及 等许梅反应 就被他转身抱进了浴室 许梅刚从里面洗完澡出来 没开换气 浴室里还阴晕着雾气 带着香甜的味道 你干嘛呀 他捶了捶他的肩膀 薛层没说话 只是取了块干毛巾 垫在台子上 将他放上去 顺手将淋浴的花洒打开 整个浴室 又响起犀利的水声 在嘈杂的浴室里 许梅被他勾人地吻着 背挤的双手上下游走 他被吻地仰起头来 露出漂亮的天鹅景 薛层的吻 从唇上游走到耳边 他才听到他的回答 回沙发前 想先试试浴室怎么样 许梅没有回话 只是眼眸微湿 想要抬手去解他的扣子 摸了半天 却都摸不到一个解开的方法 后来 他听见咔嚓一声 随即是皮带落在地上的声音 那条皮带好几万 落在水里好像就毁了 但是他也来不及 想那些事了 最后沙发没去 但也没逃过一劫 一日 直到从门缝里 飘进些饭菜的香气 许梅才微微睁开了眼 屋内的遮光帘 拉得好好的 透不进一丝光 他抬手摸了摸一旁的手机 在屏幕上点了点 窗帘才缓缓地拉开 阳光刺眼地 让许梅又钻进被窝里 缓了缓才探出半个脑袋来 他眼眸微眯 看着身旁空荡荡的床位 心里一阵空落落的 但空气里传来的饭菜香 又让他暖了暖 许梅动了动身子 大概是昨晚被他上过药 这会儿倒不至于很难受 掀开被子后 随便找了件睡裙套上 昨晚的那件 大概现在已经在垃圾处理厂了 一件好好的睡衣 都被撕碎了 昨晚的薛层 倒是有些发痕 许梅简单洗漱后 想去和他讨个说法 结果想说的话落在嘴边 就看到客厅里站着的 哪里是薛层 分明就是黎安安 两个人面面相去 黎安安连忙几步走过来 双眼带着满满的怀疑 许梅没想太多 直接开口问道 你怎么在这 黎安安扭头哼了一声 我这一大早呢 就被他电话吵醒了 让我来你家 他说他有急事要去公司 让我来家里帮帮你 我还好奇呢 要帮你什么 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许梅微微好奇地问了句 什么 虽然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但还是想知道 薛层是怎么把黎安安喊过来的 薛总说 我老婆可能没什么力气吃饭 如果可以 麻烦你帮忙叫他吃饭 说完 黎安安还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我还在想呢 怎么会没力气吃饭呢 然后我就仔细地那么一想 我就明白了 不是我说你们俩真不把我当外人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你脸皮薄 如果换个阿姨保姆 啥的来叫你 你怕是会直接射死 听她说完这一大通 许梅早就死死捂着自己的脸了 虽然也是射死 但总好过是阿姨保姆吧 她抱着黎安安的手臂 撒起娇来 知道你最好了 你就是我的爱情保安 黎安安轻笑一声 哼 这家没我都得散 黎安安 我为这个家承受得太多了 许梅笑着 是是是 你说的是 她拉着她坐到餐椅上 桌上的饭菜是烫的 黎安安盛着饭出来 淡淡的 薛总还真是24校好男人 赶时间还给你做好饭了 说是 只要我放微波炉热一下就行 说这话时 黎安安满眼都露出羡慕 许梅喃喃道 你怎么也不找一个 黎安安吃着饭 摇了摇头 我才不要吃爱情的苦 说完 许梅沉默了一会儿 不想去提她的伤心事 黎安安忽然想起来什么 说道 听说简易找你麻烦了 也不算吧 她弄翻了我的饭菜 我直接把她头按在菜里 论狼狈 还是她比较惨 黎安安连连点头 嘴巴里塞得满满地说不出话来 只是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嚼了好一会儿才说 有骨气 不过 你家薛总这饭菜做得是真的好 她是在国外进修了新东方吗 许梅唇脚一弯 国外好像没有新东方 两个人抬眼对视了一下 一块笑出声来 黎安安是从心底里开心 小梅是真的越来越好了 饭后 许梅直接将饭碗收进了洗碗机里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许梅拿着遥控器准备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综艺 还没选到什么重意的 就被黎安安递过来的手机 吸引了目光 警号校园霸凌者 为何能为人失表 一条挂在头条上的热搜 下面热度最高的是一条较为模糊的视频 视频里的人 是简婴 第77章 我这只手有一半原因是你毁的 简婴 许梅接过手机 略带困惑地问了一句 点开视频 是简婴在巷口和人聊天的视频 视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拍摄得并不清晰 但可以看得出来 视频中人大致的模样 视频里的简婴 一袭瀑布般的长发 穿着校服 妥妥的一副校园女神的模样 在她对面站着的是几个女生 视频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李子如最近好像又不知道安分了 上次你们在厕所做的那些事 她好像没怎么放在心上 音音 上次的事情老师知道了 再做一次不太好吧 不太好 我现在是XXX的女朋友 老师知道了又怎么样 再说了她无权无势 受点欺负 也只能自己受着不适吗 那今天放学 我们再找她 视频里的语音虽然说得没有那么直白 但也可以听出来大概意思 而且语音中陆之眼的名字直接被消音了 爆出视频的人看来是不想得罪陆之眼 评论里人人口诛笔伐 短短的时间里就将简音扒了得干净 许眉眉心领得紧紧的始终舒展不开 简音和陆之眼在一起之后 他们基本就没有联系了 一直到毕业后的比赛前 两个人基本上保持着陌生人的状态 虽然她时不时在陆之眼面前上眼药 但这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伤大牙 这个李子如你还有印象吗 李安安开口问道 她想了想她好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好像有她家是不是挺困难的 李安安想了想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 她家境的确不好 不过她之前成绩很好的和陆之眼基本并列 而且有人说她喜欢陆之眼给她送过情书 说到这许眉多少明白点了 当初她都主动和陆之眼保持距离了 简音都不能让她好好的 非要让陆之眼对她反目成仇 死生不复相见才罢休 更别提给她送过情书的李子如了 那她现在呢 许眉忽然想起来 简音如果真的怂恿过其他同学这样对待她 那读书那会儿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受 她早就退学了 李安安平淡道 啊 退学了 脑海里不禁闪过一种可能 她大约是受不了这样被孤立欺负 被迫退学的 许眉轻叹了一口气 想了想 简音这下 算是自作孽不可活 陆之眼也就不了她 李安安也嘖嘖点头 又刷新了一遍热搜 这条热点还高高地挂在第一 陆之眼没有插少将热度 白月光也要变成黑月光了呀 那你说 这段视频会是谁爆出来的 李安安困惑地问了句 按照现在来说 应该没有人会存过这样的视频吧 又或者是被人翻出来的 许眉靠在沙发上 仰着头笑笑 自然是让她自己不想不到的人 这个人大概是方叔 方叔 李安安微微瞪大了双眼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两个表面闺蜜 终究还是反水了呀 溪水湾别说 桌上的手机 正放着那头条热搜里的视频 声音时大时小地 从听筒里传出来 简音瘫坐在沙发旁 双拳死死握着 却不敢去将桌上的手机抢过来 心底微微地颤抖 惶恐和不安争先恐后地涌出 牙关紧紧咬着 仿佛正在承受着 某种不可言说的压迫和紧张 直到视频放完 一旁的男人才不紧不慢地收起手机 他的声音沉稳轻烈 带着一种上位者不可藐视的威压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是方叔亲自爆出来的 文婷可是知道了 当初方叔给他下药 发生一夜情的事 是你出的主意了 陆只眼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他依旧和以往一样的装扮 只是此时的简音眼里 是藏不住的慌乱 转头看向他的时候 甚至带着一丝怨怼 你都知道了 不是吗 你不做任何措施 不就已经打算不要我了吗 他不降热度 任由网上的脏水 肆无忌惮地向他倾斜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 陆只眼目视着他 神色轻旺 那是因为 我一直认为你单纯善良 而现在 你的形象只会严重影响我和陆氏 你知道在这段视频里 如果我的名字没有消音 陆氏会因为你失去多少吗 他说得字字在里 言语中带着一丝侥幸 简音知道 陆只眼是彻底腻了 本就忽冷忽热的他 在外界的压力下 不可能再去费心费力保住他 那既然这样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陆只眼没想到他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就这样直接认下了 记忆里那个明媚开朗 在他面前始终低声低语撒着焦的简音 和现在的简音 截然不同 他冷笑一声 拍了拍自己的衣服 声音冷烈 既然这样 你就好自为之吧 在陆只眼走出别墅前 简音最后喊住了他 陆只眼 他的脚步一顿 回头看他 似乎是想听他最后说什么 简音垂着头 深吸一口气 才开口道 这么多年 我的青春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得补偿呢 陆只眼站在原地 舌尖紧紧顶了顶上额 嘲讽般地笑笑 补偿 简音 你知道我花在你身上的医药费 有多少吗 你和我谈补偿 他逆了简音一眼 眸光中带着隐隐的轻蔑 他从未想过简音 也会有一天变成这样 和那些觊觎 攀附的女人一样 简音更是不敢相信 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 会换来他这一句 不过也对 自己的青春 于他而言 无关痛痒 既然这样 那还不如多争取一点 陆只眼 那你是不是忘了 我这只手 有一半原因是你毁的 他满目愿对 像是想把这么多年 所有的委屈 都倾诉出来 那天出事故的时候 陆只眼是驾驶位 他是副驾驶 原本陆只眼 不去转动方向 受伤的会是他 可是他最危急时刻 他还是下意识地 转动了方向 他用生死一线 换来的联系 终究还是到头了 在国外那么多年 暗无天日的治疗里 他何尝没有怨过他 但那会儿 他觉得陆只眼 满心满眼都是他 忍一忍 等好了 就可以永远留在他身边 可现实终究是现实 这些年他妄想与虎谋皮 却不知道 自己早已成为 那虎的盘中餐 第七十八章 过来 抱抱 简英的话刚落 陆只眼便笑了 他笑得让人恐惧 阴寒的感觉笼罩着他 简英 我和你说过很多遍 那是意外 不是吗 每个人都会有 下意识的应急反应 我也不例外 只是没想到会伤到你 他说到最后 语气甚至开始 变得温柔起来 可这样的温柔 却让简英连连后退 他颤抖着摇头 嘴巴打着颤 还是不死心地说 那你明明知道 这就是个意外 还听信我的胡周 将这一切过错 归咎在许梅身上 陆只眼 你是真的信了我的挑拨 还是你只想顺水推舟 让自己置身事外 毕竟那天的事故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也在场 不是吗 简英的句句真言 像是每一句 都准确无误地 击中陆只眼的算盘上 他轻笑一声 又觉得简英 在说什么笑话一样 笑声越来越大 回响在空荡的别墅里 他带着笑意的声音说道 简英 你想得太简单了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我去查过的 那辆失控的货车司机 的确和许梅有过联系 我见到过证据 也见到过金钱转账交易 自然会任由 你在我面前胡周了 他原本以为 陆只眼那会儿 对许梅的态度大转变 是因为自己的话 但没想到 会是因为他有证据 你有证据 那当年你为何不报警 他想不通太多事情 更是不明白陆只眼 既然有证据 当初为什么不报警 因为 许家大小见 陆家一女买凶杀人的消息 传出去 我损失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你觉得 我会做这种 得不偿失的事情吗 我虽然因为这件事情 不喜他 但也会选择给他 遮掩一二的 他说的冠冕堂皇 可简英却一个字 也不敢信 他只觉得 陆只眼太过可怕 这样的人一开始 就不应该是他招惹的目标 原本听闻豪门水深 他只觉得是传闻 而现在觉得 豪门水深 都丝毫不及陆只眼的心机深沉 陆只眼说完 甚至饶有兴致地 挑了挑他的发丝 出门前 他落下一句 这栋房子 就算是给你的补偿了 直到听见一声关门声 简英紧绷着的身子 才忽然松懈下来 随之而来的 是从心底蔓延开来的胆寒 简英的热搜 在下午的时候 还是降下去了 李安安因为一通电话 被叫去酒吧喝酒了 本来还想问问许梅 结果只是目光 瞥了一眼他的脖梗 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一下午的时光过得格外的快 他躺在书房的太妃椅上 一条毛毯搭在他的身上 整个人笼罩在太阳的余灰里 书房的门他没关上 浅浅眯了 一会儿就听见了门响 没过一会儿 就看见薛岑站在书房门口 许梅朝他招了招手 他软着嗓音 撒了个娇 过来 抱抱 薛岑过去站在他面前 让他抱了个满怀 还有不舒服吗 在公司忙了一天 但还是有点担心 他在家里会不会不开心 毕竟刚做完就看不见他人影 多少会让他没有安全感 许梅的脑袋 窝在他的腰间 摇了摇头 看着他略带撒娇的模样 他也眷恋得很 但是想了想 带回来的东西 还是温声说了句 要不要吃草莓蛋糕 带家心的 许梅抬起头来 眼睛里闪烁着细碎的亮光 要 我们一块去吃 说着 就从太妃椅上扑腾下来 草草穿上鞋子 拉着他就往外去 客厅的落地窗正好撒进一点点太阳的余晖 整个房子里都是弥漫着金色的暖意 桌上的草莓蛋糕套了个精致的包装盒 上面的蝴蝶结精致无比 许梅坐在餐椅上 小手扯过丝带将包装盒拆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红彤彤的草莓围了满圈 薛层刚拿出小刀准备切开 就看到许梅已经迫不及待地 拎起一个小草莓放进了嘴里 那个 薛层的话还没开口 就看到许梅的嘴角咧了起来 眉心紧紧皱着 难以下咽地将它咽了下去 他顺手递给她一瓶水 喝了一口才缓过来 这草莓也太酸了吧 许梅的眼神略带嫌弃地看着那一圈草莓 薛层这才无奈地说道 店员和我说了 现在不是草莓界 所以这上面的草莓都是装饰用的 会很酸 许梅神色奄奄地 想起自己刚刚迫不及待的模样 倒也怪不得她 她盯着那一圈草莓 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拿了一颗起来 她凑到薛层身边 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你也吃一颗吧 好不好 薛层摇头 她刚刚看着许梅的表情 不用尝就知道有多酸了 许梅不死心 挽着她的手扭捏着身子 声音甜软 看在我昨晚那么辛苦的份上 你尝一个 她虽然很不情愿 但又想了想 昨晚她那天可怜见的模样 还是心软了一点 低头 张开了嘴 许梅带着满脸期许地 看着薛层脸上的神情变化 在一旁偷笑 薛层喝了口水才咽下去 反手对着她的屁股 就是一拍 嘲笑我 许梅笑出声来 没有 我就是觉得 你可爱 你快点切蛋糕 她满心欢喜地 看着薛层落下一刀 最后在刀面上刮了一点 蹭到她的小脸上 白净的小脸顿时变了变 两个人围着屋子 闹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 薛层脸上的更多 实在累到不行 许梅才坐回去 吃起剩下的草莓蛋糕 许梅第一次觉得 草莓蛋糕真的很好吃 洗过脸后 两人坐在沙发上 许梅枕着她的腿躺下 才开口问到 今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热搜我看到了 陆之眼没出手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 她打算联姻和剪音分手了 薛层把玩着她的发丝 温生问了句 那你有什么看法 许梅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了句 你觉得陆之眼很爱剪音吗 她摇头 意思很明显 不仅现在 就放在从前 她大概也没有很爱她 不然不会不了解 她的家庭背景 更不会在她的污糟父母 找上门的时候 退避三射 说完 许梅沉默两秒 又开口问道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她扭过头来 看着薛层 目光里迫切想要一个答案 第79章 知道了 大小剑 薛层没有犹豫 直言道 解决问题 她的父母无非要钱 给一笔钱 去做一份 具有法律效应的 亲属关系断绝书 这样就再也不必 为这样的父母烦恼了 是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她又喜欢剪音 为什么选择回避 许梅微微拧着眉 看着窗外 渐渐暗下来的景色 忽而她的指尖落下 慢慢在她的眉心 舒展开来 她柔声道 因为利益 她对她有好感 又不需要她完全自由 她需要一个可把持的度 而简音的父母 就是她可以把持的度 她可以解决掉问题 但那样 她的度变没了 文言 许梅心底 生出一丝寒意来 目光微微凝视着薛层 她心底的一丝不可置信 被她一眼侦破 她说 小梅 陆之眼这个人 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回国后 她意外让许梅留在身边后 就开始查过陆之眼 今天回公司 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想 大概陆之眼她谁都不爱 年少时 或许有过少许的好感 但这样的好感 只怕早就被湮灭在 她利益至上的思想中啊 只不过陆之眼 甚至查过许梅 是她想不通的 按理来说 她应当是最了解她的 过去那么多年 处在同一屋檐下 是有什么事情 她需要背地里去查许梅 但除了许梅 她又好像没有别的出口 许梅看着她 感觉她的状态不太对 才低声开口问她 是有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的吗 陆之眼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自始至终都是看不透的 年少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心思 等到长大了 她接手 陆氏之后用的手段 心机都按得出来 她本来就是一个 为了目的 而不计较手段的人 她刚接手陆氏时 公司内部情况并不是很好 甚至出现过一次危机 那会儿 她没什么本事 受了不少人的白眼 后来 陆氏越来越好 她也变了很多 许梅想了一会 看薛岑一直没说话 她拉着她的手捏了捏 嗯 怎么不说 她的目光微微变得晦暗不明 陈生道 你知道陆之眼查过你吗 本不想让许梅知道 但没有什么办法 比问她来得更方便 许梅笑了笑 脸上的表情豁然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我知道 她淡然笑道 并没有出现她以为的惊讶 和不可置信 就简易出车祸的事情 她一直认为 是我买凶杀人 所以查过我 查过之后 她就更加坚信是我做的 可我让她对我看证据 她又不肯 所以 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查出来什么东西 让她如此笃定 对于这件事 许梅一直都是感到莫名其妙的 但是被陆之眼误解这么多年 她也懒得去查 她说的证据是什么了 更何况 她现在身边有薛岑 她信她 薛岑听她这样说 总觉得多少有些不对劲 陆之眼既然笃定 说是有证据 那就一定是 被她查到了什么事情 和许梅有关联 那我再去查查 你也别太在意 我信你没做过这种事 她声音温柔 听得她心肩一软 撑起身子 在她的唇上碰了一下 还没等她躺回去 薛岑一手搂住她的腰 唇上又吻了过去 窗外的天气早就暗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 雨声渐响 打在落地窗的玻璃上 像一曲美妙的乐章 这场雨下了 整整一夜 像是要把整个城市 都洗礼一遍 几日后 最近的雨 一连下了好几天 毛毛雨断断续续的 拉开窗帘的时候 天空都是乌鸦鸦的 笼罩着一层压抑的灰 许梅不喜欢这种天气 简单洗漱后 看到黎安安发过来的 几条消息 我打算开个工作室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门面地址 对了 我哥给你准备了一份 新婚礼物 我下次带给你啊 黎安安不说他 都快忘了 黎虫上次说 要给他准备 新婚礼物的事情了 倒是没想到 黎大哥一直记着 许梅 那你帮我谢谢你哥 门店地址我也不清楚 我帮你问问薛岑 薛岑一早就出门了 桌上还是热乎的饭菜 他给薛岑拨了通电话过去 放在桌上开了扩音 铃声在空荡的屋子里 响了好一会儿 才被接通 醒了 他声音低纯地问道 听的人耳根发呀 嗯 你在忙吗 还可以 有什么事找我吗 没事不能给你打电话 许梅反问道 语气中带着点小女生的娇称 电话那头的人笑了笑 笑声浅浅的 没事的话 那我就要理解为 你是想我了 他一句话 让许梅一下在饭桌上红了脸 其实他也是有点想的 想的 不过也有事找你 他声音软了几分 听起来甜甜的 嗯 什么事 许梅 安安想开个工作室 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门店地址 虽然他也不知道 薛岑对这方面有没有解 有没有涉猎 但总觉得问他没错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有事有的 我把地址发给你 有空你们去看看 好 电话挂断后没一会儿 就看到微信里薛岑发来的地址 地段很好 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他顺手转发给李安安 就这个 有空去看看 那就今天 许梅刚想说今天天气不好 结果一转头 看到外面的天气 早就乌云散尽 阳光三三两两地从云层中散落 雨后的天空里还架起了彩虹 是个好天气 他垂眸在手机里打下一个好字 李安安搜了搜许梅发过来的位置 地段很好 就是两个女生去看店面 不知道会不会受欺负 他又发了条消息给楼商 李安安 下午有空吗 楼商 李安安 给我当一下午保镖 楼商 我收费的大小见 李安安 哦 那算了 刚发完 手机还没来得及放下去 就响起铃声来 怎么了 李安安懒洋洋地问道 楼商倾咳两声 下午要去干嘛 怎么还要保镖 就是去看店面 我和美美两个女生 怕被人欺负了 他说得风轻云淡 丝毫不觉得像是怕被人欺负一样 行吧 那我勉为其难 陪你一块去 楼商勉强答应下来 心里却乐开了花 李安安笑了笑 我可没钱雇你 要钱没有 烂命一条 嗯 那你以命相敌也行 他笑着说道 李安安懒地和他说掰扯 轻飘飘带过 随便 给你发地址 到时候来接我 知道了 大小见 他的尾音拉得长长的 大小杰三个字 听出了一丝怪怪的感觉 第八十章 楼少 下午的时候 方祝过来送了钥匙 许梅自己开车去了门店的地方 这地段虽然不在市中心的地方 但也是在新开发的黄金地段 人流量也不少 李安安要做小众服装品牌 主要还是要靠人脉 来开个门店做工作室 也只是暂时过度 许梅在门店附近稍微观察了下 就看到李安安过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位 楼家那个不受宠的小公子 听说是他的父亲 为了娶他的母亲 被迫和自己的小青梅分开 后来楼商母亲为了生下 他没挺过去 连带着楼商都不讨他喜欢 楼商两岁的时候 他父亲的那个小青梅 就登堂入室了 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说是在和他分开前就怀上了 之后也没舍得打掉 现在回了楼家 自然而然成了楼家大少 楼商自然就不受宠了 要说起来 他在楼家的日子 应该也是不好过的 不过好在 这人就只会吃吃喝喝玩玩 楼家给了个保镖公司 随便他祸祸 没没 李安安还隔着老远 就挥起手来打招呼 喊了一声后 小跑着过来 身后的楼商也加快了脚步 安安 许梅直接挽过李安安的胳膊 只是在他手放上去的一瞬 总感觉有些不自在 像是被人死死看着 楼少 许梅视线看到楼商打了个招呼 他只是抿唇一笑点了点头 李安安挽着他走过去 就看到那家门店 许梅拿了钥匙 直接开了门 许梅和李安安直接进去了 楼商则是去了旁边看看 里面是小两层的设计 上面有三个房间 用作休息和个人办公室 都是很不错的 楼下则是和普通的店面是一样的 两个人上上下下看了一圈 楼商就从外面回来了 怎么样 楼商里头穿件毛衣 外头就套了件冲锋衣 双手插兜 靠在门边看着李安安 开口问道 李安安微微点头 还不错 我挺喜欢的 闻言 楼商才直起身子 朝他面前走了两步 在他面前停下 往他身后指了指 顺着视线看过去才发现 他指的是后边一个小房间 如果那要坐试衣间 里头的窗户给封上 后面还是很多住宅区的 很容易看见 李安安无言 淡淡道 你这话说的 住在这儿的人会干偷窥这种事吗 这一块都是高档住宅区 相对来说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应该干不来这种事 楼商只是拧眉 伸出手来 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有背无患不懂 我干保镖的 有些事比你清楚好吗 许梅看着这两人淡淡笑了笑 似乎是有点打情骂靠的意味 行行行 听你的还不行吗 李安安囊囊道 许梅则是开口问了句 那就定这儿了 李安安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本身就挺喜欢的 转头看了眼楼商 楼商被盯得有些不自在 扭捏了一下身子 略微紧张 看我干嘛 喜欢就定呗 说着就往门口走去了 李安安则是觉得他今天怪怪的 不太自在 不过也没考虑那么多 那就这家吧 你替我和薛总说一声 李安安喜笑颜开 这样算是定下来了 心情也好了不少 好 说完 出门后楼商提了一句 等会儿请你们吃晚饭 现在要去找房东商量一下 结束后 大概也是晚饭时间了 我都可以 小梅 估计要和薛总一块吃吧 李安安看了一眼许梅 楼商则是对着李安安说 那就我们俩一块去吃 许梅耸耸肩 表示无所谓 楼商以为就定下来了 结果李安安开口说道 那就带上薛总一块吃吧 商商不会介意的吧 楼商轻扯一下唇角 冷笑一声 不介意 恍然间 许梅好像在楼商脸上 也看到了口是心非四个字 和薛曾联系后 直接去了封层 薛曾说 直接将人约了过去 再封层会合就行 许梅自己开了车 准备自己去开车 结果李安安拉着她 先去楼商车里 拿了个包装盒 我哥给你的新婚礼物 许梅笑着接过 你哥还真是客气 说完 李安安挥手关上了车门 那个 许梅看着她身后 关上的车门 淡淡道 你不坐楼商的车吗 嗯 我当然坐你的车呀 说吧就拉着许梅走了 只留楼商一个人 在车内咬牙切齿 上车后过了一会儿 许梅开门见山问了句 你不觉得楼商 对你有点意思吗 李安安是爱情保安 不可能看不出来 不仅仅是 今天这件事看出来的 自从楼商认识李安安之后 好像就一直对她很好 上次打简音的事 也是她干的 要是单纯当妹妹 估计只是言语劝诫 而不是任性地直接宠着 李安安的脑袋 偏到一边去 景色快速地倒带 她只是说了句 许梅不太懂的话 我十岁的时候 就认识楼商了 她很好 有些人做朋友 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是好朋友 但是 做恋人 这关系就处在 岌岌可畏的状态上了 可能下一秒就会吵架 分手 分崩离析 许梅也没纠结她说的什么意思 只是淡淡说了句 楼商还是挺喜欢你的 说不定人家暗恋你好几年呢 刚说完 李安安顿时被呛到 咳嗽了好几声 略带疑惑地看着许梅 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虽然说 两个人现在已经很好了 但是许梅似乎还是不知道 薛层有多喜欢她 李安安靠在背椅上 轻叹一口气 八年啊 还真是深情重 许梅则是偏过头 看了眼李安安 轻叹一口气 她也是有过对爱情满心期待的 只是唯一谈过的一次 都是被骗的 大概率让她有了心理阴影 到封层的时候 许梅看到楼商的车已经停好了 看到他们到了楼商才下车 楼商是个沉默寡言的性子 李安安安也是暂时不想打破僵局 装糊涂的明白人 两个人一个不会说 一个装不懂 许梅只觉得有点困难 到楼上之后 方柱把他们带到会客室 三个人刚坐下 方特柱又说了一句 太太 薛总还在等您 第八十一章 不是说想我 许梅刚坐下来 还没午热 方特柱这一句话 整个她都不好意思不起来了 只好转头对李安安说 那楼商陪你好好聊 我先过去了 李安安安则是轻叹一口气 摆了摆手 去吧去吧 薛层的办公室就在旁边 隔得不远 许梅一进去还没开口 就被薛层抱了得满怀 怀抱里都是清淡的木质箱 嘴角微微上扬 她抬眸 开口说道 影响不好 你松松 她没说话 摇了摇头 低头在她眉心亲了一口 不是说想我 她声音低雅 反问道 有种似有似无的委屈感 一双手从她腰间划过 抱了抱 她才笑着说 想的呀 薛层轻沈一声 想我 看不出来 她臂上的力气松了松 被许梅拉到沙发边上 双手压着她的肩膀 让她坐下去 问了句 办公室会有人进来吗 薛层不解 不会 梅同意不会进 许梅弯唇一笑 双膝跪在她腿边 直接一屁股坐在她的腿上 薛层对她这副模样很喜欢 又怕她掉下去 双手搂住她的腰 轻声问了句 怎么了 她眼里闪着细碎的温柔 怕她坐得不舒服 拖着她的大腿 又将人搂得紧了点 许梅低头 凑到耳边 笑着柔声说了句 我想你的 说完 一双软唇碰了上去 声色地主动探进去 齿缝间带着点清甜的味道 手上也毫不留情地 从衣服下摆伸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 薛层有点把持不住 但知道这里不合适 手上虽然没停 但在她唇上轻轻咬了口 哑声道 这里不合适 晚上回家 许梅的头埋在她肩膀处 闭着眼印了声 薛层闭唇一笑 又开口说了句 宝贝 嗯 耳边传来的声音音鸣 宝贝 今晚公主 在下好不好 许梅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是在理解她这句话 今晚 公主在下 她在上 心口一颤 顿时开始紧张起来 好一会儿才回她 我不太会 薛层又将人搂紧了点 手上 给她整理好衣服 又在她腰间轻轻掐了一下 我教你 许梅在办公室里 坐了半个多小时 李安安就处理好了 谈得还算融洽 价格也是李安安可以接受的范围 双方没有什么意义 很快就签好合同了 说到去吃饭的时候 李安安挑了个地方 有了薛层 李安安自然就坐到了楼上的车里去 李安安在车里一直眯着眼睛 像是在睡觉 楼上则是开口轻言了一句 下周 我妈忌日 从十岁开始 就是李安安陪着她 一块去看她母亲 但是这一次 她总感觉 安安不陪她去了 一想到 心里就惶惶不安 早知道就不应该表白的 只是下一秒 就听见李安安闭着眼 声音清淡 我记得 到时候 我们一块去 她没睁开眼 楼上却忽然定下心来 另一边的车里 薛层开着车 车在音乐里 放着一首谢安琪的罗生门 很感激 喜欢我十年 人不休 近日旧同学说 我已耿耿于你心 六百周 很可惜 这一世未能长厮守 但事实如若告诉你 我更内疚 今天看门面 觉得怎么样 薛层开口问了句 挺好的 整个构造我都挺喜欢的 安安也觉得很好 这不 只看了一个就定下来了 薛层看着前面 目不斜视 继续说 那以后 也送你一间那样的店面 许梅略带困惑 侧头看着她 我要店面干嘛呀 以后开间花店 开间蛋糕店 都可以 她说的一本正经 许梅笑出声来 好 等以后 我不想拉小提琴了 就开间花店养老 许梅想了想 那样的日子 好像也不错 今天跟着你们一块去的那人是 她开口问了句 那人先前看到时 就感觉不怀好意 特别是许梅和 李安安一挨的镜 那眼神里的刀藏 都藏不住 你说的是楼商 薛层一顿 楼家二少 许梅点点头 又觉得不太对 她应该算是嫡子 楼家老大是她父亲 和她妈结婚前初恋自己留下的 直到她妈去世才知道 有那么一个大哥 薛层冷笑一声 摇了摇头 许梅想她 或许是想到薛峰了 她视线看向窗外 窗外的阳光温暖和煦 她说 薛层 有时间 我们去看看你妈妈吧 话音一落 她将车停在路边 胸腔内 仍然震荡的不停 脑海里回响不停的 都是她那句 这么多年 除了那天和许梅敞开过心扉后 她从未和别人提过自己母亲的事情 再次听到别人口中提亲母亲 除了难受 更多了一丝期许 好 她垂眸说了一声 在侧头看她时 就见她凑过来 轻轻在脸颊上 附上一个吻 她听到她说 以后我陪你 生命里 好像开出一朵玫瑰花来 李安安和楼商到的时候 许梅他们还没来 等了好一会儿 两个人才姗姗来迟 这路上好像没堵车吧 怎么 你们俩迷路了 她爷于道 许梅和薛层 两人微微扯唇 一口同声道 车子出问题了 两个人默契的 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行吧 知道你们是车子出故障了 李安安看着许梅嘴上 红得像是补过妆一样 就知道 定是两个人 偷偷搁车上腻歪了 这会儿再看到楼商 薛层打了个招呼 楼少 楼商听到薛层这一句 虽然有略微的震愣 但还是笑着硬下 薛总好 薛层一听 淡淡笑了笑 牵着许梅在对面坐下 刚刚那一声招呼 虽然是问好 但也看得出来 楼商在气势上 丝毫没有落入下风 外界说的什么 成不了大事的二世祖 说不定会是一只 吃肉不秃骨头的虎 桌上大家聊了几句 李安安和许梅 也商量了下 后面要怎么筹备 看了眼时间 过了二十多分钟 菜还没上 李安安有些烦躁 抬腿在楼商的椅子上 踢了下 你去问问 怎么还没上菜呢 第82章 过不好 也不好过 楼商被他踢的一个亮枪 站起身来 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还没等李安安反击 楼商就先出去了 许梅笑着打去 楼商倒是宠你 哼 他轻轻哼了一声 看了眼门外 没一会儿 又收回视线 许梅轻轻碰了下他的胳膊 低声问道 真没想法 总不能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吧 虽然说有些事 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 但是李安安这人 有他的骄傲 一段不好的感情 纵使谈了四年 撕破脸的时候 他也是真的放下了 只是为什么不谈了 多半还是形成了 自我保护机制 总觉得不去接触 就不会再被骗 再受伤 而且 楼商这人待他确实很好 如果真的要换个关系相处 他更多的是害怕 暂时没想过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除了在一起 都和从前一样 干嘛要去打破 这一层和谐呢 许梅轻轻叹口气 那只是你觉得 这样挺好的 万一他不觉得呢 李安安没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去看看 说吧 李安安安从座位上起来 嘴里 还嘟嘟囔囔的说着楼上 见他出去 薛层问了句 要做红娘了 许梅叹了口气 你看他这样 我想做红娘 也成不了啊 他谋色暗暗的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想 让李安安有个好归宿 但这种事也求不得 只能顺其自然了 这种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让他自己顺其自然吧 要是李安安 真没有这个想法 那不论别人怎么说 都是无用功 听他说完许梅 也想通了点 想来之前 他劝自己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想法 出门后的李安安 去外面寻了一圈 也没看到楼上人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入过一间包厢 听到里面的声音后 李安安顿住了脚步 是楼上的声音 其中还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 听着内容 倒像是楼家家宴 挺搞笑的 他已在门口没走 也没进去 门内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来 既然你大哥请你过来了 就坐下来好好吃一顿 楼父苦口婆心地说道 楼上已在门上 楼父 我没有大哥 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 楼父 他比你大 怎么不是你大哥了 况且 我说了很多遍 你不愿意喊母亲可以 但劲儿永远是你大哥 楼靖坐在楼父的身边 敲着二郎腿 嘴角微笑着看楼上 莎儿竟然不愿意 和我们一块共进晚餐 你也不用逼她 随她去吧 楼靖的母亲 现任的楼夫人 一脸贴心宠爱的神情 惹得楼父更是一阵心疼 还是雪儿你好啊 楼莎 你个不争气的 就不能不气我 好好吃顿饭吗 见亲生细语没有成效 楼父也没了好脾气 楼上看着他们 一副家庭和睦的样子 自己格格不入 也不想融入 大哥我是不会认的 更何况 你说他是他就是 生之前没见到 生之后也没见过 怎么 这个女人拉着个三两岁的娃 说是就是了 你别喜当爹了都不知道 楼上话说的难听 话里话外都在说 楼靖不是楼父的亲生儿子 而是苏雪在和他分手后 和别人的野种 你个孽畜 楼父一手拍在桌上 死死盯着他 连连咳嗽好几声 你苏阿姨只有我一个男人 你不喜欢 也不必用这样的 误言会语来伤害他 楼上轻笑一声 也懒得说 省得将人气进医院 得不偿失 刚准备开门 就听见楼父又开口 你既然不愿和我们同心 就早日成家吧 宋家忠义你 这桩婚事也不错 是时候可以定下来了 说完 楼上落在门坝上的手 微微收紧 不仅楼上 就连门外的黎安安 都拧紧了眉心 不仅仅是因为联姻 而是 你说宋家那个傻子女儿 你让我娶一个傻子 宋家女儿十几岁时 出过意外 之后心智就不全 只能养在家里 人家只是心智不全 不是什么傻子 人是顶好的 我见过 样貌什么的都不错 楼夫人劝接道 楼上 那你让苏静去娶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来管我的事 一生苏静让一旁的母子俩 都变了变脸 宛如一幅古代戏班子里的奇景 楼静回到楼家前 跟着他妈姓 叫苏静 可自从回了楼家 就没人这样叫过他 只有楼上 永远不会改口 碰 楼夫丢过来一个烟灰缸 力气重的 在门上都落下一个坑 可见落在身上是有多痛 你阿姨也是为你好 你个不孝子 你以为就你的风平 是家里 还有谁家会喜欢你这个二世祖 楼上齿关紧紧咬着 内心的怒火 早就喷勃欲出 可还没等楼上回话 门忽然被转开了 传来一声娇嘀嘀的女声 没人要 那行啊 那楼家公子这个便宜 就给我黎安站了吧 黎安推门进去 对着自己的鼻尖扇了扇 似乎是想将这些乌烟瘴气 扇个一干二净 进门后 将落在门口的烟灰缸踢了一脚 正好滚在那楼夫人的脚边 既然楼家都不喜欢楼上 那不如让他入坠离家吧 我离家应该不比他宋家差吧 他反问一句 这话问到谁身上 谁都不会说一个不好 黎安安这样问 反倒是给楼家人难堪 楼夫扯出一抹笑来 这离家自然是好的 楼夫本还有下半句 结果就被黎安安抢了回去 那就行了 既然这样 楼上我就带走了 说完 拉着楼上的袖子就往外走 两个人没有回包间 直接往外去了 安安 楼上开口叫住他 欲言又止 黎安安双手抱毙 站在他车子前面 看着他 问想说什么 你刚刚在里面说的 什么意思 他说的磕磕绊绊的 一张脸纯情的要命 黎安安没出息 笑出声来 又抓着他的手一扯 将人搂了过来 他说 楼上 我原本觉得 现在的日子还行 但小梅说 这只是我觉得 所以我问你 楼上 如果没有我 你日子能过得好吗 两个人距离拉得越来越近 像是暧昧的种子萌发 楼上低头吻上去 昏暗的灯光下 两个人相拥缠吻 晚风拂过 黎安安听见他开口说 不好过 也过不好 第83章 不要 我拒绝 许梅在包厢里 没等到黎安安 刚发消息过去 就收到黎安安发过来的消息 我们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好好吃吧 许梅虽然不解 但还是随他去了 大概是真的有很要紧的事情 怎么了吗 薛层问道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给他看 薛层微微看了一眼 就笑了 是好事 两个人独处 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一想倒也是 许梅也没有继续去纠结这件事了 吃完饭回到天狱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一进门 许梅伸了个懒腰 就往沙发上一躺 薛层走过去坐在一边 双手落在她的腰上 不轻不重地捏着 明天要去上班吧 他问了句 许梅打了个哈欠 脸侧到一边 嗯 相亲说简婴已经辞职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大概率是闹翻了 溪水湾那套别墅 已经在挂兽了 许梅一听 有了点兴致 从沙发上起来 凑到她怀里 仰着头问 挂兽 那她是要跑路了 她点头 大概率是的 许梅轻叹一口气 那也算是便宜她了 还能拿到一栋别墅 薛层捏了捏她鼓起的腮帮子 笑道 可能没那么容易 且不说别墅并不好卖 而且她要急出就要降价 那她能拿到手就没多少 加之要有那么一群虎狼般的父母 过不了多久 就能一无所有了 说起来倒是真的唏嘘 之前刚回国的时候 还是风光万丈 这才过了多久 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说到底 还是陆只眼心狠 想到这里 许梅又问了句 那场车祸的事情 查到什么了吗 薛层微微摇头 时间太久了不说 而且我们也不能随便去警局调取档案吧 只能自己用关系查查 现在连肇事司机 还没查出个头绪来 那会儿发生车祸的事情 许梅还是过了三四天才知道的 更别提知道什么了 她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轻声说道 那你也不用太费心去查了 反正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不是也没受到什么伤害不是吗 薛层摇头 拖着她的大腿 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缓缓道 话不是这样说的 虽然说现在是风平浪静 但是这莫须有的事情 扣在你头上 我不舒服 许梅是干净的 就不应该 让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扣在她头上 就算陆只眼说有证据 薛层也不信 许梅的头埋在她肩膀处 从心底里漫出的暖意 蔓延至四肢百骸 手上又搂紧了点 仿佛和她贴得更近一点 就能心里就更安心一点 我们去房间吧 许梅低声道 薛层沉沉笑了笑 应了一声 抱着她往房间去 薛层刚准备把她放到床上去 许梅微微瞪了她一眼 扭捏了一下 没洗澡呢 不要放床上 去浴室 说完两条腿 又往她身上挂了挂 薛层无奈 只好又转身去了浴室 身上的人儿 像枝树带熊一样 赖在她身上 到了浴室许梅才啃下来 薛层给她放好热水 刚准备把衣服脱了 又被许梅扯住了 你 等会洗 我先洗澡 薛层笑笑 歪着头问了句 不一起洗 奶妹看过了 许梅羞懒个脸 捶着头又看了 看她露出来的腹肌 小声说了句 一块洗 你忍不住 这话一说 薛层吸了口气 有些无奈 只好出了浴室门 说的倒是没错 前两天在浴室里 的确没忍住 薛层在沙发上刷了会儿 手机许梅就洗好了出来 比起平时倒是快了不少 她起身拿了睡衣 往浴室里去 路过她身边的时候 闻到了点甜甜的香气 浴室里还是雾气缭绕 水雾里都是许梅身上 那种甜甜的味道 她垂眸看了一眼 打开了花洒 心里叹了口气 浴室是真的忍不住 出去的时候 许梅正趴在床上玩手机 遮住了却让人更想动手撕开来 见薛层出来了 许梅翻了个身 递给薛层一瓶东西 她接过去就听到她说 帮我擦擦润肤露 说完她伸出一条腿来 在她面前晃了晃 一双细腻白细的腿 没晃两下 就被薛层扣住了脚腕 润肤露被她放在一旁 她覆过身去轻声说 晚点再帮你擦 许梅醒过来的时候 是直接掀开被子下的床 以至于一下床就摔了一跤 她摸了摸膝盖 还是直接进了卫生间 看到自己裤子上的一抹红的时候 许梅叹了一口气 就知道 刚在床上的时候 就感觉下腹一股暖流流过 果然不出意外 是大姨妈来了 刚想着伸手去拿一片卫生巾 摸了摸 最后摸了个空才发现 上次用完就忘了补 总想着下次买 下次买 后来就给忘了 许梅烦躁地挠了挠头 刚起得急 也没有注意看薛层走了没 刚想着要怎么办 门口就传来一声 老婆 许梅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薛层 听到声音 薛层开了条门缝 又问了声 怎么了 许梅便便扭扭地 委婉说道 我那个来了 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一下 家里都用完了 闻言 薛层才明白过来 那我换件衣服去给你买 你等一会会 嗯 天狱的小区门口 就有一家便利店 不过薛层也不懂这些 货架上有的基本拿了一包 先应个急 怕他等得着急 薛层花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 他敲了敲门 就拎了个大袋子进来 许梅看到这一大袋 顿时傻了眼 又想了想 毕竟是男人 估计啥也不懂 他打开袋子看了看 基本日夜用都有了 收拾完出去的时候 就闻到客厅里 一股甜腻的味道 还夹杂着一股姜味 推开厨房门 就看到薛层端着一碗 黑乎乎的东西出来 许梅顿时拧起了眉毛 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 他讨厌姜味 更别提这一碗 带着姜味的黑乎乎黑暗料理了 薛层笑着说 这是红糖水啊 你喝点 就不那么难受了 许梅连连摇头 在胸前比起一个大大的差 不要 我拒绝 第八十四章 老公错了 不要 许梅连连点头 这一看就很难喝的样子 我才不要喝 他的语气坚决 看上去也是不想喝的样子 薛层把碗放在一边 耐心哄他 生理期不舒服 就是因为体寒 你要多吃点姜才好 他撅着嘴 还是摇头 我没有不舒服 我还能活蹦乱跳的呢 说完他原地蹦了两下 转了两圈 还想着再展示点什么 就被薛层一把拉进怀里 他轻声哄道 身体好也要喝一点 我特意煮的 不好让我白煮吧 他说着一脸委屈 就好像自己不喝的话 他一片苦心就白费了 许梅叹了口气 一副壮实断腕的模样 拿起桌上的碗捏着鼻子 喝了一大口 刚下肚 差点没忧出来 他转身就进厨房 开了瓶矿泉水喝了起来 一口气喝了半瓶才缓过来 这么难喝 薛层有点不敢信 毕竟他对自己厨艺 还是有点信心的 虽然是第一次煮红糖水 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许梅直接端起桌上的碗递给他 你尝尝 看着他面色凝重 薛层不由地对自己厨艺发出了质疑 他抿了一口 面露难色 干大笑笑 有点酷 糖放得多 许梅轻哼了一声 没理他去沙发上坐着 不高兴了 许梅别嘴 昨晚润肤露也没擦 一大早还做黑暗料理折磨我 薛层我就是欠你的 他说着 起身跪在他旁边 在他脖子上 狠狠咬了一口 薛层有些吃痛 嘶 许梅听到他的声音 才松了松嘴 瞥眼看了一下 淡淡道 惩罚你 话虽然这样说着 但嘴上的语气却软了些 薛层抬手摸了摸 刚刚被他咬的地方 有点痛 但其实还可以忍受 老婆挺狠 他说着 把他抱在腿上搂着 你还说 不给你教训你 下次还敢 薛层点头 嗯 你说的对 老公错了 开了婚之后 你是越来越放肆了 嗯 老公错了 许梅弩弩嘴 一下又说不出话来 不管他说什么 都是老公错了 许梅无奈 但也没办法 公主妈 宠着呗 两个人在沙发上 闹了会儿脾气 薛层见人哄得差不多了 才不紧不慢地 去衣帽间换了身衣服 出来时 看到许梅还在沙发上 他低声问了句 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许梅摇了摇头 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见他还在身后 他转过头 脑袋靠在沙发边边上 问了句 我要不上班在家混吃等死 你会嫌弃我吗 薛层倾笑 低下头来 我也不想上班 妇婆能养我吗 许梅摇头 妇婆养不起公主 公主两件大衣三十多万呢 她今天穿着那天 她买的那两件大衣 灰褐色的大衣 让她整个人又凛冽许多 特别是下巴微微抬起的时候 很有距离感 只是头顶上 一根呆毛竖起来了 许梅忽然站起来 低着头 给她里那搓竖起来的呆毛 但是她好像带着自己的倔强 许梅有些气急败坏 胡乱在她头顶抓了一下 这一下反倒顺下去了 薛层看她这副样子 忽然想起来 上次买大衣 她还是没用她的卡 上次买大衣 怎么没用我的卡 她一手揽着她的腰 脑袋埋在她胸口处 第一次给你买礼物 总不好 还有你的卡吧 薛层笑了笑 不是第一次给我买礼物 第一次的礼物 是戒指 说着 她张开手 把她手握在掌心 两枚戒指交织在一起 和她的设计一样 缠绕 许梅看她依依不舍地 亲手推了推她 你还不去上班 都迟到了 薛层明眸看着她 最后落下一句 抱一下 她笑着 将头埋进她大衣里 薛层感觉胸口处 一股香甜的气息散开 反手抱了抱她才松开 顿时也不是很想去上班了 许梅从她怀里出来的时候 才看到大衣领口处 遮住的那枚咬痕 泛着点瑰丽的红 许梅指了指呢 这个痕迹不遮一下吗 薛层摸了摸淡淡道 老婆的惩罚 我得记着 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骄傲感 许梅欲言又止 看了看时间 还是催着她去上班了 封层大楼 傅城和方之义 坐在薛层的办公室里 等了好一会儿 才看到薛层慢条思理地过来 若不是以前在国外 见过她拼命工作的样子 这两人还真以为 这人就是这副懒散的模样 这是沉醉温柔相伴 都不上了 瞧瞧这都几点了 方之义敲着腿 对着薛层指了指 自己手上的腕表 薛层没看 只是轻沈一声 你们一大早 就是来看我几点上班的 方之义无语 傅城则开口道 我下个月就回F国了 走之前要不要出去玩 合着就是来找她玩的 怎么感觉 像是小学生一样 去哪 她低眉问了一句 顺手打开桌上的文件 抽出一支笔 放在纸间转动 乃是 那边冬天暖和 去旅游正好 加上石原在那 有一个度假村的项目 去了刚好可以载她一顿 傅城这话说的 薛层抬眉看了她一眼 请笑道 我感觉 你们只是为了 去载她一顿而已 傅城笑了 这可没有 是她说的 让我们去给她多评价评价 她一副不好意思拒绝的模样 像是临危受命 不得已而为之似的 薛层耸肩 那我问问我夫人 说着就把手机打开 手指在屏幕上 打下一行字 手机还没放下来 许梅的消息就回过来了 好呀好呀 可爱贴贴 我能不能带安安一块去啊 拜托拜托 两条消息的后面 都带着许梅的可爱表情包 都是许梅自己给 乌梅拍的自制小表情 看得薛层笑出声来 还挺可爱的 甚至可以想到 许梅在她面前 这副表情的模样 有点手痒 想摸摸 两个坐在沙发上的人 看着她一脸傻笑 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 方知义倒是想起来什么事情 问了傅城一句 上次见面 小嫂子说见过你 真的假的啊 傅城笑笑 真的 第85章 你在哪里见过她 真的 这一句 真的倒是打开了 方知义好奇的大门 露出一副 打破杀锅问到底的心态 可话还没继续说下去 薛层就开口了 她说可以 不过要带两个人 方知义和傅城 自然无所谓 坦然道 行 几个人都行 只要十元的度假村住的下就行 傅城看了看日期 想了想说 那就20号出发 刚好住一周 可以过个圣诞节 一周 你倒真敢想 我一周工作怎么办 薛层问她 傅城则是耸了耸肩膀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自己合理安排 我这不是提前给你打好招呼了吗 还有一周时间 你可以将工作挪到这周做完 方知义笑出声来 傅城倒真不愧是损友 你还真是不怕她过劳死 傅城翻了个白眼 Who cares 两个人在薛层这坐了一会儿 就准备走了 刚出门时 薛层正好起身去倒水 方知义一个眼间 就看到她脖梗上的痕迹 言语言语道 这小脖子 嫂子还挺狠啊 薛层笑道 别羡慕 傅城 我真的无语 赶紧走吧 狗粮都吃饱了 她说着 拉着方知义的胳膊 就往外走去 许梅在家收到薛层消息后 就给黎安安发了过去 只是一直都没看到 黎安安回的消息过来 按理来说 一般都不会过很久不回的 难不成还在睡觉 许梅也没多想 继续看着电视 想着拿包吃的出来 结果就发现 自己的零食柜也空了 又给薛层发了条消息 下班去逛超市 没有零食了 猫猫哭泣 自从给乌梅拍了很多表情包 她就对这个表情包上瘾了 总要带一个表情包才行 薛层 少吃零食 许梅装作没看见 一旁的小乌梅跳到沙发上 窝在她腿上 又蹭了蹭 放在沙发上的手机 微微震动 是安安的电话 许梅按下接听后 放了扩音 黎安安的声音 虚弱又疲惫 嗓子还带着略微的沙哑 梅梅 她有点欲哭无泪的无力感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声音变成这样啊 许梅还没想出来的 所以然来 就听见黎安电话那头 传来一声 让人酥吊耳的声音 安安 一瞬间恍然大悟 黎安安和许梅 都沉默了一会儿 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让许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忽然想起来 自己每次完事后 好像也是这样 又一想 那声安安听着 好像有点像楼上的声音 这样 昨晚的事就可以连起来了 许梅轻轻咳嗽两声 你好好休息 微信给你发消息了 记得给我回一下就行啊 说完她急匆匆挂了电话 就像那手机烫手一样 呼 许梅松了一口气 总有种打扰人 做好事的心虚感 看着被挂断电话的黎安安 立刻回头瞪了男人一眼 只见她撑着头 上半身还是撸着的 腹肌和胸口处 布满了迷红的吻痕 她眨了眨眼 视线转向一边 语气娇称 你没事说什么话 现在好了 没脸见人了 她把手机丢在一边 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刚准备起身 就又被一侧的人 伸手揽了过去 才过了一个晚上 就不让我说话了 我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人 她将头埋进黎安安胸口蹭了蹭 黎安安推扫了一下 才娇气地说了句 渣 昨晚没有刮胡子 一夜过去 男人下巴上 冒出些许刺挠的胡茶 楼上摸了摸下巴 清了她唇上一下 我去刮了 说完才缓缓起身 浴室里传来水龙头的流水声 黎安安也掀开被子起来 靠在酒店浴室的玻璃门上 浴室的镜子里 照着黎安安娇俏的面容 还有胸口处斑驳的痕迹 黎安安不禁想到 这样的痕迹 不久前才在许梅身上看到过 过了一会儿 水流声戛然而止 楼上回过身来 搂着黎安安的腰肢 又是一顿风雨般的亲吻 黎安安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又是一把推开她 擦了擦唇才到 我还没刷牙呢 你猴几个什么 说着 拿起桌上的牙刷 开始打开水龙头 楼上只是走到她身后 从她身后还住她 我怕你跑了 黎安安只觉得 她话说得莫名其妙 我跑什么 昨晚的事 又不是你抢破我 第二天我就跑路了 她嘴里尼喃道 这又不是什么狗血言情剧 她只要同意了 就不会不负责任好吗 她整个脑袋 靠在黎安安肩膀上 双手又开始不老实 她低声说 那你嫁给我好不好 黎安安下的牙刷 都掉在池子里 满脸带着红润 又觉得她太过草率 你这是求婚 鲜花没有 戒指也没有 只有一双正在揉着我的手 你确定要这样求婚 楼上被她说得松了手 将手背在后头 她也实在忍不住 彻夜的欢愉让她食髓之位 又让她等不及 想把她锁在身边 那我给你补一个求婚 你答应吗 黎安安揉了揉太阳穴 怎么忽然觉得 这楼上睡了之后 智商都变低了 看你表现吧 楼上又凑近了些 气声打在她的鼻尖 那你现在算不算 和我在一起了 话落 楼上的笑还挂在脸上 就看见黎安安 一手捏着她的脸 眉眼微调 不然 我再包养你啊 楼上笑笑 摸着她的手 凑上前去 又亲了亲 那你等着我给你求婚 黎安安看她一股酣静 不知道怎么的 心底忽然软了些许 笑着点了点头 书二 又想起什么 开口问她 那你这一下 不是算和楼家闹掰了 等会他们连保镖公司 都给你收回去 你怎么办 那你不就无家可归了 说完她又难难道 虽然说 你是入赘 但是吧 你如果什么都不拿出来 我哥可能会不同意 楼上想着 她可能在担心她的聘礼 刚想说 不用担心 结果又听她开口道 要不你跟着薛总混吧 我们是同学 现在又是小梅老公 给你安排安排 肯定没问题的 到时候你攒攒钱 十年八载的 肯定能凑够 楼上有点头晕 但看她一脸期许 只好点头 好 听你的 我入转 第八十六章 新婚礼物 那天和安安通过电话之后 一连几天都没见到她人影 问起来的时候才知道 这几天 她都在忙装修的事情 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 还是许梅过来看装修进度 虽然一开始检装了一下 但水电什么的安安 还是重新检查了一遍 到现在过去一周 也就刷了一面墙 李安安选的 还是通体的白墙 倒是楼上设计间 和休息室的墙体 选了暖黄色 你最近还有听过检阴的消息吗 安安拿了一瓶水 递给许梅 她拧了下 没开 又使了点镜 才打开 没听过 最好从我世界里消失 最近没有检阴的消息 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和薛层在一块过去 很多不开心的事 都淡忘了 前段时间 听说在卖溪水湾的那栋别墅 卖出去了 李安安点头 但又用了一种搞笑的口吻说 但是估计是在国外 被录制盐养废了 连卖房子要三正都不知道 许梅困惑地回头 看着李安安 一脸匪夷所思 后来呢 后来 据缠着陆只眼闹 结果陆只眼 只好按照试价给了她钱 房子又收回去了 听李安安说完 许梅翻了个白眼 真的有够无语的 那看来 陆只眼是真的要彻底 和她断干净了 舍得拿出几千万的流动资金 来和她撇清 溪水湾的别墅 寸土寸金 扣掉税少说 也有个两千万 简阴不作妖的话 估计能活得很好了 就怕别又弄些什么破事来 惹得我们一身骚 许梅听她说的气急败坏 一手勾住她的肩膀 真有什么事 也是惹得陆只眼一身骚 两人相视一笑 不约而同觉得说得挺对 只是没想到 在不久以后 这句话能一语成衬 刚说完许梅电话响了又响 拿起一看 无奈笑了声 刚说完就来电话了 许梅声音淡淡地 开口问了句号 陆阿姨 妹妹 今晚回来吃顿饭吧 你很久没来了 自从许梅和陆家分开住之后 基本上一个月 都会回去一趟吃个饭什么的 算是家宴 现在和陆只眼分道扬镳以后 倒是快有小三个月 没回去吃饭了 许梅想了话 还是没纠结好要不要去 电话那头陆阿姨继续说道 带着你那位一块回来吧 怎么说 也算我们半个女婿吧 许梅听到后 也只好硬下来 但多半觉得 今晚吃饭会很不自在 陆伯母的电话 李安安问了句 她点头 让我带薛层 今晚回去吃饭 她嘴上说着 手指却不停在屏幕上戳着 这是她不高兴的表现 那不是挺好 李安安直言道 挺好 可是被陆只眼盯着吃饭 很不爽啊 你得想开点 你看 从你和陆只眼闹掰到现在 过得更好的 不是你吗 倒是陆只眼费了心力还贴了钱 你们两方见面 怎么说 都是你更得意啊 趁这个机会 好好在她面前嘚瑟 挫挫她的锐气 李安安苦口婆心道 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实在不行不还有削层吗 她那张嘴 可能气人了 许梅想了想 薛层每次见陆只眼 都是一副针尖对麦芒的模样 落下风的 都是她陆只眼 上次陆家宴会 还有在封层楼下也是 这样想想 倒是让人松快不少 你说的对 这个任务就交给薛层好了 我就负责吃饭 吃完我们就溜就是 许梅笑笑 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又看了眼时间 也不早了 去封层接一下薛层刚好 临走时 李安安想起什么 上次我哥给你的礼物是什么呀 好像很贵的样子 她还说 让我小心保管 李安安一开口提及 许梅才拍了拍大腿 一脸担心的表情 上次放在后备箱我就忘了 这会儿都在后备箱 放了快一个星期了 说完许梅就连忙走出去 打开后备箱 就看到在后备箱最里头的小礼盒 打开包装袋 就看到里头包装精致的礼盒 上面刻着的烫金 二尔与恩 许梅拆包装的手指一顿 抬眼看了眼李安安 这真的是李大哥 给的新婚礼物吗 RN的腕表全国文明 其中的定制系列 更是千金难买 虽然李大哥 买的肯定不是定制款 但随便一款 也都是上百万的 一时间手里的礼盒 有些烫手 李安安嘴角抽抽 我也不知道 我哥这么大方啊 打开包装盒 映入眼帘的是一对 精致的情侣款腕表 男女表盘上 分别是日月的雕刻设计 还为了一圈碎钻 精致又不浮夸 表盘上的日月设计 会因为随着时间转动 会有日升月落的起伏 李安安一边感慨 他哥多大方的同时 又嘴里嘟囔着 这好看是好看 只是这日月设计的 一个升一个落 永不相见吗 什么鬼才设计 许梅被他说得笑出声来 从盒子里 又拿出一张卡纸 是品牌附送的 他直接递给李安安安 下一秒就听见李安安安说 福事万千 无碍有三 日与月 说完李安安翻了下卡纸 没有别的了 他又困惑了一下 无碍有三 日月然后呢 许梅摇头无奈地笑道 你可真是浪漫过敏 无碍有三 日与月 还有你 说完你字的时候 许梅手指戳了戳她的眉心 李安安顿时浑身一阵鸡皮疙瘩 这些国外牌子就这样 整一些文艺浪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李安安搓了搓胳膊 许梅笑笑 又将东西收好来 他倒是有点想看到薛层戴上这块腕表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李大哥都是破费了 带我说声谢谢啊 李安安沈笑一声 客气什么 他也把你当妹妹的 许梅玩耳 顿时心里涌出一种叫做亲情的东西 上车前 许梅还是开口道 下次我和薛层请大哥吃饭 李安安没说话 只是背影摆了摆手 许梅在车上静坐了一会儿 才拿出手机找到李大哥的微信 发了一句 谢谢李大哥的新婚礼物 下次有空一块吃饭 刚发完许梅打算开车时 消息震动了一下 他点开一看 是李虫刚回过来的消息 不客气 只是安安才把礼物给你 许梅深吸一口气 只见愣在屏幕上 打不出自来回复 真是糟糕 忘了这茬 第87章 佳燕 许梅是深知闺蜜的含义的 所以犹豫了半晌 最后还是给李虫回了一句 安安大概忘了 他最近不是在忙店面装修吗 发完他又火速截图 给李安安安 宝贝借你背一用 背个锅哈哈 拜托拜托 发完许梅将手机放在一边 一脚油门火速逃离了 闺蜜不背锅 怎么能叫好闺蜜呢 快开到封层的时候 路过陆恒商场 LED的大屏幕上正放着 金河国潮珠宝的产品宣发 金河是一个刚兴起的 国潮珠宝品牌 所有珠宝设计 都以国风为主 在所有人都在用橡皮筋 绑头发的时候 他们毅然决然主打发簪 没想到还挺火的 不过更吸引她的是 这个LED屏幕上的代言人 是方木蕊 一段时间没见 没想到都能登上大屏幕了 许梅拿着手机拍了一张 拍到封层的时候 薛层正好在开会 前台都认识许梅了 见面时 只是笑着喊了一句 夫人好 许梅微微点头 就刷了卡进去 会议室不在她办公室这层 到的时候 整层基本空着 办公室的桌上都是文件 入眼就是凌乱的一片 倒是和她读书时的书桌一样 书本也是乱糟糟的 书堆里 一个发丝蓬松的脑袋 埋在里头 不知道薛层办公的时候 会不会用笔戳自己的脑袋 一想到这里 许梅就忍不住想笑出声 那样的话 好像还挺可爱的 许梅在办公室找了一圈 除了办公桌后面的书架 好像就没有什么 有意思的地方了 她想着找本书打发时间 抬眼看了一圈 就在左上角 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就是有点高 有点够不着 她跳起来摸了摸 那没亮亮的东西 被打落在地 她弯下腰去捡 结果就是一枚一拉罐的拉环 什么玩意 喝了可乐 也不随手丢了 许梅准备直接丢到垃圾桶去 结果又放在手指上玩了玩 这个拉环 倒是比其他的一拉罐的拉环 更圆滑一点 夫人又来查岗 声音从身后响起 大概是刚刚想得太过专注 都没发现薛层回来了 她一手撑着她的办公桌 一只手的手指上 套着那枚拉环 她浅浅笑了笑 我要不是突然袭击 还不知道 你平时办公室这副模样 说完 目光往办公桌上一转 凌乱的办公桌 几页文件到处乱飞 薛层只觉得太阳穴直跳 迈不过去 收拾起桌面来 刚收拾完 就看到许梅手上 把玩的那枚拉环 大约是看到薛层眼睛 看着她的手 许梅才微微抬手 对她说道 你说你 在家那么爱干净 怎么在办公室里 就这副模样 还偷偷喝可乐 许梅笑道 手指上的拉环 又转了一圈 一下目落稳 掉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哎 许梅刚想着弯下腰去捡 就被薛层拦腰抱了起来 许梅又看了一眼垃圾桶 你的东西 没事 掉垃圾桶里了 不是你重要的东西吗 边缘那么平滑 一看就完了很久 你还放在那么高的地方 其实你要是有点 什么小癖好也不要紧 我不介意的 她轻声细语地说着 薛层低头埋在她胸口处 摇了摇头 现在不重要了 许梅文言 也没纠结了 但也想不通她为啥 喜欢玩一拉罐的拉环 不过乖乖说得不错 许梅听到她喊乖乖 脸上顿时羞红了一点 平时她 只有在做那种事的时候 才喊她乖乖 什么说得不错 她垂眸看着她的头发 她头发生得柔软 整张脸靠上去 都觉得挺舒服的 她就贴着她的头发 听她轻声细语地说 我的小癖好 就是喜欢老婆床上主动点 许梅 薛层 你怎么都不害臊的 想了想自己上次已经够主动了 薛层的手又在身后不老实 许梅推了推她 才喊喊道 晚上得去陆家吃饭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怎么开心 薛层手滑到腰上 又将人报警了点 那就去呗 我在呢 担心什么 许梅整着她肩膀 视线在她下巴上停留 她问 你不觉得尴尬吗 和陆之眼关系又不好 你们两个人见面 大眼瞪小眼的 薛层一听 笑乐了 尴尬什么 她眼睛没我大 许梅沉默了一会 也笑出声来 行 你有礼 忽然想起什么 许梅从兜里拿出手机来 放在她面前 你看 我来的时候 看到蕊蕊照片上大屏幕了 手机屏幕上 正好是方木蕊 头发高高挽起 带着金河发簪的回眸一笑 倒是挺符合她的气质 还不错 薛层认为给出了一个很重肯的回答 许梅微微瞪了她一眼 怎么能是还不错呢 很厉害了好不好 她就一个人打拼 比起我真是厉害太多了 嗯 薛层微微醋眉 你也很厉害 比她厉害 许梅觉得她有点浮夸 又低声说 真的呀 话落 就看薛层拉开了一点距离 双眼目视着她 声音轻柔 19岁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的小提琴手 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她的声音 就像琴弦划过一样 胸腔都产生共鸣 像是有数以万计的蝴蝶 期待春日一样 震翅冲出心口 给她造了一个只有她的春天 去陆家前 薛层还买了点礼物 虽然和陆只眼不合 但对许梅来说 也算是半个娘家 总不好失了理说 陆家对许梅太熟悉 但是这次回来 倒觉得有些陌生了 庭院里的花谢的都差不多了 陆母还是喜欢打理一些花花草草的 现在看着这样光秃秃的庭院 还有些不自在 进门后 陆母还是一如既往的脸上挂着笑 见到两个人还拎着礼物 反倒不高兴了点 叫你回家吃个饭 还带礼物 许梅将礼物放在桌上 月声道 薛层买的 叔叔阿姨也算我半个娘家人 说完 陆阿姨倒是有些伤感 什么半个不半个的 都是一家人 过一会儿 阿眼就回来了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陆夫人脸上 难得由衷地开心了一回 第88章 三好学生 许梅对陆夫人嘴里的好消息 有些好奇 但也没急着去问 是什么好消息 小梅 不如带小薛去你楼上的房间看看 许梅在陆家一直有一个房间 从在这桌下的第一晚开始 陆夫人就说过 陆家永远都会是许梅的考山 薛层的手落在她手背上 带着点好奇地问了句 带我去看看 陆母也笑着说 去吧 等会儿吃饭了叫你们 许梅只好硬道 好 陆家二楼都是休息的房间 许梅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 当初陆母给她挑的时候 就是选中了这间房安静 开窗就能看见楼下的花圃 只是现在一开窗 花圃都没有花了 房间里的床铺都收起来了 只剩了个床垫在那 一侧的展台里放的都是一些奖章 不然没说错 薛层看着那一面墙的奖章 开口笑道 什么没说错 许梅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那面墙上的奖章虽然多 但也是从小到大的 不管大大小小的 都被陆母摆了出来 小学的三好学生都还在上面呢 我说 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小提琴家 许梅 你好好看看那挂着的奖状 小学的好好学生 三好学生都在上面 她背靠在书桌前 薛层过来的时候 直接将她锁在怀里 一双手撑在桌上 三好学生怎么了 也很厉害的 我小时候可没得过三好学生 许梅就一个劲听她吹 想了想说 那你一个人就能创立出封层 就不厉害吗 她微微仰着头 看着她如浓墨般的瞳孔 忽而她的眼角微微上扬 笑道 我比较喜欢听你说我 其他方面厉害 嗯 许梅困惑 其他方面 嗯 薛层的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伸进了衣服里 在她细腻的腰脂上 轻轻揉了一下 喜欢听你说 我那方面很厉害 她的暗示太厉害 许梅顿时回过神来 抬手就在她胸前捶了一下 这还在外面呢 你害不害臊啊薛层 她那点力气 捶得不痛不痒的 薛层扣住她的手 要不要 给我换个称呼 别老叫薛层了 嗯 她抬手摸了摸她的耳朵 让许梅没忍住脚都软了一下 又想起来 那天晚上 缠着自己要她 换称呼的薛层 那 那我不是换了吗 叫你公主 薛层忍着气 轻笑一下 不行 换一个 许梅有种预感 如果自己说不出她满意的 她肯定是要想办法折腾她的 到时候 可就由不得她的 哭着喊求饶都没用 那 老公 她说出那两个字时 带着气声 落在她耳侧时 酥酥麻麻的 薛层低头 在她耳垂上亲了一口 还是挺聪明的 老婆真好 听到了满意的答案 薛层的手才从桌上挪开 直到两个人又拉开一段距离 许梅剧烈跳动的心跳 又重新恢复平静 薛层走到她的书架前 看着琳琅满目的书架上 放的都是些少女漫画 和言情杂志 没忍住笑出声来 你以前都爱看这些东西 她扬眉 声音里笑意不减 许梅抬眼看去 都是一些从前喜欢看的少女漫画 看到薛层抬手准备抽出一本来 她连忙制止了 抓着她的手腕 扣着不让她动 薛层唇角微微上扬 有秘密 许梅视线看向一旁 喃喃道 你不适合看 耳侧传来薛层一阵阵的暗笑 那些文里的内容 按照黎安来的话来说 就是许梅的恋爱启蒙 更别说是里面一些露骨的画面 要是让薛层看见 指不定要怎么取笑她 许梅顿时觉得 房间里不太安全了 她自己都不记得 这个房间里放了些什么东西 好了 我们去楼下吧 一直在房间里不礼貌 说完她拉着她的胳膊 将人转过去 推着她的背 就往门外走去 薛层嘴角挂着笑 任由她推着走 刚出门就听见身后的一声门响 房门被重重地关上 许梅月是着急地将她赶出房间 薛层对那些少女漫画 就更加感兴趣了 看来到时候 是要让方柱给她搜罗点少女漫画来看看 两个人刚走到楼梯边 就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声甜润的女声 女声的笑声断断续续的 两人一下楼 就看到坐在沙发边上 缠着陆阿姨的楚田 楚田倒惯会讨家长们开心的 看到从楼上下来的许梅楚田站起来 笑着打了个招呼 薛太太好 许梅挽着薛层的手臂顿时一紧 她一时还不习惯着称呼 唇上只是微微一笑 忽而一阵温热附在她的手背上 薛层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 替她回道 楚小姐好 楚田转眼看了眼薛层一眼 眉眼含笑道 上次见面没认出是薛总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薛层淡淡道 没打算和她多说什么 许梅则是带着她坐在一侧 许梅和薛层在 楚田忽然就没先前那么活泼了 没一会儿 门口又响起一声开门的声音 许梅抬眸看去 就是沾了一身潮湿的陆之眼 陆母见到陆之眼回来 开口问了一句 外面下雨了 陆之眼脱下自己的外套放在一旁 刚准备开口时 就看到客厅里坐着地人 是 下雨了 她淡言道 视线扫过沙发上的两个人 走到沙发一侧的时候 楚田给她递了杯热茶 陆之眼接过去没喝 又放在了桌上 几人都没说话 陆之眼的视线 偶尔往许梅那扫了几眼过去 她不像从前那样端庄乖巧 整个人都靠在薛层的肩上 陆之眼还不知道 她能有这么小鸟一人的一副样子 恍然见一下 竟不知道 什么才是许梅真实的模样 太太 晚餐准备好了 厨房的庸人上前来说了一声 陆夫人急于想要打破尴尬 先站起身来说了句 都过去吃饭吧 陆之眼原本走在陆母的旁边 还没走到餐桌边上 就被陆母扯住了 小声和她叮嘱了几句菜松口 在坐下的时候 陆之眼选择坐在了楚田的旁边 许梅装作没看到陆之眼一样 只是低头吃着自己碗里的东西 倒是薛层一个劲地给她夹菜 好像她是客人一样 直到薛层加了一盘石书里的山药石 陆之眼的筷子扣在她的筷子上面 许梅和薛层都不约而同地 抬眼看向她 像是一场无声的硝烟 一触即发 第八十九章 她是走投无路了 陆之眼端坐在座位上 目光看着她筷子上的山药 轻声道出一个简单的句子 小梅她不爱吃山药 说吧 就见薛层的手一颤 将那片山药夹到自己的碗里 薛层从前记得 许梅不会对这种石书挑食的 只是过了这么多年 口味会不会变她也不知道 她也没有把握 话还没说出口 就听见身旁的人冷哼一声 许梅唇角抽了一下 目光冷烈地看了陆之眼一眼 随后在盘子里 加了一片山药 送进口里 边嚼边说道 我没有不爱吃山药 陆家几年没有山药 只不过是因为 你自己山药过敏罢了 说完 许梅仰着脸 对着薛层露出一抹笑来 谢谢老公 我爱吃的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雷 直接击中了陆之眼内心 一只手悬在半空中 一股说不出的不舒服 油然而生 像是一只蛇 悄然从心头爬过 分明上一秒 还是冷言冷语的许梅 下一秒就像变脸一样 对着薛层笑咽如花 嘴角残留的笑意 就像是脆了寒意的针尖一样 往她身上扎 一顿饭插了这样的小插曲 几个人吃的都不是很舒心 落母尴尬地叫了人来 将那盘菜又端了下去 微微调整了一下情绪 又是脸颊上带着笑意说道 今天叫小梅回来吃饭 也是为了说个好消息的 过段时间 阿掩和田田的婚事 大概也可以定下来了 小梅回来的少 今天就算是和你说一声 今后见了 田田也可以喊声扫扫了 今天在陆家看到楚田的时候 许梅就猜出个大概了 陆家人做事倒是迅速 这样就直接定下来了 许梅端起桌上的酒杯 朝着楚田的面举起 笑着喊了一声 扫扫好了 经过刚刚那一下 楚田早就没了一开始的兴致 这一下也只是勉强维持着脸上的镇定了 她拿起酒杯 嘴角是一抹苦笑 那 话还没说完 门外的管家就步履匆匆地过来了 她站在一旁欲言又止的表情 陆之眼促着眉心开口问道 什么事 管家 门外有个女人说是有事想要进来 说是很紧急的事情 女人 很紧急的事情 许梅脑海里顿时闪过的 就是简英的名字 但也只是她的猜测而已 更何况 今天这样的场合 多半是不会让陌生的人进来的 估计陆之眼 只会让管家将人赶走 可陆之眼还没说话 楚田就扬起笑容来 什么人啊 这外面还下着雨呢 这还不快把人叫进来 是骡子是麻也总要看看吧 您说是不是 陆伯母 楚田的笑容 天真无邪 纯得像是一张白纸 看着这样的脸 谁都不好拒绝 但她楚田明明上一秒 还不是这样的表情 倒像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意味在了 许梅也想凑凑热闹 楚小姐说的是 不如把人叫进来看看吧 万一真的有急事呢 两个人都这样开口了 陆母和陆之眼 自然不会再拒绝 叫进来吧 陆之眼淡淡道 她倒是一脸的淡然 似乎是对未知的事情 没什么在意的 薛层落在许梅妖姬的手 轻轻掐了一下 她低头看着她 皮 许梅压低了声音 凑到她耳边说道 凑热闹 好玩 她像那孩子一样 对未知的玩具充满 好奇和热情 没一会儿 门口的保镖带着人进来了 进来的女子 发丝凌乱地贴在额前 水珠顺着发丝低落下来 蓬乱的发丝间 透露出她的不安和无措 大约是冷极了 身子都忍不住颤抖 直到她的视线 落在陆之眼身上 一瞬间 她的双眼闪耀出光芒 她知道 已经和她断得干净了 陆之眼也拿了一笔钱给她了 但是她也没办法 那对父母拿了她的钱 带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跑路 只留下一片空白和乌糟 让她一个人承受 网爆的事情 让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 她是走投无路了 然而 她刚迈出一小步 一旁的保镖一个剑步 就拦住她的方向 她的脚步被无情地拦截 只好缩回脚步 下一秒她声音颤抖地说着 陆之眼 我怀孕了 这个消息 犹如一记重磅炸弹 瞬间让空气凝固 在这个冬季的夜晚里 仿佛时间都被冻结静置 简音颤抖的声音 一字一句传入众人耳中 让人无法忽视 陆之眼的眼神 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她的眸子深邃而思索 她原本以为简音是聪明的 但实际上却笨得可以 她沉默了片刻 冷嘲道 你确定 简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她点了点头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却始终没有落下 她知道 她的命运已经这样了 无论怎么样 都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 与其这样 倒不如用肚子里的这个堵一下 房子内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似乎都在等陆之眼的一句回答 陆之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楚田还在这 她只能想一个缓和的法子 她淡淡道 孩子是我的 我会负责 可在说完的时候 简音却在她的眼眸里看到了寒意 随即就见陆之眼转身 站在楚田面前说道 这件事 婚礼前我会解决好 孩子不会在你面前出现 她冷漠的 像是在处理一份冰冷的文件一样 简音这才回过神来 明白她说的负责是什么意思 心中顿时一阵寒意涌起 麻痹自己的四肢 脚下一步踉跄 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 陆之眼 你的孩子 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 闻言 陆之眼才缓缓转过头来 言语冰冷 简音我 原本以为给你的够多了 是你不知足 不该留下来的 就不该让她留下来 这个道理 你比我清楚 可是这好歹 简音的眼眶里晕着泪 嘴上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陆之眼比她想象中的更无情 更冰冷 她这个人的世界里 或许就没有感情而言 行了行了 能都别吵吵了吗 一句烦躁的女声打破了僵局 原本一直站着看戏 没有说话的楚田 忽然开了口 第九十章 两条腿的男人 楚田抬手 推开了挡在她前面的陆之眼 往前走了几步 站在简音面前 简音身子本就瘦弱得不行 现在被语逸 更是楚楚可怜的模样 身上的单薄的外套 根本遇不住外面的寒气 还真是不会怜香惜玉啊 楚田嘖嘖两下 顺手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 给她披在身上 小妹妹 孩子是拴不住一个人的 她回眸又看了眼陆之眼 眼眶里早就没了 一开始的体贴和关心 满眼的都是冷嘲热讽 你这样淋雨 还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想你也不是为了孩子考虑吧 想拿多少钱开口直说就好了 装连卖餐给谁看呢 总不能是给我看的吧 男人不吃你这套的 你直白点 可能会更讨人喜欢点 你这模样是挺好看的 只是吧 眼眶心瞎心都脏了 她垂眸看了眼简音的小妇 就是这孩子可怜 还得给你们可笑的爱情陪葬 楚田的话 犹如那尖锐的刺刀 将简音的心 一层层地剖开给众人看 剩下的只是那血淋淋的自尊心 许梅听着楚田那一番话 只觉得她活得通透 装得比谁都好 看得比谁都通透 她永远活在一个自我圆滑的界限里 对外是什么样 对内又是什么样 只是有时候某些是打破了她的界限 忍不下去 就这样了 线下来看 楚田是不打算要这门婚事了 楚田 我说了这件事 我会处理 给你交代 陆志颜脸色沉得厉害 声音都带了几分微压 许梅忍不住想笑 这人又是这副模样 一副自我为忠心的模样 要所有人任凭她的吩咐 陆志颜你谁啊你 楚田身材高挑 穿着一双恨天高 站在陆志颜面前的时候 甚至可以和她对视 两个人视线交汇 楚田丝毫不落下风 我凭什么听你的 这婚还没成吗 而且这婚我也不想成了 四条腿的畜生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 说完 只留下一记白眼 坐在沙发上的陆母 显然已经气到不行了 若是身子差一些 恐怕都要晕倒 虽然难堪 但为了可笑的脸面 陆母还是开口叫住了楚田 甜甜 听到陆母的声音 楚田停住脚步 转身回了一抹笑 她轻脚走过去 扶住了陆母 陆阿姨 您坐 您是很好的人 这件事 是我草率了 但是我也有选择权的 所以还是 好聚好散比较好 我也不是什么好姑娘 就不参与陆总的私事了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聚 陆母一肚子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楚田堵了回去 她也只好点点头 下次我们登门道歉 楚田没说话 只是含笑点了点头 转身准备出门的时候 路过许梅身边时 又看了看许梅的侧脸 饶友兴致地说了句 徐小姐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外貌 我很喜欢你的 若是薛总对你不好 来找我玩啊 说完她眼睛轻眨了一下 许梅脑子里一紧 唇脚顿时将出笑不出来 一边攥着薛层手臂的双手 又紧了紧 不麻烦楚小姐了 没这个机会的 楚田轻叹一口气 耸了耸肩膀 一直等到她走出陆家 整间屋子里 都没人继续开口说话 许梅一直待着 也觉得尴尬 走到陆母身边 轻声说了句 陆阿姨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下次再回来看您 陆母现在也没什么心思了 摆了摆手 没有说话 出了陆家后 好像听见从身后 传来一声扑通的声音 还有些细微的嘈杂声 简音整个人 湿了魂一般地坐在地上 像是没有了生机 一旁的陆只眼背对着她 甚至不想和她多说一句话 她只好看着陆母 这可是陆只眼的孩子啊 陆母当了陆家 祖母这么多年 又哪里是吃素的 加上今晚本来好好的 都被她毁了 哪里有什么好脾气 笑了笑说道 简小姐 只眼这孩子 我本就不满 加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陆家的骨肉 也是要看质量的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肚子 就能出了我们陆家人 说完 陆母只觉得心力焦脆 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她刚转身 身后的人就猛地往后一倒 见人晕倒了 陆母才急声道 还不快叫救护车 外面下着细微的毛毛雨 许梅的脚刚迈出去 就感觉头顶笼罩下一层阴影 抬头是薛层张开外套 遮在她的头顶上 今晚说是家宴 倒像是设身处地的 看了一场大戏 上了车后 许梅何卓妍想了想 今晚发生的事 转头看着薛层 低声问道 你不觉得 今天简英来得太巧了吗 她既然知道 陆只眼今晚会回老宅 按理来讲 她应该是直接去 陆只眼公寓 或者公司才对 她总觉得 简英今晚的出现 就像是安排好了的一样 薛层声音沉沉地 笑着问了句 你觉得 今晚谁的表现 最出乎意料 许梅脱口道 楚田 她唇角一弯 意思了然 你的意思是 简英今晚过来 是楚田的安排 她有些不可置信 又觉得恰到好处的合理 她不想嫁给陆只眼 但又抹不开 双方家长的面子 要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毫发无伤地 退掉这场婚 简英就是 她计划好的一环 那她刚刚和简英说话那样 薛层靠边停下车 侧身看着许梅 耐心解释道 她要让自己置身事外 就要让所有人都觉得 她是受不了这桩婚事 她就要一个旁观者的姿态 进入 她不会在简英出现的时候 暗自窃喜 而是像是在看笑话一样 疼惜一个为爱现身的虚伪女人 又在戳破简英脸皮的时候 对陆只眼冷嘲热讽 不管在场的谁看了 都会觉得 这人是活得清醒 不愿让自己身陷泥潭 才被迫当场撕破脸 许梅认真听完她说的话 微微点头 暗暗分析道 所以 这都是她设计好的 她知道简英怀孕 所以才特意透露 给她 陆只眼今晚 在老宅的事 那她也太牛了吧 走走走 那她刚刚走之前 和我说的那话 不是看上我了吧 许梅脸色微精 我可都不过她呀 她连忙端坐起来 脑海里 似乎在疯狂脑补 薛层在一旁笑个不停 直到许梅的一记眼刀过来 她才停住了笑声 她忍着笑意说 你是不是忘了 自己还有个老公的 第九十一章 小卓一杯 车内的空间狭小 薛层沉沉的笑声 在车内格外的明显 不用担心 不会有这种事 楚田还是有自己原则在的 她只和自己 同样性取向的人玩 她就逗你玩呢 许梅轻哼一声 一只手推了她一把 你快点开车吧 回家了 路上的时候 李安安发了消息过来 安安 今晚的家宴还顺利吗 许梅原本打算 和李安安好好说说的 脑子里又理了一遍 今晚的事情 结果发现 一两句根本说不清楚 许梅 见面说 一两句说不清 李安安一看这消息就知道 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不然按照许梅的性格 不说完 睡不着的 安安 行 过几天出来小卓一杯 听你说 许梅看着屏幕上的字 自己也有点小酒饮饭了 但是又一想 偏头看了看薛层 薛层给她控酒控得厉害 要知道 她和李安安安偷偷出去喝酒 肯定会不高兴的 许梅 薛层控制我喝酒 李安安则不以为然 谁家的男人不控酒呢 楼上现在都不让她碰酒了 安安 偷偷出来 小卓一杯 许梅有些手痒 确实是想去的 那不然就偷偷去 指尖在屏幕上点了点 许梅 行 晚上洗漱完之后 许梅躺在床上 看新出的综艺 薛层洗漱完出来 就看到笑倒在床上打滚的许梅 她按了按自己的眉心 弯下腰 一手扣住她的脚腕 你干嘛呀 薛层没说话 只是坐在床上 另一只手 拿起桌上的润肤露 往她腿上挤了点 一本正经地说 给老婆做睡前服务 许梅觉得她话里有话 小声地说了句 今天好累 我拒绝夫妻交流 今天是真的挺累的 虽然说自己没出什么力气 但精神消耗太大 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了 这晚上 要是再和薛层近距离夫妻交流 恐怕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她声音 小得和猫叫一样 半个脸蒙在被子里 薛层看笑了 摇了摇头 不欺负你 我又不是禽兽 她这样一说 许梅又把被子拉起来了点 现在就剩个额头在外面了 擦完润肤露 薛层去洗了个手回来 把她脸上的被子扯了扯 低头在唇上亲了一口 晚安 说完她抬手关了床头的灯 许梅摸着黑江手 放在她腰上 凑到她耳边说了句 晚安 夜晚的城市灯火通明 医院里 简音晕倒后 就被送到医院来了 几个小时过去 病房里简音的胳膊上挂着水 整个人狼狈到不行 先是受了寒 后面又受了刺激 身体不支 孩子当晚就没了 刘柱和陆只眼说 简音的父母 拿了简音的银行卡 当天就出了国 简音现在身上 都是一些之前 变卖东西留下来的钱 陆只眼一直等到简音醒过来 她在看到陆只眼的时候 满心满眼都是寒意 孩子没了 你在医院好好休息 出院后 我再给你一笔费用 你可以离开海城 简音满脸惨白地坐在床上 她只问了一句 陆只眼你觉得你错了吗 陆只眼不懂她的意思 片刻后才说 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等到一旁的关门声传来 病房内安静了许久后 简音才泪流满面 难难道 不会是最后一次的 几日后 落日清巴 许梅一早就和薛层说了 今晚和李安安出去吃饭 晚饭就不用等她了 薛层也没问他们 去哪吃 许梅和李安安坐在吧台上 过来一位年轻的酒保 看着就是个小奶狗的模样 笑起来甜甜的 姐姐们喝点什么 李安安则是一杯老样子 莫及托 说完对着许梅扬眉 李安安今晚的妆容 和平时比起来妖艳很多 眼角的眼线上翘 浅浅的眉红色眼影 在她眼睛上丝毫不浮夸 许梅则是笑着说了句 水果冰质 话音刚落 酒保就乖乖去调酒了 李安安则是一脸嫌弃 不是吧你 变得这么乖了 来喝酒 还要喝个没有酒精的 被薛总吃死了 水果冰质 是一杯没有酒精含量的鸡尾酒 基本上就是一杯橙汁 和菠萝汁的混合果汁而已 从前和李安安出来喝酒 许梅可是最瞧不上这类酒的 许梅则是甘大的笑笑 嘻嘻 回去被薛曾闻到酒味 我会完蛋的 说完 她在脖子上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李安安是不幸的 薛曾可是被她吃得死死的 完蛋是不会的 死在床上倒是有可能的 不知道怎么一想到这里 自己身后不由地生出一阵寒意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三两句说不清楚 一旁的酒宝 将两杯鸡尾酒递过来 许梅接过那杯橙色的 杯壁上 已经凝上了点点水珠 附在杯壁上 许梅亲敏了一口 慢慢和李安安说了起来 听完许梅的长篇大论之后 李安安一杯酒 也喝到一半了 你们这昨晚的家宴 还真是一场家庭伦理大戏啊 简因这下 应该不会继续做了吧 就和方叔一样 老老实实把孩子生下来 哪笔钱了是 李安安这样一说 倒觉得他们俩这表面闺蜜 倒是处境一样 许梅则摇了摇头 昨晚的意思 不会让她生的 陆伯母本就不喜欢简因 这个孩子 估计也不会劝她留下来 啊 李安安小小地感叹了一下 那模样 倒是有点幸灾乐祸 那还挺好的 省得纠缠了 许梅看到简因这样的下场 已经够了 众判清离一无所有 她要是闹估计 也只会缠着陆之眼 火别烧到 我们就行 说完许梅又抿了一口 一口下去一杯 已经见底了 她直接轻轻在吧台上 扣机了两下 将杯子递了过去 轻声道 再来一杯 说完和李安安说 我去趟卫生间 李安安点头视线 看着她那杯 见底的水果冰质 有些困惑 有这么好喝吗 她也朝酒宝说了句 我也再来一杯 和她一样的 轻吧和其他酒吧 对比起来 就比较安静点了 没那么吵闹 都是小卓一杯听听歌的 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许梅看到酒吧一侧的小台上 一个女孩的身影唾利 许梅看了好了一会儿 见她只是一杯一杯的酒 直接灌下肚 神色不悦 想了下 还是拿出手机 给贺玉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响了两秒 贺玉接起来的时候 声音有些烦躁 怎么了 贺玉 我看到贺书运了 第九十二章 贺家书运 听到许梅口中 说出贺书运的名字 贺玉脑袋顿时又清醒过来 在哪看到她的 许梅 落日清吧 她在喝酒 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你帮我看着 我现在过来 说完就听见 电话那头嘻嘻嘶嘶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是动声过来了 贺玉都这样说了 许梅自然会去看着点 毕竟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酒 还是这样一杯一杯灌下去的 看着多少都会有点担心 许梅给李安安发了条消息 让她直接过来 走到贺书运身边的时候 她还没有注意到 直到许梅的手指 在桌面敲击了几下 贺书运才抬头 喝了太多的酒 贺书运看人时 眼前就像蒙了一层薄薄的沙一样 谁啊 她声音冷冷的 带着点不爽的意思 许梅看她这样子 就是喝多了 书运 认得我吗 许梅的声音辨识度高 贺书运又揉了揉眼睛 才看清眼前的人 她立马变得有些无措 许梅姐 对不起我没看清 贺书运比起许梅和贺玉来说 年纪还小 现在也不过才21 现在刚大学毕业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 现在还要回学校吗 贺书运摇了摇头 低着头看着自己酒杯里的液体 心情好像更低了点 学校 不用去了 我打算出国读书了 出国 许梅好奇地问了句 贺书运这人聪明得很 从认识她开始 就一直都是成绩拔尖的人 如果是为了出国继续学习 倒也正常 贺书运点了点头 对 出国进修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看这样子就快倒在桌面上了 果不其然 刚说完这句 贺书运就栽倒在桌面上 许梅也没办法 喝多了 自然是不省人事的 还好贺书已经再来的路上了 刚把桌面收拾了一下 黎安安就端着两杯橙汁过来了 贺书运 黎安安下巴微挑 看着倒在桌面上的人 许梅点了点头 淡淡道 不知道怎么了 在这里买醉 买醉吗 不外乎就那几件事 贺书呢 联系了吗 许梅点头 刚看到就和贺书打电话了 再来的路上了 贺书运是贺家人 在孤儿院领养回去的孩子 贺书在十几岁之前 贺家人觉得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但是养到十几岁也不见好 只好去心一些玄学的事情 后来说是贺家需要一位女娃去镇着 才可以保佑贺书 算了八字后 就在孤儿院领养了贺书运 贺书15岁的时候 领养了11岁的贺书运 对外则是说是贺家的养女 说来倒也奇怪 领养了贺书运之后 贺书的身子倒是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别提多康健了 所以贺家带贺书运 实际上和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 书运还是一如既往的乖乖女啊 刚刚还说她要出国进修呢 许梅用吸管搅拌着杯子里的橙汁 不由得感叹道 从认识贺书运开始 她就一直都是很乖的样子 还是第一次见她酗酒 做这么离经叛道的事情 乖乖女现在也不乖了 大了 有自己想法了 黎安安一脸老成的模样 惹得许梅想笑 你才比人家大多少 就一副人家长辈的样子 黎安安眉眼轻挑 淡淡道 姐姐好歹比她多活几年 说完 黎安安脑子里又想到了楼商 一开始是真没打算和楼商在一起 但是那天听到楼家人 如此欺负她的时候 心里头难受的 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那天晚上的事情 虽然是意外 但也让黎安安彻底交付了身心 过了今天晚上 她也要变成乖乖女了呀 两个人还没怎么伤春悲秋呢 贺玉就赶过来了 身后还站着两个面色冰冷的男人 一个楼商 一个削层 许梅见到的时候 深吸了一口气 胳膊肘撞了撞黎安安 可黎安安专注地看着舞台上唱歌的小哥哥 眼睛都挪不开 直到薛层走到边上的时候 许梅只觉得玩脱了 许梅瞪了一眼贺玉 贺玉才没心思管她的事情呢 多谢了 怕你也喝多了 特意叫你老公一块来了 别谢我 说完 她就一把将贺书运抱起来 动作快的都来不及许梅说什么 喝得怎么样 薛层笑着问她 也不急着走 拉开旁边的凳子坐下 嗨 还好吧 许梅略嫌紧张 黎安安则是听到他们说话后回过头来 结果就看到楼上一张忧怨的脸 声音饶有兴致地问了句 好喝 两个修罗场挤在这一张小小的桌子上 黎安安嘴角一抽 连忙拿起桌上的水果冰质 送到楼上嘴边 你尝尝 没有酒的 就一成汁 黎安心有侥幸 还好刚刚好奇 自己也点了一杯 许梅也连连点头道 对的对的 没有酒精的 说完 她还凑到薛层嘴边亲了一口 你闻闻 没有酒味的 闪扑闪地在昏暗的酒吧里 眸子里闪着细碎的光 薛层一把将人揽进怀里 又凑到她嘴边 若有所思地说了句 嗯 是没喝酒 很乖 许梅听到后 立马眉眼弯弯 笑出了花 楼上则是没有喝那杯酒 直接低头稳住了黎安安 舌尖在她嘴里掠过 冷笑一下 一嘴的酒味 还没喝酒 黎安安被她亲得有点猛 薛层也懒得继续在这里打扰他们 温香软玉在怀 她只想早点回家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玩 薛层说了一句 直接牵着许梅的手 就往外走去 走的时候 许梅还不忘回头 和黎安拜拜 安安再见 黎安安刚举起手想说什么 就看到一旁楼上的冷脸 顿时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回家的路上 薛层一言不发 直到进了电梯 她才开始躁动起来 抱着她抵在墙上就轻个不停 许梅第一次觉得 二十三楼的电梯这么漫长 听到丁的一声时 许梅亲的腿都快抹了 薛层弯下腰 从她腿弯处 直接将人抱起来 一手抱着她 一手开门 丝毫不慌不忙 许梅则是关注在她的臂力上 竟然可以单手抱住她 你怎么这么厉害 还可以单手抱住我 薛层进门 将她放在沙发上 一双手就开始扯她 塞进裤子里的衣服 一双手慢慢往上走去 轻了许久 薛层才开口道 还有更厉害的 要不要试试 第九十三章 江少的八十八次求婚 许梅被抱上床上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客厅的时针 刚好落在三点的时候 她身子软到不行 没一点力气 只是身下凉凉的 微微能感觉到薛层的动作 被抱上床没一会儿 她就睡着了 薛层洗完澡 换上一身灰色的睡衣 才回到客厅 收拾一片狼藉 上次说的沙发 总算是达成心愿了 只是遍地狼藉的衣服倒还好 就是这沙发上阴上水字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早知道就应该买真皮沙发了 一时间 薛层站在沙发边上挠了挠头 深更半夜的 她在这对着沙发犯了闷 她用湿纸巾擦了擦 干了之后 好像浅了一些 但还是有印子 总之是不能用了 她从侧卧拿了床毯子 过来遮在沙发上 只好明天再说了 上床后睡前 她又想了想 是不是要换个真皮沙发 又一想 那样可能会冷到许梅 她一手搂着她的腰 再往上搜了搜 下单了一个不易清洗机 这才心满意足地 放下手机入睡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也只觉得被窝里格外的暖和 掀了掀眼皮 看到身旁的人还在 她凑过身去往她怀里钻 许梅觉得眼皮沉得很 不用照镜子她都能感觉到 肯定是眼睛肿了 昨晚哭得太多了 心里泛着酸液 但又欢喜 一下没控制好情绪 就那样哭了好一会儿 薛层倒是耐心哄着她 还是一如既往地叫她乖乖 昨晚她还说 喜欢她的眼睛 眼睛里有她 薛层的手又将人搂紧了点 距离近的许梅呼吸 就打在薛层的锁骨处 那块地方 现在还是泛着瑰丽的红 是她昨晚清出来的 她凑过去 又在那亲了一口 薛层沙哑的声音 从头顶传进耳朵 带着点点宠溺 草莓再给我种草莓 她暗暗地笑了笑 许梅推了推 她觉得有点呼吸不过来 她身上往上耸了耸 露出半条胳膊来 薛层将杯子给她扯了扯 格好 今天要换个沙发 薛层在她发顶清了清 换沙发干嘛呀 薛层顿了两秒 月声道 昨晚沙发脏了 不好洗 许梅这才想起来 自己昨晚看到的 沙发上沾上的水渍 应该不好洗 她点头硬了硬 刚准备再睡一会儿 就听见薛层笑着说 喜欢乖乖 昨晚缠着我药 下次也要这么乖好不好 许梅摇了摇头 被窝里伸出一节白皙的小手 在她嘴巴上打了一下 不准说了 哪有人醒了之后 就开始复盘了呀 薛层沉沉地笑了一下 才说道 知道了 你害羞 说完又抱着她瞇了一会儿 今天早上还有个会 薛层倒点就起来了 穿好衣服的时候 她单手扣着扣子 一只手撑在床上 俯身下来倾她 许梅眼洁微眨 拜拜 路上注意安全 好 直到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 许梅才觉得有些空空的 一旁的手机响了响 是方木蕊 上次看到的大屏幕照片 她拍下来 随手发给她 顺便夸了她几句 今天方木蕊才回她 许梅算了算 这都好几天了 蕊蕊 嫂嫂你真好 你还关注我 我好感动啊 暴风哭泣 我最近在拍综艺手机不能带 所以才给你回消息 下午还要参加活动 好忙 爱你嫂嫂 笔心 蕊蕊 嫂嫂有空的话 麻烦支持一下我的新剧哦 链接 小成本网剧第一部就十几集 麻烦嫂嫂贡献一下播放量了 许梅眼眸像是蒙着层雾一样 揉了会儿 眼睛才看清 她点开那个链接 直接跳转到她手机上的 离子视频播放器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部粗质的网剧 江少德八十八次求婚 许梅又揉了揉眼 这不是她以前看过的一个古早少女漫画吗 讲的就是富二代追七路漫漫的故事 这种古早的少女漫画竟然被拍成了网剧 一时间不知道是该笑还是怎么样 起来去洗了个脸 果然镜子里的自己眼睛肿得不像画 顶着这样一张脸她也不想起床 起来去书房拿了靴藤的平板 窝在床上就开始看起这部小网剧 蕊蕊的脸是很上镜的 男主看上去是个新人 但好像也还不错 颜值方面是可以看过去的 许梅一直看到中午 觉得饿了才起来去厨房热了下饭菜 平板就架在餐桌上 这种古早狗血剧 你别说看起来还挺上头的 一共就十几集许梅没一会儿就看了六七集了 吃完午饭收拾碗筷的时候 薛层打了个电话过来 等会儿方柱会过来换沙发 你要不好意思就回房间待着 许梅沉默 你说了为什么要换沙发吗 薛层声音嘀嘀的 说了句 我说是猫猫在上面拉了 说完 许梅垂眸就看到 乌梅赖在桌角边上 就拿乌梅当借口也行吧 小小乌梅 就开始给你爸背锅了 方柱过来的时候 许梅换了身衣服 才出来 方柱办事稳妥 许梅是真觉得 这人很好 开口问了句 你们薛总给你开多少工资 方柱不知道怎么开口 给许梅比了个数字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想怪不得 最近许师底下的运作还好吗 方柱想了话道 一切正常的 太太 许梅笑笑 辛苦你了 方柱摇了摇头 应该的 没有薛总的话 我估计还是一个 打着几分功夫学费的贫困生 他说起来的时候 语气里都是感激 许梅倒没想到 会是这样 是薛曾在国外资助过你吗 方柱点头 据他所知 薛总在国外那会儿 有好几位资助的人 现在都学有所成了 沙发换好之后 方柱就先走了 许梅看了看新沙发 还是一样的不宜沙发 但是坐上去 比之前那个更柔软 许梅坐上去之后 就握着继续看她的电视剧 手机放在餐桌上 忘了拿过来 许梅看得专注 也没注意到 手机那什么情况 等想到的时候 手机上的消息 谈了许多出来 最火的 当属其中一条微博消息 第94章 因爱生恨 F姓女星 在陆恒商场商演时 发生重大事故 目前正在第一院 紧急救治 许梅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微博头条 满天飞的程度了 这样严重的问题 对于陆氏来说 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不排除是人为或者意外 更何况 还是明星的商演 发生危及生命的意外 对陆氏创伤不小 她点进详情 看到的就是几张 在场群众拍的网图 地上甚至可以看到 鲜血的痕迹 不免看得人眉心微拧 一种生理性的不适 涌上心头 在看到评论里说的明星时 许梅一下慌了神 手机从手里滑落 是小蕊 心中一颤 掉在地上的手机铃声 就响了起来 她心中忐忑 拿起手机的手 都是颤抖的 薛岑 我看到新闻了 电话那头 呼吸略微急促 我已经在医院了 那 那我现在马上过来 她的声音略微颤抖 她经历过一次 亲人离世的痛苦 更明白 薛岑现在的感受 你别紧张 打车过来 好 挂了电话 许梅也没顾得上收拾 拿了个包就准备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眼眶里都晕着泪 穿鞋的时候 手指都在颤抖 她独自在门口缓了一会儿 才急匆匆地出门 薛岑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靠在医院的墙面上 一只手撑着头 急救室门外 弥漫着医院的消毒水位 长长的走廊里 都是冰冷的气息 大门紧闭 隔绝了外面的喧嚣和纷扰 林子太坐在一旁 脸色苍白如纸 似乎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不知道 是因为惊吓 还是太过愧疚 整个身体 都在不自觉地颤抖着 一想到刚刚那个画面 她就感到一阵不安 本来是在商场 做品牌联动的活动 按理来说 海报的两端 是好几根线固定住的 但是没想到 在做游戏的时候 一边的绳子会忽然松落 海报上维持平斩度的木棍 直接掉下来 正好砸在方木蕊身上 人当场就晕了过去 一想到当时的场景 心中就充满了 无尽的愧疚和自责 薛岑赶到的时候 方木蕊就已经在急救室了 她先是问了几句 随后就是 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 但这样浑身 都是阴质气息的薛岑 更让林子太不安 整个人弥漫着 一股压抑的气息 许梅过来的时候 薛岑整个人双臂抱头 将自己埋得死死的 整个人浑身上下 都是想将自己隔绝开来的意思 一瞬间 她好像看见 那年十九岁的薛岑 当年的她 是不是也是这样 在急救室门口等她的妈妈 她轻声走过去 一双手落在她背上 缓缓地给她安抚着 两个人一言不发 过了十几分钟 急救式的门才打开 医生的脸色 说不上凝重 林子太一个箭步就冲上去 薛岑也抬起头来 牵着许梅的手走过去 医生 怎么样了 林子太先一步开口问道 声音里都是急促和关心 医生表情淡然 没什么大事 只是受到了惊吓 头部受到了轻微的撞击 检查过了没什么大碍 保持身心愉悦多休养就行 闻言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那她什么时候能出来 等会就出来了 直接去病房 等着就行了 说完 林子太连忙点头到了 好几声谢谢 薛岑也松了口气 手上握着许梅的力度 也轻了几分 许梅这才抱了抱她 轻声道 没事了 她点了点头 心里还是后怕的不行 回眸又看了看急救式的方向 像是想起什么来 身上的气温又低了几度 许梅扯了扯她的衣袖 这件事 有查到是为什么吗 录室封锁得很快 除了一些网友的照片 其他的还在查 许梅想了想 拿出手机来 我帮你问问陆阿姨 手机刚拿出来 铃声就响起了 屏幕上的名字 正好就是陆阿姨 喂 陆阿姨 电话那头 陆阿姨的声音有些疲惫 但还是开口说道 小梅啊 今天新闻看到了吗 看到了 是这样的 今天发生意外的时候 阿言也在 现在她也在医院 现在想见你一面 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看上去 她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许梅沉默了片刻 最后还是硬了下来 先不说这件事 和陆之眼有关与否 她都是在陆恒商场发生的 或许直接问陆之眼 可以更方便 好 我会过去 许梅想不通 陆之眼要见她的理由是什么 她应该不知道 出事的方木蕊 是薛层的表妹 挂了电话后 许梅开口和薛层说道 陆之眼也在现场 还受伤了 陆阿姨 说她找我有点事 薛层想了想 手掌在她肩头摸了摸 开口道 去看看吧 万一有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呢 可是小蕊这 她还没醒 而且还有 林子太在这里 暂时不用担心 许梅微微点头 那走吧 陆之眼和方木蕊 是同一家医院 只是楼层不同 不知道为什么 在电梯里的时候 许梅的心里总是 惶惶不安的 快到病房门口的时候 薛层的手机响得不停 薛层停住脚步 滑动了接听 薛总 简音被抓了 一瞬间 薛层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被抓了什么意思 据说 是和今天早上录事的意外有关 大概率是她做的手脚 薛层眉心紧促 直到看到许梅投来好奇的目光 才开口说 和简音有关 她被抓了 许梅也有些惊讶 这简直不敢相信 这算是什么 因爱生恨吗 电话挂断后 许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你说陆之眼叫我来 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吧 但是简音害她 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许梅略微有点无语 她是真的很不想 凑合她们的爱恨情仇 薛层安抚她 不管怎么样 陪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她叹了口气 还是硬了下来 陆之眼的病房在VIP套间 门口甚至还占了保镖在门守着 像是什么重点看护人员一样 一看就是陆阿姨的手笔 虽然她觉得陆之眼不争气 但好歹 还是自己的孩子 发生意外了 还是会在意的 许梅敲了几下 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一开门看到的 就是陆阿姨略微憔悴的脸庞 第95章 被砍了一刀 病房里的陆叔叔 则是坐在一旁 脸上的脸色难看到几点 直到看到 许梅才微微缓和一点 刚准备说什么 就看到她身后的薛层 话又咽了回去 陆之眼坐在病床上 手上挂着刘志珍 脸色倒是苍白得很 脸上的皮态 比起前段时间见到的时候 更是明显 小梅来了 先坐吧 陆阿姨拉了张椅子过来 许梅点头说了声谢谢 薛层梅坐下来 只是站在许梅身边 这时陆之眼才开口 爸妈 你们先出去吧 她声音嘶哑 像是久病许久的人 陆父陆母没有多说 只是出了病房 降门带上 病房内顿时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 陆之眼的目光 一直落在薛层身上 薛层梅说话 只是顺其自然地 脱了大衣 坐在一旁的小沙发上 脖子上的吻痕清晰可见 是她昨晚亲口印上去的 齐心招招 许梅是这样想的 公主不仅有公主病 还很会气人 陆之眼轻声道 薛总不准备回避一下吗 说完薛层梅什么反应 许梅则是开口说 她不用回避 我会告诉她 她垂着头 把玩着自己的手指 但更多的 她是在看那枚戒指 那对她和薛层的婚戒 陆之眼只觉得眼前刺痛 收回目光 她缓缓到 简英被抓了 那天在病房一别 她就往简英的账户打了钱 原本以为她会安分的 但还是低估她了 孩子也留了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她干脆就想出了的 极端的法子 让所有人都不好过 哦 所以呢 她被抓自然是有理由的 我只会说一句 最有应得 陆之眼 你不问问为什么吗 明明以前看到她感冒发烧 她都会很贴心地 给她准备感冒药 给她熬粥的 心里塞得难受 她又说道 明明你之前看我生病 会照顾我的 许梅不以为然 抬眸看了她一眼 在她眼里 却看不到难受 陆之眼 不只是你 陆叔叔陆阿姨 生病我也会照顾 安安生病 我也会照顾 这只是因为你们 那会都是对我而言重要的人 那现在呢 不重要了吗 她叹了口气 像是自嘲般的笑笑 简英今天在商场做了手脚 害得今天在商场发生意外 我当时也在现场 她在我后腰上 给了我一刀 一声说伤到了 她一字一顿道 伤到哪儿了 她没戏说 但许梅能猜出个大概来 后腰还能试了 慎呗 她有点想笑 但还是忍住了 薛曾听见 头转向窗外 嘴角泛起一丝浅浅的弧度 你今天叫我来 就是为了给我说这些吗 但我没什么想法 你受伤了 那我也只能助你好好养伤 陆之眼看她眸光里 也只有冷半 冷笑一下 费力转身在床头的桌上 拿起一份文件夹 她往床尾递过去一点 许梅见状 只好起身去拿 从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没想到简英骗了我这么多 以后不会再那样 对你了 翻开文件夹的时候 她微微愣住 但也只是 停留在第一页上面 没有继续往下翻 她将文件放在一旁 冷声开口 这是想说明什么呢 是想说 简英 让方叔在学校里造我的黄瑶 我去找你帮忙时 你说 让我别太矫情的事情吗 还是说我在你面前 说了多少次简英 对我的伤害 你都不屑一顾吗 他们对我是不好 但是那些对付我的人 我都动手还回去了 所以 我过得不算很难受 只是 说到那一句 只是她微微停顿了一下 语气里略带一点失望 只是 那会儿出了安安 没人信我 有些无奈而已 要说陆之眼知道错了吗 她大概是想弥补的 但是她却说不出一句对不起来 陆之眼也只是听完她的话沉默着 没有说话 和许梅想的一样 她没有对不起 以前 陆之眼还想再说点什么 许梅就打断了她 你想说什么都没意思了 从前你抱有偏见 现在误会解开了 没有偏见了 又怎么样呢 你自己没受过伤不知道有多痛 现在受伤了知道痛了 就想让我来慷慨地原谅你吗 陆之眼听到她说的那些 浑身都难受得不行 抬眼看到她眼里的冷漠时 心顿时沉到了海底 我没有 小梅 我们不能好好说话吗 她说话带着气声 没有一点力气 苍白的唇色在她脸上 就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有点可怜 我们没必要好好说话 她没那么好心 不会做那种白莲花圣母做的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受害者有权选择谅解与否 许梅看着她 眼眸中都催着寒意 她是下了死心 想和她撇清关系了 忽而想到了什么 许梅临走前又补充了一句 方木蕊是薛层的表妹 这件事该有的补偿 希望陆总能好好落实 说完 许梅站起身来 对着薛层说了句 阿层 走了 走到门口时 许梅快步迈了出去 只留下陆之言喊的一句 小梅 薛层顿住脚步 她沉声道 陆总要真的知错 第一句就应该是对不起 这才是认错该有的态度 走出病房后 陆夫陆母还在门口 欲言又止的模样 让许梅也有些难堪 变成今天这样 也不是她愿意的 陆母先一步开了口 嗓音都带着颤抖 小梅 阿姨不知道 只眼之前竟然那样对你 她眼里晕着泪花 她知道谣言 对一个女孩子的伤害 上大学 那会许梅情绪不高 陆母以为 她是一边专注学习 一边准备欧野的演出 太累了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 陆叔叔陆阿姨 从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现在够得挺好的 请个护工好好照顾她吧 我和阿岑就先走了 屋内的陆之眼 看到许梅走得干脆 甚至没有一丝留恋 心里一阵发紧 想到薛岑刚刚脖梗上的痕迹 许梅穿着一件高领毛衣 折得岩石 可不用想也知道 两个人都结婚了 又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只是她不舒服 既难受又不甘 想着之前发生的种种 心里顿时一阵嘲讽 自己就像个无眼无心的盲人一般 看不见也感受不到 第九十六章 小学生半嘴 直到现在 她才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做自作自受 今天在商场巡视的时候 看到简英的那一刻 她就知道简英要做点什么 可还没来得及让人去准备 就看到简英直接冲了上来 她还是一脸柔弱的模样 想到她刚留了孩子 本想让人送她去医院 话还没说出口 简英就一把抱住她 下一秒那把刀 就直直地捅进她的后腰 到现在 她都记得简英当时争鸣的表情 她咒她不得好死 可当时再怎么疼 都没有现在从心口漫出的疼难受 许梅和薛岑坐着电梯下楼后 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看到了贺玉 比起上次在酒吧看到她时 今天整个人神色好了很多 上次来接书运的时候 还是颓颓的 不过那天的模样 也比鹿之眼容光焕发许多 见到许梅她略微有点吃惊 没想到你会来看她 贺玉还以为 许梅会和鹿之眼 死生不复相见呢 许梅淡笑 那你也劝劝她 没事不要再打扰我了 这样一说 贺玉也了然了 是鹿之眼求她来的 鹿之眼能求许梅来 那自然是知道了什么 她不由得松了口气 总算是看清楚了 可按照她的性子 看清楚了 可能反而会更糟糕 薛岑在病房里一直沉默 回方木蕊病房的路上 薛岑才开口问她 她给你的文件是什么东西 就一些检印之前做过的事情 那会儿上了大学 麻烦越来越多 一开始我也没想着要闹大 而且 检印在国外 是都是方叔做的 后来大概是看出来 我会反抗 也就没招惹我了 他们也就会拿捏一些软柿子 动手反抗几次 就没继续了 那会儿我也和鹿之眼说过 但她觉得我胡扯 说检印在国外根本不可能 说了几次 她有些烦了 后面我就没提过了 她说得轻飘飘 那些事情回忆起来 都无足轻重了 现在再想起来 虽然还会不舒服 但想想 他们现在的结局 心情就坦然不少 一个被抓 一个被关 挺好 薛岑看着她 心口像紧紧揪着一般难受 想去倾踏 许梅转过头来 就看到薛岑的脸颊 笑着说 还好现在有你 她笑着的时候 眼里都泛着光 而且是因为她才泛着光的 心口一阵柔软 牵着许梅的手 又紧了几分 到病房门口的时候 就听到了方木蕊的声音 许梅清楚地听到她说 哦 天啊 我竟然没死 门外的薛岑和许梅对视了一眼 顿时明白了过来 看来伤得的确不重 推门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方木蕊桌前摆了些吃的 但是她好像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看到薛岑和许梅 她的脸上表情才好了点 表哥 嫂嫂 她像个双打的茄子似的 这是怎么了 身上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薛岑在她身上打量了一下 确实是没看到什么伤口 方木蕊摇了摇头 就是没什么胃口 这些东西清汤寡水的 看着就吃不下去 她一脸嫌弃地 看着桌上的粥和小菜 林子太也无奈 医生说了你只能吃点清淡的 过几天没问题了 才可以吃其他的东西 多少吃点吧 等出院了请你吃饭 薛岑淡淡道 女生总归是要交气点的 虽然说没受什么重伤 但终归是被吓到了 还是要好好缓缓的 嫂嫂 见这两个人说不通 方木蕊又把目标 转移到别人身上 许梅耸了耸肩 淡淡道 你哥说得对 怎么说 你现在还是个病患 方木蕊文言叹了口气 还是低头吃起碗里的东西来 怕她无聊许梅 又和她聊起天来 你发给我的网剧我都看了 第一季已经快看完了 方木蕊双眼一亮 抬起头来 兴致勃勃地问 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演技还可以吧 许梅笑笑 演技虽然有点青涩 但是看着倒也不至于尴尬 加上剧情协调 其实看上去还可以 还可以的 第二部希望 可以看到你进步 她频频点头 已经在老师那学习了 第二部嫂嫂 你一定要去看 许梅点头 你拍完了我一定看 薛岑听她俩 说得云里雾里的 插嘴问了一句 看什么呢 许梅 蕊蕊拍的一部小网剧 薛岑轻笑 又变成那副嘴欠的模样 就你这拙劣的演技 还能拍电视剧呢 薛岑 方木蕊怒视着她 薛岑没搭理 转头去到了杯水 回头就看到 方木蕊正对着她的背影 做鬼脸 逗得许梅捂着嘴头笑 最近就别想着拍戏了 最近一个月的工作 都给你推了 你去好好玩玩吧 方木蕊 不可能的 我爱工作 我要工作 我才不要休息呢 说完 薛岑也没什么表情变化 只是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点着什么 随后将手机 放在方木蕊的面前 淡淡到 南市度假村 20号去 考虑一下 方木蕊看了眼 她手机上的图片 都是歇南市度假村的宣传图 不得不说 宣传图之所以叫做宣传图 是有一定能力的 方木蕊看了两眼宣传图 就立马改变了主意 去 我去 许梅笑笑 不愧是兄妹 还是薛岑会拿捏她 嫂嫂到时候陪我玩 方木蕊笑着对许梅说了句 许梅还没回复 薛岑就出声打断了 不行 我老婆得陪我 嫂嫂陪我 不可能 闭嘴 两个人就像小学生斗嘴一样 真个不休 许梅无奈 你们俩怎么像个小学生一样 两个人吵架的样子 和小学生半嘴 没什么区别 下一句恐怕就是 我要和你绝交了 瑞瑞到时候去了 和我们一块玩就行了 反正到时候人多 大家肯定都是一块玩的 除了安安和楼上 还有薛岑的几个朋友 还怕没人和方木蕊玩吗 许梅说完 手上被薛岑轻轻一拽 直接在她腿上坐下 她就那样抱着她 嘴角微微弯着 还是老婆聪明 方木蕊简直就是没眼看 眼前的薛岑 要不是刚刚还是一副欠打的模样 现在就温柔似水了 她真的要怀疑眼前的薛岑 是不是被下了药 爱情的力量就这么伟大 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吗 第97章 公主有点不开心了 方木蕊吃不了狗粮 说了两句 就将这两个人送走了 再多待下去 她恐怕就要成为 她俩爱情的牺牲品了 回去的路上 想到简音的事情 薛岑开口问她 简音那边 你需要去看看吗 她现在在关押后审 不出意外的话 陆之眼估计会让她 在里面过完下辈子 要说她可怜 也的确是可怜 但她也有过机会 只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简音太过偏执 落得这样的下场 倒也算得上是自作自受 许梅闭着眼靠在座椅上 薛岑温润的声音 从耳畔慢慢传入 许梅听着 心情尽如死水一般 不去了 去了也是给自己添堵 知道她以后不会再出来 作乱就行了 她这个答案 和薛岑想的也差不多 那这样 我们就不去了 听到薛岑说话 许梅微微睁开眼 看到窗外灰压压的天空 许梅忽而开口 薛岑 你说男士会下雪吗 男士气候温暖 最适合度假 冬天过去也是为了避寒 下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应该不会下雪 还没见过男士下雪 许梅微微点头 淡淡道 那就只能等到回来 才能看雪了 到家后 许梅将黎虫送的那枚腕表 拿出来 薛岑还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许梅拿着那盒腕表 靠在墙边 歪着头看她 晚上随便吃点 家里没什么菜了 薛岑感觉到身后有人 没有回头 依旧低着头切菜 许梅轻声走到她身后 从她身后探出个脑袋 看着她切菜 她动作干净利索 我不挑的 你随便做点我都能吃的 我没什么不喜欢的 薛岑的动作顿了顿 她大概是想说 那天晚上家宴的时候 陆只眼说她 不喜欢吃山药的事情 她唇角微弯 侧着头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好 老婆不挑食 我知道的 许梅眼角弯成月牙 笑了两声后又说 你现在嘴这么甜 怎么今天和蕊蕊说话的时候 就那么牵走 薛岑挑眉 习惯了 说完许梅才想起来 这人之前对自己 也是那副嘴脸 是 你以前对我也是这样的 一张嘴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她说话的时候 声音略微带着点娇气 哼哼唧唧的 像是有点小脾气 薛岑 那现在不是不那样 对你说话了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 对我不嘴硬啊 许梅双眸盯着她看 眼睫微眨 肩膀在她手臂上蹭了蹭 薛岑淡淡笑着 凑到她耳边说道 轻多了 嘴就软了 听她的话 许梅嘴角微微弯起 没忍住脚尖轻轻一点 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得到想要的亲吻 薛岑满意地点头 好了 出去等着吧 准备炒菜了 说完 就推着许梅往外去 薛岑端着菜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桌上一个精致的包装盒 黑色的包装盒上 烫金的logo 只是瞥了一眼 就能看得出来 是个奢侈品的包装 等她盛好饭出来 那个包装盒 已经到了许梅手上 她连忙招着手 快坐下 你把眼睛闭起来 薛岑不太明白 但看她的样子 是想要给她惊喜 那个小盒子 是她买的礼物 最近是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被她忘掉了吗 她端坐下来 闭着眼伸出手来 她袖口处的袖子 被叠到肘关节网上 露出一小节精壮的手臂 手臂微微浮起的青筋 让许梅一下子看谎了神 好了吗 薛岑闭着眼问了句 许梅这才拿出那块腕表 戴在她的手腕处 一阵冰凉的触感落下 薛岑大概可以猜到 是一枚腕表 好了 快睁眼 一睁眼 就是许梅摇晃着她的小手 凑到她眼前 她垂眸 看到了自己手腕上的腕表 许梅把自己的手 放在她手旁边 笑着说 好看吗 好看的 不会很浮夸 她其实不怎么戴腕表 但是如果是许梅给她戴的 她想 戴着好像也挺好的 情侣表 薛岑一眼就看出来了 表盘的设计 日月设计 明显就是情侣款 会不会很贵 这两款没个几百万下不来 悄无声息的 倒是不像她的风格 许梅略微思索了一会儿 才说 应该挺贵的吧 应该 薛岑拧起她那漂亮的眉 还没舒展开 就听见她继续说 黎大哥买的 说是送我们的新婚礼物 我还说 下次请她吃饭呢 薛岑的眉拧得更深了 顿时觉得这表 也就一般般吧 一般吧 她淡淡的 一般 不看看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 许梅又拉着她的手腕看了看 明明显得她的手 更修长好看了 她略有疑惑地 抬眼看了看薛岑 是不是她的审美和她不一样 薛岑默然 只是抬手看了看 又到了剧 也还可以吧 反正也没有别人送我手表 凑合代代也还不错 许梅 总感觉她话里有话 百万表 凑合代 也就她说得出这话了 许梅没搭理她 只是自己又看了看说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薛岑无奈 你喜欢就可以了 话落 许梅听到她口中浅浅的一声叹气 很显然 公主有点不开心了 许梅筷子一边小口吃着 一边想 公主为什么生气了 想了好一会才想到 她忽然变得不高兴的时候 是她说 这块腕表 是黎大哥送的 可之前就和她提过黎虫这个人 她也没有这样不高兴 所以 应该不是吃醋 那就只能是她一开始以为 这礼物是她送的 破案了 许梅觉得 她就像是在 哄十七八岁恋爱的小女生一样 她心思细腻的 和那十七八岁的少女一样 算算日子 薛岑好像快过生日了 十二月三十号 是薛岑的生日 就在月底了 她眉眼一弯 心情好像又明亮了起来 想什么呢 这么高兴 薛岑加起一筷子石书放她碗里 刚刚就一直吃肉 也不吃点青菜 真不知道怎么吃的 还是这么说 许梅加起碗里的菜 笑着说 想你 薛岑笑出声 行了 知道你爱惨了我 第九十八章 感受到了 一句爱惨了 我说出声 许梅满脸困惑 你确定你没说反 说完她又在她和薛岑之间 比划了一下 一字一句道 是 你爱惨了 我 好吗 说完她面带骄傲 薛岑笑笑 放下筷子 一只手撑着头 就那样看着她 问 那你说说 我怎么爱惨了你 她对她口中 说得饶有兴致 甚至好奇她口中 能说出什么样的证据 许梅一直对薛岑 喜欢她这件事 确认无比 不是有多少证据 只是日积月累 自己感觉到的 不是责任 不是义务 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是日常生活里 透露出来的 也是 她在床榻之上 毫不克制的行动里 感觉到的 许梅放下筷子 很平静地说了句 我自己会感觉到 薛岑没有认同 也没有否认 只是反问了句 那你呢 有没有爱惨了她 许梅也没有 直接告诉她 而是说 你不会自己感觉吗 像她感知 她的爱意那般 薛岑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比起很多年前 好像变了 又好像没变 许梅被她盯得 有些脸红 下意识地看向一边 过了好一会儿 薛岑笑着说 感觉到了 到最后许梅 也没想明白 她到底是感觉到了什么 饭后 许梅继续在看 方木蕊的那部网剧 忽然想到 几天后要去男士 她看了眼 在书桌那头办公的薛岑 去男士 我们要准备什么吗 薛岑停下手里的工作 想了一会儿 她抬手扶了下 鼻梁上的眼镜 似乎是觉得有些不舒服 她又单手取了下来 可能要待见泳衣 许梅愣了下 还要去游泳吗 男士暖和到 可以冬泳吗 薛岑有些压抑于她的脑回路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 只是撑着脑袋 暗笑 许梅又小声问了句 怎么了吗 只见面前的人 放下笔记本电脑 走到她身边说 是温泉 度假村那边 有一家温泉酒店 我们到时候住那里 那的温泉很有名 许梅顿时眼前一亮 两条腿缩到沙发上 双腿盘在一块 在她手臂上蹭了蹭 那模样和乌梅 想要吃罐头的模样 一模一样 那房间里有温泉吗 我有看到 有那种带温泉的那种房间 我们可以住吗 薛岑眉眼微挑 整张脸凑近了些 你喜欢那种房间 她点点头 又说了一遍 房间里有温泉 多舒服呀 薛岑了然 有的 可以住 好耶 那我去找找永逸 说完许梅 就力索地从沙发上下去 草草穿了鞋 小跑小跳地去了房间 薛岑看了看她的背影 嘴角又往上扬了扬 温泉房间啊 她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房间里的许梅 找了许久 也没看到一件泳衣 大概压根就没有泳衣 许梅想了下 还是明天去买一件好了 她拿出手机 给安安发了消息过去 去南市有温泉炮 明天我们去买泳衣怎么样 发完 她又将翻出来的衣服 一件件收拾回衣柜里 挂好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 离安安的消息也回了过来 我有一件新泳衣多的 尺码不合适 给你穿正合适 她这样一说 许梅想想也行 反正她俩之前衣服 也这样换着穿的 那这样也行 那就两天后见了 这几天 离安安倒是安静得很 没有像之前那样 三天两头找她出来玩 大概是现在和楼上在一块 整日就和楼上腻在一块了 也有可能 刚收拾完衣帽间 许梅出去的时候 薛层正好推门而入 找到了 她开口问道 没有呢 但是安安说 她有多余的一件 到时候带给我就行了 薛层微微点头 到时候 我们直接在机场集合 那天早上 我还有个会 结束了我回来接你 许梅本来想着 那样的话 自己打车 或者让安安来接她一下都行 不用她再特意跑回家一趟 但是又觉得她好像 每次都是这样 不会觉得麻烦 倒还挺乐在其中的 好呀 我在家等你 20号这天薛层临走前 还特意和许梅说了一声 开完会我就会来接你 许梅有些无奈 推了推她 整个脑袋又塞进被窝里 知道了 你快去上班吧 这回还早 许梅还困得很 并不是很想和她多说什么话 薛层看她有些不耐烦 也没有继续闹她 许梅要是起床弃饭了 那可就不是三两下可以哄好的 听到身后的一声门响后 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 一直到九点多 她才懒懒的起来 简单吃过早饭之后 就听见了门铃响 是快递 自从上次闹过一次快递的乌龙事件后 许梅就对这种没有印象的快递 抱有怀疑态度 给薛层发消息问了一下之后 她只回了一句 你拆就好 事实证明 闹乌龙的也只有她而已 是一个不易清洗机 许梅有些困惑 不知道她买这个东西 是做什么用的 但还是将她收到了杂物柜里 薛层到楼下的时候 许梅已经将东西收拾好了 她拖着个小行李箱下去的时候 薛层就站在车门旁边 一身黑色的长款泥子大衣 将整个人裹住 发顶的发丝略微有点乱 不知道是风吹的 还是在办公室里 自己用笔戳的 等走到她面前的时候 许梅才出声 怎么不去车上等着 外面这么冷 薛层接过她手里的行李 说 等你 上车前先抱你一下 说完 行李被她放好在后备箱里 她像变数法一样 从里面拿出一朵花来 开得正娇艳的一朵红玫瑰 许梅面露喜悦 惊喜道 你从哪整来的 路过花店 就顺手买了一朵 买多了也不方便带 等回来了 再给你一束更好的 许梅拿着那束玫瑰花上了车 总觉得忘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 才恍然想起来 乌梅怎么办 薛层笑道 和方柱交代过了 每天会有阿姨过来收拾的 一日三餐 绝对少不了她的 听她说完 许梅才放下心来 下一句就听见薛层说 你这个记性 是怎么把乌梅养大这么大的 第九十九章 有多喜欢啊 许梅没搭理薛层 反正说什么 她肯定都是要损一损她的 干脆就不说话 但是薛层 还是听到她嘴里不痛不痒的一声哼 带着思怨气 她没说话 点开了车上的车载音响 天狱到机场的路比较远 开车走高架 也要半个多小时 车上开着暖气 抒情的曲子 像是催眠曲一样 许梅挪了挪身子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又睡了过去 红灯的时候 薛层侧头看了她一眼 暖风口的风 正好吹在她脸上 眼洁微颤 整个脸蛋都红扑扑的 她将外套脱了 给她盖在身上 许梅睡得昏昏沉沉的 感觉睡了好一会儿了 才睁开眼 她打了个哈欠 挪了挪身子坐直了些 快到了 喝点水醒醒神 到了飞机上再睡 薛层见她睡醒了 开口问了句 她摇了摇头 再睡下去 晚上就睡不着了 又过了几分钟薛层 将车停好来 准备下车时 许梅将身上的外套递给她 衣服穿上 她轻轻应了一句 机场的大厅里 一行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只有方之义和方木蕊还没到 薛层和许梅先去办了直击 回来的时候 远远地就看见 方之义和方木蕊也到了 但是两个人面色都不太好看 看着像是在吵架 怎么了 薛层牵着她的手 漫步走过去 方木蕊一言不发 重重地哼了一声 就转身去柜台办直击了 留下方之义一个人 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 缓了一会她才开口 就刚刚那个人 和我们一路的 薛层点头 路上追了我的尾 下来把我大骂一通 刚准备找她算账 她就跑了 结果到了机场 发现她竟然我们一路的 看我等会儿 不得和她好好说说 方之义说的语气里 都是不可理喻 准备去办手续的时候 又扭过头来 问了薛层一句 那人和你什么关系 薛层轻则一声 我妹妹 方之义 方木家那个 薛层点头 方之义无语 过了一会儿 见方木蕊过来了 她才按道一声 干 说完 转身就往柜台去 路过方木蕊的时候 还被方木蕊伸出的脚 办了个亮枪 若不是知道 方木蕊是薛层妹妹许梅 总有种方之义 下一秒就要动手的错觉 许梅和薛层 两人相视一笑 耸了耸肩 安安和楼商站在一块 许梅过去打了个招呼 楼商倒是依旧 像黎安安的贴身保镖一样 片刻不离 和安安聊了两句 就听见身后方木蕊 娇称的一声 扫扫 许梅笑着给方木蕊 打了个招呼 你和方之义怎么回事啊 方木蕊倒没有 方之义那么生气 只是翻了个白眼 缓缓的 不就是过来的路上 他不会开车 突然急停 害我撞了上去 我就骂了他两句 要不是急着赶过来 我肯定要他 赔我精神损失费的 等会上飞机了 我肯定要和他 好好说到说到 这话说得似曾相识 许梅在同一件事情里 听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 两个人说个有理 感觉这趟旅途 有得热闹了 方之义回来后 一行人就直接去 后机区等着了 方之义和方木蕊 两个人 一个人坐在最前面 一个人坐最后面 一直到上机后 都没见两个人说话 上飞机之后 许梅就关机了 到男士说 近不近说远不远 飞机也要个两个小时 你好 请问需要饮品吗 许梅文声抬头 就看到一身 工作制服的空姐 紧身的工作服 让他凹凸有致的身材 显得更加玲珑有致 果知谢谢 许梅淡淡道 说完那人还没走 再抬头就听见他说 先生需要饮品吗 他双眼盯着薛层看 但薛层没抬头 专心在看 自己笔电里的文件 下一秒就听见他说 听我夫人的 话落那人才尴尬地 看了眼许梅 许梅弯唇大方一笑 那人也笑了一下 就是有些勉强 等到那人走远了 许梅才转过头去 打量薛层 侧脸看过去 五官轮廓的曲线 恰到好处 睫毛微微震动 像煽动翅膀的蝴蝶 似乎是注意到许梅在看她 她摘下眼睛问了句 怎么了 刚刚一瞬 许梅在想 为什么会有人戴上眼镜的时候 金贵持重 摘下眼镜就变得字意散漫 又带着触手可及的温柔 她笑着说 看你有多招人 薛层垂下头鼻息 在她耳边轻打 夫人和我半斤八两 她眉心微皱 半斤八两 她眼角微调 笑笑 我记得 你以前可是收过很多情书的 听她这样一说 她又想起来 那回自己样貌在班里交后 倒是有不少春心萌动的人 给自己塞过情书 抽屉里有别人转交的也有 只不过她都没打开过 倒是得收起来了 情书而已 我可没有被人这样赤裸裸地盯着 薛层肩膀往她这凑了点 歪着头问 对自己不自信 你长得比她好 身材也比她好 哪里让你自卑了 许梅挪开了点 嘴里嘟囔着 身材好像没她好 说完耳侧 就是薛层一阵阵地暗笑 许梅微微不爽 轻轻推散了她一把 撑着脑袋往别处看 过了好一会儿 也没听见她说话 刚一转头 就见她低下头来在唇上亲了一口 许梅还愣在原地就听见她说 老婆身材很好 我很喜欢的 要按照往常她肯定会害羞 但今天许梅只是看着她的眼睛 弱弱地问了句 有多喜欢啊 薛层看她没有一点害羞 反而问得一本正经 有一瞬间的正愣 只是一瞬又笑着在她耳边巧声道 有多喜欢 晚上自己体会 这话一说 许梅是真的脸红了 心底又觉得 这人是越来越不害臊了 许梅没理她 伸手在她腰上 轻轻掐了一把 薛层一手捏着她的小手 淡淡问了声 从前别人给你送情说 你看过吗 看她摇头 心底倒是泄了一口气 只是下一秒又听她说 下次无聊 可以去看看 应该还蛮有趣的 薛层皮笑肉不笑 嘴角一抽 下次 她点头 那些情书都在我家收着呢 第100章 我最喜欢你 许梅说完 转头就看到她白皙的脖梗上 微微滚动的猴结 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难不成那些情书里 还有她的一份 你也给我写过情书吗 她低声问道 薛层面色平静 眉心却像是一只偷实的猫 被吓到一样 她轻咳一声 怎么咳呢 那你紧张什么 我怕你看到什么好的情书 万一后悔了怎么办 她慌不择言随便解释到 许梅笑笑 想了一会 扯了扯她的衣服 让她低下头来 薛层面眉 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但还是低下头去 她凑到她耳边揉声道 应该不会的 目前为止在我这里 我最喜欢你 说完 她眼洁微颤 灵动的双眼 宛如晕在海面上的月光 她听到她在她耳边说 我最喜欢你 心里的悸动 好像按捺不住 吹着眸子 看着她如玉琢般的小手 在她掌心蹂躏 我也喜欢你 你也是 我心里最爱的人 她想了很久 好像什么词 不足以概括现在的心情 单单用喜欢两个字 好像也不足以概括 所以她又在后面 加了一句最爱的人 好像这样表达 才能更准确一点 才能离她心里 那个最佳答案 更近一点 她听到许梅在笑 声音很小 像是不好意思一样 薛层唇角弯起 今天的心情 好像更好了一点 到达南市的时候 外头的天气正好 就算是落日的余晖 也照得人身上暖暖的 许梅穿了件 很厚的羽绒服 到南市的时候 就显得格外的热 随行的一行人 好像都只是穿了件大衣 只有她傻傻地 穿了件羽绒服 薛层 我好热 许梅扯了扯薛层的袖子 对着自己的脸扇了扇 那张小脸已经通红 可是你里面穿得少 薛层淡淡说道 许梅小嘴立马就憋了起来 不开心 就差血在脸上了 她轻叹一口气 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伸手将大衣递给她 脱了吧 她连忙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穿上薛层的大衣 南市的大衣在她身上 李安安走在后面 轻轻碰了碰许梅的胳膊 扬梅道 都秀一路了 之前也没见你 这么能秀恩爱 许梅 嗯 我秀了吗 是是是 你没秀 李安安五卓眼 连忙走开了 到度假村的时候 天色也暗了下来 要说南市和海城最大的区别 大概就是 南市没有那么大的昼夜温差 度假村住的地方 是石园一早安排好的 到酒店的时候 就看到负责人 在酒店大堂后找了 那人一身看着 就停假的皮草大肠 态度恭恭敬敬 几位贵客 远道而来 房间都准备好了 几位安心入住就可以了 她的动作 让许梅觉得自己是 微服私访的皇帝 行了行了 我们自己随便就行 别整这套 方之义别扭地皱着梅 将人赶走了 看来不自在地 不止许梅一个人 定房间的时候 许梅和薛岑一间 李安安和楼商一间 傅城自然是不可能 和方之义一间 加上方木蕊三个人 一人一间 许梅要的温泉房间 就在一楼 其他人的房间在十楼 因为还要拿泳衣 许梅跟着一块上了十楼 方之义和方木蕊的 房间门对门 两个人 说了今天上飞机 以来的第二句话 都是一声冷哼 看得别人一愣一愣的 回到房间的时候 许梅整个人都傻了眼 房间内大红色的装饰部说 床单上用花瓣 摆了个爱心 就插在中间 摆个BYT了 许梅满脑子 就是两个字 无语 他抬眼就看到 薛层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总感觉藏着什么坏样 你觉得好看吗 薛层仔细看了看 他眼中的表情 确认不是什么 很欢喜的模样 立即摇了摇头 不喜欢 许梅撩了撩袖子 露出白净的胳膊 直接走到床铺边上说道 那就一块来收拾吧 要真让他看着 这一床的玫瑰花瓣到晚上 他可能真的要疯掉 薛层慢悠悠地 拿了的垃圾桶过来 将床上的玫瑰花瓣 丢到垃圾桶里 面色有些惋惜 你看起来很不情愿的样子 许梅拍了拍手 走到洗手间洗了个手 就是觉得有点浪费 许梅呵呵两声 这个理由不是很令人幸福 薛层脑袋里想的什么东西 都不用去猜就知道 这人就差把自己的想法 刻在脑门上了 收拾完之后 许梅看了看房间 抽屉里也翻了翻 竟然没有寄生用品 那看来 今晚可以好好休息了 他伸了个懒腰 就听见身后薛层的一声 找什么呢 他咧着嘴笑道 没什么呀 刚说完 转身准备走的时候 就看到他手里 拿了什么东西 放进抽屉了 你拿着什么东西呢 他又凑身过去 脑袋趴在他的肩膀上 薛层弯着腰 抽屉还没合上 许梅眼睛一瞥 就看见那是什么东西了 整整一大盒 也不知道 里头有多少只 你 你这人怎么出门旅游 还带这玩意的 他连忙又转过身去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去收拾行李 薛层笑着看他 闷头在行李箱里找东西 弯下腰将整个人抱起来 走到沙发上坐下 又害羞 不是说好 今晚让你看看 我有多喜欢你的身体 他整张脸埋在他肩膀上 听他又说了句撒话 狠狠在他肩膀处咬了一口 大白天的 少说点撒话 嘴上咬着他 手上还在他后腰上掐了掐 活活一个魔人的小妖精 他憋着笑了好一会 才缓缓道 这不叫C话 这都是我爱你的证据 他轻哼一声 明明都知道他是耍流氓 但自己也没有拒绝过他 之前在家里有几天晚上 他也累得不行 只想好好睡觉 只要他开了口 说了不要 他都会乖乖地抱着他睡觉 除了偶尔自己解决一下 他好像是个很忠欲的人 又好像是一个很克制的人 他好像总是能在薛层身上 发现他纠结的地方 有时甜言蜜语 有时又嘴硬 金贵持重又字意散漫 温柔又冷漠 忠欲又克制 第101章 男人还是太天真了 夜幕落下 男士的晚上没有海城冷得那么刺骨 收拾好行李的时候 黎安安刚好来敲门 一开门就看到黎安安站在门口 身后没有楼上 头发还有些乱 吃饭去 他说 好呀 刚说完 薛层正好过来 见两个人站在门口 他问了句 去吃饭 许梅点了点头 就看他回头在沙发上拿了件外套 一只手顺其自然地搭在许梅肩膀上 黎安安对薛层这副模样 已经见怪不怪了 去吃烧烤自重 楼上已经过去了 许梅和黎安安都是烧烤爱好者 上学的时候就经常翘自习去吃烧烤 他抬头看了眼薛层 说了句 我都可以 你呢 他垂眸一笑 我依你 黎安安看着两人 总算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不爱做电灯泡了 薛层你的爱意 能表达得再明显一点吗 作为从头开始见证两人的爱情 萌芽的黎安安来说 磕到了 是真的磕到了 加上两个人给他喂的狗粮 已经够够的了 倒是方之义和傅城 则是不怎么常见 所以 看到薛层卷起袖子 坐在烧烤摊前 亲手给许梅烤鸡翅的时候 几个人都是傻了眼的状态 方之义手见的 去拿了一串薛层烤的鸡翅 直接被薛层一块子按住 不是吧你 方之义无奈道 呵 方木睿轻笑一声 我哥给我嫂子烤的 就你还想吃 嘴里似乎还有点欲言又止 许梅想他下一句大概是 也不看看 你什么东西 不止许梅这样觉得 方之义也这样觉得 我怎么了 小妹妹 你别一副我欠你钱的模样 我们先说好 是不是你撞了我的车 方之义说着 凳子往方木睿那凑了点 他身子斜坐 两腿交叠 一手撑着脑袋 嘴角抿着笑看方木睿 一副就是要好好盘问的模样 许梅调整了下坐姿 半个身子靠在薛层身上 俨然一副看戏的表情 方木睿也端坐起来 耐心道 我说了 是你急听我才撞到的 说完他 还比话了比话 许梅靠在薛层肩上 转头问了句 小蕊好像很喜欢比手势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也是喜欢说话的时候 比手势 薛层听到的时候 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 朝方木睿那看了一眼 虽然说得生气 但眼里好歹是鲜活的 他解释道 他以前有过短暂的诗语 所以有时候一情绪激动 就会下意识地比起手语来 许梅一瞬间愣住了 实在很难想象 看起来很乐观的方木睿 会有那样的过去 他脸颊气鼓鼓地 插着腰看着方之翼 方之翼淡然地笑笑 还是一句话 我可没有急停 我有行车记录仪的 不幸回去看看 他说得信誓旦旦 让方木睿不由质疑自己 他似信非信地看着方之翼 脑海中又努力回响了一下 才想起来 那回林子太给他打电话 他按了下接听 等抬起头的时候 已经离方之翼的车很近了 难道 真的 是他追尾了 看到方木睿脸上的表情 慢慢变化 方之翼嘴角抽抽 这个女人 肯定是意识到了 想起来了 我就说了是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方木睿 那一米七几个小高个 扶着脑袋 柔弱地趴在椅子上 声音有气无力的 我觉得我后遗正犯了 方之翼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叠起来的双腿也放下来 整个人傻愣愣地 看了看薛辰 耸肩困惑到 这是 薛辰轻叹一口气 前段时间 陆氏商场发生意外的 那个小明星 是他 说完 他指了指自己脑袋 贪手无奈 傅辰若有所思 我说 怎么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看过他的广告牌 方之翼尖口不言 他是真的拿耍赖的女生 毫无办法 趴在椅子上的方木睿 又叹了口气 我感觉又头痛了 哥 我先回房间了 说完他扶着脑袋 在一旁的椅子上 摸了摸自己的包 起来的时候 差点摔一跤 吓得方之翼 差点伸手去扶 方木睿走了几步之后 身后的方之翼 被傅辰踹了一脚屁股 松松啊 万一摔了吗 方之翼 我 你怎么不叫薛辰 他转头看过去 薛辰正拿着一串牛肉串 送到许梅嘴里 一副你浓我浓的模样 他嘴里脆出一句 干 咬着牙 跟在方木睿后面 许梅看着他咬牙的表情 捂着嘴偷笑 薛辰看了傅辰一眼 你也挺有红娘的体质的 傅辰 爷 许梅伸手在薛辰腰上 轻轻掐了一下 薛辰和他对视一眼了解到 闭嘴了 李安安一脸吃了大瓜的模样 凑到许梅耳边说了句 挺配 许梅也觉得挺配 但还是心里想的 还是和薛辰那会儿说的一样 如人饮水 忽然想到什么 他又柔声问薛辰 蕊蕊的联姻对象 方木家是定好了吗 他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清楚 方木家的事情他不过问 也只不过是和方木睿兄妹交好而已 不过如果定好了 也是可以换的 他又补充了一句 但很多事情都是有心无力的 能改变最后 但不能改变 也不要计较得失 许梅笑着说道 方木睿兄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在衣服里摸了又摸 包里也翻了翻 还是没找到房卡 大概率 是他忘记带出来了 他目光看了看不远处的方之翼 朝他投入了一个求助的目光 方之翼慢悠悠地走过来 手放在门巴上推了推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说 不是吧 有人忘记带房卡了呀 方木睿兄咬着唇 一脸不高兴 眼眶微红 咬着牙说 你要来嘲笑我的话 那你还是回去吧 说完他背过身去 一言不发 方之翼舌尖顶了顶后槽牙 确实 女人真的很麻烦 他从口袋里 磨出张房卡 送到他面前 方木睿眼眶里晕着泪 抬眼看他 什么意思啊 方之翼直接走了两步 把对面他房间的门打开 淡淡道 进去等着 给你去找前台来 说完 方木睿嘴唇抿出笑来 一个转身进了房间 方之翼无奈 关上门后 方木睿笑出声来 男人还是太天真了 第102章 你又我没有 这是方之翼 有生之年 第二次见到这么无语的事 他带着负责人 上来准备开门的时候 方木睿直接在他房间里睡着了 一开门就看到这个女人 躺在他房间的沙发上 盖着他的大衣 睡着了 服务员见状 低声问道 先生 你女朋友睡着了 那要不我先开门 你把房卡拿出来 方之翼服呃 去去去 开了 一进门 就是一股方木睿身上 那种淡淡的香草味 甜甜的 淡不腻 房间的沙发上 都是乱七八糟的衣服 最上面的是一件 粉色蕾丝的Brow 方之翼 脸上神色难辨 慌乱地抽出墙上的房卡 就把门关上了 他不理解 怎么会有女孩子 把小衣服到处乱丢的 见方木睿 还没有要醒的意思 他将房卡放在桌上 房卡拿出来了 睡醒了自己回去 方之翼回去的时候 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坐下来 他就一言不发地吃东西 送回去了 薛层抬眼 声音停淡 在我房间呢 你房间 几个人齐声惊讶到 怎么就突然跑你房间去了 人家好歹也是老薛的妹妹 做人做事 不能太畜生啊 傅城连忙坐起身来 宽声劝慰道 说得 好像他真的做了什么事一样 薛层投来的目光 就更怪异了 方之翼 抬脚轻踹了傅城一把 让他离自己远点 不仅不慢说道 你们真能脑补 就是他房卡往房间里了 我去找前台 就让他在我房间坐着 回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睡着了 明白吗 他微微翻了个白眼 内心无语到极点 女人果然就是容易惹麻烦的生物 他这辈子都不要和女人打交道 不 是这辈子 都不要和那个女人打交道 明白了明白了 就你这样 怪不得一辈子讨不到女朋友 傅城一脸嫌弃 两对情侣 也是一般的点头 女人要的话 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我只是不乐意谈 麻烦 他一手端起桌上的酒杯 修长的手指 放在玻璃杯壁上 鼻尖好像又闻到了那一丝香草气 他觉得 他是魔症了 光吃烧烤没有酒 实在是差点意思 许梅都没兴趣吃了 他抬眼朝李安安使了个眼色 李安安一脸苦笑 一把抓住楼上那双 一直摸着他大腿的手 没在一起之前 以为这人是个老正经 纯情小C男 结果没想到 是个随时随地开枪的老流氓 李安安是指望不上了 许梅又把视线转向薛层 阿层 他双眼眨巴眨巴地看着他 两只手在他手臂上上下乱蹭 薛层轻声嗡了一下 感觉喉尖痒痒的 你想不想喝酒呀 他娇声软语地问道 带着点撒娇的嗲气 喝酒 他沉声问了句 暗想这人酒瘾又犯了 他连连点头 一脸欺许 好像还没真正看过他喝醉酒的样子 偶尔让他过过瘾也行 反正都在自己身边 好 他答应得爽快 让许梅一下没反应过来 好 可以喝 有点不可思议 又问了一遍 薛层笑了 直接喊了服务员过来上了点酒 几瓶酒摆在桌面上的时候 场子顿时热闹了起来 不如来玩游戏 傅城嘴里叼了根棒棒糖 也不知道从哪整来的 看起来格外的违和 来来来 玩游戏玩游戏 输了 就喝酒怎么样 李安安是最喜欢凑热闹的 还没等楼上开口 他就来了一句 来来来 玩什么 说完 楼上就在他腿上 不轻不重地掐了一下 李安安立刻一个眼刀过去 重重地 把他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手拍了下去 楼上轻叹一口气 又安分了 方知义 真心话大冒险太俗套了 不要这个 傅城 那就你有我没有吧 怎么样 他眉风一挑 笑着问 惩罚就最先落下五根手指的喝三杯 这个大家都会玩 惩罚没什么意见 直接从傅城顺时针开始 傅城想了一会儿 直接说道 我曾经日收三百万流动资金 在场的众人都沉默了一瞬 直接弯下一根手指 只有一旁的削层 还是面不改色 无止力的好好的 许梅亚裔 你也有啊 他冷哼一声 有点小傲娇 我不如他 瞧不起我 他连连摇头 怎么会呢 傅城旁边的是许梅 他想了一会儿 直接开口道 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过 不是吧 你们 这么卷吗 李安安骂骂咧咧的 又弯下一根手指 恐怕轮不到 我就结束了 方知义苦笑 这一轮除了许梅 大家都弯下去了 到削层了 他只是一副 慵懒散漫的模样 淡淡道 我结婚了 持正那种 说完在场的 又是一顿哀声怨气 声音最大的鼠方之一 但是李安安和楼上 安安静静的 手指还是原封不动的 剩下三个 刚刚他们 没有落下自己的手指 许梅顿感诧异 你们俩 他一手捂着嘴 看他们两个 两个人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李安安说了句 好梅梅可千万不要 告诉我大哥 不然我就完了 都怪那天在酒吧喝多了酒 回去第二天 就被楼上哄着 偷了户口本出去领证 这要是被他大哥 和父母知道了 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许梅 楼公子这么急啊 楼上一阵别扭 想到许梅不也是闪婚吗 轻哼一声 向你学习的 许梅 说完就听见薛岑在一旁暗笑 行了 别逗我老婆 到你了 薛岑直接开口 手上直接往楼上杯子里 倒了点酒 他才不想让别人看到 许梅脸红的样子 楼上想了一会 才不紧不慢 略带着一丝骄傲说出来 我暗恋过一个人很多年 说完傅成和方志义 两个人都自觉地掰下手指 方志义 一个人咬牙切齿 他就剩一根手指偷了 楼上这人自信张扬 虽然在楼家不受宠 但也看得出来 这人过去一直对李安安的喜欢 就差说出来了 言谈举止都看得出来 恨不得直接粘在他身上 李安安自然对他这点深信不疑 略带娇气地瞪了他一眼 平 说完他的目光落在薛岑身上 他的手指没有落下来 第103章 你好漂亮 楼少真行 许梅气鼓鼓地落下一指 伸手将薛岑的手指一收 也落下来了 他目光又看了眼方志义 笑着说道 安安快点 方志义只剩一个了 薛岑看着自己被他弯下来的手指 心中揪起的地方 好像又被抚平过来 他没注意到 又或者他不会觉得 他也有过暗恋一个人的心思 听到许梅开口 李安安这才缓过神来 他忘了 许梅玩上头的时候 脑子是转不过来的 他现在估计就想着 让方志义赶紧喝酒了 李安安想了话 嗯 我办过个人设计展 话落 许梅站起身来 直接给方志义面前 三杯全部满上 方志义歪着头 差点没笑出声来 看着薛岑 摊手在面前 三杯一扫而过 你老不是太够意思了吧 薛岑笑笑 愿赌服说 喝吧 他眉眼一挑 丝毫没有打算 帮他赖掉点的意思 方志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行 喝酒喝 大家玩得开心就好 说完他端起桌上的酒杯 就直接三杯下肚 丝毫没有犹豫 好在是啤酒 只是有点撑 对方志义来说 要喝醉 还早了点 下一轮直接从方志义开始 几局下来 桌上的人基本上都喝过了 几瓶啤酒一下就完了 许梅又叫了瓶洋酒过来 和李安安还有方志义 三个人又玩了几把醒酒令 盘中的烧烤早就吃完了 剩下几个空盘子 和一堆空酒瓶 许梅小脸通红 带着思维勋的气息 人像是醉了 薛层轻轻揽着他的腰支 细腻柔软 不堪一握 甚至觉得比起往常 好像更软一点 不喝了 该回去休息了 他声音滴滴地在他耳边哄他 许梅还想玩 他好久没有这样 和朋友聚在一块 玩得这么开心了 眼前像是蒙了一层沙一样 迷迷糊糊地看不清 他说 薛层 我好开心呀 他眼角弯弯地 像天边悬挂的弯月一样 他好像要溺在他眼里 眼神迷离 整个人瘫在他怀里 薛层直接将人抱起来 对着他们说 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傅成 照顾好方之翼 他快醉死了 方之翼 这个游戏黑洞 基本上橘橘都喝 桌上一半的酒 都基本上进了他的肚子 照顾什么照顾 就这点能醉得了我吗 方之翼不屑一顾 对着薛层催促道 你赶紧走吧 春宵一刻呢 他扶着桌子站起身来 步履有些亮枪 傅成想着扶他一把 却被他一手拍开 滚滚滚 老子不搞急 方之翼醉得有些厉害 说话都开始不顾脑子 傅成也没和他计较 只是扯着他的领子 骂骂咧咧地 将人送到房间门口去了 李安安有楼伤 自然也是不用担心的 薛层抱着许梅回了房间 喝得有点多 他身上烫烫的 整个脸像是快要烧起来一样 还行吗 会不会不舒服 薛层把他放在沙发上 轻声问了句 煮碗醒酒汤 他摇摇头 翻了个身 侧着头看他 看他是怎么轻声细语哄他的 公主 他低声叫了句 薛层把头低下来 耳朵凑到他脸颊前 怎么了 只听到两声笑声 脸颊上腹上滚烫的一吻 还没等他起来 细腻白皙的脖梗处 又被他死死搂住 他软着身子 对他撒娇 抱抱我 你今天还没有好好抱我 薛层无奈 发出沉闷的几声笑声 胸腔都跟着起伏 笑了几下 他弯下腰来 拖着他的臀直接 将人抱了起来 许梅双腿 直接勾着他的腰 眼眸迷离 眼前像是有厚重的雾挡在面前 他闭着眼睛 去亲吻他的脖子 一只手在他喉结上 不轻不重地捏着 四条痘 四安斧 乖乖 你又折磨我 薛层低沉的嗓音响起 带着克制的欲望 他偷偷笑出声来 甜得像浸在蜜糖罐子里一样 薛层 嗯 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薛层听他说的响笑 一只手拿起桌上的手机 按下录音 又开口问他 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许梅眼眸微闪 盯着他看 声音困惑又好奇 随后又立即展颜一笑 我说 你好漂亮 薛层 你好漂亮 我好喜欢呀 你说 你要是早点勾引我 我可能早就对你痴心一片了 薛层一顿沉默 手里的手机握得紧紧的 心口的鼓锤 在毫无节奏地敲击 他好像第一次见到了 许梅喝醉的样子 乖乖 你醉了 没醉 他皱着眉头 脸颊在他的脖梗处丝磨 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 随后放在桌上 将他也一块放在桌上 好 没醉 洗澡睡觉好不好 眼前的女孩呆呆地点了点头 他正准备让他做好他去放洗澡水 就见许梅的手 拉住了他的衣袖 房间里不是有温泉吗 我想泡温泉 泡温泉 他看了一眼外头 晕着热气的温泉池 小小一方温泉池 只隔着一面玻璃墙 可是 你醉了 泡温泉会晕的 你不是在吗 我要是晕了 你会照顾我的 薛存觉得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就是磨着 他要去泡温泉 好 给你泡 泡一会儿 我们就出来 昏尘的脑袋点了右点 薛存转身去拿他的泳衣 拿到那件泳衣的时候 心里又痒了痒 一种莫名的想法 疯狂滋长 许梅见他空手过来 歪着头问了句 衣服呢 薛存没说话 一只手伸进他的衣服里 两只手轻轻一碰 他低声道 把手抬起来 他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但脑子来不及想 就将手抬了起来 米白色的羊毛衣 被他脱了下来 穿过一头乌黑波浪式的卷发时 带起一阵静电 许梅被电得颤了一下 上身就剩下一件 被他解开的小衣 他的手顿在空中几秒 才解释道 温泉在房间里 没有别人 就不穿泳衣了 不穿泳衣 那就是 刚这样想着 就看到薛存将自己身上的衣服 脱了下来 眼前露出他精壮的上身 优美的肌肉线条 交错在他身上 构成世上无双的画作 他的公主 是最漂亮的 第104章 深情告白 喝醉酒之后 第二天醒过来 不是有多头痛 而是满脑子 都是自己昨晚言谈举止的倒带 要是断片了还好 可偏偏他清醒得很 满脑子都是 昨晚自己多欲求不满 缠着他要一次又一次的样子 他以前喝醉酒好像 也不会这样的 他睁着眼 看着酒店的天花板 身侧的人喷洒出来的灼热呼吸 打在他的脸颊上 不知道昨晚这人 被自己熬到多晚 平时他醒了 薛层也就醒了 今天他醒了 身侧的人还睡得死死的 他浅浅翻了个身 盯着他的脸颊看 不知道为什么 昨晚格外痴迷他的美貌 感觉哪哪都很好看 他从被窝里 伸出一节白皙的小手 指尖从他的鼻子上描过 之前就听过 说是鼻梁高挺的人 很会do 这一下感觉是真的 他的确很会 每一次这种事 他都像个引导者一样 盯着他看了许久 他的睫毛才微微颤动 会按不明的眸底 在看到他的时候 弯起了眼角 醒这么早 他又蹭过去半个身子 将人搂紧了些 又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醒了有一会儿 你再睡一会儿吧 没敢开口问他 昨晚几点睡的 只想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不然指不定他还要在床上 说什么撒话 醒了就睡不着了 想起来有件事 嗯 什么事 原本以为 他是有什么工作上的是要处理 结果看他也不是很急的样子 只是慢悠悠地说了句 帮我拿下手机好不好 许梅看了看床头 没看见他的手机 薛曾笑道 在桌子上 他听到后 这才掀起被子走过去拿 是有什么工作上的是要处理吗 他将手机递给他身子 又埋进被窝里 薛曾看着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了几下 低下头问他 记不记得昨晚的事了 许梅一听 直接将头埋进被窝里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这人一醒来 就竟干这种事 不记得了 被子蒙过头顶 发出的声音 沉闷都带着点点怒气 一想到 昨晚自己欲求不满 缠着他的样子 就已经够羞耻了 结果还要被他复盘 这哪里还有脸见人 不记得了 昨晚对我深情告白 不记得了 深情告白 许梅困惑 什么深情告白 他说的和他想的 不是一回事吗 他又将被子扯下来了点 露出一双水润的眼睛 深情告白 他困惑地问了句 眉目间都是不解 看到他一脸困惑 薛曾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轻轻点下 娇气的一声女声 就从听筒里面传出来 我说 你好漂亮 薛曾 你好漂亮 我好喜欢呀 你说 你要是早点勾引我 我可能早就对你痴心一片了 听筒里的声音断开 他的一张脸早就涨得通红 谁能告诉他他喝多了 会这么花痴啊 脑袋瞬间空白 下一秒就听见薛曾在他耳边 缓缓说 对我痴心一片 看不出来 你竟然对我的外貌这么满眼 许梅眨了眨眼 眼睛微仙 他的发丝微微有些凌乱 但脸颊的轮廓分明 睫毛线长浓密一双桃花眼里 更是有着黑药石一般的眼眸 清澈又深邃 是好看的 好 好看的 他眼神闪躲 只是没想到 昨晚还有这一茶 看来下次还是要空酒 他浅笑一声 低下头在恶心印下一吻 好了 再来一会儿就起来吧 去吃早餐 他点点头 在被子里闷出一声 好 方之一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自己房间的 就是有点头痛 但也可以忍受 刚想着起身去洗漱 就隐隐发现有点不对 他立刻转过身去 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为什么身边还会有一个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方木蕊睁开了眼睛 瞥了方之一一眼 就看到他微微瞪大的双眼 他伸了个懒腰 掀开被子起来 好在掀开被子 他身上的衣服 还是昨天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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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在 我房间里 方之一 言语都有些结巴 紧张地满腔 说出一句话来 方木蕊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眼神里都是瞧不起的模样 想不起来了 方之一 想得起来 我还问你 说着坐起身来 又将被子往上扯了扯 方木蕊懒得和他详细的解释 昨晚发生的事情 只想回房间洗澡换衣服 他淡淡道 反正昨晚啥也没发生就是了 说完他拿起桌上的房卡 直接走了出去 留下方之一 一个人茫然地在床上 这算什么事啊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和别人睡了 还睡了个素的 不过转念一想 还好是睡了个素的 方木蕊是第一次这么无语过 昨晚他睡醒后 刚准备回自己房间 结果一开门 就被这人扑了个满怀 一身浓浓的酒气 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怎么了 他直接从他身上滑倒地上 一动不动 方木蕊踹了几脚后 这人醒了一点 但也只是说了句 别吵 他是真的很不想管酒鬼 但是下一秒 这人抱着他的脚不松手 嘴里嘟嘟囔囔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鬼话 他又踹了几脚 没反应 方木蕊站在原地冷笑 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 点开录像 甚至放大摄像头 拍了他抱着他脚的画面 拍完他才收好手机 将人的手一点点地掰开 顺便又将人拖回到床上去 毕竟撞车的事 的确算是他不对 就当是将功不过了 结果上了床之后 这人又抱着他的手 不肯松手 方木蕊严重怀疑 这人是不是在家 有个阿贝贝 没有带出来 结果一时半会儿 抽不开手 他就只好躺在另外一边睡着了 好不容易睡着过去 感觉还没睡多久 这人就醒了 一醒过来 就是一脸自己被侵犯的表情 还挺会脑补的 方知义在床上 又躺了好一会儿才起来 结果洗漱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胸口处 几个灰黑色的脚印 齿官紧紧咬着 从口中闷出一句 方木蕊 第105章 很多时候的相遇 都是注定好的 早餐的时候 黎安安还没睡醒 只有楼上一个人 他随便吃了点 就去打包给黎安安带去 剩下的几人 都坐在一块吃早餐 只有方知义 吃饭的时候 眼神一直盯着方木蕊看 薛曾咳了几声 桌下的脚 轻轻踢了他一下 方知义眼神转向他 就听见薛曾说 眼神收一收 文言他的确收了收 只不过 还是看着方木蕊瞪了一眼 方木蕊抬眼看到的时候 有些无语 他是在瞪他 瞪他干嘛 他又没干什么 早上起来 衣服都穿得好好的 总不会以为他 占他便宜了吧 浑身上下都没二两肉 有什么便宜好占的 方木蕊拿出手机 直接对方知义说道 方总家的微信 有件事和你说 方知义冷哼一声 这女人总算是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知道找自己赔礼道歉了 看在她态度 还算端正的份上 她自然不会多计较 她拿出手机扫了一下 听见低的一声 您已成功添加 蕊为您的微信好友 方知义没有退出去 等着她给自己道歉 可是道歉没等到 等到的是一个 时长三分钟的视频 黑布隆东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她充满困惑的 看了眼方木蕊 只见她歪着脑袋 唇角微扬 脑海里下意识地 告诉方知义 不是什么好事 可她还是点开了那个视频 虽然黑 但点开视频的那一刻 忽然明亮了起来 屏幕里是方木蕊去开灯的手 下一秒 摄像头向下 映入眼帘的 就是她自己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就算了 她那一双手 还正死死扒着她的脚踝 脑袋轰得一声 宛若一阵惊雷 直接在脑中劈开了 视频的后面 就是方木蕊去掰开她的手 可自己却死皮赖脸地 抓着不肯放 像急了一只赖皮狗 后面还有一分钟 她没继续看下去 将手机狠狠倒扣在桌面上 声音大到整桌的人都看了过去 干嘛呢 被偷家了 傅成掀了掀眼皮 慢条思理地说道 她嘴角一抽 没事 在座几人都有点茫然 只有方木蕊 心情格外地好 笑着端起盘子说 我吃好了 先回房间了 出门记得叫我了 说完就踩着她的小高跟走了 听着她高跟鞋 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方知义觉得头更痛了 活了这么多年 被一个女人拿捏了 等方木蕊走了之后 薛森才开口 小蕊昨晚把你怎么了 说完 傅成放下手里的筷子 兴致勃勃地看着她 昨晚你不是醉死了 还能整活呢 傅成一张嘴砸吧砸吧 听得方知义烦躁 没有的事 就是一点小意外 反正我们俩啥事都没有 她直接开口解释到 不给一点八卦的机会 这要被他们知道了 那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方知义越想越烦 愣是将筷子往桌上一放 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我还头疼 回去睡觉了 小五你们去玩吧 没人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了 更不清楚 这两人为什么经过一个晚上 变成这样了 傅成喝了一口桌上的冰美 抬手在薛森面前敲了敲 巧声问道 你妹妹不会和方知义 那啥了吧 薛森表情淡然 只是说了句 不会 按照方木蕊的性子 要不是真睡了 要不就是 她把别人强了 要不就是哭哭啼啼地 找她帮她讨说法 而今天的方木蕊 看方知义 只有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睡了 是不可能的 傅成 这么自信 那方知义 今天这么反常 薛森笑笑 她反常 是被人拿到把柄了 说完 她端起桌上的咖啡 抿了一口 皱着眉头又放了下来 转头问了许梅一句 吃饱了没 她点头 那回去 还是带你出去逛逛 出去逛逛吧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自然是要好好逛逛的 要一直在房间里窝着 只不定要做什么 她站起身来 将被以上的大衣 拿起来穿上 直到两个人都走远了 傅成还在原地坐着 脑子里想着 方知义 有什么把柄在方木蕊呢 度假村在半山上 许梅拿了本度假村的 观光手册看 想看看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结果 就看到山脚下的 环山公路沿海 有一个打卡的地方 许梅指了指手册上的地方 抬眸问她 我们要不要去 这个沿海公路呢 她的语气有些兴奋 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沿海公路特色的 就是骑自行车 感受南市的日光浴 沿海骑着自行车 公路两侧 还有度假村装饰的 风车海风吹起来的时候 格外好看 好 去看看 度假村到山下有观光车 他们俩直接坐着 观光车下去 下去的时候 就会路过那条沿海公路 坐在观光车上的时候 就看到 沿途有不少人 骑着自行车 少男少女 脸上都带着笑 眼光透过云层 洒在海面上 波光凌凌 迎面赴来的风 都带着海水的 咸色的味道 到了之后 许梅挽着她的胳膊 高高兴兴 她眼里泛着光 笑着说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的 出来旅游了 这边风景真的好漂亮 她目光看着 不远处海天一线的地方 眼眸里闪闪的 和阳光 坠在海面上的时候一样 细小的手掌 被薛层攥在手里 喜欢的话 下次再带你 去别的地方玩 许梅想了下 忽然脱口而出 下次我们一块 去F国玩玩 说来也是巧合 明明你也在F国工作学习 我那会儿也在F国进修 怎么都没遇见过呢 如果能遇见的话 她轻叹一口气 就算遇见了 也不会怎么样吧 心情忽然有些消极 耳畔忽然就听见她说 许梅 很多时候的相遇 都是注定好的 合适的时候 才会遇见合适的人 或许会有缘分在 但更多时候 两个人的相遇 都是一个人 为此做了很久的准备 那我们重逢的时候 是合适的时候吗 许梅看着她的侧脸 忽然像是想到 他们重逢的时候 在民政局门口 那会儿的她 脑子都是糊涂的 虽然不清醒 但也没后悔 当时向她求婚 但是要让现在的她 回到那个时候 肯定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谁第一次见面 就找人家结婚啊 也就薛层跟着她胡闹了 不是要骑自行车吗 那里人可多了 等会儿去迟了 就没单车了 第106章 她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薛层会忽然转移话题 她虽然有想开口的意思 但感觉薛层这人 做事都有她的道理 就像第一次撞见她 和她父亲那晚一样 她想她会等到薛层 主动开口 和她说一些过去的事情 她展颜笑道 那我们快去 我要那辆刷了粉色漆的 薛层笑着硬下来 排到租赁单车的队伍后面 沿海公路的马路一侧 长长的一条路 都被刷了彩虹色的漆 在这条路上骑车的时候 就会感觉像是将彩虹踩在脚下 刚刚坐观光车的时候 她就发现了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 她想了会儿 等会儿应该骑车会很累 她四周看了一眼 在不远处 看到一个卖杂货的小四方铺面 她漫步走过去 看到铺面里的人 一身曼妙身姿 米白色的针织连衣裙 衬得人温婉大方 背后一条长长的麻花辫 更显得可爱 还没等她转过身来 就觉得这人应该很好看 许梅看了看亭子里头 月声道 老板 两瓶矿泉水 文言 那人转过身来 精致小巧的五官 看上去没怎么化妆 皮肤细腻地吹弹可破 看到许梅的那一刻 她弯唇笑了笑 好久不见呀 老同学 这人是许梅的大学同学兼摄友 许梅一时没看出来她是谁 听到声音 才和记忆里的 那个人贴上面容 只是那会儿 她的打扮 还是一副小太妹的样子 头发最爱染的五花八门 衣服不是陆其妆 就是陆肩超短裙 像这样温婉可人的模样 还真是第一次见 这样的她 倒是和她名字有点符合了 温遂 你变化好大 差点没认出来 她垂着头 唇角微微弯起来一点 但然道 人会变的吗 那会儿我也没想过 我会在这里开一家小卖铺 许梅 过得还好吗 她点头 声音平淡 除了准备离婚 其他的都还算可以 许梅微愣 离婚 听她这样说 她目光又在她脸上看了看 的确仔细一看 就看到 她眼眶微微泛着红 没什么好惊讶的 谁还没遇见几个人渣呢 我还年轻 又没有孩子 离了婚 还是一样新的人生 似乎是怕许梅心疼她 她淡然说出来 毕业后 许梅基本上就没有见过这个室友 当初在宿舍的时候 她也是三天两头不归请 两个人交流不算多 至于对她印象很好 还是因为 有一次在食堂里的时候 她和方叔吵架 方叔拿着一个视频 视频里的人身形和她有七八分相似 正在和一个陌生男子缠绵拥吻 方叔拿着那个视频 说她水性洋花 还说她彻夜不归 大家都开始 对她指指点点的时候 只有温碎开口 她当时说的是 你说她是许梅 就是许梅 那我找一部打码的动作片 说是你也行了 什么时候不露脸的视频 也能作为诬陷别人的证据了 她这一句 让周围的风向逆转 开始指摘方叔的不是 那会儿她准备谢谢她来着 温碎只是说 没什么好谢的 都是这样过来的 下次她再欺负你 直接上手 她就不敢了 她当时笑着 一头粉色的长发 让她看上去格外的漂亮 这么多年过去 就算换了装扮 换了发色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不说我了 你呢 最近过得怎么样 温碎拿着两瓶矿泉水出来 开口问她 我啊 许梅刚开口 脸上还挂着笑 身后一个人出声叫了句 小梅 她回过头去 是薛辰 她笑着招手 薛辰 你过来 温碎顺着她招手的方向 看过去 她招手的那个男人 一身黑色的卫衣 身姿奇长而挺拔 虽然还没走近 就着大致的轮廓 也看得出来 长相也是佼佼者 怎么了 她开口问到许梅 她笑着给她介绍 我大学同学 温碎 薛辰健壮点了点头 温碎也抿嘴笑了一下 许梅又说道 我老公薛辰 温碎眼眸微睁 随后又淡然 她只是笑着说 没想到你这么早就结婚了 看样子过得很不错 许梅眼角弯弯 一只手和薛辰的手 食指相扣 她很好 温碎玩儿 好了 快去玩吧 下次有空再聊 好 说完 许梅拿着两瓶水 手机在一旁的收款 马上扫了一下 温碎挡了一下 还是被扫到了 老同学见面还付钱 太客气了 许梅笑笑 下次一块吃饭 温碎点头 看着两个人 有说有笑地 走到单车面前 不知道聊到什么 笑得格外的开心 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 见到这副模样的许梅 果然 感情一世 最能改变一个人了 说是双人单车 骑到后面 许梅单纯 就是在后面辅助 实在是没有力气蹬了 沿海公路好看是好看的 但是长也是真的长 骑到终点的时候 许梅想的 只有下次再也不骑了 薛辰倒是神采奕奕的模样 下次还是要让你好好锻炼身体 体力还是太差了点 她笑着揉了揉她的发丝 许梅微微叹气 锻炼身体什么的 实在太恐怖了 那样的话就要 和她的懒叫说白白了 不要锻炼 冬天赖床 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早起一秒钟 都是对我的床不尊重 她说的义正言辞 像是她早起锻炼 就会对不起她的床一样 薛辰苦笑 没办法 那就等你起来了 去健身房锻炼怎么样 许梅眉心微折 小声问她 我体力有那么差吗 薛辰被她逗笑 巧声在她耳边说 你忘了 昨晚才两次 你就累得不行了 我 许梅本来想辩解 却又觉得无力 她的确是 最先没有力气的一个 她双眼盯着她 那双眼睛 像是要在她脸上 看出花来一样 目不转睛 许梅不知道 她还要说什么骚话 连忙答应下来 知道了知道了 我锻炼还不成吗 薛辰牵着她的手 轻轻捏了捏 柔声说 你要是能多受得起几次 就可以不锻炼了 她气鼓鼓地哼了一声 拍掉她的手 我可以选择不进行交流夫妻关系 她洋洋得意地笑着说 以为按捏了她的把柄 谁知道 这人又蹭上来 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低下头说 那你是打算 不宠幸公主了吗 第107章 海调 薛辰 你真的是 你正经一点 她伸手在她腰上掐了一下 这一下 用了十足的力气 死 她痛得叫出声来 揉了揉自己的腰 表情有点委屈 知道了 不说了 那模样 像是只委屈的大狗狗一样 许梅抿着嘴 有点不适滋味 纠结一会儿后 还是抬手扯了扯她的衣服 身子凑到她身边 点着脚在她耳边道 在外面别说 回家 可以 说完她看到的是 薛辰嘴角不受控制的扬起 她轻轻应了一声 公主很好哄大 下午大家决定开游艇出去海调 男士的下午格外热 和海城的初夏差不多 许梅收拾东西的时候 顺手将泳衣拿上了 富城租了一架三层的娱乐型游艇 基本上一应俱全 上船前薛辰给她拿了片药 这是什么 薛辰给她拧开矿泉水瓶 说 运船药 吃一粒比较好 包里 还有运船贴 好 她硬下之后 直接拿着 掀上了船 做好后她 直接喝了口水咽下去 吃完她开口问了句 你都带了什么东西啊 薛辰直接将手包递给她 打开看看 她翻了翻 基本是些专业的必需品和药品 还有一台照相机 你还带相机了 她展颜 笑着把相机拿出来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她也有个相机 平时在外面一眼的时候 都会拍一张观众合照作为纪念 只是那个相机摔坏了 一直被她放在蔚蓝的家里 现在拿到相机 就想起来了 她直接开机 对着薛辰的侧脸 就拍了一张 背着光的薛辰 整脸颊都浸在阴影里 只有发丝晕着光圈 她递到她眼前 很晒啊 你看看 薛辰手掌遮着光 看了眼屏幕一眼 黑布隆东的 没拍出我一半的好看 听到她这样说 许梅歪着头 一脸困惑 你再说我技术不好 薛辰没说话 只是接过相机 调了调参数 往后退了一点 对着她 拍下一张 许梅就敢坐在那 没有摆动作 她不幸能拍出什么好照片 她伸出手去拿相机 就看到薛辰垂眸一笑 相机里的人 虽然也是背着光 但是因为参数调整的原因 脸部不会很黑 而是弱化了背部的阳光 让整个照片变得柔和起来 真的很好看 她眉眼一弯 笑着道 你还真厉害 这都能拍得好看 那你等会儿 给我拍照好不好 她轻笑一声 缓缓道 我收费的 许梅撑着身子 在她脸上印下一吻 先奢账 薛辰受不住她这样 抿着唇笑了一下 好 在船上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黎安安和楼上过来了 方木蕊在后面 似乎是又回去睡了一觉 整个人精神更好了点 方知义还来吗 傅成问了句 几人摇摇头 不清楚 一想到早餐的时候 方知义说下午不叫她 应该是不去了 反正给她发了微信 随她去吧 傅成刚准备和做工人员 说人到齐了 几乎看到不远处 一个人慢悠悠地走过来 等走近了 傅成才开口也遇到 哟 不是说不来吗 方知义眼神飘忽 过来看看 怕你们不会海掉 来教教你们 傅成冷笑一声 我谢谢你 方知义没搭理她 直接往里头走去 刚准备坐下来 就听见一声清冷的女声 哟 这谁啊 不是说不来吗 她瞥眼一看 果然是方木蕊 你管我来不来 方木蕊耸奸 笑道 哪里 我怎么会敢管方总的事呢 方知义轻哼一声 直接坐下 没有搭理她 司机去发动游艇 轰鸣声响起 渐渐的声音没有那么大 许梅走到尾部 看到海水被打起浪花 化作白色的泡沫 像是拖着长长的尾巴 她穿着一袭长裙 海上风很大 将裙摆吹得长长的 傅成何方知义 把薛层喊去钓鱼 许梅被黎安安拉到房间 去换衣服 走之前 薛层把相机给她 三个女生 一块回房间换了衣服 黎安安给许梅的泳衣 是件黑粉交配的 黑色吊带 通体都是粉色 下半身是粉色的超短纱裙 看着其实和小短裙 没啥区别 黎安安她还带了件罩衫 穿着刚刚好 一点也不会冷 黎安安的风格 还是一如既往 她穿着一身通体紧身的 黑色泳衣 上身设计感十足 腰部被拉开大大的镂空 看着就心痒痒的 外头她套了件白色的罩衫 长长的直到脚踝 看上去就是 隐隐约约可见的曼妙身材 小蕊本来就是模特 身材高挑纤细 但曲线也在 只是不大 一身抹茶色的比基尼 让整个人都看上去清爽靓丽 黎安安顺手拿了瓶防晒 递给许梅和方木蕊 等会去甲板上 记得擦防晒 不然回去皮肤痛的 许梅抱着黎安安的胳膊笑道 安安最好了 方木蕊也笑着对安安说 谢谢安安姐 因为换上了泳衣 两个人的皮肤都展露出来 方木蕊一眼就看到了 两个人锁骨和脖梗处 不深不浅的痕迹 她咽了咽喉咙道 你们俩 真幸福 许梅被她突如其来的一句 说得呛得咳嗽了几声 顿时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什么意思 黎安安也是淡然一笑 理解理解男人吗 都一个样 等你以后有了男朋友就知道了 方木蕊摇了摇头 暗道 男人是什么麻烦 到甲板上的时候 三个男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姿势 戴着墨镜 鱼筒里面空空如也 不是吧 行不行啊 方木蕊脚尖勾了勾方之一的鱼筒 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 叹气说道 方之一原本没抬头看她 听到她这句话 她立马摘下眼睛回过头去 你 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到方木蕊 一身抹茶绿的泳衣 靠在甲板上 头发被她盘成了丸子头 露出纤细白皙的预警 顿时脑海里的怒气冲散了些 她目光看向别处 声音低沉 钓鱼也是需要时间的 许梅走到薛层身后 低头拨弄着她的发丝 原本和着眼的薛层 忽然抬手扣住了她的手腕 一只手摘下鼻梁上的墨镜 她端坐了些 看了看她身上的打扮 点头到了剧 很漂亮 第108章 龟城 听她夸自己 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刚想说什么 就见她的鱼竿动了动 许梅双眼微微睁大 拍了拍她的肩膀 鱼竿动了 快快快 有鱼来了 她激动得不行 三个钓鱼的人倒是一脸平静 薛层不慌不忙地收肝 就看见一条通体光亮的鱼收了上来 鱼身像面镜子一样 阳光照在鱼身上 反射出五彩斑斓的样子 这什么鱼 能吃吗 方木蕊好奇地问了句 好像没见过这种鱼 凑进去看了看 脸还没凑过去 就被方之一拉了回来 带鱼 没见过吗 小心鱼尾巴甩你一耳光子 方之一淡淡解释道 带鱼 许梅也困惑地问了句 带鱼这么亮啊 方木蕊指着鱼说 她怎么五彩斑斓的 文言 方之一淡定解释道 刚钓上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五彩斑斓 只是鱼身反射你们的衣服 才五彩斑斓的 这种亮度只会存在一会儿 外力的摩擦 或者自身的死亡 都会影响光泽度 说完 薛层才将鱼从鱼沟上取下来 放进鱼桶里 方木蕊也了然 说了句 那今晚有红烧带鱼吃了 方之一呵呵两声 行 红烧带鱼 看她那脸欠揍的模样 方木蕊冷哼一声 果然只能假正经两秒钟 薛层去给许梅搬了张小椅子 又把自己戴着的墨镜 给她架在鼻梁上 才又回去钓鱼 许梅也没闲着 手里摆弄着相机 大多数拍的都是薛层 拍了好一会儿 觉得有点累了她 才和薛层说 等回去了 我去把照片洗出来吧 她闭着眼 阳光照在脸颊上 睫毛微微颤动 坠着细碎的光亮 过了一会儿 她才懒洋洋地说了句 洗好看的 许梅低声笑了两下 又将相机里的照片 翻了又翻柔声道 我拍得都很好看 刚说完 铃声响了起来 许梅一听 就知道是薛层的铃声 她的手机铃声 是一段小提琴曲 我去给你拿 她起身 轻声道 许梅走过去 看了眼手机屏幕上的 来电显示 是方柱的电话 多半是工作上的事情 她直接递给薛层 方柱电话 薛层看了眼 眉心微折 起身走到一旁的 甲板围栏处 按了接听 不知道是在聊什么 这一通电话 她打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想来应该是什么 比较复杂的事情 她脸上的神情 更是时时变化着 打完后她走过来 叹了口气 随后开口说道 我明天得赶回去 回去 方知义扭过头来 问了一句 这才完多久 你就回去 薛层无奈 出了点事 要回去处理 她坐在一边 手掌心还捏着 许梅的小手 她转头看着许梅 阳光有点刺眼 她眉心紧紧皱着 你要在这边 多玩几天 还是和我一块回去 她一边说着 一边帮她把被海风 吹乱的发思理好 许梅本来想着 和她一块回去 但又想了话 安安和小蕊都在这 自己回去又不太好 要不你先回去 我陪他们再多玩两天 圣诞节之前回去 陪你过节 她垂头笑了笑 好 晚点也没事 我也不怎么过圣诞的 男生对节日 本就不多重视 过去那么多年里 她也不过这些节日 只是因为和她在一起之后 才对这些节日 有点期待了 许梅靠在她脸上 闭着眼缓缓道 那你就当我很想过节 陪陪我呗 说完她听到薛岑轻轻 应了一声 次日 薛岑定的赶早的飞机 许梅本来想着 让她直接昨天晚上 就直接回去 这样晚上也好睡一觉 就不用像现在 这样六点多就起来 许梅虽然犯困 但也有气无力地 走到浴室洗漱 看到许梅 一连眼睛都没睁开的样子 她笑了笑 你继续去睡 起这么早干嘛 许梅眼眸迷离 揉了揉眼睛说 送你去机场呀 她显然一副 许梅睡醒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都不清不楚 小的和蚊子叫一样 她叹气 直接将人抱起来 又放回床上 一边给她掖着被子一边说 不用你去送我 你好好睡觉 记得想我就行 说完 在她眉心轻了一口 许梅没说话 滴滴地应了一声 将被子缓缓拉上来一点 露出个眼睛来 看着她收拾东西出门 直到看着她关上门 整个房间又归于平静 她反倒有些睡不着了 她翻了个身 摸了摸身旁的被窝 好像还有一点余温 心底里莫名生出一种失落感 薛岑在上飞机前准备 再给许梅发一条消息 她出门不记事 有些事情不叮嘱两句 放心不下 结果刚打开手机 就看到许梅发过来的信息 一日三餐 记得按时吃饭 我也会的 晚上早睡 一路平安 简短的一条讯息 好像看出了点舍不得的意思 她打下几行字 让她要注意安全和防晒 不然等过几天 就要看她哭哭啼啼说 自己被晒伤了 一边打字 一边唇角慢慢扬起 等发送过去之后 她才关机 到海城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多了 之前方柱打的那通电话 已经说明了差不多的情况 之前参与竞标的那款 C代机器人出了问题 作为封层今年的重头项目 本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薛层神情淡淡的 似乎对这次的事情 心里有底一般 上次竞标最高的是方和地产 但他们现在说 我们的质量有问题 价格也有问题 想要从质量方面入手 直接毁约 质量 她冷笑一声 什么质量问题 方柱又说道 上次给他们的试用产品 说是经常出现反应不灵灵的问题 还有指令错误的问题 薛层靠在背椅上 捏了捏衫根处 眼底的皮类一扫而过 那款机器人现在在哪 还在方和 让人去拿回来 不是说质量有问题吗 那就看看 是质量有问题 还是冒牌货 方柱应下 随即就直接拨出了一个电话 简单说了两句后开口 吩咐好了 等回到公司 您就可以看到了 薛层应了一声后 想了下又开口道 陆氏和方和近期有交集吗 方柱文言 打开电脑查了一下 淡淡道 陆氏新开发的商场 再就在方和新楼盘附近 距离很近 虽说距离近 但也不能简单地妄下判断 薛层 技术部半年内 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给我一份 封层要在今年年初 就已经在搬迁工作了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 是他 所以 封层的员工 基本是年初开始招聘时 就一直待在封层的 如果真的出了事情 不排除有自己内部的问题 方柱明白薛层的意思 点头印下 第109章 不熟而已 两天后 南市的天气虽然好 但也变得快 在这边又玩了两天 南市就发布了台风预警 沿海的弊端 大致也是如此了 不像在海城的他们 基本很少见过台风 刚好许梅也准备回去了 大家就直接一块回了海城 许梅回房间收拾衣服的时候 薛层电话就打过来了 他腾出手来去接电话 喂 明天回来了 薛层的声音低沉 大概是两天没见 现在听到他声音 都会有点悸动 嗯 明天回去了 等会把航班信息发给你 工作处理得怎么样了 这几天 他忙得头重脚轻 一边要检查机器人的程序问题 还要筛查内部员工的问题 不过好在 现在有点头绪了 差不多了 这几天可以收尾了 那就好 你最厉害了 肯定没问题的 他笑着说 电话那头都能听到他浅浅的笑声 他好像总能因为一点小事 投来崇拜的目光 明天去接你 片刻后 他说了一句 像是有春风拂过 冰雪消融 好啊 等你 一行人的航班都在下午 临走的时候 南市的天气已经变了 有一种山雨欲来的趋势 青灰色的天 略显压抑 许梅的东西不多 除了一个手包 就一个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 全程都是傅城拉的 他说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他笑笑 不多说什么 但也知道 肯定是薛层和他说了什么 那谢谢了 傅城倒是无所谓 轻飘飘地说了句 没事 回到海城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一下飞机扑面来的冷风 让许梅不由地攥紧了衣服 刚拿了行李出来 就看到不远处的人 身材心长 穿了一件黑色的毛泥大衣 怀里抱着一束花 像是黑夜里绽放的玫瑰 方木蕊轻轻碰了下许梅的肩膀 表哥来接你了 还真是好男啊 方木蕊身后的方志义 冷哼一声 没见过好男人 说着 将方木蕊扯了过去 他扭了扭身子正开来 就又被他一手抓住 刚准备骂人 就听见方志义开口道 走 去看看我的行车记录仪 方木蕊 哎 方志义你有病吗 看着他们俩走远了 许梅脚步也快了点 走到薛层跟前 傅城把行李放在他旁边 后说道 任务完成 我走了 薛层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道 谢了 黎安安看有人接许梅 也就打了个招呼 那我们就先走了 拜拜 许梅挥了挥手到了别 薛层把手里的花递给他 今天的花有点不同 纯黑色的包装纸 绑带用的黑色蕾丝绑带 花也不是娇艳的红玫瑰 今天的花叫什么 很不一样 中心是淡淡的粉色 花瓣的边缘 是渐变状的越来越深 直至边缘都是一圈酒红色 薛层笑道 恶瓜多尔红酒玫瑰 他看了看花又看了看许梅的脸 继续说道 看到的第一眼 就觉得很像你喝醉酒的样子 微醺的美人 他仰起头 白皙的脸上 伴着点红润 好漂亮的 他说 薛层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 拿着行李箱 一边搂着他的肩膀 一边说 你比花更漂亮 听到这话时 许梅还在低头看着怀里的花 手上的动作一顿 抿了抿唇 心情顿时变得愉悦起来 晚饭的时候 薛层带着他 去了一家新开的餐厅 许梅的目光 一直落在餐厅的装潢上 古色古香的 倒是在装修上下了功夫 坐下后 也只是看着菜单 随便点了几个菜 偶尔问几句话 薛层也都随口答了 只是目光时不时 落在不远处的一桌上 最近都不见你人 在忙什么 贺玉开口问了一句 一只手搭在桌面上 拿着一杯酒 转了转杯壁 陆之眼声音清冷 简音在里面 一直深请见我一面 最近在处理 拿了些东西 好让他在里面出不来 他说的冷漠疏离 让贺玉听得皱起眉头 和你这种人谈恋爱 还真是倒霉 心狠手辣 一点就情都不念 贺玉说什么 陆之眼不在意 他的目光一直看着 不远处的一桌人身上 眼神凌厉地 让贺玉顺势瞟了一眼过去 他轻轻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陆之眼端起桌上的酒杯 仰头一口闷下 不是我兴奋 给过他选择 他不接受 一点情分早就 在他赐我的时候 消磨梅了 他说的 自己像个受害者 是简音不知好歹 贺玉又冷声问道 那许梅呢 他从没做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你对他不也一直不念情吗 似乎是说到痛处了 陆之眼眼神冰冷地 看了一眼贺玉 心里一紧 当年的车祸 是他出手做的 转账记录什么的 都摆在明面上了 他都不愿承认 我能对他好言好语吗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我也不在意了 到现在 他也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话 文言 贺玉轻吃一声 你查清楚了吗 真是他做的 或许被诬陷也未尝不可 既然他不愿搭理你 你就收收你的眼神 别老看着别人了 说完 他将杯子不轻不重地放在桌上 发出蹭的一声 临走前 他看了眼陆之眼又叮嘱一句 你就好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别人不愿见你 过去了 也是给人添堵 说完他拿起大衣直接走了 陆之眼眼神死死盯在 许眉言笑艳艳的脸颊上 时不时看到薛层冷立的眼神 陆之眼眉心紧缩 喝了一杯酒后 还是直接拿起衣服走了出去 大约是感觉到 薛层一直在看什么 许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是一桌散了场的饭桌 看到熟人了吗 他轻声问道 薛层看了一眼那桌子 收回视线 摇了摇头 见过 不熟而已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 车窗上打下稀稀疏疏的水珠 许眉打开车窗 刺骨的凉意夹杂着水珠打在脸上 他以为是下雨了 打开天气预报一看 他笑着对薛层说 明天会有小雪 第110章 出雪时分 小雪吗 红灯 他停下车来 看了看窗外 霓虹出上 车窗上落下细小的雨水 其实很久没有安静地 看过一场雪了 很早之前他也是看雪的 天真无知的孩童 总是对看雪抱着满怀期待 会来在母亲怀里 细数今年的雪会下多大 薛层一时思绪飘散 看着窗外发呆 直到后面的汽车鸣笛 才回过神来 许眉盯着他的侧脸 其实看了 有一小话了 要是放在平时的话 他肯定早就贴着脸问他 是不是看他太帅 可刚刚 他却忽然走神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刚刚一瞬的疏离感 让他心里顿时一空 忽然好像有一瞬间 是离他很远的 就像他心里有个地方 是他进不去的一样 回到家 洗书过后 许眉在床上看书 说是看书 也只是拿着书本发呆而已 薛层上床前 就看他盯着那一页书在看 倒了杯果汁回来 看他还在看那一页 发呆 他直接将那本书抽出来 递给他一杯果汁 低糖的 喝一点 许眉接过他手里的果汁 是常温的 没有发呆 就是在想事情 他语气淡淡的 但听得出来 有一点点难过 他掀开一边的被子上床 一只手揽过他的腰 在他发顶亲了一口问道 想什么呢 许眉听他柔声问他 抬眼看着他 试探地问了句 你有什么秘密吗 薛层闻言 想着是他发现了什么 垂下毛子去看他时 又觉得应该不是 有 他直言坦白 活在世上 谁没有秘密呢 许眉又坐直了些 眼睛盯着他看 有 他点头 我的秘密是你 声音轻柔地 像是夜间的晚风 轻飘飘地 从心头掠过 就你嘴甜 他笑着说 躺在他腿上 抬手摸着他的下巴 总觉得他是不是 不喜欢看雪 不然不至于 开车都会走神 你不喜欢下雪吗 薛层微微有些不解 没有 怎么这样问 你今天开车的时候 走神了 这样很危险的 他虽然好奇他 为什么会走神 但根本上 还是担心他的状态 毕竟开车走神 容易出意外 看他一脸正经的模样 薛层低头 抿着唇笑了笑 好 下次不会了 他听话得很 他总是对这样的 薛层生不起气来 他坐起身来 在他的脸上 亲了一口 那晚安吧 说完就躺在他的身边 抬着眼看他 似乎是在等他 一块躺下来 薛层笑了下 顺手关掉床头的灯 房间内顿时 变得黑暗起来 许眉的手 不由得在他腰上 抱得更紧了点 他的手 在他腰上摸了摸 低着头埋在他发间 房间内变得顿时 安静起来 很快就能入睡 只是好像在入睡前 听到他说 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一日天光大好 但天空里 还是飘着一点点 细微的雪花 很小很细 落在掌心 就化成水了 薛层做了顿丰盛的早餐 想着薛层今天说 要带他出去 他起的也比较早 吃过早餐之后 就拉着薛层 在衣帽间问他 哪件何事 琳琅满目的衣帽间 其实颜色都大次不差 冬天的时候 许梅总是爱穿 一些浅色的衣服 他直接在衣柜里 看了一眼 在为数不多的黑色里 拿了一件黑色的 针织连衣裙给他 这件吧 这件何事 许梅不懂他的 何事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换上了 外套他挑的 也是一件黑色的 短款羽绒服 配上一双过膝的靴子 倒也可以 出门后 一路上他都没说去了 下过一夜小雨的路上 都是湿漉漉的痕迹 天上的太阳 也渐渐变小 转而不满云彩 他抬头看去 就是青灰色的天空 车开到一半 在路边停下 等我一会儿 薛曾开口说道 说完他转头 进了一家花店 他的速度很快 出来的时候 手里抱着 两束白色羊结梗 包得简约又不潦草 纸张也是白色的 和他们两个一身的黑色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顿时心口一堵 酸色感慢上心头 好像知道是要去哪里了 只是为什么会是两束 等他上了车 他盯着怀里的花束 看了一会儿 才递给许梅 你抱着会儿 他淡淡笑着说 许梅应下 没有说太多 也没有问什么 只是安静地坐着 看着他将车 开进了墓园 下车后 他踩进了一个小水蛙 泛起一圈圈涟漪 大概是天空再看 天空也泛起层层乌云 清灰色的天空 似乎有点压抑 薛曾拿了一束 他手里的花束 另一束让他抱着 一只手牵着它 下车后 薛曾才淡淡开口 我想我妈妈应该 也希望我能找到一个 全心全意都爱我的人 所以 带你来得迟了些 他手心攥着他的手 力度微微紧了些 许梅不知道薛曾母亲的墓碑 是哪一块 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 耳畔传来他清晰的声音 和平时的她 好像都不太一样 今天的她 就好像这天上的云彩一样 好像来阵风 吹一下就散了 刚才去买花的时候 我说要白色的杨洁梗 她问我是不是送女朋友 我摇头 说送我妈 说我这么孝顺的 真不多见了 但是我觉得我又 好像不是那么孝顺 毕竟她生前 我都没有买过一束花送她 她说着 脚步忽然顿住 停在一座墓碑前 上面只刻着她母亲的名字 方木灵 墓碑上的相片 还是很年轻的模样 笑颜如画 眉眼处和薛曾 有着七八分相似 和她想的一样 薛曾和她的母亲很像 都是绝代的风华 薛曾将手里的花 放在墓碑前 半蹲下来 在口袋里拿了张纸 将墓碑前的落叶扫了扫 她安静了片刻后才起身 她牵起许梅的手 缓缓开口 妈 这是许梅 我的妻子 来晚了点 希望您不要介意 说完对着许梅 敏唇笑了一下 许梅反手握紧了 她的手笑了一下 她对着墓碑 深深居了一躬 轻声道 阿姨您好 我是许梅 阿岑的妻子 阿岑是个很好的丈夫 我们过得很好 您可以放心 第111章 圣诞礼物 说完她明显感觉到 薛曾攥着她的力度 又中了几分 像是怕她会逃掉死的 她会喜欢你的 而且 你应该叫妈了 她笑着看着 墓碑上的黑白照的女人 回过头来对她说 以前她在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 就是希望我以后 能找到一个 满心满意对我的人 她或许是担心 我不会心疼女孩子 又时常叮嘱我 遇到了喜欢的女生 要多恐多疼惜 这样别人才会喜欢你 只是可惜 她现在看不到 这样好的你 她这样说着 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 不会可惜的 只要你过得好 就不会可惜 许梅笑着和她说 小手与她食指相扣 她点着头 敏唇一笑 有些示然 准备走的时候 许梅又对着锯了一躬 展颜道 妈妈再见 下次再来看您 薛岑没说话 只是又看了一眼墓碑 许梅原本以为 看过她母亲之后 就直接走了 谁知道薛岑看着她怀里的 那束结梗话 又开口问她 去看看你父母吧 许梅抱着花束 微微一愣 她的父母的确也在 这个墓园里 但她没想到 薛岑会这样说 她心肩一颤 但还是开口说了句好 地方隔得不远 但也走了十来分钟才到 许梅弯下腰 将花束放在墓前 大约是很久没来了 一时间 许梅竟然不知道 开口说什么好 在开口时 语气有些哽咽 爸爸妈妈 很久没来看你们了 有些好消息要和你们说 我结婚了 我的丈夫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他爱我疼惜我 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说完 薛岑弯下腰来鞠了一躬 爸妈好 我是薛岑 以后我会好好对小梅 你们可以放心 说完 许梅抿着唇笑了笑 他们应该会高兴的 薛岑点头 但还是说了句 会的 就像明年的春天一样 也会好的 空中忽然飘起大雪来 像是没有征兆的 忽然间地就漫天飘雪 好像有点冷了 我们回去吧 许梅牵起她的手 揉声道 回去的路上 因为下了大雪 开始堵起车来 许梅看着窗外 声音轻柔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今晚平安夜 我们就在家吃吧 她喜欢这种 节日窝在家里的感觉 和一个喜欢的人 来在家里 窗外飘着雪 看一场电影是极好的 那你想吃什么 等会儿去买菜 许梅想了一会儿 你做的菜都可以 圣诞节的雪下的格外的大 树压上厚重的积雪 速速地往下落 从家里的落地窗 往外看去 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刚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萌萌的 眯着眼去洗漱完之后 又回床上躺着了 隐隐觉得有点饿 才又撑着身子起来 起来的时候 只觉得手指间 有一点点刻的慌 她眼眸迷离 有点看不清 又揉了揉眼睛 才看清眼前的东西 一枚在她无名指上的钻戒 钻戒的大小 似乎是和她手指 完美契合一样 不会大的过于浮夸 一圈圈绕圈设计的碎钻 包裹着主石 像是一片片绽放的花瓣一样 就算没有阳光 也在手指上熠熠生辉 她坐起身来 又举着手看了又看 掀开被子下床后 急急忙忙穿了双拖鞋 走出房间 没看到薛层的影子 她又直接往书房去 她没敲门 见她在房间里 高兴地喊了句 薛层 她还没回过神来 就看到 她直接往她怀里扑过去 坐在她的腿上 薛层一下没反应过来 随后看清她的脸之后 连忙将身后的笔记本 重重合上 空气里一下安静过来 许梅怯生生地问了句 你在干嘛 薛层唇角一弯 无奈地说了句 在开会 许梅转过身去 看了看那个和尚的笔记本 指着她 问 视频会议 她点头 她顿时不知所措 羞愧地想要从她身上下去 脚尖还没碰到地面 就被她捞了回来 一只手的指尖 在她唇半上摸了摸 细腻 柔软 怎么跑得这么快过来 薛层看了眼她的脚 好在是穿着拖鞋的 想见你 就跑得快了点 她笑着说 将手放在她面前晃了晃 你送我的呀 她娇气地说道 言语间又带着点傲娇 薛层捏着她的指尖 看了又看 淡淡道 还不错 喜欢吗 她一手还着她的脖子 凑到她脖梗处吸了吸 轻声道了句 很喜欢的 说完 在她喉结处吻了一口 薛层将她抱起来 放在书桌上 一只手微微挑起她的下巴 她慢慢靠近 唇瓣轻柔地划过她的唇瓣 如同蝴蝶扇动翅膀时 轻轻地触碰一样 留下密密麻麻的电流感 传遍四肢 就在唇瓣相交的那一刻 好像周围的景色都在褪去 只剩下两个人之间的温暖和亲密 她好像怎么也稳不够一样 舌尖敲开她的齿关 缠绕纠缠 她能感觉到她的炙热 腰只被她的手托着 像是怕她滑下去一样 死死扣住她 不让她有半分后退的余地 许梅的心跳动得厉害 过了许久 她才离开她的唇 双眼盯着她 看着她眼眸迷离 脸颊飞红 心中的战有欲达到了宝盒 她抬手用指腹擦去了她唇角的水渍 笑着说了声 你喜欢就好 许梅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心情起伏得厉害 只是一只手紧紧攥着她的衣服 片刻后抬眼 圣诞节快乐 老公 在大雪纷飞的时刻里 她好像在心里说了无数遍 我喜欢你 没有说出口 却融化在刚刚那个文里面 许梅刚准备起身 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薛曾拿过来 手指轻滑 里头传来方柱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薛总 会议还要继续吗 许梅心里一顿 这才想起来她 还在开会的事情 五分钟后继续 好的 说完方柱又挂断了电话 许梅松开捏着她的衣角 轻声说 那你专心开会 我出去了 刚准备从桌上下去 就被她一只手扣住细腰 她声音轻柔 缓缓靠近 再轻五分钟 说完又是一阵席卷而来的吻 窗外的雪 又开始下了 第112章 多行不易避自闭 薛曾这两天忙得很 还是结婚后 第一次见她这么忙 偶尔只有晚上她准备睡觉时 才看到她回来 有时衣服上会落上点雪花 到家后见到许梅 她也没有伸手抱她 等洗漱完了 身上暖和了 才会将她搂进怀里 虽然不说话 但许梅也看得出来她很疲惫 她转了个身 抱着她的腰支声音 沉闷地问她 最近很忙吗 她闭着眼 N了一声 低着头在她发顶又吸了吸 柔声说 临近年底会比较忙 很多审查工作都要检查一遍 第一年要严格一些 所以 很多事 我得亲自去做 这段时间冷落你了 其实说不上冷落 只是不在家做饭了而已 回到家的时候 就还是和往常一样 她也没问她到底 是什么事情这么忙 她说什么便信了 没事的 你那么厉害 过段时间就好了 她工作上的事情许梅不懂 也不多说什么 两个人抱了一会儿 就睡过去了 一日 薛层还是一如既往地 起了的大早 出门时 帮她把饭菜都放在桌上 餐盘下 还压着张纸条 到封层大楼的时候 方柱已经在门口 撑着一把黑伞等着了 薛层下车 刚迈出一条腿方柱的伞 就送了过去 陆总已经在您办公室 等着了 方柱开口道 薛层看了看手上的腕表 7点30分 她冷笑一声淡淡道 她来得倒是早 方柱看着薛层眉目间的清冷 笑起的唇角 都带着骇人的冷意 比起外头的天气 她觉得此时的薛层更冷 自从上次方和的合作 出了问题之后 薛层就整天忙得头脚倒悬 最后查出来 的确是赝品 而且问题 也的确处在技术部 新来的一名员工 故意而为之 而且 这人之前在陆市待过 这很难不让人联系在一块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薛层进门后 就直接打开了墙面上的通风系统 陆总 我的办公室不能吸烟 还请配合一下 陆志颜眼神一瞥 没有掐灭手里的烟 只是坐在沙发上 发出四冷缸般的声音 我要是不配合呢 薛层则不以为然 只是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 拿起桌上的一瓶空气清洗剂 朝空气里喷了两下 淡淡道 陆总不配合我也没办法 只是陆总孤身一人 不明白 二手烟对女子的危害情有可原 备孕期间还是少吸入一些二手烟 他坐在椅子上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陆志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齿关紧紧咬着 满脑子都是他那一句 备孕期间 最后还是灭了手里的烟 虽然未曾提及许梅的名字 但一听到他这样说起许梅 心里就隔应得慌 但又说不得什么 只是脑子里又想起许梅的影子 他也曾经和她说过 少抽烟 他渐渐平复下心情 开口道 行 这烟我可以不抽 只是薛总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很好看吧 随便拉个人就说是我做的 不太合适吧 陆志颜丝毫不慌 就算是从陆志离职的 又怎么样 没有证据 什么都白搭 更何况这种事情 他陆志颜还不屑去做 薛曾也不慌不忙 他要的 也并不是要陆志颜多受创 他淡淡一笑 我自然不是 找陆总心事问罪的 毕竟他离职的时候 我和陆总还没有纠葛呢 今天叫陆总来 也只是想说一声 陆总想做什么做了 什么都不要紧 只要守好陆氏的产业就行 别把火扰到别人身上 薛曾从抽屉里 拿出一摞文件来 指尖在纸张上捏了捏 厚度了然 陆志颜慢慢走近 看到纸张上的内容时 脸色骤变 他伸手去抢却扑了个空 陆志颜直接一拍桌子怒声道 薛曾 你到底想做什么 薛曾面无表情 只是看着陆志颜缓缓道 陆总什么时候 将看着我的眼线撤了 再和我聊这件事吧 自从知道他和许梅在一起之后 陆志颜的眼线 就一直在盯着他 小到个人 大到公司 巴不得他做出点什么错事出来 怎么是恼羞成怒 想从他身上揪出错处 若不是有关系 他还不知道 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举报他偷税漏税 真是可笑至极 薛曾也是被他弄得实在不爽 转头让人去查 好在查到点陆氏的东西 看不出来 陆氏这种企业 竟然也被地里洗黑钱 有这个在手基本上 就拿捏了陆氏的命门 陆志颜的双目里充满了怒火 死死盯着他 过了一会才开口道 薛曾 你别忘了 许梅也是在陆家生活过的 我们家与他有恩 你手里的东西一旦送上去 你就不怕他恨你吗 薛曾将文件打在桌面上 一字一句道 陆志颜 你拿这个威胁我没用 若不是顾及在你父母 对许梅这么多年如一日 当做亲生女儿 再照服 你早就进去了 所以 归劝你 别掺和我的事情 他一字一句说道 尾音的几个字 被拖得长长的 似乎是在强调什么 陆志颜咬咬牙 闷声出了一句好字来 说完就准备走出去 薛曾靠在椅子上 看着陆志颜 准备拉开门吧 他提示道 陆志颜 多行不易必自闭 我可以看在许梅的面子上 不去举报 但你的恶果 迟早会来的 父母恩 可保不了你太久 风水轮流转 没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逃得掉的 陆志颜走后 薛曾看了眼窗外 天气放晴 这两天大概会是好天气 许梅不知道 陆志颜和薛曾之间的事情 还是悠然自得地 做好自己的事 今天起来后 看到早餐和薛曾的纸条时 心情更是好了几分 只是 早餐没有鸡蛋饼 略微有些失落 好像很久都没吃鸡蛋饼了 满桌的早餐 顿时都变得索然无味 许梅给黎安安发了条消息 要不要去海城二中看看 黎安安的消息 很快就回了过来 可以啊 我就在这附近 看到这条 许梅随便拿了个面包 吃了几口就去换衣服了 他自己都很少去二中了 只是忽然 很想吃鸡蛋饼 才突发奇想去看看 要是平时就让薛曾 自己做一份了 只是他最近忙得很 也不想去麻烦他 见到黎安安的时候 许梅开口问了句 怎么 楼上没粘着你 黎安安一脸轻松 淡定道 他想娶我 得先攒钱 楼家 把他的保镖公司收回去了 他自然要去赚钱了 我让他跟着薛总混混 不说百八十万 多少总是能养得起自己就行了 许梅点点头 那你哥那边还没去说吗 黎安安摇头 一脸苦恼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 我哥知道会要怎么收拾我了 你今天怎么想得好好的 要来学校看看 许梅 不是去学校 就是想去吃学校旁边的 那个小吃街了 有一家鸡蛋饼可好吃了 第113章 早餐 黎安安你没 怎么好端端的心血来潮 想着去吃那个 也不算心血来潮吧 一直就很喜欢吃 只不过之前一直没空来 后来结婚了 薛曾会做那个鸡蛋饼 也就没打算过来吃了 这两天他忙得很 没时间做鸡蛋饼 我没事就干脆过来一趟好了 他喃喃道 说了许多 黎安安总觉得 听着有些不对的地方 薛总会做 他点头 也是一脸稀奇 没想到吧 他还会这个 我说他是去偷试学的 他怎么说的 他 许梅想了想 那会儿问他 他好像没说话 他就自然以为是他学过来的 他那会儿没说话 估计是默认了吧 黎安安总觉得有些不对 谁家大总裁 没事去学做鸡蛋饼啊 但薛曾做的和许梅爱吃的口味 又一模一样 是什么意思 他也不太懂 大概真的是巧合呢 两个人说着 就走到小吃街了 还没到中午 许梅就想买个鸡蛋饼 中午再和黎安安去吃点别的 只是过去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 还是不是那个阿婆在做 走到那家店门口的时候 门是虚掩着的 许梅推门进去 问了一声 请问有人吗 声音在空旷的门店内回响 过了一会儿 才从后面走出来一个阿婆 她双手擦了擦自己身上的围裙 好奇地问了句 同学 有什么事 看这样子 店铺大概率是没再开了 不过许梅还是问了句 这家店还在开吗 鸡蛋饼还有的卖吗 那阿婆一听 容颜一转笑了笑 又带着点抱歉的意思 店铺已经关了 不过我正好在做鸡蛋饼 你要的话 可以卖你一份 许梅一想 这样也行 就应声道 也可以 谢谢阿婆要一块胡萝卜鸡蛋饼 那阿婆刚准备转身去拿 又停住了脚步 转头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小姑娘 鸡蛋饼我这里有 胡萝卜鸡蛋饼我这没有啊 没有 许梅诧异地问道 不应该没有的 她高中吃了那么多份早餐 怎么可能没有胡萝卜鸡蛋饼 阿婆 你们家我以前上学天天吃 都是胡萝卜鸡蛋饼的 这 那阿婆想了许久 最后问了下 你毕业多久了呀 许梅 有六年多了 说完那阿婆又笑笑 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那就没错了 应该是和你一介的男生啊 有一年多的时间吧 基本上天天都来我店里 天天都自己带着一袋胡萝卜 这是她特殊处理过的 萝卜味不重 直接放到鸡蛋饼里 我就照做了 小姑娘你吃的 应该是她带给你的吧 后来我天天早上都太忙了 没空做她 就直接来我这学了一段日子 许梅脸上的笑意停在脸上 不知道该说什么 脚步像是灌了签一般 最后怎么走出店门的她也不记得 只记得 她在手机里找到薛层照片 递给那阿婆看的时候 她笑着点头 说 就是这个小伙子 李安安去了周边逛逛 出来时没有看到他人 许梅直接坐在旁边的一张小板凳上 吹来的冷风都带着色意 没一会儿 鼻子被吹得通红 她吸了吸鼻子 想在记忆里 找到和那段时间相关的薛层 却好像怎么也看不到她的影子 明明那个时候 她表现得好像并不喜欢自己 满眼都是嫌弃 但又仔细一想 好像都是自己的片面质感 薛层会在看到 她只吃肉食的时候 说她挑食 第二日放在桌上的早餐 就是带着胡萝卜的鸡蛋饼 可是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五百多天里 她是怎么坚持每天都去早餐铺子里 给自己带鸡蛋饼的 那会儿还觉得她贪小便宜 她说 顺路就月月算好了 价钱给她 还记得 为了这件事炒过一架 那天 她将早餐放在自己桌面上 早餐的袋子略带油光 粘在她的桌面上 她拿出湿巾擦拭 一边擦一边说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找别人帮我带好了 薛层不以为然 抬脚拉开自己的椅子 发出尖锐的声音 声音冷漠疏离 那你去 谁了也给你带 要不是我也吃那家 我才懒得给你带 她说的倒也没错 许梅家和那家电反方向 每天要起大早去买 她才起不来 她嘟囔着嘴 一边又从钱包里 抽出两张一百给她 下个月早餐 薛层一手抽过 拍了拍自己手心 淡笑 大小姐真把我当跑腿了 许梅没说话 低头吃早餐 她在身后冷哼一声 直接收进了口袋 结果许梅又朝她伸手 找钱 薛层被她气笑了 不是跑腿 剩下得跑腿废了 你 许梅懒得和她争辩 两个人 见面就说不出两句好话 后来干脆就懒得和她说话了 只有每天吃早餐时 搭上两句 思绪回笼 许梅想了许久 最后还是仰起头睁开眼来 眼眶里晕着泪 她又不敢去问她 是不是喜欢自己 毕竟毕业之后 就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 偶尔能想起来的时候 还是看到乌梅的时候 她应当也是 没有在意过 可能当初是年少心动过 大抵后来见不到了 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大约两个人都没想到 会这样再遇见 再遇见的时候 她会开口找她求婚 做了一会后 她拿出手机 只肩停在薛层的电话号码上 想了一会儿 还是直接关掉了 公主要面子的 不能直接问她 刚想起来 就看到黎安安走过来 见她手里没拿东西 问了句 怎么没买到 许梅摇摇头 这家店不做了 啊 那你以后不是吃不到了 黎安安略带些可惜 随后又提兴致来说了句 不过薛总会做呀 你以后也不愁吃了 许梅抿着唇笑了笑 是啊 她还在 两个人走着商量着 等会去哪吃饭 许梅想了会儿 问了句 要不愈合 我再给薛层送点饭去 这会儿才十点多 她俩吃早点 结束刚好可以给她送去 黎安安唇角上扬 笑着道 薛总给你下迷魂汤咯 现在这么关心她 她笑眯眯地盯着许梅看 她伸手直接将她的脑袋推过去 直言道 我们半斤八两 第114章 她锁门了 许梅带了些清淡的菜去封层 这段时间她本来就熬夜 睡得晚起的早 再吃点重口味的 怕是会上火 走到楼下的时候 刚好看到薛层从车上下来 还没等她走过去 薛层的目光就看了过来 似乎是感觉到 这边有什么东西 吸引着她一般 她眼眸中有一瞬间的惊喜 随后迈着步子朝她走过来 结果她手里的东西问道 怎么想着过来了 知道我没吃饭 给我送饭 老婆这么好 她一上来就霹里啪啦说了一堆 许梅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她三连问封了嘴 许梅抬手挽着她手臂 月声道 我要是不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吃饭 这都快十二点了 她指尖敲了敲她的腕表 带着点警告的意思 薛层顿时抿着唇笑道 是 夫人教训的事 知错了 殊不知 她低眉含笑的样子 竟然被前台的小姐姐给拍了去 转手就发到工作群去了 第一次在总裁脸上 看到温柔两个字 薛总是宠妻狂魔吗 笑得也太不值钱了吧 总裁夫人又来公司了 今天是不是又有甜点吃了 我不求甜点 只求总裁心情好一点 下午开会 不要批到我 总裁夫人来了 掐指一算 今日 大吉 有句话不得不说 两个人站一起 真的很大 比我家爱豆的CP都好磕 你这话说的 你家 爱豆能有总裁帅吗 总裁给你钱 你却要给爱豆花钱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我去工作了 工作爱我 我爱工作 今天再来薛层的办公室 比起上次整齐的不要太多 听我上次说的 就开始收拾整齐了 许梅一边把饭菜拿出来 一边开口道 薛层笑笑 不然老婆 嫌弃我可不好 许梅由着她打去 也没说什么 只是站在一旁的沙发边上 看着墙上新挂的话问了句 什么时候买的新画 笔出算不上多厉害 甚至有点稚嫩 不像是什么厉害的大师画作 但看着看着 却能被吸引 画面上基调都是黑色 空旷的舞台上 只有一束光落下去 可落下去的地方却是空白的 没有演奏家 没有舞蹈家 就是一片空旷 台下也是寂寥的空旷 好像都是为了留下 让大家想象的余地 薛层抬眼看过去 轻声道 拍卖上拍下来的 拍卖 可这幅画看上去 不是多厉害的作者啊 笔出什么的都比较稚嫩 倒是利益挺创新的 薛层笑着 给她解释道 不是什么名家拍卖 是贫困生资助的拍卖 拍卖上都是一些贫困生的创作品 有画作有设计作品 看他人兴趣购买吧 不贵 还可以帮别人解决学费问题 挺好的 说完 许美有些了然 想到上次方柱说 她就是薛层曾经资助过的一个学生 脑海里有一点点好奇 你经常资助别人吗 她问 薛层点头 也不算经常 比起一些慈善基金会 还是不够的 她心里多少有点答案 又看了看墙上的那幅画 转头问她 你觉得这幅画中心的打光处 会是什么 薛层看过去 想到自己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脑海里面想到的 毋庸置疑 是站在舞台上的许美 她笑道 是一袭黑色礼服的小提琴手 像一只黑天鹅 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 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里都是她 像是对她说似的 心中泛起波澜 听到她说出自己的时候 虽然有点惊喜 却也在意料之中 她笑着走过去 轻声说 我的确有穿着黑色礼服 站在舞台上的照片 过几天 我就去把我的相机修好 到时候给你看呀 她走到她身边坐下 脑袋歪着靠在她肩膀上 能听到她闷声的一句 看着她把饭吃完 准备收拾的时候 许美又问了句 天天带早餐 会不会很累啊 薛层收拾碗筷的动作一顿 愣了一下 又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带早餐 你说上学那会 她说 肩膀上的脑袋点了点 薛层不知道 她怎么忽然这样问 但还是如实作答 不会 你给钱的 一个鸡蛋饼七块 一个月我能赚你五十左右 吃亏的是你 我累什么 许美坐直了起来 眼睛盯着她看 她想说的 许美都懂 鸡蛋饼七块 她一个月能赚五十 那她的心思又值多少 好像多少个五十都比不上 她抬起手 往她脖子上钩 薛层刚准备起身 就被她勾了回去 声音轻柔 怎么了 小打惊 许美宁眉 怎么又多了个称呼 她笑笑 将人抱起来 放在办公桌的台面上 这样视线正好与她齐平 每次一撒娇就这样 不是小打惊是什么 娇起包 她垂着脑袋没说话 往她脖子上凑 薛层只好将人抱紧了些 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 撒在自己脖子上 酥酥麻麻的 不知怎么的 看着整齐的办公桌 顿时很想将人压在书桌上 想看她迷离的眼眸里 只有她的模样 想看她仰头吐息时 露出的白皙预警 想看她沉迷其中时 摇枝微颤 她松开许梅 低声道 好好坐着 许梅刚想问她怎么了 就看到她走到门口 没有开门 只是伸手在门锁上拧了一下 她锁门了 许梅咽了咽口水 手刚落在桌上 她就走了过来 抬手捏住她的下巴 低下头来 就是一记深吻 唇齿相碰的时候 许梅不像之前一样羞怯 而是像着她那样步步索取 舌尖相碰 彼此缠绕过后 她松开一瞬 月声道 看来 浇得不错 她声音低雅 有着克制的忍耐 许梅垂着头 轻轻咬着自己的唇 她抬手揉着她的唇瓣 说 别咬 我会忍不住在这里要了你 心跳顿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瞬间的脑袋的空白 让她下意识地又用了力 大约是咬得痛了 她轻哼一声 松开自己的唇 薛层看着她咬红的一块 眉心微拧 不是说了别咬 这么想试试在办公室 她微微抬眼 目光看了看一旁全透明的落地窗 声音微颤 唉 还是不要了 但是好像说得迟了些 她按下桌面上的一个遥控器 落地窗的窗帘落下 第115章 记忆叠合 随着窗帘拉上 办公室里变得昏暗起来 许梅能感觉到 她灼热地呼吸在脸颊 脖梗和锁骨上 一只手在细腰上揉搓着 衣服都变得褶皱不堪 许梅一只小手 从她肩上滑到腰腹上 声音轻颤 会有人上来的 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却又沉溺在 这黑暗空间里的情愫 她的身体 像是带着魔力一般 推脱不掉 薛层动作放慢 一只手摸到旁边的电话 按下一个快捷键 接听的人是方柱 薛总 下午不要上来 方柱没问直接应道 好的 她一手挂了电话 办公室内昏暗 却能感受到 她紧绷的情绪 桌上的文件 被她一手推开 哐当一声散落一地 她拖着她的腰 将人放下来 她声音低哑 带着浓郁的情忧 乖乖 她轻患 现在可以叫出声了 一直到了入夜之后 许梅还没醒 薛层也没叫她 想着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在进去休息室的时候 觉得有些凉嗖嗖的 她去看了眼空调 只是不管怎么按 好像都没反应 看来是空调坏了 她给方柱打了个电话 上来一下 还有休息室空调坏了 明天让人来修 说完她走到外面 又喷了喷空气清新剂 走到床边轻轻换她 乖乖 起床了 许梅迷迷糊糊的 沉沉地应了一声 眼睛还是闭着的 回家吃饭睡觉好不好 她点头 没说话 没睁眼 薛层取下她的大衣 给她套好 才将人抱起来 好在平时锻炼过 抱着她下去 也没多大事 走到电梯门口的时候 方柱刚好上来 目光看到薛层抱着的许梅 顿时明白过来 薛总这可真是不做人啊 光天化日的 也不节制一点 这下好了 都晕过去了 薛层看到 方柱一样的眼光 倾咳一声 夫人睡着了 等会儿下去开下车 方柱点头 睡着了 鬼信呢 但这话 她是不会说出口的 一上车 薛层把车内的空调打开 摸了摸她的脸颊 还是有点冰冰的 也不知道休息室的空调 什么时候坏的 要是她进去睡觉时就坏了 那可能都冷了好一会儿了 梅心顿时舒展不开 到家后 将把她放床上 许梅似乎是感觉到熟悉 自己翻了个身 嘴里轻横着 薛层看她的样子 给她整理好被子 落下一吻在额头 晚上睡前 摸了摸她的额头 有点点轻微的发热 薛层在家里找到感冒药 又将人哄起来吃了一粒 许梅睡了许久 总觉得好像快睡了 有半天的时间了 迷迷糊糊 记得昨晚醒了一下 被薛层哄着吃了点饭 好像还吃了一粒感冒药 直到现在 还有点昏昏沉沉的 起来洗漱完 就看到桌上留下的字条 记得吃饭 早上退烧了 如果还不舒服 给我打电话 她将纸条收好 坐下来吃饭 可还是感觉头痛得很 在家里翻了下 找到个体温计 凉了下 38.5 果真还是发烧了 她回房间拿了手机 给薛层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那头响了好久 一直都是铃声 直到传来一声机械的声音 没见 许梅撑着脑袋 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 觉得还是去医院好了 看了眼天气预报 大雪 她转头看向窗外 果真 窗外已经飘起雪花来了 她好像依赖上 有削层的日子了 这才一时半刻 没联系到他人 就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她去换了身后点的衣服 才下楼打车去医院 大雪 容易堵车 许梅在路上堵了好一会儿 才到医院 看了医生之后 本来说的是开点退烧药 但是许梅天生嗓子演戏 从小就吞不下药小的时候 一颗胶囊都要拆开来 对水一口闷 直到大了稍微好一点了 多艳艳也能下去 但她实在不喜欢 胶囊在口中化开的感觉 还是让医生给她调平谁好了 结账的地方 排着小队 她看了看手机 薛层还没有回电话过来 心里有点难受 在抬头时 就到自己了 结完账刚准备去药房时 就看到一抹略带熟悉的身影 她快步上前 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那男子回头 看上去似乎没认出许梅 许梅笑着说了句 还记得吗 几年前你在F国帮过我的 下大雪发烧 你送我去医院的 你帮我付了医药费 我一直很感谢你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有空请你请个饭 表示感谢 那人想了一会 似乎是记起来了 记得 那会儿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一点医药费不足挂齿 许梅点头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 两个人没有多说 她好像还赶时间就先走了 许梅看着她走的方向 步履匆匆地 走到另一个男人身边 低头略显恭敬地说着什么 那人的背影 好像很熟悉 还没等她走上前 两人就走了 走到输业区 许梅处理好一切 看着手背上插好的针管 定了的闹钟 又合上了眼 迷迷糊糊地 好像又想起 那年在S国 初次过去 人生地不熟的 偶尔就会在社交平台上 发发牢骚 吐槽吃得不适应 天气不适应 语言不适应 直到后面演奏越来越紧凑 练习的时间越来越多 渐渐就没空吐槽了 每天都去练习吃饭睡觉 也是一个大冬天 雪特别大 漫天的雪花 像是落不完似的 那天也是许梅最倒霉的一次 在异国他乡 被偷了钱包 国外没有移动支付 只好走回去 不知道走了多久 被动了多久 路过公园躺椅的时候 就直接泪趴下了 再醒过来 就在医院了 那个好心人帮她付了药费 许梅本来想要个联系方式的 结果匆匆下去 就看到 那人直接上了车 留下一个背影 车门关上前 她看到车内还有一个人 留下一个侧影 那人身影修长 人中龙凤 可以说是 让人见之不忘的地步 车门很快关上 好像那人的影子 就在脑子里停留了一秒而已 许梅迷迷糊糊睁开眼 脑子里的记忆 又重新和刚才叠合在一起 大雪 发烧 车内的人 和刚刚的男人低头交谈的人一样 背影熟悉的 让她一下想起来 是复城 第116章 你可以撒娇 她想起来 是在哪里见过复城了 怪不得第一次见复城的时候 会有熟悉的感觉 所以 第一次见复城的时候 她会困惑自己 见过她的事情 只是真的就会那么巧合吗 在异国他乡 偏偏就她幸运 会有好心人送她来医院 她想起上次从男士回来 她帮她拉行李 说 受人之托 她不是一个热心的人 外界给她的评论 也是清冷疏离 不敬人事 这样的人 她并不觉得 会好心地在异国他乡 将一个女生送进医院 所以 在S国的那次 会不会也是 受人之托 胸口顿时闷闷的 许多个疑问充斥在脑海里 心口像是塞了团棉花一样 明明是闭着眼的 眼眶里却还是晕满了泪 突然很想看到薛层 想问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想问问她知不知道 她是不是也在那个雪天出现过 是不是在她不知道的地方 其实两个人是遇见过的 忽然怀里的手机 开始震动起来 她垂眸看去 是薛层 她有点手足无措 一只手有点颤抖 过了一会儿 她按下接听 刚刚在开会 是不是还不太舒服 一听到她的声音 心脏像是 被人揪着一样难受 她鼻尖一紧泛起酸一来 声音带着哽咽 一抽一抽的话都说不全 我在医院 我不舒服 头好痛 像是第一次生病的小孩 不愿意打针吃药一样委屈 她一边说 一边吸着鼻子 眼泪不受控制地滴下来 在医院 她声音变得急切起来 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过来 许梅声音微微颤抖 带着浓重的鼻音 第一医院 离家里最近的这家 我现在过来 等我十分钟 我陪你说话 你别挂电话 许梅听着她的声音 微微平复了一点 但一开口 还是难受得很 鼻尖像是被紧紧堵住一样 说不出话来 只能应下一声 好 封层过来应该要二十分钟 一路上 薛层都在陪她说话 电话一刻都没挂断 等薛层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电话才被她挂断 通话时长 十一点十九分 十一分钟 她果然还是赶过来了 薛层低着头看着她 哭得眼睛都快肿了 整个身子颤抖着 一旁的手背上 还在挂着水 她伸手将人搂进怀里 一下又一下地 抚着她的背脊安慰道 这么委屈 怪我 今天应该陪着你的 她现在不是一点后悔 今天为什么要去上班 就算临走时看她退烧了 也应该猜到 可能会反复发烧 今天就应该陪着她的 一只手摸了摸她 正在挂水的手指 冬天的挂水 让她整个手指都冷得不像话 没办法只好捂着指尖 一直等她不哭了 情绪慢慢缓和下来 她才坐在一旁 看着挂瓶里的水快完了 薛层按了下呼叫铃 等护士过来 又换了瓶心的 许梅垂着头 目光看着她 不停给自己的指尖哈气 想让她暖和一点 她之前也是不幸的 不幸会有人无缘无故地 对一个人用尽全心 但是现在 她好像有点知道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 薛层 她轻声唤她 怎么了 她停下动作看着她 她眼眸刚刚哭过 泛红的眼眶 在她白痴般的脸颊上 显得整个人格外的脆弱 许梅唇齿微张 却不知道该怎么问 最后还是深呼吸了一下 忍住心里的酸涩 她说 我想起来之前 是在哪里见过复城啊 说完 薛层的动作一顿 整个人愣住了一瞬 但手上 还是握着她的手 心里默然明白过来 她 为什么会哭得这么委屈 她垂着头 看着她的葱白的指节 内心像是空了一块 她声音嘀嘀地 问 在哪里见过 许梅看着她 一直没有抬头 她总觉得 薛层是个心事满满的人 但又觉得 在她的小世界里 自己是有一席之地的 她不是不愿说 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就像她之前对她 也保持着距离一样 只是她的距离在心里 她猜不到 她的秘密是什么 但觉得她可能比她 喜欢她要早许多 许梅靠在背椅上 吸了吸鼻子 让自己情绪平复一点 她淡淡倒 之前在F国的时候 有一次也像今天一样 发烧 下着大雪 只不过那会更惨一点 还被偷了钱包 不能打车 只能自己走回公寓 后来实在撑不住 在公园堂椅上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 是一个人把我送到医院 替我付了医药费 刚刚我也看到她了 看上去像是傅城的助理 我才想起来 那年在F国的医院 我也看到傅城了 没想到吧 她那种不近人似的 会好心送我进医院 说完 空气里安静了几秒 薛曾听她平淡地述说 自己的过去 像一则简单的记事一样 可是没有亲眼见过 又怎么知道 那会儿的她 过得有多苦 那年的冬天 鹅毛大雪 遍地的雪白 只有她躺在公园的长椅上 脆弱的像是一碰就碎的瓷器一样 浸在冰冷的血液里 她甚至不敢去细想 如果她那天没有去 会怎么样 在国外日子很难过吧 薛曾轻轻捏着她的手指 但其实她心里都有数 那种感受 她也可以感同身受 许梅抿着唇笑了笑 现在觉得还好 我很少想到以前在国外的事情 毕竟我很满意现在的日子 说完她又笑着看着她 眉眼弯弯地 之前的委屈 都消散得一干二净 她能感受到 薛曾是真心实意地对她就好 那你呢 你以前在国外过得辛苦吗 许梅反问她 看她目光渐渐释然 薛曾忽然开口 等忙完这段时间 带你回S国看看 给你讲讲我以前怎么过来的 许梅对她的回答有些讶异 但一点点期待 已经埋在心里了 她微微点头 应了一声好 两瓶水挂下来 稍是退了下来 只是整个人 还是没什么力气昏昏沉沉的 薛曾是直接把她抱上车的 上车后 又拿了张毯子给她包好 生怕冷到了一点 不用这么紧张 一点感冒发烧而已 不碍事的 以前的时候 感冒她最多 自己吃点感冒药 再睡上一大觉 醒来基本能好得七七八八了 薛曾拧着眉 神色明显不悦 不行 会心疼的 明明整个人都难受得不行了 还说没什么事 比起她生病 更心疼的是 她什么都想着自己熬熬 就能过去的心态 别老说没事没事 不要什么都自己扛着 你可以示弱 可以撒娇 她又开口告诉她 许梅嘟囔着嘴 似乎有些不满 给你打了电话的 你没接 第117章 许安慈善基金 薛曾一顿 又开始懊恼起来 那会儿手机放在一边 没注意到 下次不会了 要是没接 你就一直打 打到我接位置 那会儿 她开了震动放一边 开会时 几个部门的人吵了起来 声音有点大 盖过了震动的声音 等她想起来 才看到有一通未接 原谅我 她低下头来 凑到她面前 轻轻在唇上 亲了一口 声音低哑 许梅眼睛眨了眨 身子缩了缩 她试探问了句 那你现在是在撒娇吗 薛曾皱眉 又坐回驾驶座 试图掩饰什么 她道 男生撒什么娇 她只是在道歉 许梅见她满脸不自在 没忍住笑出声来 伸手在她脸上戳了戳 薛曾 公主可以撒娇的 她喜欢看公主撒娇 等感冒彻底好了 已经过去一天了 许梅看了看日历上的时间 被她设为了特别提醒的一天 12点30 薛曾的生日啊 生日礼物 她很早就去准备了 刚起床洗漱完 就接到了电话 许女士您好 您定制的这款腕表 已经到我们柜台了 需要帮您送上门吗 不用了 我过去拿 上次送她腕表时 整个人像是个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她立马就去订了一款新的 这样 应该也算成衣满满了 算算时间 取完腕表 再去买个蛋糕 回来做顿饭 时间正好 刚出门 薛曾电话就打了过来 在家 她沉声问道 没呢 在外面 出来去庄柜取个东西 薛曾以为 她是订了什么包包首饰之类的 也没多问 今晚要不要出去吃饭 出去吃饭 估计她也是想着 生日出去吃一顿就算过了 但是出去吃 她的惊喜不就没有了 许美扭捏道 太冷了 还是想在家吃 她刚生完一场病 薛曾也怕她又冻到了 想了会 那下班我去买菜 回家做饭吃 不用你买了 我买了直接带回家就好了 薛曾总是在打破她计划的边缘徘徊 她只好这样说 好 那辛苦老婆了 听筒那头 传来许美的几声笑声 行了 你快去工作吧 说完就急匆匆挂了电话 到柜台后 柜姐确认身份后 就将表装好给她 她定制了一款 比较简约小众的腕表 只是表盘上 有精心雕刻的字母 Killac 像是她喜欢她的心情一样 如同千万只在心口振翅的蝴蝶 一开口说出 她的名字 就是浑身酥酥麻麻的感觉 整个腕表 没有镶嵌什么华丽的钻石和珠宝 只是一眼 就能让许美觉得很喜欢 薛曾应该也会喜欢的 风层大楼 薛曾想了想要怎么委婉 提示许美 今天是她生日 只是想了半天 也没有一个满意结果出来 本来想着出去吃一顿饭 再买通服务员委婉提示一下 结果她想在家吃 算了还是晚上回家再说 扣扣 门外敲门声响起 薛曾喊了一声劲 是方柱 手里抱着一本文件夹 眉目间似乎有些凝重 怎么了 薛曾开口问她 只见方柱 将文件夹打开 放在薛曾面前 薛总 太太名下的许氏资产里 有一块许安慈善基金的部分 今天有一笔汇款 金额是二十万元 来源是曾经资助过的一位学生 但是总共资助金额 也没有二十万 慈善基金 薛曾垂谋去翻看手里的文件 据她所知许美名下 没有慈善基金的 这个是原来许家父母 在的时候建立的 后来出了事 没过多久就关闭了 现在已经关了很多年了 行 我知道了 方柱硬下 出去时带上了门 薛曾看着文件上的数目 总觉得不太对 许家资助的这家人 只资助了短短两年而已 而且 金额也不到十万 按理来说 就算是资助生回馈 也不会过去这么久 忽然汇款 她翻到资助生详细资料那页 资助生姓名 李子如 这个名字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一般 她轻看一口气 将东西收了起来 想着回去 问问许美 下午六点 薛曾一开门 就能闻到浓郁的香气 自己也经常做饭 光闻着就知道 这汤应该是煲了很久的 刚脱下外套 就看到许美端着滚烫的汤出来 一眼看到她 脸上眉眼一弯 笑着说了句 你回来了 薛曾上前几步 帮她把桌面上的东西挪开 放了块隔热垫上去 一放上去 许美烫得捏了捏耳朵 小心点 她提醒道 我知道的 我很小心的 而且我厨艺还可以的 你快去洗手吃饭 薛曾抿着唇 眼里带着笑意 洗完手出来 薛曾去厨房盛了两碗饭 把饭放在许美面前的时候 想到今天方柱说的是 她开口问了句 还记得许家有个许安慈善基金吗 许美点头 记得 还是我爸妈在的时候打理的 他们出事之后就出销了 那你还记得 一个叫李子如的资助生吗 许美筷子一顿 放在桌面上 又问了一句 李子如 薛曾点头 有印象 其实 许美对这个人印象一直不多 资助的话 应该也是她成绩很好 所以才会选择资助 但是要说印象深 还是上次剪音视频 爆出来的时候 要不是薛曾问她 她大概也不会记得这个人 有一点 算是我高一的同学吧 后来高二分班分到了 陆之眼和剪音他们班 上次剪音的事情爆出来 剪音还对她 有过霸凌行为 但是她这人过于文静 估计也没有主动 和家里人提起过 除了资助的事情 我对她也不了解 只能算是有金钱交易的陌生人 说完叹了口气 薛曾拧眉 淡淡道 有人往账户打钱 信息就是李子如的信息 但是我查了下 你资助的金额并不多 所以这笔款有点可疑 很奇怪 说完是个名眼人 都觉得不太对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 许梅撑着脑袋想了想 基金会取消之后 有一部分人还需要资助 所以有些人 我是自己出资帮他们的 李子如再不在名单里 我也不清楚 你说会有关系吗 薛曾听她说完 心中有点答案了 这个李子如大概就在其中 行 我知道了 我再去查查 你别担心 说完许梅心中释然 一只手撑着脑袋看她 这人也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她今天做一桌子菜的原因 第118章 生日 你就不问问 我今天为什么 做这么多好吃的吗 许梅嘟囔道 她脸上的表情 似笑非笑 我又不傻 所以是不是有句话 没和我说 许梅轻哼一声 唇角扬着笑 生日快乐 薛曾心口慢起暖意 谢谢老婆 许梅笑着 又给她碗里 加了许多菜 脸上藏着坏似的 让她多吃点 薛曾一连吃了两大碗 直到有点撑了 才放下碗筷 桌上的饭菜 还没来得及收拾 就被许梅拉着到了房间里 薛曾还一脸困惑 谁知道下一秒就听她说 给你准备了礼物 十分钟哦 找到有奖励 她双手搭在她的肩头 轻轻点起脚来 侧头在她脸颊上 轻了一口 薛曾无奈笑道 这么神秘 看着她嘴角微微扬起 带着点似有若无的勾引 许梅就知道大事不妙 还没等她的手勾住腰肢 她就一个转身 从她怀里出去了 走到房间门口时 许梅还说道 没找到有惩罚刀 薛曾刚想说什么 房门就被关上了 虽然不知道 这是许梅从哪学来的 但不得不说她很受用 按照许梅的性子 如果只给十分钟的时间 那肯定是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基本不会塞得很隐秘 许梅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 她直接就放在她的腕表展示柜里 只要她去衣帽间看一眼 就能找到了 结果等打开房门时 许梅见她抱着的大箱子 整个人都傻眼了 你找到什么了 薛曾看她一脸疑惑 手里又掂量了掂量手里的箱子 她还没拆开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只是很轻 放在衣帽间的最上面 难道不是这个 礼物 不是这个 她问道 许梅摇头 直接从柜子里 拿出那枚腕表递给她 这才是礼物 打开盒子的时候 她的确惊喜到了 顿时感到呼吸一致 她能感受到 许梅再很用心地 给她准备礼物 估计是注意到 上次她戴手表时发现 不是她送的 有点不开心 她抬了抬手 将袖子撩上去 一只手解开 自己手上原先戴着的腕表 露出一截精壮的手臂 帮我戴上 她沉声问道 许梅这才从盒子里 取下给她戴上 明明都见过 无数次她的身体 却还是能被她 不经意散发的荷尔蒙所吸引 她低下头来 小心帮她扣好 耳侧上挂着的头发 散落下来 划过她的手臂 像是羽毛一般 好啦 她戴好后 自己欣赏了片刻后给她看 薛尘第一眼就觉得很好看 果真戴在手上更好看了 老婆眼光很好 说完 薛尘盯着表盘看了一会 问她 刻字是有什么含义吗 有的 她说 她抬起手来让她凑过来点 薛尘俯下身去 耳朵凑到她嘴边 她的声音甜软 气息打在耳廓 她听到她说 Killock是心动的感觉 她想表达的意思通俗易懂 一瞬间打到她心里 像是彩色的玻璃房里 数以万只的彩色蝴蝶 冲破出来 她在那碎裂的玻璃里 看到了一整个五彩斑斓春色 又想到刚刚爆出来的那个纸箱 最上面一层都已经落了灰 应该是放了一会了 但她又一时半会没看到其他的 就直接将它爆了出来 房子之前都是自己住 从没放过东西在哪 能放的就只有许梅了 但是什么东西 需要放在最上面 像是故意藏起来一样 那那个箱子呢 是什么东西 许梅也看了看地上的纸箱 满脸疑惑 我也不知道啊 你在哪找到的 说着她蹲下来 准备去打开纸盒 薛层淡淡道 衣柜最上面 许梅平静如水 在听到她说 衣柜上面的时候 一瞬间宛若惊雷 衣柜最上面 那岂不是黎安安 最开始给准备的贺脸 她的手络在箱子上 没有打开 尴尬的闽唇笑了笑 那还是放回去吧 都是一些杂物 杂物 薛层挑眉又问了句 许梅目光坚定 嗯 杂物 她骤然笑出声 杂物不像 像秘密 老婆背着我藏东西 还不能被我发现 许梅死死按着纸箱 试图不让薛层去打开 但终归是 又不过力量悬殊 加上这人又半委屈 物理加法术攻击 这谁扛得住 打开箱子的一瞬 薛层也是惊住了 比起上次打开快递 和看到一箱BYT 还要震惊 所以 她是个内心狂放的 薛层侧过头来 眼角微微上挑 看了眼纸箱 又看了眼许梅 所以 这是你的秘密 许梅红着脸 又将箱子合上 嘴里磕磕绊绊的 就 叫安安送的新婚礼物 薛层若有所思 与众心长了一声 哦 离安安好闺蜜 许梅想抱着箱子回房间 谁知道 被她从身后还住 薛层的嗓音 低沉带着雌性 捏着她的手 将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难以推却地说道 既然是礼物 总不好服了别人的心意 你说呢 我 许梅话还没说出口 就见 她将里面的衣服拿出来 展示在她面前 黑色的吊带裙 前面一直到腰腹 只有一条真丝的绑带 不堪一击 都不敢想象 穿在身上 轻轻一扯 就能露出的风光 薛层的头埋在她的脖梗处 湿热的呼吸 宛若羽毛般的勾引 我也想看看 这些东西 对我的诱惑有多大 她说的她花枝乱颤 心脏剧烈跳动着 不由自主地被她牵引着走 我 她脑子里还在组织语言 就被薛层一句话堵了回去 她哄她 穿穿试试 今天我生日的 这点小请求老婆 不会不满足的吧 许梅第一次觉得 薛层抛开那张脸 声音也是极具诱惑力的 不然 怎么没看到她的脸 光是听她的声音 就能让人酥掉骨头 薛层见她没说话 一把将人抱起来 在箱子里 拿了两件出来 直接朝着卧室走去 洗过澡后的许梅像 是美艳的蝴蝶 黑色网纱格外的衬人 薛层一寸寸的抚摸 紧紧将她缠绕 温热的鼻息 淹没她的感官 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张 紧紧执密的网 从上至下 没有落下一处 她像是寒冬里的红霉 冰冷的雪落下 身上开出一朵朵红霉来 意识开始 渐渐模糊 最后分不清 送出去的是万表 还是她 第119章 方木号 一日 薛层出门的时候 许梅还睡得正香 整个房间里都是一阵迷乱的气息 地面上散落着几块破碎的布料 黎安买的 质量不太行 今天要去工厂 方祖过来接她 坐在车里的时候 薛层就直接拿出手机点开 橙色软件 简单搜索了一下 果然琳琅满目的种类颇多 薛层看到下面扫到一个词 练衣 仅仅只是扫了一眼就觉得 猴结痒痒的 纸醉金迷 大敌也不过如此了 薛层选了几款 点了下单 关掉手机后 一闭上眼就是许梅昨晚的模样 她摇了摇头 试图去想点别的事情 来转移注意力 忽然想起 昨晚饭桌上说的事 薛层缓缓开口 昨天慈善基金会的事 夫人说 当初注销的时候 她曾经自己出资了几位资助省 你去查一查这几个人 特别是有没有那个叫李子如的 方祖点头 好的 昨晚方祖又查了点信息 开口说 这位李小姐 好像已经去世了 薛层一愣 心中一凉 按理来说 现在应该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岁 可惜了 事故吗 薛层问道 方祖解释 好像是中毒抑郁 还没等到她父亲坐牢出来 就自尽了 她父亲犯什么事了 开车撞人 判了故意杀人罪 要做八年 还有两年才能出来 薛层轻叹一口气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刚闭上眼方祖刚刚说的 一通话 又在脑子里 回响了一遍 开车撞人 六年前 昨晚吃饭 时许梅说的话 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简婴对李子 如有过校园霸凌 如果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那简婴的那场车祸 很可能就是一个父亲 对女儿的全权相互之心 产生的蓄意报复 倘若 是因为简婴的校园霸凌 让李子如心里 受到创伤 父亲疼爱女儿 做出什么 失去理智的事情 也未尝不可 而许梅 给她的资助金 也可能被陆之眼认为是 买凶的证据 事情 渐渐变得明晰起来 好似有一条命运的引线 将大家捆绑在一起 等会去查一下 这个人的车祸 和六年前简婴出事的车祸 是否相关 方柱听了心中一惊 好的 薛总 之前薛总就让他查过这件事 但是怎么都查不出来 就连那场车祸的详细信息 司机的身份都不得而知 若是将两场车祸的时间线 和地点对比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 薛曾想了想 如果这两场车祸 真的是同一起 那他陆之眼 真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人 薛曾早上出门的时候 比较早 回去的时候 也不过是中午 他亲手亲脚 推开门一看屋内 还是昏暗的一片 就知道他还没起来 薛曾又轻声把门合上 他转身去了厨房 简单处理了一下食材 就放在锅里炖 直到锅里的水开了咕噜咕噜 冒着大泡塌 才转成小火 看了眼时间 订好闹钟就去了书房 一进门 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通久违的跨国电话 薛曾先是一瞬间的震愣 随后还是按下了接听 哥 他轻声喊了一句 电话那头是方木蕊的哥哥 方木浩 方木浩的声音偏沉稳一点 说话时带着困惑 你怎么有气无力的 徐 薛曾被他说得连连咳嗽几声 提起声来说 没有 我怎么会徐 电话那头的方木浩浅笑几声 也不再打去他 好了 下次回来 请你和弟妹吃饭 结婚也不和我提前说一声 意外 过段时间会回去的 说完电话那头 安静了几秒 方木浩 似乎是有什么话不好说一样 听着有几次叹气的声音 小蕊呢 最近还好吗 薛曾想到 上次他活蹦乱跳的模样 笑着说了句 还好 是有什么事吗 方木浩 语重心长地说 你知道的 我现在在收权 现在手里 已经有40%左右的股份了 但是你知道的 这还不够 爷爷 似乎是看出 我的动作了 小蕊的婚事 估计这段时间 爷爷就要定下来了 到时候不管 他在华国 还是在哪个国家 都逃不掉 说完 薛曾直接轻轻 敲打着窗边 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所以 我能帮你什么 这两个姓方木的兄妹 都是一个姓子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闲来无事 一年 都不会给你 打个电话唠嗑 听他说了这么多 也该步入正题了 果然 说完就听到 方木浩的笑声 所以 你在国内多看着点他 别让他被抓了 有必要的话 可能还需要你来 S国帮帮我 薛曾算是听懂了 后半句才是重点 他冷笑 我去帮你 老爷子 只会把医院当成家 那年他在方木浩住的半个月里 老爷子在医院 住了一星期 如果他再回去 只怕是会让老爷子 拿着棍子赶出来 能把人气进医院 也是你的本事 那样老爷子 就无暇顾及我的事情了 这不是正好 薛曾对于方木浩的回答 不知道 是该笑 还是该夸 他捏了捏衫根 叹气道 知道了 到时候看吧 说完又听他吹了几个彩虹屁 薛曾急匆匆地把电话挂了 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 想了许久 还是在手机里 找到方木蕊的电话 拨了过去 电话铃声响了许久都没接 薛曾想着估计 是在工作 刚准备挂了电话 就被接通了 还没说话 就听见电话那头 迷迷糊糊传来一声 疲惫的男音 谁啊 这个声音 他闭着眼都能听出来 薛曾脑子一片混沌 最后 还是缓缓说了一句 方知义 你为什么拿着小蕊的电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随后就是一阵尖叫 话还没说 电话就被挂断了 薛曾看着手机 界面上挂断的通话 笑了笑 身子往背上一靠 唇角的笑意不减 这下不用联姻了 倒是方知义这个小子 还真是让他意想不到 简单在书房处理了一下 工作薛曾的闹钟就响了 他走到厨房 将灶台上的火关了 掉了下位觉得 差不多了 才轻手轻脚地进了房间 床上的人儿缩成一团 发丝凌乱地散落 在枕头上 薛曾走到一旁坐下 俯下身 在他脸颊上轻了又轻 许眉像是被打扰了一样 皱着眉头 声音音鸣 薛曾凑进去听 听到他迷迷呼呼 说了一句 薛曾 不要了 第120章 真相 听到他喃喃说的什么 薛曾扶着额头 在一旁低笑 垂眸看着睡梦中的女生 脸颊泛着浅浅的红 薄唇紧闭着 让他忍不住想去揉一下 他抬手将他眼前的发丝撩去 声音低沉在他耳边轻哄 起床吧 吃饭了 但是显然 这样是 叫不醒许眉的 可是不吃饭也不好 他想了会儿 要怎么喊他起来吃饭 最后还是出去将饭菜盛好 拿到房间来 饭菜的香气 一会儿就充斥了整个房间 他把饭菜放在一边 走到床边坐下 一只手探进被窝里 轻柔地摸到他的手 软软的 这只手 昨晚还被他含在嘴里 他轻轻捏了捏被窝里的小手 一边喊着他名字 小梅吃饭了 没没 好了好几声 被窝里的人才渐渐有了点反应 嗯 他侧过头来 迷迷糊糊地将眼睛眯成一条缝 脸上还是一脸被打扰了的烦躁 看清是削层后 又往被窝里蹭了蹭 耳侧听到他几声暗笑 下一秒 他就将人从被窝里捞出来 不睡了 洗漱一下吃点东西 许梅尽管很不想起来 但又觉得肚子的确有点饿了 他目光看了看 放在一旁床头柜上的饭菜 浓郁鲜美的味道 窜进鼻尖 他轻叹一口气 果真还是按捺不住美食的诱惑 拖着身子想去卫生间 脚还没粘地 就被他直接抱起 他笑道 抱你去洗漱 许梅倒是习惯了他这副模样 哼哼两声 又将头埋进他怀里 将他放在池子边上 去拿了牙膏牙刷挤好给他 他就站在他身后 一只手时不时捏着他 腰间的软肉 从镜子里看到他低头时 胸口的斑驳于红 有他昨晚印上去的 也有他前几日印上去的 还没消掉 每次欲望上来的时候 看到许梅 总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力度 想着不留余地 在他身上每一处都留下印记 薛层闭着眼 从身后抱住他 声音轻柔 还痛吗 要不要再抹点药 听到他这样说话 许梅身子一僵 以为他又想要了 伸手在他腰上一掐 你克制点 最近 最近太平凡了 你不觉得吗 他洗完脸 转过身来看他 这回 没有刚起床那么迷茫 眼睛里又闪着细碎的光 薛层知道他会错了意 垂头暗笑起来 他摇摇头 轻声说 平凡不平凡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老公身体不错 这点频率还受得住 说完就见许梅嘟着嘴 暗暗道 我受不了 他气鼓鼓地推了他一下 撑着池边下来 薛层笑着侧着脑袋 凑到他面前 生气了 许梅重重地哼了一声 仿佛在说 我生梅生气 你看不出来 薛层被他逗得仰着头 哈哈笑出两声 许梅眉心锁得更重了 刚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房间里的手机铃声 就响了起来 薛层眉急着去接电话 一手抓住许梅的手腕 低下头来 就是急切强烈地 撬开他的齿关 刚洗漱完的他 口腔里 接微滚 声音低哑 好甜 说完 在他眉心亲了一口 才去接电话 在挂断前最后一刻 薛层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 是方柱严肃的声音 薛总 车祸的事查好了 如你想的一样 薛层听完 目光朝许梅那看了一眼 行 东西准备好 我下我过去 许梅是当事人 被陆之眼无缘无故 泼了这么多年的脏水 总要让他知道 但又能想象到 他知道的那一刻 神情能有多无语 许梅感觉到 他看向自己 空中对视一瞬 许梅对他使了个鬼脸 薛层挂了电话 走到他身边说了声 下午和我去趟公司 这还是薛层第一次 主动找他去封层 一直到封层之前 许梅都不知道 薛层是有什么事情 到办公室的后 方柱就进来了 手里拿着一摞文件 方柱将几份文件 摊开放在桌面上 开口说道 薛总都在这里了 时间地点车辆都对得上 薛层翻开一份 轻轻瞥了几眼淡淡道 行 放在这就行了 许梅见两个人一脸严肃 也没好开口 等方柱又出去了 薛层才抬眼看过来 他抬手 让他过来 许梅走过去 目光在他桌面上的文件上 留恋了一会 怎 话还没开口说出来 许梅就看到桌面上文件的内容 一张张现场车祸的图片 被撞得凹进去的扭曲车头 许梅对这几张照片 不要太熟悉 虽然信息封锁了很久 车祸现场的图片 虽然没有在网上见过 但这几张车祸现场的图 陆之眼打在他身上很多次 像是要让他牢牢记在心里一样 毫不留情地打在他身上 每每提到这件事 他都是一脸嫌恶的模样 顿时从心底里 泛出一种不适感 薛层注意到他脸色的变化 将那几张图片的文件夹合上 他缓缓说道 这件事 对你来说可能会反感 但我觉得 你有知情的权利 想看看吗 他在征求他的同意 他想看他 就原原本本告诉他 不想看他就收起来 让他再也看不见 许梅心里纠结了一会 点头同意 被冤枉这么多年 总要给自己讨个公道 见他同意了 薛层翻开一份份文件 缓缓的 记得那个叫李子如的吗 当年那场车祸 是他的父亲开车状的 你可以理解为 是父亲为了子女的疼惜 而恶意报复 而陆之眼口中的证据 大概就是这个 他将一份收款记录 放到他面前 是几笔银行的亏款记录 数量不多 总共一起也就几万 只是给李子如的学费 资助而已 所以 这就是证据吗 许梅抱着那份收款记录 淡淡道 薛层一手揽着他的肩膀 巧声道 或许这就是他认定的证据 蛮搞笑的 许梅冷笑一声 将文件合上 薛层的双手放在他手背上 紧紧握着 乖乖 他换他 这件事 你想告诉陆之眼吗 毕竟这件事 他冤枉你很多年 第121章 我都听你的 许梅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侧着头问了他一句 你觉得呢 需要告诉他吗 薛层抱着他的腰肢 想了话 说 我都听你的 许梅摆弄着他的手 在他的指节上 不轻不重地骂撒着 其实 要不要告诉陆之眼 这件事 对许梅来讲 好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他来说 自己在陆之眼眼中 好也罢坏也罢 都无足轻重了 如果告诉他了 说不定还会徒增烦恼 不用告诉他了 没什么意思 许梅说完 将那些文件合上 薛层的手 还落在他的腰上 整理完那些文件 他一只手落在他手背上 身子轻轻往后仰 柔弱无骨般地 靠在他怀里 缓缓解释 过去这么久了 真相不真相的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他眼中的我怎么样 是个什么样的人 都无所谓的 他现在只在意 薛层眼中的自己 听他这样说 薛层也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来 好 听你的 但前提是他 不能再那样说你 他心里最好的人 不应该被鹿只眼 一次又一次地泼脏水 好在自己是 一直相信他的 许梅没意见 轻声说了句好 中午和薛层吃过饭后 许梅去了安安的店里 过了这么久店铺 基本装修 已经搞定了 剩下些软装 除了一些需要定制的东西 量好尺寸 交给定制公司 其余的到时候 去家具城看看就行 许梅到的时候 就看到黎安安搬了张凳子 坐在门口 手里抓着捧瓜子 脚边还有个垃圾桶 模样不像是店铺的老板娘 倒像是来收拖欠房租的包租婆一样 看到许梅的时候 黎安安手里的瓜子 刚好磕完 她拍了拍手 站起身来 抬手遮了遮顶头的阳光 许梅笑着打趣她 你这模样 像的包租婆一样 黎安耸了耸肩膀 说 我还想当包租婆呢 包租婆多爽啊 天天躺着就有钱 你说得好像你很缺钱一样 怎么楼少 已经负担不起 黎小姐的开销了 许梅调侃完 没见黎安安反驳 倒是一脸泄气的模样 缺是不缺 但也造不住有人败家呀 嗯 许梅一听兴致来了 楼少败家 黎安安听后 想了下又说 也不是败家吧 就是这人 可能没什么金钱概念 完全没想着存钱的事 上次我们去逛街 我看中了一个新出的包包 本来要配货的 我想着晚些时候 自己再过来挑 谁知道楼上 直接拉着我进去了 二话不说 就配了货买下来 许梅听着没什么不对 反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要放在以前 的确没什么问题 黎安安叹了口气 继续说 但是他现在没什么收入啊 又不像以前有个保镖公司 一年什么破事 不干也有固定收入 现在楼家 把保镖公司收了回去 他还这么利落地花钱 在我看来 就是在十年十年的 延长他的打工时间 听完许梅扑斥一下 笑出声来 其实我觉得 黎大哥挺好说话的 黎安安又叹了口气 那是因为 你结婚对象是薛总啊 对了 薛总的聘礼呢 聘礼 不提到这个事 许梅完全都没想到 还没等许梅说话 黎安安又问他 还有你们 不打算办婚礼吗 这些该有的流程 总要走完吧 如果今天不说到这些 许梅的确从来 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两个人本身 结婚就匆忙 很多仪式上的事情 都被自然忽略了 之前想着 和薛曾搭伙 过一辈子就行了 可慢慢喜欢他之后 他发现自己 对于穿婚纱 嫁给他这件事来说 是充满期待的 这些事 我们还没商量过 聘礼也没说过 我们觉得匆忙 都忘了 许梅忘了 的确正常 可薛曾怎么一快 跟着忘了 这件事薛总做得不行啊 那你爷爷呢 许老爷子 也没和薛曾提过聘礼的事情吗 许梅抿着唇 想到上次回去的场景 缓缓的 爷爷没有提过 而且把我的嫁妆 都给薛曾打理了 黎安安 若不是薛曾的所作所为 他都看在眼里 要不是薛曾 喜欢他八年 他都觉得这人是个 骗财骗色的渣男了 那这件事先不谈 老爷子自然 有老爷子的理由 那婚礼呢 你们总要商量吧 婚礼 基本上是每个女生 都梦寐以求的是吧 不知道和薛曾提起来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反应 傍晚的时候 薛曾有个应酬 在一家新开的酒吧 本来不太想去 但这酒吧老板何方之意 有点交情 乘个面子 去做做就行 但许梅不喜欢他应酬 跟着一块去 打了个电话问了下 的确他不想去 只说了句晚上 早点回去 有事和他说 这话一说 薛曾更不想去应酬了 这有话不说 让人挠心抓废的 薛曾一张脸平静如水座 在包间里 周围几个人 有的是爆发户 有的是没什么用的富二代 嘴里说的话 不堪入耳 薛曾按了按太阳穴 就直言去趟卫生间 洗手出来的时候 看了眼时间 过去半小时了 想着回去说一声 也就能回去了 刚走到包间门口 就听到隔壁的声音 听得不太仔细 他又走上前几步 已在门口 虽然偷听不太道德 但他本身 就不是什么道德的人 听到鹿之眼的声音 断断续续从里面传来 时不时夹杂着 几声粗犷的男声 听着不熟 那口音 听着像临时的口音 约摸着 应该是陆氏几个外事的老总 油腻不堪 难以入耳 听了几声 觉得没意思 他就想回家了 家里还有人 等着他说私房话 刚转身 就听见里头一人说 陆总家的小异女 最近怎么不见人了 不会是藏在家里吧 不是我说陆总 那小异女 有几分姿色 倒不如 拿出来见见世面 薛层的脚步 骤然顿住 几人都是临时的 上次陆氏晚宴 并未邀请 加上薛层 也没有公众公开过 这几个外事的 的确正常 但这并不是他们 可以口不择言的理由 陆只眼刚准备说什么 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门从外面 被人一脚踹开 是薛层 陆只眼眉心微拧 刚站起身准备说什么 就看见薛层几步上前 将刚刚那人 一手从座位上拎起来 反手直接将人 摔在地上 那个老总 看着也有个一百六七十斤 就这样 像得垃圾一样 丢在地上 薛层一脚踩在那人嘴上 似是不想听见 他嘴里的脏话 他一副 居高临下屁逆众生的 冷漠神情看着他 声音似冷刚斑 一字一句道 我薛层的夫人 也是你这种杂碎 可以消想的 第122章 他们并不知道 她是你的妻子 薛层 陆只眼力声喝道 薛层这才漫不经心地 抬眼看了他一眼 唇角微扬笑出声来 怎么 陆总要给这种杂碎出头 他说话时带着笑 声音却冷得带着刺一样 饶食看谁 都不放在眼里的陆只眼 此刻也生出几分寒意 你先松开 有什么事 我和你谈 薛层闻言 倾笑出声 所以 陆总并不为此人的言论生气 谈也不是不行 只是这人以后 别想在海城出现了 说完 陆只眼脸色依旧平淡 只是略微有些不悦 这点简单的不悦 也只是薛层的忽然闯入带来的 薛层松开脚 在那人腰上踢了一脚 像是踢走一个垃圾一样 空气里安静得不像话 另外几人觉得事情不对 直接灰溜溜地走出包间 地上那人浑身被薛层摔得疼痛不已 指着薛层破口大骂 你算了什么东西 能说一不二 你知道我谁吗 薛层逆了他一眼 轻笑一声 我姓薛 封层的总裁 听得明白吗 那人突然间瞳孔骤然缩紧 口中的话变得结巴起来 你 封 封层 封层能在回国短短几个月内 就在海城占据一席之地 身为总裁的薛层 自然是实力不容小觑 虽不是豪门出身 但他的本事在那 自己就是豪门 他一时言语无措 陆只眼听得烦躁 行了 刘总还是先回去吧 陆只眼开口道 那人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刚走到门口 薛层冷冽的声音又响起 刘总这么喜欢让别人出来见世面 听说刘总有一爱女 下次也让我看看世面 他说着 抽出桌上的一张纸 慢条丝里地擦着自己的手指 明明没说什么害人的话 却让那人心生害怕 浑身血液倒流 血 薛总 是我没有眼见 冒犯了您夫人 求 求您不要让我的女儿 刘徐 我让你滚出去 陆只眼开口打断了他的恳求 看着面前两个都惹不起的佛 刘徐只好亮腔着步子走出去 没想到 薛总也是会拿无辜之人开刀的 陆只眼轻蔑地开口 薛层没看他 只是淡淡道 陆总说这话 倒是对自己的认知不过准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 薛层一想到自己查到的那些东西 就觉得可笑 他是怎么说得出这种话的 不重要 只是没想到 陆总身边竟然不管什么歪瓜裂走 都能当着你的面 随便议论许梅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到薛层这么拥护许梅 他就不舒服 但时至今日 他也只好说一句 他们并不知道 他是你的妻子 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那样开口 若是知道 定是不会这样说的 况且 他们也只是随口说说 并不会如何 谁知道下一秒就听见薛层说 即便撇去薛层妻子 和陆家一女的身份 他也不能这样 被人随意议论 他本来就是明珠 他还是许家千金的时候 也是尊宠一时的 他先是许梅后 才是我的妻子 你明白吗 陆只眼无语 笑道 无非三言两语而已 但并不会怎么样 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他说得轻飘飘 这几句话一说 薛层就知道 陆只眼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怪不得 薛层笑出声来 顿时对他的所作所为 有了理解 陆只眼 上次在医院 你和他道歉 我还以为你是有一点愧疚的 可没想到 你从来没有真心觉得对不起他 当年的车祸 你真以为是他做的吗 明明都是你和简易二人 作简自负 却把所有罪责怪在他头上 你恶不恶心 他站起身来 眸子清寒地看了他一眼 真庆幸 他能对你死心 他留下一句 转身就准备往外走去 心中觉得庆幸 还好许梅 对他早就看透 又觉得心疼到麻木 他在这样的人身边待了这么久 不知道被多少人浅薄的议论 薛层 陆只眼猛然站起身 喊住他 薛层脚步一顿 就听见他说 你说我作简自负 什么意思 明天上午九点 封层大楼 你来了就知道 你自己过去这么多年 有多可笑 原本打算听许梅的 不告诉他了 但是薛层实在忍受不了 陆只眼从心底里 瞧不起他的模样 许梅也曾经说过 就是因为车祸 陆只眼才对他的态度 大幅度转变 如果他知道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观一段 那得有多可笑 出了包间之后 薛层看了眼万表上的时间 这才忽然注意到 已经有点晚了 回自己包间说了一声 就往家里赶 快到家时 许梅发了条消息过来 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他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刚才因为陆只眼产生的阴霾 顿时烟消云散 他指尖打下一句 可以开门了 叮的一声 电梯门被打开 一出门就和刚打开门的许梅撞见 他笑道 你这么快 他走过去把门带上 低着头 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老婆催我了 自然要快点回来 他玩耳 凑到 他身上闻了闻 你喝酒了 嗯 他抬起手 在袖子上闻了闻 我没喝 包厂里其他人喝了 沾上了点味道 我先去洗澡 许梅点点头 帮他把外套挂起来 薛岑进浴室前 又给方志义打了个电话 怎 怎么了 薛岑听他的声音有点害怕 想起上次给方木蕊打电话的场景 他轻笑一声 帮我个忙 你和小蕊的事 我不说出去 说完 方志义轻咳两声 什么忙 陆家的声音 能拦多少拦多少 方志义微微不解 但还是说到 陆家后面 还有贺家帮忙 贺玉有意见 让他来找我 薛岑都这样说了 方志义也只好映下来 行 知道了 洗漱完出来 梅在房间看到许梅 他出去 看书房灯还亮着 他推门进去 今天想和我说什么事 许梅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让他过来 一副神秘的模样 薛岑淡淡笑着走过去坐下 就看他将手里的平板递过来 映入眼帘的 就是婚礼策划的设计图 你觉得哪个好看 薛岑神情一致 转头看他 他眸光里闪着光 细碎的明亮的 他笑着说 准备好嫁给我了 许梅忍着笑意 我不是早就嫁给你了吗 薛岑点头 是 说完 拉着他的手起来 过来一下 第123章 一页账目 许梅被他牵着 走到书桌旁 看着他打开自己的电脑 他手指轻快 不知道点了什么 跳出来一份文件 打开后 就是一幅很完美的婚礼策划图 娇艳的红占据了整个主色彩 整个婚礼现场 用无数朵玫瑰花 布置出了一只玫瑰花的形状 身在其中 被无数朵玫瑰花包围着 用无人机拍摄出的整场造型 亦是在一朵玫瑰的中心 细节处的桌子 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青纱和红色的玫瑰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是你在哪里 找的设计 他目不转睛地 看着屏幕里的图片 本来是站在他身旁的 慢慢弯下腰 靠近了些坐在他腿上 一手拿过他手里的鼠标 一张张设计图划过 喜欢吗 薛岑开口问他 他连连点头 基本上每个他对婚礼的幻想 都能满足 他喜欢红玫瑰 现场用的都是最鲜艳的红玫瑰 你喜欢 那就是这个作品最好的评价 他笑着 握着他的手 将图片滑动到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婚礼策划和创意 薛岑 他愕然 转过头说 这是你设计的 你从 他想问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设计的 他目光凝视着他 嘴角录着浅浅的笑 从你嫁给我第一天开始 就在准备了 打掉了无数张废狗 才留下这一张 还不敢确定他是否喜欢 他目光转移到屏幕上 又往前翻了翻 鼠标落在一株 作为背景的巨大玫瑰上 你看 他说着 眉眼微调 这朵玫瑰 会动的 他说完在屏幕上点击了一下 那朵背景的巨型玫瑰 从花苞开始一片一片花瓣 慢慢绽放 仿佛赋予了生命 整个现场的玫瑰 都开始随之呼吸吐纳 仅仅只是画面 就让许梅如此震撼了 如果是实景 恐怕只会更惊艳 心中的悸动 久久不能平复 回家前他原本对婚礼 没有具体的想法 而现在 他只想要这个婚礼 他小声问他 那这个能还原吗 可以 只要你想要 这上面的都可以还原 他声音轻柔 唇半擦过脸颊时 就像那玫瑰花瓣一样 他坐在他腿上 转过身来 还住他的腰 声音坚定 那我想做这场婚礼的女主角 脑袋埋在他胸前 能听到他跳动的心跳声 目光又看向电脑 仰头问他 婚礼你都准备好了 那婚纱 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 薛层捶着毛子 有点无奈 瞒不过你 说完他轻轻 捏了捏他的鼻尖 问他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纱 看看我能不能猜中 许梅寻思片刻 想到以前路过婚纱店 轻衣色的白色婚纱 各式各样的 洁白又华丽 好像所有人都喜欢 用纯净的白色定义婚纱 但许梅印象里的婚纱 不是白色的 他跃声道 原本以为说出这句话 薛层会惊讶 但许梅只在他脸上 看到了喜悦 他忽然提起兴致 我准备的婚纱 不是白色的 许梅眼睛亮了亮 摇着他的手臂 那你快给我看看 薛层正准备给他看 一手落在鼠标上 又收了回来 现在给你看了 不是没有惊喜了 哎呀 这只是设计图 又不是实物 肯定会有出入的 到时候看到实物 才叫惊喜吧 他说完 眼睛眨巴眨巴 水灵的眼眸看着他 双手在他手臂上晃荡 薛层拗不过 只好打开那份 婚纱的设计稿 许梅目不转睛地 盯着屏幕看 果不其然 图片显示出来的时候 是令人窒息的震撼 通体纯黑色的婚纱 颠覆他认知里的 所有婚纱 黑色的抹胸设计 从腰部向下一点 裙摆张开的部分 开始坠上一圈 黑色的网纱玫瑰花 玫瑰花的花瓣上 坠上细碎的闪光 他沉声说道 手臂缓缓将他锁住 他听见他开口 薛层 我很喜欢 很喜欢这套婚纱 或许是因为薛层 都准备好的缘故 关于婚礼 只需要后面 再沟通细节就可以了 至于时间 只有等到明年 才有时间了 两个人聊到后半夜 许梅撑不住 才沉沉睡去 一日清早 薛层就直接去了公司 到的时候 才八点三十分 但陆之眼 早早就在那等着了 听前台说 是八点他过来的时候 陆总就已经到了 方柱说道 两个人在总裁专用电梯里 说完 电梯内安静了几秒 盯得一声 电梯门打开 上午没事不要上来 说完他出了电梯 门缓缓合上 办公室里 陆之眼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直到薛层进来 他才抬眼 陆总来得真早 薛层淡笑着 将大衣脱下挂在一旁 眸光看了眼陆之眼 眼底的乌青明显 显然是没睡好觉 不像他温香软玉在怀 倒是睡了个好觉 我不是来和你讨论 来得有多早 东西呢 他开门见山问道 薛层倒是不急 慢悠悠地拿出文件 随手翻了翻放在桌上 陆总急也没用 我劝你还是那下性子 好好看完吧 说完 他将文件往前一推 送到他面前 看他拿起文件 他往后靠在背椅上 双腿交叠 静静等着时间慢慢地流逝 直到听到一记声响 陆之眼重重地合上文件 薛层才朝他那看去 他静坐在原地没有说话 但捏着文件的指节 用力到手腕处地青筋抱起 陆之眼的心里五味杂陈 甚至不愿相信 这个乌龙的结果 脑海里忽然回想起 在上一次在狱中 看到简音时 他说的话 陆之眼 你这人自私自利 一夜账目 不论是车祸时 让我置身危险 还是后来将脏水 泼到许梅身上 你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让你自己摘得干净 但其实你的心都烂透了 那会儿的他 还执着地觉得 不是他自私自利 他只是 有一个人的本性而已 可事实摆在眼前 他的确因为 当初粗略的证据 去断定许梅是凶手 因为他心底里 就没信过许梅 可明明他认识许梅 那么多年 最应该相信他的 就是自己 可他没有 反而因为这个 一而再再而三伤害他 陆之眼顿时觉得 由心到身 都是麻木的 第124章 良好市民 陆之眼做了好一会 才开口问了句 你怎么查到这些的 这些事情 薛岑应该是最不清楚的 所有关于这件事的信息 也被封锁了 他是怎么查到的 有心去查 就不难查到 况且 我信他 他的目光坚定 没有丝毫犹豫 从一开始知道 这件事开始 他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难道就没有 犹豫过一次吗 如果当初是你看到 这些转账记录 你难道不会 我不会 薛岑直言打断他的话 就算你当初怀疑 你大可直接给他看 去问他 但是你没有 因为从一开始 你就坚定了是他做的 甚至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 说完 陆之眼脸谋 多说无意 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自己一夜账目多年 造成这样的结果 或许就和简英说的那样 是他想把他自己摘干净 减轻自己身上的罪恶感 才这样盲目地相信 不然 他明明也可以继续查下去的 明明只要问一下 他就可以解开误会的 他沉默着 口袋里的手机嗡嗡作响 他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通话的过程中 神色变了又变 时不时换着手拿手机 去听电话那头的人说话 挂断电话后 他在窗边站了一会 才走过来 陆氏今天有人过来闹事 你做的 薛层眼眸微抬 声音清冷 大概吧 他让方知义做的 四舍五入 就是他做的吧 刘总的事我已经处理了 不必你多此一举 刚刚助理的电话里说的 不仅是今天有人过来闹事的事情 还说了刘总被监查的事情 昨晚就被人举报 陆氏在林氏的分公司 都被连夜审查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薛层干的 可眼前的薛层 却只是笑了笑 陆之眼 陆氏今天有人闹事 是因为你旗下的东西 本来就有问题 刘总的事 也是因为他本人品行不端 我只是 做了一个良好市民 应做的事情而已 陆之眼一腔的气无处发泄 最后也只是在桌上锤了一圈 薛层看得出来 他气得难受 心里甚至高兴了几分 陆氏门口闹事的人还没走 陆之眼只好连忙赶回去 薛层看他急匆匆的背影 心里舒坦了不少 幸灾乐祸 用来形容他 这会儿最合适不过 甚至想和许梅出去 吃顿好吃的庆祝一番 一想到 昨晚他看完那些东西 没有觉得他自作主张 反而高兴了很久 心里就格外的满足 只是婚礼的话 还差点东西 他应该带上世界上最好看的珠宝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婚礼 陆之眼处理完闹事的人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他午饭也没吃 就一直埋头处理这些事 等到处理完之后 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自从许梅不和他联系之后 他的胃病犯得越来越频繁 他打下一通短线 送点粥上来 留住这一听 就知道是陆之眼的胃病又犯了 连忙去打包了一份粥 就给陆之眼送去 到办公室的时候 陆之眼已经痛得面色惨白了 唇色也是透着病色的白 没有一点血色 陆总 您吃了胃要吗 他摇头 刚想吃来着 想着忍一忍吃点东西 垫垫可能就好了 结果越来越痛 甚至都没力气起来捣水 留住闻言 连忙去倒了杯热水 找到一粒胃药和止痛药给他 陆之眼看着掌心的药 直接闭着眼 开口咽下去 额前都开始冒起冷汗 呼吸变得轻微急促起来 留住看着也不像个事 更何况 这次似乎很严重 吃药也缓解不了 陆总要不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身体要紧啊 陆之眼额头的汗越来越多 他闭着眼 脸色和唇色 变得越来越白 留住觉得不能脱了 直接叫了 打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诊断了一番后才说 是急性懒尾炎 需要立即做手术 留住只好打了老陆总的电话 夫妻俩半小时不到就赶过来了 听了个大带 立马就签了字 陆之眼到了医院一个小时 就送进手术室了 陆夫人刚想说什么 就看到手机头条推送的消息 陆氏旗下分公司今日监查 商场内大量过期物品仍在销售 陆夫人看到这条消息 整个人也快晕过去了 连忙喊了陆长川过来看 陆长川是陆夫的名字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整个人的脸色都差到不行 叫留住过来 也只是支支吾吾 最后才开口道 这些事的确是真的 陆总今天已经在处理了 这些是临时负责人刘总做的 与陆总无关 但是这些都是薛总举报的 在他口中 听到薛层的名字 两个人都是略微有些吃惊 薛层为何要举报陆氏 想了话 陆夫人还是决定 给许妹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刚接通 许妹依旧还是礼貌地问了身后 陆夫人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今天的事 只好开口问道 最近有和阿眼联系过吗 陆夫人不会无缘无故 问这样的问题 加上和薛层结婚后 都很少和她聊天 今天忽然这样问 应该是陆只眼出了什么事 没有的 她诞言 陆母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解释道 是这样的 阿眼现在在医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新闻上 关于陆氏的一些丑闻 留住说和薛总有关 我以为是阿眼最近去找你 打扰你们生活了 听到陆母说到陆氏丑闻时 许妹就打开新闻看了眼 自然看到了热点上的新闻 虽有点惊讶 但也不至于让陆氏元气大伤 至于薛曾为什么这么做 自然是有她的理由 陆阿姨 如果真的是薛曾做的 她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会问她 但是新闻上的这件事 确实应该算是陆只眼的监管不利 您和陆叔叔的心血 不应该让她这样糟蹋 陆氏虽然底蕴不足 倒也好歹传下来了三四代 一直到陆叔叔手里 才越做越好 不知道陆只眼是怎么了 竟然能让底下的人这样败坏 有点无所不用其极的感觉 小梅 只眼的人品 我知道的只多不少 我们会和她好好谈谈呢 许妹听陆夫人这样说就知道 她并没有怪薛曾 但薛曾为什么这样做 许妹也不清楚 第125章 催生 刚挂了电话 许妹就看到薛曾发的信息 一个地址链接 薛曾 链接 一家新开的日料店 去吃吃看吗 她看上去 好像心情特别好的样子 许妹 好呀 你来接我 陆氏的事情 打开新闻热点就有 而且她还经常关注 不可能没看到 那就是她看到了 并且心情很好 这种踩在别人痛处上 蹦迪的模样 倒的确 是她能做出来的事 许妹简单化了个妆 看了看时间 她应该快回来了 刚换好衣服 就听见门口开门的声音 她身上带着寒意 看许妹从房间里出来 问了声 准备好了 我还以为你还要一会儿呢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外套脱了下来 去厨房开了瓶汽水 心情是肉眼可见的很好 脸上的笑意 更是藏不住 今天什么日子吗 你这么开心 许妹走到她身边问了句 她一只手撑在餐桌的台面上 浅浅地笑了笑 今天元旦呀 她笑道 她这一说 许妹才想起来 今天是元旦 日子倒是过得很快 那我们今天去外面吃饭了 去许家吧 很久没和爷爷吃饭了 薛岑没意见 都听她的 薛岑在酒柜里 拿了瓶好酒装好 两个人才动身去许家 车上的时候 许妹开口问了声 今天陆家的新闻 你看了吗 她点头 没有否认 甚至开口说 是我做的 她一开始也没打算瞒着许妹 你做的 你最近和陆之言有过节吗 薛岑 一点小事 她就是太闲了 给她找点事做 不是挺好的 许妹点点头 若有所思 那你还挺厉害的 她都进医院了 还是陆夫人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 又让你去医院看她 许妹摇头 没 就是和我说一声 那你觉得我做得过分吗 她侧头问她 许妹声音平淡 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 她自然没什么意见 不知道你和她的过节是什么 于公 你又没有陷害 只是揭露了真相而已 于思 你是我老公 我自然向着你的 俗话说得好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她不管做了什么 他们都是夫妻 夫妻一体 不是随便说说的 下一秒就听见她的笑声 面色喜悦 老婆向着我就好 到许家的时候 一进门就被老爷子叨叨着 要回来也不提前说 我好早让人多备点菜了 许妹看着满桌的菜 笑道 就这些 也够吃了 她一直手扶着爷爷坐下来 王沈从厨房里出来 手里又端着菜 薛层连忙在桌上空出未来 菜都上齐了 幸好今天过节都准备了点 不然你们回来都要看笑话了 王沈笑着说道 爷爷见状也开口道 王沈忙活这么久 也坐下一块吃吧 对啊 王沈坐下一块吃吧 整个许家 现在除了爷爷 就是王沈陪着她最久的人了 许妹早把人家当作 许家的一份子来看了 王沈见状也不好推却 只好坐下来一块吃 毕竟是过节人多在一块 场面都热闹了不少 饭后 薛层在楼下收拾 许妹也扶着老爷子 去了趟房间 看样子 是有话和她要说 一进门 老爷子招了招手 让她关上门 坐到旁边来 气氛都变得有些沉重 总觉得是有什么 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她刚一坐下 老爷子就开口了 最近和小薛感情还好吧 许妹微微一愣 又点头道 挺好的 爷爷 老爷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上次交给你的那些东西 她打理得可还行 还可以的 没什么事 爷爷不是对她很放心吗 不然也不会直接 把那么多东西 都直接交给薛层了 老爷子轻叹一口气 不是我放心 是她有让我放心的底气啊 她的确是个好孩子 底气 许妹有些不懂 老爷子看许妹一脸困惑的模样 不由地问了句 她没和你说吗 说 说什么 许老爷子笑了笑 带着几声咳嗽 嘴角的笑意更胜了 她一手拍了拍许妹的手背 缓缓道 那小子 可是拿了浑身的家当来娶你啊 你们第一天回来的时候 她就拿着电子授权书过来了 以整个封层她手下所有股权当作聘礼 我这才放心 把所有东西给她 许妹呼吸一致 她前两天还在和黎安安说这件事 那会儿 她根本没想到聘礼这件事 但其实薛层早就安排好了 她 她没和我说过 她从来没有说过 她和自己结婚付出过什么 看着好像只是两个人的一时兴起 但其实和她在一起 她是压上了全部 老爷子看她心事重重的模样 转身颤颤巍巍地起来 在一旁的书桌里 拿出一楼文件来 来 你看看这个 一份协议书 放在许妹眼前 协议的下方薛层的签名 苍静有力 她一字不落地 将整份协议看完 没有落下一丝一喉 整份文件 都只说了一件事 双方的嫁妆与聘礼 无论婚后感情如何 无论是否离婚 所有财产尽归女方 她用她所有的财产 赌一场婚姻 一份当时看上去 并没有任何保障的婚姻 爷爷 我知道她很好 但也没想到 她会做这些 她头埋得滴滴的 声音轻颤 徐老爷子拍了拍她的手背 语重心长地说 她是个好孩子 所以 你们什么时候 能让我抱个乖孙呀 许梅神情一正 这 她怀疑 爷爷叫她上来说话 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果然无论何时 都是逃不过催生这件事 爷爷 这件事 还是要和薛层商量商量 她越说 声音越低 说到后面 脸颊都泛起一丝红润 哎呀 得早点了 你爷爷我呀 还想早点抱曾孙呢 这个家里呀 太冷清了 许梅侧目 看着爷爷说完后 脸上落寞的表情 皱纹更是爬满了眼角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这个家里就越发冷清 只是孩子的事 她还没想过 也不知道 薛层会不会期待 有一个长得像她的小孩子 第126章 刘素 和老爷子在楼上聊完下去的时候 薛层已经喝完一壶茶了 许梅看了看时间 也是时候回去了 刚想着说一声 老爷子就先开口 都这么晚了 就在这边睡吧 东西都有 许梅看了眼薛层 自己倒是没什么 主要怕她不适应 薛层微微点头 没拒绝 可以的 就在这住吧 说完 老爷子又和王沈小声嘀咕了什么 就见 王沈去了楼上 看着王沈去的方向 应该是她的房间 大概应该是去收拾了 徐老爷子睡得早 和他们在楼下聊了两句 就回房间了 王沈下来的时候 客气地说了声 房间都收拾好了 小姐和姑爷 早点去休息吧 好 谢谢王沈 说完她打来的哈欠 确实是有些困了 上楼洗漱完出来 就看到薛层已经洗漱好 坐在床头了 床铺上粉嫩的床单被罩 还有整个房间的装饰 都和她这个人格格不入 你会不会认床 许梅从另一侧爬上来 侧头问她 她一手扶着腿上的书 一手将她的腰揽过来 月声道 我认人不认床 许梅轻哼一声 凑过去 看她看的什么书 你在看什么 她问了句 薛层把书盒上露出封面 上面写着流浪的星星 在书架上拿的 随便看看 困了没 她微微点头 丁盈 有一点了 薛层抿着唇笑了笑 看了眼床头都是装饰的摆件 准备把书放进床头的抽屉里 刚一打开抽屉 她愣在原地 沉沉地笑出声来 怎么了 许梅问她 撑着身子起来看了一眼 只见抽屉里 放着一个小盒子装着的套 顿时呼吸一致 声音结巴起来 不是 这个 看她这样 薛层笑得更厉害了 我知道 肯定是王沈刚刚进开放的 怪不得 让我们早点休息 她恍然大悟般说道 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里 从里头顺出两个放在桌上 转身将许梅压在身下 她柔软的小手 撑在她胸口 她连忙开口道 你节制点 听得到的 薛层微微皱了皱眉 叹了口气 明明就很节制了 一个晚上都只做两次了 还不节制吗 她眼眸眨了眨 一边握着她 撑在胸口的手臂 许梅低声问了句 薛层 你喜欢小孩吗 她先是一愣 又问道 我们的 许梅无语道翻了个白眼 重重把她推到一边去 薛层轻笑道 我肯定喜欢的 如果长得 像你就更好了 给她取个小名 就叫小草莓 小草莓不是我吗 许梅侧头 语气有些不悦 薛层觉得可爱极了 这还没一撇的事 就开始吃起醋了 那就叫小小莓 她说着 指尖在她鼻头轻轻点了下 许梅又开口说道 今天爷爷说 想让我早点生的孩子 她说 这家里太亲近了 她虽然心疼老爷子 但自己也害怕 总觉得 声誉对她来说 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你想生吗 薛层撑起一双手 目光看着她的脸颊 低声问了句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不用考虑 我和爷爷就单纯地 从你自己出发 你想不想 许梅连了脸眸 一双手在被子上扣弄着 声音轻缓 期待的 但是现在不想生 我还没准备 很害怕 但是爷爷年纪大了 不想让她 话还没说完 就被薛层用手挡在嘴角 她淡淡道 你不用讨好任何人 就为你自己考虑 不想就不想 想让爷爷开心 我们可以去 收养一个孩子 让你提前适应也可以 但我不想 你为了讨好谁 再去牺牲自己 许梅心里一空 剧烈的跳动声 掩盖住她的生命 很多时候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习惯了 站在别人的角度下 怎么能让别人 更开心一点 她知道自己 有点讨好心的人格 但日子久了 很多时候 都是不知不觉 下意识的就会觉得 如果这样做 别人就会开心 她自己好像就无所谓了 但是在薛层这里不一样 她总是提醒她 看你自己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要考虑别人 让大家开心的办法很多 不需要牺牲自己 她鼻尖一酸 身子往她那靠了靠 她声音轻颤 收养一个孩子 你不会被人说闲话吗 她手臂将人搂紧了些 笑着说 谁敢说闲话 怀里的人沉默了半声 薛层又缓缓开口 小蕊的母亲 就是羊水拴色走的 其实小梅 我也不愿意让你去冒险 我查过 羊水拴色的 发生率是十万分之一 这十万分之一的冒险 我赌不起的 说完 她的脸颊在她发窝上蹭了蹭 世上很多事 喜悦和危险都是并存的 都是做一场赌 赌赢了 自然就皆大欢喜 但是赌输了 谁也没想过这样的后果 薛层想过 所以她不敢 那你就不想有个自己的小孩吗 怀中的人 发出闷闷的声音 试探性地问她 她抱着她的手轻轻 在她后背轻抚 你重要点 她轻轻地说了这四个字 她其实收养一个也挺好的 都说小孩是爱情的结晶 但双方的爱情 并不需要其中一个人 以生命做赌注去换来 许梅在她怀里埋了好一会 才伸出一只手来 摸了摸她的脸颊 她想了想 柔声说 其实 现在艺术挺好的 等以后 我没那么怕了 我们再生一个吧 好吗 薛层的眉心拧在一块 在她脸上盯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了声好 许梅也不记得是怎么睡过去的 好像两个人聊到后面 谁都没说话 安静了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可能是太久 没在这张床上睡觉 许梅都有点认床了 一日大早 她就醒了 窗帘隐隐透着微弱的光 房间里依旧昏暗 只是能感觉到 削层微滚的鼻息 打在她的额头上 她动作轻柔翻了个身 伸手在床头摸了摸手机 摸到后 又偷偷钻回被窝 暗亮屏幕的一瞬 看到离安发来的消息 占据了屏幕 隔着被窝 薛层的声音也同时响起 低沉带着雌信 一大早做小偷 第127章 我的心愿啊 成家立业 被窝里的人 悄眯眯地探出一个头来 手机的灯光打在脸上 她笑了笑 不好意思地说 吵醒你了 薛层 没有 就自然醒的 要不是 某人钻被窝的动静太大 她的确可能还没醒 说完她就准备起来 将窗帘掀开一点 让阳光落在被子上 起来吗 还是再睡一会儿 她问了一声 许梅从被窝里探出个脑袋来 浅浅笑着 起来 带你去吃早餐 有一家拇指生煎 超级好吃 她一边说着 一边掀开被子起来 穿好衣服的时候 薛层还在洗漱 她靠在门边回立安安的消息 安安 听说陆氏总公司 已经在调查了 好像有点不干净 有点严重 不干净 许梅抬眼看了看薛层问了句 你知道 陆氏有做什么不干净的事吗 薛层回头 不紧不慢地说 陆之眼有私底下洗钱 说完许梅一症 但又很快恢复正常 陆之眼早就变得唯利是图 她早就知道 这样的结果 倒也不算惊讶 许梅 不意外 下一秒 李安安又发了消息过来 安安 又听到一个好消息 哈哈哈哈 许梅 笑什么这么开心 李安安回得很快 像是迫不及待 想要分享这个好消息 安安 陆之眼昨天去医院戈兰尾了 哈哈哈哈 楼商昨天看到他的时候 说他整个人虚得像是嘎了腰子一样 看着李安安的消息 许梅也被逗得笑出声来 抬手就回了几个 哈哈哈哈过去 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在 不过转念一想 陆之眼最近进医院的次数 还真是频繁 让人不由地想到他小时候 笑什么呢 薛层转头问了一句 许梅笑道 安安说 楼商昨天看到陆之眼在医院 好像是戈兰尾 薛层也敏唇一笑 他说 昨天陆之眼怎么那么平静了 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让陆之眼吃那么大一亏 没道理他不做点什么 结果没想到 是又进医院了 其实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 小的时候 还被说是和贺瑜难兄难弟 两个人常年把医院当成家 只是后来有次陆叔叔和陆阿姨 带他去了趟乡下 再回来后 整个人身体就硬往了许多 后来贺瑜家里 也去兴了什么偏方 收养了贺书运 贺瑜身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你说是不是稀奇 许梅说得有点怪力乱神 但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 很多事情 就是用科学说不清楚 磁场吧 薛层沉声说了句 什么 许梅走近了些问他 薛层一手拿着牙刷递给他 一边淡淡开口 之前听说过 不同地区的磁场 对人体是有影响的 听着的确有点稀奇 但勉强可以作为解释 你说陆之眼小时候去了趟乡下 可能就是乡下的磁场 对他有所改变 不过 这也是我的猜测而已 许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随后就抛之脑后了 没去多想 两人要出去吃早餐 下楼后和王沈说了声 两个人就先走了 过了元旦后 天气好像又冷了几分 海城的冷风里 带着点潮气 冻得人刺骨 薛层不知道从哪 变了条围巾出来 将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就露了个眼睛出来 许梅扯了扯围巾 好奇地问了句 你从哪边出来的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漫不经心地说 在你衣柜里找到的 他自己都不记得 自己有一条这样的围巾了 街道上的路灯 都挂满了红灯笼 过了元旦 离过年就不远了 也算是第一个 和薛层一块过的年 许梅把手伸进他的口袋 暖哄哄的 他扯了扯围巾 露出一张飞红的小嘴 薛层 他抬眼叫了他一声 说出的话在空气中 呼出一股暖气 线长的睫毛轻颤 为他平添了几分破碎感 嗯 怎么了 许梅的小手在他口袋里 没一会儿就雾热了 他轻轻摸着他的指节 声音轻软 新年快乐呀 你有什么心愿吗 他眉眼微挑 唇角慢起一丝弧度 要替我完成心愿 他点头 眼里的光清澈明亮 薛层笑了笑 捏了捏他口袋里的小手 不用了 我的心愿已经实现了 啊 他听着有些失落 又问了声 你的心愿是什么啊 我的心愿啊 成家立业 露只眼一直到下午 才恢复得好一点 最近都得在医院住院 陆父直接回了公司 公司的事 还需要有人去处理 陆只眼现在无暇顾及 只能让陆父去 晚上陆母煮了点软烂的粥来医院 陆只眼就静靠在病床一头 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眼 吃点东西吧 陆母叫了他一声 他转过头来 低声应了句 温热的粥摆在面前 陆只眼迟迟没有动 公司这次的事情有点大 分公司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总公司也在调查 你父亲已经过去了 平时你做什么 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这次 你做过头了 陆母略微严肃 似乎是在责怪 陆只眼轻笑一声 当初陆氏在我手里 起死回生的时候 你们不是这样说的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你的方法 是做这些不甘不敬的事 陆母立声道 眼里全然没有 对陆只眼的心疼 陆只眼往后靠着 眼神里都是无奈 嘴里笑着 有点像是自嘲 风光使你们不说话 出事了就来怪罪我 这个陆家掌权人 一开始也不是我愿意当的 你们认定的掌权人 不是我那个弟弟吗 陆母双手一颤 手中的瓷勺落在地上 发出一声干脆的声响 四分五裂 回忆像撕开的猎博一样 喷咬出 陆家原本不止一个孩子的 当面的陆母怀了双胞胎 可偏偏小的体内缺氧 从小就身体不好 她费尽心机 想了许多办法 最后还是给两个孩子算了命数 说是大的克小 她只好将大的送到乡下去 以为这样小的 就可以平安成长 可身体还是 还是走了 他们只好再去乡下 接了大的孩子回来 就是现在的陆之眼 她心中虽然有亏欠 但一看到她还是会想到 那个早要的孩子 心中还是会隐隐作痛 满地的碎渣 就像他们和陆之眼之间的关系 简单又破碎 陆之眼目光清冷 看着那碎裂的碗勺 她开口问她 母亲 你后悔了吗 第128章 我的意思 我不是陆之眼 这一句话 像是锋利的刺刀 将陆母心里那封闭许久的地方 切割开来 她骤然扯着嗓子说道 后悔什么 你在说什么 陆母的声音大了几分 露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惊慌 陆之眼摇摇头 露出一抹激笑 我后悔了 母亲 既然一出生 就让我待在那个破碌的乡下 就不该去接我回来 当那病死鬼的替身 话落 病房内一片死寂 陆母双手指不住地颤抖 扶着桌子勉强坐下 脑海中像电影倒带般浮现在脑海里 孩童的啼哭和冰冷的病房 陆之眼掀开被子 步伐轻颤 挪着步子走到病房门口时 她才开口说了句 其实 我叫陆之城的 母亲 说完她如是重负般地吐了口气 她抬手打开病房门 拖着病内的身体离开这里 不知道怎么的 昨晚醒过来之后 一直到现在 她整个人都冷静地可怕 而在听到她母亲那句过分的时候 忽然觉得 好像什么都是白费 她做什么 都是比不过一个死人的 陆家需要一个继承人 她就努力去做这个继承人 可明明是双胞胎 身为哥哥的自己 为了一句所谓的命数 就得为天生病弱的弟弟 离开父母身边 在抑郁之地的乡下 度过漫长年岁 而病弱的弟弟 就可以在父母膝下成欢 好不容易熬到弟弟病逝 回到自己家却发现 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陆家只有一个陆之眼 陆氏夫妇也只有一个孩子 就连陆之眼去世了 他也只能顶着陆之眼的名字生活 对外也只是说 陆之眼身体不好 所以去了趟乡下养病 养好了身体回来 时间就这样过去 久到连他自己都快忘了 就因为长了一副一模一样的脸 他就永远都做不了自己 因为陆之眼这个名字 父母似乎也忘了 他是谁 陆之眼天生聪明 小小年纪就能看懂商业文案 所以他也必须优秀 只有陆氏蒸蒸日上 他才会是大家眼中认为的天才 可他不是天生优秀 他总是很需要用很多很多倍的努力 才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多晚上 他都会想到很小的时候 还是在乡下的时候比较快乐 不会像现在这样 总是把自己压抑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 就连当初遇到简英 也不过是因为他的样貌 和小的时候 邻家的一个小孩很像 好像看到他 就能提醒自己 他不是陆之眼一样 可后来简英也变了 和他一样 活得久了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陆之眼在楼下花坛的长椅上坐了许久 直到觉得浑身都快冻僵了才起来 陆之眼 你脑子坏了 陆之眼忽然回头 看到的是发丝上沾着点雪花的贺玉 他顺手脱下外套 劈在他身上 疯了 外面等死吗 说完 他拍了拍陆之眼的肩膀 直接往里头走去 很久以前 他也是羡慕贺玉的 他好像没有烦恼一样 不像他心里压着一个秘密 让人喘不过气 你咋了 心事重重的 贺玉停下脚步来问他 总觉得陆之眼今天不太对劲 陆之眼轻叹一口气 做陆之眼很累 他笑着说 我做人也很累啊 不过不是我说 你少去惹许梅了 求您了 行吗 他有些无语 怎么非要去招惹人家小两口 不这样做不舒服是吗 陆之眼摇头 没惹 你这次不用帮忙 他声音有点虚弱 又开口说 当年我帮你的事 这么多年你也还够了 没必要 贺玉还小的时候 出过一次意外 好像还是十岁的样子 一次学校的郊游 和他两个人 滑到一个小山坡下面 是陆之眼背着他走了一天 才把人救回来 那会儿 两个人关系说不上多铁 而是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贺玉才彻底把陆之眼 当好兄弟看 但是那个时候 是他刚成为陆之眼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救人的心思 并不是特别强烈 而是觉得 可以顺便欠下一个人情 贺玉今后 也不会对他的身份起疑 倒是没想到 让他得到贺家庇佑这么多年 如果他知道了 他不是真的陆之眼呢 贺玉 眼前的人停下脚步 回头你没看着他 刚刚我说 做陆之眼很累 是真的做他很累 贺玉似乎是听懂了什么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我不是陆之眼 他说的一本正经 在他脸上 找不到开玩笑的痕迹 贺玉发誓 这是他这辈子 见过最离谱的存在 见过替身情人的 没见过替身儿子的 两人坐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 贺玉一手按了按眉心 似乎是在消化陆之眼 刚刚说的事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是陆之眼的哥哥 双胞胎 陆之眼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卧槽 贺玉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自己的确有段时间 觉得陆之眼有些奇怪 但时间过去太久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现在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那你之后呢 打算怎么办 以后 还能怎么办 以后还是一样 无事发生 这是最好的结果 他语气平淡 好像并没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这点事情 还希望你保密 说完 他觉得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 可能是伤口的原因 他缓缓起来 贺玉伸手 准备去扶他一把 被他制止了 没事 一直走到病房门口 贺玉才开口 这件事 我不会说 但是陆氏也是你家 别再做那些事了 陆之眼点头 但又觉得 真可以这样结束吗 会不会太迟了 打门后 陆之眼扶着床边的栏杆上床 看了看窗外 又问了句 你能让许梅过来一趟吗 贺玉 不是说好不招惹人家吗 说完他又叹了口气 掏了掏兜 发现没带烟 只好抓了抓头发 陆之眼则是轻描淡写地说 我就是 想给他道个歉 这一听 贺玉有点精神了 道歉 怎么 知道自己错了 陆之眼声音低沉 浅浅恩了一声 看他这副模样 贺玉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又觉得 许梅大概不愿意来的 虽然说 如果他开口 可能会看他面子上来一趟 你确定就只是道歉 陆之眼点头 无奈确认道 就道歉 听他这样说 贺玉也只好说 那我试试 就只是试试 第129章 去不去随你 贺玉从病房出来的时候 天上又下起了大雪 正想着 要怎么和许梅说这件事 电话就响了 看着手机上的 备注贺玉眉心微拧 但还是按下了接听 喂 怎么了 他低声问了句 结果电话那头 没有传来自己熟悉的声音 而是一声陌生的男声 您好先生 电话的主人在这边喝醉了 您方便过来接他一趟吗 那人家解释道 贺玉拧了你眉心 问道 哪里 对方收了个地址 贺玉拿了车钥匙 一路飙了过去 一进门就看到 吧台上最倒贪婉的女生 柔弱无骨地倒在桌面上 好在只是一个轻巴 若是在别的酒吧 周围说不定早就围上去 一群男人了 贺玉走到他身边 轻轻拍了拍 没什么反应 看了眼桌上的酒瓶 空空如也 不知道喝了多酒 贺玉轻叹一口气 截了账将人抱走 刚把人放在副驾驶 安全带还没扣好 女人凌乱的发丝 缠在她的扣子上 贺玉虽然无奈 也只好弯下腰 去耐着性子解扣子 车内空间太逼则 贺玉垂着头 没一会儿就觉得脖子酸 刚想抬起头 就看见醉酒的女生 睁开了眼 眼眸迷离 正盯着她看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一拳而已 甚至可以感受得到 彼此呼吸交错 贺玉喉结微滚 淡淡叫了句 书韵 酒醒了 她伸手揉了揉眼 摇头 没有 哥 声音清冷 和外面下的鹅毛大雪一样 落在心间化成一滩水 贺玉低头 专心看着自己的扣子 没两下就解开了 回到驾驶位 她扣好安全带 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沉声问她 去哪 贺书韵没回答 只是侧头看着她 贺玉没看她 侧目看向窗外 车内开了空调 贺书韵还是觉得浑身都冷 她裹了裹身上的外套 嗓音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有些嘶哑 随便 去哪都行 她落下一句 整个人往车门那靠了靠 膝盖紧紧顶着车门 闭上眼 打算再眯一回 去哪都行 去哪都一样 反正都不是她的家 片刻后 她听到车辆启动的声音 许梅接到贺玉电话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了 她刚好在培里安安 挑一些门店的软妆 看到贺玉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还有点好奇 她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喂 贺玉问了句 在忙吗 没有 怎么了 有事吗 许梅开门见山问道 虽然关系还行 但贺玉也不是那种 没适合你唠嗑的人 多半是有事 甚至可能和陆之眼有关 就 陆之眼前段时间住院 昨天刚出院 有点是她可能知道了 想给你道个歉 贺玉说的自己都不好意思 又补充道 去不去都随你 我就是带个话 不出所料 和她猜想的一样 许梅想了会 淡淡道 知道了 回去我问问薛层 贺玉困惑 怎么还要问薛层 许梅笑了笑 陆总道歉 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有人做见证 电话那头的贺玉 沉默了两秒 最后也只好说了两个字 行吗 挂了电话 许梅直接打开微信 给薛层发了消息 宝贝 陆之眼说要给我道歉 你陪我一块去吧 发完 她嘴角扬起的笑 一直没停下 其实陆之眼的道歉 并不是很让人开心 只是她能猜到 这个道歉的后面 肯定是薛层做了什么 即便知道陆氏出事 和她有关 她也说是私人恩怨 但多半也没猜到 和自己有关 能被人时时刻刻 维护放在心里 真的很让人开心 笑什么呢 这么开心 买完东西的李安安走过来 拍了下她的肩膀 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 陆之眼说要给我道歉 刚贺雨给我打电话 道歉 李安安诧异的声音 都大了几分 真难得啊 陆总竟然也会给人道歉 大概是良心发现吧 许梅耸奸 淡淡道 李安安 算了 不聊她了 多少有点晦气 只是你和陆之眼关系 现在水火不容的 陆家那边不会觉得尴尬吗 一开始这个问题 她也想过 但是陆家夫妇倒是对她没什么差别 反倒是对陆之眼态度 一直都很一般 其实还好 陆叔叔和陆阿姨 一直都对我挺好的 倒是对陆之眼态度一般 这点她也想不太明白 到多少觉得 和陆之眼本人有关系 这人天生对谁都冷情冷性的 好像什么事 对她都没太大的情感波动 算了 管她那么多干嘛呢 反正都是陆家的事 你也不欠他们呢 陆家要真有什么事 也是她陆之眼自作孽不可活 李安安一字一句道 说这话时 一脸的愤愤不平 似乎还在为陆之眼之前的言行气恼 行 不提她了 你最近怎么样 和娄少还好吗 李安安奄然一笑 心情豁然 我当然很好了 除了24小时 警方我哥之外其他都挺好 许媚笑笑 你这样 我倒有点期待黎大哥知道这件事了 说完 李安安在唇前竖起手指 许 不要乌鸦子哦 许媚忍俊不惊 笑出声来 行了不打趣你了 陪我回趟蔚蓝 我去拿点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要这会儿 才想着去拿 许媚浅浅笑了笑 一个相机 对了 你有什么认识的人会修相机吗 那个相机没有内存卡 比较老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这方面 李安安确实没有认识的 但是不见得楼商没有 我帮你问问楼商 他人卖广 行 薛存也看到消息的时候刚开完会 他取下眼睛闭着眼 捏了捏山根 他一手撑着脑袋 一手打开手机 看到消息的时候 眉眼忽然就笑开了 他往后一靠 一只手在屏幕上点着 打下一行字 好的 宝贝 看着屏幕上他发过来的消息 嘴角微微上扬 双腿交叠着轻轻敲着 像是得到夸奖的小孩 嘴里轻声喃喃道 宝贝啊 他好像第一次听到 许媚叫他宝贝呢 只是打字好像没什么意思 当着面叫才行 第130章 有一点点像你的字 薛存看到他那句宝贝 班都不想上了 只想赶紧回家 简单收拾了下 就准备回家了 下楼时 正好看到方柱上来 刚准备开口说什么 薛存就先一步开口道 下班吧 早点回去 方柱 刚准备说出口的话 又咽了回去 倒是薛总这春风满面的属实 让人挺好奇的 到家前 薛存还准备去了 趟门口的驿站 取了快递 还没到家拆快递的手 隐隐作养 一开门没看到许媚 倒是厨房的炉灶上炖着汤 玉米清甜的味道 慢慢飘散出来 他打开盖子看了眼 人不在 那估计就是在房间里了 果不其然 推门进去就看到许媚 盘腿坐在沙发上 低头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轻手轻脚走过去 巧声问了句 在看什么呢 冷不丁的一声 吓得许媚一颤 手里的纸张掉在沙发上 吓得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才缓过来 你怎么这么安静 都没声音呢 薛存脸了脸毛子 低声说 是你看得太入迷了 在看什么呢 他低头看过去 沙发上散落着几张 零零散散的纸张 一旁地面上的纸箱里 还有很多信封状的东西 粉的蓝的 大多还是粉色的居多 薛存脑海里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情书 这都是 我以前收到的情书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吗 我都收起来了 今天回了趟家 就顺带拿回来了 你别说现在看这些东西 还挺有意思的 说完 拿着一封在他面前晃了晃 薛存喉结微滚 看似冷静地在他身边坐下 一只手漫不经心地 翻着纸箱里的信封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嘴里欲盖迷章地嘀咕着 这些情书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一些小孩子 春心萌动时写着玩的 说不定就是拿来练练笔 你可别当真了 说完听到许梅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这么怕我当真 后悔了 他一双手从他身后攀上他的肩 小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 侧头看着他 你在找什么 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话音一落 薛存连忙坐直了些 淡淡道 什么着急 我就是想看看 都是哪些货色 给你写情书 说完他一手从箱子里抽出一封来 你看这个署名也没有 信封还这么丑 肯定就是逗你玩的 说完刚准备抬手去撕掉 就看到许梅一手抽过去 丑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呢 他喃喃道 一边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 信封那页的纸张没有颜色 就是一张普通的 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张而已 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潮泛黄 但好在纸张上的字体 依旧清晰可见 你是我之身赴燕水 近山穷处 遇见的一抹 以你春色 少年的字体虽然青色 但也归正 看得得出来写的时候 还是很用心的 你看这个不是 写得挺好的吗 虽然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 但是看着比其他的用心多了 许梅抬手递给薛岑去看 眉眼间略显骄傲 只是薛岑接过手之后 神情淡了淡 只是抿着嘴笑了下 还可以 他看着不是很高兴 许梅凑上前去 眼睛微眨 从他手里抽出那封情书 又仔细看了看 咦 这个字迹怎么这么眼熟 好像有一点点 像你的字 许梅的声音轻柔 犹如一片羽毛 落在他心上 他连忙咳嗽两声 淡淡的 就之前随手抄的 不知道怎么 就被你收到情书里了 肯定是意外 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的 许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随手拆了一封 声音高了几分说道 那我看这个就比你写得好 说得多甜美啊 一天不见我都吃不下饭呢 他说完眨眨眼 又看了看薛辰的反应 他只是收好那张纸 放进口袋里 坐在一旁 许梅凑过去 两只手撑在他腿上 巧声问他 生气了 不高兴了 薛辰摇了摇头 没有 他撅起嘴来 喃喃道 你就是不开心了 这生气两个字 都写脸上了 他有点无奈 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轻声问 我生什么气 许梅从他口袋里抽出那张纸 月声道 不管你是不是写给我的 到我这儿 就是我的东西了 我得把它放好 说完他小跑回房间 把这张纸 收进那装满便签的盒子里 回到沙发上的时候 又捏了捏薛辰的脸 现在不生气了 薛辰微微一笑 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 淡淡道 你要是能穿上这个 我就不生气了 嗯 什么东西 许梅接过一看 喉间的口水咽了咽 是比上次的礼物 更那个的衣服 这压根就是什么都不折 几根链条拼在一块 带着点像是水钻的流苏 看着就让人血液沸腾的程度 这和不穿有区别吗 他担了担嘴 薛辰轻笑 有 他说声音低呀 带着点诱哄 宝贝穿了更漂亮 薛辰总是作弊 他得天独厚的外貌和嗓音优势 总是让许梅败下阵来 许梅咬咬牙 应了一声答应了下来 速度快地让薛辰微微一愣 那 据话 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声 就见许梅拿着 就往浴室去了 薛辰有些困惑 想了一会儿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 看着他出来的时候 身下还留了一小条 他一手 将人揽进怀里 手指轻轻勾住一脚 就被他制止住了 嗯 薛辰声音低呀 看着就觉得快要忍不住了 许梅转身 双手抵着他的胸膛 缓缓说 我来那个了 所以 不能哦 说完他笑出声来 只剩下薛辰一个人 脸色微僵 叹了口气 在他唇上清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松开 不是还有几天吗 他算了算 应该还没到时间的 许梅轻笑 会不准的吗 说来也不巧 他还是回家的时候 才发现的 只是没想到 反而躲过一劫 薛辰无奈 但也只好松开他 低声道 那我去洗澡 你把衣服穿上 别着凉了 许梅点头 看着他进了浴室 许久都没出来 甚至还能听到 几声男性的低喘 一日 陆之言选了家饭店 虽然很不喜欢薛辰一块跟着来 但也不能说些什么 刚做完手术 他整个人的脸色 看上去都不是很好 饭菜也只能吃点清淡的 薛辰和许梅来的时候 陆之言已经坐了有一会儿了 几个人面面相去 微微有点尴尬 陆之言只好低声道 先坐吧 我点了几个菜 你们看看 你要加什么 今天的陆之言格外的客气 不知道是因为大病一场的缘故 还是因为知道了那场车祸的真相 薛辰看着菜单 又加了几道许梅爱吃的菜 陆之言看着他 点了几道很重口味的菜问了句 都是辣的 小梅吃的削吗 画落包间里安静了几秒 薛辰淡淡道 小梅爱吃辣的 陆之言微愣 又想起上次在陆家家宴的时候 他说 只是因为他过敏 所以家里才没有那道菜 看来这次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胃不好 所以他从来不给他带重口味的菜 而不是因为他喜欢淡口 第131章 小蕊没事吧 陆之言浅笑一声 没有开口 继续争辩什么 在薛辰面前 他就像是一个刚认识许梅的陌生人一样 其实许梅对他很好 他也能感受到 只是一看到许梅对他好 他就越觉得 这不是属于他的 认为他 只是因为他是陆之眼才对他好 总觉得会被人发现端倪 总是离别人很远 就连主动靠近的许梅 他也只是冷冷相待 后来有人说 许梅喜欢他 他也不以为是 毕竟就连天生爱子女的父母 都不是很喜欢他 他又怎么指望其他人会真心 至于简婴一开始 也只是作为一个未解 后来出国 更是只想着弥补自己的心虚 多加补偿 他这人 好像就不适合谈情书案 菜品一盘盘端上来 陆之眼没说话 他们两个也不说话 就单纯地吃菜 陆之眼浅尝了几口 觉得没什么胃口 这才放下筷子淡淡道 小梅 之前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和你说声抱歉 能听到陆之眼这样说 许梅的确短暂地惊讶了点 但心里却没什么波澜 我知道了 但我不能当作什么事 都没发生一样 也不能原谅你 他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一旁的薛层 又递过来一只包好的虾 他唇齿微张 一口咬下去 陆之眼看着 心里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捏着 犯着尖锐的疼痛感 他只是知道了 但他不可能原谅了 果然 他不可能那么轻飘飘地放下 陆之眼轻叹一口气 在旁边的座位上 拿出一张纸 放在餐桌上 转到他们面前 陈生说 这上面是文家最近这段时间做的事 不止一次在封层门口 和你们家门口出现过 我已经敲打过他了 你们还是小心点 文家 文婷的名字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 自从上次听说方叔怀孕后 就没听过他们的事情了 倒是没想到 最近会开始打他们的主意 薛层看了几眼后放在桌上 轻飘飘地说 我清楚 只是陆总还是多操心点自己比较好 陆氏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一开始举报陆氏的时候 并没有想过 会引发这一连串的效应 但这样的结果 也只是必然的而已 陆之眼轻叹一口气 我清楚 陆氏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 但已经发生了 又能怎么样呢 倒像是薛层说的那样 作茧自负 一顿饭下来 许梅虽然听到他道歉 但总觉得他有一股 无奈中 透着有气无力的状态 回去的路上 许梅还是有些困惑 你说今天陆之眼这顿饭为了什么 感觉就只是为了说个对不起 那可能就是为了说对不起吧 好让自己良心过得去 他淡淡道 许梅 你倒是了解他 他轻笑一声 刚刚不知道给他喂了多少口饭 平时吃饭 可没见他这样 多半就是为了显摆一会儿 两个人说着 快到家的时候 薛层电话响了 许梅目光下意识地往中空那看了眼 薛层修长的指节 一边打着方向盘 一边按了接通和扩音 方知义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来 他只问了一句 你妹妹人呢 怎么不在家 话音一落 薛层的脚下的刹车 直接踩到了底 小蕊不见了 电话那头顿了两秒 我在家没看到他 他今天也没有工作 电话暂时也打不通 薛层长叹一口气 抓了抓头发 烦躁地说了声 等会给你打电话 挂了电话 薛层安静下来想了一会 许梅没好打扰他 听着像是小蕊不见了 不知道言不言重 薛层在手机里翻出一个号码 直接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秒后被接通 方木家派人来华国了 电话那头的人 薛层似乎并不知道 过了两秒才开口 小蕊不见了吗 薛层有些无语 怎么你还不知道 我没有三头六臂 盯不住那么多人啊 我就一个人辛辛苦苦 又没人帮我 我 一听着 对方又要开始长篇大论 薛层连忙制止 行行行行了 我去还不行 话落 电话那头的人 又正经起来 可以 欢迎 什么时候来 我给你订机票 薛层冷笑一声 不缺你几万机票钱 说话就把电话挂了 一脸无奈 又摇了摇头 弄完事 才将手机放在一边 他垂着毛子 一只手伸到副架 握着许梅的手 神色变得柔软了许多 没有刚刚那样 一副急躁又冷淡的模样 他声音带着点恳求 老婆要不要和我一块去F国 许梅威愣 你要去处理小蕊的事情吗 他摇头 不算 我是去帮他哥 方木浩 也算是我哥哥 要不了多久时间 到时候结束了 可以带你在那边玩一会 上次不是还说 带你去F国走走吗 许梅想了一会儿 倒是觉得可以 但是最近可能不行 我在处理和剧院的合同问题 快到期了 处理完了 可以跟你去 薛曾没关心 他什么时候能去 只是又问了句 合同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到期了 到时候去签的字就好了 一开始我从国外回来 原本没打算留在剧院 后来就想着安定点 留下来也挺好的 所以只是挂名 偶尔去去就可以了 签的合同 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没什么事 他眉眼弯弯说得轻快 怕他担心 特意多解释了点 倒是看他刚刚电话里的样子 好像很急 他轻点了点头 缓缓说 方木号那边可能比较急 小蕊又回去了 估计会拿他的婚事说话 我估计得早点去 到时候你想去了 给我打电话 许梅笑着说了声好 想了想还是问了句 小蕊没事吧 薛曾 没事 虽然联系不上 但安全是能保证的 我只是担心 他会救病复发 救病 许梅困惑地问了句 之前和你说过的 他有过失语症 就是小时候被绑架过才有的 不知道方木家的人 是怎么带他走的 如果方法不当 刺激了他 可能会犯病 薛曾一字一句解释道 神情里都是 带着隐隐的担心 他抬起手来 轻轻抚上他的眉目 别担心 会没事的 第132章 必需品 一日下午三点 薛曾订了五点的机票 许梅没有给他收拾太多的衣物 他在F国有家 什么都不缺 只带点必需品就够了 你看看 应该没有什么漏的 必需品都在里面了 许梅低头检查箱子里的东西 一边开口问他 见他没有回话 他又抬头 就看他笑着走到他身边 把东西放好 又看了看 略微严肃地说了句 少了 嗯 许梅问他 少了什么 少了你 他轻声道 许梅一听 笑出声来 我说的是必需品 薛曾点头 是必需品 你不在我睡不着 他歪着头 说得一脸严肃 许梅轻痴一声 你从哪学来的这些 这要放在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 薛曾会说出这种土味情话的 谁知道薛曾笑道 你的那些少女漫画 不都这样吗 许梅微愣 转头问他 你看了那些少女漫画 他微微点头 淡淡到 略微了解 没想到老婆懂得 其实还挺多 说完 许梅的脸色涨得通红 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少女漫画 又是什么类型的 但他说 懂得挺多 少女时期的一点粉色秘密 都被他知道了 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直接合上行李箱 站起来扯了扯自己的衣服 你赶快去机场吧 提前一小时直击 现在去正好 薛曾低笑 拿过他手里的行李箱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送我去机场 许梅眼神闪躲 支支吾吾的 不 谢谢老婆 我们走吧 他话还没说完 薛曾就直接开口道 一手拿起沙发上的外套 给他穿上 许梅不情不愿地穿上 微微瞪了他一眼 薛曾 你无赖 说完抬起手 就是在他的肩上 重重砸下一拳 薛曾只是笑着握住他的手 声音轻哄 好 我无赖 不过现在赶时间 还是下次再找我算账吧 嗯 哼 许梅轻哼一声 也没和他多计较 只是裹了裹身上的大衣 淡淡道 行了 再不走就要赶不上飞机了 一直到机场门口 薛曾都没皮一下 倒是在下车前 语重心长地说了声 好了 真的要走了 回去路上小心点 晚上记得早点睡 我会打视频给你查岗的 他说得严肃真切 看得许梅都有点舍不得了 你这样子 怎么和那些女人 要查老公的岗一样 我会听话的 你照顾好自己才对 过不了一个星期 我就过去了 他算了算时间的 三天左右 他手头上的事情 就能安排好 到时候再去F国 给他的惊喜 只是想到黎安的店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业 到时候 只能牺牲一下薛曾了 参加完开业再去F国 只是这是不能和薛曾说 要被他知道自己 排在黎安后面 肯定会吃醋的 公主吃起醋来 可是很不好哄的 薛曾简单道了个别 踩着时间去检票 许梅自己开车回家的时候 忽然就觉得空落落的 还真是不习惯薛曾不在的时候 到家的时候 他打了个电话给黎安安 电话接通的时候 黎安安似乎还在忙 声音有点沙哑 一看就是用嗓过度 怎么了 黎安安略带疲惫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出来 你店铺什么时候开业啊 我可能要去趟F国 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你店铺开业 黎安安听后叹了口气 你直接去吧 我这一时半会开不了业 我真服了 这破水电工没给我装好 现在漏水 得反攻 黎安安边说 边有一副想要骂娘的架势 许梅 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去F国干嘛 都多久没回去了 去旅游啊 黎安安好奇地问了一嘴 许梅直言道 薛曾在F国有点事要处理 到时候和他在那边转转 就当旅游了 说完就听到黎安安的言语也遇到 哎呦呦 好浪漫的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走过的路 想想 就浪漫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楼上要是有薛总这情商就好了 许梅被他说得忍俊不惊 楼少是个比较直性子的人 直男的浪漫 可能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哼 但愿他的字典里 是有浪漫这两个字的 那你什么时候去F国 大约两天后吧 黎安安想了想 直接说 行 到时候我去送你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挂了 整个屋子安静的连叹气声都听得见 许梅在冰箱里拿了瓶水 拧了拧瓶盖 结果还没拧开 掌心红了一片 许梅瞅了瞅这瓶水的风口处 格外的紧 心里都觉得 这是在和他作对 他对着这瓶水的瓶盖 拍了一张给薛层发过去 就连一瓶水都和我作对 手心都红了 还是拧不开 看了看时间 这会儿 他应该刚起飞 许梅叹了口气 刚关掉手机 手心就震动了一下 他正想着 他不应该关机了吗 结果打开一看 是一封邮件的消息 来信人是欧爷老师 他在F国的巡演邀请他去 老师年纪也大的之前就有听说过 老师下次巡演过后 就会退居幕后 没想到来得这么早 恰好也是在F国 心中一阵暗喜 这一次 薛层也可以在大舞台上看到 他表演了 顿时心里泛起一阵喜悦 二话不说 从沙发上起来 打开电脑 回了一条感谢贴回去 刚发完就想起 上次给黎安安的相机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一想到这 他又给黎安安发了条消息 上次给你的相机 能修好吗 相机里的照片都没有备份 心底里还是希望可以修好的 但是又觉得 过去的时间太长了 就算修不好 好像也情有可原 下一秒 黎安安的消息发过来 可以修好 还要几天 送你去F国的时候带给你 看到这条消息 他心中一喜 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打着 好的 谢谢安安宝贝 顿时有点期待 去F国的事情了 也不知道到时候 提前去F国薛曾看到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第133章 密码 三日后 海城的雪开始化了 天气又冷了几分 F国没有许梅的衣服 他带的东西有点多 拉了个大大的行李箱 黎安安到的时候 许梅刚办理好直击 看着许梅一个人 拉着行李办托运的时候 他还问了句 你真不告诉薛曾你 提前到了呀 许梅笑笑 说了不就不叫惊喜了 黎安安叹了一口气 露出一抹担忧的神色说道 那你到了住哪里 只见许梅摇了摇手机 面色轻松地说道 小蕊会和我联系的 到时候 他把薛曾的住址发给我 我直接过去就好了 更何况 我好歹也在那边 待过一段时间的 怎么说也不会出事的 你别担心了 可千万不要给薛曾说啊 他眉眼弯弯 丝毫没有担心的样子 甚至还怕黎安安泄密 多提醒了他一句 黎安安见状 也只好低声应道 从包里拿出一个相机 直接递给他 诺 你的相机 修好了 这次记得备份 下次再摔坏 可就真的修不好了 许梅低头看着那个 对于现在来说 有些老旧的相机 眉眼含着笑 好 谢了 那我先走了 你路上小心 说完直接往捡票口去了 回头时给黎安安摆了摆手 让他早点回去 捡完票 坐在候机室的时候 许梅把相机打开了 刚一打开 就是系统提示 电量不足 许梅轻叹一口气 早知道叫安安冲的电了 看来只能等上了飞机 再打开了 嘀咕完这一句 相机正好自动关机了 许梅只好又把它收进包里 不过许梅习惯了长途飞行 商务舱的飞行环境 也是很可观的 以至于一上飞机 许梅喝了苹果汁 把相机的充电器插上 看着电子音频上的电影 还没几分钟就睡了过去 一万多公里的路途 十七个多小时的飞行 刚上飞机时 还是下午的样子 一落地 就是还是下午 看了看时间四点多了 这里比起海城更冷 口中的暖气 一开口就成了雾 他找到方木蕊发来的地址 是薛层的公寓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一阵一阵的 有些不安 转而又觉得 是自己太紧张了 看了看外头的天气 天光大好 阳光明媚 只是寒风刺骨 他将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头 从包里拿出一副手套戴上 机场到公寓 开了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许梅看着一路沿途的景色 脑子里一直想的 都是薛层在这样的城市里 走过多少遍这些路 下车时 他拖着行李箱找到了公寓 三楼 电梯开门后 许梅站在公寓门口 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他抬手按了按门铃 不知道薛层在不在家 门口的密码锁他 也不知道密码 等了片刻 屋内应该是没有人 想了想等 下去也不算个事 他给方木蕊 又打了个电话 嫂嫂 你到了吗 我哥好像出去了 许梅垂头看着自己足间 踢了踢地面 声音有些失落 他不在家 我现在在公寓门口 还不知道密码 啊 那可怎么办 外面这么冷 不能一直站门口的 嫂嫂你知不知道 他国内的密码 试一试 说不定能蒙对呢 听完 许梅抬起头来想了想 行 我试试 挂了电话 他抬手看着密码锁 想了想家里的密码 用的是薛层的生日 他按了一串下来 滴滴 密码不对 他有些泄气 又试了试自己的生日 还是不对 刚想着 是不是还是得给薛层打电话 忽然脑海里 又闪过一串数字 薛层在学校门口 那间公寓的密码 心里一沉 想想试一试 但也没抱太大希望 他对着手心哈了哈气 在密码锁上 书下那传数字 226634 第一 密码正确 门已开启 对了 心中一正 脚步在门口却迈不进去 但好奇心驱使 还是拉着行李箱 先进了门 一进门就是一股清新的味道 和雨后的树林一样 薛层的公寓 和他本人的风格 还是挺像的 简约 屋内都是些原木的家具设计 更有秋天的味道 花瓶里都是一些干花 更为惊讶的是 入门的一面墙上 摆满了玫瑰花的标本相框 很美 也很震撼 和在天狱的房子差不多大 不过只有一层 屋内有暖气 进来一会儿就觉得 浑身都暖洋洋的 他把行李放在了门口 脱下的外套 挂在衣架上 厨房的池子里 还有一些碗筷 大约是今早吃完的早餐 还没收拾 他轻叹一口气 也不知道 这人这几天怎么过的 许梅直接顺手简单收拾了下 冰箱里没有像在天狱的房子一样 放满了果汁 只有一些矿泉水 他坐在沙发上 想了想要不要 给薛层发消息 停留在键盘上的指尖发了愣 下意识地 又输了一遍房子的密码 226634 只是这次 在手机上显示的是两个字 草莓 像是一记重重的鼓锤 敲在了心上 看着屏幕上的两个字 手指都有点颤抖 心里的悸动 久久不能停下 他反手将手机倒扣在沙发上 心口砰砰直跳 像是怎么都缓不下来似的 鼻尖像是被塞住了一团棉花 呼吸着浅薄的空气 濒临溺水的边界 国内的那间公寓 是他读书史住的房子 这间公寓 是他独自在国外一个人居住的房子 用的却都是以他为名的密码 刹那间 一个不可思议想法 在脑中稍纵即逝 他站起身来 走到其他的房间去 书房里的陈设 还是一如既往的迪奇亚 一整面的书墙上密密麻麻的 他的眼神一闪而过 落在桌上放着的一本书上 流浪的星星 这本在许家他也看过 许梅也看过 很早之前 他曾经为这本书里写的 《战争与和平》 生命与死亡而震撼 他也曾在书里记下很多读书感 他的手落在书上 微微翻开 书有点心 但这一页却像是 被翻开很多遍一样 随手翻开 就是这一页 书页的边角 甚至有些全躯 书页上的一句话 赫然被一只笔重重的画线标注起来 我想 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没有最美好的相遇 但却应该有为了相遇或者重逢 所做的最美好的努力 这段话的一旁 是他用笔竹重写下的一句话 我做了很多努力 下一次一定是最美好的相遇 第134章 想再见草莓一面 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 自己力道用的 甚至可以穿破纸张 最下方 他还用很小的一行字写道 想再见草莓一面 会见到吗 不知道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会是什么心情 在那年 暑假分开后 许梅很少会想到薛岑 他原本以为 只是两个人正常到 不能再正常地分别 就算后来再次见面 也以为这是巧合 但没想到 会是他期待很久的夙愿 忽然很想告诉他 会见到的 你会见到的 指尖轻轻划过他的字迹 心口的酸涩感 又中了几分 他好像只是短暂地 在他的人生里出现了一下 又好像一直留在 他的生活轨迹里 他为了再一次见面 花了多少努力 又付出了多少 才能再次走到他身边 心口像是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慢慢堵住 所有的空气流通 一瞬间 像是呼吸不过来一样 他拉开椅子坐下 整个心脏 宛如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紧紧捏着 眼眶都开始渐渐模糊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串珠一样 止不住地掉下来 书页的末尾 慢慢被晕湿 他抽了两张纸 在纸张上轻轻擦拭着 手却止不住地颤抖 心口梗得难受 擦好后书被盒上 习惯性地打算 放进书桌旁的抽屉里 可拉开抽屉 他看到的是一个精致的铁翼小盒子 里面放满了一张张明信片 他好像都没有力气 去拿那些明信片 一张张都格外地熟悉 画面熟悉到记忆里 每一次收到明信片的时候 他都记得 他有一个支持他很久的粉丝 在每一次演出结束 他都会托人送来一束花 每次都带着一张明信片 在那年富士现场 他被赶下台的时候 也是收到一张明信片 上面潦草的字迹写着 维也纳金色大厅很美 希望你能来 因为那一张明信片 他去找机会 自己努力把演奏的录像 带发给老师 这才有了重新复选的机会 原来从那个时候 开始他 就在关注他了吗 还有的 应该还有他没注意到的 他急促地拿出手机 指尖不停颤抖地 点开自己的微博 找到私信里那个陌生的粉丝 那个叫X的 每一次演出结束 都会给他发私信 鼓励他帮他庆祝的人 他的IP地址 是在F国 一瞬间 像是破开了重重迷雾 他从来没看过 这个小小博客的信息 他的微博里 发送的内容寥寥可数 都是一些风景照的照片 XXXX年某月某日 今天他的演出很好 他终于做到了 在金色大厅演出 想给他庆祝 买了一束花 配图 XXXX年某月某日 今天下了很大的雪 不知道他会不会注意保暖 XXXX年某月某日 创业好像很难 但好像想到多努力一点 就可以见到他 好像又有点期待了 最近的一条 也是大半年前发的一条 上面写的是 XXXX年某月某日 他好像快要结婚了 我还要回去见他吗 我还要回去见他吗 一瞬间 浑身的血液 仿佛都在倒流 难受得哭不出声来 他看了很多 变他以前发的博客 越多看一眼 心里 就越来越难受 眼泪又模糊了屏幕 眼前的字 越发看得不清楚 他没看到 一次都没 如果他曾经点开看过 是不是就能早一点发现了 看着他最后一条博客 脑海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说着 你要去的 一定要去的 你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见他的呀 因为他不回来 所以 他才会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要不要去见他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哽咽到不行 哭到呼吸不过来 整个头都痛得难受 梳理好的头发 都变得凌乱不堪 他想过 或许是年少时的短暂心动 才让薛层对他有所包容 但从没想过 会是从一而终的喜欢 所有的明信片像是要将他吞噬 整个人浑身都开始颤抖 眼泪更是收不住地落下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么早 他那样的人 怎么会甘心默默无闻 做这么多 却一句话不说 他强撑着身子坐在地上 哭得整个人快要呼吸不过来 泪水忽了 满脸都是 发丝黏在脸上 白皙的脸上眼眶鼻尖红得格外突兀 好难受 像是小的时候 吃到的一个青色的柿子一样 色到整个口腔都麻木 脑袋一想到 薛层就控制不住地让他流出泪来 忽然间 他想起来 他说过的 他那天开着玩笑地问他 你有没有什么秘密 他说了的 他说 我的秘密是你 我的秘密是你 它是他不能宣之于口的秘密 桌上的手机忽然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他吸了吸鼻子 酸色感却愈发强烈 他按下接听 方木蕊的声音传来 嫂嫂你进门了吗 要不我还是问问哥哥密码多少吧 许梅声音轻颤 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了一声 进来了 哦 进去了就好 嫂嫂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 是不是打冒了 他亲手捂住听筒 微微仰起头来 尽量让声音听上去好一点 没事 我先休息了 说完他挂掉电话 眼眶又一次湿润起来 方木蕊总觉得许梅的状态不太对 感觉像是在强撑着什么似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冷得太久了 心里总是隐隐有点不安 慎重其见 还是给薛层打来的电话 电话响了有一阵才被接起来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稍微有些吵闹 哥 你现在有空吗 薛层的语气清冷 你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方木蕊咽了咽口水 试探心问道 嫂子的事情算是重要的事情吗 薛层的声音一下就变得严肃起来 他怎么了 就是嫂嫂来找你 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就把你公寓的地址给他了 他去我公寓了 你知道密码吗 薛层有些无语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方木蕊继续说道 嫂嫂说他进去了 他好像知道密码 薛层轻笑一声 他怎么 话停在一半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没有继续往下说 那个嫂嫂的状态 好像不太 对 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的声音好像怪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 你要不回去看看吧 方木蕊说完 薛层像是明白过来什么 轻声道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后 薛层走到一边眉目深锁 想了好一会儿 打开手机 看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 但都没有收到许梅的任何消息 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了 如果他知道了 为什么没有给他发消息 是不愿意相信 还是在逃避 会吓到他吗 第135章 我见到草莓了 手机的屏幕忽明忽暗 方木蕊似乎是注意到 他的情绪不太对 走到他身边问了句 出什么事了 薛层看了看远处的景色 寒风好像透过窗户 吹进了心里 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说完他拿起外套 就往外面走去 上车后 他看了看 手机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他还是没忍住 给许梅打来的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几秒就被接通了 但是两个人都没说话 薛层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想了会还是问了句 看到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 只是一句轻轻的 嗯 就让他觉得 心口像被一把钝刀磨着 薛层 他的声音很小 一边说一边哽咽着 就算没看到 他人也能想象到 他现在的模样 嗯 我在 他好像只能这样说 他好像哭得更厉害了 抽气了几秒后 才缓缓开口 我好想见你 他柔声道 我在回来的路上 薛层心里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 只要他还愿意见到他就好 他轻轻软软地应了一声 好 刚准备挂掉 薛层又开口说了句 靠近阳台的房间里 有我准备的礼物 要不要看看 听到薛层的声音 心情好像稍微可以平复一点 在书房坐了好一会儿 他才起身走到旁边的房间 房间里有着一台黑胶唱片机 墙上挂着很多照片 都是一些说不上名字的景点照片 但又好像都觉得有点眼熟 他漫步走到唱片机面前 随便取了一张放上去 婉转的声音缓缓响起 许梅的脚步顿住 又将那张照片取下仔细看了看 再放上去 小提琴的声音 还是一如既往的熟悉 他又看了看其他的唱片 好像都是一样 都是他各场演奏会的原声唱片 大概是他自己去课的 原来他去过自己演奏会 只是没有露面 他送出的那些鲜花 都是他看过的每一场演奏会证明 怪不得上次在乡下的时候 他问他是不是第一次看他演出 他说不是 不仅不是 还看过很多次 都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他出现过很多次 想到这 许梅忽然意识到什么 在手机里找到傅城的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秒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还有点好奇 试探地问了句 许梅 他应道 是我 我有点事想问你 他的语气有些颇不及待 让傅城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深 什么事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F国 你救了我一次 那一次是不是薛藤也在 傅城愣了几秒 这才反应过来 否认是不可能的 他只好全盘坦白 是 不止那次 很多次他都去见过你 只不过那次 刚好遇见你晕倒在路边 他那会儿刚从芳木家出来 什么都没有 连送你去医院的车也没有 他才麻烦我送你去医院 他说完 许梅浑身像是血液倒流一般麻木 心口的酸色感 像是把他丢进了深不见底的深渊里一样 像是抑制住他的呼吸 喘不上气一般 双腿瘫软在地上 一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领口 想要多一份可以呼吸的氧气 明明上次想起 在哪见过傅城时 他就应该猜到的 哪有那么多巧合 怎么可能就他遇见了好人 都是有人 在为了见他 一直努力 他那样的人 以前和他吵架 都非要堵他一句的人 怎么会为了见他 耳侧小提琴的曲子还在放着 还是那首熟悉的 贝多芬奏名曲 忽然门外忽然响起开门的声音 没过多久 就看见房门被推开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赶回来的 头发都有点凌乱 额前的发丝带着点水气 一进门就看见自己 心心念念的人 靠在唱片机旁边 整个脸都埋进了双腿间 紧紧抱着 心口像是被紧紧揪着一样难受 他缓缓走到许梅身边半蹲下 一只手落在他后背 却迟迟没有落下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原本是打算找个合适的契机 再慢慢告诉他 结果没想到 会被他自己发现 他声音低沉 缓缓开口 地上冷 掀起来好不好 说完 许梅的小脸 缓缓从双腿间抬起来 脸上都是凌乱的发丝 双眼都是通红的 甚至有些肿了 鼻尖还在一抽一抽的 看到他之后 好像更心疼了 他抽了几张纸出来 简单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 低声问道 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说这话时 他带着浅浅的笑 有点心酸的感觉 你 你怎么 他话都说不出完整的一句 喉尖梗得厉害 心里却有好多好多 想问出口的话 薛曾脸了脸眸 低声说 想知道什么 我慢慢告诉你 先起来 去洗个澡好不好 眼前的女生点了点头 被他扶着 缓缓站起来 他走到浴室门口站着 整个人还没缓过来 薛曾去卧室 拿了一套家居服出来 刚买的 洗过了 等会儿直接换上 他抬手结果 准备进浴室的时候 薛曾又问了句 自己可以吗 他点头 没说话 模样像是个乖巧的小兔一样 他摸了摸他的发顶 轻声道了句 乖 许梅微微一愣 嗓子有点不舒服 沉沉地嗡了一声 转身进了浴室 一进浴室 就看到镜子上自己的模样 满脸的泪痕头发 也是乱糟糟的 还好今天没化妆 不然像个女鬼一样 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但是想起看到他哭成泪人的模样 又有点后悔 应该早点告诉他的 但是这些话 他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大概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走到书房 看到他翻开的那页书 莫为有些被泪因尸的痕迹 心间像是被他的泪烫过一般 他坐下 拿起桌上的一支笔 想了一会儿 随后缓缓落笔写下 我见到草莓了 当年写下那句 想见到草莓的时候 他总是在心里心心念念千万遍 我会见到的 会有机会的 如今如愿了 第136章 我会一直喜欢你 薛层简单煮了一碗清汤面 许梅出来的时候 那碗面刚好端出来 晚上阴晕的热气 仿佛让他觉得 刚才的一切 好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一样 飞机上应该没怎么吃东西吧 这里没有国内方便 就简单煮了碗面 许梅自然是不计较这些的 微微点头 坐在餐桌边 虽然确实有点饿了 但是他藏了一肚子的话 吃不下这些东西 怎么了 不喜欢吗 他迟迟不愿意动筷子 不知道是不喜欢 还是不愿意再吃他做的东西 没什么胃口 他低声道 心里还是难受得很 薛层把碗筷放在一边 叹了口气 起身牵起他的手淡淡道 你过来 他跟着薛层走到沙发边上 薛层拉着他坐下 一手将人卷在怀里 想听什么 我告诉你 许梅微愣 感觉到他靠在自己肩膀上 温热的鼻息落在脖梗上 他声音轻颤 浅浅地问道 你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虽然问出这句话 有点不好意思 但这也是他最想知道的事情 可他听到薛层说 我也不知道 许梅微微有点失落 这个答案 似乎太过于模棱两可了 下一秒他又补充道 像是思考了好一会儿 给出的答案 不知道是一见钟情 还是日久生情 第一次见你 是在学校大礼堂 看你在台上拉完一首曲子 你那天穿了一身 纯黑色的连衣裙 模样惊艳道 我到现在还记得 但也只是见了一面 多看了几眼 要说有多清新 好像有些肤浅 后来我们在一个班里 说到这他浅浅地笑了两声 我觉得你很可爱 会因为一个数学题 和别人吵起来 发现自己错了之后 硬着头皮道歉 真的很好玩 后来见到你会在篮球场上 为了录之眼很大声地喊加油 我想你眼光真的很差 就想听你也对我喊一声加油 再后来 我都记不清了 每天见你一面 你给我的感觉 都在不断更新 后来我想不出其他的词来形容你 想了很久 觉得最适合你的词就是喜欢 是怎么看都很喜欢的那种 他说的宛如细水长流 讲到很久之前 讲到每一次见面时的印象 记忆犹如影像一样 在许梅的脑海里放映 很多被他忽略掉的细节 都被重新想起来 那那会儿我抽屉里的零食 也是你送的吗 许梅轻声问了句 感觉到他在肩膀上微微点了点头 许梅也笑出声来 那你还说 是我不死心的追求者 他声音越来越弱 不死心的追求者 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眼眶好像又热热的 一想起来 就会觉得心酸的感觉 那你就没打算放弃过吗 追你的人也很多 其实没必要把所有希望 都放在他这里 如果他很早就放弃了 接受别人的心意 估计早就是不同的结局了 我没想过 他声音低沉 缓缓道 我的热度其实很浅 但唯独在你身上 我想了很久 如果忘不掉 倒不如试一试 在你身上死磕下去 会是什么样 听完 心口又因为他的话泛起酸意 许梅又落下一滴泪来 声音轻颤 那你现在知道 会是什么结果了吗 嗯 知道 他轻声道 带着私侥幸说道 我发现 上天还是庇佑我的 许梅又吸了吸鼻子 他想 世上没有什么庇佑 有的都是 他自己的努力 是他费了千辛万苦 走到他面前 把他拉出深渊 那如果 那天见面 我没有让你和我结婚呢 他会说出 自己喜欢他的事情吗 会阻止他和陆之眼领证吗 薛层抿着嘴笑了一下 轻声道 许梅 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 回国之前 我就查过你什么时候会去领证 不然你以为 为什么那么巧 会在民政局门口见到我 都是他步步为营 如果当天陆之眼就算出现了 他也有办法 让他们领不了这个证 许梅微愣 虽然没想到会是这样 但又觉得无比庆幸 他转了个身 反手抱着他的腰 脑袋埋在他胸口 没有继续哭 只是静静抱着他 感受他身上的体温 手指在他腰间的衣服上 轻轻捏着 埋在胸口的脑袋没有抬头 说出来的滑闷闷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 万一真的就错过了呢 要是他们的幸运都差了一点 那怎么办 不是最好的时候 他说的有些无力 我没有因实的家底 和你分开之后 更是一五所有 更别提去你面前 说什么喜欢你了 想要站在你面前 一腔空白的喜欢没有用 我要有可以毫无顾忌地 站在你面前 帮你处理掉所有麻烦的能力 要没有后顾之忧的 去让许梅决定是否喜欢自己 若是要带着一身麻烦 站在他面前 他自己就做不到 可是 太亏了这样 许梅喃喃道 他笑了声 问他 亏什么 许梅微微抬眸 对世上他浓厚如墨般的眼眸 说 你喜欢我 比我喜欢你多了很多年 这样对你 太亏了 他一本正经的模样 让薛层不知道该怎么和他 换算这件事 像是一道很难解的数学题 在他面前 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薛层喜欢许梅很多年 和只要许梅喜欢薛层这件事 是对等的 他想他真的不需要许梅去弥补什么 过去亏欠下的光阴 只要从现在开始 是义无反顾地喜欢他就好了 没关系的 他说道 声音恳切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 专心喜欢我就好了 因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未来还有很久 要一直喜欢我也很难的 许梅脸了脸眸 抱着他的手 又紧了几分 他郑重地一字一句道 我会的 我会一直喜欢你 很久很久的 薛层轻轻硬了声 脸颊在他的头发上蹭了蹭 窗外的天光大好 虽是冬天 但是却好像又回到了 很多年前离别时 见到许梅的那个午后 他看着转角那棵大绒树嘴上说着 要祝他平安喜乐 万事顺遂 心里却在想着 下一次见面 一定要告诉你 我有多喜欢你 第137章 这个是我 入夜 许梅的眼睛哭得红肿 他煮了个水煮蛋 轻轻地给他揉着眼眶 总感觉还在梦里一样 极度不真实的感觉 让他会有些心慌 若不是能真实地 触碰到他的皮肤 感受他的呼吸 薛辰觉得 大概是真的要疯了 梦里他也是这样 可以简单地拥有他 但是梦醒了空旷的公寓里 还是只有他一个人的痕迹 揉了一会儿 许梅觉得眼眶没那么难受了 握着他的手 往他怀里钻了钻 他轻声叫了他一声 薛辰 怎么了 他低下头 在他额心处亲了一口 轻柔的 克制的 许梅难难道 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相机 上次他说的 想看他穿黑色礼服 拉小提琴的样子 相机里有的 他想给他看 现在就想 薛辰说了声好 又问了句 相机在哪 背包里 他声音压压的 大约是哭得太久 好 薛辰转身去找了找 放在门口的背包 老实相机 放在背包的夹层里 拿到相机的一瞬间 指尖的力道又紧了几分 这个相机 他也见过很多次 不知道等会他再看到 会不会又哭出来 回到房间的时候 许梅已经靠着床头坐起来了 薛辰坐在他身边 把相机递给他 低声问了句 修好了 上次他记得他说 相机摔坏了的 这次带过来 可能是修好了 嗯 安安帮我修好的 你上次不是说 想看我穿黑色礼服 演奏的照片吗 他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相机 翻开相册 一张张照片闪过 薛辰轻轻叹了口气 一只手揽着他的腰 其实我见过的 他开口说了句 许梅翻着照片的手指轻顿 他抬眸眼睫轻颤 反问了句 你见过 你的意思是 每一场演出你都在吗 他点头 解释道 在的 不然怎么这么给你送花 他抿唇笑着说 一手接过他的相机 往前翻了几页 许梅一直以为 是他定好时间匿名送的花 毕竟 如果每一场演出都在的话 他应该很辛苦吧 在每个不同的城市 都要买到演出的票 薛辰的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发丝 对他说 你看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相机 那张黑色礼服的照片 被他翻了出来 和他办公室的挂着的那幅画一样 清冷估计 只有一束白色的光线 打在他身上 他手指轻暗 翻到下一张 是结束时的大合照 他拿着相机 另一只手指了指角落的一处 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人 看不见脸 只能看见一个鸭舌帽 和身影的轮廓 他说 这是我 他想起来那天的事 笑着道 那天挺倒霉的 过来的时候 钱包还丢了 最后没办法 还是给小蕊哥哥打电话 让他给我挥了点钱过来 他说得云淡风轻 但许梅却觉得心酸得很 他不远千里来看他的演奏会 被偷了钱包截然一身 也只是为了看他一眼 那后来呢 许梅压着嗓子问他 喉间又开始微微哽咽 忽然很想 很想知道 那个时候的他是怎么样的 后来 就直接回去了 但是我那天心情很好 你那天真的很好看 就像黑夜里的湾月 后来很多次想到 许梅都是那天惊鸿一瞥的样子 他从来都不否认 自己是见色起义 但这样偏偏就能让他见之不忘 又何尝不是一见钟情 许梅看着相机里的照片 又往后翻了翻 好像每一张大合照里 都有一个戴着帽子的人 其实他每一场都来了 他都来见他了 为什么没认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次 他都没认出来 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想着 眼眶又开始模糊 酸色感慢上来 呼吸都困难 薛层低下头来 抽了张纸 给他轻轻擦拭着 怎么又哭了 其实不用难过的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可是 可是他鼻尖抽气着 刚消肿的眼眶 又开始变得通红 他有些手足无措 一只手紧紧抓着他 难受的不知道怎么表达 连连喘了好几口气 薛层的手 不停给他俯着背 可是 你也会难过的 那么多次 你还看了我那么多次 是我 是我没有认出来你 你不会难过的吗 他哭得有些失控 总觉得是他太忽视了 要是之前多用心一点 是不是就能看到他 他该有多难过啊 每一次每一次他都来了 但是自己一次都没有看到他 他会失落吗 薛层温热的指腹 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着眼角 低下头来 温柔地在眼角亲了一口 不会的 能看到你 我就很开心了 我很开心的 你不要为我难过 他曾经也想过 要是许没意外看到了 认出他来了怎么办 他或许大概还是会和以前一样 嘴硬地不肯承认 是特意来看他的 他会说 意外 巧合 以后不会了 他声音压压地 带着浓重的鼻音 好像一哭起来 就会呼吸不畅 他说 以后我一定会认出你的 我会在人群里 第一眼就看到你的 你要信我 他声音哽咽着 还是把话说完了 信誓旦旦的模样 让薛层顿时觉得 过去的那么多年里 没有一天是白过的 大概就是为了苦尽甘来 他会遇到的 月光会来的 不用他奔赴千里 月亮会朝他走来的 好 你一定会认出我的 他笑着又拿纸巾 擦了擦他眼角的泪 许没看着他的脸颊 他抚摸过很多次的 忽然柔软的小手 攀上他的脖梗 他直起身子来 跪在床铺上 低下头去吻他 纹里带着眼泪的酸涩 他一手揽着他的腰 卸了所有防备 坦然地接受他 青涩又汹涌的爱意 他低头 倾着胶软的嗓音 轻轻颤抖 他说 喜欢你 我以后会更喜欢你 想把那缺失的几年 都补回来一样 他吻到浑身都没了力气 领口的几粒扣子 被胡乱解开 露出一半雪白的尖头 上面还有点 刚刚过于用力 留下的纸痕 薛层起身 只留下他情动的前犬 第138章 你不用担心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脑袋像是快要炸开般的痛 晕呼呼的 不知道是不是又生病了 昨晚明明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却还是浑身疲累 薛层每次在床上的时候 都格外地清醒 想到这里没有工具 就及时刹车了 但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刚想着 薛层就从门外进来了 手里端着盘子 餐盘里是简单的三明治和煎蛋 倒是和国内的早餐有点差别 怎么了 他没心拧在一块 一只手不停地按着太阳穴 有点头疼 说完 薛层把餐盘放在一边 轻声道 你躺下 我给你按按 他轻声硬了一下 乖乖躺下来 他温热的手落在太阳穴两侧 力道时轻时重地按着 没一会儿就觉得舒服多了 昨天晚上也是这只手 时轻时重地按着 让他整个人都快要窒息 黏你的水字声 好像又在耳边响起 在想什么 脸这么红 他低头问道 按着按着脸颊 就开始变得红润起来 让他以为是不是发烧了 没 没什么 你今天要出去忙吗 要 不过不急 今天带你去见见我哥 昨晚睡前 方木浩又打了个电话过来 大约是不放心他的状态 简单说了两声 方木浩就说 今天要和弟妹吃顿饭 薛层想了想就答应了 正好小蕊也在 不用担心会不会甘大的事情 就是小蕊的亲生哥哥吗 对 不用紧张 他很好说话的 倒是经常在他口中 听到这个名字 就是还没见过 那会薛层在F国的时候 就是他们兄妹帮了很多 想来应该是很不错的人 想到小蕊他又问了声 那小蕊呢 最近还好吗 薛层想了想 不知道该怎么用好 还是不好来形容 方木蕊现在的状态 联姻暂时搁置了 方之义那边 最近应该会有动作 等到帮方木浩手里的股份 都拿到手 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许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不懂 他们这些商场上的事情 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只是听到 说小蕊 还可以就可以放心了 那你过来是做什么工作 诸葛亮吗 按照他的智商 应该是出谋划策的那位 但没想到薛层说 我就是负责盯着方木家那个 一直空着方木浩手里股份 不愿放权的老爷子 时不时说点令人生气的话 让他在医院里多待几天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 方木浩自己会出手 许梅轻愣 困惑似的问了句 你就是负责气人的 薛层眉眼微挑 语调轻快 怎么 瞧不起 他笑了笑 啊 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果然商战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 薛层的手落在他的发丝上 轻轻揉了揉 笑道 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大哥他很有头脑 只是一直受制于老爷子施展不开 只要他能拿到剩下的股份 小蕊的事 就只要他点头就行了 听完 许梅这才明白过来 但又好奇地问了句 那要是大哥不喜欢方之翼呢 空气中顿时安静了几秒 随后薛层没忍住笑出声来 那就得看方之翼自己的了 这就和我们无关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两个人简单收拾了 一下就出门了 薛层关门的时候 许梅还饶有兴致地问了句 为什么要用草莓做密码啊 226634是酒间的草莓啊 薛层轻笑一声 手中的围巾又在他脑袋上 喂围了两圈 他的声音沉稳缓缓道 就是那天换锁的时候 天气挺好 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就下意识地说了草莓 后来觉得就这样也不错 就一直都是这个密码了 许梅的眼眸微抬 灰褐色的大衣 趁得他格外的成熟 忽然觉得真好 还好是他 有庆幸是他 虽然说他的出现一开始 在他看来就是一张网 密密麻麻地将他圈在里面 一步一步将他套楼 但在他看来 自己又何尝不是心甘情愿地 落入他的网里 只是六年的时间 让他变了很多 也不知道在六年的时间里 他会有多少次想到自己 阿岑 他舔软的嗓音喊他 薛层脚步一顿 垂着头应了一声 嗯 过去这么久 你会经常想到我吗 会经常想到他吗 其实会的 特别是一开始的那段日子 要打工上学 会经常想到他 吃饭的时候 会想他今天吃的什么 生病的时候会想 他要是生病了 身边会不会有人照顾 会在春天想 有没有人送他一束娇艳的花 会在夏天想 有没有人给他买冰镇的果汁 会在秋天想 会不会有人带他旅游 看落叶泛黄 会在冬天想 会不会有人告诉他 降温要加一 想到最后还是觉得 如果那个人是自己就好 那些事 他都要带他做一遍 甚至在上学时 同情的同学会 打趣他性无能 什么样的美女 都不能让他多看一眼 而他想的是 好像都不如许美好 他说 每天都会想 后来就习惯了 工作忙起来的时候 能想到的时间 就少了很多 但实在累的时候 还是会想到你 想到累过去这阵子 就能去见你 到时候 如果他还是一个人 或者他所托飞人时 他都会不择手段 再抢过来 许美沉默了一瞬 声音也难难道 其实我也有看到你的消息 偶尔会出现在新闻的头条上 时常会觉得很惊讶 又觉得 好像你本该这样 就该是在天璀璨的样子 薛层听他说着 怕他又难过了 停住脚步 走到他面前 轻轻捧起他的小脸 像是在端向着什么 他眼睛微眨 像是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就看他笑着说 那现在这个 在天璀璨的人是你的了 所以 你现在 有没有更爱我一点 心里像是一把 尘封已久的小提琴 缓缓拨动琴弦 拉出一首令人心动的曲子 他咽了咽喉咙 舒尔脸上浮现笑意 他说 有的 今天会比昨天更爱你 明天也会比今天更爱你 所以 阿岑 你不用担心 我会一直爱你 第139章 身不由己 大约是他听得太入神 薛层恍然间明白过来 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相爱 却还要坚持不懈地 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因为我爱你三个字 真的很让人动情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眼里都坠满了星星 心里好像空着的地方 骤然间就被填满了 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你 他低下头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许梅的耳根处 忽然变得灼热 不知道是他的鼻息太热 还是他说这句话时 体内的荷尔蒙升温 他小力地推了推它 好了 快走吧 等下大哥等急了 薛层倾笑想说 不要紧 又反应过来 这是 他不好意思地推词 只好应下 好 反斜杠反斜杠 方木浩是直接邀请薛层和许梅 到方木家的别墅 老爷子还在医院里 别墅里的人都是 听方木浩的 自然格外地重视 上上下下都开始忙碌起来 方木蕊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别墅里的人都在忙活 随口问了句 今天是有什么大事吗 怎么弄得这么隆重 方木浩双腿交叠 一晃一晃地敲着腿 不紧不慢地说 你另外一个哥哥 要带着你的嫂嫂来 方木蕊准备上楼的脚步一顿 连忙回头问道 我嫂嫂要来 方木浩点头 下一秒就见眼前的人 骤然间变得兴奋起来 发出一种可怕的尖叫 那我要去好好收拾收拾 哥哥你也捣吃捣吃啊 怎么这么邋遢 方木浩皱着眉头 看着自己身上几十万的定制西装 发出了疑问 邋遢 除了方木蕊 大概也没有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形容她了 你去收拾你自己的吧 不用管我 方木蕊轻哼一声 小跑着上了楼 看着她的蹦搭的背影 方木浩觉得 她是真的越来越没有世家贵族子女身上的端庄典雅 不过好在她是方木蕊 这些外在的端庄典雅 她永远都不需要 那些于她而言 不过是谨慎小心 是扣在她脖子上的枷锁罢了 所以 连姻一定要取消 她方木浩的妹妹 自然要嫁给世上最好的男人 还使入庄园 方木家的庄园 占地平方 可以比得上阿尔国的一座小城 可以说是古时的一城之主都不为过 瘦大的林元光 在里面行驶 都需要十几分钟 许梅看着外面修材整齐的树木 低声问了句 你当初知道自己是方木家的人是什么想法啊 薛层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 闭着眼靠在座椅上 听到她说话才睁开眼 她脸眸 有点震撼吧 更多的是不安和惶恐 其实和电视剧里看到的不一样 你还知道电视剧呢 许梅略微惊讶地问她 她笑出声来 淡淡道 不是有个电视剧 自己成了亿万总裁的孙女 有帅哥成群 和花不完的零花钱 许梅脸上的笑都藏不住 但又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你也看过啊 我还以为进了豪门 真就这样吗 薛层谴笑 哪有那么容易 且不说你的身份是否存疑 光是对你的身份进行验证 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当初回来 还做了很多智力测试 和商业案例分析 不然一无是处的薛层 他们不会认的 许梅听她说的 慢慢用手捂住嘴 脸上都是震惊 这也太严格了吧 选博家主席吗 这是 薛层微微点头 也不是不可能 F国的总统 方木家的人 是有资格入选的 她一本震惊地说着 这让许梅更加震惊了 下巴都快掉在地上 原本以前以为 自己小小许家在海城 也算得上豪门 现在看来 算个屁 那你岂不是身价很高 我都有点配不上了 她低声道 脑袋里还在震惊中 薛层抬手在她的脑门点了点 想什么呢 和我没关系 许梅这才反应过来 她没回方木家 她挪了挪身子 凑到薛层身边问道 你当初就那样拒绝了 不会觉得可惜吗 薛层轻叹一口气 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惜吗 倒是没有 当时只觉得窒息 窒息 如你所见 方木家是顶级豪门 但也有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比如小蕊的婚事 若不是她的哥哥开明 像其他的家族 所有女子的婚事都不由自主 接受安排完成联姻 后面还要守着家族荣誉和夫妻体面 困在别墅里 如果是我 下半辈子这样生活 我只会觉得窒息 许梅听她说着 脑子里像是 有了一幅鲜明的画面 正吃的鸟 被困在五彩斑斓的笼子里 没有自由 只有束缚 像薛层这样不甘一鱼的人 是不可能听从这样的安排的 她轻轻叹了口气 又凑到薛层耳边说 谢谢你啊 嗯 她微微有些困惑 谢我什么 她玩儿 没眼弯弯 谢谢你这个鸟 飞过来找我了 薛层笑笑 摸了摸她的发顶 没有说话 没一会儿 前面的司机就开口道 岑少爷 到了 薛层轻轻应了一声 打开车门 自然而然地 走到许梅那边 打开车门 伸出一只手 许梅的小手 轻轻搭上去 巧声问了句 她为什么叫你岑少爷 她唇角微弯 轻斥一声 大哥整的 花里胡哨 说完 两个人走到别墅门口 飞庸在门口站成两列 正准备开口 就被薛层抬手制止了 一进门 许梅就听见那熟悉的声音 嫂嫂 方木蕊换了身裙子 小跑小跳地 从楼梯上下来 远远瞧着 她脸上的兴奋就难以掩盖 闻声从一旁走来 一位男性 温文尔雅 离梁上的金丝眼镜架着 身材奇长 一身得体的黑色西装 衬得人格外挺拔 来了 那人沉声到了句 嗯 这位我老婆 许梅 薛层简单介绍了一下 垂眸牵着许梅的手楼声道 大哥 方木耗 你跟着喊大哥就好 许梅微微点头 微笑着跟着叫了声 大哥 那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人都到了就吃饭吧 过来太远 饿了 薛层开门见山道 没有多余的寒暄 倒是让人觉得 和平时在家没什么两样 第140章 玉琢 方木耗轻渴两声 暗暗道 像什么样 没规没矩的 文言 薛层迈出去的腿 又收了回来 问他 有规矩 不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有规矩的人 才不会把老头子 气到医院去 他自然也不会在这 好好的和他闲话家常 方木耗一句话 就让薛层千百句地 等着对他 眉色皱了皱 也就没继续说了 倒是许梅 在他腰间轻轻掐了一下 微微皱着眉头 唇半微张 口型说着 又嘴硬 薛层无奈 淡淡到了剧 没事 他们早就习惯他 这张说不出什么好话的嘴了 上桌后 几个人倒没有初次见面的尴尬 薛层和方木耗 说了点工作上的事 方木耗则是和许梅聊了聊闲事 方木耗没提昨天的事 而是饶有兴致地 和许梅说着 他那刚拍完的戏 嫂嫂 我第二部拍完了 你到时候记得去追剧啊 许梅想了想问到 江少的88次求婚 他频频点头 这次我的演技绝对有进步 许梅笑着硬道 一定看 在路上听到薛层说起 那些方木家的事情后 再看到方木耗 其实是有点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 依旧能活出自己的样子 薛层说 他是立了个坏榜样 但许梅又觉得 其实他性子里就是这样的人 只不过是因为薛层的出现 让方木耗发现自己 其实是可以冲破这个牢笼的 饭后 薛层和方木耗 在房间里单独待了一会儿 两个人没有聊太多 就准备撤了 许梅原本以为 下午薛层还要处理工作 结果见他和方木耗告了别之后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你忙完了吗 出来的时候 许梅低声问了句 如果是因为自己过来 影响他工作了可不好 薛层摇头 嘴角弯起一抹笑 没有 本来就忙得差不多了 前几天比较忙 那会儿你不在 就只好用工作麻痹自己 薛层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倒是让许梅觉得 他是真的不忙了 见他手里 一直揣着从书房出来 拿着的一个小盒子 低声问了句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这么神秘 你都拿一路了 薛层垂眸看了看 自己手里的东西 直接递给他 眼角微挑 打开看看呢 许梅文言 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亲手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玉镯 玉镯通身肉眼可见的细腻通透 形状光速 更是没有一丝流略的手镯 光是他这种外行人 看着都知道不是反品 更别提他的价值了 小手拿着的力度大了几分 生怕打碎了 这要落在地上 说不定就是一座别墅倒了 这个是 他声音有点紧张 抬眸看了看薛层 薛层的神色 依旧倒是没什么不自在的 反倒是看着这个镯子 有一丝留恋 这个镯子 是之前我母亲 十八岁时生辰里 不过后来和方木家断开后 这副镯子 也一并送了回来 倒是没想到 老爷子一直留着 听说我结婚了 就当是新婚贺礼了 薛层说这话时 言语间多了几分轻松 老爷子一直留着镯子打的 也是对女儿的思念 但是私人已逝 如今他把这镯子拿出来 或许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放下 他大概能理解 为什么薛层能频繁地 将老爷子弃进医院 还能好好的在方木家的庄园 如同一个少爷一样 随意进出 一是方木号的意思 二何尝 又不是老爷子对他的纵容 当年薛层回来的时候 老爷子应该也是十分高兴的吧 车辆驶出庄园后 司机沉声问了句 陈少爷 需要送你们去哪里吗 一旁的薛层想了想 忽然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要不要去我的大学看看 许梅微愣 好奇地问了声 大学 他点头 许梅脸上的眉眼微盏 眸光里带着几分期待 好啊好啊 下一秒就听见薛层对司机说道 去什么 司机应声道 好 听他口中说出自己大学的时候 许梅还是第一次最直观地感受到 自己对薛层的了解直直甚少 他甚至从来都没有了解过 他在哪里上学 你大学那会就是边读大学边创业的吗 许梅轻声问了句 想要在F国白手起家 做好一家公司 还要做大做强 让国外的热点新闻 都能时常捕捉到他的信息 这背后的努力自然不是一心半点 大二开始做的 大一都在赚点外快 当启动资金 他说的轻飘飘 像是昨日吹过的风一样 那你是不是成绩很好啊 薛层转头看了他一眼 梅眼中有些好奇 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许梅带着问号的表情看着他 他不紧不慢道 没发烧啊 怎么就失忆了 我成绩怎么样 你没数吗 没数吗 怎么可能 天天上课睡觉 都能年纪第一的薛层 曾经是多少人的梦中功敌啊 是睡觉说梦话 都能骂两句的程度好吗 他喃喃道 大学和以前自然不一样的 万一适应不了外国的学习节奏呢 他说的有凭有据 薛层淡笑一下 搂了搂他的腰 轻声道 那我适应能力还是可以的 第一还是可以拿到手的 许梅看他那略带着点小傲娇的模样 言语间都是满满的嘚瑟 笑着说 是 你最优秀了 下车时 薛层紧紧牵着他的手 顺势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今天的天气 不比昨天已经适应了不少 没有那么冷了 更何况 今天出门前 特地被薛层念叨着 多穿了一条裤子 虽然是假期的状态 但还是可以见到几个抱着书本的学生 在校园的大道上行走 比起别人 他和薛层 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你读大学那会儿 冬天也这么冷吗 许梅抬头 看了看路边光秃秃的树干 想着薛层 是不是也在这条路上走过很多遍 这些凋零的树干 是不是也见过很多次 薛层想了会儿 却觉得 记忆不是那么深刻 有些记不清了 应该是差不多吧 其实对他来说 好像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不管冬满夏凉 都只是在过日子而已 第141章 春天总会来的 那段时间的日子 过得都比较忙碌 没什么时间去想 今天的天气有多冷 只是那个时候的冬天 有时空闲下来的时候 会看到外面鹅毛大雪 忽然间想到他 他记得 许梅是喜欢看雪的 之前上学的时候 每到冬天下出雪的时候 他都喜欢和林安约好了 去吃吃喝喝 你呢 海城的冬天 和今年一样冷吗 薛层低声问道 作为很多年没回海城的他来说 早就记得不清 以前的冬天有多冷了 许梅想了话 月声道 有一年冬天可冷了 那年冬天的 还把耳朵动了 从那之后 冬天只要太冷 我就会动耳朵 他说起来的时候 声音悦耳地像清脆的风铃 脸上带着笑意 下意识地抬手搓了搓耳朵 薛层又想到 一箭去世 还记得吗 高三那年冬天 你和几个人兴致勃勃地去雪地里硬面具 直接把脸往雪堆里扑 结果第二天脸上就动了 薛层说的笑出声来 依旧是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好笑的程度 许梅又怎么会不记得 他甚至记得最清楚的是 第二天他满脸通红地 出现在教室的时候 薛层可是笑了很久 哼 你那会儿笑得和现在 就差不多 他轻哼一声 眼睛微微瞪大了些 脸上的五官挤在一块 倒是有些可爱 你知道我那会儿想的是什么吗 薛层问 嗯 什么 他轻笑寻寻道 我在想 这人的小脑袋里面装的 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又看到你 对我气急败坏的模样 我就觉得 如果以后能一直和你在一起 生活应该蛮有趣的 但是在见到你的时候 你倒是变了很多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 他淡淡说着 想到那会再次见到许梅的时候 脸上找不到一丝以前的模样 消极暗淡 像是坠入深渊的星星 刚这样想着 手上忽然附上一丝柔软的触感 他的手又伸了过来 一时间 周身有风吹过 他巧声说的话 传进耳朵 所以说 你是我的贵人啊 遇到你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就像冬天会过去 春天总会来的 两个人稍微参观了 一会儿就折返回去了 实在是冬天太冷 散步的确不是一个好主意 回去前薛岑带着他 去附近的超市买了点食材 挑了几块品质不错的牛排 等会儿回去 可以煎牛排给他吃 许梅自然是对薛岑的手艺 深信不疑 他在厨房准备煎牛排的时候 许梅在外面玩着游戏机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想玩这款游戏 只是买不到游戏卡 国内也玩不了 只是没想到 薛岑家里正好友 只不过 再连输三把之后 薛岑牛排都捡好了 许梅还是没通关 在一声重重的叹息中 薛岑走到他旁边坐下 笑着顺手 将手柄拿了过来 双眼盯着屏幕 一副投入的模样 在他紧锁的眉头里 没几分钟 通关了 许梅一脸困惑地 看着屏幕上的字体 不是吧 你怎么在游戏领域 都天赋一柄啊 他一脸羡慕地感叹道 目光里都是满满的崇拜感 薛岑轻笑 抬手在他脑门上点了一下 下次教你 先吃饭吧 好 说完 他一蹦一跳地走到餐桌边 他做的色香味俱全 甚至拿了两个小番茄做点缀 让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下手 吃到一半的时候 薛岑忽然问他 怎么提前这么久过来了 不是说要一周吗 说到这里 许梅才想到 欧爷老师演奏会的事情 他急急忙忙咽下一块肉 嘟闹着嘴说 欧爷老师的演奏 会给我发了邀请函 算算时间就是后天了 本来想着提前来给你个惊喜吗 他笑着说道 随后又想到什么 你能进去吗 你要是能进去 我们就能一块去参加 他眼里带着点期许 要是说不行 估计又是一副失落的表情 应该不难 他说 好爷 那到时候 我们就能一块去了 薛岑笑着硬道 心里也多了几分期许 不知道到时候那个家伙 看到许梅 作为他妻子的身份出场 会是什么表情 晚饭过后没多久 许梅就去洗漱了 窝在沙发上看了部电影 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困得很 这天他睡得格外早 他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离安安的消息发了个不停 若是许梅没睡 看到了肯定是震惊地 从床上坐起来 反斜杠反斜杠 第二天 天光微亮 日光刚洒出第一缕阳光的时候 许梅就醒了 腰间的一双手搂得格外的紧 像是生怕他跑了似的 他缓缓伸出手 在他腰腹处摸了摸 依旧还是锦视剑朔 当他还想下一步的时候 薛岑的手伸过来 锁住了他的手腕 直接带着往下探去 声音嘶哑 还要摸 许梅面色潮红 被锁住的手一动也不敢动 声音轻颤 不不动了 薛岑这才松了手 将他搂进怀里 轻轻叹了口气 要不是没有东西在 大清早的 可不会让你逃了 许梅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挪到他耳边 巧声说道 反正都结婚了 披一下怎么了 薛岑轻斥一声 笑着问 不怕了 还是挺期待的 他说完 薛岑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又怕他后悔不认账 直接气身压了上去 他一腿直接顶在两腿中间 一只手在腰间处游走 在我这没有反悔的 他声音低哑开口说着 许梅歪着脑袋 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 好奇地问了句 后悔什么 听到他笑出声来 薛岑垂眸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顺势而下 清晨的阳光总是格外温柔 清晨的爱意 也比往日更浓郁 房间里渐渐慢起因你的气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 许梅只知道 后来拉开窗帘的时候 阳光也是次的人谎言 他顺手摸到了床头的手机 迷迷糊糊地点开微信 看到的就是 李安安昨晚发过来的几条消息 骇人的程度 让许梅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确定自己没认错 他说 简因死在牢里了 第142章 罪有应得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许梅精的整个脑袋都清醒了不少 又仔细地看了看 李安安发的消息 的确确实说 简因死了 他愣了好一会后 却不自觉地笑了笑 倒是走得不知不觉 他缓缓打下几个字 怎么就突然死了 这条消息 不论对谁来说 可能都会无比惊讶 毕竟他才刚进去没多久 算算大约才两个月的样子 竟然就死在里面了 许梅趁着床边起身 走到浴室里的时候 简单梳洗了一会儿 国内外有时差 李安安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他发的消息 刚走出房间 就是一股浓郁的番茄香气 桌上的番茄意面 还冒着热气 薛层从厨房里出来 睡醒了 他笑着问道 刚想着叫你去吃饭呢 没想到你自己就起来了 累不累 他拉开一侧的椅子 拿了瓶汽水撬开给他 许梅坐下后 声音有点压压的 不累 有点呃 就起来了 他像是喂补先知一样 说 猜到你会饿了 就出来随便做了点吃的 说着 他搅了搅盘子中的意面 酱汁充分混合在一块 番茄的酸甜味 在空气中阴晕开来 许梅尝了几口后 抬眼问他 刚刚看到安安给我发消息 你猜他说的什么 他眉头微挑 说了什么 他说 简音死在牢里了 话落薛层手里的刀叉 在盘子里顿了一秒 轻笑道 倒是罪有应得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 许梅总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 按理来说 在牢里应该是安全的 简音突然死了 应该是出了别的意外 感觉应该是有人想让他死 毕竟他才进去没几个月 突然就去世了 除了身体问题 就是有人要害他了 说完他浅浅地笑了笑 每年许愿都想让简音下地狱 没想到 如今竟然实现了 还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思绪还没缓过来 耳侧就听见薛层说 是我干的 薛层笑着说出声来 丝毫没有慌乱和害怕 反倒是有一种坦然 你 许梅的笑停在脸上 有些不可思议 但又害怕 他是为了给自己出气 而做这种事 那会影响到你吗 他不想让薛层 因为这种事影响到自己 心中忐忑不安地跳动着 却看到薛层浅浅笑了笑 没事 我只是做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也是导致他去世的根本原因 说完许梅困惑不已 好奇地问 你做了什么 薛层抽了张桌上的纸巾 慢条丝里地擦了擦自己的嘴角 淡淡道 我只是让他换了监狱而已 说这话时 他眼里迸发出的寒意 犹如寒冬里的九尺寒潭 薛层的意思 许梅还是有些不懂 眼神里带着绿威的愚蠢 只好埋头吃东西 碗筷收拾好后 薛层才走过来问他 我做这件事 你会不高兴吗 他抬起头来看他的侧脸 其实刚刚听到他说 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是有一瞬间的不安 但也只是怕这件事 会影响到他自己而已 一些恶人的脏水 不应该被他沾到 他微微摇头 没有不高兴 只是有点害怕 会影响到你 是你自己说过的 不能影响自己孩子 以后考工 说着 一边拉着他的手 和他食指向扣 他轻笑 以后不做这种事了 只是这件事 不会影响到我什么 你不用担心 他说着 冷笑一声缓缓解释道 你知道吗 那个你之前资助的那个学生 前不久自杀了 就是那个曾经 被简婴霸凌过的女生 我去见过他父亲一面 知道李子茹去世后 他变得很沧桑 已经没有什么成年男性 该有的阴气 但是在听到简婴也入狱之后 是他求我能不能 让他女儿遭受过的 让简婴也体会一遍 监狱这种地方 最比是校园暴力 只要稍稍打点 多的是人对对付他 我没拒绝 我也有私心 或许你对他的恨意 已经淡了很多 但是那些脏水 的确曾经泼在你身上 我不想让那些事 就简单地过去了 更何况 他也害得一个女生 失去生命 有些人总要为自己 做的是付出代价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他再次见到许梅的时候 看到他眼里暗淡的模样 是有多难受 让一个人从率性活泼 到未首未脚 他经历过的 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若不是他会反抗 他还有黎安安在身边 或许他就是另一个黎子茹 如果没有黎安安 还愿意相信他 他都不确定 是不是还能 好好地看到他 更何况 简音已经害得一个女生 在最好的年华里 失去了生命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好好地 度过下半生 听薛曾说完 许梅心里大概有了数 在狱中的简音 应该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 曾经他是如何 伤害别人的 那些刀终于 也割到了他自己身上 都是他自作自受 现在他的结局 也不过是在还债而已 说完他抬手 在薛曾的嘴角按了按 看着他脸上 慢慢扬起一抹笑 他才松手 在他嘴角亲了一口 薛曾又怎么会是一个 蜻蜓点水能满足的 他一只脚刚准备迈步走开 就被他捞了回来 直接跨坐在他腿上 一只手牢牢扣住他的腰 另一只手按住他的大腿 整个人动弹不得 屋内的暖气很足 所以睡衣穿得还算轻薄 一番挣扎之后人没下去 倒是肩膀上的睡衣滑了下来 露出一抹雪白的尖头 上面的印子还清晰可见 看着薛曾 目光一直看着那块 许梅又扭了扭身子 看什么呢 看你刚才要的有多狠吗 不让他亲脖子 他就换肩膀锁骨 甚至更往下的地方 都不曾被他放过 现在更是赤裸裸地被盯着看 清早那会儿的一点零散回忆 又想了起来 他轻笑 低下头凑到他耳朵旁边问他 刚才是让你不舒服了 说完 空气中仿佛静止了几秒 许梅咽了咽喉咙 声音颤颤巍巍的 没 没有 要是说有 可能现在他就要当场证明一下 他还没缓过来 怎么能让他再来一下 薛曾看他一副紧张到不敢动的样子 笑了笑 好了 不逗你了 收拾收拾出去逛逛 不然 演奏会没有合适的衣服 说完 许梅松了一口气 眉眼舒展开来 好 第143章 视频 一日 演奏会的时间是在下午 这场演奏会邀请的人员 都是一些业内知名的人员 虽然说是演奏会 但结束后的晚宴 可以说的上市名利竞技场 演奏快要开始前 许梅找好座位 位置算得上是前排 薛曾则是坐在旁边 刚坐下 身边就走来一人 坐在许梅的旁边 他用着一口别扭的法式中文说着 好久不见 没 许梅也是微微点头示意 说了声好久不见 这人算得上是 许梅的半个同学 当年进修的时候 他是许梅快回国的时候过来的 说不上多熟络 只是一块演奏过两场的交情罢了 他的中文 只能说得上是二把手 甚至有时候 许梅宁愿听他说母语 也好过说别讲的中文 那人看到 许梅身边的人说了声 他是 薛曾也听到那人说话 侧目看了一眼 还没等许梅开口 他就用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说着 Jesuisa Murray 我是他的丈夫 他声音低沉 又带着雌信 像是演奏厅里 有人拉响了那边沉睡的大提琴一样 但他说的不是 他是我妻子 说的是我是他的丈夫 在这个场合里 他将自己作为主体 而他只是陪衬的 就像是他们的关系里 好像他都是最重要的一样 那人听见后 也只是笑了笑 嘴上夸赞着许梅 I'll ask Trace 哦 他很帅气 许梅文言笑着说了声谢谢 薛曾则是一脸傲娇 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会场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临近演奏会开始 些许嘈杂的人群 也开始安静下来 静谧的像是默契的等待着 这场演奏会的开始 帷幕慢慢落下后 台上的人身影 依旧和许多年前一样 他闭着眼感受这一场演奏会 手指缓缓开始拉动琴弦 悠扬的琴音 传遍整个演奏会 欧爷老师的盛名 能够传遍国内外 和他自身的实力分不开 只是简单的几种音色 都能拉出不同的情感来 今后这样的音乐 怕是很难听到了 许梅最佩服的还是 他那双手 像是戴着魔法一样 运功时总有着 四两拨千斤的能力 看他的演奏 总是能觉得十分的轻松 像是深处森林深处一般 能静下心来感受 林间的流水和虫鸣 一个多小时的演奏 只让人觉得白居过细 丝毫没有乏力的感觉 原本是需要去 给老师打个招呼的 但是后台的人实在太多 许梅原本打算再等等过去 结果薛岑先起身了 拉着他的手说 跟我过来 有时候许梅觉得 他和哆来A梦一样 总是能有各种办法 只是他没有各种神奇的道具 走到后台休息室的时候 薛岑轻轻敲响了门 片刻后房门被打开 欧爷老师嘴角微微上扬 像是很熟络一般 让他们进去 许梅把一开始 准备好的鲜花送给他 笑着道 好久不见 老师 老师接过鲜花后点了点头 是啊 很久不见了 没想到 小岑还是追到你了呀 许梅微愣 被这句话问得猝不及防 有些困惑地朝薛岑看去 薛岑淡淡解释道 欧爷老师和大哥的关系还不错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 像是那天在方木家话聊家常一般 只是欧爷老师的声音打断了薛岑 要知道 当初你的视频 还是这小子给我看的 说了不少好话 化落薛岑的脸色变了变 变得有些尴尬 许梅也愣在原地 呼吸有一瞬间的停滞 他低声问道 难道当初您选择重新复赛的原因是 薛岑给您看的视频吗 老师虽然有困惑 但还是点了点头 又继续说道 不过后来 我也看到了邮箱里你发的视频 只不过那会复赛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算辜负了 我的期待 只不过当初我要是先看到你发的邮件 可能就不需要复赛了 你的演出很完美 倒是这小子给我看的视频太年轻了 你要庆幸他没给你帮到忙才好啊 说完 他的笑声在房间里响起 许梅也微微笑道 只是目光往薛岑那看了看 原以为 前几天知道的 已经是所有的真相 但好像他做的事 都藏在所有过去的漫长岁月里 如宝藏一般 时不时地触碰到 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两个人走出音乐厅的时候 天色已经变暗了 许梅沉默了许久才问道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说 他说的是 刚刚老师说的那件事 他也曾帮他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和他一样 努力着让老师看看他的演作视频 再给他一次机会 只是许梅原本以为 是自己给老师发送的邮件起了作用 却没想到 薛岑只是单单笑了笑 低声说道 你也听老师刚刚说了的 我当初并没做什么 甚至差点帮了道忙 这种事 有什么好到你面前炫耀的 当初他只是让欧野看看 他手机里唯一的那个视频 只是一个练习师偷拍的练习视频 他甚至也没有把握 甚至当初看完后 欧野也只是说了句 不是很出色 是他坚持说他可以 练习版本不能以偏概全 这才让他再次复试 如果许梅没有选上 他也无话可说 只是他确实很优秀 用自己努力 还是得到了当之无愧的第一 这件事 如果不是今天再提起 他都快忘了 身旁的许梅往他这边凑了凑 伸手落在他掌心 好奇地问了句 你给老师看的是什么视频 我怎么不知道你手里 还有我的视频 他的眼睛双眸微眨 看得薛层 有些许心口 砰砰直跳的感觉 说的话都开始结结巴巴的 就给你送乌梅的情房那里 之前拍了一小段 你的练习视频 说完 视线又转向前方 心口的跳动声 依旧在搅乱他的心神 那个地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记得那个情房 我没告诉任何人 当初他过去 给他送乌梅的时候 他就好奇了 之前兼职 路过 碰巧遇见你在那练习 他开口解释道 说起来的时候 心思好像还是能被 那个时候的自己牵动 在某一个雨夜 路过一家情房楼下时 听到熟悉的曲调 第144章 股份 他像那嵌怒的小偷一样 用着当时不算好的手机 悄悄录下那个时候练习的他 在很多很多个夜里 他都点开看过那个视频 那会儿紧张悸动的感觉 好像过去很久都不会忘 许梅听他说完后 微微抬起头 今天的他 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 披了件黑色的大衣 说起往事来的时候 语气平平 但心里好像总是能感觉到 那个时候的他 一定是心酸和遗憾的 他的秘密不只是他 应该还有更多的 更多的是他的遗憾 那种遗憾 没人可以感同身受 好像不论多少爱意 都填不满 好像也能明白 他为什么不说出口 大概是太过沉重 对于刚和他重逢的 自己来说太突然 如呼啸而过的疾风咒语 只会让他觉得太突然 接受不了 但是在自己慢慢爱上他后 好像又觉得 这些事情太过遗憾 遗憾这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没有参与其中 渐渐没有他 又渐渐都是为了他 不自觉的 手心的力度又紧了几分 好像松开手 就会回到没和他重逢的时候 薛岑 他声音轻软 喊他的时候 热气化作物 消散在空气里 怎么了 还好是我向你求婚 只是两次有点不太够 他笑道 不是说了 不用弥补我 求婚这种事 做过一次就够了 哪里有人还上赶着做的 说完 抬手就在他发顶揉了揉 下一秒 许梅就拉着他的手臂 轻轻摇了摇说 不够 还要多给你求婚几次 反正你都会答应的 薛岑被他说的话逗笑了 说出的极度宠溺 是 都会答应你 他梦梦已求的事情 又怎么会不答应呢 斜杠 夜幕落下的时候 窗外挂起繁星点点 晚饭的时候 薛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了点饭菜 只是吃完饭后 接到了电话 神色看起来略显复杂 像是有些棘手 电话挂断后 薛岑紧促的眉目 还是没有舒展开来 有什么急事吗 许梅抬头看着他 他半靠在沙发上 轻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老爷子在医院出了点事 想让我们过去一趟 方木号电话来得匆忙 言语间有些急促 不知道是真的老爷子身体出了状况 还是老爷子一时的计谋 那我们要去医院吗 许梅站起来 走到他身边 开口问了句 去看看吧 好歹算是长辈 都这样说了 必然是有事情 想让他们过去一趟 要是平时开口让他们过去 多半都是敷衍了事 关键还在这么紧张的结果眼上 方木号总觉得 老爷子的思想迂腐 总认为 一个家族的传承 总需要两个合适的人 才能继续下去 这才让方木家 必须联姻的规矩 维持了很久 直到薛层的母亲方木林 为了反对这个成条规矩 直接断了关系 也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只是可惜结局不好 这也是老爷子 时常挂在嘴边的 薛层每次见他 他都要说上一嘴 如果你母亲当初听我的话 也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 薛层往往总是无可辩驳 但又觉得 就算知道会这么个下场 母亲应该会依旧坚持他的选择 所以他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但好在他比他母亲 要幸运得多 到医院的时候 病房外都是保镖 方木浩的助理站在门口 薛层两人刚上前 保镖正准备拦人 助理就先一步上前 微微弯了弯腰 轻声说道 都到了 就在等您了 闻言 薛层顿下脚步反问了一句 装的 助理没支声 微微点了点头 走过身侧时 甚至可以听到那人的叹息 像是也有些无奈 薛层轻敲了 两下房门后 直接推门进去了 刚迈进一步 就能感觉到 面前急速而至的凉风 一个塑料纸杯 被稳稳地 砸在薛层的领口上 杯中洒落的水溅出 几滴落在西装领口上 顺着衣精落下 薛层的手 还紧紧握在 许梅的手腕上 刚刚一进门 他就将它拉到了身后 否则这个杯子 它是可以躲开的 但好在一个纸杯 没什么杀伤力 倒像是为了出口气 病床上的人容光焕发 丝毫没有任何病重的神色 你小子还知道过来 你有本事就别懒 把我气死在医院好了 床上的人看着头发花白 但面色上却精神得很 不敢 薛层轻笑一声 不紧不慢地抽了 张桌上的 只擦了擦自己领口的水渍 随后又缓缓道 毕竟气出问题了 我还要负责 我自然希望您 长命百岁的 说完 拉了张凳子 让许梅坐下 老爷子的目光 在许梅身上落下 打亮了一番 最后落在他的手腕处 立声问道 那个镯子怎么不戴 是不喜欢 许梅下意识地摸了摸 自己的手腕 那枚镯子 还收在箱子里 主要是觉得太过贵重 许梅轻声细语道 那枚镯子 既然是阿岑母亲的遗物 想着还是回去 在母亲的墓前戴上 才比较正式 想来母亲 也会乐意见到的 他敏唇微微笑道 言语间 都是对长辈的尊重 既然如此 那便随你们了 老爷子叹了口气 眼光时不时看向薛层 他倒是当作 看不到一般 目光没有看向 病床上的人 空气中略显安静 方木浩轻咳一声 碰了碰薛层的肩膀 爷爷今天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要说吗 好不容易都聚齐了 若是没事 大可不必装病 将人都聚在一块 话落老爷子 也没直接开口说话 而是按了按铃 没过一会儿 进来的人不是医生 而是身着西装的 两位年轻人 出口质地有声 我们仅代表 方木先生发言 宣读一下 方木先生的遗嘱 话音刚落 房间里的人 都皱起了眉头 方木浩帅 先开口问了句 爷爷 你这是做什么 床上的人松了口气 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老了 没多少活头 省得你们费尽心思对付我 我自己主动面子上好看点 第145章 资助 话落 就对着刚刚进来的 两人摆了摆手 两人则是点头示意 继续说着余下的遗产分配情况 两个人换着说了好一会儿 才将所有的念完 大部分股份 都分给了方木浩和方木蕊 两个人是除了薛层外的孙子辈 其父母则是分了一小部分 度过下半生 绰绰有余 不得不说 老头子指甲缝里的 都是别人奋斗几辈子都给不来的 倒是薛层竟然也分得了3%的股份 虽说只有3% 但也抵得上薛层自己白手起家的封层 一大半的价值了 薛层文言 本来打算拒绝的 只是老头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母亲本来是我最疼爱看重的一个孩子 但是没想到她会为了反抗 我而落得这样的下场 这些年 我总是麻痹自己 是她不肯听话 才落得那样的下场 但其实那样的结果 又何尝没有我的一份责任 这3%的股份 是她当年成年礼时送给她的礼物 如今她不在了 自然由你继承 你也不必拒绝 说完一长串后 她连连咳嗽了好一会儿 薛层这才起身 去倒了杯温水给她 抿了几口之后 她拍了拍她的手背 语重心长地说道 以后就不必再回来了 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说完她摆了摆手 薛层却停在原地没动 半嗓才憋出一句 注意身体 这世上太多的人都嘴硬心软 有些人半截身子入了土 也依旧不明白的事情 有些人却早早就看开了 若是老爷子能早些时候看得开 或许很多事情的发展 也会不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老爷子觉得累了 这群人才散了散 薛层前脚出了病房 方木浩后脚就跟了出来 还没等她开口 方木浩就先一步说道 股份的事情 你就听老爷子的 就当是对姑姑的补偿 这边事情也算是结束了 你们还要在这边玩玩吗 许梅不清楚薛层的计划 只是抬眼看了看她 她轻轻叹道 要回去了 国内还有些事情 过不了多久 请你来参加婚礼 说完拍了拍方木浩的肩膀 她的笑意从眼底散开 扶了扶鼻尖上的近况 好 一定 还有些事要处理 我就先走了 说完她刚转身 薛层又拉住了她 方木浩看她还有事 一脸疑问 薛层一脸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想了想还是说道 那个 小蕊要是有了喜欢的人 你就随她去吧 她的眼光应该还不错 方木浩更是一脸困惑 你这话 我总觉得话中带话 薛层尴尬一笑 摸了摸后脑勺道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方木浩一听 就明白过来 她有男朋友了 薛层一脸无辜 或许 大概 可能 等她自己告诉你吧 方木浩文言 轻叹一口气 行了 既然你这样开口 那人想来不会太差 还是要让你考察考察的 哼 她倾笑出声 行了 走了 嗯 等人走了后 方木蕊才偷偷摸摸地 从墙后出来 嫂嫂 哥哥 薛层轻笑一声 怎么 听到了 看样子是听到了 毕竟你难得帮她说话 许梅打趣道 嘻嘻 她笑了两声 薛层又问道 真在一起了 方木蕊一听 面上难得地出现了几分女生的羞涩感 支支吾吾道 就 应该吧 应该 许梅略微有几分好奇 就是 还没正式说出来 说完薛层眉心微皱 行 知道了 事情结束了 我和你嫂嫂这两天就走了 说完 方木蕊的脸上 有一丝落寞 这么早就走啊 薛层点了点头 等婚礼请你回来参加 工作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不急一时 浅浅聊了两句 就都回去了 倒是薛层在路上的时候 给方芝一发消息问了问 这在一起了 又好像没在一起算怎么回事 总不能她刚说完好话 这人就不干人事吧 你在干嘛呢 许梅见她老盯着手机看 巧声问了句 问问方芝一要干什么 怎么在一起没在一起 都不确定的 许梅倒是觉得挺正常 有很多人 的确就是顺其自然的在一起 但是 有些人就是顺其自然的那种嘛 只是没有直接说破而已 薛层眉心微拧暗暗道 这不行的 如果说是女孩子 不好意思可以理解 一个大男人别别扭扭的 不行 许梅笑出声 万一方芝一脸皮薄呢 听到这薛层笑得更深了 脸皮薄的人 可追不到老婆 这话说 许梅意味深长地 他看着薛层 小声问了句 那 嘴硬的人呢 能追到老婆吗 薛层微愣 随即淡淡笑出声来 凑到他耳边 轻声问了句 那请问 我追到你了吗 事情处理完了 薛层订了后天的机票 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一天 薛层在做饭的时候 许梅则在房间里帮他收拾 有时候的确不明白 他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办公的时候 能将桌面弄得一团乱 薛层 你这些文件 要放哪里啊 许梅向外叹了个脑袋问他 抽屉里就行 他直接开口说道 听到后许梅 把文件理好 放进一旁的抽屉里 他的抽屉里 倒是简洁不少 打开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时 许梅刚准备把文件放进去 就看到面上的一份 资助声名单的文件夹 他想起来 上次方柱说的 薛层在国外 有资助一些贫困声 大概是好奇心驱使 他打开来看了看 最上面的一份 就是方柱的信息 倒是没想到 方柱竟然还是 青藤大学毕业的 算得上是顶尖高材生了 再往下的一份 看到名字后 他指尖轻颤 相亲 相名 这两个 是他从来都没曾想过 会和薛层有关系的人 思绪还没反应过来 薛层就从门外走进来 形色匆匆的 指尖上的水 还没有擦干 看到许梅手里的那份文件 他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倒是许梅 朝他摆了摆手里的文件夹 笑着道 薛层 我又发现你的秘密了 第146章 我想让他的演奏会坐无虚席 听他说完 薛层有一瞬间的神情威智 看着他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 薛层一下没反应过来 走进了几步 苦笑一声 被你发现了 你早就知道了 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 大概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可他只是摇了摇头 我只是觉得 好像并不是奇怪 我认识相亲相名两个人的时候 就看过他们两个人的简介了 里面记录得很清楚 他们两个人在回国之前 其实过得并不好 但也没有和你联想到一起 只是刚刚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脑子里忽然就接上了 好像有一种 原来如此的感觉 他笑着说道 他一直都很 欣赏他们兄妹俩 之前看到他们简介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挺波折的 两个人是被一个单亲妈妈抚养长大 但是在相名18岁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留下兄妹两个人 相依为命 到后面 依旧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如果不是有贫困补助 或者自己勤工俭学 就是有人资助 现在想来 就是有薛层的资助 不过好在后来遇到了薛层 有他的资助 生活也算不上太苦 你和他们怎么认识的 许梅还是好奇地问了句 特别是他们两个 在当初他介绍薛层的时候 还一脸的陌生 现在想想 真是觉得 演技好 等他回去 肯定要好好问问他们两个人 薛层轻叹一口气 笑了笑 开口缓缓的 还记得你 问过他们 是怎么认识你的吗 他说完 许梅想起来一点 之前问起他们 为什么去看自己的演奏会时 他们说的是 买错票了 他们说是买错票了 许梅淡淡道 当时虽然对这个解释半信半疑 但也没去想太多 现在看来 果然不是这个原因 他又将那份文件收拾好 放进了最后一个的抽屉里 哼 我就知道 他们肯定不是买错票了吧 许梅转动了一下小脑袋瓜 开口问道 谁知道薛层说 你猜错了 他们的确是买错票了 嗯 许梅的脚步顿住 快走到门口时 好奇地回过头来看着他 真是买错票了 薛层点头 是买错票了 那天我来看你的演奏会 迟了点 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坐在门口 像琴哭的声音太大 所以就多留意了几眼 走过去问了问 才知道 他们是买错了票 花光了好不容易存的钱 结果想看的演出没看到 只好坐在门口哭 听完 许梅也觉得有点倒霉 他一声问道 所以你就帮了他们 我买下了他们的票 了解到他们和你一样 也是学音乐的 当时我手上还有些闲钱 就买下了他们的票 加了的联系方式 后来过了很久 看到他们发的资助申请单 就决定帮他们了 当时决定帮他们的时候 薛层想的不多 只是觉得 如果许梅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会选择帮助他们吧 后来距离资助的日子 都过去很久了 薛层最后一笔资助时 向明问了他一句 如果我们打算回国 您会觉得 我们浪费这么好的学习资源吗 当时他们的学习 已经考上了F国最好的音乐学院 按理来说 是可以继续深造的 但是他们问了这样一句话 虽然不清楚是为什么 但还是尊重地说了句 做你们自己 但不要让未来的 自己后悔 只要不会后悔 想做什么 就去做好了 那 他们为什么要装都不认识你啊 许梅低声问了句 明明当时是可以说一声 大家都认识的 薛层甘大地笑了笑 说 当时怕你以为是我故意 安排在你身边的 而且 他们都知道我对你的意思 当时和他们一块进去 看了那场演出之后 向秦就问他 为什么愿意买下他们的票 薛层当时说的是什么来着 好像是 我想让他的演奏会 坐无虚席 听薛层说完 许梅心里想起当时的场景 他藏得的确很深 但却不是无迹可循 薛层看着面前 拉着自己手微微走神的女生 轻轻点了点他的眉心 吃饭去吧 饿了吧 许梅回过神来 看着他的毛子 愣了一秒后点头 好 走到餐桌前 看着一桌半中式半西式的餐品 许梅忽然想念起国内的饭菜 F国的辣椒 没有国内的够味 多数都是偏甜 在这里几天 口味都淡了许多 一双惺惺眼地望着薛层 等回去了 我们去吃川菜吧 好想吃辣 薛层脸眸 嘴角扬起得笑意不减 摸了摸他的发顶 宠溺地说了声 好 听他说完 许梅又站直了些 嗨嗨两声清了清嗓 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事先生命 我可不是吃腻了薛宝贝的饭菜 我就是蠢蠢嘴馋 薛层看他一本正经的模样 伏额笑出了声 一把将人揽到怀里 低下头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笑着说道 我知道 只是刚刚叫我什么 能不能再说一遍 宝贝 最后两个字被他拉长了尾音 叫得有些蛊惑 许梅看着他深邃的眼眸 眉眼微微弯起 没有藏着掖着 在他的耳边喊了好几声 宝贝宝贝 说完歪着脑袋又说了句 宝贝 话落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将人拉着坐下 笑着道 快吃饭吧 薛层看着他 杨启的笑意 像是得到了糖果的小孩一样 反斜杠反斜杠 两人在家休息了一天后 就踏上了回国的航班 十几个小时的航班 加上还是夜间飞行 许梅觉得困顿又疲乏 这才好不容易倒过来的时差 又要倒回去 只不过在上机之前 许梅还是不忘下载了 小蕊的电视剧 比起第一季 第二季倒是制作精良了许多 小蕊信誓旦旦说的演技提升 确实也看得出来 他有很大的场景 倒是这小成本的网剧 竟然也意外地爆火了一波 国内的热搜 倒是三天两头地说着这件事 许梅看得入神 上了飞机之后 竟然没想着睡觉的事情 一口气看了七八级 才懒散地打了个哈欠 一旁的薛层侧目看了眼 朝他的平板瞥了一眼说道 回去再看 好好休息 第147章 温遂 许梅正好困了 见他催促 收了收平板 笑着道 这就睡了 机舱内的灯光已经关了 没一会儿就睡得昏尘 倒是国内有些人 这几日却睡不安稳 陆之眼这几日熬了几个大夜 整个人都像是 被掏光了惊气一般 下巴上的胡茶 不知道几日没刮 稀稀疏疏地长出来许多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 都沧桑了几分 贺玉拿着东西 到陆氏集团的时候 陆之眼正躺在靠椅上休息 听到门想他抬手揉了揉眼 到了拒静 近来的贺玉 脸色说不上好看 甚至有些藏于眉眼中的怒气 他静止 走到陆之眼的办公桌前 把那一份份查到的文件 打在桌面上 声音里带着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我说过很多遍 有事你可以开口 你犯得着去洗黑钱吗 你知不知道 这些金额 足够你在里面 过下半辈子了 他一手将桌上的文件 一张张汤开来 放在他面前 原本陆氏接受调查 他以为只是一些小问题 后来还是警局的人 看着贺家的面子 来给贺玉打个招呼 他这才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知道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震惊的程度 他原本以为 陆之眼的三观不好 只是源于童年的阴影 他对许媒不好 也是误会使然 但当这些东西 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才觉得是自己眼下 陆之眼轻笑一声 收了收桌上的文件 只是问了他一句 大学毕业那会儿的 那个研究生毕业案例 你做了多久 贺玉不明所以 想了想 随口到了剧 一周吧 陆之眼文声 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他笑着道 我做了一个月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贺玉眉目紧锁 不明所以地问他 所以 你是想说 我们之间的差距 是在这里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不解地问 陆之眼 难道不是吗 贺玉背过身去 一腔怒气 有种无处发泄的无力感 你看到的是我办事的效率 那你知道 当初我为了接手 贺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每天熬夜到几点吗 陆之眼 你看到的只是 外在的光鲜亮丽 你可以说 你不擅长这些 但我也从来没见你 找我讨论过这些 他拿着智商的问题来说是 这不是在搞笑吗 陆有很多条 可他偏偏选了最危险 最便捷的一条 到这个时候 他还在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贺玉觉得 这段友谊 可能是真的到头了 但是贺玉很多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 若是我事实都来找你 你不会觉得我很无能吗 他眼底闪过一丝落寞 为了维持好这个人设 为了做好陆之眼 他没办法轻易地开口 听陆之眼这样说 贺玉也不想 与他多争辩什么 什么是无能 遇事逃避才是无能 是他自己 将自己困在枷锁里 把路走窄了 他头也没回地落下一句 这次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贺玉想要是他开口 让他帮忙 这样 他可能还会帮他最后一次 就当是还了那年 他救了一命的事情 可他还是听到陆之眼说 我自己会想办法 背着身的贺玉 微微摇头 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看来有些人的路是 注定好要怎么走的 临走时 贺玉还是说了一句 年后贺市 有个晚宴 有不少知名人士 好好打点 或许可以有点用 闻言 陆之眼脸眸 低声道了一句 知道了 贺玉走后 整个办公室内 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他像是泄了气般地 靠坐在沙发上 看了眼窗外晦暗的天空 好像很久都没有 仔细看过外面的风景 一旁的手机 嗡嗡震动了两声 陆之眼拿过来看了一眼 下一秒他垂眼 滴滴笑出声来 反斜杠反斜杠 飞机落地的时候 国内还是晚上 天空中散落着几颗稀疏的星星 空气中的寒衣不减 倒是快临近新年 道路两侧都挂上了鲜艳的红色灯笼 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新年的氛围 下车后 已经是凌晨十二点了 虽然凌晨气温低 但好像也没有国外那么刺骨的冷 回来了 总觉得国内好像没有国外冷 许梅伸了身懒腰 打了个哈欠说道 薛曾一手将他的手握住 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指尖轻轻捏着他的手掌 两个人脚步一致地走到楼道里 薛曾伸手按了下电梯 等过完年 天气就转暖了 等回春了 天气不冷了 就差不多可以办婚礼了 他笑着说道 等开春就办 若不是现在太冷 许梅穿着婚纱 一定会冷他巴不得赶着过年就办婚礼 听他说着 许梅抬眼看着他 还没说话 叮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了 电梯里站着一个人 围着厚厚的围巾 只看得到一双似水般灵动的明眸 还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电梯开门的一瞬间 许梅抬眼看了过去 视线交对时看到 那人眼眸里轻微的一致 随后躲闪般地走出电梯 擦肩而过的时候 熟悉的香气 让许梅的眉心微眠 等到走进电梯后 还在想刚刚那人 薛曾开口问了句 怎么了 许梅抬眼 言语间带着丝困惑 刚刚走出电梯那个人 好像有点眼熟 薛曾倾笑出声 包成那副模样 你都认得出来 这也怪不得 他会在看到 相情复成的时候 说眼熟了 只是那人应该 对他来说是熟悉的 不然又怎么会 一看了一眼 眼睛就觉得有点熟悉 那人身上带着一丝 在女生身上 很少闻得到的雪松味 夹杂着一点香柠檬的味道 就像在海边的感觉 忽然脑海中闪过一瞬 电梯门打开 薛曾走在前头 牵着他的手 走到家门口时 薛曾刚把门打开 正准备进去时 许梅停在了门口 他恍然大悟般地说了一句 我想起来 那人是谁了 薛曾笑着问 想起来了 他连连点头 话语间带着点激动 就是上次我们去南市的时候 和你介绍过的 我的大学同学 温岁 薛曾神色一致 笑着说 还挺巧的 第148章 救我小命 不过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在南市吗 薛曾开口问道 许梅自己也觉得好奇 特别是刚刚见面的时候 他像是有意识地躲闪 不清楚 我有他联系方式 问问吧 说着他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换鞋往家里走 许梅想了想 刚刚他有意地避开 他可能是有原因的 直接问他 是不是刚刚见过自己 好像不太好 只好委婉地问了句 许梅 你现在还在南市吗 发完后 他坐在沙发上躺了会儿 想了想 关于温岁的事 其实不是很了解 就连他上次开口说的 在准备离婚 他也不清楚 他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更别提最近 有没有办理好离婚这件事了 他的朋友实在是少 长期在学校里沉默寡言 让他也懒得去 维系那些人情关系 最开始 他还会努力 维持好人际关系 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后来一些人 传的一些话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人 戴着有色眼镜 看他 他也懒得维系那些关系了 倒是在看到方叔的时候 见一次打一次 后来方叔也就老实了 李安安说 忍一步 只会让人得寸进尺 事实就是这样的 而温穗这人总是神出鬼没的 时常到很晚才会回学校 身上也常常带着酒味 许梅问过几次 他都是说 打工 卖酒 许梅想过 要不要帮忙 但都被温穗拒绝了 在后来大四的时候 就没在学校看到他了 只听说 他是被家人接回去了 就直接退学了 只是没想到 再见面会是在海边的小卖部 思绪渐渐放空掌心的手机 微微震动 将他拉了回来 是温穗的消息 岁岁 刚刚是我 不好意思 有些原因不能和你打招呼 许梅看到他的回答 倒是在意料之中 许梅 没关系 要是有事 需要帮忙可以开口 不仅仅是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只是看到现在的他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张扬了 像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不让任何人靠近一般 这样的温穗 就好像让他看到了 自己之前的模样 片刻后 温穗的消息回了过来 岁岁 好的 多谢 他还是依旧的客气 不愿意麻烦别人 倒是和他有一点点相像 薛层洗漱完出来 看到许梅还窝在沙发上 走过去坐在他身边 开口问了句 出什么事了吗 他摇了摇头 就是温穗 感觉他遇到了事情 但是他好像不是很愿意开口 薛层抬手揽着他的肩膀 让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 柔声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如果他真的 走投无路了 他也不会真的坐着等死 实在没办法了 他会找你的 他不肯说 就说明还没到那种地步 更何况 这些难言之隐 一般来说都是伤害 要轻而易举地说出来 将伤口剖开给别人看 太难了 行了 不想那么多了 快去洗漱好好休息吧 长途飞行回来 不会觉得累吗 不累吗 怎么可能 不然他也不会回来 就在沙发上坐到现在了 他懒懒地抬起手 勾着他的脖子 仰着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笑着应了一声 好了 知道了 薛层低声笑着问他 一回家就撒娇 他眼眸低垂 看着自己怀里的人 眼眸含笑 声音甜软 不能对你撒娇吗 可以 以后只对我撒娇 他开口说着 俯下身来将他抱起来 许梅精的下意识抱紧了他 薛层看着他那副胆小的模样 月声道 抱你去洗漱 日子平稳地过了一周 这天一早 李安安就开始了电话轰炸 还在睡梦中的许梅 懒懒地摸到床头的手机 揉了揉后 按下了接听键 他声音急促又紧张 妹妹 快快快 来帮忙 我哥知道我结婚了 你快来救我 求你了 我的小命就在你手里了 说完 李安安就急促地挂了电话 躺在床上的许梅 脑子还是糊的 刚刚李安安说的话 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缓了一会儿从床上起来 洗漱的时候 他一边看着手机里的消息 多了几条工作的事情 大致看了一下就是 新春晚会的时候需要上台 虽然时间紧张 但也没办法 主要是预定好的人 前段时间跨年去滑雪 结果摔断腿了 这才只好找他做替补 许梅没什么意见 自然就答应了下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到了黎家 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听见里面静悄悄的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轻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黎家的阿姨 照顾李安安也有个上十年了 许小姐来了呀 林阿姨很客气 连忙让她进去 从鞋柜里拿鞋出来的时候 小声和许梅说道 李总已经训斥过安安了 你好好安慰她一会儿 许梅点头 微笑着汗手应了一声 换好些往里走了几步 就看到黎安安坐在沙发的一侧 头低的快到地上去了 一旁的黎虫靠在沙发上 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 只是见到许梅的时候 眼眸微脸 声音依旧低沉 她身上总是带着 丝不怒自威的感觉 小梅也来了 你倒是会搬救兵 她轻笑一声 看得出这话是说给李安安安听 李安安安垂着头 嘴巴依旧扁着不吭声 许梅觉得有些紧张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点头问了声号 李大哥好 她汗手 让她随便坐 许梅坐在李安安身边 顿时有种感觉 像是回到了很久之前 和李安安逃课被抓后 也是这样坐在沙发上挨训 安静了一会儿 李虫才开口 上次送的新婚礼物 还喜欢吗 许梅文声抬头 点了点头道 喜欢的 李大哥破废了 她白手淡淡道 没事 新婚感觉如何 许梅咽了咽嗓子 淡淡道 还 还不错 大约是看出来 许梅有些紧张 李虫转移了对话目标 眼眸在李安安身上 上下打量了一番道 你的婚事 本来就是你自己做主 我只是气你 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她语重心长地说着 言辞间带着些长辈的无奈 说完李安安还没开口 她又说道 你自己可以为你自己做主 但是爸妈不在国内 你应该事先与我商量 这样什么都没有 就把自己嫁出去 只会让她觉得娶到你太过简单 但你是李安安 明白吗 第149章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李虫的语气虽然严厉 但听得出来 还是在关心李安安 李安安觉得有些委屈 但也不敢当着李虫的面前反驳什么 只是低声难难道 但楼商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你应该会放心的 李虫听她这样说 按了按自己的眉心 语气有些无奈 就是因为她是楼商 所以我才在这里 和你好好说 而不是直接开口 让你们离婚 她直言道 如果李安安的结婚对象 真的是李虫毫不知情的人 这种事她真的可能做得出来 算了 和你多说也没用 我会和楼商好好说的 你去休息吧 李虫自知 现在和李安安说话 她听不进去什么 说再多也是无意 倒不如回头去找楼商算账 可李安安一听 以为李虫要找楼商算账 一想到她现在被赶出家门 只能住在自己想的小破房里 心里就不是滋味 只好又降着开口 哥哥 那个楼商现在生活挺拮据的 都被赶出楼家了 大哥你就别为难她了 再说我们家也不缺钱 剩下的话 李安安还没说完 就被许梅偷偷从后面打了一下 意思让她别再说了 可话都说到这个地步 后面的话 李虫也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她只是摇头 笑出声来 一脸看着傻子似的眼光 看着李安安说 你想说她可怜 李安安沉默 敢说吗 不敢说 她现在动都不敢动 空气里都流动着一股紧张的氛围 下一秒就听见 李虫的笑声传进耳朵里 她缓缓开口道 她楼商光身价保守就几个亿了 你真以为她不学无数 就守着楼家那个破公司 她和你大哥 我比起来都不遑多让 不然我能和她做这么久的朋友 笨死你得了 李安安被她一句话 惊得抬起头来 像是想在她大哥脸上 看到一丝开玩笑的表情 但是没有 李虫这样说出的话 一定是对的 那就只有一个结果 是楼商 装穷骗同情 她顿时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但更多的是 觉得委屈 倔强地扁着嘴梅说话 但是眼眶都开始微微泛红 直接一句话没说 就起身往房间里去了 李虫还没反应过来 许梅连忙跟在李安安身后 往房间去 回到房间的李安安 气得直接窝在沙发上 把脸埋到抱枕里 许梅也有些不知所措 但刚刚李虫那一番话 她听了也有些惊讶 更别说是李安安安了 本来就是冒着被骂的风险 想给她求情 结果发现自己是被骗的那个 饶是任何人都会有点难受 安安 许梅低声叫了她一句 伸手在她背上拍了拍 李安安没说话 只听得见她 埋在抱枕里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哭声渐响 身子都跟着抽气起来 许梅虽然没有这种经验 但也只好安慰她的 不如你换个方式想想 或许楼上 只是想给你个惊喜呢 李安安哭声停了停 缓缓抬起头来 眼眶微红 睫毛上沾着泪 鼻尖都泛浅浅的红润 许梅抽了张纸 给她擦擦 她 她就是觉得装可怜 可以让我心疼她 可以让我觉得她可怜 让我都喜欢她一点 但是她有没有想过 骗人真的很让人不舒服 亏了我还费尽心思 想给她省钱 她说话的时候 一抽一抽地 生气地将抱枕砸到地上 又抽了几张纸 随便擦了擦自己的脸 泪水被憋了回去 她开口道 走 我们去喝酒 我再也不要理她了 许梅现在满脑子就想着 哄好黎安安 只好硬下来 刚出门时 黎虫特意让几个保镖跟着 气到头上的黎安安 连青巴都不去了 直接去了海城最大的酒吧 鱼龙混杂 虽然黎虫给她安排的保镖寸步不离 但在这种地方 也不能坐到全方位盯着 酒吧刺激的声音不绝于耳 映入眼帘的 更是花红酒绿 落过几个四包的时候 许梅还看到不少男男女女 营迷缠乱 顿时感觉 应该拦着黎安安过来的 只好手机给楼上发了的消息 两个人开了个四包 黎安安一口气点了不少酒 一边喝一边开口道 老娘为了她都开始做乖乖女了 结果她竟然骗我 我以后再也不要为男人流泪了 心疼男人 倒霉一辈子 黎安安边喝边骂 虽然有她在旁边劝着 但还是一杯接着一杯 这还没过半个小时 就已经喝了有两瓶了 许梅收了收酒瓶子 黎安安也停了一会儿 但还是开口破骂着 像是要把羁押的不良情绪 全部释放出来 安安少喝点 许梅又给她拍了拍背 楼上要是再不来 她都快撑不住了 刚这样想着 就看到手里 拿着外套的楼上赶过来 面色焦急得不行 看到黎安安倒在许梅肩膀上 一个劲骂着自己 心脏像是被紧紧抓住般难受 许梅把赖在她身上的黎安安扶住 看着楼上将人抱起来 许梅还是说了一句 安安知道 你瞒着她的事了 挺伤心的 楼上心里一阵不适滋味 垂眸低声说了句 谢谢 刚准备走的时候又问了句 这边有点乱 要叫人送你回去吗 许梅摇了摇头道 没事 我这就回去了 楼上汉手也没多说什么 就抱着黎安安走了 灯红酒绿的酒吧 晃得许梅真不开眼 敷完单之后 她准备直接回去 刚转身准备往门口去 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她走到后面 亲眼看着温遂 穿着酒吧的是酒员的衣服 进了一个包厢 心里一阵疑惑 但也没敢多待 茫然上去 肯定会让人觉得尴尬 这件事 可能还需要 以后再找她问问 她绝对不可能 是为了卖酒 才又回到海市 更何况 还是在这样的酒吧 刚准备走时 就听到包间里的声音 倒也不是说话的人 声音有多熟悉 而是她听到了一声露事 许梅靠在门口 想听听里面的人说什么 门前的小窗可以看到 里面坐的 都是几位有点年纪的人 看着也算眼熟 都是几位露事的股东 这些年参加露事的 大型活动时 没有少见过 第150章 恶心 听着他们说话 门外的许梅 心里只觉得 陆只眼这么多年 竟然就养了 这么一群人出来 有点唏嘘 看着看时间刚想着 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 刚迈出一步 就听见里面 一人开口道 听说了吗 临时的那个刘总 上次和陆总吃了顿饭 回去之后 直接就查封破产了 可不是吗 本来吃得好好的 谁知道刘徐那个嘴欠的 非要打去两声 陆总的那个妹妹 偏偏凑巧封层的 那位就在门口 结婚没多久 我们谁也不知道 薛总直接就 那也是他倒霉 直接撞枪口上了 要我说封层那位 也是小题大作 陆总都不放在心上 这么多年了 每次私下聚会 打去两句 不都挺正常的 特别是有一次 A国那个跨国合作案 那个资方不就看中了 可惜人老婆上次在 只能让陆总出面 让他来拉个琴 这要是老婆不在 可不就送床上去了 哈哈 可陆是现在生死存亡 陆总说不定还要进去 我们这钱可不能拿不回来啊 屋内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许梅只觉得浑身冰冷 胃里像是 翻江倒海般的难受 特别是听到那人说到 A国合作案那次 记忆又一次被翻出来 那时陆只眼认定 他是杀人凶手后 唯一一次对他好言好语 送了不少珠宝和华丽的衣服 让他帮忙去演奏一场 当时他只觉得 只是演奏一场 不是什么大事 到了现场之后 陆只眼拿了一件 相对比较清凉的衣服 虽说没有什么不妥 但就是相对其他演出服而言 胸前录得更多而已 好在那一次 他还是坚持穿了自己的衣服 他冷笑一声 关掉手机打开的录音 扶着一旁的墙壁 拍了拍胸口 才压下那股恶心境 走出酒吧的时候 天上落了点小雨 许梅开车 直接去了陆氏集团 路上的时候 薛曾打了电话过来 许梅调整好情绪 按下了接听 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晚点带回去 听到他的声音 刚刚那些不适 渐渐有了点缓和 他笑着说 水煮鱼和干锅花菜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都应声道 好 还在外面吗 嗯 等会儿就回去了 好 那你开车注意安全 他声音沉稳 雌性的声音穿透耳膜 许梅应了声挂断了电话 开到路市门口的时候 天上的毛毛细雨 又细又密 像是支了张灰黑色的薄纱 笼罩在城市上空 许梅直接将车 停在路边的临时停车位 走到门口后 直接按了指纹进去 总裁电梯直打总裁办 电梯停下的时候 许梅深吸了一口气 这还是和路只眼 断了后第一次回到路市 就已然觉得 陌生到不行 他的脚步停在办公室门口 没有敲门 直接走了进去 开门的时候 路只眼刚好抬起头来 本来因为不敲门 而竟然有些生气 但看到是许梅 他皱起的眉头 顿时舒展开来 看着他身上带着点雨水 他三两步走到他面前 刚想问他 怎么过来了 结果话还没说出口 感受到的 就是自己脸上 火辣辣的一巴掌 路只眼的脸侧向一边 嘴里缓缓渗出点点血腥味 他抬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整个人甚至还有些 没有反应过来 抬眼就看到 许梅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 是他从未见过的厌恶 心像沉默到水底一样空洞 你来 就是为了给我一巴掌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之间 许梅什么都没说 只是手指微微颤抖着 点开了那段录音 安静的办公室里 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格外清晰 每听一句 路只眼的心脏 就像是被盾刀缓缓割开 他伸手 想去拿走 却被许梅关掉了 他一字一句道 现在知道 为什么给你一巴掌吗 这一巴掌还算少的 路只眼 你可真让人恶心 不 他想要开口解释 却发现 说什么都苍白无力 脑袋里一片空白 只觉得这样的许梅太陌生了 心里的顿痛感越来越强烈 他想伸手抓住她 却连她的衣角都没摸到 就看着她走出去 脑袋里 还是刚刚那些语音的声音 像是针扎般 令浑身刺痛 回到车里的许梅 心情微微平复了一会儿 只是手还在颤抖 刚才用的力气太大 手腕都觉得有些痛 但解气也是真的 这会儿倒是没有刚刚在酒吧 那会那么难受 之前觉得 路氏败罗时 路之眼处事能力不足 走偏了路 现在觉得 他大概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人 在车内缓坐了一会儿 才驱车回了天狱 按下房门密码的时候 脑海里又闪过那几人聊天的内容 原来上次薛层对路氏 出手是这个原因 推开门 就闻到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 光是闻着就觉得 肯定很好吃的地步 许梅漫步走到厨房 看着里面的人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食材 她贴着厨房的玻璃门 抬手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 里头的人回过头来 脸上展开笑容 转身打开水龙头 洗了洗手 才来推门 回来了 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许梅点头 点起脚尖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柔声道 奖励 薛层眼底一闪而过一丝惊喜 扶下身子 有些得寸进尺的巧声说道 这点不够 眼前的女生笑出声 望着她的眼眸 抬手捧着她的脸 又对着她的唇上亲了一口 还没等她松手 就被男人一手揽住腰肢 突如其来的身吻 让两个人密不可分 她的手轻轻提起她的腰肢 一手捧着她的后颈 一步步加深这个吻 许梅仰着头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两步 顺其自然地勾住她的脖子 呼吸渐渐急促 吻到蛇根都犯麻 她才缓缓松开 眼前的人急促地呼吸起来 面色潮红 眼眸都泛着水光 薛层笑着凑到她耳根说道 这才叫奖励 说完 牵着牵着手 想让她坐下 刚坐下就看到 她摸着自己的手腕 像是有些不适 手怎么 她低声问道 许梅脸眸 淡淡道 可能刚刚不小心撇到了 有点不舒服 薛层闻言 转身去拿了医药箱 喷了点云南白药才问她 刚刚干嘛去了 第151章 你可以帮帮我吗 听她这样问 许梅的声音低了点 就去了趟路市 说完 薛层手上的动作顿了顿 声音有些严肃 看着她的手腕问道 陆之眼动你了 许梅摇了摇头 就是打了她一巴掌 可能打的时候没注意 后来才觉得有点不舒服 说完她看了看薛层脸上的表情 看上去倒是没有刚刚那么严肃了 但还是问了句 你怎么跑到路市去打她 万一她把你留下来了呢 下次记得带我去 许梅想了想 不知道要不要把那些事说给薛层听 自己听到的时候 就已经浑身都反感得不行 不知道她听到会是什么反应 应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陆之眼吧 就是听到了些不好的话 一时有点生气 不想忍 所以就有点冲动了 听她说完 薛层摸了摸她的脸 低声道 没什么冲动 但是下次还是要说一声 我只是担心 陆之眼这人会对你做什么 她眼眸里渗出的担忧 不是假的 许梅点头 硬道 我知道了 说完 薛层笑着 在她脸颊两侧戳了戳 好了 吃饭去吧 都是你爱吃的 她点头 起身去洗手 桌上琳琅满目的麻辣鱼的锅里 浮着一层红油 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等薛层拿着两碗饭出来的时候 许梅对着她 输了一个大大的赞 你可真是宝藏 薛层摇头暗笑 说道 行了 别吹了 快吃吧 薛层的手艺 一如既往的 不会让她失望 一连干了两碗饭后 打出的格都是香辣味 许梅先她一步收拾了碗筷 说是收拾 其实放在洗碗机就搞定了 一般吃晚饭的薛层 总是习惯在书房待一会 但是今天的薛层 倒没有在书房 等许梅忙完出来 才喊着她过来 她手上平板亮着 不知道在忙活什么 等她坐过去 她才将平板递到她面前说道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她递过来的是婚礼的策划书 比起上次看到的更为详细 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只是在迎宾处 空了一面白墙出来 她手指轻点 放大来问了声 这里是还有别的打算吗 薛层脸眸 是 只是估计你得到婚礼才能知道了 许梅笑着凑到她面前问 又是惊喜 她汗手 一脸神秘 许梅见状也不继续问她 只是心里又暗暗期待了几分 从头看到尾之后 除了欣赏更多的是惊喜 你做这个 用了多久啊 从这简单的策划案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也很期待这场婚礼 甚至比她更甚 没多久 之前就做好了 只是完善了一下而已 许梅把平板放在一边 坐到她身上去 两只手抱着她的脖子 盯着她上下起伏的喉结 身子附在她胸前 柔声说道 辛苦你了 宝贝 她好像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会全心全意地被人爱着 直到薛岑出现 她才觉得 好像这一生 就是为了遇见她的 薛岑没说话 只是抱着她脸颊 在她发丝上蹭了蹭 临睡前 许梅想到陆氏的事情 靠在她怀里问了句 陆氏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薛岑想了话 缓缓道 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 但基本上是敲定了 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最迟到开春 就会有结果出来 到时候 陆之眼该进去 还是要进去 就看能盼几年 现在谈起陆之眼 早就没了当初的那种紧张感 有的也只是叹息 好好一个陆氏集团 偏偏变成现在这样 许梅了然也只是点头没有说话 薛岑又开口问她 陆家的长辈 有找你说什么吗 许梅摇头 想到上次见到陆母 也有一段时间了 没有联系我 可能对他们来说 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吧 办法肯定是有的 只是解决的办法 肯定会有人牺牲的 那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陆之眼 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 几日后 自从那天在酒吧 见到温穗后 总有种坠坠不安的感觉 但也没有主动去找她 薛岑说的也有道理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 她也不好主动去问 但是没想到 温穗会主动打电话给她 接到电话的时候 许梅还在练琴 上次收到通知的时候 空闲下来的时候 就要练琴 手机铃声打断的时候 许梅看了眼名字 看到手机震动的屏幕上 显示着温穗的名字时 还有点懵 喂 电话那头温穗的声音 有些颤抖 但还是竭力控制着说道 许梅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可以吗 听出她的声音不对劲 许梅直接说道 可以的 需要我去找你吗 温穗拒绝了 不用 我去找你可以吗 可以的 许梅给她发了个地址后 就把琴收起来了 她走到客厅 简单泡了点茶 没过多久 就听到了楼下的响铃 她出门去按了下电梯 温穗来得匆忙 身上的衣服过于单薄 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来说 肯定是扛不住的 许梅带着她先进门 转身给她拿了张毯子过来 许梅没主动开口 问她发生什么事了 看她的样子 似乎还要缓缓 许梅拿了杯热茶递给她 杯中升起阴晕的热气 显得她脸上泛起的红润 格外可怜 温穗抿了几口才放到桌上 声音还带着颤抖 谢谢 没事的 许梅抿嘴笑着 空气中安静了几秒后 温穗才开口问她 听说你老公是封层的总裁 能不能帮我个忙 她目光中带着期盼 许梅低声问了句 可以说说是什么事吗 是和你上次说的离婚的事情有关吗 温穗垂下头 脸了脸毛子 缓缓说道 大三之后我就休学了 被男士的家人接了回去 后来嫁给男士一个富商 折磨了一年多 她就和我各过各的 今年年中的时候 她外面的女人 有了就和我离婚了 但是我男士的家人因为离婚 不愿意让我回去了 所以我才回了海市 离婚我没分到东西 回了海市 更是一无所有 前几天出了点事 惹上了梁成语 刚才我就是从酒店逃出来的 封层和他们家有合作关系 如果让薛总去开个口 能不能让他放过我 花钱也好 我可以以后还你 第152章 我会帮你问问的 听他说完 虽然不能感同身受 但也知道他过得不好 别说这几年的婚姻 就已经足够折磨了 离了婚还分不到东西 他没有好的家庭条件 被亲生父母接回去之后 也没有什么好日子 好像这半辈子 过得都浑浑噩噩的 怪不得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腼腆了许多 只不过是被生活 磨平了棱角而已 我会帮你问问的 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温遂的身子轻轻一颤 似乎还是有点害怕 但是他也不能保证 薛曾在梁成语面前 说的话他会听 这人是说白了的 花花公子一个 爱完 不知道多少超模明星 在他手上过了一遍 怪不得温遂会直接逃出来 况且 作为梁家唯一一个孙子辈的人 被家里长辈宠溺得无法无天 薛曾如果开口 真不见得梁成语答应 若是撕破脸也要温遂 也不是不可能 但在温遂的角度想 如果没有薛曾 也不知道谁能保住他 他在海城能认识的人脉 似乎也只有许梅一人 看着温遂有点高度紧张的样子 许梅帮他收拾了间侧卧出来 今天你先在我家睡吧 手机可以先关机 让他找不到你 其余的 等薛曾回来我和他商量一会 温遂点头 眼眶中微微有些湿润 走到房门口的时候说了声 真的很谢谢你 其实这件事对许梅来说 不过是一件开口不开口的事而已 但却是温遂的全部希望 如果不是温遂 很多年前站出来帮他说过话 如今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去帮温遂 或许温遂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很多年前的一句话 也能帮到很多年后的自己吧 夜幕僵致的时候 薛曾临时加班 没有回家做饭 许梅自己做了点吃的 顺便给温遂下了碗面 大概是今天实在太累 他吃过洗漱后七点多就睡过去了 薛曾回来的时候快到八点 许梅刚洗漱后 见到薛曾一声寒一走进门后 他帮忙把衣服挂起来 手指在唇上比了一下 让他小点声 薛曾低声问了句 家里有人 许梅点头 薛曾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黎安安 好奇地说了句 黎安安怎么有家 不回睡我们这 许梅一看他就是误会了 拉着他回了房间才说道 不是安安 是温遂 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同学 见薛曾还有些好奇 准备问什么 许梅推着他进了浴室说 你先洗漱 晚点和你说 见他神神秘秘的薛曾 也没有多问 直接拿了睡衣进了浴室 出来的时候 许梅正好端着杯牛奶进来 他拿着毛巾擦着头发 等他上了床头发 也差不多吹好了 刚从浴室出来的薛曾 浑身暖和的小暖炉一样 带着被窝里 都是暖的 这会儿 薛曾才开口问他 现在可以说说了 许梅小脑袋点点 开口缓缓道 今天他主动给我 打电话让我帮帮他 然后他就过来了 说是得罪了梁承宇 不太好脱身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个忙 说完他眼睛眨巴眨巴 直勾勾地看着薛曾 薛曾一手勾着他的发丝 一边想着他刚刚说的话 又问了句 梁承宇吗 若是别人说不定还好 开口说一声 只要不想 和封臣做对的人 基本上都会给个面子 只是这梁承宇不太好对付 首先他家底英识 其次家里人偏爱 巴不得所有好东西 都送到面前 一个女人而已 更没什么难度了 看薛曾有些犹豫 许梅觉得希望不大 只好有些失落地说道 如果不好办的话 也没办法了 我们总不能 让温碎凭空消失吧 许梅说完 叹了口气 抓了抓头发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躺在床上 薛曾看着他奄奄的表情 脑子里想着他刚说的话 如果是凭空消失 许梅听到他小声说道 压抑地看着他说 不是吧 你还能大便活人不成 薛曾似有办法般地淡淡一笑 轻声说道 国内可能不行 国外就说不定了 国外 你是说 把他送到国外去 是让小蕊他们帮忙吗 薛曾嘴角一弯 浅浅笑出声 抬手在他额头轻轻一敲 是不是傻 这不是有县城的人 过完年就走了 许梅看着他的眼睛 试探地说了声 傅城 远在海城另一边的傅城 脸打三个喷嚏 打开手机看了看天气 嘴里喃喃道 降温了 隔天大早温碎就起来了 这是他这段时间里 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了 也不知道 过了今晚 还有没有其他的晚上了 如果许梅也没办法 他也不能赖在这 实在不行 他也只能认命了 他把早餐做好后 浅浅吃了几口 就看到薛曾先出了房门 两个人见面有些尴尬 但也只是淡淡点头 刚起床的薛曾有些猛 习惯起床先做早饭的他 完全忘了这茶 只是简单点了个头 又回房间换了衣服出来 出来时 温碎似乎已经回了房间 没有见到人 这样也好 省得他有些尴尬 其他的事情 等许梅和他说就好 想着温碎还在家里 许梅也没睡很晚 等薛曾吃完早饭回房间的时候 他已经洗漱好了 薛曾准备出门的时候说了声 他好像已经起来了 你和他说一声 不用担心 许梅点点头 给他整理好领口 领走时 薛曾又捏了捏他的脸 好了 事情都解决了 不用愁眉不展了 闻言 许梅展颜脸上露出一抹笑 点脚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好 知道了 薛曾这才略微满意地 敏唇一笑说了句 那我走了 说完才出门 关上门后 许梅才转身 去敲了敲侧窝的门 温碎开门很快 身上穿的衣服 是许梅昨晚拿给他的 两个人的身高体型差不多 穿着倒也合身 面色相比昨天也好了很多 昨晚睡得还好吗 他点头淡淡道 睡得还可以 许梅微微点头 道 那就行 出来说吧 说完 他倒了杯水给他 轻声道 昨晚我们想了想 如果你要是一直在海城的话 完全躲开凉成雨有点难 所以我想问问 你愿意出国吗 第153章 出国 刚开始听到他说有点难的时候 温碎已经心里有点数了 可听到他说出国的时候 他有些愣住了 声音轻颤 你是说 出国就可以躲开他吗 如果只是出国就可以躲开他 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许梅轻笑道 不是躲开 是让你变成另一个人生活 你愿意吗 如果让他下辈子都换一个名字 和身份生活的话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 还是要看他个人意愿 温碎愣了两秒钟后 点头回答道 我可以的 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感觉没有一刻是属于自己的 自从大三之后 他就没有一刻是快乐的 如果让他换个身份 生活彻底摆脱掉 他求之不得 那需要我做什么吗 温碎开口问道 暂时不用 到时候薛属有朋友要去国外 他长期在国外待着你跟着一起去 可以保护你 等日子长了 梁承宇自然就不会记得了 到时候 如果你想回国也可以 许梅淡淡说着 温碎只是摇了摇头 指尖在手上狠狠掐下 羞长白皙的手上 泛着毅力的红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 大概也不愿意回来了 这么多年 我的日子一直都很压抑 想逃避 又躲不开自己的家庭 像是囚龙一样 把我的路风死了 唯一觉得舒服的日子 还是那几天开小麦布的时候 如果能有机会重新生活 我一定 不要再过成现在这样了 都说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 如果有机会 他不会再选择 去相信所谓的血脉亲情 他只想为自己活一次 许梅听他说完 感觉记忆里那个温碎又回来了 笑着说 你能这么想最好了 过好以后的生活 你现在也才25日子还长着呢 温碎抬眸 看着他眉眼含笑的模样 和当初他开口帮忙的小女生 早就不一样了 你也是 只是这件事会影响到你们吗 梁承宇不会找到你们吧 许梅摇头 不会的 到时候 带走温碎的可是傅城 有事他会担着 两个人刚说完 黎安安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名字 许梅又想到 那天直接把他交给楼商的时候 不出意外 打电话来 肯定是为了心事问罪的 电话刚被接通 对面就是一顿炮轰 妹妹 我把你当朋友 你就是这样出卖我的吗 听着她的一阵哭诉 许梅挠了挠头 勉强解释道 我没有出卖你啊 你看情侣之间 肯定要多沟通 多交流的 你看这几天 你都没联系我 今天才找我不就是在好好沟通吗 更何况你们是夫妻 床头吵架 床尾和吗 说完就听见电话那头一声 重重的警号三九 哼 警号三九 反正我还没有原谅她 许小梅我记住了 以后你和薛总吵架 我也这样对你 她愤恨地说道 许梅笑了笑淡淡的 那我就尽量不和薛总吵架 哼 黎安安懒得继续掰扯 只好开口说道 行了 要不要出来玩 许梅想了想身边的温遂 忽然想到 这段时间一直住在自己家里 也不是很好 倒不如给她先临时 找个落脚的地方 想到这她开口问了黎安安一句 我记得 你是不是有监控的公寓 黎安安对她忽然转开话题有些不解 但还是说道 是啊 怎么了 那就我用用 等会儿见面你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后 许梅转头笑着对温遂说 我们等会儿出去 给你找了间小公寓先住着 你现在开酒店也不安全 一直到出国之前 就住在公寓里 这样安全点 温遂微愣 她刚想着 等会儿是不是要说一声 不住在这里了 但是她暂时也没有 可以去住的地方 住酒店的话 梁成瑜很快就会找过来 但没想到 她都想好了 一时间 鼻尖酸涩地不像话 很久都没有人这样为她着想了 谢谢 说什么话都显得匮乏 好像只有说 谢谢能表达她的意思 没事的 许梅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 以前的我和你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 也是你帮了我不是吗 因果循环 大抵就是如此 林安安在看到温遂的时候 也微微有些惊讶 这个人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听许梅有讲过几句 带着温遂 先去换了电话卡后 才去了新公寓之后 两个人又去买了点 日常的生活用品送过去 在公寓待着到年后 不是问题 安排好之后 许梅和林安安就先走了 房子挂的是林安安的名字 平时也没什么人知道 加上小区安保还算不错 应该不会有问题 今天叫许梅出来 主要是去看新开的门店 上次出了问题之后 现在也重新装修的差不多了 今天去看了一眼 算算日子就可以开业了 林安安是个无神论者 但遇到这种事 偏偏就要去求神拜佛 算个良辰吉日才好 许梅想了会儿说 明天一块去庙里求求看看 她想算个良辰吉日 一嫁娶 林安安觉得可以 点头应道 可以明天开车去 许梅 可以 明天天气好 两个人坐在店里聊了会儿 就到了傍晚 看了眼时间也该回去了 刚准备问林安安怎么回去时 就看到楼商开着车停在了楼下 现在的楼商主打的 就是一个有求必应 为了防止林安安又生气 可谓是千一百顺 整个人看上去也没那么高冷了 倒像是条黏人的小奶狗 她面色委屈地 走到林安安面前问了句 回家 林安安翻了个白眼 侧过身去不说话 看样子 还要哄好一会儿 许梅直接先走了 不过按照林安安的性子 过不了多久 应该就哄好了 最晚明天 回去的路上 天空又飘起了雪花 密密麻麻地瞧着 像是今天会下一晚上的样子 这应该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雪了 回到家的时候 身上虽然没落上雪 但也是一声寒气 薛层正好在她身后回来 刚关上门没一会儿 就听见密码开启的声音 一进门的薛层 就看到许梅正好把外套脱了 脸颊鼻尖 还泛着一丝毅力的红 刚回来 第154章 替代品 嗯 刚到家 许梅敏唇一笑道 说完接过了她的外套 一起挂起来 薛层在家里环顾一圈后问道 她走了 许梅知道她说的是温碎 点头硬道 总不好一直在我们家住着 林安安有间空出来的公寓 一直没住 就让她住进去了 安保什么的都还不错 原本打算让她住在自己之前的房子 但是那个小区过于老旧 安保什么的不是很好 没有进出限制 总归不是很安全 薛层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和傅城说好了 不是什么事 等到过完年就可以走了 说完她走到许梅身后 弯下腰将她抱进怀里 听她的声音好像有些累 许梅握着她的手转身问道 最近公司还忙吗 她摇摇头 还好 不会很累 你呢 新年有什么活动吗 有的 有个春节晚会的演奏 不是独奏表演和别人合作的 我主要是伴奏 伴奏 薛层低声问了句 倒是很少听到她会有这样的演出 许梅点头 台演时眼里又冒着星星 是著名歌唱家李天老师的演唱伴奏 也可以上台的 能和这样的国家级老师 一同上台演出 其实算是许梅沾光了 薛层轻轻抚摸着她的发顶说道 那很好 春节晚会的舞台本就很好 和国家级的歌唱家合作 对你的名声也很好 那应该要提前去彩排吧 她连连点头 差不多下周就要 开始准备彩排的事情了 说完安静了几秒 薛层没说话 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她巧声问了句 还有什么事吗 薛层没说话 拉着她到一边坐下 想了会儿开口道 今天陆市的最高执行人被卸任了 也就是说 陆之眼不再是陆市总裁了 说完 许梅皱起眉头问了声 那是陆叔叔回去了 薛层摇头 表示不是 她淡淡道 新上任的执行人叫林家德 现在应该会叫陆家德了 据说是陆之眼母亲的侄子 现在算是改在他们名下了 说完 许梅一脸困惑 不仅是不解 更多是感觉不可能 可陆之眼毕竟是陆家的人 直接就找人来取代她的地位 不会人心不稳吗 薛层摇头 你可能不知道 陆之眼做的事 对陆市的创伤有多大 各个股东都还想着把钱收回去 自然对于新上任的执行人表示欢迎 说到这里 她轻叹一口气 继续说道 更何况那人很厉害 今天陆市的股市 就已经是回暖的趋势了 所谓强倒众人推 有钱赚 自然不存在什么人心不人心的事情了 加上陆之眼她自身难保 薛层说了许多 停下来的时候 许梅还是有些恍惚 但其实心里也明白 她说的的确是对的 只是对事情的发展 感觉有些茫然 觉得人心凉薄 更没想到陆市夫妇会做这样的决定 之前还觉得 陆母对于陆之眼的不喜 只是因为她对自己不好 所作所为 让陆母心寒 但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 有些利益面前 亲情也是可以摒弃的 这和她所认为的陆家大相径庭 但也觉得这样的结果是 命运使然 好在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许梅伸了个懒腰 走到落地窗边上 看着城市里下的漫天大雪 一面玻璃将屋内屋外隔绝开来 她回头笑着对薛层说 这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就当是听个热闹了 薛层靠在沙发上 轻笑道 是 不仅许梅 就连陆之眼自己都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几个小时前 前几日贺宇走后 就收到了母亲的信息 信息的内容 让她哭笑不得 不必再做无用工 我们自由打算 你还是准备好 如何为自己开脱 我们会找最好的律师 尽量从轻 那时的她还好奇 会是什么打算 直到今天召开董事会 看到自己父母身后 还跟着一个人 这时她才知道 原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人 将她这个只会做无用工的 无用之人换下去 当时她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 却宛若一个笑话一般 看着他们举手表决 直到那人走到自己面前时说 哥哥好 我是陆家德 这个烂摊子 就留给我收拾吧 哥哥还是回去好好休息的好 看着她一脸人畜无害的脸上 叫着哥哥陆之眼 只觉得浑身都犯着恶心 在看到身后的父母时 甚至连一个目光 都没有施舍给自己 她一句话没说 直接走出了会议室 走到陆市门口的时候 天上密密麻麻飘着雪花 一如那年在乡下 她在挨挨白雪中 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他们说来接她回家 那时她还小 每次一问起弟弟的时候 母亲总会抱着头大叫 后来她开始吃药控制住了 但弟弟这两个字 却成了陆家的禁忌 那时的她 成了弟弟的替代品 而如今 又有人来成为她的替代品 可笑至极 在大雪飘零的外面 走了许久她 才进了一家酒吧 点了满满一桌的酒 一杯又一杯地下肚 手机灵响十手都开始拿不闻手机 接通才听清是贺玉的电话 怎么了 贺玉直接问道 你在哪呢 陆之言也不知道 这里是哪里 敲了敲桌 问了问服务员 这里叫什么 服务员低头对着听筒 说了一声 陆之言才说道 听见了吗 贺玉有些无奈 直言道 在那等着 说完挂了电话 陆之言看着桌面上挂断的电话 只觉得没意思 又多了一个来看笑话的人 没过一会儿 贺玉就出现在桌边 看着桌面上散乱的酒瓶 他直接拉了张椅子坐过去 你看看 你现在什么样子 贺玉无语地说道 今天的事情 他有所耳闻 但其实这样 对他来说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动动关系 说不定还可以免除牢狱之灾 但是现在看来 他自己是想不通的 你要是来说教的话 就不必了 陆之言皱没说道 说完又倒了满满一杯 贺玉直接抢过他的酒杯 立声道 你就会这样解决问题吗 从前你对待感情冷漠 我只当你是个渣男 现在呢 你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前途 都这副模样 你还能干吗 第155章 约会 或许是贺玉的声音太过严肃 让许久没见贺玉 这番神情的陆之言 手上一顿 过了一会儿 他才扶着桌面 抬起头来看她 他苦笑着说道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以前总觉得 许梅对我不够真实 是因为我不够自信 总觉得自己不值得 被他那样对待 他对我越好 我就越抗拒 后来是我误会他了 想回头 又发现我做的措施太多了 他摇了摇头 又低声笑道 至于陆氏 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属于我的 我费心费力了这么久 虽然行为不减 但我也想把他做好 可到头来 不还是说换人就换人了 如今整个海城 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说完 他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杯子被重重地砸在桌面上 发出刺耳的声音 贺玉对于他现在这副样子 简直没眼看 只好开口说道 这件事与你而言是件好事 陆家会尽力保你 做好配合就行 至于许梅我说过很多遍 是你自己执拗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你在这伤胆给谁看 你道歉了吗 你补偿了吗 我真服了 贺玉越说越气 挥手将桌上的酒杯挪了挪 一边开口说 不过现在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你们现在就这样 再也别见面 挺好的 他现在是真的不知道 陆之眼能做点什么事出来 他现在就是一整个头痛 但是听到今天这样的大事 又不免得去关注 毕竟都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 但贺玉知道这也仅仅只是一时 陆之眼什么时候进去 基本上就是这段 有意到头的时候了 但愿他在里面 能明白这些事情 又喝了几杯下去 陆之眼直接趴桌面上昏睡过去 贺玉走到一旁 安静的地方打了个电话 没一会儿就进来了几个壮汉 贺玉指了指桌上 最倒的陆之眼 闷声道 把他抬走 说的时候 话语间带着几分嫌弃 几个壮汉拿了钱办事 听了雇主的话 四个壮汉站好四脚 抬着四肢 就将人举了起来 贺玉去结账回来 就看到几个人 像是抬棺材一样的姿势 抬着陆之眼 刚想开口拒绝 想了想 还是没开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 贺玉给了几人一个地址 让他们送到这里 贺玉则自己开车 去陆之眼的公寓 可开到半道上的时候 又接到了熟悉的电话 少女感的铃声 在车内一响起 贺玉就接了起来 熟悉的声音 在耳侧响起 哥 今晚还回来吗 贺玉看了看时间 那头听到后 安静了几秒才应了一声 哦 说完也没挂电话 像是还有话一般 还有事 贺玉明知故问道 但已经知道 他准备说什么了 少女支支吾吾道 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带着点试探 但不多 贺玉轻笑一声 看着副驾上的新带路 拨弄了下他的耳朵 笑道 你农历生日 我记得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开心了一点 应声道 嗯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说完便挂了电话 贺玉看了眼 被挂断电话的手机屏幕 嘴角微微上扬 有些无奈的喃喃道 多大的人了 还一年过两个生日 在车内坐了一会儿 完全忘记了陆之眼 被壮汗抬回去的事情 驱车直接回了自己家 一日 今天的太阳格外的大 昨晚的积雪在门口 堆起厚厚一层 阳光照在上面 整个城市仿佛都在发光 许梅伸了个懒腰 就连忙起来了 今天还约了林安安去寺庙 她心里期待 起床都带了几分动力 收拾好的时候 薛层的早餐还没做好 今天起这么早 薛层好奇地问了问 现在不过七点多 一般她都睡到八点多 九点才起来 今天倒是稀奇 今天有约啊 她笑着说道 一边帮着她 把早餐端出去 什么约 约会 许梅的餐盘刚放在桌上 就被她从身后还住 声音轻柔地问她 她抿着嘴微微笑道 反正不是 和你这个小妖精约会 嗯 薛层皱着眉 将人锁得更紧了点 伸手在她腰间 轻轻掐了一下 好好说和谁约会 许梅天生就怕痒 这样被她掐了一下 身子扭着躲了一下 薛层似乎还不罢休般地 在她腰间的痒痒肉上 挠了挠 好好好 许梅笑得左右扭动着身子 嬉笑着求饶 好了 别挠了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薛层这才停下手 双手撑在桌上 看着怀里的人 眉眼一条 说吧 眼前的人不得不败下阵来 气鼓鼓地说 就安安呗 约好了要去寺庙拜拜 薛层轻笑 答案在她意料之中 就知道 说完才将怀里的人松开 许梅看着她的小表情 微微瞪了她一眼 知道你还恼我 你就是故意的 说完就要上手去她的腰间 可还没碰到 就被她塞了一张饼进嘴里 薛层淡淡道 快点吃早餐 不怕迟到吗 说完 许梅这才看了看表 果然时间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 她气急败坏地咬着嘴里的饼 目光还不忘瞪她一眼 薛层倒是觉得她 这副模样可爱的景 撑着脑袋低头笑着 许梅还赶时间 扒拉了几口饭 就急匆匆地围了条围巾出门 今天不用开车 李安安说好来接她 她看了看时间 还有五分钟走到小区门口正好 结果刚一下楼 就看到了一辆黑色库里男 停在那 车顶上积了雪 不知道停了多久 车门口一个人 倚着车门站在那 不知道站了多久 发丝都带着露水 许梅原本打算 结果刚走两步就被叫住了 许梅 陆之眼的声音很雅 许梅咬了咬牙 装作没听见一样往前走 谁知道陆之眼小跑着跟上来 许梅一转头就看到陆之眼那张脸 大清早的 倒胃口 整个人都没有一点精气神 整个人不修蝙蝠 眼底的乌青也浓重的不像话 第156章 星辰则灵 小梅 她低声开口 昨夜半夜醒来发现 自己在家门口 她没开门 在门口坐了好一会儿 才让人过来开车 到了之后 她就一直站在这 像是感觉不到彻夜的寒风有多冷一样 吹了一夜才会觉得 自己能清醒一点 刚想伸手抓住她的手 就被许梅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别碰我 许梅立声说道 不管陆之眼是否被卸任 她现在都不想和这个人有半分关系 好 我不碰你 她往后退了半步 她开口道 贺玉和我说了很多 我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但是小梅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声说 她昨晚在这站了一夜 看着这栋楼的灯光亮了右面 想到贺玉说的话 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你说话还真是搞笑 怎么 知道对不起 我还指望我对你多好吗 我没有再动手打你 就已经是看在陆家的面子上了 许梅紧紧咬着牙 拳头握得紧紧的 只要她敢上前这一拳头 就会出现在她脸上 现在看到她就浑身都不自在 那段录音还保存在自己手机了 她是哪来的脸说这些话 陆之眼的手有些无措 被她一说顿时更是愧疚难耐 对不起 她只好说出这一句 许梅不想过多纠缠 转头就想走 谁知道手腕忽然被钻住 那天打了她一巴掌的手腕 顿时又有些隐隐作痛 许梅刚想甩开 就见陆之眼猛然松开了手 步子往后亮腔了几步 捂着自己的半边脸颊 嘴角还甚至心红的血迹 薛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陆之眼的半边脸 被她一拳打得厉害 她连说话都带着痛 她捂着自己的脸 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看向薛层满眼都是不甘 下次别再让我看到 你离她那么紧 薛层走到陆之眼面前 一把攥着她的领口道 我打过你一次就敢打第二次第三次 你最好离她远点 说完用力往后推了一把 她靠在车门上才勉强站稳 说完薛层才回过头来 低头牵起许梅的手 看了看低声问了句 有没有弄痛你 陆之眼刚刚的力气有点大 刚刚那会儿有点痛 这会儿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她摇头 没事 不痛 虽然这样说 薛层还是轻轻揉了揉 回眸看了眼陆之眼那人 正死死看着他们 薛层毫不犹豫地说道 陆总现在可是一无所有 最好不要随便招惹我 这一句说白了就是警告 说完就拉着许梅的手走了 许梅侧目看了看薛层 衣领的扣子还散了两粒没有扣上 薛层 没事了 你去上班吧 薛层摇头直接握着她的手 放进口袋了 轻轻拍了两下 没事 我送你去门口 下次再遇到那个疯子 就动手打回去 许梅低头硬了声 但凡刚刚薛层晚来一秒 她的拳头就上去了 但是比起自己 能被人保护 心里好像更晚 好 不过 你会保护我的 她仰头笑着 走起路来的脚步 都变得轻快许多 薛层无奈地仰起嘴角 但言语间都是宠密 是 我保护你 门口的黎安安 已经等了有好一会儿了 远远地就看见两个人 笑嘻嘻地走过来 恨不得一个大白眼翻上天 等走近了 黎安安才开口叫道 别秀了 走了 许梅看到黎安安 点起脚招了招手 转头对薛层说 那我先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 薛层抿着嘴笑着点头 去吧 说完许梅 就小跑着 走到副驾开了门上车 黎安安没好气地说道 你们俩还真是黏人 就走到小区门口都要送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黏人的小妖精 许梅轻哼了一声 解释道 这可不怪我 我早就下来了 结果在楼下看到陆只眼了 上来就发疯 要给我道歉 让我别太疏远她 我懒得理她刚准备走 就被她抓住了 还好薛层下楼看到 上来就给她一拳 她一边说着 一边比划着 你说她是不是有病 黎安安听了 也觉得不理解 可能是受刺激了 脑子不太正常 这话说的许梅 直接笑出声 对着她竖起大拇指 还是你牛 管她是什么 反正以后 见到了旧离远点 我反正看到她 就觉得恶心 许梅眼里都是厌恶 黎安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间 她就对陆之眼如此厌恶 但就她对许梅的了解来看 肯定是陆之眼 做了什么事 黎安安笑道 不提她了 我和你说 今天去的这个庙 他们说的可神了 不管多久之前 许的愿都能实现 当然是在 合理范围内的愿望 不是那种 一夜暴富的那种 所以 香火贼旺盛 人可多了 许梅倒是不信 有这么深 只怕是没那么厉害 传着传着就厉害了 黎安安知道 她对这种事 半信半疑笑着道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门口许愿树 都挂满了红筹 听她说的许梅笑了笑 倒是多了几分期待 山路有些崎岖 上山的人的确多 因为昨晚还下了雪 山路并不好走 雪天路滑 大家都比较稀命 车程动得很缓慢 早上八点多出发 快到十点才到目的地 和黎安安说的一样 寺庙的人气很旺 还没上去 就可以看见 烟雾缭绕包裹着的寺庙 檀木香老远闻着 就能让人平心静气 门口站着止路的僧人 一旁的小屋可以免费领取三柱清香 正门进去的天王店门口 友然相处 香火不能带进店内 只好在店门口祈福 黎安安败过之后 就去了一旁抽取千文 她的运气倒是很好 抽得了上上千 上面写着 诸事顺遂 许梅笑道 是个好千 看来你最近有好事 她笑着收起千文问许梅 你的呢 许梅看了看满院的红筹 将手里的千文打开 心承则灵 黎安安打句道 不去求个多子多福 许梅笑着摇头 不用了 总觉得越满则亏 什么事情要得太多就不好了 随缘来吧 现在这样就行 当当好 黎安安也没多说什么 求完 千两个人去捐了点香火钱 不知道是不是这寺庙内的烟雾太浓郁 许梅只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 还有些心计反胃 黎安安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许梅扶着台阶边上的围栏 拍着自己的胸口 黎安安有点担心地问她 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第157章 喜事 许梅拍了拍胸口 想把那点恶心的感觉咽下去 缓了好一会儿才说到 可能是熏香的味道太重 有些头晕恶心 黎安安虽然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看着许梅 脸色都有点白了 也有点担心 忽然想起来 这寺庙里有医务室 我扶你去医务室坐坐 就在后面 早些时候 冬天雪大 经常会有游客上来的路上 有个摔伤什么的 就设了个医务室在这 里头只有一位老中医 虽然看的人不多 但听说医术还挺好的 医务室在天王殿后面的一个小片殿 过了一条小长王才到 离前面那些香火未远了点 许梅已经觉得没那么难受了 但都走过来了 不看白不看 门口的老先生 正靠在摇椅上晒太阳 似乎并没有看到他们过来 还是黎安安过去叫了一句 您好 现在医务室有医生看病吗 他眯着眼看了眼黎安安 问了声 你看病 黎安安摇头说了声 不是我 是我朋友 说完许梅往前走了几步 低声道 老先生好 您是这儿的医生吗 闻声老先生才起身 往里走了几步缓缓道 进来吧 跟着老先生进去后 他摆手示意 让许梅坐下 出声问了问 哪里不舒服 前面感觉有些心机反胃 现在好一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前面 薰香闻得太久 老先生没回话 放了个手托在许梅面前 手放上去一会儿 老先生搭上麦 手指轻轻点按了几下 就收回了手 老先生面露喜色说道 没什么大事 你这就是怀孕了 所以刚刚闻到薰香会不舒服 都是前妻的妊娠反应 不过还有点早 现在去医院还看不出来 年后就可以去医院检查了 老先生说完 黎安安和许梅两个人 还愣在原地 许梅小心翼翼地 将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 根本不敢相信 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个 什么时候有的 他脑袋里一片混乱 这才想起来 月初在F国的时候 有天早晨 薰层好像没有带 一次就中 许梅闭着眼深吸一口气 起来的时候 还有点颓软 黎安安也一言不发 走出去的时候才问道 所以 你有了 许梅微微点头道 好像是的 黎安安这才兴奋地握着他的手 恨不得要跳起来 那我岂不是要当干妈了 你说 他会是小小层 还是小小梅 薰总要是知道 会不会兴奋死啊 我的妈呀 这可是人类幼崽 反应过来的黎安安一张嘴 像是竹筒倒豆子般的说了许多 许梅有些猛 但又从心底里觉得高兴 寺庙好像真的很灵验 他期待过 如果有个孩子会是 向自己多一点 还是向薰层多一点 现在好像觉得想谁都好 快到家的时候 黎安安问了句 你想好怎么和薰总说了吗 许梅摇头根本没想过 不知道该怎么说 会更令他惊喜 又觉得好像只要告诉他 就足够让他惊喜了 黎安安笑着说 无所谓了 你随口一说 薰层肯定都会很高兴的 知道他怀孕之后 黎安安特意把他送上了电梯 才走 到家后 许梅换了身睡衣 在床上躺了没一会儿 就睡着了 薰层回到家的时候 才六点多 看着家里灯没开 还以为许梅没回来 直接进了厨房 开始收拾晚餐 等到快七点的时候 他才觉得有点晚了 他给许梅打了个电话 铃声却从房间里传来 薰层好奇地往房间看了看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房间里也没开灯 薰层捏手捏脚地走到床边 屋外的灯光渗进来一点 让他可以看得清许梅的脸 他捏了捏他泛红的脸颊 低声叫他 起床了 说完在他鼻尖上又捏了捏 许梅憋得喘不过气来 睡梦中骤然被吵醒 有些不高兴 他眯着眼看着眼前的人 薰层继续说着 起床了 等会儿晚上就睡不着了 许梅听见声音 没那么生气了 揉了揉眼睛 抬起手朝着薰层撒娇 抱 薰层无奈 弯下腰把手探进被窝 将人抱起来 许梅软塌塌坐在他身上 一动也不想动 之前还没觉得 自从知道怀孕后 好像可以为自己的偷懒 找借口了 怎么了 今天这么娇气 薰层低声问道 许梅抱着他的腰 又贴紧了几分 喜欢你 许梅喃喃道 薰层低笑出声 嗯 我爱你 许梅听他说着 心里好高兴 醒了醒神 微微坐直了点 凑到他耳边 似是鼓起了点勇气 开口用着气声在他耳边说 有喜事 说完他歪着脑袋看着薰层 看着他有些不明白 他又凑上前去 亲了一口他的唇瓣 你要做爸爸了 他说完 看着薰层脸上的笑意微致 有些正愣 像是没听清一样 他小心地将怀里的人搂了搂 轻声问了句 刚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许梅嘟着嘴摇头 不说了 薰层又装作委屈的样子说 再说一遍 想听 眼前的人这才有些无奈 挪了挪身子 捧着他的脸郑重地说 我说 我亲爱的老公 你要做爸爸了 我怀孕了 怕他听不懂 许梅又说得简明各要了点 直奔主题 薰层像是当头棒喝一般 忙然后整个人又清醒过来 怀了 我要做爸爸了 他笑得更大声了 眼底的喜悦藏也藏不住 许梅点头 他像是意识到什么 变得小心起来 手上的力道松了松 什么时候测的 现在有没有感觉 要不要去医院做检查 他顿时有些谨慎 低声问道 目光落在他平坦的小腹上 有些不知所措 今天去寺庙 一个中医看出来的 说还小 让我年后去医院检查 薰层点点头 又小心抱着他放在床上 我去把饭菜拿进来给你吃 许梅看他这副小心谨慎的模样 有点想笑 我只是怀孕了 又不是残疾了 不用这么小心的 话虽然这样说 但薰层还是觉得不踏实 现在的许梅 在他眼里 就像个瓷娃娃一样 许梅从床上起来 原地转了个圈 笑着说 你看我还能转圈呢 现在又不是孕晚期 除了有些口味挑剔 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第158章 百度看病 看着他还打算转个几圈 来表示自己身体很好 薰层一把 将人拉进怀里 知道了 那你也要小心点 等到年后 陪你去医院检查 许梅微微点头 转头埋在他怀里 抬手抱着他的脖子 低声喃喃道 能不能抱我去吃饭 薰层低笑一声 一手抱起他的小腿 有什么要求都可以 我一定有求必应 怀里的人没说话 只是又将头埋得 更是深了些 大约是月份还小 比起之前都没有什么不同 更多的 反倒是身边的人更紧张 和薰层说了 怀孕之后的第三天 他就喊了人来家里 所有尖锐处 都给贴上了保护贴 方柱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 但还是照做了 贴了整整一个下午才结束 回到公司的时候 和薰层汇报后 薰层又问了句 材质都是孕妇可用的吗 方柱猛然抬头 眼神里诧异过一瞬 又恢复自然 原来是太太怀孕了 怪不得立马就开始 做好保护措施了 您可别太爱了 方柱酸的说出的话 都带着狗粮味的宝格 材质都是上好的 是孕妇可用的 恭喜您了 薰层轻恩了一声 嘴角是止不住的上扬 方柱知道后 公司内部的人没多久 基本上都知道了 许梅这天 正好来封层找薰层商量事情 一进公司大楼 认识的前台先是有些惊讶 反应过来 后面若桃花般的 先给他拿了些吃的 随后不紧不慢地说 薰总现在还在开会 您上去之后可以先休息 等会儿会有人 给您送点牛奶上去的 许梅对前台这突如其来的关切 弄得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们忙你们的就好 不用管我的 热情过头 反倒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这样焦点都在他身上 他反倒有些不自在 前台小姐姐 鸣嘴微微一笑 薰总特意吩咐的 我们都是按照规矩办事 许梅上楼后等了梅一会儿 薰层就来了 一进门就是满面春风 自从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他好像一连高兴了好几天 还不知道要高兴多久 收收你那不值钱的表情吧 全世界都快知道我怀孕了 他对着他埋怨道 好消息 当然要让大家知道嘛 他顺势坐在他身边 许梅的一双小手 被他轻轻捏着 许梅低声说 这都说前三个月 最好不要说出去 你倒好巴不得 让全世界知道 薰层抿着唇 声音轻了几分 我这不是光顾得上高兴了 没注意这些 生气了 我哪有这么容易生气 我的意思就是 你收敛点 说完轻轻在他手背拍了一下 薰层失笑 好 听你的 今天有什么事要说 原本是打算让他就在家待着 练练情什么的 结果许梅说在家待得难受 非要出来 只好让他来公司 许梅微微一笑 带着轻柔的声音 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除夕夜我要去演出 你要不要去许家陪陪爷爷 不然 我不在家 他一个人估计觉得冷清得很 薰层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直接回到 就算你不说 我也是要去的 听他这样说 许梅好像觉得 是自己多想了 薰层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包小饼干 撕开后 递到他嘴边 到时候 在家陪老爷子吃个饭 等晚点结束了 我去接你 我们再回去 他都把事情安排好了 自然不需要许梅去操什么心 薰层看着他 小口地嚼着饼干 而后的发丝滑下来 落在脸颊两侧 以前上学的时候 许梅就坐在他的右前方 只要微微一抬头 就能看见他低头抄笔记的侧脸 那个时候的他 还留着刘海 一双明眸平淡如水 现在的他 没有继续留着刘海 露出光洁的额头 但依旧一颦一笑 都可以牵动他 宝贝 他换他 轻声说道 我想把婚礼提前 不然到时候 你会很累的 到时候 如果显怀在办婚礼 只怕他到时候会很累 好好的婚礼 最好是给他最好的印象 许梅倒是有点担心 三个月前不稳 但是前三个月不太稳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到时候去医院问问医生吧 如果可以 我们就提前呀 他眉眼弯弯 笑起来和月牙一般 薛层看着脸了脸眸 淡淡笑着 在他额头落下一吻 你说得对 到时候再看 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终于成真了 还好这一次 他终于窥见了天光 一月底的时候 许梅就要开始集中彩牌了 毕竟是春节晚会 虽然只是地方牌的 但也格外重视 薛层倒是觉得 他这样太累了 每天都要拿着小提琴 练习五六个小时 主要担心他怀孕吃不消 这天他刚准备出门 薛层就给他拎着一个包 里头放着叶酸零食和苏打水 这两天起来 他都会有恶心的想法 只有喝点苏打水可以缓解 见薛层又准备开口说什么 许梅先一步拿过了他手里包 嘴里重复说着 薛层准备说的话 遇到事情打电话 不舒服 及时停止训练 不可过度劳累 我都记清楚了 你不用担心的 要不是已经临近春节了 薛层极有可能会让他拒绝这次演出 可这个位置的人选 已经换过一次了 可不好再换了 薛层轻叹一口气 我就是担心 总觉得不安稳 许梅苦笑 抬手捧着他的脸颊说 你是不是有点焦虑了 我都没有运气焦虑症 怎么反而 你倒像是有点运气焦虑症 运气焦虑症 薛层想想 就觉得不可能 连忙摇头 没有的事 他怎么可能运气焦虑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见他拒绝的这样 干脆许梅只好依着他来 薛层把他送到彩排地点的后 就回了公司 只是工作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些走神 想了想 直接打开了电脑网页 他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几秒 随后打下一行字 什么是运气焦虑 打完后 他犹豫了一下 又删掉了 重新打下一行 男生会有运气焦虑吗 看着网页上的答案 他眉头锁得越来越深 最后还是关掉了网页 百度看病 癌症起步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159章 不甘 一转眼就到了除夕夜 许梅今天起了个大早就赶过去了 路上的时候还在打哈欠 大早晨的六点多就开始忙碌 只为了晚上上台的几分钟 地方台的春晚上且如此 更别说是央视的了 果然越是光鲜的事物背后 就越辛苦 许梅赶到的时候 正好在发早餐 来人很热情地 给许梅递了个热乎的包子 许梅笑着说了声谢谢 可刚准备吃的时候 胸口那股恶心感 又涌了上来 他转身去了洗手间 干熬了好几下才压下去 认身反应果然不好受 怪不得之前查资料 很多人在孕前期就受不了 来帮忙的向秦 正好在找着许梅的影子 转眼就看到 许梅靠着墙面色有点惨白 他连忙走过去 把他扶着 上下打量了一下 小心地问道 嫂子你没事吧 他可是被薛层千叮万主 要好好帮忙看着点许梅的 这要当下出了点什么事可咋办 许梅摇摇头 在一旁休息了一会儿 才缓缓说道 没事的 就是有点恶心 也就清早会有点 等会儿吃点早餐就好了 向秦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路过的李天 乔剑也过来 问了几句 这段时间磨合下来 他和许梅还算融洽 也算得上是半个搭档了 这是怎么了 李天老师是北方人 说起话来 都带着一股亲切惊 没什么事 就是奇猛了 有些犯恶心 李天这才点了点头 这可是关键时刻 可不能掉链子啊 他又叮嘱了几句 见许梅笑着硬下 面色也好看了不少才走 向秦看了看许梅手上 拿着的肉包子 直接收了起来 油腻的还是我吃吧 你本来就恶心 再看到这种油腻的 又要不舒服了 那边还有黑米粥 我去给你拿一份来 说完向秦就起身往那边去 看着他面面俱到的模样 想想就知道 肯定是薛层开口吩咐的 他这会儿 估计在许家和老爷子下旗呢吧 这边薛层一早送完许梅 就直接来了许家 大包小包的拎了不少东西 老爷子起来的大早 看到薛层来了 就开始直接当起了指挥官 一会儿是贴对联 一会儿是挂灯笼的 忙完一阵之后 就招呼着人过来下旗了 老爷子最近精神头不错 下起起来 更是神采意义了几分 小伙子不容易啊 老爷子感叹道 薛层抿唇笑了笑 没说话 老爷子看着薛层下的旗 眼眸咪了咪 右抬眼看了看薛层 声音沧桑 带着老年人的浑重 梅梅是个孝顺的孩子 就是为自己想的太少了 做什么事 老是想着 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样 他第一次为自己想 还是和你结婚 老爷子轻轻叹了口气 但是 还好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很久以前也来过家里吧 薛层淡笑 应了一声 手下落错了一字 老爷子自然是记不清的 记得的还是王沈 许梅第一次 带着薛层回来的时候 张口就叫了声王沈 但是也没多注意 还是事后才想起来 王沈和他说 咱姑爷还真是神啊 第一次见我就能知道 我叫什么 老头子当时 只是悠哉地说了句 说不定不是第一次 说完 王沈想了好一会儿 第二日才来和他说 说是很久之前见过薛层 在许梅之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他 当时以为是什么贼 他逮着问清楚了才知道 小伙子说 自己喜欢的姑娘 在住这附近 当时哪里清楚 这惦记得是自己家的 现在看来 就像是白居过戏 现在两人都结婚了 也算是修得正果 老爷子还是那会儿才知道 薛层第一次来家里时 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都是真的 怪不得愿意用全部身家下品 倒是难得一见的痴情人 好在这人是个良人 是美美走运 能遇到他了 不然 只怕是要了一生 都不能得到幸福 晚饭的时候 薛层亲自下了厨 一顿下来 老爷子意识赞不绝口 看了会儿电视 徐老爷子看了看时间说 也不早了 是不是还要去接美美 薛层点头 是的 徐老爷子打来的哈欠道 那就早点去吧 路上小心 说完伸出手来 往沈上前 掺着扶着老爷子去休息 薛层应下 看着老爷子的背影 喊了一句 爷爷 你要当太爷了 老爷子的背影微微一顿 而后掺着身子笑出声来 好啊 好啊 明年是个好年 许梅节目结束后 就先下了台 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 可以直接去休息 等会也可以先走 向琴去处理点别的琐事 许梅则是在休息室换好了衣服 演出的头发是盘起来的 插了不少的一字架 许梅摸索着 在头上将卡子取下 忽然听见了门锁的声音 她以为是向琴 开口说道 我的演出服在示意间里 这个衣服 不知道需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还 说完 空气里安静了几秒 许梅正好奇 没听见向琴说话 叹了个头 门外的陆之眼 看着是不会做什么极端的事情 不然她就直接进门了 许梅起身问了句 你怎么来了 她没什么好脸色 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手指在手机上点了几下 陆之眼往里走了几步 将手里的鲜花放在桌上 我就是听说你有演出 想来给你祝贺一下 许梅眼神瞥了一下那束鲜花 轻笑一声 我之前也有很多演出 并不缺陆先生的祝贺 他有人祝贺 不需要陆之眼来补偿什么 陆之眼的语气 有些懊悔 我知道都有些晚了 但还是想你 对我不要那么怨恨 我 年后案子就开庭了 少说也要在里面待上四五年 想在这之前求得你的原谅 陆之眼说得恳切 但许梅实在不明白 他要求得他的原谅做什么 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吗 许梅轻笑 那陆先生 你的诚意呢 陆之眼神情微致 往前走了一步 手掌落在大腿前 像是在隐隐用力 下一秒 他弯下膝盖 单腿跪在了许梅面前 看似虔诚 实则都是不甘 他没有看它 只是微微抬眼 目光所致 是门口一闪而过的人影 第160章 玫瑰花种 只是灯光恍惚间看到的残影 却能够猜到是谁 他没进来 一旁的木帘轻动 应该是站在一旁的道居幕部旁边 那这样呢 够诚意吗 单膝跪下的陆之眼 紧紧攥着拳头 抬起眼时 眼底都透着红 几天没休息好般地 布满了红血丝 许梅一开始没说话 只是逆了一眼 步子往后退了一步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杯 目光看着杯中摇晃的液体 苦笑道 原谅这种事 就算是放到下辈子 都是不可能的 你曾经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现在也还给你 陆之眼 你是真的恶心 说完 手中拿着的水杯 从上而下地浇了她一身 冰凉的水自上而下 模糊了陆之眼的双眼 记忆里 她好像也曾经对着许梅 说她很恶心 可如今 这句话 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她 甚至比起之前的任何一次见面 都更让她难受 双唇微微颤抖着 所有话都堵在了嗓子眼里 说不出一句 正当她抬起头的时候 才发现 眼前的人已经走了 只留下一声沉重的门响 桌上的鲜花 还摆在桌上 一如她刚刚送过来的时候一样 可现在那鲜红的颜色 却觉得格外的刺眼 门外的许梅刚走出门 像是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微微侧目 看了眼站在一旁的薛层 微微歪头 敏唇微笑道 还不走 说完薛层才微微直起身 梅再继续靠在墙上 往前走了几步 插在口袋里的手伸出来牵着她 许梅抬眼看着她 带着浅浅笑意的嘴角问她 刚刚怎么不进去 她刚才若不是看到那一抹人影 应该还没发现她来了 结果这人来了却躲在门口不进去 她发出低沉的笑声 说了句 就算不进去 我也知道 你会出来找我 她淡淡说着 眼里好像闪着细碎的光 好像多了几分自信 许梅笑着微微扬眉 是啊 我会出来找你的 回家的路上 车辆比起以往少了很多 璀璨的灯光下 比起平时的吵闹 现在看上去安静了许多 许梅看了看时间 距离零点只有几分钟了 今天在家 爷爷和你说了什么吗 薛层摇头都是些寒暄而已 只不过临走的时候 和她说了你怀孕的事情 她很高兴 许梅听着 心里也暖了几分 淡淡道 这件事要是我们一块 和她说就好了 薛层 没事的 过两天还是要回来拜年的 说完窗外忽然乍亮 响起几声巨响 隔着江边 看着远处的天空中 绽放出巨大的烟花 五彩缤纷 绽放在空中的一瞬间 又消失在黑夜里 许梅的目光被窗外所吸引 却听见耳边传来了一句 新年快乐 许梅这才回头看她 窗外透镜的灯光 让她能清楚地 看清她的侧脸 车辆平缓地驶过跨境大桥 身后的窗外烟花 还在不停地乍响 但脑海里 都是她刚才温柔的一声 新年快乐 不自觉地指尖 攥紧了自己的衣角 心脏砰砰地直跳 好像又回到刚结婚那会儿 薛层也经常给她心动的感觉 那时的自己不懂 现在想来 她的爱意早就把她包围 一点点地渗透 直到让她脱离不了 老公 她低声叫了句 薛层眼眸眨了眨 方向盘上的手握紧了点 她放缓了点速度 淡定地硬了声 怎么了 ,许梅只是说了句 没什么 就叫叫你 薛层闻言 动了动脖子 想到什么问了一句 今天表演很成功 只是花店都关门了 有点可惜 每次演出 薛层都会拿一束花给她 庆祝她演出成功 今晚没有 但许梅也没在意 她来了就好 没事的 薛层 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 许梅想想 除了早晨那会儿 有点犯恶心 其他都还好 没什么 还是一样有点认身反应而已 薛层这两天上班的空闲之余 做了不少功课 认身反应基本上 是每个妈妈都要经历的 没办法控制 只能稍微缓解 好在她备了很多 苏打水和苏打饼单 驶过了跨江大桥 没一会儿就进了小区门 薛层停好车之后 帮她拿着东西上楼 上电梯的时候 她总是时不时地把手放在口袋里 像是带着点局促 许梅觉得有些困倦 今天有点累 对她这个孕妇来说 精神力已经饱和了 开了门之后 许梅慢悠悠地打开灯 原本带着点困意的眼睛 愣是被眼前的荧幕惊叨了 困意消散 目光所及之处 都是带着露水的玫瑰花 许梅曾经在电视小说 还有漫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当时只觉得又土又不实用 但是当这样的画面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脑袋都是放空的 她换了双拖鞋 小心翼翼地往里走去 像是身处在花海里一般 原本在车里平复下来的心跳 又一次震耳欲聋 宝贝 薛曾柔声在后面喊了一句 许梅的表情还有些呆滞 回过头来看着她 眼睛扑闪 她笑着扬眉 说去看看桌上 她目光所至是客厅的茶几 许梅缓缓走过去 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一朵黑色玫瑰 她拿起来 看到了花心处 折射出微光的一枚戒指 不难看出戒圈适用的 娇蝉式的藤蔓设计 忠心的钻石周围 用着花瓣样的款式点缀 像集了一朵盛开的玫瑰花 一瞬间心里像是 也开出了一朵玫瑰花 一朵在遇见她那天种下的玫瑰花种 日以继夜地被她的爱意浇灌 开出的最盛大的玫瑰花 忍不住又吸了吸鼻子 虽然不想承认自己矫情 但薛曾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给她最意外的惊喜 薛曾好像很喜欢送她戒指 但是这次的钻戒 确实比起之前送得更好看 她回过头 泪眼朦胧地看着薛曾 嘴里喃喃道 不是说没有花了吗 骗我 她鼻尖泛着红 说出的话打在她的心头 薛曾低头 拿着她手上的那枚戒指 微微弯下自己的膝盖 虔诚地说道 你给我求了那么多次婚 总该轮到我一次 希望我的草莓 新的一年能过得更开心 我也会比之前更爱你 所以 要不要嫁给我 第161章 好爸爸守则 许梅垂下的眸光 正好对上她诚恳的视线 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感受到她的紧张和真诚 原本就泛起酸意的眼眶 一瞬间决堤 金银滚烫的泪珠 在她伸出手的瞬间流下 她的声音哽咽又带着几分颤抖 嫁给你 我愿意 说完 她看着薛曾 指尖微微颤抖着 给她套上借环 她仰起头 想让眼泪少一点 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流 薛曾起身 她抬手指腹 轻柔地给她擦着眼泪 她紧张地安慰道 哭什么 我的愿望都成真了 要高兴点 许梅被她说得边哭边笑 胡手抹了把眼泪 还手将她抱着 声音抽噎着 一字一句道 我也会 更爱你的 如果有下辈子 我要比你更早 喜欢上你 薛曾失笑 揉了揉她的发丝 打句道 那万一 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还没有喜欢你呢 话落 她就听见怀里的人哼了一声 捶了下她的肩膀 那我就去控告你 抛弃弃子 薛曾浅浅笑着 满眼都带着柔情 她轻声说道 但是我想 应该不会的 我会喜欢你的 只要我遇见你 就一定会再次喜欢上你 许梅昨晚本来就累极了 哭了一阵后 更是累坏了 薛曾让她洗漱好 之后就早早睡觉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 才被薛曾哄着起来 简单洗漱了下 吃了点早饭 现在怀着孕 可不能像之前那样不吃早饭了 薛曾的早点 弄得清淡了不少 鸡蛋饼都少放了点油 再加上 一点燕窝配着牛奶许梅 迷迷糊糊就吃完了 春节第一天薛曾忙活完 在几个公司群里 发了新年红包 群里都格外的热闹 薛曾自然没忘给方柱 包了个大红包 红包有金额限制 薛曾则是直接银行卡转账 顺道到了生谢 昨晚辛苦了 单身狗方柱看到后 先是仔仔细细数了几个零之后 忙发了几个表情包 谢谢老板 分内之事 祝老板和老板娘新年快乐 百年好和 发完后方柱看了看自己的工资和红包 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我爱工作 许梅彻底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中午了 伸了伸懒腰 才拿起手机看了看 基本上都是一些群发的新年祝福 她一一点开回复了一下 才缓缓起身 走到门外去 薛曾没在客厅 厨房的炉灶上顿着东西 许梅又转身去了书房 推门进去的时候 薛曾正坐在电脑前办公 她亲手亲脚地过去 目光看了看她电脑屏幕上的东西 仔细瞧瞧 都是一些密密麻麻的孕妇守则 看得许梅拧起了眉毛 走近了点 坐在她腿上 一手指着电脑上的东西问她 这是什么 薛曾淡淡道 孕妇守则 俗称好爸爸守则 许梅 她甚至都没有细看 就直接打了大大的叉 不可求 她严肃说道 孕妇守则 只需要遵循一条 薛曾看她一脸严肃 笑着问她 哪一条 许梅眉眼一弯 月声道 那当然就是 保持孕妇心情愉悦啊 我心情好了 自然就什么都好了 薛曾似是有所赞同地点了点头 她的确承认 她说的不假 但是饮食什么的 还是需要注意的 她又补充道 后面不能再吃那么辣的东西了 特别是孕晚期 会刺激公缩 很危险 中期的时候 可以酌情让你吃点 她有伤有量到 没有立生直接命令 她要怎么做 许梅听了也点头 打来的响指 有道理 可取 薛曾听完 又准备说点什么 许梅直接凑到她面前 捂住她的嘴 轻声细语道 好了 我会注意的 我也很期待这个宝宝的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说完她松开手 蜻蜓点水般地 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这一下 像是挠痒痒般地 勾起她心里的欲念 反手扣住她的后颈 更深一步地稳住她 带着比以往更深的克制 却依旧是毫不客气地亲了许久 直到许梅感觉坐着的地方 缓缓有点不一样的反应 她才抬手推了推 声音音名 靴 靴 靴层 她面色有点红润 唇半上还带着点晶莹的水渍 靴层轻叹一口气 柔声道了句 你别乱动 没事 等会儿会下去 许梅的面色顿时又红了红 小声问了句 那 那怀孕了你之后 不是都要忍着了 靴层失笑 轻声说 这件事 我们可以遵医嘱 遵医嘱 许梅脑海里默念了这几个字 才想起来 说是过了前三个月 就可以适当 她没有继续声响下去 咽了咽喉咙 薛层看着她苦思冥想的模样 笑着 捏了捏她的脸 又胡想什么 我肯定要依着你来的 你说的 要孕妇保持心情愉悦 说完轻轻刮了下她的鼻尖 许梅脸上 顿时又是一阵被识破的囧态 轻轻哼了一声 蚊子叫似的 薛层抱着她的腿起身 笑着道 走了去吃饭了 这几日 薛层的手艺 似乎更加精进了 虽然少了很多辛辣的菜 但还是每天的口味层出不穷 从没让许梅觉得腻歪过 像是特意去学了一下似的 许梅边吃 边喃喃道 感觉这样下去 怀孕十个月 我估计能胖好多好多筋 说完她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 依旧是平坦得很 也不知道这样吃下去 后面会变成什么样 薛层则是一脸平淡 多吃点 你本来就瘦 吃得多是 对我手艺的赞同 她自信地扬眉 许梅低头笑出声来 吃完后 她又问了声 过两天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好像还要建档什么的 还要办很多手续 薛层点头 一边收着桌上的餐盘 一边说 过了初期 等到社区有人上班了 到时候再去检查 结束了 我再去办准生证和建档 后面就正常产检就可以了 说完她正好收拾完 洗了手出来 出来弯下腰亲了她一口 目光又停在她小腹上看了一会儿 你只要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都有我呢 怀胎十月 她做不了 她不能感同身受 就只能在这些事上多做一些 她能开心健康地熬过这十个月 就是最好的 第162章 检查 年后上班的时候 薛层就带着许梅 去医院做检查了 显现是咽血看了下情况 一切正常后 才去做了B超 冰凉的呕合剂涂在肚子上的时候 许梅好像才真正地感觉到 里面在孕育一个新生命一样 男性不能进入检查室 许梅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薛层站在入口的地方 来回地躲着布 看着她出来了 等她走过来才问到 感觉怎么样 许梅忍俊不禁 问她 没什么感觉 更何况现在还小 她还没开始发育呢 检查完B超后 还要去做一些 建档材料要用的检查 薛层看着检查单上的名字 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着护士扫描后 掉出来的抽血管 还是不免地拧起了眉头 要抽这么多血吗 眼看着都五六管了 还没扫完 直到护士扫完最后一个时 篮子里已经装满了十几管了 那护士抬眼看了薛层一眼 微微抬了抬眼皮后 又耐心解释道 都是必须的项目啊 这关系到后面的检查 和小宝宝的情况 免不了的 一边说着 一边在许梅的胳膊上 绑上了橡皮筋 拍了拍后 擦上点符 薛层轻叹一口气 真落下的时候 许梅扭过头 埋进薛层的腰间 她抬手拍了拍她的后背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好了 那篮子里 满满当当的都是血 看着都刺眼 薛层还是第一次知道 刚怀孕 就要做这么多检查 真是受罪 两个人坐在医院外面的长椅上 休息等报告时 薛层从包里 拿了些小零食出来 早上检查要空腹 空着肚子 抽了那么多血 看着许梅的脸色 都白了几个度 薛层暗暗觉得 平时做的那些补品 还是太少了点 这瘦瘦小小的人 哪里经得住这样走 许梅侧目就看到 薛层拧紧的眉心 迟迟没有舒展开来 她凑过去笑着问了句 心疼了 薛层没说话 紧抿着双唇给她喂吃的 许梅一边吃 一边轻声说道 这都是因为第一次检查嘛 后面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更何况 你一直陪着我 已经很好了 笑一个吗 说着 她伸手在她脸颊处戳了两下 薛层双眼看着她 最后失笑 摇了摇头 想不出来该说什么 还是柔声说了句 辛苦了 许梅其实觉得自己算不上辛苦 在家事事都是薛层处理 每天白天 还有打扫阿姨过来打扫 晚上她都会按时回来做饭 临时有事 也会给她报备好 再叫阿姨过去烧饭 她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做 就算来医院检查 也是她全程陪同 一路上已经感觉到 有很多眼光向自己投来了 孕检中心的人 基本上都是女性 很少能看到一同来的男性 就算有大部分 也都是坐在座位上玩游戏 比起别人薛层 真的给了她最大程度上的安心 所以 她真没觉得有多累 可能要到孕晚期 才会感觉比较强烈吧 等报告出来后 医生看了看 笑着说了句 一切都正常啊 到时候记得去见当 就可以正常产检了 许梅笑着仰头 看着薛层 薛层拍了拍她的背 轻声道了句 多谢医生 这前妻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医生想了话道 前妻可能会有些妊娠反应 这都是正常的 到三个月后 就会好很多 还有就是 前三个月 最好不要同房比较危险 三个月后可以试量 许梅听着医生说的 连连点头 如果需要办婚礼的话 会有影响吗 薛层开口问了句 影响不大 但不要太多劳累 医生淡淡道 薛层这才硬下 结束后 许梅回到车里 才觉得舒服点 医院里待得太久了 鼻腔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累坏了吧 靠着休息会儿 回家再好好补个觉 许梅点头身子 侧向薛层那边 看着她也低声说了句 你也辛苦了 薛层轻笑 揉了揉她的发丝 从后座拿了张毯子 给她盖在身上 到家后 薛层把饭菜热了下 早晨起来的时候 汤就已经放在电锅里炖着了 回来后汤也炖好了 许梅回房间换了身家居服 薛层则把汤盛出来 许梅的那碗汤 她特意把油滤了 不然看着一碗油 她根本喝不下去 还会加重她的韧身反应 许梅出来的时候 饭桌上的饭菜都准备好了 她走到薛层身后 缓缓缓住她的腰身 感受她结实又温暖的背脊 你真好 辛苦宝贝了 她低声说道 脑袋在她背上蹭了蹭 薛层轻轻笑了声 握着她的手转过身来 觉得我辛苦 不如补偿补偿我 她低头说着 眼睛盯着她看着 许梅饶有兴致地问道 想要什么奖励 薛层垂眸想了话 她没什么想要的 倒是随口说了句 以后叫我老公 嗯 许梅脸眸犹豫了话 见她犹豫的近 薛层正准备开口说 不用了 还没开口 唇上就被软软地亲了一口 她眼睛扑闪着 叫了她一句 老公 就这样 老公老公 她笑的声音甜软 像是每一句都灌满了蜜一般 薛层笑的声音欲大 心里格外的满足 顿时觉得 好像也没有多累 好了 吃饭吧 她笑着不继续闹下去了 低头整理了下她的发丝 就拉着她坐下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许梅垂眸看了眼 是温碎 今天傅城就要去F国会 顺路将她烧上 大概是准备出发了 给许梅发消息说一声 她点开来看了一眼 今天我就离开了 公寓的钥匙 我放在门口的地毯下了 感谢你这段日子帮忙 有缘再见 许梅看完觉得 温碎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 那样 希望她能在国外 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缓缓打下一行字 祝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打完 她把手机反手扣在一旁 抬眼看了下薛层 不知道在看着什么 有点入神 她咽下口里的饭 问了句 怎么了吗 薛层抬眼 轻声说道 陆只眼的案子 后天开庭了 陆家给他找的律师很有名 也很擅长这方面 但是事情已经拖了很久 很多证据都悦然指上了 所以多半不会从轻处理 第163章 半狼 薛层的话一语成衬 后日的开庭 可以说是轰动一时 毕竟作为海城的知名企业 被爆出这样的丑闻 开放式开庭 让很多人都去观摩 纵使有专业律师的辩护 也依旧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陆只眼现在还年轻 就要在监狱里 度过最重要的十年 但陆氏这段时间 却在陆家德的接手下 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甚至陆家德接手后 还在稳步上升 据说在陆只眼 开庭进去后的第二天 陆父陆母也远赴国外 他们手里拿着陆氏的股份分红 只要陆氏一天没倒 他们手里就永远有钱留着 这大概是他们为什么 急于找一个掌权人 来代替陆只眼吧 开庭的时候 许眉没去 李安安倒是去凑了个热闹 今天过来的时候说起来 他倒是感叹了一句 有情人忠诚欲友 虽然说 简英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没想到 这两个人的结局 确实是这样的想象 自从上次开口 问过医生办婚礼 没什么影响后 薛层就着手准备婚礼的事情了 日子初步定在了3月21 许眉低头看着自己的小妇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 但还是拗不过 薛层改松了点腰围 许眉叫了李安安过来 一起看看婚纱怎么样 薛层直接喊了人上门来 工作人员拿着一个巨大的包装 走进来的时候 明明还没拆开 就能感受到有多惊艳了 紧张吗 李安安拍了拍许眉的手背 肉眼可见的她有点紧张 本来想说两句 让她轻松一点 屋内的工作人员就走了出来 薛太太 婚纱已经整理好了 你要现在试试吗 试试吧 一旁一直没说话的薛层开了口 许眉紧张的手心都攥出了汗 李安安拉着她的手进去 边走边说 快试试 我帮你 进门后就一抬眼 就看到挂在一旁的黑色婚纱 通体如墨般的黑色 上半身的真丝断面 设计在阳光下 显得光泽感很强 简洁大气 腰部点缀了几朵黑纱制成的玫瑰花 往纱的间隙间 带着细碎的闪光 就算再黑夜 也能绽放出盈盈微光 许眉慢慢穿上 李安安在身后给她拉上拉链 抹胸的设计 加上黑色的断面和她的肤色 形成两极反差 趁得她肤色更加白细胶嫩 两节细细的锁骨 让她的肩颈线格外的漂亮 李安安看着镜子里的许眉 都不由地感叹道 你这也太美了吧 我要晕了 说着 就要给自己掐起人钟来了 许眉鸣嘴一笑 的确很漂亮 不知道薛层动笔 设计出这套婚纱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自己 穿上会是什么模样 想着 门外的门被敲响了 好了吗 薛层在门外问了句 刚说完 李安安就去把门打开来了 看看吧 绝对让你惊艳 李安安笑着说 薛层迈不进来 就看到窗边的人侧头笑着 薛层从未想过 这身婚纱会这么适合她 看着那人朝着自己招手 脚步一时间 却不知道该迈出哪条腿 深呼吸了一口 才走上前去 她身子鼓小 设计的时候 她就觉得过于瘦小了 穿上后 才真实地感觉到 她小小的一个人 好看吗 她微微仰头笑着问道 她换上了一身白色的西装 配上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和她是反差色的搭配 却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感 薛层点头 说不出什么夸赞的词汇 好像用什么去形容去太匮乏 想把你藏起来了 藏起来 只给她一个人看 许梅轻笑 我是你一个人的 不用藏起来 我也是你的 笑起来的月牙 又渗进了她的心里 婚纱试下来 整体都不错 许梅换下来之后 就让工作人员收好了 薛层的西装袖口处 她还想做些调整 简单和工作人员沟通过后 也一并收好了 薛层还有些事 就跟着一块下去了 许梅忽然好奇 问了声李安安 你和楼商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李安安吃着东西 淡淡道 我们不办婚礼 旅行结婚 李大哥同意了 问到这个问题上 李安安坐直了些 这件事就让楼商去说了 反正什么事都交给她 她自己说的 我只负责提出要求就行了 听完许梅也了然了 看来这样的日子 楼商还得再过一段时间 婚礼初步定在3月21 到时候 你这个伴娘可不能缺席啊 许梅打趣道 一边往嘴里塞了个小番茄 李安安唇角微钩 这还要你提醒 3月21 是什么日子 3月21啊 许梅轻轻一笑 看向窗外 是春分呀 临近婚期的时候 方木蕊从F国回来 看到许梅整个人都震惊了许多 怎么我不在 嫂嫂都有小宝宝了 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竟然不在 方木蕊说的一份填膺 下一秒就被薛层对了回去 怎么我老婆怀孕 和你关系很大 方木蕊没打理薛层 轻哼一声 抬起腿架在方志义的大腿上 那人像是极度熟练般的 就下手轻轻捏了起来 倒是让在场的人 微微震惊了一点 方志义 这是在F国被调教的 成了一个24校男友 许梅的朋友不多 伴娘就让李安安和方木蕊 还有相亲来当了 薛层的伴郎 则是把远在国外的石原 喊了回来 许梅还是第一次见到石原 一个只在薛层嘴里听到过的人 若不是薛层结婚 他大概可能还不会回来 为此 薛层好像还包了的大红包 听薛层介绍才知道 两个人是大学室友 石原还洋洋得意地说道 嫂子肯定不知道 我们是为什么关系好的 许梅笑着看了眼薛层 他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 让许梅开口问了句 有故事 石原贼兮兮地看着薛层说 当年他在大学里的烂桃花 可都是我给他挡的 现在去问问那些老同学 如果提到薛层 大家可能还是会很惋惜地说 锦号三九 那个帅哥喜欢男生的 锦号三九 哈哈哈哈 说完石原直接捧腹大笑 许梅也没忍住笑出声来 第164章 良辰即日 薛层看石原笑得前仰后合的 直接抬脚就朝他腿窝去 好在这人机灵 像是会预料一般 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就你会说 薛层没好气地说了一嘴 石原依旧是笑得贼兮兮地说 这不都说新婚前夜是爆料夜吗 我这是给嫂子多点对你的了解 证明 你对嫂子守身如玉 他说完 眉眼一挑看向薛层 对方只是回了个白眼过来 这算什么爆料 你这料 也太不保值了 方知义回了一句 手上却在给方木蕊包着橘子 石原轻哼一声 你保值 你来抱一个 方知义刚准备没把门的说什么 就被薛层咳嗽一声打断了 你们两个 还说上瘾了是吧 薛层皱着眉 目光在他们俩身上停顿了几秒 像是有所警告似的 方知义转了转脖子 我又不怕 反正新婚夜不能上床的 不是我 薛层痴笑出声 又带着冷肃的眸光 看了眼方知义 我之前还帮你说话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方知义 那也是我足够优秀 石原看好戏似的看着两人 挪到方知义身边 小声问了句 你要抱什么了 方知义低声碎了几句嘴 石原笑着刚坐下 薛层冷不丁地来了句 方知义你 怎么刚捏完脚就包橘子 你考虑过小蕊的感受吗 说完 场面像是被冷空气席卷过一般 安静了几秒 方知义感受到身边的冷意 连忙笑道 我捏得哪里是脚 明明是小腿 更何况 我明明洗了手 我拿消毒湿巾擦过的 天地可见 说完就在身边 找到刚刚用的那包消毒湿巾 递到方木蕊面前 表情像是视死如归一般 方木蕊腻了他一眼 你最好是擦过的 不然下次 我就扣了 星号给你包橘子试试 方知义咽了咽喉咙 点头道 明白 薛层拧着眉看着两人 难以开口问道 我很难想象 你们俩之间的相处 是什么模样的 相爱相杀吗 说完 方木蕊竖着手指 放在嘴边 轻嘘一声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在座的几人笑出声来 大家聚在一起 难免聊得多了些 后半场的时候 许梅问了方知义一声 你刚刚想说的是什么呀 薛层在这空挡出去了会儿 许梅才偷偷过来问了句 说话时 目光还盯着薛层刚刚出去的地方 方知义低声道 就是 她在国外上学那会儿 有些个爱玩的女生 总喜欢缠着她 结果她找了个机会 在他们去集体泳池 拍队的时候报了警 说是聚众的啥 结果那之后 那几个女生 再也不缠着她了 在那之后 那几个女生 见到薛层都绕道走 谁要去搭理这疯子 后来就发展到全校都知道了 在那之后 身边别说女的了 身边一点阴气都没有 许梅听着 浅浅笑了两声 再抬头 就看到不远处的薛层 漫步回来 手上拿了瓶望仔牛奶 顺势就坐在了许梅身边 手指扣了下拉环 递给她 目光看了眼方之意 她和你说什么了 许梅抿唇笑道 说你的秘密 说完抿了口望仔牛奶 上唇半上都微微沾了点 薛层随手抽了张纸 轻轻擦了擦 许梅看着她轻柔的目光问了声 刚刚就去给我买牛奶了 她面色平淡地硬了声 不然她们喝酒 得把你馋的 你现在可不能喝酒的 许梅握着手里的一拉罐 笑着在她手臂上蹭了蹭 知道了知道了 我很听话的 许家老爷子 知道两个人要办婚礼的事情 先是开口训斥了一顿 婚礼这种大事 怎么能这么突然 要知道 在以前可都是要算好良辰吉日的 许梅不信什么良辰吉日 只觉得 只要和薛层结婚 每天都是良辰吉日 但老爷子却 许梅说了好久 老爷子才没继续生气 结果 在考虑穿什么衣服 出席的时候 又开始念叨 时间这么匆忙 我这都没什么合适的衣服 现在却定都来不及 薛层像是及时预料到了一样 直接带了一套衣服 来让老爷子试试 中山装的款式 却在细节处 用暗金的丝线 缝上了刺绣 低调又不失内涵 很适合老爷子 老爷子虽然面上 没有表现出喜色 但也决定穿这件了 怕薛层担心老爷子不喜欢 许梅偷偷和薛层说道 爷爷没有拒绝 就说明 他是很认同这件衣服的 薛层浅笑一声 刮了刮他的鼻尖 宠溺道 我知道的 婚礼前两天的时候 两人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这次照出来的臂超 就已经能看到点小小的阴影了 不知不觉 都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白白手指算算 都已经快过去三分之一了 好像心里的期待值 又多了一分 因为有习俗 结婚前一天 新人不能见面 所以 3月19号晚上 许梅就住回许家了 到许家门口的时候 薛层越想越不舒服 嘴上还念叨了一句 不是 这什么习俗 我都没听过 说白了就是舍不得 又不敢去和老爷子争 许梅怂怂间 就一天 你就当我出差了 不行吗 乖了 一边说 一边手勾着他 两个人进的唇绊 都快贴在一起了 他说得轻柔 最后一句说完时 和他鼻尖相碰 薛层轻轻叹了口气 那你记得照顾好自己 还有记得想我 许梅点头应了好几声 知道了知道了 叮嘱完薛层才送他进去 因为怀着孕这段时间 睡得都格外的早 薛层怕他休息不好 也没多腻歪 看着他进去后薛层没走 靠着车门 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一会儿 二楼的灯亮了起来 屋内的人像是知道一样 拉开窗户 朝他摆了摆手 薛层抬头笑着 忽然又见他 低头用手机发着什么 叮咚 薛层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下 低头看了一眼 快回去吧 晚上天凉 爱你 爱心 亲亲表情包 薛层垂眸 看着手机屏幕上 闪动的表情包 滴滴地笑出声来 在抬头 他依旧站在窗外看着他 心里忽然短暂的不安 被抚平了 他挥手让他进去 许梅没动 薛层只好转身回了车内 摇下车窗 才看到他关上了窗户 第165章 童话 第二天 薛层没出门 只是在家里布置了一番 他上网搜搜新婚装饰 蹦出来一大堆 他找了个好看的 发给方之翼 让他来家里布置 方之翼本来不想去 结果方木蕊和黎安安 要去陪许梅 他只好骂骂咧咧地去了 顺道在路上拐弯 去接了楼商 快到天狱的时候 楼商问了声 伴郎不是三个人吗 楼商 方之翼 加上十元 他这样一说 方之翼开到天狱门口的车头 又转了一下 楼商暗暗偷笑 接到十元之后 车里两个愁眉不展的人 变成了三个 到天狱的时候 薛层正好在打扫 一看来了三个人 他脸上笑得更开心了 都来了呀 快快快 都来出奋力 薛层毫不客气地让几人进来 整个房子里 都已经被他收拾得七七八八了 房间的吊顶上 被他打满了气球 飘在上面 窗户上也贴满了喜字 一看就是新婚的氛围 饶时觉得麻烦的方之翼 顿时也觉得 新婚的味道重了起来 心里暗暗计划着什么 你这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干什么 方之翼环顾一圈之后 问了句 薛层眉眼一台 落在桌上的小喜字贴纸上 给我加贴满 楼商饱含质疑地问了句 你确定贴满 他的质疑 不止在声音里还在表情上 连带着其他二人 也是这样的表情 薛层还是依旧地点头 楼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直接走过去拿了一把 目光所及之处都给贴上了 李安安和方木蕊 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在家里聊天客瓜子 看电影的时候 几个大男人 在另一个地方 满屋子贴喜字 楼商一行三个人 好不容易贴完之后 以为可以休息了 谁知道薛层 又爆了一大箱东西出来 方知一侧头去看了一眼 一箱子的钱和红包 来吧 给你们老婆包红包 这样一说 他们就明白过来了 赌门红包是吧 不得不说 薛层还是大气 每个红包里塞的 都不少于五百 这随手一拿都是几千块 塞到后面十元都嘟当了一句 我能不能改主意去当伴娘 伴娘好轻松 不用贴喜字 还有红包拿 薛层则是笑了笑 你明天要是穿伴娘服出门 你们发多少 红包我就给你发多少 要不要去当伴娘 她饶有欣慰地看着她 方知一凑了一嘴过来 还有高跟鞋 楼上没说话 但是点头示意 十元歪头看着这几个人 苦笑一声 不是 你们搞我是吧 她看着手里的红包 直接放桌上开始摆烂 所以你穿不穿 你要穿我也给你红包 方知一又问了一句 十元直接一脚 过去踢在她腿上 滚 她没个好气地说道 方知一揉了揉腿 阴阳怪气道 这有些人啊 就是容易气急败坏 也不知道是不是肝火太旺 应该去看看老中医 调理下身体 十元咬着牙 就插下手来一场现场直播的暴揍 几个人又闹了好一会儿才结束 比起他们许梅那边 就显得清静许多了 几个人吃了午饭后 就窝在家里看电影聊聊天 李亚安上次说过 要旅行结婚了 许梅就没问 倒是方木蕊到时候 也不知道是在国内办婚礼 还是在国外 小蕊 你们到时候 是在哪里办婚礼 完全没有想法 大概是在方木家长大 对于奢靡的东西都无感 从小每一场生日 他都能穿着最盛大最顶奢的礼服 所以对于盛大的婚礼和婚纱 他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果真的要结婚 一定是他想和那个人过下去 想要一场那个人 全心全意准备的仪式 而不是和他之前 见过的贵族婚姻一样 一个奢靡 而灌着婚礼的名利场 没想好呢 估计要看方之一吧 他之前就想过 如果真的 要和方之一过一辈子 好像也挺好的 电影屏幕上的画面闪动 画面流转间 方木蕊好像又想起来方之一 在家把他抵在门上说的话 脸红 心跳 完蛋 这种感觉又来了 他对着脸颊扇了扇风 许没看见的时候 以为是他有点热 很热吗小蕊 还是房间不透气啊 方木蕊的脸颊 红得淡不下去 好在房间里 光线暗看不清楚 他摇了摇头 没事没事 几个人一直到晚上 在许家吃了饭才走 洗漱完之后 许没看了看时间七点多 他拿着手机躺床上考虑 要不要打电话的时候 手机骤然震动起来 薛层打了视频过来 许没一紧张按了挂断 切到聊天见面 急忙打下字 不能见面 薛层看到这四个字 直接挠了挠头 视频也不行 视频也是见面 不视频 我怕晚上去翻窗看你 许没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 转身将头埋在枕头里 打滚笑出声 滚了几圈后 他又看了看屏幕上的字 坐起来垂了好几下枕头 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又打下几个字 姗姗剪剪到最后 不知道要说什么 最后还是发了过去 梦里剑 宝贝 薛层看了许久 最后还是没打视频 只是发了语音电话过去 这下许没接得很快 喂 老公 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和平时说话有一点点不同 听筒里的声音 好像听着更甜了几分 嗯 想你了 许没又恨不得再滚几圈 刚刚滚完才想起来 自己怀着孕 可不能再随便乱滚了 但还是克制不住脸上的笑容 我也想你啊 他像的偷偷和男朋友打电话的人 声音轻轻的 整个人埋在被子里 会不会紧张 薛层问道 紧张是有一点的 特别是黎安安他们走了之后 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有一点点 紧张不多 期待更多 明天会很忙 不好好睡一觉的话 明天他会很累 薛层低声说 明天会很累 你早点睡 休息好 明天才有力气 许没点了点头 但还是说道 有点睡不着怎么办 薛层静静听他说着 刚想着开口 就听见许没悄悄问了句 公主可不可以给我讲故事 就讲 童话里的公主 历经磨难 收获美好爱情的故事 就像她一样 历经磨难 用了很多努力 终于找到了她的童话一样 第166章 进门 3月21 春分 请 凌晨5点多的时候 许没就起来了 化妆师早早地就在等着了 许没洗漱后 简单塞了两口面包 就去化妆了 快到6点的时候 李安安几个人都过来了 整个许家顿时热闹成一团 刘神煮了不少早餐 各式各样的都有 上门来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吃上点热乎的 许没吃不了太多 她总怕吃太多 等会儿不好看 李安安则是把面包撕成小块 直接喂到她嘴里 吃了两块面包 一瓶牛奶后 李安安才罢休 结婚很累的 等会儿都没时间吃东西 你还不多吃点 等一下薛层看了 可要心疼死了 李安安安一边说着 一边又塞了两口给她 向秦来的时候 手里还抱着一个盒子 怪神秘的 第一套是中式的绣盒服 许没挑的还是传统的红色 明艳的红色绣盒 配上金色的丝线刺绣 云间上更是繁琐的刺绣 不难看出价格昂贵 没有点缀水钻什么的 金色的丝线 却在阳光下格外的闪耀 化妆师小心地将头发盘起来 做了个精致的中式造型 全部打扮好之后 已经是8点多快9点了 方木蕊看了看时间说 都收拾收拾 马上接近的就过来了 说完 屋内的几个人连忙收拾了一下 又将那些接近道具拿了出来 这都是他们几个 思考了很久 想出来的妙招 就连许没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准备了什么 随着时间滴答滴答地过去 心里也慢慢紧张起来 过了没一会儿 门外开始吵闹起来 谈话声渐渐靠近 下一秒敲门声就响起 门内的几个伴娘 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 谁啊 敲门这么没礼貌 李安安开口问了句 话音刚落 就感觉脚底有东西顶着 低头一看 几封红包 已经从门缝塞进来了 快快快 拿红包 方木蕊跳着脚说道 几个人拿了好几封红包 才微微和气了点 这样敲门才像话 但是要进门还是不够的 回答几个问题 回答对了 才能进门 说完 门外响起一声高亢的男声 有问必答 方木蕊清了清嗓子问道 新郎把小梅的身份证号 倒背下来 倒背啊 说完 不仅屋外 屋内都安静了几秒 许梅一脸懵地坐在床上 她自己都不能倒背下来 这问题 薛层能答上来 只过了一分钟 门外就响起薛层的声音 0285 0107 薛层断断续续地说完之后 十元的声音 明显比刚刚更高亢了几分 还有什么 尽管使出来 堵在门口的几个伴娘 你看看 我看看你的 李安安开口问了句 第一次心动 是哪年哪月在哪里 许梅听着心理疑症 这个问题 她好像也很期待薛层的回答 只见门外清晰的男生响起 2014年9月20日 新生舞台上 那天见之一面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 都印象深刻 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感觉 觉得只是在茫茫人海里多看了一眼 后来才知道 那是心动 才会在之后的很久很久 每每想到她都会心心念念 周围的起哄声不断 门外的几人敲着门 又塞了不少红包进来 这几个人才算是满意 刚开了个门缝 就是大把的红包塞进来 哥哥大气 方木蕊手上都快拿不下红包了 满脸笑意地疼了个位子 可街青哪有那么容易 来来来 进门第二关 请完成游戏 李安安走过来开口说着 手上拿着纸笔过来 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份 补充道 英语听力测试 要求不高 及格就行 楼上拧着眉 看着手里的纸笔 欲言又止 想说又不敢说 最后还是坐下来 挠头准备动笔 过了好一会儿 才放完了所有音频 李安安收了所有的答卷 对着正确答案 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薛总真不是人啊 这都能满分 说完又瞥了眼楼商 一副一言难尽的表情 只见楼商脸上一脸困惑 我考得很差吗 他凑到李安安旁边 低声问了句 李安安苦笑一声 直接递给他上面 大大的六十九醒目的狠 李安安抿唇一笑 还可以 及格了吗 楼商又挠了挠头 随手揉成团 丢进了垃圾桶 就这样 还有别的吗 薛总眉眼轻挑 问了一句 现场几个人面面相去 最后相情囊囊道 找鞋 找鞋呢 对对对 婚鞋还没还找呢 没找到 不能带走新娘 话音一落 薛总看着床上 盛装打扮的人 眉眼含笑 妆容比起 以往精致的不止一点 似乎是感觉到了她的目光 许梅微微抬眼 就撞进她的眸光里 下一秒 她立马挪开视线 薛总慢步走过去 在许梅旁边站了一会后 从床头的灯罩里 拿出了藏着的婚鞋 这一下 看得许梅目瞪口呆 她发誓她自己 都不知道婚鞋在哪 这一下李安安都梦了 这就找到了 这可是他们几个人 找了很久的绝佳地点 这就被找到了 薛总耸了耸肩膀 走到床尾 将婚鞋放在地上 双手撑在许梅旁边 低下身来 一瞬间靠近 过快的距离靠近 让许梅下意识地往后 靠一手撑在床上 薛总微微一笑 侧头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四周是热闹的起哄声 她却沉浸在她的温柔里 换上婚鞋后 许梅刚准备下来 就被薛总一把腾空抱起 许梅惊得连忙 抱紧了她的脖子 抬眼就看到她眉眼 弯起好看的弧度 温生说 抱紧了 老婆 她手上攥紧了几分 脑袋往她怀里靠近 薛总将人抱紧昏车后 目光看着她面若桃红 没忍住 还是凑到她面前说了句 今天真好看 许梅闽唇笑了下 推了推她 我 我知道 她又看了两眼后 才从一旁的纸袋里 拿了饼干出来 撕开后递给她 吃点东西 会不会饿 许梅现在并不是很饿 之前贝利安安喂了很多吃的 不饿的 她说 第167章 我爱你 不饿也多少吃一点 等会儿忙起来 我怕你顾不上吃 万一我也忘了怎么办 许梅失笑 捏了捏她的鼻子 饿了我会吃的 相亲的包里 可都是小零食 就怕我饿了呢 她说着 还是把她刚刚拆的饼干吃完了 婚车驶过跨江大桥 12辆百万级别的豪车过于惹眼 这样的婚礼 不由得让路人看到了 都要停下来拍照 婚车直接开到了婚礼地点 原本按照规矩 需要开到新家 给公婆敬茶 但是对薛岑来说 唯一的长辈还在国外 就免了这个环节 婚礼的地点 在西郊新开的酒店 酒店后面 就是一片宽阔的草坪 薛岑下车后 先去了现场招待宾客 许梅还要换身衣服 伴娘陪着她进了休息室 化妆师也赶忙地去做造型 换上主纱后 发型也要做些改变 梳成了披肩的高马尾 头发似波浪一样 垂在身后 看着头发梳好了 向勤又抱着她 清早的那个箱子来了 嫂子 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最重要的可不能少了 说着 她把箱子打开 打开后才知道是首饰盒 正中心的冠面上 灌着水滴状的红宝石 配上她的婚纱 显得格外的亮眼 项链也是配套的 方形的红宝石 配上精致的切割工艺 周围坠上一圈钻石 闪得让人挪不开眼 化妆师小心地 将冠冕固定在头顶 整个人顿时显得更加高贵 似水般的明眸微闪 一平一笑 都楚楚动人 今天的天气格外地好 太阳不大 带着点微风 让现场成千上万的 玫瑰花都随风而动 像是为这场婚礼动情 薛岑招呼了几个朋友后 开始有点紧张 时间慢慢过去 大家都自觉落座 肆意过来和薛岑 又交涉了几句后 迈不上台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 今天的婚礼现场 再次我代表今天婚礼的两位新人 对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的风很轻 薛岑上台前的每一步 却走得很重 每一步他都紧张得不行 主持人说的什么 他都听不清楚 耳侧是轻柔的风声 直到思宜开口说出那句 有请今天的新娘 耳畔熟悉的音乐响起 这首曲子 是许梅前两天忽然想到的 她说 我想在婚礼的时候 用这首曲子作为伴奏 现在听来 这首歌像是她在风中诉说爱意 这故事开始一个人 我认真写成了我们 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 你也开始修改剧本 加重我的戏份 她抬头 目光锁定在 看着这条花路的尽头 她一袭黑沙站在那 刹那间 好像风都静止了 时间像是停在这一刻 等她想迈步过去的时候 她已经缓缓提着前头的裙摆 慢慢过来 直到她站在她面前 这一刻 风又动了 吹在耳侧 风中传来 她轻柔的声音 过去的很多年里 你朝我走了很多步 才站在我面前 以后就让我朝你走来 薛岑 我爱你 说完 她眼角都跟着笑起来 薛岑感觉到 眼角都有点湿 她颤抖的手 将手里的捧花递给她 红玫瑰的捧花上 还带着露水 开得娇艳欲滴 这样的花最配她了 以后 我们都会朝着对方走 我也会永远爱你 许梅拿着捧花 仰着头 薄唇微张 她看到她的唇形说着 请我 她嘴角扬起 伸手握着她的腰肢 将人拥入怀里 低头稳住 台下的喧闹声 好像和她无关一般 只沉溺在她的纹里 空气里飘来 阵阵玫瑰花的清香 薛岑想 有人会在相爱的路上 也有人正在相爱 而我会在这一刻 永远爱你 就像我和你 永远会在春分相爱 仪式结束后就是敬酒 许梅去后台换了身衣服 这身衣服 也是薛岑挑的 原本选的一件旗袍 因为怀孕 会显出一点小肚子就放弃了 为此 许梅那会儿还不高兴了好一会儿 今天穿的一身 蓬蓬脱地的公主裙 梳起的高马尾 看上去倒是像 急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公主 宴请的人不多 总共也没有多少桌 一一进过酒之后 人渐渐散去 薛岑本来想带着她去换衣服 再吃点东西 结果许梅没跟着她去休息室 而是把她拉到场地的入口 她还记得 上次看到设计图的时候 门口有一面空白的墙 上次问她时 她说是秘密 今天她倒要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 她看到了门口的迎宾台上的墙上 早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走近看过去 每一句都是今天的来宾的祝福语 上面还贴满了照片 有新的 有旧的 有她的也有她的 最少的 是他们俩一起的 更多的是薛岑的 准确点说拍的不是薛岑 而是以她为视角 站在她身后的许梅 有的是背影 有的是一个侧影 有她在看书的 也有她在吃饭的 也有她和别人说话的 安静的 笑着的 淋淋散散的 凑成了薛岑眼里的 自己 她看着墙上的照片 小心翼翼地撕下来 翻到背面时 发现背面都被写上了时间 在每一段时间里 许梅都能在自己记忆里 找到那个时间段的自己 她想那个时间段里的薛岑 又是什么样的 她将每一张照片撕下来收好 像是怀揣着一个美好的秘密一样 怎么都收起来了 薛岑小心问道 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只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 像是想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 像是想隔着光阴一样 告诉很久以前的自己 你看 你们会在一起的 许梅低头看着那些照片 笑着说 这都是 你的秘密 我要好好收着 以后告诉宝宝 告诉她 她的爸爸永远都在爱着她的妈妈 薛岑没说话 只是低头 在她发顶亲了一口 轻轻地嗡了一声 其实就算她不说 她也有很多时间 告诉他们的孩子 她是怎么一如既往地爱她 她还会告诉她 你要像爸爸一样 义无反顾地 永远爱你的母亲 照片收拾好之后 薛岑带着她 回了酒店的房间 换了身衣服 许梅看着脸上的妆感 太重了 又在房间里卸了个妆 收拾好的时候 薛岑叫的餐也到了 过了三个月之后 她的恶心感 基本就没有了 她看了眼桌上的餐食 南南说道 我什么时候能吃点味道重的东西啊 太清淡了 我都快成兔子了 第168章 气球 薛岑看她扁着嘴 但还是一口一口吃着 低头浅浅笑出声 她低下头时 耳后的发丝落下 她顺手 给她聊起别在耳后 温生说 等休息两天 带你去吃好吃的 想吃什么都行 要不要吃火锅 她说完 许梅抬眼那双眼睛 连忙放起光来 你说真的 吃火锅 不蒙我 她发来三连问 薛岑点头 真的 不骗你 她看着她质疑的目光 想到前段时间 还没到三个月的时候 她闹着想吃火锅 结果她同意了 煮好后她出来发现 一个清汤锅 一个番茄锅 她一脸质疑地问她 我的辣锅呢 火锅不吃辣 这不是和吃方便面 没调料一样吗 但是薛岑还是说道 过完这段时间 就给你吃 她虽然生气 但最后还是高兴地吃完了 她知道 她就是嘴上说说 现在 已经快四个月了 辛苦很久了 要奖励一下 看着薛岑一脸坚定的目光 许梅高兴地摇头晃脑 就差唱首歌庆祝了 吃完东西 许梅就收拾好了东西 薛岑问了声 要不要在酒店睡一觉 她摇头想回家睡觉 她还是习惯回家睡 家里的床睡得舒服 更何况睡习惯了 只是许梅还不知道 现在的家里 变成了什么模样 车子开到半路上的时候 许梅就睡着了 双腿贴得紧紧的身子微曲 看来是真的累到了 红灯时 她拿了张毯子给她盖上 到家的时候 她整个脑袋靠在座椅上 已经睡得很香了 薛岑没叫醒她 走到副驾驶开门 弯腰将人抱了起来 抱到手里的时候 又轻轻颠了颠 总感觉好像没怎么长体重 这都四个月了 怎么还这点重 她轻轻叹了口气 一脚关上了车门 回到家的时候 她抱着她坐在腿上 帮她脱下了外面的大衣 换了件睡衣 才放在床上 看着她睡得香 把窗帘拉上后 她去厨房倒了杯热水 等她醒过来 差不多就凉得差不多了 关上房门后 她又去了趟停车场 车里还有些她的随身物品 手机还在包里 刚刚抱着她 疼不出手拿 许梅醒过来的时候 薛层还在书房 安静的夜里 忽然听到一声尖叫 薛层握着笔的手上 忽然抖了一下 就连忙跑到房间里 她慌忙地打开灯 就看到许梅整个身子 埋在被子里 还有点抽气 身子一抖一抖的 她吓得不知所措 轻轻喊了声 老婆 做噩梦了吗 说完 她才亲手拍了拍 被窝里的人 这才微微探出一个脑袋来 眼睛含着泪花 小嘴扁着 委屈极了 做噩梦了 不怕了 不怕了 她一边安慰着 一边抱着她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安慰着 谁知道她开口问道 这上面这么多气球 谁弄的 许梅指了指 头顶天花板上 飘着的气球 薛层直言道 我 我弄的 怎么了吗 她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下一秒就见许梅 重重地垂了下她的肩膀 都怪你 刚做噩梦醒来 就看到头顶天花板 那么多黑不溶冻的球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是 说着说着人又哭出来 埋在她怀里 一边捶着她的胸膛 一边说着 薛层侯杰咽了咽 看了看头顶的气球 想着带入了一下 好像确实挺恐怖的 她顿时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 怀里的人缓过境了 才从她怀里出来 薛层看着她 眼睛还透着红 双唇紧紧抿着 安静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道 要不我把这些收拾了 她知道她说的是这些气球 许梅摇了摇头 我就是刚刚被吓了一下 现在没事了 就放在房间里吧 打开灯看 还是挺好看 不是结婚吗 要有点氛围感 这么多气球 她布置的时候 肯定费了很多劲 薛层双眼看着她 那你不是被吓到了吗 万一明天又吓到了怎么办 许梅眨了眨眼 低声说 那要不 我们放到客厅去 薛层看她一副小可怜的模样 又不想让她的心思白费 一时失笑 说 好 说完 许梅直接拉开被子起身 站在床上 把那些气球一个个地攥在手里 你去拿那几个角落里的 我够不着 许梅看她还坐在原地 指了指远处的那几个气球 薛层笑着起来 走到她手指的地方 将那几个气球收起来 走到客厅的时候 许梅走到床边 把那些气球 沿着窗边放着 放好后 许梅似乎才看到整个屋子的布置 原本有点冷淡的家里 平时虽然被她放了不少 百件布置 显得温馨了许多 但现在看到窗户上贴着的喜字 还有屋子里贴着的 好像感觉 这才是新婚的房子一样 她小跑到薛层身边问她 这都是 你不知道 薛层点头 方知意 他们也弄了点 许梅看着家里的布置就知道 她对这次婚礼 真的很用心 许梅抱着她的腰 点起脚在她唇上 亲了亲 这几天辛苦你了 后面 可以好好休息了 她轻声说着 小脑袋在她怀里蹭了蹭 薛层摸着她的发丝说 我们要不要换得大点的房子 许梅好奇地看着她问 为什么要换房子 薛层低头 看着她的小腹 手轻轻摸上去 说 因为多了一个人 房间似乎有点不够用 许梅想了话说 但是还有间客房呀 到时候 可以改造成宝宝房 她很喜欢这间房 大概是因为 从第一次和薛层见面之后 就是在这里住下的原因 她已经习惯住在这里了 也行 都听你的 薛层摸了摸她的发丝 眼眸里都是她 看了眼时间 已经到晚饭的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吃点了 等会再继续睡 刚睡醒 许梅倒是感觉有点饿了 清汤面 晚上清淡点好了 清汤面 要不再弄盘白灼鸡尾下 许梅是想吃的 但是目光一转 笑着说 那你包瞎好不好 她抱着她的手臂撒娇 薛层笑着应了一声 声音都是宠蜜 好 给你包瞎 第169章 小蓝梅 整个孕期过得还算平稳 转眼过去 就是春去秋来 薛层还是一如既往起的早 打开窗 感觉有点转凉了 许梅的预产期 在10月15 算算日子 大约就一周的时间了 她靠在窗边 看着床上的人到了晚期 她开始睡得不踏实 不是夜省平凡 就是起身困难 只有睡觉的时候 抱着个孕妇枕 会舒服很多 薛层走过去 给她把露在外面的手臂 塞进被子里 看了眼时间 才7点多 今天要去做产检 但还是不忍心 把她喊起来 她想了会儿 还是先出去做了早点 她刚出去没一会儿 许梅就自己醒了 缓缓起身揉了揉眼 感觉肚子里的小家伙又动了动 在床上 靠着缓了好一会儿 才起身去洗漱 现在步子重 走路都变得很慢 洗漱完 换了身长袖的衣服 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薛层走到门口 刚想着来叫你 就起来了 许梅打了个哈欠 慢悠悠地说 最近醒得早 她一早就踢我 和闹钟一样 薛层轻笑 等她 坐下她才把手放在她肚子上 温声说 少折腾你妈 不然有你好看的 说完 肚皮隆起一个小突起 正好对着薛层的指尖 薛层眼睛微微放大 抬头看着许梅 一脸不可置信 许梅看着她不可思议的目光 吹着谋笑出声 她在回应你呢 薛层刚想再互动一下 结果她偏偏就不动了 薛层皱着眉 有点子不爽 这家伙 肯定是个小兔崽子 许梅笑着 手落在小腹上 不知道怎么的 临近预产期 倒是没那么紧张 大概是一直都很顺利的原因 对于她的到来 心里都是期待 你猜她是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 许梅问她 薛层想了话 男孩 你这么笃定啊 薛层嘴角微扬 和我作对 肯定是小兔崽子 小棉袄可不会干这种事 许梅对她的解释 倒是觉得 有几分可信不 毕竟运气的时候 薛层没想做点什么 她就动得格外欢快 薛层有点什么动作 都被她挡回去了 她现在怨气可不少呢 到医院后 医生摸了摸肚子 算了算重量 应该快到日子了 最近要多小心 看样子 应该有个六斤多 继续保持 有什么问题及时来医院 在家记得要数好胎动 知道吗 许梅点了点头 这些她都很熟练了 医生又打了个清单出来 这是最后一次大检查了 是为了生产做准备 薛层接过检查单子 扶着许梅起来 走到外面的薛层 看着长长的检查单 眉心又宁紧了 这和你第一次做检查差不多 等会儿又要抽那么多血了 许梅弯唇一笑 没事的 都最后一次了 为了生产做准备吗 整个孕期里 好像需要安抚的 都是薛层一样 时常弄得许梅哭笑不得 要不我这段时间 就在家办公好了 临近预产期 总感觉不放心 薛层站在脚废机面前 一边扫着检查单 一边低声和她说 许梅摇头 不用的 你太小题大做了 有事我肯定会 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的 薛层没说话 但已经在心里下定决心 什么事都可以答应她 这次可不行 万一出了什么事 可不是这几天补得了的 一系列检查做完 也到中午了 薛层想着 中午要做什么吃 刚看向许梅话 还没说出口 就看她眼睛眨眨的 一看就是准备撒娇 她说 宝贝 我们去吃烤鱼吧 薛层笑出声 你现在大着肚子 还要去吃烤鱼 她连连点头 要吃要吃 我们可以叫到家里吃 薛层哪里受得了 她的温柔泡轰 软下心来说 那不能吃麻辣尾 许梅一听 皱着眉看她 不吃辣 不吃辣不行 微辣 微辣行不行 薛层摇头 许梅咬咬牙 那就微微辣 不能再妥协了 她鼓着腮帮子 可爱的紧 薛层失笑 那就微微辣 不能吃太多 你要考虑肚子里的 许梅听着 嘴里嘟囔着 早上还说是小兔崽子 现在就要注意了 双标 双标 薛层看着她 揪着衣服边角 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多半可以猜到 说我坏话 许梅吓得一机灵 连忙摇头 我亲爱的老公 让我吃烤鱼 我怎么会说你坏话呢 薛层无奈 摇了摇头 还真是拿你没办法 晚上 许梅还是如愿吃上了烤鱼 浓郁的香辣气味 让她吃了两碗米饭 最后实在是吃不下了 才把休 吃完饭后 薛层陪着她 又在小区楼下散了散步 她走得慢 多走一会儿就累得很 走一圈下来 就已经差不多了 回到家的时候 许梅先去洗漱 靠在床上的时候 她翻了翻床头的书 梅一会儿就打起了哈欠 薛层上床后 许梅把书盒上 整个人缩回被窝里 她抱着薛层问她 宝宝的名字 你想好了吗 薛层一手摸着她的发丝 看着她的发丝 缠绕在自己的手指上 暂时还没 等到时候看看 是男生是女生 你有想要取的名字吗 怀里的人摇了摇头 又问了声 那小明呢 你有没有想要取的小明 薛层垂眸看着她 小声说道 小明嘛 男生的话就叫小蓝眉 许梅在她怀里笑出声来 你取名字真敷衍 那女孩子 是不是要叫小红眉 薛层没听她说 之前真没这样想 她这样一说 倒是有些忍俊不惊了 真有你的 我可没这么想 许梅才不听 手指戳着她的腹肌 一边说 等生完 我身材可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声音里带着点落寞 怀孕生子带来的身材 走样是必然的 谁都不可避免 薛层握着她的说柔声说道 你现在身材也没有多走样 在我看来还是很好看 要是真的不喜欢 现在科技也很发达 有很多产康可以恢复 到时候我再陪你去 不用担心 她轻声安慰到 许梅听着听着 心里缓和了不少 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梦乡 第170章 母子平安 几日后 许梅夜醒起来上厕所时 隐隐感觉有点不对 当时以为自己没睡醒 她在卫生间愣了好一会儿 才看清 是真的落红了 她满脑子搜索着落红的原因 最后才反应过来 是要生了 顿时紧张的感觉 慢上心头 她颤颤巍巍地走出卫生间 坐在床边摇了摇薛层 她快要哭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办 好像只知道要找薛层 薛层睡得猛猛的 就听见身边的人哭个不停 顿时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 她忙起身来 低头问她 怎么了这是 许梅哭的声音哽咽 手落在肚子上她说 我好像快生了 红了 出血了 是不是要生了 薛层听她说完 连忙安抚 没事的宝贝 这是零产前的征兆 我们收拾收拾去医院 你在床上躺一会儿 我去收拾东西 她说完 连忙去找衣服 套了一件在身上 待产的东西 早就收拾好了 直接拎着包走就行 她去衣帽间 拿了套许梅的衣服 让她换上 换好衣服 薛层拎着东西 就带着她去医院 晚上十一点多到的医院 手续办好后 薛层定下了单人的病房 医生过来检查后说 已经快生了 现在会有腹痛的感觉吗 许梅点头 有一点点 还可以接受 医生点头 淡淡道 正常的啊 现在还没到时候 过段时间会疼痛加剧 有规律的腹痛 都是正常的公缩 等到忍不了了暗铃 会有医生来检查 是否符合条件的 医生说了许多 许梅硬下来 满脑子都有点慌望 等医生走后薛层 才走到她身边 握着她的手 一遍一遍地轻声安抚她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过去 直到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许梅疼得受不了 双手握着病床的栏杆 恨不得要掰断来 薛层按了呼叫林后 医生过来检查 检查完后 医生就叫护士进来 准备推进产房 产房内男士止步 薛层跟到产房门口 停住脚步 好像从未有过任何时刻 像现在这样无措 一强之隔 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看着时间从三点到四点 直到窗外的天光都炸白 耳畔都是撕心裂肺的尖叫 她第一次觉得 生育是件恐怖的事情 五点多的时候 薛层看到里头出来的护士 喊着 许梅家属 她这才找回点理智 她听到护士说 母子平安 心里的大石 好像终于落下 她第一次没出息地 在门口哭出声来 再睁眼 窗外的霞光照进来 产房的门被打开 并床上的人 汗水浸湿了额头 唇瓣都泛白 薛层看着心里尖锐地泛着疼 她甚至无处下手 许梅微微睁开眼 看着面前的人 抿着唇浅浅笑了笑 她用着微弱的力气说着 结束了 是个小小层 薛层点头 帮她把身上的被子盖好 低头在她额头上 落下一吻安慰她 宝贝辛苦了 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许梅没力气再说话 听她说完 就闭着眼休息 薛层跟在一旁 身后的护士叫住她 许梅家属 等等 护士怀里抱着个孩子 笑着说道 看看吧 是个男孩子 手上五根手指齐的 脚上也是五根齐的 没问题啊 薛层一时 还没反应过来 只顾着点头 护士小心地 把孩子放进推车里 又说道 等会儿 孩子会有护士 送到病房里的 现在要去做个小检查 薛层点头 又小跑回了许梅身边 她现在满脑子 根本顾不上小崽子 许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甚至有点记忆错乱 忘了是不是已经生完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 已经换上了干净的睡衣 又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 才发现已经结束了 她看了看四周 没发现薛层的身影 整个病房空荡荡的 她抬手看到了上面的铃 刚准备按下去 就看到门口急不回来的薛层 醒了 许梅点点头 宝宝呢 薛层笑着说 在另一间房 阿姨在看着呢 早在快到预产期的时候 她就找好了阿姨 帮忙看孩子 这样 两个人都会轻松点 许梅点点头 只是整个人还有点懵 有没有不舒服 医生等会儿 可能会来检查 薛层问了声 按下了一旁的呼叫铃 许梅摇摇头 其实还好 就刚开始的时候 很痛 后来还算顺利 医生都说 算是生得很快了 没一会儿医生过来 简单地检查了一下 轻声吩咐道 伤口还好 一点轻度撕裂 多休息 最近吃点清淡的 切记少油 医生说了挺多 许梅听进去一点 医生走后薛层 拿了点吃的过来 清淡的小米粥 许梅喝了一点下肚 我想看看宝宝 许梅说了声 薛层收拾着 小桌台上的东西 应道 好 我去抱拐给你看看 他看着薛层走出去 在回来的时候 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 抱着蓝色包背的小团子 好像是睡着了 闭着眼 脸蛋小小的 手脚也小小的 好可爱 他轻轻摸着他的小手 脸上浮起一抹笑 他仰头看着薛层 你觉得他长得像谁 其实许梅看不出来 只是觉得 长得很好看 应该是遗传了 薛层的公主美貌 但他听她说 像你 眼睛很像你 许梅看不出来什么 但又对薛层说的话 深信不疑 这还小呢 看不出来什么 快抱回去 让他睡觉吧 薛层抱着小团子 梅急着走 低下头在他唇上 亲了一口 辛苦宝贝 我们也是一家三口了 许梅抿着唇嘴角 微微上扬 眼角弯处 一个好看的弧度 等薛层再回来的时候 许梅问了声 我手机在哪里啊 想和爷爷他们说一声 薛层转头在 柜子上的包包里 拿出他的手机递给他 我都说过了 他们明天来看看 许梅轻轻应了一声 又问道 你想好叫小小团 什么名字吗 薛层看了眼窗外的风景 阳光正好 笑着说 想好了 嗯 叫什么 薛锦瑶 天晴景星闪耀夺目 第171章 花心宝贝 薛锦瑶四岁的时候 上了幼儿园 因为是十月份生日 按照规定九月份之后的 要晚一年 他就自然四岁 才去幼儿园 成了班上比较大的小宝宝 原本以为小景瑶会有点分离焦虑 但结果证明 是许梅想多了 他似乎格外喜欢幼儿园的生活 薛层第一天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 进了幼儿园 他就撒开了腿跑进去 薛层甚至一只手抓不住 薛 景 瑶 薛层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他的脾气 在这四年里 被薛景瑶折磨得不像话 但唯独对许梅 还是始终如一 在他儿子那 耐心基本为零 薛层的话刚说出去三秒 薛景瑶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回来 小腿甚至跑不稳当 跑到面前时 给他的好爸爸一个滑跪 下一秒又自己爬起来 一秒乖巧 爸爸 小景瑶哪声哪气地 不敢抬头 薛层垂着毛子腻了他一眼 严厉说道 在家里怎么说的 在幼儿园要干什么 说完 薛景瑶转了个身 立马面若桃花 弯起他那双桃花眼 对着幼儿园老师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姐姐 薛层一听 无奈服额 只好蹲下来指示他 你不应该叫姐姐 要叫什么来着 薛景瑶大大的眼睛 看着薛层 眨了眨后 又笑着对那两位老师说 叫老师 瑶瑶要叫老师 那两位老师 被薛景瑶的一副 桃花脸迷得一愣一愣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 真乖 薛层这才算是满意 站起身扯了扯 自己身上的衣服 低头对小景瑶说 放学妈妈来接你 要乖一点 别闹你妈知道吗 小景瑶带蒙地点了点头 我爱妈妈 薛层眯了眯眼 摆了摆手 小景瑶看到薛层的动作 又撒开了腿跑进去 薛层有些无奈 四岁的小孩 还是答非所问 只要一说到妈妈 他就是四个字 我爱妈妈 妈妈要打屁股 他也是说 我爱妈妈 薛层甚至怀疑 他是拿捏了什么保命密码一样 准备走的时候 薛层又转头问了声 下午是三点放学是吧 两位老师点头 是的薛先生 下午是三点 下午是他妈妈来接吗 薛层想了会儿说 可能是我们一块来 景瑶比较调皮 辛苦老师们了 两位老师连忙摆手 那么可爱的小孩 怎么会是调皮呢 那是天性 没事的没事的 我们会照顾好小景瑶的 听老师们这样说 薛层才放心地走了 许妹一大早实在起不来 薛层惯着她 根本没叫她起来 也不知道现在起来没 刚这样想着 手机就响了一声 宝贝老公 我起床了 景瑶乖不乖啊 薛层坐在车里 看着她的消息 抿着唇嘴角微微扬起 还可以 下午我们一块来接她 出去吃饭吧 当时给她庆祝 刚发完 对面就秒回了过来 好耶 爱你 三 薛层看着手机上 发送过来的表情包 笑着回来的一样地回去 不知不觉 结婚都过去五年多了 五年里的婚姻生活 似乎比她 曾经想要的更美好 更令人憧憬第二天 晚些的时候 薛层早早处理好了工作 回了趟天狱去接许妹 家里比起早上出门的时候 已经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回家的时候 她正在书房看书 见她推门而入 她从座位上起来 小跑过来 抱了个满怀 结束了 她笑着问 薛层轻恩了一声 去换身衣服 我们去接小景瑶 好 她笑着硬下 歪头在她唇上倾吓一口 薛层很沉溺这样的生活 充实又美好 许妹里头穿了件紧身的针织衫 下身的浅蓝色牛仔裤 显得整个人活力十足 出门前 薛层又给她套了件外套 幼儿园门口的人格外多 都是家长来接小朋友的 但大多都是妈妈和老年人 要不就是家里的阿姨 薛层和许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薛景瑶就从里面一蹦一跳出来了 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 跑得更欢了 妈妈 她跑到面前 抱着许妹的腿 就撒起娇来 妈妈抱 妈妈抱姚姚 一旁的薛层见状 直接撩起袖子 一把将小景瑶抱起来 你给我过来吧 你 你现在快三十斤的重量 好意思让你妈抱 小景瑶一听 在薛层怀里造作起来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她嚷嚷了几句 薛层直接就是一巴掌扇在屁股上 安静点 你妈要被你烦死了 打完后 小景瑶扁着嘴 一脸委屈 哼了一声 爸爸讨厌 爸爸臭 薛层丝毫不在意 直接将人丢进了汽车后座 你妈爱我就行了 略略略 薛层对着薛景瑶炫耀起来 一手给她扣上了安全座椅的卡扣 小景瑶的脸上 垮得更深了 许梅笑着说 你多大了 怎么和她一样 一个大小孩 一个小小孩 回到驾驶座的薛层 直接撑着中控的地方 凑过去就是一吻 我说的又没错 许梅还没开口 后座坐在安全座椅上的 小景瑶舞卓眼 乃声乃气道 爸爸 羞羞 许梅听着 羞地推了她一把 好了 去哪里吃饭 薛层还没开口 小景瑶又开口 肉肉 瑶瑶要吃肉肉 薛层摇头 无奈笑道 行 去吃肉 到餐厅的时候 薛层早就定好了座位 服务员带着两个人 走到位置上的时候 旁边的一桌 也坐着两个人 两个年轻的女孩子 穿得青春洋溢的 服务员的宝宝 已拿过来之后 薛景瑶乖乖坐上去 薛层和许梅点着餐 点得差不多了 许梅想着 问景瑶要吃什么 结果一侧头 就看到她 一脸花痴像的 看着旁边一桌的漂亮姐姐 许梅胳膊顶了顶薛层 让她看看她的好儿子 薛层一眼看过去 对着薛景瑶的小脸 轻轻拍了拍 干嘛呢 干嘛呢 把你眼神收受 薛景瑶小嘴嘟嘟 眼睛看着旁边 对薛层说 姐姐漂亮 这一句 让薛层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 许梅也没忍住笑出声来 原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小乌龙 直到一个月后 许梅拿到了 幼儿园的阅读报告 像是小时候的 一个成绩单一样 对小朋友一个月以来 在幼儿园的表现 做一个汇总 许梅看完老师 写的阅读报告后 笑得在沙发上打滚 薛层走过来 好奇地问了句 笑什么呢 这么开心 许梅笑得肚子痛 直接把单子给她看 薛层看着成绩单 脸上的表情渐渐麻木 转身就朝着 儿童房的薛景瑶喊去 薛景瑶你给我出来 那张报告单的后半页上 老师赫然写着 景瑶是个 很乐观热情的小孩子 她很爱笑 特别是笑起来 犹如花开一般的模样 让人喜欢 她很乐于交朋友 很喜欢和C组的 Laya一块玩 她总会在课间的时候 去找Laya对着她说 宝贝 我们一块玩吧 上课的时候 她也很喜欢 和同组的叔叔 一起做手工 今天她用黏土 捏了个大大的爱心 送给叔叔 景瑶是个 很可爱的小朋友呢 许梅看着薛层 站在那言辞意正地 训着薛景瑶 时光静好 谁又能料到 十几年只爱 许梅一个的薛层 会有个花心的宝贝呢 就像一开始的 许梅也没想到 她会和薛层 一起拥有 这么美好的家 薛层训完 薛景瑶 她就回了房间 进门前 还对薛层舍得鬼脸 许梅笑出声 对着薛层伸手 抱抱 薛层轻笑 坐下来 将她拥进怀里 怎么了 忽然撒娇 怀里的人轻哼一声 现在都不能对你 撒娇了吗 薛层失笑 脸颊在她发顶蹭了蹭 声音轻柔 像秋天吹来的一阵风 可以 以后也请你只对我撒娇 话落 腰间抱着她的双手 紧了两分 窗外吹进栩栩微风 薛层低头看着 怀里闭着双眼的人 她就好像这微风 轻飘飘的 却填满了她前半生 所有空洞虚无的梦 正闻完 第172章 番外 雪夜 来到F国的第一年里 薛层回了芳木家 在芳木家的庄园里 住了两个月之后 她还是离开了 临走时 芳木号挽留了 但她坚定地要走 芳木号也只是略带惋惜地说了声 你和姑姑骨子里 都是一样的人 她在薛层的行李里 放了张银行卡 薛层发现的时候 给她打电话 她只说 就当是对你的资助 你要上学 大一没有时间 给你去做那些勤工俭学的事情 你可以以后再还给我 我欣赏你的能力 所以你不必受之有愧 那也是第一次薛层 想要好好赚钱 不然在这异国他乡 他将寸步难行 在学校里 他会在主修的学业结束后 去俯修计算机 开始自学 学着去做程序 慢慢地她 开始自己做程序 也可以赚一点 这样的日子 过得还算充实 直到过了半年后 她看到了一条博客 在看到的时候 心口像是堵了团棉花一样 呼吸不畅 原本想着 是不是要将她忘了才好 毕竟两个人以后 也不会有交集 但在看到她的消息时 还是忍不住会去关注 她看到 她在博客里写下 毫无希望 简单的四个字 让她的心间都在颤抖 她改了个名字 给她发了消息 让她不要随便放弃希望 她打听了很久才知道 她在小提琴复赛的时候 被赶下了舞台 她不敢想象 像她那样宛如明月一样的人 现在会是什么样 但也明白 她打下毫无希望几个字 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想起在方木家的时候 曾经有幸见过欧爷老师一面 似乎和方木浩很熟络 她有点想试试 用自己一点的绵薄之力试试 她和老师见了一面 浅聊了几句 起初她是不愿意的 在看到那段视频的时候 更是直言记忆倾涩 但薛曾知道 她的实力不止如此 薛曾知道希望不大 只好说 那能不能麻烦您再 安排一次复赛 就当是给所有人一次机会 恰巧那会简音 拿了第一之后出了意外 老师同意了 再过不久 就听到欧爷告诉她 那个小姑娘拿了第一 她第一次觉得庆幸 庆幸自己可以帮她的忙 后来她如愿来了 F国参加集训 她在自己的世界里 努力地闪耀着 她没有落下任何一场演出 但是每次见到 都会加剧她在心里的位置 但越是在意 就越害怕她知道 她每次都是匆匆一面 戴着乌黑的鸭舌帽 一身不起眼的卫衣 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看她在舞台上 绽放自己的光芒 第二年的时候 她认识了傅成 傅成虽然和她同岁 但总能给她不少创业上的意见 那天薛曾坐飞机过来谈事情 他们刚聊完 外面下着大雪 薛曾看着外面的鹅猫大雪 想起许梅也在这个城市 心里想着 许梅会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什么 是在公寓的暖炉前看书 还是在练琴 临走时 傅成问她 要不要送一程 薛曾拒绝了 她想去看看许梅 就算是在她的公寓楼下 看一眼也好 那天夜里 路上的车辆很少 这边离她的公寓不远 路上的时候 她甚至想过 要不还是不要去了 但走着走着就快到了 她看着前面的中心公园 过了这里 再走条长街就到了 她站在路灯下 对着手心哈了哈气 又放回口袋里 在穿过中心花园的时候 她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她侧目看向一旁的长椅 风雪飘零 长椅上有人躺在那 其实在国外公园的长椅上 有人是很正常的 但是今天这么大的雪 就连流浪汉都躲了起来 好奇心驱使她往那儿走了两步 刚走了两步 她就正愣在原地 那白雪下的大衣 她在许梅的博客下见过 她三步并两步地小跑过去 鹅毛般的大雪 早就在她身上 落下薄薄的一层 乌黑的发丝 也落满了雪 不知道她在这冰天雪地的黑夜里 躺了多久 薛层连忙扑掉她身上的鸡血 用自己的大衣 将人裹了起来 拿出手机的时候 她的双手都是颤抖的 傅城的车刚走了没多久 她打通傅城电话后 五分钟车就开了过来 她的额头滚烫 身上却是冰冷的 她一路上抱着她 都没让她的身子暖和点 到了医院薛层 忙得跑上跑下 安排好病房后 傅城就先走了 临走时 傅城问了句 飞机是明早的 到时候去送送你 薛层点头应道 好 她如果今晚醒了 就让她知道好了 如果没醒 那也是命运使然 第二天一早七点多 傅城的车就来了 临走时 许梅还没醒 薛层有些放心不下 傅城就让自己的助理 留在这里了 到了车上时 傅城问她 你不等她醒过来 薛层看向窗外 昨晚的雪已经停了 她说 不了 我们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交集了 闻言的傅城轻笑一声 你怎么知道 不会有交集 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给不了什么吗 薛层沉默 一言不发 或许是 又或许不是 在我看来 你的能力很强 过个几年 你或许就能出人头地 到时候 你会和现在这样 忍住不去找她吗 傅城的目光凝视着她 或许是在等她一句回答 在这一瞬间 薛层好像明白过来 她蛮唇一笑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会把她抢过来 如果她真的可以出人头地 毫无后顾之忧的话 她会想办法 重新回到她面前 后来她花了两年时间 修完自己的专业 又花了两年时间 将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 回国前 她知道陆之眼和简英的关系 花了点心思 让她早点回国 虽然不光彩 但她不得不这样做 但她不知道陆之眼 会直接割了领证的事情 知道她和简英去了三亚时 她那天出门前 特意换上了白色的衬衫 她想抱着万一的可能去试试 毕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她想过很多遍 要怎么重新站在她面前 要怎么不择手段 但她从没想到 她心心念念的人 会站在她的面前问她 结婚吗 那一刻 她终于觉得 迷雾会散尽 未来会是大好光景 第173章 翻外 方志义 蕊蕊 一 因为前面正文出现过的剧情 在重复描写 会被系统判定抄袭 所以会直接标明 详情见多少张 如果造成大家阅读困难很抱歉 这也是为什么 前面正文 不会过多写之线的原因 还要多久 怎么还没到 电话里复呈的声音催促 方志义看了眼导航 语气悠闲 还有一个红绿灯 马上了别催 说完她挂了电话 看着导航上再过一个红绿灯 就到机场了 开到红绿灯时 她缓缓踩下刹车 想着看一眼群里的消息 手机刚从支架上拿下来 一股从后而来的巨大冲击力 让她差点没把手里的手机甩出去 方志义整个人嗡嗡的 下意识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人追尾了 刚想着下车去看看 耳侧就是扣扣的声音 方志义侧目看过去 就是一抹窈窕身姿 看不见长相 她抬手打开车门 刚准备好声好气地问问 耳畔就传来一声质问 你怎么开车的 会不会开车 不知道看着点路的吗 对方突如其来的三连问 让方志义猛了 还没等她开口 身后汽车的鸣笛声响起 面前的人略微有点生气 她皱着眉多了跺脚又开口道 算了 懒得和你见识 我还赶时间 等她转身准备上车 识方志义才反应过来 拜托 是你撞的我呀 方志义骂骂咧咧的嘴里 嘟囔着回到车上 看着漂漂亮亮的 怎么这么没素质 傅成的电话又过来了 她烦躁地挠了挠头 直接开车走了 谁知道刚到机场看到傅成 就看见她身边一个 套着卡其色风衣的女人 等她走近瞪眼一看 这不是刚刚追尾她的那人 你你你 你就是刚刚那个 干嘛呢 别拿手指着别人 第一次看到 不会开车还有理的人 那人将她的手推到一边 倒打一耙的本事 让她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傅成饶有兴致地 看着他们俩开口问道 怎么了 这是 还没介绍就认识了 哼 一个马路杀手 哼 一个没素质的人 两个人一口同声道 方志义瞧着她 声音高了几个度 我 马路杀手 你有没有搞错 那人丝毫不慌 脸部红星不跳的 刚开口像是想说什么 就听见身后一声 怎么了 薛层牵着许梅走过来 看到薛层那女人 冷哼一声就走了 方志义咬牙 低声看着那女人的背影问道 刚刚那个人 和我们一路的 薛层点头轻轻嗚了一声 一路上 两个人相顾无言 一句话都没说 方志义倒是想过去 好好说说今天的意外 但又不好意思直接上前 到酒店后 方志义拎着行李 走到房间门口 刚停步站在门口 准备腾手去开门时 方木蕊走了过来 站在他身后的房间门口 低的一声打开了门 进门前 甚至还抱怨了一句 晦气 说完留下方志义 站在房间门口咬牙切齿 两个鼻孔冒起 若不是看他房间门关上了 方志义一定要 将人好好讲讲理 他真是第一次见到世家大族 F国豪门出来的女生 会是这副模样 一定是他认识的方式 有误 晚饭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块吃 方木蕊看上去 并不打算和他说话 方志义也不是乐意主动 和别人说话的人 但他的手刚准备拿起桌上的烤翅时 就被薛层按住了手 他刚抱怨一句 方木蕊就急匆匆地夹炮附和着 方志义有点无奈 他真的很无辜好吗 他觉得 今天要是不和他好好说 他就得认定 他是那种实恶不赦的人了 方志义放下筷子 凳子往他那拉了点 给方木蕊找好房卡回来 后方志义已经觉得格外心累了 他还是第一次 对一个麻烦的女人宽容 要不是 看在他是薛层的妹妹 方志义好歹得 让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不仅对薛层的妹妹刮目相看 甚至对薛层的老婆也刮目相看 一个个的竟然这么能喝 几句下来 他甚至已经开始在空中数小人了 记忆里迷迷糊糊的 好像是傅城送他回的房间 但是他自己是怎么上的床 他是一无所知 甚至于在身边看到 衣衫完整的方木蕊时 更是直接脑容量爆炸 他是经历了什么 方志义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看完方木蕊发过来的视频 他甚至怀疑了一阵视频的真实性 后来发现 视频里的人的确是他 他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发现自己喝醉酒会是那副模样 方志义撑着脑袋 试图让自己接受这个结果 有了这个视频 就相当于方木蕊拿捏着自己的把柄 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现在可以放心了 昨晚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 方木蕊站在房间门口 双手抱闭看着他 刚刚吃完早饭回来还没开门 就被他拽进了房间 方木蕊多半能想到他的意思 为了证明昨晚的清白 方木蕊只好说清楚 昨晚发生的事情 但好像 比起睡了一觉 他更不能接受当下这件事 行 就当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那你能解释解释 我胸口的几个脚印 是怎么回事吗 方志义拿起早上换下的那件衬衫问他 方木蕊看着那件衬衫 视频里自己揣他的视频 已经被自己剪掉了 方志义自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时间 方木蕊脑海快速转动 转眼间 他唇半微微颤抖 双唇捏落着 不知道说什么好 眼眶都闪着泪花 变得楚楚可人 方志义 看着像是变魔法一样的人 顿时不知所措 整个人都站直了些 你有话好好说 你别哭啊 说完 方木蕊更委屈了 那 那还不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昨晚突然一下抱住我 我吓到了 以为 以为你要干什么 吓得我被迫在你身上打了两下 我这都是自我保护 这你也要怪我吗 我都没怪你 还帮你拖到床上盖好被子 在你眼里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是吗 第174章 方志义 蕊蕊 二 说完她的双眸含泪 像是多说一句 就会哭出声来 方志义有些无措 连忙说道 没 我没那样觉得 我就是好奇 问 问一下 她说着话都结巴 双手放在身后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 我能回去了吗 方木蕊委屈地问道 方志义 这哪里还敢说不行 连忙把门打开 将人送了回去 谁知道 关上的门背后 是方木蕊一抹眼泪 直接往沙发上一趟 脸上哪里还看得出 半点伤心之情 另一边房子里的方志义 倒是越想越不对劲 又说不上是哪里不对 一行人在南市玩了几天 最后一天的时候 大家一起爬了一趟山 南市山头平而缓 主要还是为了赏景 半山腰的 还有农家乐 风轻鸟鸣的 还有澄澈的溪水 大家在农家乐吃饭的时候 休息了一会儿 饭后方志义 看着方木蕊出去了一趟 就出去了 方志义一开始 只是有点担心 就跟了上去 但他实在想不明白 方木蕊脱摸出来 就是为了下河摸鱼吗 他就站在那山间的溪水中 脸上的笑格外明媚 像清晨出生的霞光 他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会让一个豪门贵女 喜欢上树摘果 下河摸鱼的 看她的模样 也不是说多精通 就是很喜欢这些事情 方志义看得乐呵 方木蕊回到岸上的时候 侧眼一看 就看到了鬼鬼祟祟的方志义 你干嘛呢 跟踪我呀 方木蕊嚷嚷道 方志义这才从树猴漫步出来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饶有兴致地看着她问 你怎么喜欢这种事情的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女孩子 喜欢这样玩 她也认识不少女生 朋友也好 同学也罢 家中长辈介绍的也是 无意不是喜欢琴棋书画 就是周游各地 哪里有像她这样的 呵 方木蕊往前走了两步 拿起 放在岩石上的帽子 腻了她眼道 那你现在看到了 走了 说完 她拍了拍帽子上的灰 往头上一扣 她身材高挑 简单的牛仔裤 在她身上 都显得格外的好看 嫩绿色的路肩上衣 和那天海吊时 穿的衣服颜色一样 这种生机的绿色 在她身上 看着格外的抢眼 似乎在迸发出 更强烈的生命力 方木蕊 她喊了一声 前面的人定住脚步 回眸歪头 嗯 方志义三两步上前 问 你还要回F国吗 要的 方木蕊不假思索地说出 方志义看着她的侧脸 明眸得上方浓郁的睫毛微闪 她很少 看不明白一个人 但是她看不明白方木蕊 据我所知 方木家要联姻的 方志义开口道 说完这句 方木蕊停下脚步 侧目掀了掀眼皮 声音轻朗 所以呢 你想来当上门女婿 少努力多少年 她唇角轻钩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上门女婿 我条件不差吧 不至于当上门女婿吧 方木蕊怂怂肩 说 不差 但是比起我哥哥 或者比起我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 她说坦荡 骨子里的那种自信 让方志义都犹豫了片刻 回到海城的那天 一下飞机方木蕊 就瞧着薛曾来接人 刚开口流露出 一点点羡慕的意思 身后就是一声冷哼 没见过好男人 说完 方木蕊对他使了个鬼脸 刚准备说话 就被他握着肩膀走了 走 带你去看看我的行车记录仪 方木蕊这才明白过来 这人是要算账 不是 你有病吧 并且病得不轻 是他晚上睡觉 都能半夜醒来 觉得他有病的程度 方木蕊满脸不耐烦地 被他拉来停车场 方木蕊坐在副驾上 方志义调着他的行车记录仪 方木蕊微微凑上前去 他就调好了 一转头 他的脸就在眼前 他甚至能感觉到 他发丝 擦过脸颊的感觉 方木蕊顺手撩了下头发 凑上前去看了看 的确是他平稳停好车之后 被撞了一下 虽然他心里已经有数了 但亲眼看到证据的时候 顿时有点理亏 毕竟人都骂过了 那个 对不起 回头等我回了方木家 让我各赔你一辆车 方志义对这个倒是无所谓 只是觉得 鼻子的车内脸 烧得有点热 他拉了拉安全带扣上 不用了 没多大事 你住哪 我送你 方木蕊脱口 报了自己公寓的地址 打开手机 回复林子泰的工作消息 他要来聊新的工作 方木蕊看着 现在时间还走 直接让他去公寓 等他到家 送到公寓门口的时候 方木蕊刚想说谢谢 但是看着方志义 解开安全带 准备下车 他只好改口问了句 上去喝杯茶 表示感谢 方志义无奈地打开车门 恭敬不如从命 方木蕊轻轻翻了个白眼 看着方志义 自觉地帮他拿行李 又露出一副标准的笑容 方木蕊走在前头 狭小的电梯内方志义 站在他身边 还要高出一个头 身材显得格外的高挑 电梯门开 方木蕊开门 林子泰已经来了 正好站在玄关处 一时间 两个男人面面相去 林子泰虽然讶异 但也没说什么 倒是第一次看到 方木蕊带男人回家 看来这次旅行 收获不错 方木蕊给方志义冲了杯茶 就去和林子泰谈工作的事情 方志义坐在一旁 看似漠不关心 但句句都听在脑子里 时不时插上两句 这个品牌不行 下个月有丑闻 这个剧本不行 市场太饱和 最后林子泰手里的资源 基本上都被方志义 pass完了 看手里的东西都聊完了 林子泰也没多留 房子里方志义 和方木蕊面对面坐着 最后还是方木蕊开口问 你故意的吧你 你这样我不用工作了 他怎么没发现 这男人屁是这么多 现在他一个头两个大 这哪里是来喝茶了 这是来给他当祖宗了 我说的又没错 方志义巧声说 那你说 我还能干什么 在家混吃等死好了 第175章 方志义 蕊蕊 三 那要不 你来给我旗下的产品做代言 方志义试探性地问了句 原本以为他会很乐意答应 毕竟刚当他所有手头上的工作 都被他pass完了 谁知道 方志义 我没想到 你会是这样的人 方志义 他怎么了 方志义困惑地歪头看他 就听见方木蕊开口道 我只不过是撞了你的车 结果 你竟然想到我老板压榨我 方木蕊说得一脸不可置信 短暂的几秒钟里 方志义都陷入了自我怀疑里 他刚刚说那句话的初衷 是什么来着 他连忙反应过来 不是 我就是看你没工作 不是你说的吗 不然混吃等死 呵 面前的女人冷笑一声 似乎是对她的话没有丝毫的可信度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 你要乐意来 我就给你按国内一线女性的价目给你 你要不乐意就算了 怎么就变成我要压榨你了 我是这种人 方志义没个好气地说道 好心荡成驴肝肺 他就是多此一举 方木蕊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插腰走到一边去 眼睛一转 这人还真是好心 那 给你旗下什么产品当代言人 他对方志义 手底下干的事可不了解 谁知道他家做什么的 万一和自己的定位不符合呢 方志义 这才消了消气 开商场的 就集团代言人 说完他观察了下他的表情 看着倒是很平淡 方志义原本以为他要考虑 结果他问了句 代言费多少 方志义想想 就一线女星的价格 我也不太清楚 后面我让集团的人过来对接 方木蕊听完 聊了聊头发 轻声道 行吧 勉强答应你了 文言 方志义转身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翻了个白眼 聊完 方志义看了看时间 想着要不要请他吃顿饭 就看他伸了个懒腰的 你要回去了吗 我准备睡觉了 睡觉 现在不是晚饭点吗 女明星是没有晚饭的 我要补觉了 明天还要进组拍戏呢 方志义点头 话都说这份上了 他也不好开口 再让他出去了 行吧 那我走了 刚给他谈完工作 送送总是有的吧 果真 那我送送你 两个人走到门口 方慕蕊走到门口 看着他穿好鞋出门后 他靠在门上 露出半个脑袋 就送到这里了 路上小心 拜拜 说完 还没有给方志义思考的时间 门就利落地被关上了 方志义举起的手 又无力地放下 这女人 永远在他意想不到的边界蹦跌 从方慕蕊公寓回去后 好几天 方志义都没见过他 还是这天集团的人 来问方慕蕊的合约方志义 才想起来这件事 方志义看着桌面上的合同 想了话 拿着出了门 作为资本方 想要知道一个明星的行踪 太简单不过 出门没十分钟 手机里就收到了方慕蕊的行程 他看着手机里那段行程 眉心拧都宛如一张柔皱的纸张 电视剧 江少的88次求婚拍摄 什么玩意 这年头 还有人看这种电视剧 这人怎么接的 都是这些工作 刚把手机放在一边 就看到副驾驶作为夹缝里 微微闪着光 他伸手拿出来看了眼 才发现 是个小小的珍珠耳钉 圆润的珍珠 在他指尖来回妈撒 片刻后 被他放进了口袋 方志义开车到拍摄地点的时候 现场都被围了起来 估计是为了拍摄方便 倒是没想到 这是在他的地盘拍摄 刚往前走了一步 就有剧组人员过来准备说说 那人看着方志义的模样 也不像是围观群众 随口问了剧 干什么的 方志义看了眼那人胸口处的工作牌 拿出手机说了声 稍等 他找到一个电话打通后 说了两声 递给那个工作人员 那人一脸困惑地接过手机 先是有些好奇 在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后 态度明显变了 挂断电话后 他才恭敬说道 方总来探班直说就好了 何必弄得这么麻烦呢 方志义腻了他也没说话 啊 我要开口直说你信吗 方木睿现在拍的这场戏 是在商场看到绿茶后 受委屈被男主发现 实力护七的场面 主打的就是一个爽 可方志义在一旁看得打哈欠 他总觉得这个男演员 长相平平 身高平平 演技也平平 哪哪都平 这剧组哥哪找的演员 这身高 拍戏怎么还要方木睿弯膝盖的 他看的眉目拧得越来越深 直到拍完这场 方木睿才看到了 坐在一旁像得大爷式的方志义 你怎么来了 方木睿站在他面前 小助理正在给他补妆 他淡淡道 谈合同 什么时候结束 还有一场 且等着吧 说完方木睿准备回去 方志义又叫住了他 那个 有没有眼罩 话落 方志义感觉有点说错话了 果不其然 方木睿声音大了两个度 什么意思 方志义 我演戏就这么不堪入目吗 方志义连忙站起来解释道 不是 我就是有点困 谁知道你还要拍多久啊 说完 面前的人冷笑一声 爱等不等 随之是方志义 脚背上传来的一阵疼痛 这女人高跟鞋踩人 怎么这么痛的 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一只脚在地面上剧烈地点着 方木睿倒是走得痛快 连个背影都没留给方志义 方志义发誓 这女人绝对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滑铁炉 在片场又等了两个小时 方木睿才结束 过来的时候 他换了身衣服 紧身的包囤裙 露出一条大长腿在外面 高挑的身材显露无遗 走吧 方总 方志义嘴角微抽 方总是什么鬼 他微笑摇头 没什么呢 方总 刚拍完 导演就过来 和他说方志义刚刚投资了 让他态度好一点 要不是现在他手里没有财政大权 该死的 又让方志义做了他上司 谁要对他卑躬屈膝 方木睿不断告诉自己 忍辱负重 方能成就大我 第176章 方志义 睿睿 4 方志义没急着和他谈合同 他找了家餐厅 到的时候 正好是高峰期 餐厅人不少 唯有靠窗的边上 有一个情侣座 方志义听到服务员这样说后 就准备转身走了 方木睿倒是扯了他的袖子说 就在这吃吧 一个座位而已 又不会怎么样 主要是拍了一天戏的方木睿 实在累得很 不想再换地方了 入座后方志义 简单点了两道菜 转手将菜单递给方木睿后 他只是多点了一份蔬菜沙拉 方志义又想起上次他说的 女明星不吃晚饭 你就吃这么点 能行 看着那身子骨 总觉得风一吹就能抖 吃的还这么少 方木睿倒是轻飘飘地说 你不知道这一行多辛苦 今天多吃一两肉 明天就能没工作 说完他视线 微微瞥了眼方志义 看上去像是信了他说的话 方志义 手上准备的合同 顿时有点拿不出手的感觉 你现在一部戏 能有点多少工资 方志义想着多给点 就算是看在自己 兄弟妹妹的份上好了 只见眼前的人 轻叹一口气 说得梨花带雨 不提了 这部戏 还是我第一次来海城定下来的 那会人生地不熟的 被宰了 也只能打碎牙齿活血吞 他只字没提心水的事情 但方志义觉得 肯定很少 少到他连说都说不出来 方志义看着手机里的电子合同 深思了一会儿 递给方木睿看 他手指轻轻敲了敲屏幕 指着那块的酬劳说 等回去我再改一改 多给你加个灵 你看看行不行 听到他说多个灵方 木睿顿时眼睛放光 垂眸看了眼手机上的数字 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下 到底有多少个灵 说完后 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 在抬眼 连带着看方志义 都觉得顺眼了不守 那就多谢了 他笑着说道 轻轻拿起桌上的红酒杯 往他的酒杯上 轻轻一碰说 那就提前助我们合作愉快了 方志义看着杯子里 晃荡的红酒 轻笑出声 举杯抿了一口 吃到后面的时候 方木睿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时 正想着吃完饭 等会儿回家 就好好睡一觉的方木睿 偏偏刚走出去没两步 就看到个不想看到的人 哟 我还以为这是谁呢 那女人摇曳着身姿 挪不走过来 紧身的衣服 显露着傲人的曲线 方木睿 只觉得俗气 刚准备侧身走出去 就听见那人 又开始阴阳怪气 怎么 拿了的代言 和前辈 都不打招呼了 说完 方木睿 背对着他 翻了个白眼 姝儿转身 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没看见呢 谁让我们的青春教主 今天穿得这么 实在是没认出来 方木睿说得为难 暗讽意味十足 那人是一线小花白咬 出道开始 就是一炮而红 以青春的外表 吸引了不少粉丝 拍的几部校园剧 都可谓是大热大火 不过这样的人 却被方木睿 抢了前段时间的金河代言 方木睿现在 还记得那回偷听到的 品牌方谈话说 原本打算继续用白咬的 却被白咬自己公司的 老板拒绝了 说是这人 最近不安分 指不定 会有什么新闻爆出来 到时候拖累公司 赔偿得不偿失 还是不要让他继续代言了 可白咬不清楚 自然把怒火 转移到了方木睿身上 那白咬被方木睿 说得脸红脖子粗的 本想再继续说 两句就被不远处的 一个男人走过来打断了 这么慢 方之一看着方木睿 眼神不经意 看了眼他身后的人 又低声问他 走 方木睿点头 刚走两步 身后的白咬 又出眼讽刺 原来现在的小辈 都学会走捷径了 真不知道 需要牺牲多少个春宵一刻呢 说完 他捂着嘴在原地笑出声来 白咬身后有金主 加上不认识方之一 自然敢大放厥词 方之一听着不舒服 要不要我去 刚想问问要不要 给那人点教训 就看到方木睿 转身走过去 揪着那女人的头发 过去就是一巴掌 扇的人一下没站稳 那双痕天高 直直地扭了一下 被一巴掌扇在地上的白咬 瞪大着双眼看方木睿 可他倒是拍了拍自己的手 弯下腰说 你以为 是我抢了你的代言 其实不是呢 你代言莫的原因 只不过是因为 吴总手里有你的私密视频 他怕东窗事发 你会让他赔钱而已 网友说你是清纯教主 就真当自己是白莲花了 实际上骨子里都烂透了吧 他眼睛微微上翻 给白咬留下一个白眼 在走到方之一身边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他有些错愕 走了两步 看他还停在原地 不走 方木睿问了声 方之一这才回过神来 出了餐厅门 晚上的风又冷了几分 方之一看着他身上 单薄的一剑 自然地脱了自己的外套 给他披上 方木睿愣了会儿神 手上攥紧了外套 上车后 方之一问了声 送你回去 他轻轻嗡了一声 目光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问 刚刚吓到你了 应该不至于吧 不就是打个人 这都没见过吗 方之一轻笑了声 眉眼舒展开来 怎么会 就是觉得 你还挺不一样的 说上手就上手 还以为 你会顾及自己的身份 忍一忍的 方木睿轻轻哼了一声 为什么要忍 都造谣造到我面前了 还忍那岂不是默认了他说的话 我们之间 可是很清白的好吗 说完 车内安静了两秒 方之一没开口 方木睿也裹着外套 靠在车窗上 到公寓的时候 方木睿已经睡着了 方之一轻叹一口气 走到副驾驶 准备将人抱上去 就看到楼道口有人影碎碎 虽然不想往最坏的地方想 但他始终是一个女生住在这里 方之一站在车边抽了根烟 那个人影还没走 冷风里 他眉眼看着 打了个安保电话 电话挂了后他掐了烟 回到车里 他靠在车里 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 目光却不由自主地 在身旁的人脸颊上停留 想了片刻后 他开车转了个头 往自己家开去 第178章 方之一 蕊蕊 五 方之一将人抱进侧卧后 就回了自己房间 靠在房间的小羊台上 拿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点点火星忽明忽灭的 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格外的烦躁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掐了烟 声音沙哑 查好了 电话那头的人应声道 查好了 那人是个私生犯 专门拍一些 明星在家比较隐私的照片 要不就是 蹲在楼下 捡一些明星的生活垃圾出去卖 现在已经抓起来了 方总 这要怎么处理 哼 方之一冷笑一声 略带着点生气 犯法的人要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还要我教吗 说完 他挂了电话 刚刚的话 还回想在耳边 蹲在楼下拍照 什么照片 想到这他又打了个电话过去 方总 还有什么事 方之一的舌尖 顶着上槽牙 烦躁得很 那人的相机 没收了明天 放到我办公桌上 那人愣了两秒后 应声道 好的 方之一看了看时间 已经十点多了 平时这个时候 他应该刚健身完 在书房办公 可现在他在这里抽烟 整个人的生活节奏 都被打乱了 像是被不知不觉 地带骗了生活轨迹 而且 这还是在他自愿的情况下 虽然烦躁 但却没有多讨厌 这样的改变 又或者说 他不是不反感 这样的生活 而是不反感 改变他生活的人 方之一 一直到很晚才入睡 侧窝的方木蕊 倒是睡得舒服 一直到第二天才醒 醒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梦了 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更别提 这是在哪里了 他的记忆 只能追溯到 他上了方之一的车 他起来去浴室 洗漱了一会儿 才捏手捏脚地出了房间 出了房间 才发现 这是一幢别墅 整个房子的装修风格 都很有品味 虽然不是很认同 方之一这个人 但觉得这人的品味不错 走到楼下的时候 就发现客厅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人 方之一抬头 就看到某人 站在扶梯上看着他 他倾咳两声 下来吃饭吧 饭桌上两个人沉默不语 方木蕊 时不时地抬眼看他 看他眼底 带着浅浅的乌青 好像昨晚没睡好的模样 那个 昨晚我怎么在你这睡的 昨晚到你家 你已经睡着了 就把你带过来了 他简单解释道 方木蕊听着低头嘟囔了句 那你可以把我喊醒的 说完 方之一手里的筷子放下 面前的人没抬头 他又轻声说道 昨晚 你家楼下有个人鬼鬼祟祟的 你一个人住 在那儿不安全 才没喊醒你 那人是个私生犯 不知道 拍了多少你的照片 这都是很危险的 万一 你哪天晚上回家 被尾随了怎么办 他的声音虽然严厉 但多的都是不放心 方之一 昨晚想了很久 总觉得 他一个人住在那儿 太不安全了 所以 你就把我带到你家来了 方木蕊抬眼 一双眼睛眨了眨 没有之前 那么毛毛躁躁的 现在的他 眼神里格外的清澈 他点头 没说话 方木蕊总觉得 他和昨天的变化太大 就好像 忽然一下变好了很多 很难让人觉得 他是不带着目的 他转动自己小脑袋 想了话才问 你突然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 他咽了咽口水 是不是想要我 删掉我手机里的视频 这可是他手里 唯一拿捏方之一的东西了 他肯定不想要自己的黑历史 在别人手机里吧 肯定会想要删掉 所以才会忽然转性 方之一喝了口冰咖啡 在听到他那句话后 连忙咳嗽 活活呛了一口 缓了好久都没好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方之一 翻了个白眼说道 这句话他们两个 似乎对彼此说过很多遍 方木蕊 这才知道 自己会错了意思 泄了口气 那你忽然变得这么好干嘛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 以为他什么 方木蕊也不知道 就是顺口说了出来 方之一擦着桌面上的咖啡字 淡淡地接过话 以为我什么 以为我暗恋你 方木蕊没吭声 一脸我可没这样说 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表情 方之一觉得 他和方木蕊的状态 就是一个气一个乐 算了 反正现在那边的房子 你还是别去住了 不太安全 方之一叮嘱他 方木蕊双手撑在桌上 看着他低声问 那我能不能住你这 反正 你这这么大 也不在乎一个 多一个人住吧 方之一发誓 他当时想说的绝对是 在意 但不知道怎么的 鬼使神差的就说了句 行 住吧 得到方之一同意之后 下午方木蕊 就拉着他 去商场了一趟 按照他的话 来讲就是天制生活用品 逛到后面方之一 只觉得庆幸自己是开商场的 在方之一家 住了一周两个人 相处着比之前 要和睦多了 方木蕊 也开始拍摄方式的广告 这天方之一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 顺带去看看方木蕊 等会儿可以一块去吃饭 走到拍摄场地后 看到方木蕊 在那补妆 还没来得及过去 就听见旁边的人 窃窃私语 也不知道这个小明星 什么来头 能直接方式的形象代言人 明星呗 你还不懂 明星的圈子里 不都是随便睡一睡 就有好资源了 你的意思是他 是不是重要吗 大家不都这样觉得 不然就他这个 咖位怎么能拿到 这个代言呢 方之一 越听越不舒服 招呼了身边的助理 指了指那两个人呢 轻声说 去接一下工资 明天就不用来了 一开始方之一 只是想让他有工作 他不明白 他们圈子里的弯弯绕绕 但也没想过他 接下这个代言 背后会被人这样指指点点 想起上次在餐厅也是 那只是他恰巧碰见了 如果没碰见 可能说的会更难听 他站在这想得出神 方木蕊看到后 漫步走过来 拍了下他的肩膀 你怎么来了 过来视察工作啊 他眉眼笑着 微微弯起 第179章 方之一 蕊蕊 六 方之一还在想事情 听到声音才回过头 转头就看到 他笑起来的眉眼弯弯 像支月洞的蝴蝶 嗯 过来看看 结束了吗 结束了 拍得还算顺利 他说着手上拧开一瓶矿泉水 他小口喝下水流 顺着喉咙弯颜下 直到胸口跟着起伏 方之一挪开视线 见他没说话 方木蕊歪着头凑到他面前去 结束了 走吗 话刚说完 就看到方之一面上浮现浅浅的红 从肌肤深处泛上来的 通常来说 叫脸红 你 他的话卡在喉咙里 方之一抬眸 目光和他的视线相撞 他连忙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结束就走吧 去吃饭 说完他就迈着步子往外走 方木蕊瞧着他的背影 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感觉 而且 他刚刚是脸红了吧 应该是脸红了吧 方木蕊紧跟着在他身后 一路上也没主动和他说话 一直到家 方木蕊才问 不是说起去吃饭吗 方之一刚停好车 听他一说才想起来 是要去吃饭的 他轻叹一口气 暗了暗眉心 就在家吃吧 我做饭 你还会做饭 方木蕊有点不敢相信 在他家住了这么久 也没见他动手做饭 他点头 轻轻嗚了一声 整个别墅只有两个人住 显得格外的空旷 方木蕊走到厨房 看他想做点什么 他趴在厨房门口的 小吧台上看他 方之一微微一抬眼 就能看见他 你在这干嘛 他背着声问他 方木蕊凑过身来 看着他手上 行云流水的动作 处理起食材丝毫不含糊 看着就知道是老手 看看你做什么好吃的 方之一轻轻笑了笑 给你做大餐 庆祝你完成拍摄 他轻飘飘地说着 嘴角慢着笑意 方木蕊看着他专注的侧脸 慢慢退出去 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很奇怪的东西 最近好像是感觉 方之一变了很多 也不会和他顶嘴呛声 虽然不明白 但心底里 对他好像改观了很多 他拿着手机 纠结了一会儿 点开那条视频看了会儿 这会儿觉得 好像这人喝醉酒 也挺可爱的 看了几遍后 他还是把那段视频删了 后来吃饭的时候 方木蕊还没说 方之一就问他 上次在餐厅里说 你的人是谁 方木蕊微愣 一时间没想到 他会问这件事 你不认识他吗 白咬啊 就电视上经常放的清纯女神 他眉心微折 就那清纯女神 他哪里有一点和清纯沾边了 他经常那样对你 嗯 就是上次抢了他一个代言之后吧 经常说话加枪带棒的 习惯了 这圈子里的人都这样 有些和你有仇的没仇的 就见不得你好 方之一又想起 今天在拍摄现场听到的那些话 轻叹一口气 抽了张桌上的纸 擦了擦嘴 你接下方式的代言 会有压力吗 会有人说你吗 他问的时候声音清冷严肃 方木蕊一下 觉得有点紧张 就还好吧 肯定会有人说的 毕竟现在咖位还配不上 不过还好 我都习惯了的 更何况 你给的那么多 听几句流言蜚语又怎么了 我又不会少块肉 他低声喃喃道 看样子 他是真的没有在意 那些人说的话 但方之一 就觉得不舒服 他话风一转 问 要喝酒吗 庆祝怎么能没酒 方木蕊 看着他拿着醒酒器 新红色的液体 微微晃动 你经常喝酒吗 方木蕊 微微抬头看着他 他神色平淡 低声说 还好 有点兴趣 喝得不多 我酒量一般 方木蕊 知道他酒量不好 看他喝酒 也只是浅浅抿一口 就浅尝折止 你最近好像没第一次 认识你的时候 那么杂杂乎乎了 他撑着脑袋 目光落在他 给他倒酒的手上 手背上青筋 微微浮起 饶是没有手控的人 也会忍不住赞叹 这双手生得巧夺天功 方知义笑了笑 之前不熟 加上有些误会 自然就可能 印象不是很好 回想起来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 不仅不好 甚至可以 说是有些不美好 但能像现在 还好好的 坐在面前相处说话 倒也是没想到的 方木蕊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 开始对他改观的 或许很早 早在第一次 在他家住的时候 没有 或者是他第一次 给自己披衣服的时候 再仔细想想 又好像是那天 在别墅醒来 发现那件外套的 口袋里 放着一枚珍珠耳钉的时候 他脸上慢慢浮起 一丝笑意 来 庆祝我第一次 拿到大袋盐 他举起酒杯 眼角一弯 眼前的方知义 透过新红的杯中 液体看着他 他垂眸笑出声 拿起酒杯 轻轻碰一下 祝你越来越好 两个人喝完了 一整瓶红酒 大部分都是方木蕊喝的 方知义 只是浅浅尝了几口 看着他一杯接一杯 开始还会劝他少喝点 后来发现 劝不住 也就随他去了 反正都是在家里 没多大事 他听着方木蕊 口中侃侃而谈 说他小时候的事情 说他活这么大 还是在海城这段时间 活得最开心 听他谈起方木家 给他安排的那些 联姻对象 听他说 不想联姻 不想过得不开心 但他也知道 很多事不是 说说那么简单 他相信 他哥哥可以办到 但他想的是 万一办不到呢 万一他还是要回去 接受那些联姻呢 他会嫁给什么样的人 良人还是坏人 想到后来 看着方木蕊 倒在他面前 柔弱无骨地 趴在桌面上 烟红的唇瓣上 似乎还有红酒的残留 他弯下腰来 轻轻用指腹擦去 迷迷糊糊间 听见他低声 阴明了一声 他将人打横抱起 进了卧室后 给他轻微擦了擦脸 床上的人睡得沉 窗外的月光 撒进房间 斑驳的月光 映在地面上 他就坐在床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180章 方之一 蕊蕊 七 次日清早 方木蕊醒得早 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 腰间横跟的一只手 搭在腰上重重的 他先是蒙了两秒 回想来后才 反应过来 自己腰上的 这双手是谁的 方木蕊缓缓抬头 就看到自己 格外熟悉的那张脸 熟悉到不要太熟悉 他咽了咽口水 刚准备把他叫醒 手刚抬起来 就看他猝着眉 手上微微用力 又把他搂紧了几分 心跳一瞬间暂停 距离近到方木蕊 不知道这是方之翼的心跳 还是自己的心跳 忽然床头柜上的 手机嗡嗡震动 方木蕊缓缓缓撑着起来 刚准备拿起手机 方之翼就转了个身 拿起手机 迷迷糊糊地按下接通 时间安静了几秒后 他尖叫一声坐起来 看了眼手机 发现不是自己的 再定眼一看 就看到了身侧头发 微微凌乱的方木蕊 两个人的视线 在一瞬间相撞 那个 我 方之翼一下 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先睡着的是他 抱他进来的也是自己 但是他怎么记得 昨晚抱他进来之后 他就回房间睡了 他还记得 他在房间洗了澡 上了床 怎么现在会睡在这里 这回是真的 油嘴也说不清了 那个 我们也没怎么样 都穿着衣服的 我知道你没做什么的 方木蕊淡淡说着 说完先开被子 准备去浴室 不知道怎么的方之翼 好像在他眼里 看到了一丝失落 他刚走出去几步 就被身后的一双手 攥住了手腕 他抓住他手腕的时候 好像一瞬间 也捏住了他跳动的心脏 他紧张地回头 声音轻颤 怎 怎么了 方之翼起身 一手捏了捏眉心 虽说早晨有些不清醒 但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要说第一次是喝醉了 这一次他也是清醒的 尽管现在 他还有些迷糊 昨晚的经过 但也知道 这样对方木蕊不公平 我 虽然记不清 昨晚发生了什么 但怎么说 也会对你负责的 听他说完 方木蕊抿着唇 却忍不住想笑 再看他 虽然没抬头 但却能看到 耳根浅浅的红 他往前走了一小步 歪下头问他 你要怎么负责 他说这句话时 语气轻飘飘地 笑起的嘴角 弯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声音不清不重地 打在他的耳膜上 他昨晚的问题 好像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方之翼抬眼 看着他静在咫尺的脸 他微微深吸一口气 攥着他手腕的手 微微用力 将人拉到面前 一下失去重心的方木蕊 跌坐在他面前 他垂眸看到 他金颤的睫毛 另一只手 微微扶着他的腰 比想象中更细 更柔软 该怎么负责 就怎么负责 迎亲嫁娶 你知道吗 方木蕊猛地抬眼 跌入他的眼眸 一瞬间 像坠入深渊 被人抓住了一样 他说 迎亲嫁娶 你 你的意思是要娶我 可是 我 我有联姻的 方之翼像是不在意一样 嘴里发出一声痴笑 手上扶着他做好 联姻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取消就是了 而且 昨晚你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 你哥哥一定会成功的 昨晚 他就是信口胡周的 哪里有说得那么简单 哥哥在方木架 也举不为奸的 再说了 刚刚我都用你电话 接了薛层的电话了 他现在也知道了 有嘴也说不清了 啊 方木蕊惊讶地看着他 你说 刚刚是表哥的电话 方之翼无奈笑了下 点头把手机给他 方木蕊看着手机 不知道要不要回个电话过去 转念想了下 现在回电话过去 指不定要怎么说一顿 保险起见 还是不要回电话了 反正有急事 肯定会再打电话过来的 他叹了口气 手机摔在桌上 想想就烦躁 方之翼去了浴室洗漱 安静的房间里 都是稀里里的水声 方木蕊一时间 不知道是应该出去 还是继续待在房间里 空荡的时间里 林子太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他走到窗边接通 怎么了太子 林子太声音略微洪亮 姐 你这要牛咋不说呢 方木蕊一脸猛逼 牛什么 电话那头的人轻笑一声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 是不是方氏的那个总裁 方木蕊越听越不懂 不是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问 不是 白咬的事你不知道 白咬什么事 他起床到 现在还没看过今天的热点呢 就是白咬 昨晚连夜爆出来的丑闻啊 昨晚半夜忽然就 VB系统瘫痪了 到现在还在头条上抱着呢 方木蕊听完愣了愣神 我去看看 先挂了 挂了电话后 他切到 VB打开一看 就是挂在头条第一的 锦号白咬 清纯玉女 点进去 基本上把白咬进卷以来 所有的金主都报了出来 虽然金主都打了马赛克 但白咬和不同男人 出入酒店的照片 实打实地贴了出来 是怎么也洗不掉的 他记得昨晚喝酒的时候 方之一问他 他经常那样对你 所以 白咬的事情 是他出面 去收拾的白咬 就因为他上次在餐厅 对他说的那些话吗 平方之一的身份 的确能做到这些 林子泰说 新闻的昨晚半夜 爆出来的 所以他是昨晚睡觉 之前安排好的 如果今早他说 负责是因为 两个人迷迷糊糊睡在一起 那昨晚 他为他出头 是为了什么 他想不明白这些事 忽然浴室的门被打开 方之一发丝带着水珠 顺着他的脖梗 一路向下 顺着他的腹部肌肉 流进浴巾之下 消失不见 他垂眸咬着自己的下唇 调整好情绪后 才在他准备出门前问了声 那个 白咬的是 是你做的吗 他汗手 轻恩了一声 是我做的 怎么了吗 你 你怎么忽然去挖他的丑闻 就因为上次在餐厅 他说了你和我吗 方之一拿着毛巾 原本擦着头发的手 忽然停下 笑着 走到他面轻声说 我刚刚说的不清楚吗 你在我身边 我自然要护好你 更何况 我是准备娶你的 方木蕊的脸颊红了几度 又问了句 娶我 不是因为我们睡在一起吗 第181章 方之一 蕊蕊 八 方之一有点哭笑不得 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我们是睡在一张床上 但是我们都穿着衣服 现在这个时代 拖了睡在一起不结婚的 都大有人在 我会因为睡在一起 就单纯地负责娶你吗 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窗外的阳光 落在他未干的发丝上 泛着隐隐微光 他像是一个会发光的人 他就坐在那看着他 目不转睛 舒尔他的薄唇微动 我决定娶你 是因为我有点喜欢你 所以才用这简单又拙劣的借口 那你呢 同意吗 我 他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眼洁轻颤 呼吸的频率都快了几秒 方之一 似乎是看出他的紧张 缓缓起身 轻声地说 你可以考虑一下 先去洗漱吧 等会儿出来吃早餐 他微微点头 没有出声 方之一知道 不能逼着他太紧 这人看似大大咧咧 其实胆怯得很 直到听到身后门响 方木蕊才坐回床上 心口猛烈地跳动着 他急促地呼吸几口 才让自己平复下来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的余生 会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度过 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会联姻 相敬如宾的过一生 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他从来都不觉得 会和自己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但现在 好像可以了 他喜欢方之一吗 好像是有点的 虽然不多 但或许和他一样 都是有一点喜欢的 这点喜欢 应该会日积月累 越来越多的 方木耗曾经和他说过 如果这一生 没办法和一个 喜欢的人过一生 那就嫁一个 本身就很好的人 但现在这两点 方之一好像都占了 接下来的几天 方之一 都还是按照 往常一样的节奏生活 看到方木蕊 也没有丝毫的尴尬 两个人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方木蕊像是刻意 不去想那 天方之一说的话 他实在不敢确认 自己到底 要怎么走 接下来的路 如果方木耗现在确信 告诉他 不用联姻 或许他会立刻 去答应方之一 但是他不确定 不想白白答应了 到最后 却是一场空 他说 联姻没关系 但方木蕊也不想 以为白白的沉默 让他为了自己去做什么 他是个洒脱的人 但也是自己 感情里的怯懦者 大抵是第一次 遇见这样的感情 总觉得虚幻 几日后 方木蕊 还是照常下班后 准备回去 忽然手机里 收到一条陌生来电 接了之后 说是之前住的房子 被楼下投诉漏水 需要回去看看 路上的时候 方木蕊一脸猛 他记得临走的时候 好像管好了水的 快到楼下的时候 他给方之一发条消息 今晚我要回趟自己家 不用等我吃饭了 短信发完 手指按下密码锁 刚一开门 就看到家里 坐着几位壮汉 为首的是一位 较为年长的人 可说 这么大阵仗 是做什么 这人方木蕊认识 方木家的爷爷身边的人 看到这人自然就明白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了 小姐 该回去了 老爷说了 一定要把您带回去 带不回去 我也不用回去了 方木蕊没进门 一手放在门坝上 微微一笑 那您就留在这儿吧 说完 就顺手降门 反手一关 可他穿着高跟鞋 哪里跑得过屋里 那几个壮汉 扣回车里的时候 何书环给他 拿了双平底鞋过来 小姐这又是何必呢 万一跑崴了脚就不好了 方木蕊咬牙切齿 那我还得谢谢 何书 你贴心了 不得不说 老爷子身边的人 做事就是利索 抓到他倒上飞机中间 也就半小时 距离他给方木号 发完消息 到现在 也不过一个小时不到 他就已经坐在 回F国的私人飞机上了 方知一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 他吃完饭看了眼 时间已经七点多了 他打了个电话过去 一直关机 这次觉得不对劲 出门去了趟他之前的家 敲了许久的门 都没人开门 方知一这才发现 出事了 给薛岑打电话 电话打完半小时 薛岑才回电说 估计是被带回F国了 方知一松了口气 又问 那我去机场 不用 这会儿估计都已经 飞出国界了 我会过去一趟 你要去吗 上次 他问方木蕊的事情 他还没回应 他也不清楚 两个人现在的关系 刚准备开口 薛岑就立声问道 这你还要考虑 方知一 你不会是个渣男吧 方知一 我自然是要去的 闻声 薛岑才没有继续问他 挂了电话后方知一 才从方木蕊公寓门口 起身回去 再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看了眼 桌上留下的一点饭菜 转身收进了厨房 回到卧室的时候 方知一 只觉得房间里 太安静了点 明明住在一起 也没有多久 可偏偏就是觉得 不习惯了 这天他睡前 又喝了点酒住眠 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 还是睡在了 方木蕊房间的床上 他轻叹一口气 坐在床上 缓了好一会儿 才拿手机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 接得很快 甚至有一丝不确信 方知一 方知一抓了抓头发 声音低哑 是我 怎么了 你倒是破天荒 给我打电话 方知一沉默了好一会儿 直到对方 又开口试探性地问了句 你犯病了 他轻恩了一声说 我又梦游了 已经两次了 他梦游的毛病 已经很久没犯了 甚至连薛岑他们 都不知道他梦游的毛病 因为很早就已经控制住了 这个知道的人 也是因为 早年他的病情 就是他控制的 发病的诱因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电话那头低声询问 方知一有些无奈 我要知道我还问你 那你现在和之前的生活 有什么不同吗 又或者说 又发生什么 对你影响很深的事情吗 方知一几乎没有思考 就知道是方木蕊 他住过来之后 他才开始梦游的 他想了话 才开口说 我喜欢上一个人 想和他结婚 这算吗 那人呼吸中了几分又问 你们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吗 实质性的进展 就上次第一次喝完酒 抱着人睡了一晚 后来一喝酒 就会梦游到他房间 每次都是 我喝了酒之后才有的事 第182章 方知一 蕊蕊 酒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像是在消化他说的话 你的意思是 你把人家睡了 然后才开始梦游的 方知一想了会儿 好像不是这个道理 又好像是这个道理 重点不是喝酒吗 电话那头的人 显然有点无奈 只好答到 都差不多 那你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开点以前的药 方知一觉得 吃药可能也就这样吧 算了不用了 还有事 等我下次 有空去找你看看 说完刚准备挂了 那人又开口问道 那这件事 你最好和那人说一下 等下别人以为你是登徒子 你最近要忙什么 过段时间 我要出国 我呀 方知一面上带笑 像是想到了一件开心的事情 我要去找老婆了 方知一简单收拾了点东西 准备出门前 就收到了方木蕊发过来的消息 看样子是已经到了 我被抓回F国了 没什么事 这段时间就不用住你 那麻烦你了 方知一笑笑打下一缝字 那可能要麻烦你了 麻烦我什么 方知一推出后台 截了张机票的图片发过去 来找你 收留我 问你的问题 还没给我回复 他垂眸看着发过去的话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他会喜欢 还是不喜欢 方知一想得出神 直到手机的震动 将他思绪拉回 那就勉强给你 留个房间吧 方知一看着他回过来的消息 摇着头 嘴角笑的弧度更深了几分 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娇 倒是和薛岑有点像 到F国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方知一在这边有自己的房子 到的时候就给方木蕊打了电话 他像是还没睡醒一般 说话迷迷糊糊的 喂 我到了 在家吗 方木蕊猛了两秒 随机立刻坐起身来 又认真问了句 你到了 我去接你 他怕他在这国外孤身一人没地方住 连忙问了句 一边掀开被子 就准备起床 刚睡醒 方知一没直说 只是反问了他一句 没 我都起来了 你现在在哪个机场 你等一会 我马上就到了 他暗暗笑了笑 我没在机场 已经到家了 到家 你在这边有家啊 他恍然大悟般说着 这才想起来 他在这边也是待了很久 语气里带着点失落 方知一低声问道 怎么了 觉得我不能住你家了 失落了 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怎么会这样认为 方知一一听 就觉得 他又有点气急败坏了 好 是我说胡话 我现在去找你 你来找我干嘛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 方木蕊 听见他略带雌性的声音说 来找你 自然是因为 想见你 薛曾过来 后方知一微微帮了点小忙 不过好在老爷子 自己后来想通了 虽然说不用联姻 但之前定好的 也要去说清楚 这天好不容易去拜访完 方木蕊累得想摊在床上 洗漱完之后 早早就上床了 一觉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打开手机 就发现方知一 发了不少消息和电话进来 他开着静音 什么都没听见 忙想着 回个电话过去的时候 就听见门外急促地敲门声 刚想着是谁没事 一大早地就来敲门 他烦躁地开门 刚准备开口说话 就见门外的人 躋身进来 顺手关上了房门 方木蕊 方木蕊一下惊得没反应过来 你 话还没问出口 方知一就攥着他的手腕 一手举过头顶 方木蕊就压着门后 顿时紧张的氛围 让方木蕊不敢随便 乱动 眼前的人 就这样近距离地盯着他看 过了好一会儿才问 怎么电话都不接 方木蕊眼眸微眨 像是在闪躲 我开了静音 没听见 他声音小得和蚊子叫一般 但好在周围安静 两个人挨得静 声音小 也能让方知一听个完全 方知一有些无奈 但也不好责怪他什么 头又低下来几分 目光直直地盯着他 又问 你和薛森说 我们两个没有确定关系 方木蕊又把头低了低 没说话 方知一笑出声来 一手轻轻捏着他的下巴 把他头抬起来了点 直视着他的目光问 我没有和你确认关系吗 方木蕊小声又一阵词言地说了声 没有 你有没有问我要不要做你女朋友 我又没说错 他这回答整得方知一想笑 又有点无奈 是 我没问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但我记得我好像说过 我想娶你 所以 我要确认的关系 不是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而是问你 要不要做我的妻子 他头来的柔软又坚定 方木蕊脸颊烧得火热 汗水浸出肌肤 渗进衣服里 心跳在这一刻 剧烈加快 我 可以做好吗 他没谈过恋爱 第一次遇见 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愿意答应是假的 但他又怕自己 做不好这个身份 有什么做不好的 谁不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问女生 这个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 想和一个人结婚 他说完 明显感觉眼前的人露出笑意 方知一的手 微微松了松 放下他的手 垂眸揉了揉 他的手腕 安静片刻 他听见他说 那 都是第一次 我就勉强答应你 要是你对我不好 我肯定是要让你不好过的 方知一听着 应下他的话 那你要怎么让我不好过 方木蕊瞧着他 一副打破杀锅问到底的态度 有些没耐心 反正就是把你的生活搅得鸡飞狗跳 让你没一刻安生日子过 说完就要推开他 可眼前的人不仅推不动 反而又往前走了一小步 他被挤得更是动弹不得 还没开口说他 就看他低下头来 一手微微抬起他的下巴 没有一丝犹豫地吻了上去 他青涩木讷地不知道要怎么办 眼睛也不知道是睁开还是闭上 来不及等他多想 方知一扶着他的腰将人提了提 他轻柔地撬开他的齿观 像是一步步交踏一样 动作又轻又缓 过了一会儿他才松开 只副轻轻蹭过他的唇角温身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都紧张 以后怎么办 第183章 方知一 蕊蕊 十 方木蕊本就羞得脸红 被他这样一问 更是羞得想把脸埋起来 你这人 能不能就好好说话 他抬手轻轻推了推方知一 这会儿倒是松开了 方木蕊转身进了衣帽间 看他还想跟着进来 问了声 我换衣服 你也进来 方知一一听 步子往后退了一步 那我在楼下等你 他微微点头 才把门关上 走到楼下的方知一 刚坐下没多久 就听见门口有嘻嘻嘟嘟的声响 抬眼看去 就看见门外进来一人 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 衬的人身材奇长 转身脱下外套后 那人似乎是也注意到 屋内还有其他人 他抬眸看了眼 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人 也正在看着他 方知一大概能猜到 这人是谁 起身微微点头 客人 方木浩低声问了句 不知道是问一旁的飞庸 还是问地方知一 方知一浅浅一笑 目前是 简单三个字 让方木浩又抬眸看了他一眼 现在的目光里 多了几分打量和探究 刚没等他细问 就听见楼梯上清脆的一声 哥 方木蕊小跑来 顿时空气里 刚刚那点剑拔弩张的气氛 削米殆尽 方木浩看到他脸上 浮起一丝笑意 看到他穿好一身衣服 走过来的风里 都带着点香气 要出去 方木蕊连连点头 走到方知一身边 拉着他的手说 哥哥 这是我男朋友 给你介绍一下 说完他扯了扯方知一的袖子 我哥哥 方知一抿唇笑着说 我知道 有所耳闻 我是方知一 蕊蕊的男朋友 方知一伸出手 两个大男人的 较量在一个握手里迸发 暗暗使劲后 两个人默契地松开手 方木浩又开口说 既然来了 就一块吃个饭吧 啊 方木蕊愣了一下 又看了看方知一 他倒是格外的自然 都听大哥的 方木蕊总觉得 这两个人之间的 氛围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倒是白费了 刚刚喷的香水 他还以为要出门约会呢 晚上 一整顿饭的饭桌上 都格外的安静 两个大男人 不仅不说话 还一个比一个吃得端庄有礼 方木蕊觉得眉劲得很 好不容易吃完饭了 方木浩又拿了瓶酒出来 他拧了拧眉心 只觉得今晚不是一个安分的夜晚 方知一看到那瓶的时候 皱了皱眉 想起梦游的事情 他一手握着方木蕊的手 低声说道 等会儿我要是喝多了 就把我锁房间里 记得一定要锁门 方木蕊一脸困惑地看他 方知一纠结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喝多了梦游 话落 方木蕊看他的表情 更加一言难尽了 梦游 所以 这人之前喝了酒 睡到他床上抱着他是因为梦游 还没来得及等他多问 两个人就开始喝起来了 方木蕊只觉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结束 转身回了房间 再出来的时候 楼下的两个人早就喝得昏天黑地 他推了推方知一 这人早就睡死过去了 想起他说自己喝酒了会梦游 方木蕊忽然就好奇心发作 很想看看他梦游的样子 方木蕊让人来收拾了下桌面 又让人将方木浩送回了房间 他趴在桌子上 看着方知一半张脸埋在手臂里 熏红的脸颊带着眼瞼和鼻头 都是红的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触碰 在快要靠近的时候 又缩了回来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一点四十了 他想 他今晚是不是不会梦游了 想了会儿去到了杯热水 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坐在椅子上 没有趴在桌上 方知一 他没回应 方木蕊走过去 还没等走到他面前时 就看到他忽然站起身来 站在原地停了一会儿 才迈出脚步 再走到方木蕊面前时停住 时间仿佛停在这一刻 刚想伸手去扶一把他 手还没摸到他的衣袖 就看他忽然俯下身来 双手紧紧把他抱紧怀里 嘴里嘟囔着的话 太过含糊 听不清楚 他的身子 很沉 就这样搭在他身上 感觉到他好像泄了力 他伸出手扶着 他到沙发上坐下来 方木蕊还有点没缓过神来 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 才让他躺好 拿了床毯子给他盖上 回到房间的方木蕊 抱着枕头在床上笑出声 虽然说是第一次见他梦游 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呆萌 好像只有梦游的时候 他会那么乖了 次日醒过来的时候 方之义看着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 还以为昨晚没梦游 去房间叫醒方木蕊的时候 他俨然还没睡醒 方木蕊有些不高兴 还想继续睡 方之义还是把人摇了起来 在车上的时候 方木蕊醒得差不多了 才开口说起昨晚的事 你昨晚又梦游了 方之义一下握紧了方向盘 低声问了问 又梦游了 从餐桌梦游到沙发上 方木蕊摇头 你梦游过来抱了我一下 我就把你扶到沙发上去了 他打了个哈欠 又问 你怎么会忽然梦游啊 有原因吗 方之义想了会 很小的时候的事情了 有空说给你听 方之义的父母是联姻 没有一点爱 生下他之后 母亲在他三四岁的时候 就离婚走了 临走的时候 甚至没有多看一眼他 在后来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梦游 那会他的医生说 他的潜意识里 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所以 他会在梦游的时候 说两个字 别走 方之义侧目 看着方木蕊问他 昨晚 梦游的时候 我有说什么吗 他点头 你说的不清楚 我都没听清 方之义汗手 如果他听到了 估计会杂杂呼呼地问他 喊谁别走 想到这忽然有点想笑 他好像知道自己 忽然梦游复发的原因 是什么了 开到目的地之后 方木蕊打开车门 看了眼这是哪里 看明白之后 抬手遮着阳光 困惑地眯着眼问他 我们来市政厅干什么 方之义漫步走过去 牵起他的手 一字一句正中道 昨晚好不容易搞定了大哥 自然是要抓紧时间 带你来认证 做我的 老婆 第184章 楼商 黎安安 一 楼商第一次见到黎安安的时候 是在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 乖巧得像是童话里的公主 他将头发高高盘起 会用小发卡围上一小圈 在众多世家 千金里面只有他最高傲了 不可一世的模样 让人觉得 他天生就应该是被万众瞩目的 那一年 黎安安十岁 楼商十三岁 他和黎家的老大黎虫是同学 同学几年 他们关系还不错 自然会被邀请参加 黎家小姐黎安安的生日宴 他在公愁交错的迷离灯光下 见到那个小女生 他和黎虫说 你妹妹很漂亮 当时的黎虫笑道 那是自然 再后来一次 见到黎安安 已经是他读高中的时候了 那是楼商第一次看到 黎虫兄他的妹妹 楼商想着劝劝刚说一句 就被黎虫对了回去 你也不看看 他干了什么好事 自己在学校被人欺负也不说 一个高中生了 还是黎家的人 被学校的人堵在角落起欺负 要不是我路过看到 他还不打算说 楼商顿时没说话了 只是看着黎安安 双眼通红 被训得委屈极了 黎虫说了几句 转身去阳台抽了几根烟 啊 你哥哥也是关心你 你要知道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你受欺负了 你哥哥会很自责 是他没有照顾好你 楼商耐心说着 黎安安眼俭微台 身子一颤一颤的 是吗 我 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 那安安可以说说 是为什么被欺负了吗 楼商双眼注视着他 温声问他 黎安安咽了咽口水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低声说 班上有人追我 但是我没答应 那些女生 是那个男生的追求者 所以他们才看不惯我 说完 他泛着粉色的鼻尖 轻轻一吸 楼商笑出声来 那说明你很受欢迎 是好事 是他们做的不对 会有人教训他们的 去和你哥哥认个错吧 楼商抿唇一笑 站起身摸了摸他的脑袋 看着他不情愿的背影 楼商摇了摇头 倒是个受欢迎的小姑娘 过了好一会儿 就看到黎安安回来了 表情倒是没一开始 那么委屈了 路过楼商身边的时候 说了一声 谢谢哥哥 彼时的楼商还没想过 这一句话 会被他记着很多年 次日 黎安安放学的时候 就看到那几个女生 急匆匆地过来给他道歉 说什么都要黎安安原谅他 黎安安只觉得有点懵 第一时间就觉得 应该是哥哥做的 他看着 那几个人想着 哥哥昨天说的话 他轻飘飘地道 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 不用白费力气了 说完 他收拾了桌上的东西 就往外走 刚出校门 就看到门口停的一辆车 他觉得眼熟 但又不是离家的车 刚走过去 就看到车上下来的人 黎安安小步跑过去 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 楼商哥哥 你怎么来了 楼商眉眼微调 上车带你去吃饭 好 黎安安一溜烟 就钻进了副驾驶 等楼商上了车 他才开口问 是哥哥叫你来接我的吗 楼商倾笑一声 你哥哥在忙 就不能是我想 带你去吃饭吗 自然可以的 楼商哥哥对我最好了 黎安安一张嘴 像是抹了蜜一般 看着心情就很好 今天那几个欺负 你的人有去找你吗 他开口问了句 黎安安连连点头 刚刚他们还来找我 求我原谅吗 听完 楼商才阴声 那就好 黎安安略微好奇地 看着楼商又问了句 那几个人 是你去找他们说了什么吗 不然 他们怎么会给你道歉 安安以后 有什么事 要是不方便和你哥哥说的 你来和我说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你受欺负的 画落他的手 在黎安安发顶上摸了摸 黎安安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 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知 知道了 吃饭的时候 黎安安时不时抬头看楼商 他轻声问了句 你最近 是不是快毕业了呀 楼商和哥哥一样大 现在应该差不多快到大四了吧 听到他嗡了一声反问他 你不是也快毕业了吗 我 我那是高中毕业 你是大学毕业 黎安安捶着毛子 听见楼商浅浅的笑声 是 有想好考什么大学吗 还没 楼商看他扒拉着碗里的饭 不知道想什么 他轻声问道 听你哥哥说 你很喜欢设计相关的事情 啊 黎安安抬起头看 正好撞进他的目光里 他躲闪开 急忙硬倒 是 是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试试 距离考试还有点时间 多努力 说不定就成了呢 楼商轻声安慰道 黎安安捶着毛子 嘴角微微弯起 心里好似有了的答案一样 后来一直到高中刚毕业 黎安安都没见过楼商 就连自己哥哥都很少见到 再见面 还是毕业之后 楼商和黎虫在书房谈事情 黎安安不是有意想要偷听 他只是切了点水果 打算送过去的时候 在门口偷听到的 你家的事情我不好多说 但是你爸看样子 就是不打算把楼家的产业交给你的 你怎么想的 楼家的东西 我也不惦解 他爱给谁给谁吧 我的是有什么好说的 你呢 安安已经高中毕业了 你是不是也打算给他找个嫂子 谈到这个话题 黎虫就一个劲地装傻 他淡淡道 没遇到合适的 楼商抬眸看了他一眼 总觉得说的不是那么轻松 他轻笑一声 没合适的 有喜欢的吗 黎虫没说 话锋一转 他改口道 爸妈有想法 让安安去联姻 楼商双手交叉放在腿上 安静的几秒里 门外的黎安安 也觉得心跳静止了一般样的 只听到楼商平淡地说 安安不会愿意去联姻的 说完 黎虫笑了笑 你都知道 我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自然不会让他去联姻的 他喜欢谁就随他去吧 楼商浅笑 挺好的 他没说什么话 门外的黎安安听着 心里有一丝庆幸 又有一丝失落 第185章 楼商 黎安安 2 不用联姻 其实挺好的 黎安安应该是高兴的 但是听到楼商满不在意的语气时 心情还是有一点失落 他说不上来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 他轻轻敲了敲门 片刻后开门的是黎虫 那个 哥哥 我切了点水果 你们尝尝 黎安安把东西放在黎虫手上 就退了出去 顺手降门带上 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楼商在哪 是在看着窗外 还是在看他 其实这段时间 他是想告诉楼商 自己有努力的 他好像可以考上 自己想去的学校了 但是看到了 又好像说不出口 关上门楼商才问道 怎么了 安安 来送点水果 说完他放在桌上 果盘里切好的奇成 和小块的火龙果 倒都是他喜欢的 他顺手插了一块放进嘴里 细细咀嚼后淡淡道 味道不错 临走时 楼商上楼敲了敲黎安安的房门 黎安安原本以为是黎虫 开门就是 满脸的不耐烦 干嘛呀 说完才抬头看到楼商 楼 话卡在嗓子里 楼商抿唇一笑 没事 就过来问问 你考得怎么样 黎安安愣了一瞬 随后说 还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就是考得不错 下次给你带个礼物 说完 楼商刚准备走 身后的黎安安叫住他 楼商哥哥 嗯 他回眸微微歪着头 你会一直留在海城吗 楼商虽然不明白 他怎么这样问 但还是答道 会 黎安安微微点头 楼商又问 还有事吗 闻声黎安安摇头 楼商笑笑 那我先走了 在楼商转身下楼的时候 黎安安声音轻轻的 用轻道 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 说了声 再见 黎安安开学之后 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 黎虫偶尔会来学校看她 每次来学校的时候 黎安安都会带着 许梅一块去吃饭 两个人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 但好在能撞在一块的空闲时间 还是挺多的 这天还是黎虫来接她去吃饭 刚出校门 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那人手里拿着一捧玫瑰花 笑得腼腆 黎同学 我是建筑二班的官棋 可以认识一下吗 一旁的许梅 扯了扯黎安安的袖子 黎安安侧目看了一眼 许梅对着她使了个眼色 就看到不远处 树荫下的黎虫 正站在那看着她 黎安安又看了眼眼前的人 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 暂时不考虑谈恋爱 说完 牵着许梅的手就走了 走到车旁 黎虫阴阳怪气地来了剧 怎么 很受欢迎啊 冲着黎虫阴阳怪气的态度 黎安安就没个好气 你没被人表白过呀 阴阳怪气的 我又没答应 再说 你妹妹受欢迎 不是很正常的吗 黎安安喃喃着 黎虫扯唇笑了笑 行 你受欢迎 一个个的都要谈恋爱 小梅呢 在学校有人追吗 话题转到许梅身上 她脸色变了变 抿着微微一笑 没有的 黎安安看了看许梅 手放在她手背上拍了拍 好好的你扯梅梅身上做什么 怎么就一个个都要谈恋爱了 还有谁谈恋爱了 黎虫一边开车 一边淡淡说着 就楼上呗 身边天天一个女的跟着 约她打个高尔夫 天天没空的 可不就是谈恋爱了 说完 车厢内安静了一会儿 黎安安没接话 她只觉得 自己心里默然沉了下去 像是沉浸了 深不见底的寒谈里一样 不舒服 但她明明知道 这点不舒服的感觉 没有由头 没有合适的理由 回去的时候 她想了好久 最后才发现 自己是不是有点喜欢她 不然为什么会听到 她谈恋爱的事情 会心不在焉很久 但是知道了 好像也没什么用 都太晚了 次日去上课的时候 刚坐在座位上 就有一份新鲜热乎的早餐 送到了她面前 又是那天在门口送花的人 黎同学还认得我吗 建筑系的 关琪 黎安抬眼看瞥了一眼 就将早餐挪到了一边 嗯 知道 这个我不需要 以后 也不用白费心思了 关琪看着她 挪开那份早餐 丝毫没有失落的表情 只是收拾好坐在她身边 这堂课本就没什么座位 黎安安也不好直接赶人 只好当作身边没人 一堂课下来 黎安安课程没听进去什么 倒是听她在耳边念叨很久 黎安安有点无奈 下了课就直接说道 同学 我不喜欢你 也不会喜欢你 下次你不要来我上课的地方了 你坐在身边太吵了 我没法好好上课 说完就从她身边擦身过去 周围都是熙熙攘攘的目光和话语声 说她不好的也有 说关琪的也有 黎安安倒是无所谓 一连过了好几天关琪 没有跟着她上课 只是下课就在教学楼下等着 不是看电影 就是其他社团活动 又或者是在一块 报名了黎安安的社团 黎安安都没答应过 她倒是坚持不懈 足足半个月 她就像块牛皮糖一样甩不掉 黎安安也懒得搭理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月底的时候 海市博览中心有个设计展 许梅为了考试要好好练琴 黎安安只好自己去看展 到了展览门口的时候 她又看到关琪 正觉得对方阴魂不散的时候 关琪忽然猛地朝她这边跑过来 黎安安正好奇 就被她一把推开 身后一辆及时的摩托车 和她侧身而过 黎安安猛了 反应过来 才慌忙去看她的伤势 看着好像是只有擦伤 黎安安连忙将人送去了医院 检查一趟下来后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事后多注意休息就行 黎安安这才松了口气 关琪也站起来跳了几下说 没事的 你看我好着呢 她抿唇一笑 嗯 忽然觉得 这人好像也没有那么烦人 黎安安扶着她 准备回学校时 刚出医院的门 就听见一声耳熟的声音 安安 黎安安回眸就看到 从医院出来的楼桑 脸色不是很好 但还是脸上带着笑意 怎么来医院了 是生病了 楼桑看了看她身上 好像没什么伤口 黎安安刚准备说话 就听见一声甜美的声音 在楼桑的身后喊了声 楼桑 那个女生黎安安好像见过 在某些跟着梨虫 出席的晚宴上见过 是云家的小女儿 叫云妍 第186章 楼桑 黎安安 3 那人笑得娇软可人 刚走过来 一双手准备落在楼桑 臂弯时 被她微微侧身躲开了 黎安安抿着唇微微一笑 淡淡道 没生病 男朋友受了点小伤 来医院看看 现在没事 准备回去了 楼桑神色一致 扯了扯唇问道 男朋友 黎安安垂眸 嗯 说完 对面没说什么话 云妍的手 又扯住了楼桑的胳膊 这是谁啊 不介绍一下吗 楼桑还没开口 黎安安就现一步开口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学校了 楼桑哥再见 她摆了摆手 转身走出了医院 楼桑冷漠地甩下云妍的手说 你能不能注意点分寸 黎安安走得快 身后的关琪 走了好一会儿 才跟上她的步伐 黎安安注意到的时候 放缓了脚步 言语带着些歉意 不好意思 没注意到你 我们打辆车回学校吧 关琪应了一声 对她的变化没有询问太多 到学校的时候 黎安安看了眼 她腿上的伤低声问了句 你自己可以回宿舍吗 可以的 没事 黎安应了声 那我先回宿舍休息了 她刚走一步 关琪就叫住她问了声 你刚刚说我是你男朋友 你的意思是 打算答应我了吗 黎安微愣 想起自己刚刚说的话 既然自己喜欢的不可能 那她是不是应该 接受别人的好意试试 她抿嘴一笑 嗯 试试 关琪喜上眉梢 立马变得高兴了起来 那你回宿舍休息 明天我去看你 回去的路上 黎安安就一直在想 明明已经知道了 但还是觉得难受 就好像是眼睁睁 看着那个会保护自己的人 已经慢慢走远了 甚至不知道 自己刚刚答应关琪 是对还是不对 回去黎安安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还是照常起来去上课 关琪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教学楼门口等她 热乎的早餐 放在她掌心 伤口好点了吗 黎安安开口问了句 关琪点头 黎安安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回去休息吧 我去上课了 黎安安还是不习惯 有人跟着她一块上课 关琪也知道 那你下课了 我们去吃饭 中午我和朋友约好了 关琪 没事的 带上你朋友一块吃就好了 黎安安没说话 抿着点了下头 就往教学楼去了 上课的时候 黎安安就给许梅发消息 说了下昨天的事情 但是自己喜欢楼上的事情 只字没提 过了好一会儿 许梅回消息过来 都已经硬下了 也不好反悔 相处看看吧 实在不行 后面再提分手吧 只是谈恋爱而已 反正你也没谈过 黎安安看着屏幕 觉得也只能这样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许梅跟着黎安安一块 在看到关琪的时候 许梅仔细看了看 但对方很有礼貌的模样 挑不出什么错来 但就是游心的 不是很喜欢 倒不是长得多丑 但是就觉得 那个长相太温和 总觉得她笑起来的时候 没什么好意 回去的时候 黎安安问她 你觉得关琪怎么样 许梅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 但看着黎安安 也抱着无所谓的样子 只好开口道 言行都还可以 但是看着 就不是很喜欢的感觉 我之前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一直没答应 等再过段时间看看 要是对我一直这样的话 谈谈也可以 黎安安说的时候 语气淡淡 可许梅总觉得 这样的她不高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黎安安都在忙着上课 设计的专业 花的时间总是格外的多 以至于和关琪在一起 一段时间 却还是没什么进展 见面的时候 也只是说几句最近的事情 平时更是很少聊天 黎安安觉得 或许她是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她想着和许梅说说 什么时候和关琪谈分手 比较合适 这天晚上 她拒绝了关琪一块吃饭的事 和许梅约好了 在校外酒吧街的一家小酒吧 许梅到的时候 头发有点乱 刚想问问怎么了 就看到她嘴角都轻了一点 带着点红血丝 你这是怎么了 谁干的 许梅擦了擦嘴角笑了笑 没事 我把人打了 现在别提有多痛快了 这样一说 黎安安就知道了 又是方叔他们 许梅没接话 转言问道 今天找我想说什么呀 恋爱谈不下去了 黎安安淡淡笑了笑 有点吧 可能是我这个人有点无趣 这和梅谈有什么区别 许梅到了杯酒 看着杯中的冰块上下起伏 她开口问她 你是觉得谈着没意思 还是觉得和这个人谈着没意思 黎安安也说不上来 大概还是因为自己并不喜欢关琪吧 那现在怎么办 就直接分 那我是不是太扎了点 许梅乐乐笑出声 什么时代了 谈个恋爱不合就分呗 总好过一直耽误人家好吧 也是 黎安安说着 手上的酒杯和她相撞 两个人刚准备回去的时候 就意外听见熟悉的声音 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落黎安安和许梅 都不由自主地 转头看向一旁的卡座 许梅拉着黎安安 在一旁的座椅上坐下 这不是在包厢里 说话声音大一点 别人都能听见 加上关琪的声音 两个人都听过 自然熟悉 酒吧内光线昏暗 他们也没注意到 身边坐下了什么人 刚坐下 就听见关琪继续说 那女人虽然漂亮 但是木讷得很 在一块快两个多月了 平时手都不给拉一下 要不是看她家事好 鬼才在她身上耗那么久 黎安安听着 眉头猝起 平时两个人见面少 加上黎安安总觉得对不起她 其他方面倒是格外大方 就连每天给她带的早餐 黎安安都发了红包过去 倒是这人是这样想的 那关哥还继续掉吗 关琪身边一人问了声 关琪晃了晃酒杯 带着玩味的语气说道 掉啊 给的挺多 多磨一段时间 总能尝到什么味的 说完 黎安安只觉得身上 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恶心得很 第187章 楼上 黎安安 4 黎安安一句话都没想听下去 要不是许梅拉着她 可能当场就直接把人打一顿了 但斟酌一番之后 黎安安稍微控制了 一下自己的脾气 忍着怒火走到隔壁桌 还没等她开口说话 关琪就看到她了 连忙坐直了些 脸上还是 一如既往的温和戴笑 安安 你怎么来这里了 黎安安 看她还想继续装 冷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 还装呢 刚刚说话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个态度 黎安安开口直言 说完肉眼可见 关琪脸上的表情变了 整个人又瘫坐回座位上 都听到了 原本还想着再和你玩玩的 听到了 那就没办法了 断了吧 她说的语气轻松 脸上没有一丝 自己做错的态度 黎安安倒是没发现 这人的脸皮可以这么厚 刚刚说了那么多话 是真以为她好欺负吗 好在她有点自己的原则 再要换做别的小姑娘 就活该被她骗了 高中那次过后 黎安安就告诉自己 就算自己不是离家人 也不会让别人欺负到自己头顶上 你刚刚说的话 再说一遍 黎安安淡淡笑着说 关琪一听 反倒是来劲了 怎么 不要你了 有危机感了 那你现在跟我去酒店 我说不定可以看你表现 黎安安轻笑一声 许梅在一旁听着 步子往后退了两步 以免误伤到自己 心里默默为关琪默哀一阵 这人看来 是对黎安安的危害 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想之前他们两可是 互相当自己的陪练 不打到两个人 累倒一个不罢休的 刚这样想着 就看着黎安安 抄起桌上一个酒瓶子 往桌上砸去 清脆的破裂声 让同桌的几个女生 尖叫着闪躲 关琪的脸色也皱变 周边的人迅速退开来 还没等关琪反应过来 就看到黎安安手里 拿着那半个酒瓶子 关琪侯杰一滚 连带着冷汗 都从头上冒出来 啊 安安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关琪想推推那个酒瓶子 他连话都不敢张大嘴巴说 总感觉嘴巴一张大 那尖锐的玻璃 就能戳破他下巴的皮肤 他甚至可以闻到 自己的血腥气 关琪看着黎安安 眉眼带着笑他 甚至在他眼里 看到了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关琪越发惶恐 那个 你冷静点 可不能闹出什么人命的事啊 黎安安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怎么 还知道不能闹出人命啊 这么害怕 可是我还没完够呢 你说 要是放任你这种人 继续在学校里面 还不知道 你下一个目标 会是哪个女生呢 万一别人脆弱一点 被骗了之后 想要跳楼怎么办 你是不是也只是和我现在一样 觉得没完够呢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着他修长的指甲 在他脸上刮蹭着 关琪只觉得 他那指甲和锋利的刀片一下 刺得他脸颊生疼 一旁关琪的同伙 准备拿出手机打电话 许梅瞥眼一看 直接抬脚 将那人手机踢飞了 那人抬头一看 手上都跟着抖了起来 顿时不敢动了 不过许梅知道 拦了一个也没多大用处 现在估计也已经有人报警了 毕竟这里是公共场所 关琪这时 已经是吓得不敢动弹 身旁的几个人 也是不敢上前 生怕黎安安有下一步动作 连忙小声开口 我知道 错了以后不会了 真的不会了 线下除了认错关琪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完黎安安的手 又用了几分力气 只觉得那玻璃茶子 又入肉了几分 黎安安从口袋里 拿出手机来 按下录音后又问道 认错总要有个凭证吧 来仔细说说 错哪了 见黎安安一肯罢休的模样 关琪连忙开口 我错了我不该欺骗女生 我是个渣男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说完他抬眼看了下黎安安 面上说不上是否满意 只是拿着手机 又放出了那边语音 僵持一会后 黎安安松了手 关琪松了一口气 从沙发上滑坐在地上 颤抖地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竟然渗出一丝血迹来 关琪咽了咽口水 背上都是冷汗 黎安安这才放下手中的东西 腻了关琪一眼 好自为之吧 刚说完门外的警车声渐进 黎安安回眸瞧了一眼 看了眼酒吧内的人 所有人目光都往这边看着 黎安安这才反应过来 淡定地撩了撩头发 拉了张一旁的椅子坐下 警察进来的时候 黎安安自觉地站起身来 关琪还贪坐在地上 没有一丝力气 到了警局之后 两个人就被带到了调解室 调解室里 关琪一个劲地给警察道歉 黎安安倒是在一旁坐得自在 说叫完关琪后 警察才看了眼黎安安道 有话好好说 怎么能随便拿着尖锐物品 对着别人呢 实在不行 叫警察也是好的知道吗 黎安安点头 态度诚恳 结束的时候 因为是挑事的一方 警察让黎安安叫家长来接人 必须叫家长来吗 警察点头 你这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你都成年了 这是肯定要叫家长 来把你领回去 黎安安听了有点无奈 许梅低声问他 你要叫黎大哥过来吗 叫了的话 黎安安肯定少不了一顿责骂 我也不想啊 那也没办法啊 黎安挠了挠头 许梅建议到 要不你叫那个楼家的哥哥来接你 反正都是哥哥 楼商 又提到这个名字 黎安安起初是不愿意的 毕竟万一影响到他也不好 但这事儿 的确也不能告诉黎虫 挣扎一番过后 黎安安还是拿起手机 拨了楼商的电话 一开始他还想着 结果没想多久 电话就被接起了 安安 楼商低声问了声 是我 楼商哥你现在有空吗 楼商已经很久没接到 黎安安给他打的电话了 自从上次在医院 见了一面之后 黎安安更是像刻意躲着太阳 今天倒是出奇地 打了个电话过来 怎么了 有空的 那你能来一趟警局接我吗 别告诉我大哥 听到警局两个字 楼商微微愣住 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拿起衣服 就往外走 哪个警局 在那座好等我 第188章 楼商 黎安安 5 电话挂了半个小时不到 就看到楼商急急忙忙地过来 手上的外套 松垮地搭在手臂上 领口的扣子 还乱了两颗 和警察说了之后 就楼商也被警察说了两句 楼商这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黎安安的时候 他也没训斥什么 只是淡淡道 我送你们回学校 黎安安看到他的衣服凌乱 本想问问他 是不是打扰到他了 但是又说不出口来 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 许梅觉得这两个人的气氛不对 转身就开口 我先回去了 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楼商才开口问道 今天挺厉害 还会用酒瓶子 顶别人下巴了 这要是让你哥知道 可少不了一顿训斥了 要是能让他知道 我就不麻烦你了 黎安安嘴上嘟囔着 楼商轻笑一声 不算麻烦 只是有点匆忙 黎安安没说话 不用他说 也看得出来他匆忙 他转身走到汽车后备箱 拿来的小盒子出来 递给他 黎安安有些不明白 没有及时伸手去接 楼商又往前递了点 说好的 考上大学的礼物 一直忘了给你 说完 黎安安才伸手接过 嘴上道了句 谢谢 空气中又忽而僵持下来 黎安安准备进去的时候 楼商又问了声 这回是分手了吗 黎安安的脚步一正 不知道他下半句会说什么 强忍着剧烈跳动的心跳声答道 嗯 分手了 他回眸看着 站在原地没动 楼商轻声说 下次遇到这种事 给我打电话 我接手了一个保镖公司 手上有点人 这种事 还是不要自己亲自动手的好 黎安安唇角微动 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来 好 我知道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校门 楼商没有再次喊住他 一直到放假黎安安回家 他都没有再遇见楼商 像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地平线一样 缓慢地各自往前去 倒是在那天之后 关系就像消失了一样 学校的通报说 犯了大过 直接被退学了 这个人像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黎安安再次收到楼商的消息时 还是过年的时候 收到的一条新年快乐 上次的事情 他没有和哥哥说话 其实按理是应该感谢一下的 黎安安回了条消息 新年快乐 这两天有空吗 可以请你吃顿饭吗 发出去的时候 黎安安总觉得不安 不知道是害怕他拒绝还是怎么 过了片刻楼商才 回了消息过来 有空的 想吃什么 黎安安忽然定下心来 我都可以的 看楼商哥想吃什么 楼商没确切回复 只是回了句 过两天来找你 到时候再说吧 黎安安觉得 可以没有再细细去问 时间转眼到这天 黎安起得早 下楼的吃早饭的时候 正好看到黎虫和楼商 坐在客厅里 黎虫看着这两个人 表情怪怪的 单单问了句 安安要出去 黎安安文言顿了顿 没有答话 楼商说了声 等会儿带他出去玩会儿 你平时给人压力太大 又没空带人出去玩 我只好 替你做好这个哥哥了 黎虫没有多言 只是带着楼商 去了楼上谈试 午饭的时候 楼商准备下楼出去的时候 黎虫多嘴问了句 你不会是对我妹妹 有什么意思吧 楼商脚步一致 没有直言 只是问道 你觉得呢 黎虫看他没有直接拒绝 就知道的大概 但是安安好像对你 没有那个意思 楼商又怎么看不出来 平时谈话间都带着书里 他也不好过多打扰 他轻叹一口气 他还小 好好上学才是正事 黎虫没有多加过问 只是下楼后 多叮嘱了一句 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黎安安点头 知道了 说完他跟在楼商身后 两个人之间 总带着距离 上车后 黎安安还是一如既往地 保持沉默 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楼商寻常地问了声 最近课程还好吗 看你好像很忙的样子 黎安安垂眸 听到他问也只是 轻轻应了一声 还好 上课这么忙前段时间 还有空谈恋爱 楼商偏头问了一句 听着暗戳戳的 有些不爽的感觉 这不是分手了吗 楼商哥不忙忙 不也谈恋爱吗 时间不都是抽出来的 黎安安声音很小 看着窗外倒带的景色 嘴里不知道 怎么就说了一句 说完才感觉说得 有点欠妥 楼商侧目看了黎安安一眼 轻轻地笑声 在车厢里响起 他沉声问道 你哪里看出来 我谈恋爱了 我怎么不知道 安安还会看面相了 他说得幽默风趣 饶视心情不佳的黎安安 也浅浅笑了下 但是他说的意思是 没谈恋爱吗 那楼商哥没有谈吗 上次在医院 不是还看到了 他微微抬眼看了 看楼商的表情 他只是淡淡解释道 那人原本是楼家人 给苏静挑的对象 结果对方没看上 转手跑来纠缠我 缠了几天就给打发了 原来是这样 不是女朋友 那我哥还说 黎安安说到一半 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楼商接话问道 你哥说什么 说我谈恋爱了 楼商笑出声 有点难以言喻的无奈 黎安安没说是 但楼商也猜得差不多了 有时候别听你哥乱说话 有什么事想知道 直接来问我 知道吗 黎安安轻轻嗡了一声 说完没多久 车子缓缓停下 黎安安看了眼窗外 像是一家新开的饭店 楼商简单点了几道菜 看着黎安安总是沉默 不与楼商轻轻敲了敲 黎安安面前的桌子问道 最近怎么好像很怕我一样 话都不说了 以前不是和小辣椒一样 黎安安微微有点不自在 轻咳一声 没有不自在 以前那是还小 没什么礼貌 楼商微微抬也没说什么 只是拿着手机刷了刷随后 递到黎安安面前 黎安安还有点不解 还没看清屏幕上的内容 眉心就拧得紧紧的 手机上屏幕上 是关齐的一些个人资料 黎安安还没问为什么 就听见楼商轻声说 你还小 有些事还不太懂 虽然你刚刚说已经分手了 但有些事还是需要告诉你 你那个同学不是什么好人 骗一些女孩子的同情心 做了不少恶事 之前因为未成年 所以没有留案底 好在以后也不会见面了 下次要自己多个心眼 拿不准的就叫你哥看看 第189章 楼商 黎安安 6 黎安安听到这话的时候 眼瞼微抬 暗灭了手机屏幕 往他面前放了放 淡淡说了声 知道了 以后不会接触的 楼商哥怎么想着 要去查他的底细 楼商顺手将手机收起来 看着他低垂个眉眼 还以为他依旧对那人有点伤心 心里闷闷的 嘴上的语气也淡淡的 如果是你哥知道了 也是要查一查的 毕竟你还小 第一次谈恋爱 怕你被骗 黎安安心口一堵 看着满桌的饭菜 却没有什么心思 一餐过后 黎安安回家的时候 客厅黑着 路过书房的时候 从门缝里 投出些光亮来 黎安安一直都知道 家里的事情 都是哥哥管 这才会这么晚了 还在工作 黎安安轻敲了下门 狸虫的声音 从里头传出来 静 推门后 就看到狸虫靠背 有些头疼的模样 黎安安放下手里的包裙脚走过去 哥哥这么晚了 还在忙吗 黎虫才放下手 唇角微敏 没什么 都是一些琐事 吃完饭回来了 最近看你对楼上不是很待见 还以为你们闹别扭了 黎安安摇头 没有的是 最近太忙了 有点心情低落而已 黎虫看着她 的确有点疲累的状态 在学校还好吗 最近都没去看你 黎安安点头 还好的 那黎虫语气微顿 又把话收了回来 没事 时间不早了 去休息吧 嗯 哥得晚安 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 黎虫又叫住她 安安 黎安脚步一顿 还没问怎么了 黎虫又开口问 国外一所设计大学 哥哥有点关系 你想去进修吗 黎安心里一阵犹豫 不知道怎么回答 去吧 哥哥 我想去的 听她这样说 黎虫心里有了答案 微微汗手 好 去休息吧 黎安知道自己这个时间段 要做什么事 比起小女生的感情是 在她看来 更重要的是 要去分担哥哥身上的单单子 能让她少操心就行了 更何况对于楼商 黎安安实在说不清 是年少不懂事的情感依托 还是真的喜欢 加上楼商对她 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与其把事情放在这方面 不如依照哥哥的意思 出国进修来得好 事情定下来后 黎安安就去学校办理手续了 过完今年这个年 黎安安就准备去国外进修了 走之前 黎安安又拉着许梅出来喝酒 要说舍不得 还是舍不得许梅一个人 在国内不开心 以后我不在国内 你可就一个人了 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就算是凌晨 我也一定会接电话的 黎安安喝得脸颊微醺 面色红润 许梅笑着说 不用担心我的 过段时间 我也要去F国准备进修的事了 许梅说完 黎安安这才反应过来 脑袋歪歪 对哦 我都忘了 看着黎安安现在这副模样 许梅一瞧 就知道是喝醉了 安安 你喝太多了 我送你回去 说着 将桌面上的酒瓶子一推 放远了些 黎安安整个人身子软软的 许梅将她放在车上 就费了不少功夫 代价开到梨家的时候 许梅按了几声门铃 开门的是梨虫 小梅 许梅微微点点 安安喝醉了 黎大哥方便把她送回房间吗 梨虫看了眼她身后 车门还开着 黎安安倒在后排的座位上 梨虫眉心微拧 语气略微抱歉 辛苦你了 安安还是这样不懂事 说完 直接走过去 将黎安安从里面抱出来 可能是动静太大 林仪也醒了 出来就看到 黎安安醉得不成样 原本看着林仪睡着了 黎虫本来就不打算叫醒她 看着现在林仪出来了 也只好开口说了声 安安喝多了 我先抱她上去 麻烦林仪给她煮完醒酒汤 完了再给她换件衣服 林仪连连点头 好的好的 我这就去 安安怎么这么晚了 还喝得这么多啊 林仪一边往厨房 去一边嘴里嘟囔着 黎虫送黎安安回了房间 下来后 才看到许梅还没走 黎虫走过来 许梅问了声 安安还好吗 没事的 安安还好 有林仪 再没事的 这么晚了我 让人送你回去 许梅摆手 没事的 我叫了代价 马上就到了 黎虫敏唇微微点头 安安要去进修 大概是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国内 她最近心情不好 我过段时间 也要去F国进修的 只是可惜和安安不是一个国家 听到她也要去进修 黎虫又说了句 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你和安安一样 我都是当做妹妹的 许梅点头 掌心的手机嗡嗡作响 她垂眸看了眼 她没急着去接 只是开口道 代价来了 黎大哥 我就先走了 她摆了摆手机 转身出了门 顺手带上了门 黎虫没说话 转眼看着窗外十远的车辆 年后黎安安收拾东西 准备去国外的时候 接到了楼上的电话 这还是年前那顿饭之后 黎安安第一次接到楼上的电话 准备去进修了 楼上的声音低哑 声音里明显听得出来 有点倦雷 楼上那头停顿了几秒又说 一个人在国外要自己注意 有事情不愿意和哥哥说的就找我 知道吗 听到这句话 黎安安其实一直想问 她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认为 除了哥哥 他是可以依靠的人 还是他全然 把自己也当做了妹妹 又或者 是除了妹妹之外 他还有别的心思 黎安安最后还是没问 只是低声应了一句 挂断电话前 楼上又开口 明天去送送你 黎安安本想拒绝 转念又想着 他大概会跟着哥哥一块来 就随口答应了 好 谢谢 楼上挂了电话 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最后还是觉得 黎安安最后说的那句谢谢 太过生疏了 楼上想了会儿 又觉得是自己多心了 黎安安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对自己输尽疏远的 脆弱的 又带着十足的倔强 第190章 楼上 黎安安 7 一日中午 到机场的时候 黎安安在机场等了一会儿 没看到黎虫的身影 刚准备打电话问时 肩膀处就被轻轻拍了拍 黎安安转头就看到 黎虫手里拿着外套 似乎是跑过来的那里 只穿了件衬衣 在四月的天气里 都能一头的热汗 哥哥是跑来的吗 哥哥要是有事 可以不用来送我的 黎安安看着他形色匆匆 一看就知道 过来的时候 赶得紧急 说完 他又看了看黎虫身后 没有别的身影 心里微微有点失落 但脸上神情没什么变化 赶过来有点匆忙了 临时有点是楼上赶不过来了 他家那个继母和继兄 又在背地里坑他 让我和你说一声 今天赶快送你了 叫你不要生气 黎安安闽唇一笑 没事的 楼上哥家里有事 那他还好吗 黎虫摇头 没那么简单 上次说他没空打球 那会儿他就是 被他继兄坑了 出了个小车祸 在医院小住了一段时间 要不是这次去找他亲眼看见了 还不知道他那继母 继兄这么恶毒 黎虫说得连连叹气 不注意就说了许多 说完看了看时间 又瞧了眼航班显示屏 连忙说道 安安快去检票吧 等会来不及了 哥哥就送你到这儿了 黎虫拍了拍黎安安的肩膀 像是让他不要担心 有事和哥哥说 没钱了 也别不好意思开口 知道吗 黎虫叮嘱了好一会儿 黎安安才点头 伸手抱了抱黎虫 鼻尖微酸 抿着唇 吸了吸鼻尖 他才扯出一抹笑 安安知道了 哥哥再见 他拿着行李箱的手 微微攥紧 往安检口去的时候 回了好几次头 看着黎安安的身影 消失在人群里 黎虫才转身出了机场 上了飞机后 黎安安脑袋里 还都是黎虫刚刚说的话 他说 上次叫楼商打球没空时 大约就是上次误会 他有女朋友的时候 怪不得当时会在医院门口看到他 只是那时明明就看到了他 脸色不佳 却也没有去问什么 如果那会儿问一下 可能就不会误会了 之前就有听过他的家里复杂 但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黎虫很少提到 楼商更是不会在他面前 说起自己的家里事 黎安和上演 在睁眼的时候 窗外已经是在万米高空了 在几万里的高空俯瞰 生活了许久的城市 在云彩下密密麻麻的 宛若一幅画 思绪像是被忽然间打通了一般 想了想自己之前的做法 确实有点小女生的脾气了 为了一点少女的心思 对楼商的忽冷忽热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她 说对她的喜欢 却连她的爱好习惯兴趣 也一无所知 她的喜欢太浅薄 喜欢一个人 也不应该是这样 好像忽然明白过来 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是她还未宣之于口 就该藏在心底的事情 没有回应也不怪楼商 而是她自己明白的太晚 明白喜欢应该是有所付出 而不是简单停留在表面的 国外的日子 过得似乎格外的快 来到国外两个月的时候 黎安安只觉得 是白居过戏的事情 直到手机里收到楼商的消息 黎安安才会想国内的人和事 国外的日子还适应吗 没去送你不好意思 没来送她的事情 楼商已经是第二次说了 适应的 没来送我没事的 都过去很久了 楼商哥已经说过了 黎安安手指 轻快地打过去一段话 过了不久 消息又回了过来 说过了吗 大概是我忘记了 适应就好 黎安安看着她发过来的消息 退出打开时钟 看了眼世界时间 国内这会儿是凌晨两点多 这么晚了 她还没睡吗 这么晚了 还不去睡觉吗 黎安安指尖微顿 像是在等她的消息回复一样 嗡的一声手机震动一下 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消息 黎安安心里一沉 今天有点事 准备去睡了 安安照顾好自己 简单的几句 虽然看不出来什么 但黎安安恍然想起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之前每年今天这个日子 黎虫都回家很晚 有次问起 黎虫都是 说和楼商喝酒 时间久了 黎安安也记住了 所以今天哥哥 有陪他喝酒吗 如果喝酒了 自己煮碗醒酒汤喝了再睡吧 发完 黎安安又觉得不妥 想撤回 对面的消息已经回了过来 喝过了 谢谢安安 看到这 黎安安才放下心来 虽然已经是六月 心里却像是飘了雪一样 两年后 黎安安在国外的课程有两年 日子却是转瞬即逝 在国外的两年里 黎安安算是比较幸运的 遇到的朋友同学 都是很好相处的人 两年里参加了不少party 让他像是变了个人般的 换了个性子 以至于许梅在机场接机的时候 差点被黎安安的热情 打了个亮枪 若不是黎安安说话 还是一如既往 他都要以为 黎安安的那里 被换了个性子 你真的变得好热情 我也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 怎么没你这么大的变化 许梅的头枕在他肩膀上 黎安安哈哈笑了两声 你这人天天和我聊天 都是聊到一半就去练琴 和你在国外 岂不是party开到一半你就要去练琴 你和我不一样 你去国外是去深造 我只是去学习 吃喝玩乐一个没落 你看你现在手里的奖项都多少了 我自己个人毕业展还没着手呢 黎安安笑着说道 但脸上的笑是真的开心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办自己的展 黎安安想了会儿淡淡道 毕业前再过一年吧 那就预祝你万事顺遂 两个人的酒杯在空中相撞 星红的液体在杯中晃荡 两个人喝得多有点多 许梅还算保持着清醒 黎安安倒是醉得比较厉害 许梅也有点后悔 不应该回国第一天就拉着她喝酒的 看着她醉倒在桌上 只好给黎虫发了个消息 黎虫来的时候 许梅已经喝不了少冰水 整个人也清醒了许多 第191章 楼上 黎安安 八 黎虫不是一个人来的 楼上跟在身后 黎虫先是看到醉倒在桌面上的黎安安 又看到脸色微红的许梅 低声问了句 还好吗 许梅点头 可以的 安安有点醉了 还要麻烦黎大哥送一下她了 实在抱歉没控制住让她喝多了 黎虫又何尝不知道自己妹妹是个小酒鬼 一喝起来就不受控制 好在许梅酒量可以 每每都能保持点清醒 不然两个人都一喝就到 可要叫人担心死 看着桌上的黎安安 黎虫只好转身和楼上说 你送下安安 小梅也喝多了 我不放心 我去送一程 楼上没意见 轻声应了一句 黎虫转身送了许梅出门 楼上看着桌上瘫软的人 轻叹了口气 弯下腰 准备将人拦腰抱起 刚准备起来 就发现她穿着一身短款紧身的上衣 细腻柔软的腰肢 露在外头 白皙 柔软 楼上喉结微滚 想着帮她把衣服扯扯 可她身上的衣服实在是小 扯了扯上头 就露出一丝春色 让楼上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 只好连忙将人抱起来 放进车里 靠椅上的人 唇色熏得烟红 唇半微张 面颊一是连带着脖梗 都带着泛着生机的粉 会随着她呼吸起伏 像一股浪潮一般 楼上回到驾驶位的时候 呼吸还有点不稳 起伏的心跳 久久平静不下来 闭上眼满脑子 都是她刚刚意外露出的一点春色 深呼吸了几口 才让自己脑子干净点 静谧的空气里 楼上窥视着后座的人 许久后才抿着唇 摇头笑了笑 是真的长大了 把黎安安送到家的时候 黎虫已经到家了 看着楼上把人抱进来的时候 黎虫阴阳怪气了一句 我比你走都晚都到家了 你怎么现在才到 路上干嘛呢 楼上没说话 只是抱着人上了楼 隔好被子之后 楼上下楼才说 路上抽了支烟 耽误了点 又不是不送回来了 急什么 说完黎虫就在她肩膀上 重重拍下 你倒是想得美 还不送回来 不过话说回来 在国外待了两年 安安变化挺大的 楼上没吭声 她一回来见到黎安安的第一眼 就是个酒鬼的模样 实在瞧不出有什么变化 改天再来看她 先回去了 楼上落下一句 黎虫也没说什么 就轻恩了一声 就看着楼上出了门 次日清早 黎安安醒过来的时候 头痛得快要裂开 躺在床上缓了一会儿 才想起昨晚的事情 看着还在家里 也多半猜到 是许梅送她回来的 起身去洗漱之后 下楼就看到黎虫在楼下 看着早间新闻 听到声音的黎虫 看到她下楼 沉声问了句 醒了 有什么不舒服吗 有点头疼 其他还好 黎虫微微点头 下次别喝那么多 省得都要别人送你 上次小梅 昨天楼上 下次可指不定是谁送你了 黎安安听她说的微微一正 昨晚是楼上哥送我回来的 嗯 不然你以为谁送你回来的 小梅也喝多了 指望一个喝多的送你回来 黎安安顿时沉默了 也不知道 自己昨晚有没有什么 出格的举动 越想脑袋越疼 她这事 还没见到人 就给人添麻烦了 回了房间后 黎安安翻了翻手机 和楼上对话框的内容 还停留在半个月前 黎安安看着对话框里的内容 挠了挠头 懊恼地 把头埋进枕头里 对话框里 写着楼上的消息 是不是快要毕业了 回国去接你 黎安安当时答应的痛快 回了一句好 结果回国的时候完全忘了 回国就去喝了酒 结果还是 楼上送她回来的 这一下还怎么和楼上说 说自己忘了 还没等她想出来个结果 楼上的消息发了过来 醒了吗 黎安安看着消息 回也不是 不回也不是 只好发了句 嗯 醒了 麻烦你昨晚送我回家了 楼上看着手机里的消息 嘴里暗暗到了 没良心的 说好了去接她 结果一声不吭的 自己就回来了 还喝得鸣顶大醉 要不是昨晚跟着黎冲过去 还不知道她回来了 怎么回来了 也不说一声 楼上嘴角笑着 把消息发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 黎安安才会消息 我忘了和你说好了 下次不会了 楼上看着她 轻飘飘的几个字 就把自己打发了 摇了摇头 有点无奈 果然是长大了 随便就能糊弄自己了 楼上没回 放下手机 满脑子都是 昨晚黎安安的模样 随便想想 都是能乱人心神的模样 楼上不是没想过 可偏偏黎安安 还是和以前一样 对她总带着疏远 越想越是烦躁 回国一段时间后 黎安安一直在想着 自己的毕业展览的事情 看了很多国内的展览 她好像都想不出来 什么才能真正代表自己 回家收拾了下自己的房间 在抽屉的一角 发现一个 还没开封的小盒子 想了会儿 才想起来 是楼上那会儿 送给自己的开学礼 转眼都过去三年多了 黎安安小心翼翼地打开 才发现 是一条珍珠项链 光是放在盒子里 就能看得出来 珍珠的细腻光泽 黎安安看了许久 最后还是放回盒子里 两日后 黎虫回来的时候 满脸愁容 黎安安看见问了句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看起来 脸色不太好 黎虫看着黎安 淡淡说了声没事 转身回了房书房 书房门落下 黎安安原以为是哥哥不愿意说 可没一会儿 就听见书房里的巨响 黎安安连忙上去走到门口时 才听见里头一句 你们在外头那么久回来 就想插手安安的婚事 想都别想 声音戛然而止 应该是黎虫挂了电话 黎安安没敲门 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他应该早就知道的 黎虫不愿意说的是 多半和自己有关 父母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上一次见面 好像还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他自己都快忘了 听黎虫刚刚说话的意思 大概是父母想让他去联姻 这件事 好像自己之前就听过 只是没多问 现在大约是看他大了 就又提了起来 第192章 楼商 黎安安 9 所以 你是怎么想的 你爸妈好歹在国外 手伸不了这么长 主要还是看你眼下 要怎么处理 楼商双手交叠放在腿上 语气平缓 黎虫又怎么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 他还没有和黎安安说 不知道黎安安是怎么想的 安安那边 这两天我会找机会 和他说一下 那你呢 你怎么想的 黎虫抬眼看着楼商 打心底里 他是觉得楼商对安安有意思 但又觉得他的表现太过平淡 楼商眉眼间有些纠结 我的意思 自然是不要 这件事应该让他自己决定 不是你和我可以决定的 话落 黎虫没说话 回去的时候 楼商跟着一块 到家的时候 黎安安还没回来 楼商看了眼时间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手机消息里 夹杂着一张照片 灯光迷离下的女人 身影晃动 窈窕多姿 黎虫刚准备说什么 楼商就先开口道 我有事 先回去了 看着楼商行色匆匆的话 还没说出口 他就已经走出门了 楼商看着手机里 那人发过来的坐标 上车后 就直接往酒吧驶去 黎安安倒是潇洒 他们两个人 为了他的是烦心不已 他自己却在酒吧里蹦迪 玩得倒是欢快 赶到酒吧的时候 里头的音乐阵龙发聩 楼商进来之后 就走到前头 看着五光十色的人群 楼商一眼就看到了 中间扭动着腰肢的黎安安 和那天送他回家时一样 自己一手就可以把控的腰肢 却被别人不干净的眼神盯着 楼商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喉咙痒痒的 他一边走过去 一边单手扯了扯自己的领结 转了转脖子 将领带一手取下 走到黎安安身侧时 一手抓住他的手腕 黎安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楼商往外拉 恼火的黎安安在看清是谁后 收了收自己的脾气 楼商你干嘛 黎安安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站在外面 和里头吵闹的音乐声隔开 四下无人的街道 显得安静很多 我干嘛 你自己看看 现在几点了 还玩得这么开心 黎安安一脸不爽 看了眼时间也没有很晚 玩这么晚 和你有什么关系 黎安安不爽的嘟囔道 楼商看着他的小表情 有些无奈 软下性子拉着他走到车边 轻声说道 我只是担心你 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里面的人太乱 我不舒服 他说 不舒服的时候 黎安安心里一愣 不舒服是什么意思 你 你下次不要再来这些地方了 想出去玩我带你出去玩 我跟在你身边 会放心一点 楼商又补充了一句 说完 黎安安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次从国外回来之后 楼商就和之前不太一样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说完 黎安安才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楼商还站在外面 过了一会儿 楼商才开门 逼着的车里 楼商低声问了句 国外回来之后 你好像都不叫哥哥了 黎安心里一空 手上攥着自己的衣角 略微紧张 咽了咽口水 黎安安才轻声道 我们年纪又没有隔得很大 更何况 你本来就不是我亲哥哥 老叫哥哥不太好 他说完 楼商点了点头 像是认同他说的一样 嗯 不叫哥哥也行 那就叫别的吧 别 别的 黎安安困惑地问了句 楼商侧目过来 两个人视线相对 楼商闷唇一笑 那就叫楼商吧 黎安安眼眸微眨 舒尔挪开视线 轻声恩了一句 他虽然嘴上硬着 但后来酒吧还是照去不悟 只不过是躲着楼商而已 他原本以为自己瞒得很好 但没想到 楼商都看在眼里 楼商算着 黎安安去了几次 不算不知道 这一算一个月 都要去了四趟了 这天和黎虫在书房 谈完事情后 楼商没急着走 走到黎安安房门口 敲了几声 黎安安还在做着展览策划 就听见门后声响 黎安安刚恼得很 这声敲门声响的 实在不是时候 面上的不耐烦 在开门后立马变脸 黎安安唇脚微扯 笑着问了句 你怎么来了 楼商答非所问 一脚抵在门口 淡淡说了句 不请我进去 话说到这份上 黎安安自然不好拒绝 他微微侧开半个身子 没有说话 楼商进去后 一抬脚降门带上 你这是干嘛 黎安安往里去了点 总觉得楼商这一脚关门 让他紧张了不少 来和你算账 楼商淡淡到 拉了张椅子在旁边坐下 黎安安没敢直视他的眼睛 总觉得今天的楼商 让人甚得慌 算什么账 黎安安靠在一旁的书柜上 一双手紧张地扣着背后的书架 虽然没抬眼看他 但也能听到他细碎的笑声 楼商低声问他 去酒吧多少次了 上次说的 你愣使一个字没听进去吧 黎安安闻言心头一颤 他就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但没想到 是他偷偷去酒吧的事 我都成年了二十多岁的人了 有必要管着我吗 我亲哥都没说什么呢 黎安安降嘴回对他 楼商没有什么不悦的神色 所以你的意思 是我没有资格管着你了 黎安安咬咬牙 真的是 觉得他的话说得刁钻得很 让他一下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黎安安默不吱声 楼商也没有继续逼问 目光一转 看到黎安安桌上的电脑 打开的邮件还没关掉 楼商盯着看了一会儿 才被黎安安发现 他一伸手凑上去关掉 楼商的手 落在他摸鼠标的手上 别关 楼商的声音响起 看了一会儿 楼商才松手 低声问他 又要去国外 黎安安嘀嘀地嗡了一声 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邮件上是他在国外的学长发来的 说是国外下个月 有两场大展 邀请他去看看 之后可以留在国外 准备明年六月的毕业展览 黎安安刚就在犹豫 最后还是决定想去 在国内这么久 他也没什么想法 倒不如出去看看 谁知道这要巧 就被楼商看到了 第193章 楼商 黎安安 10 听到黎安安轻声应下 楼商的手心忽然钻紧 盯着黎安安的双眼里 夹杂着不明的情绪 黎安安低垂着眉眼 楼商心口顿时沉闷得很 伸手将人拉到前头 黎安安本来靠着书架 楼商的力度太大 他一时没把握好重心 跌坐在楼商腿上 他吓得连忙响起来 却被楼商摁下 坐好 他的声音严肃是 黎安安从没听过的态度 有点凶 又夹杂着一点心疼 我 黎安安的 语气颤抖 这样的姿势太过亲密 让黎安安反倒不自在 心口怦怦直跳 他刚准备说他两句 一抬眼看着他的时候 所有话又咽了回去 楼商的目光太过炙热 让黎安安身子更加紧张起来 浑身僵硬地说不出话来 黎安 你心里都装的什么 就这么喜欢躲着我 楼商的声音 尽到连呼吸都能感受到 我 我哪里躲着你了 我出国读书也不行吗 更何况 我本来就是要上学的 耳畔传来他低沉的笑声 是 你总是有理 但是黎安安是你问我 会不会一直在海城待着 我答应你了 一直在海城待着 你却满世界乱飞 挺潇洒 最后三个字 他尾音拖得长长的 咬牙切齿的 黎安安却觉得危险 我只是问问你而已 又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是你过度解读了 黎安安反驳道 但是话刚说完 他顿时觉得 气氛又紧张起来 这样子 这个姿势 倒是有点打情骂靠的样子在 他动了动 从他怀里出来 楼商没有继续摁着他坐下 目光却还在他的身上停留 好不容易等到人长大了 却好像比之前更难了 黎安安 你要去完成你的学业 我很支持 但是下次回来的时候 可就由不得你了 时 什么由不得我 黎安安低声问了句 楼商抬眼看着他 肩膀往后 靠了靠 声音轻挑 笑意还浮在脸上 没什么 不过是你说的 没有躲着我 等个人展办完回来 可不能对我这么冷淡了 黎安安还没回他 就看到 楼商走到门口去 出门时 顺带提了一嘴 去国外的时候说一声 我去送你 知道了 黎安安扭头说了一声 门关上后 房间里又是安静一片 刚当的心跳声 还没平复下来 黎虫见他下来 脸上带着笑 不知道发生什么好玩的事了 和安安说什么了 笑得这么开心 见到黎虫 楼商的笑收敛了点 没什么 就是聊了点学业问题 他过段时间 似乎还要出国 毕业什么的 还要半战 黎虫略微点头 声音淡淡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楼商的声音大了几分 黎虫这才抬眼看他 问道 怎么 你对我妹贼心不死 楼商的眼神闪躲 心虚地说了句 什么贼心不死 我有贼心吗 黎虫淡淡一笑 奉劝你 有贼心可以 贼胆可就不行了 不然别怪我不把你当兄弟 楼商顿时被挤一阵冷汗 咽了咽口水 知道了 转眼就到黎安安 准备出国的时候 这一次 黎安安提前和楼商说了 这一次 楼商直接来了黎家接他 看到他出现在黎家的时候 确实是黎安安意料之外的 你怎么直接来家里了 楼商拿过他手里的行李 顺手放在自己后备箱里 他一身冲锋一笑起来的时候 看着浪荡 不笑的时候 又清冷疏远 怎么 我还不能来了 他半个身子已在车门上 弯唇笑了笑 顺手打开了车门 歪着头做了个请的手势 黎安安虽然无奈 还是坐了上去 要在那边待多久 楼商点火的时候 开口问了句 黎安安侧目看了他一眼 衣服的拉链 被他拉到最上头 下巴处被遮住了点 说话时 一转眼就能看到他的薄唇微动 七月多吧 黎安安算了算时间 估摸了的大概的时间段 楼商微微汗手 行 半年多 可以等 等 黎安安又偏头看着他 比起几年前自己出国前看到他的时候 变得成熟了许多 但好像还是和自己记忆里的 那个人一样 多看一眼 好像依旧可以令人怦然 他说的等 又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吗 到机场的时候 楼商把行李给他 叮嘱了几句 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话 黎安安点头应道 临走时 黎安安回头看了一眼 楼商依旧是那副散漫的模样 一手插兜 见他回头笑着给他招了招手 下飞机时 在国外的朋友来接他 黎安安看着一行好友 感觉好像漏了一个 他笑着问了声 Pansy Ivan呢 Pansy Ivan和Daisy Yvette 是一对情侣 看到了Daisy Yvette没见到另一个 倒是稀奇 照平时 这两个可都是连体应的存在 毕竟青梅竹马 虽然在一起半年 但感情可以说的 尚是亲情般的存在了 可花刚问出口 Daisy就变了脸色 另一个只好撞开话题 问了问黎安安在国内的趣事 黎安安以为是闹矛盾了 就没有多问 接着话说了下去 到了公寓之后 Daisy去了趟卫生间 另一个才开口解释道 你回国的这段时间 他们分手了 啊 黎安安压抑地说不出话来 这两个人的感情 在他回国前可以说是如胶似漆 可怎么他回国一趟 就变成这样了 这件事 大家也了解得不清楚 只是说道 现在这两个人都不见面 就和陌生人一样 真是可惜了 之前多好的朋友 变化成情侣后 开始是挺甜蜜的 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说不上太长 算着不过半年 之前是朋友的时候 十几年都过来了 成为情侣 反倒连半年都撑不住 就失为末路了 认识谁都会觉得唏嘘吧 黎安安听到后 不免得多想 是不是所有关系好的人 一旦成为情侣 就会变得争吵不休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将过去所有的情谊 都消磨殆尽 好的朋友 真的一定要成为情侣吗 第194章 楼上 黎安安 11 Daisy的事情 像是个插曲 黎安安在她面前 也没有再问过 Pensy的事情 这两个人的事情 在黎安安的世界里路过 却总是能让黎安安想起来 特别是想到楼上的时候 虽说两个人 没有像Daisy他们关系那么好 但黎安安不能保证 如果和楼上的关系发生改变 会比当下更好吗 还是更差 转眼间 黎安安的个人展顺利地举办 比起平淡的生活里 黎安安倒是听到了个好消息 原本以为许梅会一个跟头 栽死在陆芝眼身上 却没想到她转头和薛层结了婚 这个老同学 曾经的时候 倒是和许梅三句 有两句要吵起来 没想到这样的两个人 兜兜转转 会在最后结婚 倒是不知道 许梅听到Daisy的事情 会怎么想 个人展完成之后 黎安安就准备回国了 楼上问要不要来接她 被黎安安拒绝了 她和许梅约好了 这段时间不在国内 她倒是有一肚子的八卦想问她 海城的空气 还是一如既往的熟悉 下飞机的时候 黎安安只觉得心安不少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不说许梅自己的感受 光是黎安安就看得出来 她比之前开心不少 黎安安是打心底里为她开心 回国的第二天 楼上就来找她了 上门的时候 黎安安看到她时 还以为是一时错觉 看了看时间 黎安安打着哈欠 身上还穿着睡衣 这才七点多 你来干嘛啊 黎安安靠在门上 楼上看着她还没睡醒 笑着道 带你去个地方 快去换身衣服 黎安安困得很 本想拒绝 楼上又补充道 不去 你肯定会后悔的 她这样一说 黎安安倒是来了兴致 这才去里头洗漱 换了身衣服 出门时 林仪正好在做早餐 看着黎安安跟着楼上出去 嘴里说着 般配呀般配 黎安安在楼上车上 又迷了一小话 到的时候 黎安安看了眼外面 表情略微惊喜 十全界 海城什么时候开的 黎安安开门下车 这家早茶店 海城一直都是没有的 倒是黎安安之前出去旅游时 吃过一次 惦记了很久 倒是没想到 海城也开了一家 最近开的 去试试 黎安安连连点头 顺手拉着楼上 就往里去 楼上看着她攥着自己的手 脸上骤然涌起笑意 黎安安显然是高兴的 一顿早餐吃得格外开心 在饭桌上和楼上 聊了些在国外的事情 回去的时候 黎安安刚上车 楼上没有急着走 而是在车上坐了好一会儿 黎安安才开口问她 不走吗 楼上侧目看她 忽然俯身过去 距离猛然靠近黎安安 一时平住呼吸 可楼上只是伸手 扯了扯她身边的安全带 她面色淡然地 给她扣上安全带 座位上的黎安安 内心则凶如浪潮 黎安安 你出国前我和你说过 回来了 可就由不得你了 扣上后楼上身子微轻 靠在她耳边说 你 你在说什么 黎安安侧目 目光看着她 她不是不懂 她只是不懂 楼上有话不直说的意思 车内一时安静下来 楼上垂眸 像是从胸腔里 发出的沉沉笑声 楼上抬眸 外面的阳光照在她身上 白皙的脸颊透着粉嫩 卷翘的睫毛轻颤 她说 等你长大等了这么久 你还不知道 我喜欢你吗 话落空气里 安静了好几秒 黎安安才转头看着她 不知道怎么的 她又想到了 Daisy的故事 楼上哥 你觉得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吗 楼上不明白 她这样问的意思是什么 但有种不安的感觉 涌上心头 朋友吗 楼上轻声问她 眉心微微拧起 语气柔和了几分 黎安安闽唇一笑 可能是吧 而且我觉得 现在就挺好的 她语气淡淡的 眼睛看向窗外 不顾身后的她 目光有多灼热 做了这么久的哥哥 现在做朋友就挺好的 你觉得呢 黎安安又问了一句 楼上没回答她 只是深吸一口气 发动了车 我先送你回去 她没回答 黎安安也能猜到这样的回答 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自己对她是什么感觉 早先时候的一点情感 依托过了这么久 也都淡化了 要说喜欢 她自己都捉摸不透 与其稀里糊涂地答应 日后争吵在分道扬镳 她宁愿保持现在的状态 楼上开到离家门口时 黎安安准备下车 却打不开车门 黎安安也没执着去开车门 就安静地坐在车里 过了一会儿 楼上才开口 黎安安 从你第一天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没把你当妹妹看 我只是觉得你小 如果你觉得 之前我对你的好 都是把你当做妹妹的话 那你理解错了 我没那么好心 喜欢到处认妹妹 说完 她这才按下车锁 黎安安也没说话 直接打开车门回去 这次的谈话不算愉快 黎安安也没去细想 这几天除了和许梅出去逛街 倒也没什么事 可偏偏今天在商场看到了简婴 黎安安实在气不过 又打了楼上电话 两个人默契地 没有提起上次的谈话 上次的事情搁置后 黎安安开始忙碌起自己的店面 虽然说 楼上没有在提及之前的事情 但在见面的时候 却和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她像是隐晦地 将她对自己的感情藏起来 现在就像是一个花孔雀一样 时时刻刻围着自己转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喜欢自己一样 这天看完店面 他们去吃饭 楼上出去催菜的空隙里 许梅问她 为什么不考虑楼上 她不知道怎么说出自己的顾虑 想起之前自己问过许梅 如果她和薛曾过不好怎么办 她那会儿好像说的是 日子都是人过的 总要去试试 怎么过才算过得好 更何况 什么样算好 什么样不算好 都是没有标准的 黎安安一时想得出神 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楼上还没回来 我出去看看 黎安安起身出了包厢 去找楼上的身影 第195章 楼上 黎安安 12 黎安安在外面绕了一圈 都没见到楼上的身影 直到路过一间包厢时 听到的争吵声 详见82章 晚风有点冷 钻进黎安安的脖梗 可现在靠在车门上的黎安安 浑身都被楼上吻得燥热不已 她小口喘着粗气 眼瞼微抬 就看到楼上那张脸 眸光里的柔情快要溢出来 距离近到她张嘴说话 都能碰到她 黎安安推了推她 声音听上去 算不上愉悦 开门 楼上轻轻笑了声 按下口袋里的遥控器 身后的车响了一声 黎安安转身钻进了车里 轻轻拍着自己胸口 像是恍然试过的一场梦境 楼上上车后 没有问她去哪 而是直接开车走了 黎安安低头在手机上 和许梅说了一声 在抬头看着窗外的景色 你带我去哪 这不是去离家的路 黎安安低声问了句 楼上则是一本正经的说 怕我把你卖了 黎安安轻哼一声 应该也不会 不会就行了 反正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怎么也不会 带你去不好的地方 黎安安 黎安安从没想过 楼上也会这样说话 开到目的地的时候 黎安安才发现 这是楼上自己家 她自己的公寓 你带我来你家干嘛 黎安安还带着点困惑 忽然脑子一转 感觉她周身都带着危险 你不会要带我来你家过夜吧 我哥不会答应的 你知道的 她生起气来 很恐怖的 黎安安拉开一点距离 楼上轻笑一声 不是没吃饭吗 回家给做点吃的 黎安安觉得 她没那么好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楼上的公寓有点清冷 单一的色调 让黎安安觉得无趣 在沙发上坐下后 楼上去了厨房 黎安安倒是四处看了看 没一会儿 楼上的就端着吃得出来 两份煎好的牛排 看着倒是卖相不错 你还有这本事 黎安安笑着问道 坐下来后 切了一小块尝尝口味也不错 楼上笑了笑 喜欢就好 吃完后 黎安安觉得时间有点晚了 想着楼上 收拾完就可以送她回去 看着楼上从厨房出来后 黎安安就开口问她 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黎安安坐在沙发上 抬起头问她 楼上没说话 只是在她身边坐下 拉着她的手 往自己怀里拉了一把 黎安安被吓到整个人 靠在她胸前 似乎是感觉到 这个人的变化 黎安安甚至没敢抬头看她 楼上的笑声浅浅 带着胸腔都在震动 她一手落在她的大腿 忽然将人一抱 让她跨坐在自己身上 黎安安神色一致 感觉到她细微的变化 黎安安猛地战红了脸 想要下去 你 黎安安连忙开口 刚说出一个字 就被她扣住肩膀 扶着腰摁了下来 她转而猛烈地将人抱紧 胸猛地吻 比起之前更加不受控制 像是狂风暴雨一般 想要席卷她口中的所有空气 和刚刚在饭店外的纯情楼上截然不同 现在的她 像是撕去外衣的野兽一样 急切 渴求 不留余地 黎安安心脏怦然跳动 短暂的理智 让她推了推楼上 声音娇软 要 要回家的 楼上还是没松手 像是想将腿上的人 揉进骨血一般 她稳住她的耳垂 让黎安安不禁浑身一颤 随后她听见楼上低哑的声音 你哥出差了 今晚就不回去了 话落 楼上将她的手放在自己肩膀上 眼神里充满了炙热的情 哟 抱紧 她落下两个字 两只手托住她的臀部 将人抱起 忽然的悬空 让黎安安下意识地勾住她的脖梗 这样的姿势 让黎安安能清晰地看见她脖梗处浮起的青筋 露出的半截锁骨上 浸出了汗 砰的一声 黎安安看着门被关上 自己陷入柔软的床垫上 她急促呼吸着 领口被她解开的两颗扣子 能清楚地看见起伏 她看着楼上 缓缓吞去自己的衣服 露出她筋状紧似的腹部肌肉 黎安安咽了咽口水 在楼上俯下身的时候 她嗓音微微颤抖 会不会太快了 楼上的动作一致 她停下手上的动作 轻柔地吻着她的唇角 黎安 等了你这么多年 一点也不快 对我来说 太迟了 黎安安心口一震 抵在她胸口的手松了松 绕过她的腰肢 紧紧搂着 不知怎么的 这会儿的黎安安 脑子里只觉得 有颜有身材 好像睡了也不亏 手上的力气 忽然中了几分 楼上灼热的呼吸 打在锁骨处 让她的呼吸渐重 眼眸里的光 都变得迷离 黎安安看见晃动的灯光 她轻柔的声音 带着克制 疼的话和我说 黎安安咬着牙 从嗓子里挤出一句 嗯 恍惚间 黎安安只觉得 今夜过得格外的漫长 像是被狂风暴雨 席卷过的花枝 不清楚是什么时候 睡过去的黎安安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只觉得浑身都快散架了 两条腿酸软得不行 腰上还横跟着一只手 黎安安有点生气 重重拍了一下 身侧的人这才微微睁眼 看到的就是 黎安安背对着她的身影 楼上一看就知道是有脾气了 身子往她那挪了挪 一手又将人揽进怀里 生气了 她的声音沙哑 却带着一股诱惑力 黎安安哼了一声 楼上搂着人 让她转个身 在她额头上落下一吻 窗外的阳光和煦 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一丝 楼上垂眸看着她眼睛轻颤 白皙的锁骨处 密密麻麻的 都是烟红色的斑驳 这一次 她好像跑不掉了 黎重这次出差 好像很久一连几天都在国外 黎安安被楼上哄着没回家 几天下来 黎安安只觉得 再不回家腿都要废了 这天清早刚接到许梅的电话 就被她听出异常来了 详见85章 听到楼上愿意入坠黎安安 自然心情好了不少 自从那天说开 要和她在一起之后 楼上就开始对她千一百顺 刚洗漱完 黎安安换了身衣服 走到楼上身边 巧声说了句 今晚我回家睡了 说完 楼上的眉心拧起 一手揽着她低声哄了句 你哥还有两天才回来 黎安安虽然知道 但还是拒绝了 就是还有两天 才回来我才要先回去 不然不就让她知道了 你打算瞒她多久 楼上轻叹一口气 比起瞒多久 有件事 要先做了 嗯 黎安安抬起头满脸困惑 什么事 楼上将人搂紧了点 笑着在她耳边说 领证 第196章 贺玉 贺书运 一 海诚世家基本上都知道 贺家有一个病秧子 从小开始就身子不好 听说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可偏偏这个病秧子 还是贺家唯一一个孙子辈的 贺家人人捧到手心上宠着 贺家人亦是为了这件事 操心不少 贺玉一直到初中的时候 都是随身携带要罐子的人 其实贺玉的身体怎么样 他自己最清楚 家里人为他费尽了心思 他却是一脸淡然 甚至早早地想好了 要是明天就死了 自己要做点什么 他心思一如既往地淡定 直到初中毕业的时候 贺家人不知道再拿请了位大师来 贺玉跟着那位大师 去山里住了一个月 身体倒是比之前强壮不少 也不会走两步 就可喘不止了 临走时 那位大师还说 贺家风水不好 不仅要牵纸 还要找个女孩来阵阵 贺玉看着那大师神神叨叨的 虽然说不信这些东西 但没办法 家里人深信不疑 特别是 看在贺玉身体 慢慢好起来的基础上 若是这大师说 是要天上的星星 贺家人也会给他整一个 更别说 是去收养一个女孩子了 贺玉回到贺家的第二天 他们就找到了 符合大师说的 生辰八字的女生 那是贺玉第一次 见到那个女生 矮矮小小的 在人群里灰头土脸的 没有一丝生机的感觉 她像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眼睛是她全身最亮的地方了 她睁着那双大眼 四处转动 鞋子上戴着尘土 看不清灰黄色的鞋 原本是什么样的 裤子上的补丁连成一片 身上的布衣 早就洗得发白 凌乱蓬松的发丝虽然不脏 但发黄的发质 加上分叉的发丝 一看就知道 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 听说已经11岁了 应该才6年级 但看着模样 和刚启蒙的小孩一样 贺玉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嫌弃 根本不知道 她们是从哪儿找来的小姑娘 就这样的人震她 搞笑 又荒谬 贺玉没搭理 转身就准备回房间 母亲亲声叫住了贺玉 这就是你的妹妹了 她还没有名字 要不你来给她取个名字 贺玉停住脚步 转身时看到 那个女孩子的目光 叠近她的眼眸 贺玉转身走到她面前 两个人差了五岁 贺玉大的个头 却比她高了许多 看着勉强到自己 腰间的人 贺玉问了句 你没有名字吗 那女孩的头埋得滴滴的 没敢抬头看贺玉 光是听到贺玉的声音 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而且她不笑 她就更紧张了 不会说话 贺玉又问了声 她结巴地说道 说 还没说出口 贺玉嘴上就说着 说 说的话 那就叫贺书运吧 可以吗 贺玉垂眸问她 贺书运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贺 书 运 好听 可以的 她点头 贺玉听她说可以 轻声嗚了一下 她的声音很好听 清脆婉转 上楼后 贺玉听到楼梯口节奏的脚步声 母亲带着贺书运上了二楼 走到贺玉一旁的房门前停下 以后你就和贺玉住隔壁了 有什么事不懂 可以找庸人 贺玉在隔壁 以后她就是你哥哥了 知道吗 贺书运点点头 贺母摸了摸她的脑袋 带她进了房间 贺书运从来都没在这么大的房间里住过 一个房间比起她之前住过的房子都要大 连着浴室和衣帽间 整个房间装修的都格外有少女心 蓝粉色的设计 让贺书运感觉置身在童话世界里一样 衣柜里满满当当的衣裙 比起她身上穿的 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贺母简单和她说了下 就让庸人带她去洗漱了 贺书运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洗澡都需要这么多步骤 细致到手指关节 都被庸人用颗粒状的清洁产品磨错了好几遍 完试了才用沐浴露打出泡泡 洗干净了 还要涂上一层又一层的润肤乳 她的手指格外粗糙 在看到那些精致的衣服时 甚至都不敢伸手去摸 庸人问她 小姐想穿哪件 贺书运看着衣帽间琳琅满目的衣服 随手指了一件 庸人准备去取的时候愣住了 小姐 这是件睡衣 要不还是这件吧 比较适合你 贺书运一时有点羞愧 自己甚至分不清睡衣和外衣 看着庸人手里的那件浅粉色的无袖连衣裙 贺书运点了点头 可以 就这件吧 换好衣服之后 庸人出了房间 贺书运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 看着满墙的书籍 很多书他以前只在老师的口中说过 贺书运看着桌上的纸笔 很小的时候 那会儿他还没进孤儿院身边 是爷爷带着 会教他写毛笔字 自从几年前爷爷去世他 进了孤儿院之后 就没写过毛笔字了 现在看着桌上的毛笔 他小心翼翼地道出一点墨汁 润笔后 抬手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 贺书运 真的是很好听的名字 听笔时忽然 从隔壁传来一阵悦耳的歌声 是贺书运从未听过的奇妙的乐章 应该是从贺玉房间里传来的 贺书运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 音符跃动的节奏 轻飘飘地打在他心口 晚饭时 庸人上来敲门 贺书运开门下楼时 贺玉刚好也从房间里出来 贺玉原本不打算说什么 还是贺书运看到他的时候 打了个招呼 只是一句哥哥好 好像用了他很大的勇气 听到他开口叫了声哥哥好 贺玉关门时的动作一致 只是点头硬了声好 吃饭的时候 桌上人都没说话 贺书运也一言不发 默认这是贺家的规矩 从孤儿院走的时候 院长就和他说了 像贺家的家庭有很多规矩 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也需要遵守很多规矩 虽说是领养一个女儿 但贺书运还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怎么也不能和贺玉处在同一个地位的 饭后 贺书运顺手将碗盘收进了厨房 上楼后 贺玉在门口叫住他 贺书运回头 准备开门的手停在空中 以后吃晚饭 东西不用收 你现在是贺家的小姐 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 你都要记住 你不仅是代表 你自己还代表着贺家 知道吗 贺书运知道 是自己刚刚多手收了碗盘 低声说了句 知道了 第197章 贺玉 贺书运 2 看着贺书运 一副唯唯唯唯的模样 贺玉也知道 这样的事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改过来的 拧着眉心感觉 自己刚刚话说得太重了 刚想说什么 贺书运就略带着胆怯 小声问他 刚刚你是在房间弹琴吗 说完 他微微抬起头 刚刚吃饭时 他一直是低着头 贺玉也没有仔细去关注他 这会儿抬起头 才看清楚他这张脸 比起先前刚回来的时候 乌糟邋遢的模样 现在打扮了一下 倒是让人看着顺眼了许多 细看下 他五官还是很精致的 贺玉一时晃了神 拉回思绪后 才低声应了下 嗯 吵到你了 贺玉这才想起来 他的房间搬到了隔壁 下意识地以为是刚刚弹琴的时候 影响到他休息了 没 没有吵到我 我就是觉得很好听 我可以看看你弹的琴吗 贺玉没拒绝 打开门后 侧身让他进来 贺玉的房间 比起贺淑运的房间 就显得死气沉沉了许多 灰黑色的布置 最为亮眼的 也只是白色的沙发罢了 让贺淑运都觉得有点冷 贺玉走到钢琴前坐下 他平淡地亲手 落在黑白琴剑上 五指流畅地在琴剑上飞跃 好像这房间就是个舞台一样 只有他坐着的地方有灯光 一曲弊 贺玉的手还停留在琴剑上 他抬眼看了眼贺淑运 淡淡道 刚刚听到的是这首曲子 贺淑运点头 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琴声 贺玉看出他小心地触碰 又问了句 要不要试试 听到他这样说 贺淑运收回了手 有些胆怯 贺玉不知道 为什么这人的胆子格外地小 一点点平常的事 都能让他觉得害怕 胆怯 没关系的 试试吧 贺玉起身 给他让开位置 贺淑运抿着唇看他起来 咬着唇走到钢琴前 心里的鼓锤 一下一下地敲击他的心肩 砰砰的声音 从心口漫出 来 教你你简单认识下 这是Due 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按下 钢琴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贺淑运的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自己小心地 在贺玉刚刚按下的地方按下 他笑着抬头看贺玉 眼眸里期待的目光 像是在说 然后呢 贺玉浅浅一笑 继续说到 两个黑键左边的位置 就是Due 七个音阶 说完 他一次按下七个音阶 嘴上还在说着一些小常识 简单认识之后 贺玉想了下 在琴键上简单地按下几个 这个很简单的 叫做小星星 七个音阶就可以弹好 这首歌贺淑运在孤儿院的时候听过 他看着贺玉弹下的音阶 心里默默记住 他松开手 微微扬了扬眉 你试试 贺淑运抬手看了一眼贺玉 他没继续说话 只是抬眼让他动手 贺淑运深吸一口气 学着贺玉刚刚手势摆放的位置 脑海里浮现起刚刚的节奏 贺玉刚准备开口 给他念一下音符 就见他流畅地将那两个小段的小星星弹了出来 他只教了一遍 他就可以记得这么清楚 让贺玉有点惊讶 看来是有天赋在的 很厉害 手指的控制度很好 只教了你一遍 就会穿纸了 比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厉害多了 贺玉已在钢琴边上看着他夸赞道 贺淑运从来没听人这样说过他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涌上心头 谢谢 哥哥 贺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又问了句 你现在岁数学还不迟 有没有兴趣去专业的学一下 可以请老师来家里教你 这话一说 又将贺淑运吓了一跳 他连忙起身 开口解释道 我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试试 我不行的 贺玉皱着没看他 又变成这副模样了 他叹了一口气 说 我就是觉得 你有这个天赋 不要埋没了 更何况 你现在可是贺家二小姐 以后出门在外 没有点才艺 也不好 就这样决定了 我会和爸妈说的 你好好学 才算没有让我看错 知道吗 贺淑运垂着头 紧张地 攥着自己的裙边 缓缓点了点头 贺玉这才松了口气 让他先回房间了 一日 贺淑运刚起来 还没缓过神来 门口庸人就轻轻敲了敲门 以为是自己起碗了 贺淑运连忙去开门 庸人这才进来 和贺淑运说了 说起来 之后要做些什么 作为贺家的小姐 每天都要精致打扮好 贺淑运不怎么化妆 皮肤还算可以 只是长期的营养不良 让他看上去 肌肤有些暗黄 贺淑运简单洗漱之后 庸人就端着碗汤 更让他喝下 这是太太的意思 每天一早 小姐都要喝一碗 桃椒牛奶燕窝 这样皮肤才会好起来 贺淑运抿着嘴点头 下意识地看了 眼一侧镜子中的人 他端起眉两口就吃完了 换了身衣服后 庸人简单帮他 打理了一下头发 简单上了个妆 贺淑运才下楼 楼下的贺母 看着他今天的模样 略微满意地点了点头 吃完早饭的时候 贺母叫住他 贺淑运端坐在沙发一侧 学着贺母的坐姿 整个人虽然没有教过 但看得出十分懂理 一开始 贺母从乡下接到的时候 就有些不安 怕是个不好教的可有的烦 现在看来 倒是省心不少 多花点钱培养培养 几年后 谁还看得出来 是不是世家的孩子 淑运啊 是这样的 阿玉和我说过了 说你在钢琴方面的天赋很好 母亲给你请了个钢琴家教 说起这件事 母亲也不知道你以前的学习怎么样 现在还没开学 为了避免开学你不适应 母亲还请了个李一老师和课业老师 这个暑假 你可能就要累一点 最好都学好了 这样也不会耽误开学的进程 贺母说了很多 贺淑运先是有些受宠落惊 后又觉得心口很暖 没想到 母亲会考虑得这么周到 其实能有这样的条件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母亲 我会好好学的 贺淑运微点头 贺母也满足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好孩子 下午李一老师就来了 明天开始上钢琴课和课业 好 第198章 贺淑 贺淑运 三 贺淑运的课程安排得很满 贺淑出了吃饭的时候 可以看见 她基本上其他时间 她不是在外面上课 就是在房间里补习 开学后六年级的贺淑运 都是家里的佣人接送上学 一直到上了初中 才是贺淑带着 贺淑运和贺淑 虽然不是一个年级 但也是一个学校的 一个初中部 一个高中部 开学这天贺淑运没穿校服 她还是新生 原本把人送到门口的时候 贺淑就该去高中部了 但毕竟贺淑运 现在是贺家的人 而且外面的人不知道 就她这小白兔的性格 难免会被一些 没长眼的欺负 一想到这贺淑 就直接带着她 到教室门口了 来这所学校的 基本上都是些世家子弟 贺淑见到老师来了后 就让贺淑运找个位置坐下 贺淑和老师打了个招呼 多照顾一下贺淑运 说完 贺淑才转身去了高中部 看到贺淑的时候 几人都围上来打去她 怎么放个假 还看上初中部的小妹妹了 刚刚可是借你 从初中部过来的 放个假 怎么人都变姓了 贺淑是出了名的 不爱和女生说话 大把的情书 给她都是丢进垃圾桶 身边多个女生实在稀奇 贺淑把书包放在桌上 逆了那人一眼 送了个人过去而已 送人 这倒是稀奇 谁能使唤的 洞贺家这个金贵的小少爷送人 贺淑运好像对于新的学校 新的学习适应的 还算可以 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 贺淑还是一如既往的 成绩在前三 回家的时候 贺淑运刚准备回房间 就被贺淑叫住 这次考试怎么样 贺淑低声问了句 只见贺淑运从书包里 拿出成绩单 小小的成绩单上 都是红色的 基本上磕磕趋近满分 很厉害啊 贺淑看完递给她 手放在她脑袋上揉了揉 两个人距离一近 贺淑才感觉到 贺淑运长高了不少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踩到她胸口 回到贺淑的点 仰起一张笑脸 甜甜地说道 谢谢哥哥 将成绩单收好 回了房间后 没多久 贺淑就听见 隔壁传来的琴声 明明才学了一年多 就已经比一些 学了两三年的人厉害了 贺淑都不免得 对她刮目相看 脑子里又想起 她刚刚笑起来的时候 嘴角挂着的梨窝 和一年前的贺淑运比起来 现在的模样 倒是看不出来 刚来的时候 还是个乡下来的小孩 现在人也开朗了许多 没有一开始那样 小心翼翼了 年底的时候 贺淑还是照例 每年都要去检查身体 其实她自己能感受到 这一年 自己已经没怎么犯病了 咳嗽都少了很多 上学基本上 也不用带药了 贺淑运不明白 贺淑为什么那么排斥去医院 但是看她皱着的眉头 她也不好受 她翻了翻口袋 在包里 找到立堂递给贺淑 贺淑不明所以 贺淑运悄悄在她耳边说道 吃点糖心情就好点了 看你不高兴的样子 说完 贺淑运伸出手 点了点她的眉心 这是第一次 贺淑运主动去碰她 像是低飞的蜻蜓 碰到水面一样 让起一圈涟漪就离开 贺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贺淑运往前走的背影 葱白的手指 刚刚只是碰了一下 感觉从眉心漫开冰凉的触感 她眨了眨眼 没当做一回事 这次的检查 比起以往的都顺利不少 医生都说慢慢好转 大概是年纪也在慢慢长大 自身的免疫力增强了 再过段时间 除了一些剧烈运动 基本上可以和常人无异了 贺母高兴坏了 看着贺淑 竟然一时间没忍住流出泪来 还没等贺淑开口 贺母就转身 拉着贺淑运的手颤抖的不行 孕孕真是好孩子 你来了之后 我们家都在便好了 贺淑运一时还有点猛 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还是贺淑安抚了一会儿 贺母她才平静下来 回去后贺淑才开口道 妈刚刚就是有点激动 没吓到你吧 贺淑运摇头 自然是没有的 更何况贺母平日里对她极好 她又怎么可能会因为 这点小事被吓到 见贺淑运确实没什么不对的 贺淑才放下心来 好像不知不觉中 贺淑运都变了很多 那个一开始轻声说句话 都能被吓到的贺淑运 已经长大了 贺淑有点高兴 没继续说什么 贺淑的学业 开始变得繁琐日子 一天天过去 贺淑高三正是关键的时候 在贺家的几年 贺淑运养得是越发的好了 身材都变得高挑起来 倒不像以前那样 只会扎个马尾边乱晃了 这天贺淑刚从外面回来 就看到贺淑运从她的房间里出来 贺淑刚准备问一声 就看贺淑运形色匆匆地转身 回了自己房间 贺淑以为是她走错了 没有多想 事实却告诉她 贺淑运的确是来她房间的 甚至在她的桌上放了不少 红红绿绿的情书 贺淑笑着看了一眼 拿起垃圾桶 全部扫了进去 随后拿起手机 给贺淑运发了条消息 来我房间一趟 消息发出三分钟 房门就被敲响 贺淑运轻轻推开房门走进来 就看到贺淑坐在书桌前 先前放好的情书 倒是消失不见 又往前走了几步 贺淑运才看到 垃圾桶里花花绿绿的信封 不就是刚刚她放桌上的 贺淑运只觉得事情不妙 好好说说 在学校干嘛呢 给人当跑腿送情书 你也不劝劝你同学 你们才多大 就开始谈情说爱了 贺淑手指在桌面敲击着 丝毫没有章法 看得出来她心情不佳 她连忙解释道 不 不是我同学的 都是一些高中部的学姐给我的 贺淑运吃笑一声 别人给你 就乖乖听话 放到我桌面上 贺淑运 不要乖过头了 她的话显示像是警示一样 最后几个字 她敲击桌面的节奏 和说话的声音一致 听得贺淑运有点甚得慌 知道了 她嘀嘀地呢喃一句 贺淑运似乎是不满意一样 好好说 都不会叫人了 贺淑运言简微抬 想看看贺淑的表情 刚抬眼看到她的脸 就被她的视线捕捉到 她连忙垂着头 又说了一句 知道了 哥哥 事后贺淑运也觉得不对 毕竟贺淑正在准备高考了 的确不应该让她操心这些事 第199章 贺淑 贺淑运 4 被贺淑训斥后 贺淑运就没有再帮人递情书给贺淑了 日子过得飞快 贺淑运还在初三的时候 贺淑就高考了 贺家人一直都在关注贺淑的身子 对于贺淑的成绩 一直都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但没想到 贺淑可以一下子考中海城大学 贺家人高兴得不行 要大摆宴席 唯独贺淑运一直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一直到宴会结束回到家的时候 贺淑拉住贺淑运问了声 今天怎么不开心的样子 贺淑运原本以为贺淑是今天的主角 不会注意到这件事 但没想到 还是被发现了 没有不开心 哥哥考上大学 我肯定是高兴的 他说话的时候垂着头 虽然看不清脸 但是光听声音就知道 这人又骗人了 贺淑笑了下 转身拉着他进了房间 贺淑坐在沙发上 拍了拍旁边的座位 只是眼前的人就只是站着 没有走过来坐着 不肯坐 那就站着吧 好好说说 为什么不高兴 别想着骗我 说实话 贺淑的声音 比起几年的时候 更有雌性了不少 声音沉沉地 和班上那些女生喜欢的 CV大大声音差不多 但是 听到贺淑这么严肃地说话时 贺淑运心里还是不免一惊 哥哥要去上大学 以后我就只能自己 去学校了 贺淑运声音很小 低到贺淑身子 都要往前微轻 才能听得清 听见后贺淑沉沉地笑出声 一只手捂着嘴 肩膀都在微微颤抖 所以 是觉得我以后 不会送你上学了不高兴 贺淑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 会让他不高兴 但下意识地觉得 他大约还是 没什么安全感 看来这微微懦懦的性子 骨子里还是没变 贺淑运 开学我去大学 你也出三了 你班上的小朋友 还要家常接送吗 贺淑运被问得愣住 的确 班上没有人被家常接送的 就连贺淑 也只不过是 每天上学的时候顺路而已 见他还是呆愣在原地 贺淑声音放轻了点 贺淑运 你要习惯现在的生活 他这样说 贺淑运也明白他的意思 他点头 我知道的 哥哥早点休息吧 说完 他才拖着步子走到门口 关门的前一刻 贺淑运看贺淑 还坐在沙发上 没有回头 房门关上 屋内又是寂静一片 贺淑成年里的时候 正好是他开学前夕 贺家办了场宴会 海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基本上都来了 也是在这一天 贺淑被任命为 贺氏的下一任接班人 他在他18岁的这天 得到了别人 终其一生都不能完成的目标 他就站在台上 周身都晕满了光辉 贺淑运也是从那一刻 真切地感受到 他和贺淑 永远都不能站在同一高度 宴会上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也认识贺淑运 虽然知道是领养的 身份什么的 说不上台面 但在人家的地盘上 也不会有人多嘴说上两句 晚宴到后半场的时候 贺淑运跟着贺母见了不少人 贺母对他很好 每次这种宴会 都会大大方方地 将他介绍给别人认识 贺淑运感觉脸上的表情 都快笑僵了 这才和贺母说了一声 去旁边休息 宴会举办的地点 二楼有个很大的露台 贺淑运觉得累 直接上了二楼去透透气 露台上的人不多 但基本上都是贺淑运见过的 有些是和贺淑 一个年纪的富家子弟 还有些是学校里的同学 大约是贺母 为了给贺淑铺路 顺带让大家认识贺淑运 家中有点资本的 都被邀请了过来 露台有点凉 几个人站在那边聊天 贺淑运没打算过去打招呼 只是在一旁的秋千上坐下 他眯着眼 刚想休息一会儿 就感觉有人走近 一睁眼 就看到刚在一旁聊天的 几个人走了过来 脸上虽然带着笑 但贺淑运却感觉不到 有多和善 甚至在他们的眼神里 看到了一点不舒服 贺淑运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只好先走了 谁知道刚起来 就被人攥住手腕 贺淑运皱着眉看着那人 那人才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先别走啊 我们认识认识 贺淑运对这种事没兴趣 转身就要离开 那人却不依不饶紧跟其后 贺淑运浑身都不自在 转身就说了句 不好意思 我没有和你认识 或者交朋友的打算 还请你不要继续跟着我了 今天是贺淑的成人礼 他必须顾及分寸 那人一听 脸色骤变 伸手就拉着贺淑运不让走 手腕上的力气格外的大 像是要把他的骨头捏碎一样 不是 和你好说不肯听 真以为自己是贺家的小姐啊 穿了身高 定就真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小姐了 要不是我妈非要我来 谁乐意来一样呢 那人被吓了面子 干脆就不继续装下去了 脸上也没了笑意 贺淑运又怎么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既然这样 那请你不要继续跟着我了 我是什么身份 也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贺淑运被捏得疼 正托着那人的手 那人还想再说什么 忽然就被人从身后 用力地一脚踹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的人 扶着自己的腰 刚准备破口大骂 就看到了贺淑的脸 那副高高在上 变腻众生的模样 吓得他要骂出口的话 又收了回来 怎么 找场子找到我贺家的地盘上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在我场子教训我的人 贺淑走到他身边 一只脚踩在他的手腕处 和他刚刚捏着贺淑运的手腕一样 他每说一句 脚上的力度就中了几分 直到那人受不了直喊疼 对不起对不起 贺少真的对不起 我的错我的错 我不应该说您妹妹的不是 贺小姐 就原谅我的不是吧 疼 疼疼 贺淑脸上的狠义丝毫不解 甚至能在他脸上 看到一丝快感 贺淑运怕出事 扯了扯他的衣角 哥哥 手腕痛 带我去上药吧 贺淑运伸出手 一截白皙的手臂上 此刻带着浅浅的红色纸痕 贺淑又低头看了眼那人 第二百章 贺淑 贺淑运 五 他咬了咬牙 没有说什么 只是蔑视地腻了一眼 面无表情地从他手腕处踏过 贺淑抬脚的那一瞬 浑身的重量都压在那只踩着他手腕的脚上 顿时间叫声 响遍整个露台 有几人闻声看过来 看到是贺淑 立马又当作没事一般 走了几步 贺淑运又回头看了那人一眼 他还躺在地上 护着自己的手 疼得在地上打滚 有什么好看的 不是要去上药 贺淑的声音在耳侧响起 贺淑运抬头看了他一眼 立马收回了目光 刚刚那副模样的贺淑 是他第一次看到 贺淑运觉得喉奸一紧 顿时觉得 无论如何 都不要得罪贺淑 直觉告诉他 贺淑是个很可怕的人 但是他又好像不受控制般的 想要靠近他 特别是刚刚 他从身后出现的一瞬 贺淑18岁之后 就开始一边兼顾学业 一边打理集团的事情 原本贺家人会以为贺淑兼顾不过来 却没想到他不仅打理得不错 甚至短短几年里 把业务拓展到国外 贺淑运18岁的时候 贺淑让贺氏的股价 比起几年前翻了近乎一倍 贺淑运随着慢慢长大 不仅出长成亭亭玉利的模样 更是在学业上 达到一般人无法企迹的高度 18岁的贺淑运没有参加高考 而是被直接保送 贺家人也发现 和贺淑比起来 贺淑运似乎能力比贺淑更强 但他始终不是贺家人 自然也没有让贺淑运进集团的想法 贺淑运明白自己的身份 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集团的事情 他渐渐把重心 放在科研研究身上 贺淑也从来没有干涉他的做法 甚至是秉持着支持的态度 每次学校的科研项目 贺淑每次都会出资支持 就连学校的人都说 羡慕他有个好哥哥 只是贺淑运会时常发呆 以前他想并肩走到贺淑的身边 想成为和他一样优秀的人 后来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想让贺淑多看他一眼 但又觉得 忙忙碌碌这么多年 好像都是一样 他是别人口中贺淑的妹妹 也是贺淑在意的妹妹 图书馆窗外的树叉摇摇晃晃 像是承托不住阳光的重量 清风拂过 这树叶就落在了窗台上 贺淑运看着外面的树发呆 算算日子 自己都已经大三了 再过一年就毕业了 他还没想好 自己要去做什么 桌面上的手机忽然震动 贺淑运看了眼来电显示 屏幕上只有一个字 玉 他拿着手机 滑到街厅上 哥哥 贺淑运低声叫了句 贺淑沉声嗚了一声 又淡淡问道 下午学校有课吗 贺淑运知道他这样问 肯定是有试 没课的 有什么试吗 听到他说没课 贺淑才继续往下说 晚上有点事 带你去一趟 哥哥是没有助理吗 怎么上班 还要带着我一块 贺淑运自然而然地张口抱怨道 说完就听到电话那头的人 低声笑着 贺淑运 你意见很大 贺淑运才不敢 别着嘴 不敢 光是听着声音 贺淑就能想象到他的表情 不敢 我看你没什么不敢的 没课现在就出来 我在你学校门口 贺淑开口道 贺淑运看了眼时间 快到午饭的时间 这会儿过来 多半是带他去吃顿饭 再让他下午干点苦力 这种事 这几年里贺淑运已经细以为常了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不远处停着的车 倒是没看到贺淑 原本以为贺淑在车上等他 可走近了才发现 车里没人 贺淑运四处看了看 想着他可能是在哪儿躲着抽烟 目光四处转转 就看到前面转角处的奶茶店门口 停着的那么深夜 贺淑运有点无奈 刚走过去几步 就看到他身侧形形色色的女人 贺淑运只觉得自己呼吸都中了几分 还是迈着步子走了过去 脑袋里还在组织语言 要怎么叫贺淑 还是默不作声 不去打扰 还没想好 就看到贺淑转头看到他 他嘴角微微扬起 朝他招了招手 贺淑运的脚步 这才快了几分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贺淑就先一步勾住他的肩膀 贺淑运一个踉跌 差点没站稳 脑袋甚至没跟上行动 就听见贺淑 对着那几个人说道 我女朋友 信了 说完 就一手拿着奶茶 一边揽着贺淑运走了 一直走到车边 贺淑才松开了手 贺淑运站在车门外 愣了好一会儿 车内的贺淑催错了一声 他才上车 刚上车 就听见贺淑的解释 刚刚那几个人 我买杯奶茶 一直找我要微信 拿你当的挡箭牌 没事吧 贺淑挑眉看着贺淑运 在他眼里 贺淑运好像一直都是呆呆愣愣的 也不明白 这样的脑子里 会是那么聪明的 贺淑运听他说完 神色恢复了点正常 敏唇笑了下 没事的 下午是有什么事情吗 贺淑运开门见山地问道 刚刚的 就像是个小插曲 贺淑运也没多去想 贺淑手里 拿着刚刚买的奶茶 顺其自然地把吸管插进去 转手递给贺淑运 收购了一家酒店 带你去看看 帮我评估评估 贺淑运轻声应下 午饭过后 贺淑带他去商场转了圈 买了几身衣服 贺淑运不爱逛街 衣服都是定时送到贺家 他再随手挑几件 风格方面 基本上都是贺淑喜欢的款式 习惯了这么多年 看到贺淑拿着一件 吊带亮片裙出来的时候 贺淑运的神情有点心虚 贺淑诞声问道 觉得怎么样 贺淑运没敢仔细去看那件衣服 心虚地翻着一旁的衣服 还 还好吧 贺淑看他心虚的模样 眼睛都没看一眼就说好 顿时想逗逗他的心思越甚 还行 那就去试试 贺淑把衣服递给贺淑运 他拿着衣架 心里格外的忐忑 他这样 一定是知道 他上个星期去酒吧的事情了 上星期跟着室友去酒吧感受了一下 那天他穿的衣服 正和手里的这件 有七八分相似 满脑子顿时一阵懊恼 他一定是知道了 现在就是想看他的反应 贺淑运挠头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换上了 第201章 贺淑 贺淑运 6 贺淑运出来的时候 贺淑正坐在外面的沙发上 他扯了扯裙子 这条比起那天穿的更短一点 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贺淑听到声音 眼俭微抬 入眼的就是他一双葱白的双手 扯着那裙边 流速的裙摆 让他每走一步 就会带着晃动 让人总忍不住 想要去关注他的裙边 哥 贺淑运开口叫了一句 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他明知道贺淑的意思 但又不敢明着和他挑起 只能等着他开口 宛若临迟一样 感觉怎么样 贺淑问他 贺淑运能有什么感觉 简直要命 不太好 我还是换下来吧 他连忙说道 说完就要往试衣间去 贺淑没制止 只是指了指一旁衣架上的另外一件 对着服务员说 那件 拿去给他试试 好的好的 进了试衣间的贺淑运 总算是松了口气 换了另外一件出去后 就没之前那么拘束了 站在镜子面前 稍微整理了 一下就转身问道 这件还可以 贺淑微汗手应了一声 随后对服务员说道 身上这件 加上刚刚式的都包起来 服务员硬道 转身去室衣间 将衣服拿了出来 他拿着那件流苏吊带 询问贺淑 贺淑 这件需要一块包起来吗 贺淑运顺着声音看过去 刚准备说一句不用了 可贺淑的声音比他快一步 一快 他冷冷落下两个字 贺淑运深吸一口气 看来这件事 贺淑是没打算 就这么简单结果了 晚上贺淑运换了身正式点的工作服 跟着贺淑出去 晚饭的时候 贺淑似乎看到了熟人 贺淑运买水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贺淑在大厅沙发上 和一个人聊天 脸上的笑温和 走进了贺淑运才发现 那人是许梅 虽然见过几次 但不是太熟 是贺淑身边的朋友 两个人没说太久 许梅就走了 像是还有事 走了没多久 贺淑就说去给他免单 贺淑运又回眸看了看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贺淑就抬手在他脑袋上敲了下 想什么呢 他分手了 就当是个分手礼物 分手礼物 可是许梅的男朋友他记得 好像是贺淑的朋友 别人不都说劝和不劝分吗 别人分手了 你这么高兴 贺淑运开口嘟囔着 贺淑侧目看着他 轻轻笑着 语气平淡 你不明白 我就是觉得有趣 更想看他露只眼 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这日子过得太无聊 总要找点有趣的事情做 说完 贺淑运看了看他 面色又恢复平时的冷淡 他低声开口问道 哥哥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会喜欢匹配得上他身份的世家贵女 还是会喜欢明念有个性的 贺淑文言垂眸看了眼贺淑运 忽然问道 贺淑运 来贺家多久了 贺淑运有点不明所以 还是开口回答 十年了 在贺家不知不觉都待了快十年了 贺淑运说出来的时候 声音明显小了下来 刚刚的问题 他不应该问的 贺淑笑了一声 来了十年 还摸不清楚你哥的爱好吗 贺淑运沉默一瞬 嘴里嘟囔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阿里是随便就摸得清楚的 他嘴上说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贺淑低下的头 等他说完就看到贺淑低下的头 脸颊就凑在和他咫尺间的距离 心口忽然怦然 像是一头失控的右路 在疯狂乱撞 贺淑运 十年了 别都摸不清 倒是把我对你的容忍度 摸得一清二楚 话落他好像也没有生气 只是抬手在他的发顶上摸了摸 的确 贺淑怎么会允许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 涉及他的隐私 他是断断不会暴露的 刚想说声抱歉 就听到贺淑漫不经心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我喜欢的人 是我能够掌控的 贺淑轻飘飘地说着 贺淑运看着他往前走 不乏轻快 他的答案和他这人一样 他总是喜欢自己 作为占据主导的那一方 走到一半贺淑 才回头看着贺淑运 还站在原地 愣着干嘛 走了 贺淑运这才抬起头 跟上他的脚步 事情结束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贺淑看着时间淡淡道 现在宿舍也关门了 明天一早再送你回学校吧 贺淑运坐在副驾驶 显然是有点累了 整个人奄奄地 点头应了声 好 他闭上眼眯了一小话 到的时候 他还有点猛 这里是 这儿不是贺家 贺淑运原本以为贺淑 会把他送到贺家去 家里爸妈都睡了 回去会吵醒他们 在我这儿睡一晚凑合一下 你这儿不太方便吧 要不我还是去住酒店好了 贺淑下意识地张口拒绝 就一个晚上的事 上去 他皱着眉 贺淑运看他这样 就知道他是不高兴了 每次不高兴的时候 他说话就是带着命令的口气 可偏偏贺淑运吃硬不吃软 贺淑严肃一点 他就变乖了 上楼后贺淑指了直主卧旁的一间 今晚你睡呢 说完 贺淑脱了外套挂在门上 外套下穿着一件白色衬衫 不知道是不是小了 脱外套的时候 手臂的衣料紧紧扒着他的手臂 将手臂的流畅线条凸显出来 卸下严肃的外衣 就算此刻皱着眉 都感觉是温和的 怎么又发呆 贺淑看着他 今晚似乎一直在走神 贺淑原本打算回书房工作的 见他这样 反倒是没心思工作了 贺淑走到沙发边上坐着 还是老样子的下巴微条 让他坐下 贺淑运刚坐下 贺淑就开口问道 是不是觉得 我要找你算账 他这样问 贺淑运说是不对 说不是也不对 只好装聋作哑 一言不发 贺淑叹了口气 下次不安全的地方少去 就算想去 也不能穿成那样 你是女生 不安全 你知道吗 贺淑运点头 知道了 行 去休息吧 贺淑沉声说道 起来转身去了书房 房门关上 贺淑坐在桌前 桌上的文件 一时间都看不进去 刚刚擦肩而过的时候 感觉他心情似乎不好 第202章 贺淑 贺淑运 7 在书房坐了一会儿 贺淑还是觉得烦躁 开门出去 在冰箱里找到瓶牛奶 仔细看了会没过期 才放心倒在小锅里热了会儿 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贺淑竟然有点不知所措 该怎么说话 他硬着头皮敲了会儿门 房间里的人迟迟没来开门 贺淑想着 那就直接放在桌上算了 谁知道刚推开门 浴室的门也一起打开 浴室的雾气争先恐后地冒出 从浴室里出来的人 身上围着条浴巾 乌黑的发丝还滴着水 落到锁骨上 缓缓往下流 雪白的肌肤 因为带着雾气看得不清楚 但还是扰乱了贺淑的思绪 他连忙转过身去 带上了房门 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一扇门将两个人隔绝开 安静的房间外 贺淑不平稳的心跳声 震笼发聩 手上握着牛奶杯 力道渐重 深呼吸了好几口贺淑 才让心情停复下来 没一会儿 房门被打开 贺淑运换了身衣服 头发还是湿的 怎么了嘛哥 贺淑运也有些平复不过来 当时满脑子 就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手脚行动都变得呆滞 贺淑这才把手里的牛奶递给他 喝点热牛奶 睡得好一点 贺淑运接过杯子 带着温热的热度 谢谢哥哥 我没什么不适应 哥哥也早点睡吧 贺淑运贴心地说一句 贺淑运没说什么 只是点头又看了眼他 脸颊还透着粉嫩 不知道是刚刚的小意外脸红了 还是刚洗完早出来的原因 看着他头发 还滴着水快把睡衣尽湿 贺淑皱着没问了句 浴室里没有吹风机吗 啊 有的 哥哥要用吗 贺淑运没说话 推门进了房间 走进浴室 在灌洗室下面的抽屉里 拿出吹风机 走到一旁的沙发 倚弯下腰插上插头 看贺淑运 还站在原地贺淑运抬声叫了一句 过来坐着 贺淑运自然是看出 贺淑打算干嘛 走过去想拿他手里的吹风机 就看贺淑运松手 只是拍了拍面前的椅子 说了句 坐好 他的意思是要给他吹头发 贺淑运低声开口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不用麻烦哥哥的 贺淑运没听他的话 只是声音严肃了几分 重复了一遍 坐好 贺淑重复了两遍 贺淑运没继续坚持 只是乖乖地坐下 这样子 让他总感觉自己 还是以前小的时候一样 那会儿 他还是跟在贺淑身后 一口一口地叫着哥哥 但是现在都21了 还这样对贺淑对待 倒是让他生出了几分不该有的心思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也太过亲密 吹风机的暖风轻吹着发丝 贺淑运带着点保险的指尖 穿过他的发丝 一阵阵酥麻的感觉慢开 随着吹风机的声音停下 贺淑的声音也在身后响起 好了 下次先把头发吹干 不然会感冒 知道了 贺淑运点头 嘴上说了句 知道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这点简单的道理他知道 贺淑有些不爽 想说自己长大了 你在我这 还是和以前一样 就是个小孩 说完 轻轻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他收好吹风机后 催促着他 早点睡觉就出去了 贺淑运上床后 脑袋里还是刚刚的场景 像个毛线团一样 他想解开 却越绕越乱 最后连自己都缠进去 回到房间的贺淑 也是 久久不能平静 脑海里不是他的模样 就是走之前去浴室放东西 看到一楼里放着的衣服 带着蕾丝花边的小小一件 贺淑只觉得 呼吸都中了几分 次日清晨 贺淑醒的时候 窗外的阳光正好 照进房间里 缓缓睁开眼 在床上缓了一会儿 才看了眼时间 一般是这个时间点 他还要继续睡会儿的 但是想着贺淑运还在 就没赖床 洗漱完出来的时候 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 贺淑运坐在餐桌上 眼瞼微抬 看到贺淑走过来 他起身去厨房 泡了杯咖啡 放在贺淑的面前 起这么早啊 贺淑低声问了句 贺淑运这才开口 十点多学校还有点事 得早点去 贺淑看了看时间 淡淡道 吃完饭我送你过去 贺淑运埋头吃着饭没拒绝 一路上 贺淑运将昨天做的评估 简单整理出来 发到贺淑的邮箱里 到学校的时候 贺淑运和贺淑 简单说了点细节 就转身进去了 正准备上车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有人叫住他 贺淑拉开车门的手顿住 见到来人微微汗手叫了声 闻老师好 来人是贺淑运的科研老师 贺淑运进学校之后 就是一直在他的小组底下 贺淑对他是有点尊敬的 见他有点不知道 怎么开口的样子 贺淑多半猜到 可能是和贺淑运有关的事情 闻老师是想说淑运的事情吗 贺淑开门见山地问道 闻老师见状 没有继续扭捏 直接开口道 是这样的 国外有一个项目 最近缺人 小组里有一个名额 我这边是比较 逐一让贺淑运去的 毕竟从他一进学校开始 我就比较欣赏这个孩子的 贺淑也点头 但闻老师这样说 后面肯定是跟着个但是 我看贺淑运好像并没有这个想法 上次和他提过一次 他好像并不想出国 我让他回家和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 你们家里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说到这儿 贺淑的眉心促起 出国的事情 贺淑运只字没提 看样子也不像是忘了 他就是故意没有提及 这件事 我们可能还要再商量商量 辛苦老师了 贺淑微微汗手 没事没事 毕竟这件事也是大事 过去的话 短则一年 长则三五年 都是可能的 的确是要慎重一点的 不过要是真的能去的话 再回来 那前途可就不可限量了 闻老师谨慎地说着 贺淑心里也知道怎么回事 又说了两句 闻老师就先去学校了 贺淑不知道 贺淑运不愿说这件事的原因 但在他的认知里 贺淑运并不是一个 会因为一点小事 放弃这么好机会的人 第203章 贺淑 贺淑运 8 贺淑原本想着 这件事 贺淑运有自己的考量 但是过了许久 还是等到闻老师 打电话给他问道 贺淑运有没有想好 贺淑才知道 贺淑运 这是真的不打算去了 周末的时候 贺淑运都要回贺家 每次周末的时候 他都会回家陪贺母吃饭 贺淑一般都没空回来 今天贺淑运刚到家的时候 就看到客厅的沙发上 多了个人的身影 贺淑稀奇地在家 自从上次 在贺淑家住了一晚之后 贺淑运有一段时间 没见到他了 今天再看到他 总感觉今晚还有事发生 他总是能仔细观察到 贺淑运的表情 今晚的贺淑 像是藏着诗一样 不知道回家前 他和贺母聊了什么 心里有事 贺淑运晚饭吃的 都心不在焉的 晚饭过后 贺淑才开口叫到贺淑运 等回来我房间一趟 他说完就直接上楼了 和很多年前他饭了事一样 贺淑总是面色平淡地 让他去房间一趟 去了总免不了一顿训斥 贺淑运想了话 自己是做了什么 让贺淑不高兴的是吗 他想了话 也没想出来的究竟 走到贺淑房门口时 轻轻敲了敲房门 开门后就看见贺淑坐在桌前 电脑的屏幕亮着 灯光映在贺淑的脸庞上 贺淑抬眼让他坐下 贺淑运坐在书桌前 还没等他开口 贺淑就略微严肃地问道 最近在学校还好吗 贺淑运总觉得 今天的贺淑不太对劲 点了点头 还好 随即话音刚落 就听见贺淑询问了声 还有一年你就毕业了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听到这儿 贺淑运的手心微微攥紧 忽然想到一件事 国外的研究是名额 这件事 他一直没开口 也没打算说 他只想待在国内 在贺淑身边 就算没有和他同处一份工作 在一个城市里 也是好的 若是要他一个人去一国他乡 他真的不行 毕业 暂时还没有想法 对于未来的事情 暂时还说不准 更何况 他并不觉得 自己会找不到好的处处 贺淑运的视线落在桌面上 听到他开口说 没想法 贺淑的手落在桌面上 直接轻轻敲打着桌面 像是一点一点地 敲在他心口上一样 难熬 安静了几秒后 贺淑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为什么不想去国外 他没有追究他 瞒着不说的原因 只是直接问他 为什么不想去 这一刻 贺淑运也清楚地知道 贺淑找他谈话的目的 可为什么不想去国外 他要怎么说 脑袋里还在组织语言 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贺淑运只好开口敷衍道 国外我人生地不熟的 我又不爱社交 怕融入不了国外的生活 说完贺淑没有立马开口 手上的动作也停下来 见他迟迟没有开口 贺淑运才微微抬眼 看了眼对面的人 刚偷看了一眼贺淑就开口 就只是怕不适应 这都是小事情 你总要学着走出去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为了这点小事 拒绝这么好的机会 贺淑运 这不是你会做的事 是了 以贺淑对他的了解 根本不会信这个理由的 贺淑运一时慌了神 咬咬牙直接开口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 我就是想在国内待着不行吗 他的声音有点大 脸颊有点红 贺淑还是第一次看到贺淑运 会大声和他说话 不由得有点被气笑了 他忍着笑一说 你现在是想干什么 那不去国外也行 今时也有一个 类似的合作项目 虽然比不上国外 但去历练一下也是好的 你喜欢科研 就好好去做 不要任性 贺淑好好地和他说道 不知道怎么的 总觉得贺淑运 是不是叛逆期 来得太晚了点 贺淑运坐在椅子上 脑袋里都是他刚刚说的话 不去国外 就去别的城市 他就真的这么想 让他离开他身边吗 贺淑运紧紧攥着自己的手 掌心被指甲戳着 有点痛 但是眼前的人是贺淑 他好像又什么都做不了 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对贺淑的感情 远远超出了 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步 他的战友欲在这一刻 占据了他的大脑 见贺淑运没说话 贺淑又问了声 不说话了 我是在问你的意见 贺淑见贺淑运低着头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变化 只是他如文般的声音 又小又轻 不去国外 就要去京市吗 贺淑抬眸看了他一眼 冷冷硬道 对 这是在给你以后选好路 说完 他似乎好像听见了 断断续续的抽烟声 他皱着眉在抬眼 就看到贺淑运眼眶微红 贺淑的眉目一下子松了些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刚刚说的话 逼得他太紧了 刚想说什么 就看他被咬得烟红的唇微动 贺淑 这是贺淑运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贺淑觉得有点不对 就看他吸了吸鼻子 继续说道 你就这么想把我送走吗 我就不能留在海市 留在你身边吗 说完他停顿了两秒 他知道自己这样说 已经是不对的了 简单的几个字 就已经让他的心思表露无遗了 贺淑肯定会生气的 趁着他还没开口 贺淑运就先起身 看着他的眼睛 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我会去国外的 不要你操心了 说完心里空落落的 像是被掏空了一样难受 下了这个决定 就意味着 他和贺淑要分开很久 时间是最让人说不定的东西 更何况 贺淑已经到了被贺母催婚的地步 下一次 也许就会是听到他的喜讯 趁早说出来也好 总好过被贺淑主动发现 贺淑运走出房门的时候 贺母已经回了房间 他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却不想进去 贺淑运在房间里 简单收拾了点东西 就出了门 刚走出去 就看到庸人问他 贺淑运也只好编了个理由 说是学校有事 到学校后 手机里依旧没有收到贺淑的消息 贺淑运想他肯定是生气急了 在宿舍的床上 贺淑运睡不着 打开贺淑的聊天框 刷新了很久都没看到新的消息 眼睛酸涩地湿了半边枕头 挣扎了好久才关掉手机 把自己埋在黑暗里 让酸涩的心情滋长 第204章 贺淑 贺淑运 9 贺淑的思绪停滞了好一会儿 刚才贺淑运的话萦绕在耳 他说 不想离开自己身边 贺淑从来都没发现贺淑运的心思 甚至多一点的依赖都没察觉到 两个人总是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在外人看来 只是贺家关系好的兄妹而已 是什么时候他 萌生出了不一样的心思 贺淑不知道 甚至不敢多想 贺淑运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不去在意这种心思是什么时候有的 只要能一直在身边待着就好了 但是这次 他好像逼得他太紧了 才会让他情急之下 说出那些话来 贺淑顿时觉得 自己乱得很 分杂的情绪 像李不清的线团一样 过了许久 贺淑才开门 走到贺淑运房门口敲了敲门 敲了好一会儿都没开门 贺淑原本以为他睡着了 这时路过的庸人说道 小姐前面就走了 少爷不知道吗 贺淑眉心拧紧 赋问了句 走了 嗯 两个小时前吧 说是学校有事 就回去了 两个小时前 那就是刚从他房间出去的时候 行得很 倒是跑得挺快 贺淑回到房间看了眼时间 已经快十二点了 这会儿 估计他也睡觉了 手指停在电话界面 还是没有拨过去 次日清早 贺淑就去了学校 车子停在校门口 手机拨着贺淑运的电话 电话那头 只是冰冷的机械提示音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贺淑不死心 连着打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坐在车里 他烦躁地挠了挠头 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网上说和女生吵架 不能过夜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这人连电话都不接了 想起手机里存了个文老师的电话 贺淑这才连忙拨了过去 电话那头 很快就被接通了 闻老师愉悦的声音 从听筒那边传来 书运哥哥 有什么事吗 从老师那愉悦的声音里 不难听出来 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好消息 贺淑觉得和贺书运有关 是这样的 书运手机关机了 不知道老师今天有没有看到他 关机 老师困惑地问了句 随后又说 今天一早他就来报名 申请了出国的名额 关机是不是手机没电了呀 应该没什么事情的 要不我帮你联系联系学校宿舍 听到他说 贺书运一早就过去了 心里不免一正 看来还是 昨晚说的话过分了 才会让他连手机都关机了 像是刻意躲着他一样 一时间开始懊恼 昨晚自己口不择言说的话 现在想想 不就是逼着他离开自己吗 但是现在 也不好麻烦老师 他只好开口道 没事的老师 不用了 挂了电话之后 贺书又切到微信上 姗姗简简 他还是拿不准 要怎么给他发消息 最后还是道了歉 昨晚 是我说话太过分 你现在在哪呢 哥很担心 看到回电 电话那头 依旧还是安安静静的 没有一丝动静 过了好一会儿 手机忽然震动 他连忙拿起一看 却是工作助理的消息 看了眼上面 今天的工作安排之后 贺书叹了口气 又看了看校门口 分杂的人影 最后还是挂挡启动 晚上的时候 贺书有一个小型的酒会 他实在是心情不佳 酒会上都没人过来 和他交谈 大概是他的表情 实在不好 他低头看着手机 给贺书运发的消息 一直没有回应 贺书知道他 想要时间冷静 但自己又不免地去多想 临近结束的时候 手机嗡嗡作响 他看了眼手机是许梅 贺书有些好奇 但还是接了 刚接听 就听见他开口说道 贺书 我看到贺书运了 顿时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 贺书连忙开口 让他看着点 自己马上过去 刚准备拿着衣服 就走的时候 目光扫到酒会一旁的两人 他走过去 拍了拍靴层肩膀 低声问了句 这个点了你老婆还在酒吧 还不去接人吗 说完 不仅薛层拧眉 看着他一旁的另一个人 也看着他 他依稀记得 这人好像姓楼 他耸奸 温声道 我去接人 你要去接老婆吗 详见九十二章 贺书将贺书运报上车后 垂眸看着昏暗的光线下的脸颊 被酒气熏得微红的脸颊 卷翘的睫毛微微颤动 时不时皱着眉 呢喃着什么 要知道 昨晚说的话 会让他反应这么大 他一定不会那样开口 贺书静静看着他 眼眸深邃 轻轻拨开他脸颊上贴着的发丝 暗暗到了句 就这么不想离开我吗 这样子的人 就算让他去国外 自己应该也不会放心的吧 他醉得离谱 贺书直接将人带回了公寓 给他简单擦了个脸 这人转身就冲到卫生间吐了起来 吐完还是不怎么清醒 贺书好不容易收拾干净 抱着他上床 结果他迷迷糊糊醒了一会儿 盯着贺书看了好一会儿 还在自言自语 哥哥 他叫的声音委屈 像是吃了天大的苦一样 纵使是油言不尽的贺书 听到这一声 也不免地软下心来 我在 贺书运又猛地摇头 不是哥哥 哥哥肯定 讨厌我的 他说着 声音哽咽 又开始哭了起来 哥哥不喜欢我 贺书一时间有点手忙脚乱 抽了几张纸 胡乱地给他擦着眼泪 一边擦着 一边哄着他 不讨厌 哥哥不讨厌你 他还是摇着头 但也没继续说话 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倒在床上 身子全成一团睡肘 贺书轻叹了一口气 给他噎好被子 才关上灯 从房间里出去 贺书的心情 被他短短几句话 就搅扰得不行 耳侧他绵软的声音 还是环绕在耳 怎么也散不去 这天夜里 贺书又失眠了 次日 贺书运醒得很晚 刚醒来的时候 脑袋像是撕裂般的痛 缓了一会儿才发现 这里是贺书的公寓 还没等他想发生了什么事 就看到镜子里人 魔鬼样的自己 只好先洗漱一遍 正想着怎么出去 和贺书见面 房间门口忽然传来 细碎的声音 第205章 贺书 贺书运 时 贺书运听到声音走过去 就看到推门 而入的贺书 一时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贺书似乎是看出他的局促 先开口问了句 头还痛吗 头还痛着 但是贺书运想先离开这里 只好摇了摇头说 不痛 麻烦了 贺书运客气地说了句 贺书轻声应了句 刚往前走一步 就看到 贺书运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像是刻意地拉开距离一样 贺书眉心肉眼可见地变了 刚准备伸出去的手 又收了回来 在看不见的地方 紧紧攥着 贺书只好转身出去 落下一句 出来吃早餐吧 门又被关上 一想到昨天的事情 贺书运下意识地想要躲着贺书 不知道 怎么一看着他 贺书运就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已经提交了出国的申请 贺书应该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贺书运想着 要昨天的没说那些话就好 他还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国 关系 还是像以前一样 自然就好 总好过现在 见面了除了尴尬 就只有尴尬 饭桌前两个人安静的 就像这屋子里 没有第二个人一样 贺书没忍住 还是问了句 昨天手机怎么关接 你就不会担心 有人找不到你吗 贺书一想到自己 昨天手机里播出去的几十通电话 就心情烦躁 听着贺书说出这句话 贺书运还是降着脾气说 反正也没什么人会找我 你找我也只是问问学习的事情 贺书被他一句话气笑了 反问道 我只有在问你 学习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吗 说完他有些无奈地笑着 贺书运 做人要讲点良心的 他这话说的 和变相地骂他是小眉良心的一样 贺书运没回话 随便他怎么说吧 他又不敢对着贺书顶嘴 偶尔两次对一下 下一秒就低下头来 贺书运自己也知道 和贺书顶嘴 没有一次自己是落得上风的 也不想说什么 反正现在事情都解决好了 你也没什么要烦的了 贺书运说完 起身把餐盘放进了厨房 转身就打算回房间拿下东西 等会他就走 多在这待 一会儿他心思就不由自主地 会在贺书身上停留 人还没走到房间去 就被贺书从身后攥住 拉着他走到沙发边上 摁着他肩膀坐下 贺书运不爽地偏开头不去看他 贺书一看他那样子 就知道这人脾气还没消 养了十年 倒是养出一身的脾气来 贺书只好耐着性子 和他好好说 我昨天怎么和你说的 让你好好决定 自己要走的路 当初是你自己选择的科研 所以 我一直认为这是你打算好走的路 所以才会让你好好选择要去哪里 但如果你不想去 我们也是可以商量的 而不是 你这样消失一天 让我担心 贺书说完 长叹了一口气 不看着眼前的人 在自己身边十年 养成了乖巧顺从的模样 实则乖巧的外皮下 比任何人都将 下定决心的事情 做得也比任何人都坚定 所以 往往他闹脾气的时候 贺书是最没办法的 那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留在海城吗 说到这里 贺书运才抬起头来 对上贺书视线的一瞬 贺书有些无奈 你已经上报了出国的事情 是了 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 现在说开来 又有什么用呢 等到审批下来 他还是要去国外的 看着贺书运一脸沉默 贺书又开口 为什么想留在海城 嗯 贺书运眼瞼微抬 脸上浮现一丝心虚 脸颊都带着浅浅的粉 贺书运不知道 他是明知故问还是怎么 可这个原因 他昨天不是说过了吗 我 昨天说过了的 他低声说了句 要他再说一遍 是不可能了 哦 昨天我没听清 贺书淡淡说道 坐在他身侧的位置上 他靠在沙发上 双臂张开 贺书运做的端正 和贺书做一块 俨然就是一个浪荡子 一个乖乖女的模样 怎么不说话 贺书又问了声 贺书运只觉得喉咙一紧 这人就是专门看他笑话的 手上攥着的衣角越来越紧 贺书就靠在后面 看着他的小动作 唯唯诺诺的 平日里逼急了一样会跳墙 现在在逼他 反倒沉默不语了 贺书其实不想他这样 有什么情绪 大胆表露出来就好 就算怨他贺书 也想他能对着自己 大胆点说出来 骂他也好 埋怨也好 贺书轻叹一口气 微微坐起来点 凑到他耳后 轻声问了句 昨天好像说 不想离开我 忽然从耳后传来的声音 像是一股电流 从耳朵传入 引得贺书运 浑身酥酥麻麻的 心跳碰碰 脑海里回荡着他 刚刚说的那句话 他知道 他昨天怎么说的 甚至还重复了一遍 那他现在 贺书运回头 视线撞进他深邃的眼眸 他的眼睛里 只有他的样子 距离很近 贺书运只觉得呼吸都一致 心跳快地要冲出胸腔 整个人都快逆在他的眼眸里 撑在沙发上的手臂 忽然一软 整个人快要倒下 忽然腰上附上一股力量 将他捞起来 鼻尖撞到他的锁骨 钻进一股冷冽的清草气 他下意识地抓住 他腰间的衣服 刚刚一瞬间停住的呼吸 忽然让他反应过来 猛烈地喘着气 太 太亲密了 贺书运下意识地反应过来 刚想拉开距离 就觉得腰上的力量重了几分 他死死扣住他的腰 他挪不开距离 贺书运知道这样不对 对于贺玉这样轻浮的动作 更是一瞬间 脸颊仗的通红 情急之下 他又叫了他的名字 贺玉 耳侧传来贺玉轻挑的一笑 他缓缓松开手 看到贺书运张红的脸颊 他低下头来 盯着他 温声问道 你昨天说 不想离开我的意思 他直白问道 根本不给贺书运反应的时间 贺书运只觉得 浑身连同细胞都僵住了 他支支吾吾道 那个 你和我 第206章 贺玉 贺书运 11 贺玉在他眼里 看出担心害怕 又往他那靠了靠 他这副模样 和受精的兔子一般无二 贺玉眼里的笑意愈浓 看他结巴地说不出话来 贺玉接着他的话问他 那是我理解错了 书运不喜欢我 这样说 贺书运又说不出 贺书运一个事 他自然是喜欢的 甚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更何况 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人在 很难会有人不喜欢的吧 但是理智 还是告诉贺书运 他们不合适 但是 不可以 贺书运还是往后挪了点 拉开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贺玉没有继续往前 他一手撑在沙发上 看着他没有不高兴 也没有开心 贺玉想了 心里知道他纠结的点在哪里 他站起身来 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 低声问道 要去学校吗 我送你 或许是他转变得太快 贺书运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愣了两秒后 他微微点头 心里有一点点失落 他说不出 自己在期待什么 期待贺玉说 他也喜欢自己吗 贺可他又觉得自己 真的期待太多了 贺玉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很好了 没有训斥他 不该有这种心思 就已经很好了 贺书运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要认清自己 回到学校之后 贺书运着手准备 申请需要的材料 批示在几天后下来了 预料之中的成功 不过好在报道时间还算宽裕 只要明年再去就行了 安排好了之后 闻老师又给贺书运 接手了一个项目 贺书运想着 回趟家 把出国的事情说一下 刚到家的时候 客厅里空空荡荡的 贺书运问了声庸人 母亲呢 庸人看了眼楼上说道 太太和少爷在楼上书房 贺母很少会去过问贺玉的事情 倒是少见他们会在书房里 贺书运上楼走到书房门口 刚准备敲门 就听见里面贺母提高的嗓音 为什么要和书运解除抚养关系 贺书运的手一顿 愣在书房外 脑海里的线像是崩断了一样 下意识地逃避 让他放快的脚步离开 他回到房间就关上门 不断告诉自己 应该是自己听错了 贺玉要断了他和贺家的抚养关系 为什么 贺书运满脑子都是为什么 他想不通 贺书运在房间里坐了好一会儿 根本不知道自己 应该怎么走出房间 更不知道该怎么去问贺玉 难道他还是在意 上次他说的话 那天在家里的举动 也只是为了测试他 他觉得不能接受 所以才会和贺母说 要解除抚养关系 等到他出国 他们就可以桥归桥路归路 贺书运从未有过任何时候 像现在这样害怕 双手都忍不住地颤抖 在房间里坐好一会儿 贺书运收拾了几件衣服 开门看了眼外面 他们似乎还在书房里 贺书运临走时 又看了眼楼上 临走时和庸人说了声 刚刚回来的事情 不要和他们说 就当做他没回来过 好像这样就可以当做 他没有听到过 好像只有这样 自己才会好受一点 只要贺书没和他说 他就可以当做不知道 回了学校之后 贺书运在宿舍待了好几天 除了吃饭去实验室 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 偶尔几次贺书 发消息叫他出来吃饭 他都拒绝了 他怕自己出去了 贺书就要和他说起 解除关系的事情 他可以让自己和以前一样 叫他哥哥 但是 他真的不能让自己和贺书 当做陌生人一样 到时候 连叫一声哥哥都是奢侈 又过了几天 宿舍忽然水电检修 一般宿舍不好住的时候 贺书运都是回贺家住 但是今天 他好像只能去找酒店住了 吃完饭 准备去酒店的路上 贺书运路过一间酒吧 不知道怎么的 他又鬼使神差地走进去 上次喝醉了 贺书会来接他 那这次呢 现在他讨厌 他还会来接他吗 贺书接到酒吧电话的时候 刚从医院出来 一听到服务员说 贺书运在酒吧喝多了他 才忽然感觉到 贺书运最近的状态不对 好像又有点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几次叫他出来吃饭 也是拒绝 现在倒好又在酒吧借酒交仇 详见129章开头 其实接到贺书运的时候不算晚 送回宿舍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私心作祟 贺书还是将人接到了公寓里 贺书运醉得倒在他怀里 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 刚刚车里他抬眼时 迷离的眼神 依旧在他脑海里浮现 贺书没把人抱回侧卧 而是直接抱回了自己房间 贺书运醉了 但还有点理智 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 他反复告诉自己 他把自己带来公寓 是不是就代表着 他其实没有讨厌他 他是不是还是有机会的 贺书帮他噎好被子 就准备出去 刚起身 衣脚就被人扯住 贺书运的小手 紧紧地攥着他的衣脚 贺书轻叹一口气 蹲在床边 轻声问他 行了 贺书运的演技的确不好 虽然闭着眼 但是眼瞼都在颤抖 眼泪都出来了 这要说 醉了谁会信啊 贺书随手抽了几张纸 帮他擦了擦脸 多大的人了 喝醉酒也哭 贺书轻声哄着他 觉得腿有些抹了 起来坐在床边 一手轻轻给他拍着背 像是哄孩子般 可这样 他身子抖得更是厉害 贺书不知道他怎么了 轻轻唤了他一声 书运 怎么了 贺书运抽气了好几下才睁眼 缓缓坐起来 双手抱着膝盖 全程小小的一团 声音哽咽 你说要和我断了领养关系 你是讨厌我吗 他看着贺书的眼睛 说出了这几天 他一直逃避的问题 可贺书的态度 似乎并没有在他意想之中 他只是轻柔地擦着他的脸 小声问道 书运不是喜欢我吗 关系断了这样 别人才不会说闲话 怕他醉着听不清意思 贺书又凑近了些 刚准备再说一遍 就被贺书运伸手勾住 他把头埋在他的脖梗处 声音哽咽 不骗我 贺书轻笑 不骗你 说完 贺书只觉得怀里的人哭得更凶了 贺书运哭到头痛 才从贺书怀里出来 第207章 贺书 贺书运 12 贺书摸着他脑袋 低声问了句 要不要喝点醒酒的 贺书运低垂着头 点了两下 这副模样 看着乖巧极了 但贺书又有点担心 他这副模样 又哄了好一会儿才出去 贺书出去之后 贺书运才扶着床边起来 去浴室擦了擦脸 用冷水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才感觉好点 刚坐回床上 门口的贺书端着一杯水进来 手里拿了瓶药 吃力药吧 我之前喝得厉害 吃力药就好多了 贺书运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倒了力出来 就这水咽了下去 完了 顺手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 贺书还看着他 这会儿 贺书运已经没那么醉了 但是被他这样盯着 又觉得满脸滚烫 你以前经常喝很多吗 贺书运抬眼看着他 房间里没开灯 借着点窗外的光线 贺书的眼睛深邃得不行 不知道是风太轻 还是月光太温柔 在他眼里 竟然看到了少有的柔情 以前我没回贺家的时候 都是喝得挺得多的时候 那会儿你还要上学 贺多了回去 难免会吵着在隔壁的你 后来就不回去了 贺书轻声说着 贺书运又想起以前的事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忙的 而是到了后面 快毕业的时候 就经常不回贺家了 那会儿也问过他 他说是工作家学习太忙 就在学校附近的房子住下了 所以 你那会儿说是太忙 就是因为公司的事情 经常要去应酬吗 贺书运身子往他那挪了挪 想听他说 他微微点头 都过来了 忙是肯定的 现在其实也挺忙的 只是事情都处理起来 得心应手了 就轻松点了 说完 他侧目看到身侧的贺书运 两个人距离近到 只有一拳之隔 呼吸在静谜的空气里相撞 贺玉只觉得喉结微滚 一时间也变得手足无措 那个 你先睡吧 我去外面睡 贺玉说完 就准备起身 还没等他起来 就感觉手心一抹温热的出感 贺书运的手落在他的掌心 微微用了点力 他只要反手就能正开 贺玉看着笑了笑 又坐了回去 怎么了 贺书运看着他心口怦然跳动着 小手拍了拍一旁的位置 小声说道 你不在这儿睡吗 这是你的房间 话落 贺玉神色微愣 掌心忽然用力 将人拉到自己面前 低下头问他 我和你有绝对的力量悬殊 我要真在这儿睡 我要做什么 你没有反抗的余地 说完 他忽然凑近 呼吸打在脸颊上 说话时 嘴角甚至可以碰到他的唇边 现在 你还偶睡着吗 贺书运眼睫轻颤 眼睛亮亮的 盯着他的眼睛问了句 你也喜欢 还没问完 贺玉落在腰上的 手紧了几分 抢着回答道 喜欢 贺玉也喜欢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里带着笑声 贺书运总觉得梦幻 可能是喝了酒 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缠着他又问道 可是 你看着 并不像喜欢我的样子 说完 贺玉头栽了下去 抵着他的肩膀 笑得身子微颤 贺书运 你都算是我养大的 我要表现出来 那我岂不是 说到最后 他有点一言难尽的意思 但还是忍着笑意 抬眼问他 你明白吗 贺书运被他问的脸 又红了红 声音低了又低 轻声嗚了一下 那现在 我要去哪里睡 贺书声音轻轻揉揉地 在耳边响起的时候 像羽毛扶过一样 看着贺书运 带着些紧张的样子 贺书又想逗逗他 腰上的手紧紧贴着他的衣服 看似不小心地 碰到他腰上的软肉 贺书运身子一僵 抬眼就看到贺书的小表情 贺书运气急 在他的腰上掐了一下 琴横一声道 就在这睡吧 贺书听了 揉了揉他的头顶 温声道 那我去洗漱一下 贺书运点头 看着他拿了睡衣往浴室去 听着浴室里的水声 明明催眠得很 却没有一丝困意 等到贺书出来的时候 看他还没睡 他走到另一侧 倾掀起一边的被子上去 虽然睡在一张床上 却还是隔着很远的距离 贺书一手伸直 才能碰到他 他挪了挪身子 轻轻拉了一下 揽进怀里 贺书运低着头 被揽进怀里的时候 脑袋正好钻进他的胸口 他近距离地感受 他呼吸的节奏频率 感觉到有点呼吸不过来 他抬手撑在他胸口 往后退了退 贺书只是伸手放在他背上 轻轻拍了拍 就抱着你睡 乖一点 我很久没好好抱过你了 说完 他的脸颊在他发顶上蹭了蹭 贺书运的心脏跳动 好久才平复下来 被贺书抱着 他甚至没敢做太大的动作 什么时候睡过去的 也不记得 只记得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清早 旁边的床位已经空了 摸了摸 还带着点温热的感觉 贺书运走到浴室 从头到脚都好好洗了洗 直到身上 闻着没有其他的味道才出去 昨晚整个人迷迷糊糊的 甚至都忘了自己身上一股酒味 也不知道贺书是怎么忍着的 刚走出浴室 就看到贺书已经在床边坐着了 似乎在抽屉里找什么东西 他一手擦着头发 看着贺书穿着睡衣 领口开得很大 甚至可以看到他腹肌的纹路 脸色又占红了点 醒这么早 贺书运点了点头 也不早了 贺书笑了笑 是 过来点 他坐在床边 看着贺书运站在原地不动他 直接拉了拉他的手 贺书运换了身睡衣 被他拉到身边去时 袖子扯了扯肩膀滑下来一块 今天不用去公司吗 贺书运抬眼轻声问道 贺书摇头说了句 今天不去 有点其他的事 那你什么时候出门 贺书运又问了句 贺书的手落在他的手背上 轻轻捏着 带着点养液 不用出去 这件事在家里就能解决 贺书运以为他说的事 可以远程操作 就没有多问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贺书运低声问了句 出国的事情 事情已经准备好了 再拒绝是不可能的 贺书运不知道贺书是怎么想的 要在之前 或许他还可以去 但现在 他一点也不想走 贺书只是笑了笑 转过头来说 去好好完成你的学业 不是很远的距离 我会去找你的 好不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格外的温柔 贺书运垂下头轻轻点了点 见他没再说话 贺书运以为他没看见 抬眼说了声 好 话音刚落 就见他栖身压了下来 贺书运吓得倒在床上 他双手捏着他的手腕 将人扣住 低下头来 笑声浅浅地落在他耳边 从耳阔开始 酥酥麻麻的感觉 传遍四肢百骸 呼吸都中了几分 胸口处的起伏明显 贺书运紧张地想动动 刚一抬脚 就感觉好像碰到了什么 贺书运呼吸一致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贺玉就张口说道 最近很不乖 都多久没有主动找我了 昨天还去酒吧 我今天恕罪并罚 你有意见吗 贺书运这才反应过来 他说要解决的事情 是自己 那 你要怎么惩罚 贺书运的声音带着点颤抖 眼眸微眨 自己不是小孩子了 要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自己好像都有了心理准备 怎么都可以 应该 可以吧 贺书运的声音弱了几分 感觉到腰上的凉意 他倒吸一口冷气 身子绷得笔直 紧张的感觉 比起其他感官 放大得更加彻底 像是熟透的橘子 被拨开橘半 微微用力 就能掐出水来 过了好一会儿 贺玉停下手上的动作 又问了句 这样也可以 看着眼前的人 脸颊红了又红 偏要紧咬着唇不说话 贺玉的力道 又中了几分 贺书运只觉得 眼前都被蒙上了一层雾气 在迷离的幻境里 痛感和渴望攀上高峰 年后 贺书运还是踏上了 去往国外的航班 只说了一句 你在国内要注意身体 贺玉点头 笑着说了声 我身体很好 贺书运一下 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 挣脱他的手 对着胸口就是一锤 你正经点 贺玉无奈 只好应道 好 在外面可不准偷看别的男人 贺书运一下笑出声来 知道了 说完 眼前的人叹了口气 帮他整理了下领口的围巾 看了眼时间说 快进去吧 嗯 贺书运拉着箱子转身进去 快过安检的时候 贺书运忽然停住脚步 喊出他的名字 贺玉 贺玉回头看到 他朝着自己跑过来 他张开双臂 将人抱了个满怀 一瞬间 仿佛空气都静止 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 我爱你 翻外 结婚纪念日 结婚三周年那天 薛景瑶在许家老宅住着 老爷子喜欢的景 请了个保姆专心带着 比起薛曾许梅 多少都有点不放心 但薛曾似乎放心得很 甚至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小孩是不是很辛苦呀 一声问了他一句 薛曾抬手揉了揉 他的发丝眉说话 另一只手落在他的腰上 将人一把扯了过来 许梅跌坐在他怀里 耳侧传来 他低沉的声音 好不容易就我们两个在 是不是应该算算账了 许梅不解的皱了皱眉 什么账 就算算 怀孕的时候 你惹了多少次火 许梅一听 直觉告诉他 没什么好事 撑着身子想起来 可薛曾扣得死死的 动弹不得 他又问了句 记得不记得你说过什么的 嗯 什么 许梅眼俭微眨 一脸单纯的不明所以 装傻 薛曾抬手在他腰上揉了一把 低声说了句 等着 说完才松开他 让他坐到旁边去 看着薛曾起身往书房去 许梅虽然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多少今晚是逃不掉了 他就乖乖坐在沙发上 等他回来 薛曾回来的时候 怀里抱了个箱子 看他一脸神秘的模样 许梅问他 你拿着什么东西 他没回答 只是坐在他身边 把怀里的箱子 放在他腿上 眉眼微调 抽两个 两个 薛曾点头 两个惩罚 不就两个吗 惩罚 许梅声音大了点 满脸写着不情愿 不能说话不算话 是你答应的 当初你调皮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今天的惩罚 他说的时候 下巴靠在他的肩膀上 但许梅还是没动手去盒子里 拿那些折叠好的纸条 心里听他说的话 一阵颤动 刚想着去抽哪个 薛曾就握着他的手 伸进盒子里 带着他的手摸着 盒子里的纸条 这个 他攥着他的手摸了几个 许梅都摇头 不要 那乖乖自己抽一个 许梅轻叹一口气 摸了一下 随手拿了两个 那就这个吧 他摊开手心 看着掌心里的纸条 确定了 就这两个 薛曾问了声 许梅垂眸看着 还是点头同意了 那我打开了 许梅有点担心 小声问了句 惩罚很严重吗 薛曾低声笑了笑 摇头道 不会 说完他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可能有一个会比较严重一点 他说的一本正经 许梅咽了咽口水 心里有点慌 看着薛曾修长的指节 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纸条 像是将自己宁紧的心 一点点抚平一样 在看到纸条上的内容时 薛曾轻点了点头 宝贝运气还是挺好的 许梅松了口气 就听见他俯身凑了过来 在他耳边一字一句说道 抽到了那个最严重的呢 许梅一惊 去拿他手里的纸条 只是稍微瞥了一眼 许梅就顿时满脸通红 他将纸条揉成一团 塞进口袋里 装作无视发生的模样 嗯 耍赖 薛曾看着他的小动作 偷摸地从他口袋里抽出来 那个我再重新抽一个吧 许梅和他商量着 可面前的人只是摇了摇头 许梅想了会儿又说 那我再抽两个 薛曾犹豫了一会儿 可还是没妥协 听得好像挺吸引人的 但是我就只想要这个 怎么办 说着又将纸条展开放在他面前 许梅看着纸条上的字 只觉得喉尖一紧 纸条上写着ZW一次 是多看一眼都会觉得浑身燥热 许梅躲着不看 在他胸口捶了一下 你是变态吗 薛曾 薛曾只是笑了笑说 只在你面前变态的 他轻哼一声 还有一个呢 感觉也不是什么好事 你肯定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薛曾听着他小声抱怨 手上把另一张纸条展开来看 这张比起上一张稍微好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短短两个字 许梅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了 练衣 你还真是记仇啊 这都多久之前的事了 你还记着呢 上次穿过了 但什么都没做 看来他是一直记着这件事 嗯 所以今天补伤 许梅两只手里 攥着两个 惩罚两个 都觉得烫手 两个都要今天补吗 嗯哼 薛曾轻笑一声点点头 还没等许梅有下一步的反应 就见薛曾起身弯下腰 将人抱了起来 许梅伸手下意识地 抱紧了他的脖梗 我要先洗澡 他小声地埋在他颈窝处 喃喃道 薛曾直接将人抱进了浴室 放在洗手台上 他顺手打开浴缸的水 我自己洗 看他下一步 就要来解他的扣子 许梅直接捂着领口拒绝了 薛曾看着他脸上的小表情 笑了笑 将人从台子上抱了下来 等他站稳后 在唇上亲了一口 那我在外面等你 别洗太久了 你快出去吧 许梅又推了推他 直接将浴室门锁上 薛曾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几分 薛曾去了客窝的浴室洗漱 回来的时候 许梅正好从浴室里出来 身上被厚重的浴袍 裹得严严实实的 他还特意把里头的浴巾拿走了 只剩下冬天的浴袍 结果 他还真穿着浴袍出来了 不热吗 薛曾目光落在他身上 嘴角样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不热 一点都不热 许梅看着他慢慢走近 又抓着浴袍拢了拢 躲什么 反正 你今天也逃不掉的 薛曾拉着他 直接坐在自己腿上 声音轻柔地说 说这句话时 他一只手解开了 记在腰间的绑带 浴袍顺着圆滑的肩头落下来 明明这种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一想到 那惩罚 还是羞耻的身子都僵住了 薛曾像是这方面的领导者一样 缓缓将他放在床上 拿了几个枕头 放在他的后背 像是为了让他 能看清自己的动作 他将床头的灯打开 他就坐在一旁的太妃椅上 腰间只为了一条浴巾 松松垮垮地落在那处 后来浴袍怎么掉的 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从床上到窗边再到床上 直到天光乍亮 他想 他再也不要过结婚纪念日了 全文完